凌羽穿越到灵气复苏后的高五世界 获得全自动系统 宿主你别动 系统全自动 恭喜宿主获得奖励 清廉地心火 恭喜宿主获得奖励 家传武技猎神枪 恭喜宿主获得奖励 洞察之眼 躺平后的凌羽 突然发现自己 变得更强了 第一章 宿主你别动 系统全自动 焦阳似火 回春院 哄 黄暴的引擎轰鸣声响起 凌羽缓缓下车 望着头顶那龙飞凤舞的三个大字 脸上不禁露出一丝期待的笑容 入学第一天 林玉本以为 凭借着自己拉风的出场 会吸引万千少女 穿着热辣的超短裙 露着白皙大腿 列队欢迎她 没想到 迎接她的 不是少女炽热的目光 而是充满鄙夷 和不懈的眼神 真没想到 她居然还真的来了回春院 是啊 不知羞耻 给林家丢人 我要是身为男儿身 早就去战场上 上阵杀敌 怎么会和一群脂粉混迹一起 林玉白口莫辩 她林家世代功勋 为人族抛头颅 洒热血 立下不适之功 轮到她享受享受 怎么了 再说了 林家 就她这么一根毒苗 就算她想和父辈一样 上阵杀敌 那些国之助使也不同意啊 不能让功臣寒了心不适 八十年前 蓝星突然开启灵气复苏 一夜之间 无数异兽横空出世 对当时的人族 几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林家就在这场浩劫中 先祖林天 天资卓绝 灵气复苏刚一开始 就第一批进入了秘境 获得了顶级武技猎神枪的传承 一出秘境 林天就开启了杀戮模式 一路气势如虹 一顿砍瓜切菜般 将异兽杀至胆寒 硬生生为人族杀出一条血路 随后更是成立了林家军 四处征战 为人族培养了无数的骁勇战将 其父林浩 更是人族不可或缺的注实 将家族传承的猎神枪 修至绝颠 为人族甘愿镇守边疆十余载 令异兽不敢越雷迟一步 短短数十载 人族能在异兽的侵入下 站稳脚跟 林家荡 首居气功 人族在经历了最初的浩劫之后 便开始大力发展武道 先后更是创立了七十二学院 为人族培养后辈力量 时刻准备者和异兽决战 作为林家唯一的子嗣传承 林宇理所当然地享受着 家世带给他的特权 林宇拒绝了几乎等同于 为他林家培养四军的战天院 选择了回春院 就因为回春院没有危险 帝都三院 帝丹院 天独院 回春院 其中 帝丹院主要炼制修为丹 战场上经常能见到 帝丹院的丹师身影 是三院之中 实力最强的 天独院以独丹为主 院中多是些具备 极强创造性的疯子 疯狂追求独丹的杀伤力 危险性极大 回春院 则以炼制疗伤丹为主 属于后勤保障 丹师多是些温柔可爱的 天使小姐姐 日常只需坐镇后方 按时提供丹药供应即可 林宇只想当个混子 所以 回春院是最好的选择 不过 回春院素来偏爱女性 自创立以来 甚至连一个男学员都没有 这也成为了 先前众人 对她不屑一顾的原因 无视周围人的议论 林宇悠哉悠哉 在学院里闲逛着 慢悠悠 走到自己所在的班级 初级一般 站在教室门外 林宇整理了一下仪容 然后大步迈进教室 刷刷刷 无数道目光聚焦在林宇身上 瞬间让她成为整个教室的焦点 林宇淡然自若 身为林家大少 这种小场面 林宇见得多了 根本没在怕的 非但没被少女们吓倒 林宇反而大肆看向一些 穿着清凉的学姐学妹 目光中带有强烈的侵略性 引起无数娇称 顶着众人的目光 林宇不急不缓地 朝着教室后排走去 一路上 一个个如花似玉的青葱少女 薄面寒称 怒视着林宇 似乎她来回春院 就像是犯了什么 十恶不赦的大罪一样 仿佛要将她生吞活泼 林宇却恍若未见 面带微笑 静止走到最后一排坐下 爹 刚一坐下 林宇就听到脑海里 响起一声轻响 宿主你别动 系统全自动 欢迎宿主使用 全自动修炼系统 本系统无需宿主主动 可全自动辅助宿主修炼 系统绑定中 5% 15% 95% 系统绑定成功 恭喜宿主 获得初级炼丹术 恭喜宿主 获得青莲地心火 随时弹道 金手指终于来了 林宇坐在座位上 忍不住傻乐起来 安静 柳如梅刚一进教室 还没上讲台 就听见林宇傻乐的声音 啪啪啪 猛敲了几下黑板 柳如梅盯着下面的林宇 美眸寒煞 怒斥道 有的人不敢上战场 就靠着家族的硬币 来回春院混日子 这种人于国无功 于己无德 还连累地让家族也跟着蒙羞 真是为人所不齿 柳如梅声音不大 却刚好传遍教室每个角落 林宇有些尴尬 知道这话是冲着自己说的 也不辩驳 安安静静坐好 柳如梅看到林宇的态度还算好 也懒得和她一般计较 转身开始讲今天的课程 看着台上的柳如梅 讲解着聊商丹的炼制技巧 林宇不由地撇了撇嘴 疗伤丹作为最初级的一品丹药 炼制并不困难 丹药有食品 第十品的神丹拥有着生死人 肉白骨的神奇功效 可这一品的疗伤丹吗 也就能治疗一些普通的伤势 由这些学员炼制出来 更是几乎没什么效力可言 能承担就不错了 是要三分毒 炼丹也有品级之分 勉强承担只能算下品 没什么功效不说 还有大量的丹毒 丹毒若积累到一定程度 再服就没有效力了 下品之上 还有中品 上品 和极品丹药 极品丹药 则可以完美地融合所有炼丹材料 没有一丝一毫浪费 将效力最大程度保存下来 更没有单独存在 不存在服用上限 林宇深感无聊 这刻上不上的 对他来说 确实没啥用 堂堂林家大哨 难道会少了丹药供应吗 有这个时间 他还不如研究一下 刚获得的青莲地心火了 这可是大名鼎鼎的炎地 第一道一火 是最适合炼丹的一火 林宇可是文明已久 系统真是及时语 敢知道宿主在课上开小拆 系统已自动为宿主 记录下疗伤丹的炼制方法 初级炼丹术熟炼度 加5 初级炼丹术熟炼度 加10 您的初级炼丹术已小成 可炼制极品疗伤丹 卧槽 牛批 林宇看不懂 但大为震惊 这也太爽了 以后岂不是再也不用听课 一切交给系统就完事了 第二章 清廉地心火 林宇 认真听课 别以为自己是林家少爷 就可以课上开小拆 要是完不成课后作业 别怪我不讲同学情面 当众让你出球 一道清脆悦耳的声音传来 林宇愣了一下 看向一旁的女生 你谁 林宇一脸疑惑 少女绝美的脸上 一脸认真 表情严肃 秋水盈盈的眸子 倒映出林宇英俊的身影 晃动着马尾 傲娇说道 初级一班班长 慕柔 哦 班长大人啊 久仰久仰 林宇拉着长音 一脸坏笑 也遇到 不知班长大人有何见叫 哼 慕柔仰起下巴 轻哼了一声 登徒子 看你明天不把练好的疗伤单交给我 到时候怎么办 说完 木柔转身朝着教室外走去 只留给林宇一道歉力的背影 这班长真的是 傻得可爱 林宇哑然失笑 在学院闲逛了一天后 林宇终于等到放学 林声一响 林宇就一个箭步窜了出去 上车 回家 市中心 林家别墅 回到家 林宇第一时间就扑到了床上 啊 爽 终于回家了 感受到身下传来的柔软回弹 林宇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 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 躺在舒适的床上 林宇只想睡觉 至于课后作业 管他呢 睡醒再说 想到这儿 林宇闭上了双眼 进入梦乡 感知到宿主进入深度睡眠 系统已开启自动修炼模式 您的修为提升 已突破至断体四重 您的修为提升 已突破至断体五重 您的修为提升 已突破至断体七重 您已到断体十重 无法继续提升 请先突破当前境界 睡醒一觉 林宇突然发现自己的修为 竟然到了断体七圆满 只要破境 就能突破到炼灵境 五道灯楼 层层递进 十重境界分别为 断体 炼灵 灵脉 丹海 神门 道台 画灵 龟元 神魂 天地 一向热衷于咸鱼的林家大少 自身修为 原本只有可怜巴巴的断体三重 没想到 睡了一觉 静底得过十年苦修 爽歪歪 本想一鼓作气 突破到炼灵境 但一想到系统 还奖励了他清廉地心火 林宇就一阵心痒痒 炼丹 来到专门的炼丹房 林宇开始做起准备工作 作为林家大少 林宇虽然只是个 混吃等死的废柴 但各种设备那可都是一应俱全的 而且全是顶级 端坐在蒲团上 林宇沉心静气 取出炼丹材料 一一放好 只见林宇右手微张 一道青色火焰 自掌心处腾起 林宇小心翼翼 控制着右手的清廉地心火 左手将一份份材料 投入火焰之中 各种材料慢慢融化 最终融成一团丹叶 片刻后 宁叶成丹 至此 一枚精英剔透的疗伤丹 就炼制完成 恭喜宿主炼制成功 成功炼制极品疗伤丹 奖励宿主 极品疗伤丹炼制心得 林宇两眼放光 看着手上丹香四溢的极品丹药 光闻一下 就感觉到神清气爽 百病全消 嘿嘿 真想把这枚疗伤丹 摆在班长面前 看他是什么表情 咚咚咚 一阵敲门声 扰乱了林宇的思绪 林宇一脸疑惑地打开门 看到竟然是班长慕柔 表情惊讶地开口问道 卧槽 你怎么找过来的 还有 你来干嘛 学员通讯录里有你的地址 还有 我是班长 当然有义务辅导一下落后同学 跟上班级的进度 免得拖了班级后腿 怎么 不欢迎 说着 慕柔就一把推开林宇 自顾自地迈不进去 刚一进门 慕柔就被林家的奢华震惊到了 真是腐化的资产阶级生活啊 林宇跟在慕柔后面 算是默认了 于是开口问道 班长 要喝点什么 不用 辅导完你 功课我就走 好吧 练丹是在二楼 我带你去 林宇带着慕柔直奔二楼 一路上似笑非笑的诡异表情 让慕柔有些不安 练丹房外 慕柔突然停下脚步 在空气中轻轻闻了闻 隔着一道门 极品丹药的丹香依然浓郁 慕柔小心翼翼地看向林宇 绝美的脸上 闪过一丝迟疑的表情 慕柔眼神复杂 一个剑步 率先冲入练丹房 一眼就看到那枚刚刚炼制完的极品疗伤丹 果然 是极品疗伤丹 这丹药 你哪来的 慕柔如遭雷击 一个不稳 险些栽倒在林宇怀里 勉强支撑起身体 不过由于太过激动 慕柔此时只感觉到大脑一阵眩晕 林宇扶着慕柔的身体 轻握住柔衣 还不老实地捏了几下 我刚炼的 你看还冒着热气呢 不知道为什么 林宇看到慕柔此刻的表情 感觉很有趣 觉得自己辛苦练丹 果然没有白费 迟了 看到慕柔一脸不幸的表情 林宇怂怂间 魂不在意道 怎么 不信 要不要我当着你面再练一次 你说什么 你还能再练一次 慕柔再一次愣在原地 这可是极品丹药 整个人族 也就三大丹道宗师 才敢说 自己可以稳定练制出极品丹药 他以为糖豆呢 说练就练 慕柔表情狐疑 林宇摇摇头 当着他的面 重新练制了一枚 看着两枚一模一样的丹药 出现在他眼前 慕柔目瞪口呆 彻底被震碎了三观 那道青涩火焰是什么 慕柔表情苦涩 难以置信 林宇淡然一笑 语气渐渐地说道 你猜 我猜你个香蕉棒棒锤 慕柔突然有一种 想要打死林宇的冲动 忍住 不能让他那么得意 看着在他面前一脸嘚瑟的林宇 慕柔忍不住了 选择直接动手 气死我了 让你得意 让你笑 一阵打闹过后 慕柔突然变得正式起来 一躬到地 诚恳说道 林宇 你能和我做搭档吗 第三章 家里进耗子了 啥 啥搭档 林宇有些摸不着头脑 就是接下来三院联考的搭档 每个学院都要派出优秀学员 争夺冠军 这关乎到我们回春院后续的扶持和资源 慕柔越说 声音越小 他林宇一个来回春院 混吃等死的林家大少 怎么会在乎这种考核 72院的资源 谁又能有他林家把控的占天愿多 只不过 慕柔的眼神依旧死死盯着林宇 西纪能得到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如云般的秀发垂在脑后 毫无瑕疵的脸上露出恳求的神色 太萌了 林宇的心都醉了 不过林宇也听明白了 这种考核的目的 就是为了激励学院之间的相互竞争 获胜的学院 接下来也会获得更多的资源扶持 不过林宇肯定对这些不感兴趣 刚想拒绝慕柔 林宇突然想起来 系统不是给了他个什么炼丹心得吗 于是说道 班长 搭档就算了 我这儿有份炼制疗伤丹的炼丹心得 说不定会对你有所帮助 你看看需不需要 说完 林宇拿出炼丹心得递给慕柔 结果炼丹心得 慕柔打开第一页 便如痴如醉地看进去了 根本不在理会一旁的林宇 与此同时 林家别墅晚 看清楚了吗 是不是那个叫慕柔的 回春院的天才学员 没错 肯定是他 不过 这好像是林家的别墅 我们 几个人影躲在角落里 盯着别墅大门 窃窃私语 其中一个看上去 才刚刚成年的少年 欲言又止 眼神中闪过一丝疑虑 下一次的三院联考在即 这关乎到我们帝丹院 后续获得的资源问题 不容有失 要怪就怪他选错了学院吧 哪怕因此得罪了林家 慕柔此女 也必死无疑 为首的一人下定决心 一挥手 几人鱼贯而出 直奔林家而来 林宇悄悄退出炼丹房 留下慕柔一个人 钻研极品疗伤丹的炼丹心得 来到炼工房 刚刚被慕柔打断 他还没来得及突破炼灵境 刚好趁现在突破境界 他也就可以正式修炼武技了 他们家传的猎神枪 也该得到继承 潘西做好 林宇在心中唤起系统来 我在 全自动系统 为宿主保驾护航 敢知道宿主当前已准备好 正在突破当前境界 分析突破成功率 成功率为100% 恭喜宿主成功突破炼灵境 突破后 林宇感觉到 自己的实力又有了显著增强 清连地心火 也不再只局限于掌心 可以随着林宇的意念 在周身30张范围内 自如活动 正当林宇想试验一下突破后 清连地心火有什么变化时 系统发出警报 请告 请告 有危险靠近 请宿主提早做出防备 嗯 林宇眉头一皱 感觉到空气中 弥漫着一丝肃杀之意 于是朝炼丹房的方向望去 目之所及 银月清灰 香张树的叶子 哗啦啦地响 看上去一切正常 林宇嘴角 请起一丝冷笑 家里 进耗子了 几人潜入别墅 围首的欧阳宇脱下外套 里面一身黑衣 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只露出一双锐利的眼睛 身后几名学员的装扮 也大致相同 为了这一天 他们已经筹备了很久 就是为了一击必杀 不留后患 这事儿 万一留下首尾 被捅了出去 七十二院中 有人竟敢残害人族天才 那就是今天新闻 几个学员在炼丹房外 布下隔音法阵 等待欧阳宇下令 差不多了 准备动 私闯民宅 可不是个好习惯 欧阳宇话说到一半 一道冷漠的声音 从后方传来 谁 瞬间 所有人如灵大敌 纷纷转头望去 众人身后 林宇踏跃而来 翩翩如历 一身华贵的服饰 彰显奢华的气质 闲庭漫步 似乎根本没把这几个 闯进他家的歹人放在眼里 你是谁 欧阳宇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凌羽出现在他身后十余杖 他竟然都没有丝毫察觉 有古怪 明明自己比对方高出了一个大境界不止 但欧阳宇却有一种荒谬的感觉 千万不要与之为敌 否则必有大祸 你们这群家伙 鬼鬼祟祟来我家 还问我是谁 面对欧阳宇的质问 凌羽眼神冰冷 淡淡说道 凌羽 凌家的废物少爷 几个学员悬着的心放下 阴侧侧说道 嘿嘿 对不住了 凌少爷 我们是来找慕柔的 不想得罪凌家 只能先委屈您一会儿了 说完 便伸手 向凌羽抓去 眼看着手掌距离凌羽越来越近 而凌羽却没有任何反应 仿佛被吓傻一样 那人眼中流露出一丝不屑 作用凌家无数资源 却还在断体初期 甚至还不如自己的几个学生 废物之名 名副其实 注意分寸 别伤了凌家大少 欧阳宇见状吐出一句 虽然感觉有些不安 但是先让学员上去试探一下也好 下一刻 一抹青莲火焰 凭空出现在凌羽身前 动手那人躲闪不及 接触到火焰的刹那 浑身竟被火焰燃起 瞬间燃烧成一团大火球 啊 凄厉的惨叫划破夜空 声音被法阵隔绝 丝毫没有外显 老师救我 求救声从火球中传出 还不等欧阳宇反应 火焰就消失不见 整个人彻底化为了飞灰 见到这一幕 欧阳宇不禁头皮发麻 这是什么火 竟然在短短几秒 将一个炼灵二重的修饰 烧成飞灰 火焰接连闪现 几个炼灵镜的学员 瞬间变成了火球 就此灰飞烟灭 欧阳宇大惊失色 心中的锦铃大作 更是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恐惧 无尽的悔恨在心头涌出 早知道 面对这样恐怖的存在 他说什么 也不可能接下这个任务 是谁说的 灵家大哨只是个混吃等死的废物 这不是坑然的吗 眼瞅着这次行动已经失败 欧阳宇心中一领 直到是不可为 连和灵宇交手的想法都没有 吞下一枚丹药 瞬间爆发 向着外面逃去 清连火焰吞噬了几人后 甚至变得更明亮了 看到欧阳宇要逃 灵宇操纵着火焰追去 碰 欧阳宇和清连地心火硬碰硬撞了一记 左手不小心沾染上了清连火焰 想起之前几人的遭遇 顿时心中一横 灰剑像被火焰缠绕的左手砍去 整个人趁此机会 彻底逃出别墅 消失不见 灵宇看着眼前一片狼藉 眉头微微一皱 这群人是冲着慕柔来的吗 他喃喃自语 联想到先前慕柔提过的三院联考 和其中一人脱口而出的老师 灵宇心中已经有了想法 看来 人足成品已久 内部也并非如铁板一块啊 第四章 危机解除 同一时刻 回春院中的一处炼丹室内 柳如梅看着面前的炼丹炉 陷入了沉思 奇怪 明明火候控制的没有问题 为什么纯度始终不够呢 他有些头疼 伸出手揉了揉两侧的太阳穴 作为回春院为数不多的客座教授 柳如梅才刚三时 便达到了大师级 却始终无法更进一步 成为新的丹导宗师 上一次发放的材料 已经用得差不多了 忘了忘所剩不多的材料 柳如梅叹了一口气 对于炼丹师来说 这些材料就是普通人眼中的黄金 哪一个炼丹宗师 不是用无数次的实验 和数以亿计的材料堆出来的 现在 人族每年能从秘境中获取到的材料 似乎到了一个瓶颈 连带着 他们这些学院的老师 能分到的材料都大幅度减少 再加上 现在高层分给学院的资源 是依照实力而定 过一阵子举行的三院联考 更是显得无比重要 不行 这次联考 回春院说什么都要拿下 想到这 柳如梅攥紧了拳头 威尔 你去找一下慕柔 让她再回学校一趟 好 被称作威尔的女助理点了点头 转身离开了炼丹室 不多时 炼丹室的门再次打开 威尔面色凝重地走了进来 刘姐 情况不妙 她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慕柔家里人说 慕柔傍晚就出去了 现在还没回家 兴许有什么事吧 柳如梅对此倒不是很在意 可 蒂丹院那边有消息传来说 今天傍晚 欧阳瑜也带着几个学生出校了 现在也没回来 什么 几乎是一瞬间 威尔就感觉到 炼丹室内的温度冷了几分 再看柳如梅 脸上面若寒霜 冰冷的沙翼 犹如踢骨冰刀 即使隔了有数米 威尔都觉得背后冷汗直流 从没见过 平时和颜月色的柳教授 这般模样 哦 杨 瑜 柳如梅咬着牙 一字一顿 查到木柔去哪了吗 好像在 林雨家 林雨 柳如梅文言皱了皱眉头 她去林家干嘛 但时间紧迫 柳如梅没有多想 转头对着温尔吩咐道 去跟院里的其他老师 说一下 让他们火速赶往林家别墅 说吧 她抓起一旁的衣服 急匆匆地离开了炼丹室 一路上 柳如梅眼中凶光大作 木柔不仅是回春院的希望 更是被她看作是亲生女儿 若是她出了半点差池 地丹院 我柳如梅跟你们没完 十分钟后 林家别墅晚 几个距离近一点的老师 已经提前等在门口 柳教授 见到柳如梅 几人纷纷招呼了一声 而柳如梅 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 没有多做回应 此时此刻 她的心里想得全是木柔是否安危 有什么异常吗 柳如梅开口发问 没有 几名老师摇了摇头 暂时没发现什么动静 哼 听到答案的柳如梅冷笑一声 抬起偶臂 纤细的手指在空气中一抓 众人只觉得 周围灵气一阵波动 在看向柳如梅时 对方已经张开手掌 一缕黑色的灰烬赫然其上 这是 众人有些不解 人的骨灰 死 听到柳如梅的话 在场众人无不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从残留的灵气浓度来看 这起码来自灵脉镜的修饰 他又抛出一枚重磅炸弹 顿时 所有人都沸腾了 灵脉镜 这种修为放在七十二院中 都算得上中流砥柱了 哪个灵脉 被人烧成了骨灰 越往下想 众人越觉得几倍发凉 看向灵家大门的眼神 也犹如看向地狱深渊一般 惊疑不定 这灵雨的别墅内外 有古怪 现在怎么办 柳教授 沉寂半晌 一人打破了平静 这灵家 我们进还是不进 嗯 沉默片刻 柳如没摆了摆手 先等一会吧 温儿 你试试能不能查到 灵家几位大人的号码 看看能不能跟他们交涉一下 好 身旁的几人点了点头 各自找了个地方坐下 而柳如梅 却仍然盯着不远处的别墅 眉头紧锁 难道 这骨灰是欧阳雨的 想到这 柳如梅连忙甩了甩头 将这个荒诞的猜测 抛诸脑后 开什么玩笑 作为地丹院知名的天才 怎么可能翘无声息地死在这里 另一边 炼丹室内 当灵雨处理完 欧阳雨一行人回来时 才发现明亮的火光照耀了整个房间 慕柔端坐在炼丹炉前 竭力控制着炉中的火焰 杨枝般光滑的肌肤上 香焊淋漓 灵雨双手抱肩 侧靠在一旁的门框上 微微一笑 不得不说 慕柔的确是万中无一的炼丹天才 炼丹一道 说难不难 说易却也不易 好的丹炉是一个 更重要的却是 炼丹师对火候的把控 不同的火焰温度不同 对于材料的提春效果 自然也不同 如何在最合适的时机 将材料的精华 一点不落地完美提取 这是一门技术 能保留材料一半的精华 便已经是一个合格的炼丹师了 而能提纯到90%的 就已经是人族中 为数不多的丹药大师 那可是能够在人族中 呼风唤雨的存在 不多时 炼丹炉内的归于平静 在灵雨的注视下 慕柔小心翼翼地打开丹炉 刹那间一抹清香充斥两人鼻尖 一枚翠绿的丹药 正静静地躺在丹炉中央 赫然是一枚上品疗伤丹 看着丹药 慕柔眼波流转 她又转头看了看灵雨 神色复杂 仅仅是一份心得 便能让自己有所感悟 炼制出上品丹药 这种程度的经验和理解 甚至比起自己的老师柳如梅 都强了不知道多少 要知道 柳如梅那可是实打实的 丹药大师啊 灵雨 真的只是一个纹固吗 第五章 家传武技 谢谢你 忽然间 慕柔再次鞠了一躬 如果说 先前鞠躬 是因为自己有事相求 那么这一次 慕柔是真的从心底里 开始认同起灵雨这个人 极品疗伤丹 炼丹心得 毫不夸张地说 只要灵雨愿意 她可以开出天价 即使上亿 三大学院也会抢得头破血流 无她 实在是这心得太夸张了 仅仅几句话 就能将自己 送上梦寐以求的境界 慕柔不相信 有哪个学院 会蠢到放弃这种机会 可现在 灵雨竟然愿意 对自己倾囊相受 这其中的含金量 只有慕柔心里最清楚 呼 联想到自己先前 对灵雨的质疑 慕柔深吸了一口气 晶莹的泪滴 在眼眶中不断打转 嗨 没事 灵雨摆了白手 见慕柔神情不对 灵雨赶忙转移了话题 班长 你看这天色 也不早了 要不你先回去 一句话 瞬间让慕柔反应过来 她拿出手机看了看 果然 已经是晚上十点了 自己出来的时候 还以为一会就能回去 所以没跟父母亲说 不知不觉 竟然弄了这么久 爸妈一定担心坏了 想到这 慕柔擦了擦眼眶 好 那我就先回去了 今天 我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谢谢你了 她边说着 边走到了门口 灵雨刚要说话 慕柔推门推到一半 忽然停了下来 转头看着灵雨 神色复杂 那个 虽然我知道这么说不太好 但我还是希望 三院联考的事 你能考虑一下 因为害羞 慕柔翘脸微红 长这么大 自己还是 头一次邀请男生 而且还是两次 此时 银月光辉顺着门缝洒 在慕柔的身上 将本就白嫩的皮肤 映衬得如雪般圣洁 配上那含羞之帽 美地不可方物 一时间 竟让灵雨有些吃了 等她反应过来时 慕柔已经走远 呸 真没出现 灵雨心中暗骂一句 也不在意 转身回到了屋内 睡觉 灵家之外 出来了 柳教授 慕柔出来了 慕柔刚一走出大门 几名时刻监视灵家动向的老师 纷纷站了起来 玄折的心 也终算是落了下来 随后 慕柔便在几名老师的簇拥下 一脸猛逼地来到了 柳如梅的面前 柳老师 你怎么在这 看着心急如焚的柳如梅 慕柔的心中 满是疑惑 而柳如梅 却没理会她的话 只是一把 将她拉到了自己的身边 紧接着运起灵气 遍布了慕柔周身 吓死我了 你没事就好 柳如梅擦了擦额头的汗 慕柔 你这几天 就先待在学院 理了理心情 柳如梅面容严肃 地丹院和天独院 已经盯上你了 说着 她便将先前搜集到的消息 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 当柳如梅停止讲述后 慕柔如遭雷击 直接呆愣当场 两大学院 为了联考胜出 竟然要对自己下手 带队的更是林迈静的高手 在林家别墅中 更是发现了 林迈静修士的骨灰 三条消息 一条比一条劲爆 如果不是柳如梅亲口所说 慕柔打死都不会相信 所以 这段时间 还是委屈 你就一直待在回春院吧 柳如梅将身上的衣服 披在了慕柔身上 你的家人那边 我已经派人去接过来了 对了 你去林家干什么 啊 没什么老师 本来是想去辅导她一下作业的 结果 慕柔苦笑一声 将刚才在林家的所见所闻 一一说了出来 怎么可能 柳如梅听后连连摇头 她若真的有如此水平 又怎么会来回春院混日子 想必是林家有人相助吧 说着 她忽然摸了摸下巴 林家家大业大 背后的隐秘 绝非我们所能想象的 不过 既然她给你的那几品 炼丹心得那么神奇 这倒也是个机会 接下来 你就再回春院专心休息 等到三院联考的时候 我们给他们准备一份惊喜 好 慕柔点了点头 但心思却还在先前柳如梅透露的消息上 据她所知 进出的路上 没有感受到任何的灵气波动 按理说 林宇的别墅外 是不会有陷阱或阵法的 难道 联想到中途林宇 曾经消失过一回 慕柔的心中 浮现出一道 不可思议的猜测 不 不可能 她连忙晃了晃脑袋 跟上了前面的众人 只不过 那一个念头 已经诞生 便像是在心中生根发芽一般 久久不能散去 另一边 淋雨别墅内 呼 呼 沉闷的憨声 在寂静的夜里 无比刺耳 此时 检测到宿主 处于深度睡眠中 奖励加传5技 猎神枪 自动修炼中 猎神枪熟练度加5 自动修炼中 猎神枪熟练度加10 自动修炼中 猎神枪熟练度加15 恭喜您 猎神枪熟练度 已升至小成 而正处在睡眠中的淋雨 也是下意识地皱起了眉头 猎神枪 当年先祖临天丛密 境内带出来的不传绝技 炼之大成 甚至能够一枪 裂碎苍穹 只是猎神枪 修习难度奇高无比 这么多年过去 除了父亲林浩 林家再无一人 能修炼成功 如果那些看到林家崛起 攀附上来的人 也算林家人的话 随后 林雨只觉得 眼前一闪 便置身于当年人族 与异兽大战的现场 四周厮杀之声 络绎不绝 无数的鲜血 伴随着一具具尸体落下 一望无际的大地此刻 一片烟红 仿佛置身于修罗血海 血雾沸腾升起 甚至连太阳都被遮盖 入目所及 满目疮痍 血色如影随形 更令人胆寒的 乃是天边的八位兽王 他们或立或非 所过之处 皆是漫天血雾 无数修士 甚至连惨叫 都来不及发出 便成了这空间中的一抹飞灰 直到 林家仙祖出现 战场中 一声怒吼响彻还语 紧接着璀璨的光影 自星红中而出 朝着八王迸射而去 哄 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下一刻 漫天枪影绽放 以至于杀红了眼的 一众异兽 和人族都下意识地 停止了动作 直到光影散去 地上只留下了 八具千疮百孔的尸体 猎神枪 恐怖如斯 第六章 灵犬脆体 当灵雨沉浸在睡梦中 地丹苑的一处密室内 啊 欧阳雨脸色煞白 壮若蜂膜 此刻 他死死地盯着自己的断臂处 一波又一波的疼痛 让他原本还算英俊地 脸上冷汗密布 但更多的 还是心中浓浓的震惊 这究竟 是什么 欧阳雨捂着伤口 心中对灵雨的恨意 已经突破了天际 碰 正当欧阳雨 打算再次尝试时 密室的门忽然打开 一名先锋盗鼓的老人 缓缓走了进来 正是地丹苑的副院长 欧阳雨 见到地上死狗一般的欧阳雨 欧阳雨的眼神 瞬间闪过两道光芒 显得无比犀利 老 老师 见到对方 欧阳雨强忍着疼痛 慌忙从地上爬起来后 一把跪到了欧阳雨的面前 低着头瑟瑟发抖 学生无能 没能 他正要继续往下 却瞥见欧阳雨 抬了抬手 顿时 欧阳雨识趣地闭上了嘴 你是地丹苑年轻一辈 天赋最高的学生 所以老夫 才破格提拔你 成了导师 一直以来 老夫都视你为心腹 但 这一次 你让我很失望 沉默良久 对面的老人 缓缓吐出几句话 瞬间 欧阳雨如遭雷击 他猛地抬起头 连滚带爬地 来到欧阳云身边 老师 求老师 再给学生一次机会 学生一定会在三院连考前 杀了那个慕容 因为害怕 欧阳雨的嘴唇 止不住地颤抖 听到这话 欧阳雨没有动作 整个密室顿时 陷入了一片死寂 最后一次 别再让我失望 终于 在欧阳雨快要绝望时 面前的老人 终于开口 一句话 顿时让他欣喜若狂 老师您放心 学生不会再失手了 欧阳雨大喜过望 可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欧阳雨转身 朝着密室外走去 这次联考的重要程度 远超你的想象 那林家大少 若是执意阻止 不用顾忌 直接杀了就行 一夜过去 林雨别墅 卧槽 爽 一觉醒来 竟然学会了家传武技 猎神枪 要知道 整个林家 除开先祖和父亲 再无一人能修炼此枪法 而昨天梦境中的场景 更是让林雨热血沸腾 乖乖 整整八位异兽王 那可是异兽之中 叫得出名号的超级大佬 居然让猎神枪一下全秒了 猎神枪的霸道 可见一般 不知道那几位 一直瞧不上自己的叔叔伯伯们 若是知道了 自己将猎神枪修炼到了小城 究竟会做何表情 想想就好兴奋 来不及等待 林雨起身来到院子 随手找了根木棍 便按照记忆中施展了起来 效果显著 即使拿的是木棍 可在猎神枪的加持下 林雨毫不费力地便将围墙捅了个窟窿 要知道 这围墙可是老爹特地找人修建的 据说能抗住林脉十重修饰的搏命一击 结果 在猎神枪面前 就仿佛玩具一般一碰就碎 这还是自己修为 才刚入练灵的情况下 要是自己的修为上去 一念至此 林雨更加激动 想修炼的念头 更是前所未有的坚定 旋即她便回到房间 准备继续修炼 但片刻后 尴尬的一幕发生了 林雨睡不着了 这 在床上辗转许久之后 她只能无奈起身 这可怎么办 林雨挠了挠头 忽然 屋外的一副林拳的广告牌 吸引了她的注意 哎 反正也睡不着 不如去泡灵泉好了 一念至此 林雨当即驱车来到了 位于城郊的灵泉馆 自从灵气复苏后 人们便发现 从前的一些温泉 也带上了灵气 更是有着 能淬炼人体的神奇功效 一时间 人们对灵泉趋之若鹜 而林浩现在所在的 便是城里最大的灵泉馆 圣灵泉 作为林家的独子 林雨自然是 这灵泉馆中的VIP 出示了会员卡后 她便自顾自地朝着 会员的专属的 灵泉池内走去 林少爷好 一路上 周边的服务生点头问好 只是眼神中的鄙夷 却没有丝毫掩饰 林雨倒也习惯了 静止来到包房后 三下五除二 便跳进了灵泉池内 快看手机 天独院的孙玉刚 才正式突破了灵脉境 据说宁练出了青色灵脉 我去 青色灵脉 这恐怕是江城 这些年里 第一个青色灵脉吧 天独院这下捡到宝了 有此青年才俊 我人族何仇不兴 要我说 孙玉这人是真的妖念 年纪轻轻 就能炼制出四品丹药 现在更是宁练出青色灵脉 看来这次的三院联考 天独院已经胜券在握了 话不能这么说 依我看 那回春院的慕柔 和地丹院的吟诗语 也非等闲之辈 由于修为提升的缘故 隔壁房间内的谈话声 灵语听得清清楚楚 但她也只是 不懈地笑了笑 炼灵境圆满后 需要宁练出灵脉 才能进入灵脉境 而体现灵脉好坏的 便是宁练出灵脉的颜色 由低到高 以赐为红橙黄绿青蓝子 越高品质的灵脉 能让修士容纳的灵气越多 可以说是 决定了一个修士的上限 只不过 称得上稀有的 应该只有蓝色和紫色灵脉 至少 灵家之内 光灵语知道的 青色灵脉拥有者 就超过了数十人 想到这 她摇了摇头 随后便专注身下的灵泉淬 伴随着一波 又一波灵泉之水的洗刷 灵语能很明显地感觉到 身上的每一个细胞 仿佛都升华了一般 飘飘然好不舒服 而这时 哒哒的敲门声响起 一名黑丝短裙的服务员 端着一盆翠绿色的枝叶 走了进来 灵少爷 该将您催漏了 啊 不用 灵语正在信头上 哪管服务员说什么 只是摆了摆手 示意她赶紧走 见到这幕 服务员愣了一愣 这专属灵泉 可不比寻常 淬炼人体的效果 更好的同时 带来的痛苦 也绝非一般 一般修饰 能坚持一个小时 就已经是极限了 再想撑下去 就只能靠着这凝脆炉调节 否则 根本受不了 这灵泉的力量 看着灵语满头大汗 服务员内心 比意更深 在她看来 灵语此举不过 是为了吸引她的注意罢了 能给这只有权贵 才能享用的灵泉管服务之人 哪个不是貌美非常 经常有人骚扰 想到这 这个灵家的废物少爷 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第七章 突飞猛进 对于服务员的小心思 灵语自然是不清楚的 此时此刻 她的注意力 全部放在了这灵泉之上 要不说是 专攻几练灵镜修饰专用吗 提升的效果 简直肉眼可见 只不过才区区一个小时 她便觉得 肉身强度 比之从前强悍了不少 估计以我现在的身体强度 寻常的体修 都不是我的对手 灵语在心中默默地想着 修炼一道 随着时间的发展 也演化出了 灵修和体修两种模式 顾名思义 灵修注重灵气 体修注重肉体 相同的的是 断体镜乃是两者的共同基础 是专门负责修炼肉身强度 只不过 在突破断体镜后 随着对灵气的了解愈发深入 人们发现 任何凭借肉身强度能做到的事 灵气都能做到 只要灵气没有消耗完 同等水平下 灵修基本碾压体修 而一旦失去了灵气的支撑 结果自然一目了然 因此 这么多年来 体修和灵修熟强熟弱 一直争执不下 就灵修所知 72院中 也有不少学院 是专攻体修的 也因此 人组每年都会举行大赛 借此 让灵修和体修之争 暂时化个中指符 化归正题 正当灵修舒服服 抛着灵拳时 一道道系统的提示 也在耳边响起 检测到宿主放松心神 系统已自动为宿主 汲取灵拳之力 您的修为提升 已突破至练临二重 您的修为提升 已突破至练临三重 您的修为提升 已突破至练临四重 您的修为提升 已突破至练临五重 爽 听着耳边不断响起的提示声 灵修的心中乐开了花 这才是每个穿越者 该有的福利 上辈子当了一辈子社畜 这辈子享受享受怎么了 来人 接着奏乐接着舞 就在他心中大喜之时 一旁的服务员 却是傻了眼 距离自己近来到现在 时间起码已经过去了 数个小时有余 而服务员 也从最开始的不屑 到后来的震惊 接着逐渐麻木 到现在 他已经有点怀疑人生了 这怎么可能 如果不是淋雨在场 他真恨不得掐自己几下看看 是不是在做梦 竟然真的有人 能不依靠宁翠路 就在这专属灵拳中 坚持这么久 服务员大受震撼 这个时代 基本人人人都会修炼 他也不例外 为了提升实力 他也曾不止一次地进入过 这专属灵拳 只不过 每一次扑面而来的泉水灵力 汹涌地 几乎要将自己吞噬 纵然使劲浑身解数 他也从来没有 坚持超过半个小时 而现在 服务员低头看了看表 六小时整 他抬起头 看着灵拳中 惬意无比的淋雨 忍不住扯了扯嘴角 林家的几个当事天骄 在练灵禁时 最长也不过才坚持了三个小时 而现在 面前的淋雨 竟然是他们的两倍 这样的人 会是人们口中的那个废物大哨 服务员想不明白 但可以肯定的是 他现在 正在见证新的历史 想到这 服务员的美眸微动 激动得竟感觉有些口干舌燥 愁愁了一会后 他终于还是忍不住开口 林少爷 现在究竟是什么修问 一片安静 见状 服务员咬了咬嘴唇 是不愿意搭理自己吗 还是自己声音太小了 对方没听到 他小心翼翼地走上前 来到林雨身边后 探出脑袋瞧了瞧 呼 呼 轻微的憨声传入耳内 竟 竟然睡着了 还是在专属灵泉内 服务员愣在原地 只觉得胸中一口老血翻涌 这还是人吗 就是你林家几个天骄 在这专属灵泉里 也是全神贯注 汲取这灵泉之力 直到筋疲力尽 你倒好 竟然睡着了 真是人比人得死 或比或得扔啊 半晌过后 服务员终于反应过来 摇了摇头苦笑一阵 他小心翼翼地离开了房间 从今天开始 谁要再说林雨是个废物少爷 他第一个不信 回春院 天丹市 这里 是专供回春院的教授们炼丹的地方 此时 叶如梅端坐在炼丹炉前 手中动作不断 而伴随着他的举动 一抹火焰将炼丹覆盖 丹炉内的顶级药材 也逐渐融化 形成了一滴滴翠绿色的精华 生之机 来则顺其机已生之 降之机 致则顺其机已降之 叶如梅眉头紧锁 嘴中喃喃地念着 这是林雨极品炼丹心得中的开篇言 可别小看这短短两句 其中却蕴含了炼丹一道中的至高傲义 饶视叶如梅如今的大师之境 依然感受到无穷启发 究竟是林家所创 还是林雨自言 他摇了摇头 再次将心思放在了炼丹之上 片刻过后 汹涌翻滚的炼丹炉内 一抹清香忽然腾空而起 时机到了 叶如梅眼睛一亮 手上的动作一再变幻 下一刻 淡淡的清香充饮室内 一颗圆润的丹药赫然成形 与此同时 原本还是晴朗的天空 忽然响起了一道炸雷 直直地落在了丹药之上 顿时 肉眼可见的轻雾在丹室内腾起 六品丹药破胀弹 成了 品质 几品 哈哈哈哈 叶如梅大口喘着粗气 但脸上却是难以掩盖的喜悦 终于 这么多年 自己终于炼制出了第一枚几品丹药 还是六品界的破胀弹 就凭这一项 就足以让自己升到回春院的院系主任 本来只是抱着逝世的心态 柳如梅才从慕柔那要来了 凌羽所给的几品丹药心得 却没想到 竟然真的帮助自己 完成了一直以来的梦想 凌家 深不可测 他便想着 伸手朝着破胀弹而去 但下一刻 一便抖声 只见破胀弹忽然一阵颤抖 紧接着满屋子内的灵气漩涡般地 朝着他汇聚而去 眨眼间便形成了一条淡青色的巨狼 这事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柳如梅愣在原地 而那青狼却趁此机会 仰天怒嚎一声后 转头便冲向了屋外 速度之快 即使是丹海境界的柳如梅 也只是勉强看见几缕残疑 丹兽 没想到 竟然凝结成了丹兽 反应过来的柳如梅 面色狂变 急忙寻着丹兽逃跑的方向寻去 绝不能让他 跑到城市去 另一边 青色巨狼冲出回春院后 停在半空中左右秀了一秀 作为一只刚刚形成的丹兽 他的实力并不强大 急需要大量的灵气壮大自己 而现在 巨狼很快锁定了目标 朝着某个方向飞驰而去 赫然是城郊的圣灵拳馆 第八章 生死危机 回春院外 柳如梅刚刚追至门口 就只见一名老妇 带着几人落到自己的面前 正是回春院的院长秦璐 和几名院系主任 如梅 刚才怎么回事 秦璐的神情十分严肃 刚刚那股灵气波动 是从你这传出来的 他紧紧地盯着面前的柳如梅 本来秦璐正沉浸在秘境的古书中时 忽然感知到 一股前所未有的灵气波动 那种气势 也许并不能伤害到自己 但却是平生警戒 以至于让他第一时间 放下了手中的书 直接破关找来 是这样的院长 我刚刚练至出了一枚破障单 柳如梅有些吞吞吐吐 结果 丹药竟然形成了丹兽 什么 丹兽 刚听到极品破障单的消息时 秦璐心中一喜 本以为回春院后继有人 但紧随后来的丹兽二字 却是让他的脸瞬间阴沉了下来 你确定那是丹兽吗 秦璐的声音有一丝颤抖 倒不是因为害怕 丹药食品 一到三为低等 三到六为中等 只有六品之上的丹药 才能算作上等丹药 而丹兽 便是只有炼制上等丹药时 才有很低的概率生成 品阶越高的丹药 形成的丹兽越强悍 据说秘境中曾经记载过 一颗食品丹药生成的丹兽 刚出世便轻松灭杀了一群 归原境界的传说强者 更是将打他主意的宗门一掌破灭 随后破碎虚空不见 至于丹兽的好处 那就更是恐怖 丹药成灵 已经通神 不仅效力倍增 更可以吞吐灵气 自行修炼 甚至可以破阶生品 万万没想到 自己竟然也能有见到丹兽的一天 确定 柳如没点点头 清朗生成的方式和古籍中的记载 别无二致 肯定是传说中的丹兽无疑 只不过 学生炼制的乃是六品丹药 按道理来说 不太可能生成丹兽啊 他有些不解 应该是你那破障丹的品质太高 已经隐隐触碰到了七品丹药的门槛 所以才可能发生这种事 秦璐作为院长 见多识广 很快便给出了自己的猜测 没想到 梅尔你的炼丹之道 竟然进步得如此迅速 看来 未来这回春院 很有可能便要交到你的手中了 他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叶如梅 眼神中尽是欣慰 听到这 叶如梅却低下头缩了缩脖子 只有他最清楚 这完全就是淋雨的功劳 如果不是对方的心得 自己恐怕再过几十年 都不一定能练制出极品品质的六品破障单 林家究竟强大到了什么程度 竟然可以将这种程度的至宝 随意分享 正当叶如梅胡思乱想之际 一旁的情路忽然开口 好院长 你去金武院把那几个体修老家伙找来 就说 只要帮我们抓住丹寿 回春院愿意答应任何条件 聚在丹寿乃是天地间的至纯灵气幻化而成 因此 寻常的灵气攻击根本对他不起作用 而秦璐主修丹道 虽有一身神门修为 却不善战斗 对这丹寿 也只能寄希望于金武院的体修了 是 被教导的院长领命离开 而秦璐则是带领剩下的人 循着灵气的方向追踪而去 对这只丹寿 他势在必得 圣灵泉馆 由于是周末的缘故 灵泉馆外熙熙攘攘 慕名而来的客人络绎不绝 快看 那是什么 一名眼尖的客人忽然喊了一句 周围的人寻着方向看去 只见天边不知什么时候 出现了一个小黑点 不多时 那黑点便越来越大 最终映入眼帘时 却是一头诡异的青色巨狼 哦 在落地的一瞬间 青狼仰天咆哮 无形的阴浪犹如涟漪 一圈圈地扩散开 威力之强劲 竟让金铁座的外墙轰然破碎 啊 而那些被阴浪冲击过的人们 则是面色一白 纷纷吐出一口鲜血 一道看不见的光球 从他们的体内飞出 朝着青狼汇聚而去 随后 众人更是面露疲倦 仿佛浑身的精气 全部被抽走一般 一个个为你不振 一 一兽 一些侥幸逃过一劫的人们 面色煞白 看着面前气势全开的青狼 两股战战 由于处于人族境内的中心地带 常年不受战火波及 以至于大部分的人 从未经历过与异族的战斗 如今 面对着眼前死神般的青狼 绝望的气息在人群中蔓延 异兽来袭 终于 异人大喊一声后 拔腿向远处跑去 有了他的带头 无数反应过来 人们顿时紧随其后 朝着四周溃退而去 几百名修士愣是无人尝试反抗 显向还生 另一边 包房大门炸开的一瞬间 扬起了阵阵尘埃 几秒后 透过层层尘雾 青涩巨狼猛然间看到了前面不远的凌羽 此刻 对方下意识地长大了嘴巴 正处于一脸猛逼之中 漫天尘埃之中 一人一郎就这么对视起来 场面一度有些尴尬 这 我 凌羽吞了吞口水 我是谁 我在哪 我不是在泡澡吗 这只狼又是从哪来的 一连串的疑问 充斥脑海 此刻 他的心情就像前世一部电影中的几句台词 带着老婆出了城 吃着火锅还唱着歌 突然就被麻斐劫了 几秒后 好 青狼也终于反应了过来 他抬起头仰天长笑一声 煞时间一道道音波犹如气浪 连一般地朝着四周扩散 距离青狼不到两米的淋雨 更是被这笑声震的头皮发麻 不得不伸出双手 抱着头痛苦地蹲了下来 这特么什么怪物啊 淋雨的心都凉了 凭他目前的修为 根本看不透这青色巨狼的实力 但淋雨唯一能肯定的是 这头巨狼绝对不是自己能解决掉的 与此同时 见到淋雨蹲下 青狼也开始了下一步行动 只见他弯下了身子 随后双腿猛地发力 竟一下子高高跃起到了半空 浓密的鬃毛在空中自意舞动 青狼举起双爪 雪白的爪子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附上了一层青色灵气 几乎没有给淋雨太多的反应时间 巨狼的爪击便呼啸而至 要糟 眼见着狼爪在自己的眼中越来越大 淋雨要紧了牙关 猎鹰 伴随着他的怒吼 淋雨周边的灵气疯狂涌动 下一刻 巨狼的身后浮现出一道黑色的人影 同一时间 原本位置上淋雨的身影 快速暗淡不见 几乎是下一秒 青狼的双爪透颖而过 狠狠地抓在了地板上 嘎吱 令人牙酸的声音响起 木质的地板瞬间破损 连带着地板下的地基 都留下了两道深不见底的抓痕 死 青狼之后 黑色的人影 缓缓凝结成了淋雨的身形 看着面前惨不忍睹的地面 淋雨经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得亏系统奖励一个5G 否则以他目前的实力 别说硬抗了 就是躲 都没有丝毫地可能躲开 这青狼 难道还会是迷了路的兽王不成 甩了甩头 淋雨打起了12万分的注意 对方想要自己的命 他也不会坐以待毙 就真是兽王又如何 想对自己下手 就算打不过 拼上性命淋雨 都要咬他一口肉下来 一念至此 他索性也红起了双眼 猎神呛 没有丝毫犹豫 淋雨抄起一旁的铁棍 下一刻 练灵境的灵气 全数汇聚在铁棍之上 淋雨一声怒喝 举着扫把流星一般 朝着青狼直刺而去 那青狼似乎也有料到 在他眼中蝼蚁一般的淋雨 竟然能在躲过自己攻击的 同时发起反击 聪促之下 根本来不及防备 眨眼间的功夫 淋雨便已经静至身前 上百道枪瘾同时爆发 淋雨几乎是用上了吃奶的劲 如此威力之下 普通的铁棍 又怎能坚持得住 就在淋雨刺出最后一棍的瞬间 手中的铁棒硬生碎裂 一阵阵爆炸在青狼身上响起 巨大的震动 扬起满地尘埃 也让整座圣拳馆摇摇欲坠 呼呼呼 淋雨半蹲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刚才的一枪 已经将她所有的精气神 全部抽走了 就是淋脉巅峰 稍有不注意 也得隐恨当场 就是不知道这一兽 还不等她继续往下想 漫天的尘埃 忽然在一阵刺耳的咆哮声中 瞬间消散 青狼那矫健的身躯 也再一次出现在了淋雨的面前 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权力一击 竟然只是让对方有些许狼狈 在淋雨不可置信的目光中 青狼浑身的鬃毛倒立 身体的两侧 一左一右 竟伸出了两条翅膀 这 这是暴中啊 淋雨苦涩的一笑 最强一击 都不能拿对方怎么样的话 那还打个屁啊 赶紧想办法逃吧 另一边 青狼凌空飞起 居高临下地看着淋雨 一双眸子中满是愤怒 竟然被自己视为蝼蚁的人类伤到了 尽管伤得不重 但她能感觉到 对方的修为 比起自己 整整差了两个大境界 愤怒 绝对的愤怒 想到这 青狼再次仰天长笑一声 紧接着举起双爪 用力挥下 随后 漫天灵气幻化成上百道青色沼气 剑雨一般朝着灵号疯狂袭来 猎影 眼看着无数沼气破空而至 关键时刻 淋雨再次怒吼一声 整个人的身影瞬间暗淡 几乎是下一秒 密密麻麻的沼气 便透着她的影子过去 轰轰轰 持续半分钟的爆炸声后 圣拳馆已经彻底化作了积粉 整片空间内遍布尘埃 待尘埃散去后 只见原本灵雨所占的地方 已经成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 哪里还有半点灵雨的影子 但青狼却没有停下 她的眼中金光一闪 紧接着转身挥爪 一瞬间 又是数百道的灵气之爪 顺着灵雨出现的方向 爆射而去 见此情景 刚刚才凝聚好人形的灵雨 不得不硬着头皮 再一次靠着猎影 躲过了青狼的孤寂 如此反复 青狼似乎越战越勇 最直观的就是 每一次的灵气之爪 都比上一次多出不少 反观灵雨 却有些捉襟见肘 这青狼的攻击 可是非比寻常 就她猜测 一旦被这爪气命中 就是丹海静的强者 都是非死即伤 更何况练灵静的自己 虽然能靠着猎影勉强躲避 但 自己的灵气不多了呀 要不是刚刚突破到练灵五重 自己早死了 想到这 灵雨有些头疼 可无奈对方的攻势过于迅猛 就算明知道拖下去 自己必死无疑 她却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 终于 猎影 伴随着声音 灵雨身上的最后一丝灵气 也被抽空 下一刻 无数的沼气便向着自己飞来 她却已经没有灵气 再可以躲避了 到此为止了吗 灵雨有些不甘心 看着呼啸而至的青涩沼气 她任命似的闭上了双眼 孽畜七感 忽然间 一道粗狂的声音 从天边传来 与此同时 不知道从哪飞来的一枚丹药 在灵雨的身前炸开 瞬间形成了一道晶莹剔透的薄膜 将它包裹其中 灵雨下意识地看去 却只见几人朝着自己飞速而来 为首之人 正是秦璐 第十章 巅峰对决 卧槽 这来的也太是时候了吧 看着秦璐几人快速逼近的身影 灵雨心中的喜悦难以言语 与此同时 上千道沼气应声而至 恐怖的声势汗天动地 顷刻间便在灵雨身前一道道乍响 但包裹在身前的薄膜 却突然间白光大作 身处其中的灵雨只觉得仿佛置身于海洋 浑身被暖翼笼罩 而青狼沼气所产生的的爆炸 竟全部被隔离在外 甚至当爆炸结束时 薄膜甚至完好如初 上等丹药 见到这幕 灵雨眼神一致 这薄膜 绝对是七瓶以上的丹药才有的效果 趁着这段时间 秦璐几人也纷纷来到了他的身旁 只不过 他们的心思却不在灵雨之上 此时 眼见自己的攻击被人拦下 青狼眼中怒意更甚 众人只觉得 天地间的灵气仿佛受到吸引一般 竟一股脑地朝着青狼的身体中汇聚 以至于 青狼的身边形成了一道肉眼可见灵气风暴 风暴的正中心 青狼的身子凭空长大一圈 本就囚禁挺拔的身躯 在风暴的映衬下 更显空无有力 四肢爪子和翅膀 更是附上了金属一般的光泽 这是 灵长 目睹这一切的禽路等人 面色凝重 纷纷如灵大敌 所谓灵长 可以说是丹兽的天赋技能之一 就如同人族会炼丹一样 丹兽可以将周围一定范围内的灵气 灌住己身 从而达到实力暴涨的目的 只不过 承载了太多远超身体负荷的灵气 施展完这招的丹兽们 会陷入一段很长时间的虚弱期 期间无法调用任何灵气 显然 丹兽也察觉到了几人的不凡 索性直接开启最强状态 此刻 丹兽已经突破丹海 一只脚迈入了神门镜 这 秦璐有些头疼 身为丹兽 对灵气攻击具有天然抗性 而自己这么多年沉浸单道 虽有一身神门修为 但战斗经验方面 只能说是一般 此消彼长之下 即使自己境界 强过面前的青狼 他却有种无从下手之感 仿佛全力一拳打到了棉花上 十分难受 叶主任 想到这 秦璐对着一旁的壮汉点了点头 这畜生便交给你了 秦院长客气了 叶文天拱了拱手 随后转头看向青狼 目光如炬 身为金武院的院系主任 叶文天乃是体修 一身体术 已经至真化尽 即使是在整个人族中 那都是排的上号的存在 这次直面单受这种传说中的生物 他也是谨慎无比 灵影拳 叶文天不敢大意 上来便拿出了看家绝学 只见他拱起身子 下一刻腰间猛地发力 瞬间 脚下的地面轰然碎裂 叶文天如离弦之剑 空中扬起右拳 朝着青狼一拳轰出 碰 沉闷的声音响起 好 青狼惨叫一声 数米长的身躯 止不住地后退 最后更是栽倒在地 庞大的身躯入地三分 一拳之威 当真恐怖如斯 远处 凌羽躲在一块石头之后 先前 见擒鹿等人 吸引了青狼的注意 凌羽就趁机离开了战场 毕竟 这种级别的战斗 已经远远不是自己 能插手的地步了 此刻 看着战斗中的一人一郎 心中的震惊无以复加 这就是高手的霸道吗 仅仅只是一拳 便能有如此威势 一时间 他不禁有些心持神望 不行 我也要变强 有系统在在身 超越面前的这些人 都不是梦 想到这 凌羽攥紧了拳头 决定了 不看了 现在就回去睡 呸 练他娘的天翻地覆 另一边的战场内 战斗也已经来到了白热化 作为第一支六品丹药 诞生出的丹寿 青狼自然也不是吃素的 短暂地陷入劣势后 他很快便调整好了状态 一双翅膀迎风舞动 源源不绝地找气 不要钱一般地 朝着夜问天射去 原本 以青狼目前的修为断 不可能是夜问天的对手 但依靠着灵掌 带来的实力提升 以及近乎无限的灵气之爪 他竟然和实力远超 自己的夜问天 打得有来有回 甚至 隐隐有着压他一头的趋势 不过 几位金武院的长老加入战斗 秦禄也是拿出了各种丹药 辅佐起了战斗 一瞬间 青狼便陷入了被动 漫天的拳影 让他难以招架 秦禄的各种丹药 更是让他痛不欲生 终于 灵影拳 趁着青狼的一个不备 夜问天猛地一拳轰出 拳似刀锋 极如闪电 生惊天地 青狼的身躯 狠狠地掉落在地 竟将地面砸出一个小深坑 而后 秦禄等人只觉得周边灵气一变 坑内的巨狼 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见 呼 呼 战斗结束后的众人 喘着粗气 尤其是夜问天 青狼几乎将所有的火力 倾泻在他的身上 若不是修为够高 再加上身为体修 肉体素质强悍 只怕夜问天 此刻就是力竭倒地 哪还是喘喘粗气这么轻松 这畜生 秦禄看上去 倒还没什么 这一次 他彻底见识到了丹兽的恐怖 这还只是六品丹药变异出来的丹兽 若是真正的上等丹药呢 产生的丹兽 真的是可以处理的吗 就在众人胡思乱想之际 深坑之中 一抹光点漠然浮现 紧接着朝着一个方向暴射而去 赫然是柳如煤炼制的那枚破障丹 追 秦禄第一个反应过来 可丹药飞行的速度 出乎意料的迅速 不等他话说出口 便一整个地消失了无影无踪 这方向 好像是是刚才那小子离开的方向 夜问天 沉吟出声 此话一出 秦禄方才反应过来 自己来时 的确是见到了丹兽 在与一人缠斗 只是那人的实力 不过练灵之境 秦禄以为对方 只是个被丹兽撞上的普通人 所以救下对方后 便没再注意 这么一想来 他的眼神忽然一致 这丹兽的实力有目共睹 对方究竟是什么人 竟然能凭借着练灵静的修为 和这青狼纠缠许久 练灵静对上丹海静而不败 这话 他秦禄不敢说 零号也不敢说 人族什么时候 又出了如此天骄 自己还一点消息都没有 无数的疑问涌上心头 沉默半赏 秦禄忽然坚定了眼神 叶主任 这次谢谢你了 你放心 我秦禄说到做到 回春院欠你一个人情 只是 我还有一个忙想请你帮一下 能否帮我调查出 那逃跑之人的信息 若是可以 我愿意一枚中品的八等丹药 作为交换 第十一章 慕柔危机 秦院长什么话 能帮上您的忙 我十分荣幸 听着秦禄的话 叶问天连连摆手 既然秦院长开口 这个忙我叶问天帮定了 这八品丹药就罢了 举手之劳而已 要说这八品丹药他不眼馋 那是不可能的 要知道 整个人族探索秘境到现在 获得的最高品质的丹药 是一枚下品的九等丹药 被珍藏在林家的宝库之中 数十年难得一见 这八品丹 不管是什么丹药 好处绝对是难以估量的 只不过调查人确实在叶问天看来 只是件小事 再者说 回春院秦院长的人情 远比一枚丹药要更加珍贵 此外 对于那离开之人的身份 叶问天也是好奇得很 由于跟青狼交过手 对于青狼的恐怖只有他最清楚 而对方的修为别说超过了 甚至被青狼甩了整整两个大境界 就这样 对方能在青狼的攻势下 利于不败 这特么的 妖孽啊 叶问天摇了摇头 心中难免一阵感慨 先是帝丹院的 天才要失银失语 接着是天独院中 被称作亡命疯子的孙玉 以及最近 才声名雀起的回春院 美女院花目楼 这一个个 哪个不是人们嘴里 口口相传的天才 人族和异兽 斗了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熬到了如今 天才辈出的局面 这是一件 值得欣慰的事 只不过 身为金武院的院系主任 叶问天自然也希望 自己的学员中 能出那么一两个 让人们口口相传的天才来 可惜 体修比起灵修更多的是 依靠耐心和不怕苦的精神 因此 这几年中 比起其他学院 金武院的学生 都有些默默无闻 这次 林雨的出现 让叶问天 看到了个机会 若是能把此人 拉进金武院中 他摸了摸下巴 喃喃自语 只怕到时候 金武院能一跃而上 直接挤进72院中的前五 甚至前三都说不定 开玩笑 恋灵硬汉丹海 和这比起来 什么吟诗语 什么孙语 什么孙语 全都不够看 只要林雨能够答应 叶问天 甚至愿意 将自己这院系主任的位置 交给对方 另一边 林家别墅 终于到家了 由于青狼的出现 圣泉馆附近人跑得 连个鬼影都看不见 而战斗的余波 更是把周围 一切毁得什么都不剩 自家的代步车 自然也无法倖免 无奈林雨只能徒步 从城郊走回了市区的家中 整整12公里 天知道 他究竟经历了什么 好在 看着面前豪华的大床 林雨激动的眼泪 都要流出来了 睡觉睡觉 成为大佬 要从睡觉开始 念叨一句 林雨瞬间便扑到了床上 可还不等他进入梦乡 只听咔嚓一声 似乎是哪边的玻璃破了 下一刻 一枚通体经营的丹药 飞到了林雨的眼前 这是 破障丹 他有些傻了 这可是六品的丹药啊 对于绿色灵脉以下 服用一枚破障丹 便能直接提升 一级灵脉的品质 虽然对于那些 您练出高品质灵脉的 修饰没什么用 但对于那些天赋不佳的人来说 可谓是无价之宝啊 虽然靠着系统 林雨有自信能自己练出来 但这材料 着实不太好搞 看这样子 似乎还是极品品质啊 他砸了砸嘴 人在家中坐 单从天上来 既然进了自己的口袋 那就是自己的东西了 收着 轻轻一笑 林雨将破障 单扔进了不远处 存放丹药的箱子中 随后便准备上床睡觉 依然记得 从你口中 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充满雌性的铃声响起 林雨接起电话 悦尔的声音从对面传来 是林雨吗 我是慕柔 慕柔 林雨的脑海中 瞬间浮现出 对方绝美的脸庞 他打来干嘛 怀揣着一问 林雨也开了口 是我 班长你有什么事吗 那个 对面的声音 忽然有些支支吾吾 似乎是有些害羞 你今晚有空吗 上次那个炼丹心得 对我帮助很大 我实在不知道 该怎么感谢你 所以 我想 我想请你出来吃个饭 嗨 闹了半天 就是这事啊 林雨有些哭笑不得 自己的这个班长 就是典型的刀子嘴斗腐心 别看先前 在教室里说的那样 其实心底里 还是很关心自己的 只不过 出去吃饭 他现在只想躺在床上咸鱼 不好意思啊班长 我现在在家不想出门 林雨略带歉意地说着 要不 改天 嗯 好吧 慕柔的声音 明显带上了失望 就像是 只受了委屈的右手 林雨文言连忙改口 或者 你上我家来 家里有现成的食材 正好也让班长大人 尝尝我的手艺 真的吗 电话那头的声音 瞬间有些激动 那好 我一会就到 吃鱼饭吗 还是我来做吧 本来就是 我感谢你的 听到这 林雨本想拒绝 但无奈慕柔坚持 她最终也只能同意 半个小时后到吗 挂掉电话 林雨喃喃自语一句 正好 先睡个半小时再说吧 不对 先修炼个半小时再说 二十分钟后 慕柔走在去往林雨家的路上 本来这里就是闹市区 旁边不远更是一条远近文明的小吃街 每每目色降临 总会有无数学生来来往往 只是 慕柔抬头看了看天空 越黑风高 银越暗淡 整个世界仿佛按下了静音键 万籁俱寂 偶尔有几名学生急匆匆地走过 紧接着又在街角消失 奇怪 一股不好的预感 在慕柔的心中不断蔓延 她在街头停下 思索一阵后 脚下的速度突然加快 看似随意散步 实际却在整个街区内 绕了好几个弯 又是一刻钟过去 慕柔停下脚步 眼中的凝重前所未有 直到现在 她终于可以肯定 自己被人盯上了 第十二章 危机关头 这么快 就再次行动了吗 慕柔的眼神中有些冷意 自己今天的想法 乃是临时所想 根本就没和任何人说过 而自己一出回春院 便遭遇袭击 只能说明两个问题 要么 对方派人 在回春院的各个门口 24小时监视 要么 就是回春院有内鬼 想到这 她的脸色愈发阴沉 看来 这地丹院和天独院 为了这次的三院联考 还真是在自己的身上 花足了心思 慕柔冷笑着摇了摇头 随后 她再一次动了起来 只不过 御守却是悄悄地 伸进了口袋之中 摸索着拨通了 叶如梅的电话 另一边 回春院内 欧阳院长突然造访 有失远迎 还望恕罪 会客厅内 欧阳云一身长袍 满是褶皱的脸上 洋溢着和蔼可亲的笑容 像极了一个慈祥的老人 如果不是知道身份 几乎不会有人 能将她和那个沙发裹断 一人灭万寿的 帝丹院副院长 联系到一起 秦璐带着叶如梅 坐在会客厅内的一侧 嘴上说着抱歉 心中却是疑惑 就在刚才 对方毫无消息地突然造访 还指名道姓地 要见叶如梅 也不知道 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秦院长客气了 欧阳云微笑着摆了摆手 老朽听闻不久前 贵院的叶导师 炼制的丹药诞生出了丹寿 此番前来以为恭喜 其二便是想和叶导师交流 一番丹导心得 欧阳院长好灵通的消息啊 秦璐皮笑若不笑 不过 他也没怎么放在心上 丹寿的事情 由于事发突然 回春院根本来不及 封锁消息 欧阳云作为副院长 知晓此事 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更何况 就算封锁消息 对方要是想知道 自然也是封锁不住的 正如地丹院中 有回春院的摊子 秦璐自然清楚 回春院内 肯定也少不了 另外两院的人 能和欧阳院长教练 那是叶导师的福分 秦璐思索片刻 既然如此 还委屈欧阳院长 就在这会客室内进行吧 自然 欧阳云满脸笑容 让人有种 如沐春风般的笑容 而叶如眉心中 也多少有些惶恐 对方作为丹药宗师 肯屈尊 和自己交流心得 那确实是 自己天大的福气 只不过 他看着面前 似乎弱不禁风的老人 欧阳云真的只是 来交流的吗 此时 在所有人的注意之外 欧阳云暗暗地 拍了拍手上的戒指 下一刻 空气中的灵气一乱 又瞬间恢复到了原样 速度之快 竟连秦璐都没有对此察觉 而回春院的上空 却像是被一张 无形的手掌 包裹了起来 另一头 嘟 嘟 电话里 传来一阵盲音 慕柔挂上电话 脸色阴沉得有些可怕 这已经是第五个电话了 不管是叶如眉 还是回春院中其他导师 甚至是自己家人的号码 他一个都没能打通 尽管刻意放慢了速度 但距离凌宇的家 也只剩下了百米左右 只要过了前面那个小巷子 凌宇的别墅 就近在眼前 到时候 只要进入凌家 那些刺客或许碍于凌家的威慑 就拿自己没了办法 只是 对方会给他这个机会吗 慕柔暗自苦笑 他不用想也能猜到 对方绝对会在 这巷子中动手 站在巷子口 慕柔朝里面望了望 几十米长的巷子内 昏暗无光 是个伏迹的极家场所 却也是距离凌家 最近的一条路 若是选择绕路 只怕路上又会生什么事端 而牵扯到无辜之人 最主要的是 对方显然知道 自己已经察觉到了不对 因此 不管慕柔是退是进 对方最终都会出手 罢了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拼了 慕柔咬了咬牙 毅然决然地朝着巷子内走去 既然都发现我们了 还选择往这里走 是故意的吧 就是为了让我们现身 不愧是回春院的天骄 还真是让我们刮目相看 才进入箱子没多久 一片昏暗中 几道人影 慢慢从两侧的墙边显现 一前一后地 将自己彻底包围 围首的人 全身被黑袍笼罩看不清脸 声音听上去 却有些耳熟 但慕柔一时之间 也想不起来 你们是谁 蒂丹苑 还是天独院派来的 他冷冷发问 可欧阳宇 却是摇了摇头 有些事情 慕小姐 你还是不知道为好 动手 话语落下 争争争 瞬间 包围着慕柔的几人 从长袍中掏出长剑 明晃晃的剑身 在月色的照耀 下带着森森杀气 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 欧阳宇没有过多谋划 从现身到 动手不过短短几秒 迅若雷霆 目标明确 好在慕柔 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 在对方喊出动手之前 整个人的身子 便已经预判似的 朝着侧方一仰 瞬间便躲过了 急迟而来的几把长剑 吃 长剑没入地面 在平整的大地上 刺入三分 但那人却没有在意 手上轻轻发力 便将长剑轻松拔出 仿佛刺入的不是地面 而是豆腐 灵脉剑 见到这一幕 目标的心中顿时一凉 但还不等他反应 其余几人 又是持剑而来 目标无奈 只能灵力全开 躲过数剑的同时 欲必清晖 又堪堪挡下几剑 至此 对方的实力目标 也摸清楚了个大概 四个灵脉一重 一个灵脉三重 而自己的修为 不过灵脉二重 面对这种阵仗 想要活下来 难 但目标也不是吃素的 作为回春院的第一天才 除了单道 五道方面的休息他 也从未落下 哼 冷哼一声 目标不退反进 朝着围守的欧阳宇 直冲而去 擒贼先擒王 只要能制服欧阳宇 自己说不定 还能有一线生机 想到这 他的眼中凶光更甚 月光之下 目标长发披肩 身形矫健 一身的灵气汇聚双掌 眨眼间便来到欧阳宇面前 和对方站坐一团 为了尽可能避免被围攻 他选择了 和对方贴身肉搏 来得好 眼见目标冲着自己冲来 欧阳宇的嘴角 扬起了一丝疯狂的笑容 早就想会会 这个回春院的天才愿化 今日 就此先分个高下 第十三章 灵语出场 听乐舞 这是慕容修习的一门舞技 乃是夜如梅 偶然从秘境之中所得 作为一门生法技 听乐舞的秘籍中 却又包含了一门掌法 能够利用灵气轰出七掌 经过特殊的加持之法 七掌之中 一掌更比一掌强 以他现在的境界 勉强能够轰出四掌 今天能否破局 希望便全在于此了 慕容暗暗咬了咬牙 体内的灵气疯狂运转 青色灵气竟在他的身边 画成了一只只蝴蝶 如影随形 月光之下 借着武技的加持 慕容在几人的围攻中 辗转腾挪 到真如月下起舞 美帝不可方物 若是换个场合 欧阳宇倒是很有兴致观赏 可现在 他却是面色严肃 这招 太强了 碰 一掌对过后 同时倒退数步 沉闷的声音 在一片混乱中听起来 竟然清晰无比 慕容面色一白 一口鲜血正欲喷出 却被他狠狠咽了回去 而欧阳宇也不好过 前不久 因为淋雨的缘故 自己不得不自费一臂 现在可以说是实力大损 仅仅是听乐舞的第一拳 便让他猴头发甜 一股股酸麻指感 从虎口传来 欧阳宇的手臂 竟然控制不住地抖个不停 显然是受力过猛 这慕容 果然非同凡响 难怪会成为回春院的第一人 自己倒真是小瞧了他 想到这 慕欧阳宇收起了自己的轻视 看向慕容的眼神上 也带上了从未有过的重视 只见他用唯一剩下的手臂 从怀中掏出一个药瓶 倒出里面的丹药后 看也不看 一股脑地塞入了嘴中 下一刻 欧阳宇的气势猛得一变 恐怖的气息 从他的周围升起 欧阳宇站起身扭了扭脖子 骨骼声嘎吱作响 这 才是他的全部实力 另一边 慕容却陷入了缠斗之中 一拳逼走欧阳宇后 其余几人却是趁机持剑 一拥而上 一道道白色剑气 宛若弯月 在这个狭窄的巷子内 射向慕容 而慕容虽然极力躲闪 可无奈剑气漫天 纵使自己再小心翼翼 也难免有所失误 好在自身灵气充足 这些剑气尚且对他造不成伤害 只是 慕容的心中 慢慢地有些绝望 自己 真的有希望离开吗 与此同时 林语家中 哈欠 林语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随后站起身 伸了个懒腰 这么久了还没到吗 他低头看了看手机 距离慕容打的那通电话 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小时 按理说 对方应该早就到了 怎么到现在 一点动静都没有 难不成有什么事当的了 想到这 林语拿出手机 照着号码回拨了过去 对不起 您所拨打的电话 无人接听 奇怪 电话也不接 总不能是迷路了吧 林语挠了挠头 起身走向了厨房 妈的 真是睡糊涂了 冰箱里的菜 昨天就吃完了 他看了看冰箱 自言自语 还好发现了 不然一会等木柔 来了就尴尬了 想到这 林语穿好了衣服边 朝着屋外走去 一来看看 木柔是不是迷路了 自己出去看看 能不能接接他 二来 时间还不算晚 自己还能出去买点菜 好像旁边的巷子里 有一家豆腐卖得挺好的 就去那家买点豆腐吧 其他的菜 一会回来的路上再看看 他默默地想着 转身离开了家门 巷子内 哈哈哈哈 木柔喘着粗气 半跪在地上 此刻 他显得有些狼狈 一头绣发杂乱地 披在身体的两侧 白色休闲服上满是破洞 雪白的肌肤 大块大块地裸露在外 在月光的照耀下 看上去分外谎眼 而在他不远处 横七竖八地躺着几个人 正是先前和欧阳宇一起过来的几人 啪啪啪 清脆地拍手声响起 欧阳宇阴沉着脸 缓缓地走到他的面前 不愧是回春院的第一天才 竟然能以一人之力 抗下四明灵迈进修士联合 我不得不说一句佩服 他的声音冷漠无比 让人猜不出在想什么 可惜 你选错了学院 今日 你必死无疑 一语落下 欧阳宇脚下猛地发力 朝着木柔一脚踹去 碰 仓促之下 木柔勉强抵挡 可狂暴的力量 瞬间冲击了 他的四肢百骸 他整个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 高高地飞出去后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破 木柔吐出一口鲜血 在月光照耀之下 触目惊心 灵迈五重 你是地丹院的人 他沙哑着嗓子 三座学院虽然都是炼丹 但回春院侧重治疗 天毒院侧重毒丹 只有地丹院侧重于提升 先前交手时 欧阳宇不过灵迈三重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突破到灵迈五重 除了地丹院 木柔实在想不出 还有什么能做到 木小姐还真是聪明 但欧阳宇 却没有怜香惜玉的想法 木柔只是第一个 他真正想要的是那灵宇的命 去死吧 倾吐一句 欧阳宇的手中 凭空浮现出 一柄翠绿色的长刀 刀身两侧 各有一条黑龙张牙舞爪 赫然是欧阳家的传家宝刀 游龙刀 木柔并不认识 但这丝毫不妨碍 他从这把刀上 感受到了浓浓的死亡气息 没有丝毫犹豫 欧阳宇手起刀落 脱体而出的刀器 在空中不断变换 一阵阵若有若无的惨嚎声 在周围响起 仿佛身处地狱 木柔心中锦铃大作 抽调出最后的意思 灵气凝聚胸前抵挡 哄 刀器炸链 木柔再次倒飞出去 果然 已经是极限了吗 他有些不甘心 可他也清楚 现在的自己已经是强弩之末 伴随着重重的倒地声 木柔的眼前阵阵发黑 眼皮沉重无比 身边的一切似乎都在变得空灵 恍惚中 他似乎看见了欧阳宇 提刀走到了自己的身边 黑袍之下的脸上满是冷笑 结束了 欧阳宇宇宁笑着举起长刀 朝着身下的木柔狠狠刺去 碰 千钧一发之际 他只觉得手下一致 油绒刀在半空中被狠狠拦下 欧阳宇低头看去 却是一根铁棍 谁 一瞬间 他猛地转身 眼中忌惮无比 是你 见到来人 欧阳宇失声惊叫 脸上浮现出前所未有的恐惧 此刻 站在他面前的不是别人 正是凌宇 第十四章 一伙退敌 你 你怎么会在这 欧阳宇真戴了双眼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凌宇竟然会出现在这里 自从上一次被清廉一伙焚烧之后 凌宇变成了他挥之不去的梦魇 本以为自己的这次行动天衣无缝 没想到对方竟再一次出现在了自己的眼前 是你 凌宇有些好奇地环顾一圈 顿时 慕阳的身影映入眼帘 而就在他的不远处 跟随欧阳宇前来的几人 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 顿时 他便将眼前的情形猜到了个七七八八 想来 这又是一次针对慕阳的埋伏 一念至此 凌宇的脸色冷了下来 凌宇 不要以为你是凌家大少 就可以为所欲为 有些事情 与你无关 欧阳宇见状 声音低沉地威胁出声 但凌宇只是不屑地一笑 sorry啊 凌家大少是真的可以为所欲为的 说完 他的右手微微张开 煞时间青色的火焰凭空浮现 在这一片寂静的昏暗小巷子中 显得无比诡异 见到火焰 欧阳宇的脸色猛的一变 他下意识地扭头 看了看自己空荡荡的右手 几天前的记忆瞬间浮现在脑海 你找死 都说极致地害怕后 便是极致地疯狂 此刻 或许是因为已经害怕到了极点 欧阳宇竟有些歇斯底里 肾上腺素在他的体内不断飙升 他看向凌宇 眼中的害怕不在 剩下的仅有愤怒 事到如今 欧阳宇已经管不上什么 凌家不凌家了 此刻 他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 凌宇今天必须得死 一念至此 他的身影一闪 恐怖的气息透体而出 属于灵脉进五重的修为 全部爆发 在愤怒的加持下 竟让整片空间 都带上了些许压抑 去死吧 欧阳宇怒吼一声 手中的游龙刀 绽放出一道耀眼的光芒 一时间 昏暗的小巷子中 亮如白昼 游龙诛天 伴随着怒吼 光芒顷刻散去 他手中的游龙刀 消失不见 紧接着 一个放大了数倍的游龙刀虚影 出现在淋雨的头顶 带着毁灭一切的威势 朝着了他直直的坠落 与此同时 高亢的龙鸣声响起 欧阳宇的脸上 也扬起一抹凝笑 这是他欧阳家的不传绝学 更是凝聚了自己 全部修为的轻力一击 就是比他高一重境界 欧阳宇都有信心 能重创对方 更别提眼前的 只有区区炼灵境修为的淋雨 此招一出 他必死无疑 哼 坐拥着人族第一家族的 无数资源 却不思进取 说你是废物 都侮辱了废物这个词 欧阳宇在心里恶狠狠地想着 几乎是将淋雨 从上到下羞辱了个遍 似乎只有这样 才能让他暂时忘却 先前被淋雨烧掉手臂的屈辱 另一边 小巷内的几人也悠悠转醒 虽然先前慕柔的攻击迅猛无比 但也只是将他们击婚 可当几人艰难起身的那一刻 看到眼前的场景 纷纷惊呆了一地下巴 这 这怎么可能 他们的眼中满是惊恐 全是犹龙珠天 当初欧阳师兄 就是靠着这一招 击败了自己的导师 获得了副院长大人的重视 此人是谁 竟将欧阳师兄 逼到如此静殿 难道是那天独院的孙宇 同龄人之中 似乎也只有他 能和欧阳师兄站个刀下 不管此人是谁 此招一出 断然不会有活下来的可能 几人窃窃私语 远处 淋雨缓缓抬头 看着从天降的巨刀虚影 他的嘴角扬起一抹冷笑 当初 抱走的丹兽都拿自己没有办法 那可是实打实的丹海竞强者 现在 这把游龙刀 又凭什么能伤到自己 年轻人 图样图森破呀 想到这儿 淋雨心念微动 一道黑色的影子 出现在了欧阳雨的身旁 猎影 淋雨倾吐一句 花音落下 周身灵气一阵激荡 他的身影瞬间消失在了众人的眼前 哄 虚影接触到地面的一瞬间 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爆炸产生的气流 带起阵阵禁风 竟让一旁观战的几人 都忍不住倒退束步 好恐怖的刀法 不愧是欧阳师兄 看来这次的三院联口 我们帝丹院必胜 欧阳师兄威武 随后 反应过来的几人 纷纷拍起了欧阳雨的马屁 而欧阳雨 也是忍不住地 扬起了一丝笑容 大仇得爆 他的心情十分不错 在他看来 林雨根本不可能 从刚才的那一招中活下来 那可是欧阳家 花费无数人力物力 才从秘境中 带出来的超级武器 就算是林家之人 也不可能硬汉 但下一刻 一变抖声 笑够了吗 冷清的声音 在欧阳雨的耳边响起 瞬间 他笑容瞬间僵硬在脸上 浑身的汗毛倒立 慌乱之下 欧阳雨转头便朝着声音 传来的方向看去 这怎么可能 他失声尖叫 只见明月清晖之下 林雨的身影傲然挺立 俊朗的脸上 挂满了玩味的笑容 显然 刚才的攻击 对他没有造成一丝影响 此时此刻 无数的疑问 充斥在欧阳雨的心头 他不是练灵镜吗 他不是林家出了名的废物少爷吗 他凭什么能从自己 最强一击中存活下来 无边的愤怒中 带着浓浓的布干 一旁观战的几人 也是纷纷呆愣当场 一时之间 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 到我了 林雨轻飘飘地说完 随后右手一张 青莲之火 变分座树团 漂浮在他的周围 随后林雨心念一动 青莲火便朝着几人飞速掠去 一路上 炙热的高温 将经过的空间 灼烧得阵阵扭曲 恐怖的火焰气息 即使隔着数米 都不禁让人心头发寒 青莲地心火 当真恐怖如斯 看着这一幕 林雨不禁感叹一句 另一边 见到这火焰朝自己飞来 欧阳雨瞬间亡魂静茂 一时间 他仿佛再一次回到了 那绝望的夜晚 咬了咬牙 欧阳雨心中发狠 脚下急动 朝着远处观战的几人跑去 几乎是瞬息之间 他便在几人惊骇的目光中 将他们一一朝着青莲地心火推去 啊 刹那间 凄惨的嚎叫 传遍了整个小巷 根本来不及做任何准备 几人瞬间 便被灼烧成了一缕青灰 也是借此机会 欧阳雨从衣服内 掏出一颗药丸吞了下去 瞬间 他的身影逐渐暗淡 在给林雨留下了一个 消失不见 这人逃跑的技术倒是一绝 穷寇莫追 对此 林雨也是不屑一笑 罢了 还是先收拾一下这里吧 摇了摇头 他抱起地上已经昏迷的木柔 朝着自己的家中缓步走去 第十五章 听我说 谢谢你 混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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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家别墅外 距离刚才的小巷子 百米左右的距离 欧阳雨的身影慢慢地浮现出 此刻 他通红着双眼 双拳紧紧地攥起一起 似乎要攥出血来 剧烈的疼痛 从他的四肢百骸传来 欧阳雨第一时间跪倒在地 蜷缩成一团 刚才的那枚丹药 乃是一枚无品丹药 也是欧阳雨给他的救命丹药 服下之后 身体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融入空气 之后 只要找到合适的地方 再将身体凝结回来就行 只是 服用之后 修为便会倒退一层 此时 欧阳雨已经从灵脉三重的境界跌落 要修炼回去 还不知道需要多久 而这一切 都是拜灵雨所赐 欧阳雨又恨又惧 比起肉体上的疼痛 他更多的 却是对灵雨的惧怕 想他年纪轻轻 不到三十 便能达到灵脉进 更是将一手炼丹树钻研的透彻 可谓是所有人眼中的天之骄子 却没想到 竟然两次败在了 被视为废物的灵家大少手中 欧阳雨无法接受 可以想到对方那诡异的青色火焰 恐惧便犹如复古之躯 深深地烙印在了 他灵魂的一角 俨然已经成了自己的心魔 不行 欧阳雨紧紧地抱着自己的身子 一波又一波的疼痛 让他下定了决心 灵雨 这一切都是你逼的 就算是死 老子也要让你付出代价 灵家别墅内 嗨嗨 沙发上的木柔咳嗽两声 一口淤血从他的口中喷出 随后缓缓睁开了双眼 我 这是在哪 他沙哑着声音 自己不是遇到埋伏了吗 那些人呢 现在又在哪 疑问充斥了他的心头 哟 班长你醒了 忽然 熟悉的声音从头顶传来 紧接着 灵雨那张熟悉的脸庞 出现在了木柔的面前 是 你救了我 刚问出这话的一瞬间 木柔便在心中给出了否决 对方可是灵迈进三重的强者 以灵雨目前练灵进五重的实力 想要将自己救出来 那就是白日做梦 想必 是对方动用了什么关系吧 一念至此 木柔心中更觉愧疚 实在抱歉 给你添麻烦了 谢谢你肯动用关系救我 不过 为什么你会出现在那里 啊这 一听这话 灵雨便知对方误会了 但他倒也没去解释 一来 想要解释清楚 为什么自己能将对方 从围攻之中救出来 比较困难 涉及到了不少自己的秘密 更重要的是 灵雨了 所以 既然木柔已经自行脑补了 那正好灵雨借颇下驴 还说呢 灵雨脸上挂着微笑 班长你不是说 要来我家吗 我等了半天没等到你 正好家里也没什么菜了 就打算出去买点菜 这不 正好看见了你被他们围攻 家族怕我出事 一直是派了个高手 随时保护在我的周围 我就让他出手救你了 谢 谢谢前辈救命之恩 一听这话 木柔挣扎着想要起身 但灵雨却是将他拦了下来 你伤势很重 还是好好躺着吧 灵雨指了指对方身上的毯子 本来看你衣服破破烂烂的 想帮你换掉的 但一想又觉得不太合适 就拿了条毯子帮你盖上了 他面无表情地说着 心中却是乐开了花 天知道 刚才自己抱着木柔 一路走回来 究竟看到了何等香烟的场面 那几人的剑并非繁铁 而木柔穿的 也只是普通的休闲妆 在剑雨中坚持了那么久 能不碎掉 就已经是万幸了 但其他的地方 多多少少全都露了出来 不得不说 木柔这妮子 难怪是愿化 那身材 是真的有料啊 联想到先前大片白花花的肌肤 灵雨只觉得心中一阵激动 当然 面上灵雨 还是十分绅士的 而听到这话的木柔 也是下意识地低头查看 在见到自己的窘境后 一瞬间 两抹烟红爬上脸颊 红扑扑地煞是可爱 谢 谢谢你 她的声音细弱文盈 看着身前的毯子 木柔对灵雨的好感直线上升 看向灵雨的眼神中 也不经意间 带上了一抹温柔 没事 灵雨挠了挠头 我家很安全 你好好睡一晚吧 说着 她将灵雨抱进卧室 而灵雨虽然表示自己能走 但无奈灵雨态度坚决 执拗不过之下 她也只能将头 靠在了灵雨的怀里 像是一只受伤的右兽 安顿好灵雨后 灵雨来到了侧窝之内 哈欠 等了一晚上忙活到现在 她也是累得不行 在沾到枕头的一瞬间 灵雨便进入了梦乡 与此同时 系统的声音也同时响起 为鼓励宿主英雄救美 可歌可泣的行为 系统奖励 洞察之眼 系统提示 洞察之眼可看破一切伪装 虚妄 触及事物的真相 伴随着一道提示音 灵雨的身上忽然绽放金光 金光逐渐闪耀 最终化成两道光线 汇入了她的双眼 而睡梦之中的灵雨 也在此刻露出了微笑 一日清晨 灵雨一觉醒来 便迫不及待地 是起了洞察之眼的效果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 她发现 只要自己将灵气汇聚在双眼处时 自己所看见的东西旁边 会浮现出一行行小字 比如 红木床 造价昂贵的红木床 上面铺上了天鹅绒 价值不菲 败家首选 雕花椅 高级工匠静心打造的椅子 带给您无上排面 还有一些 旁边则显示着几个问号 想来应该是洞察之眼的境界不够 试了一阵后 灵雨的心中大为激动 有了这东西 不就相当于随身带了本百科全书 除了对灵气的消耗比较大 其他完全就是无可挑剔 她美滋滋地想着 打开门准备去叫木柔起床 但进门一看 偌大的卧室中 哪还有木柔的身影 灵雨左右环顾一阵 在桌上发现了一张纸条 几行绣军的小字月染纸上 灵雨拿起一看 只见上面写着 今天检查作业 去学院时别忘了带上作业 第十六章 作业 一大早 柳如梅便早早地赶去了学院 今天的她 穿着一身白色的衬衣 整个人看上去 显得干练无比 一双高跟鞋 更是让本就高挑的身材更显性感 整个人由内而外 透着一股知性美 本来身为教授的她 是不用负责收作业这种小事的 但没办法 谁让木柔在这个班呢 因此 对于初级一班 柳如梅还是格外上心的 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 初级一般的学生们 也纷纷赶到了教室内 看着众人脸上的黑眼圈 不用想也知道 昨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炼丹 是一件极为看重天赋的事 对于那些有天赋的 柳如梅留下的作业 不过就是几分钟的事 可对于那些天赋不高的 那可算得上是 为难死他们了 唉 轻轻叹了一口气 柳如梅又何尝不知道 一些学生的难处 可她身为回春院的老师 能做的 也只有尽可能将他们教好 人到齐了 准备上课 眼见众人都已经来得差不多了 柳如梅拍了拍手掌 悦耳的声音 从她烟红的嘴唇中传出 上课之前 把昨天课后布置的作业交上来 我会依次给你们打分 检查 仅限着节课有效 超过时间没有打分的 按照零分处理 一句说完 柳如梅挥了挥手 下一刻 教室里的同学们 便在她的面前排成一排 挨个提交自己的作业 报 报告老师 忽然间 一道怯生生的声音响起 柳如梅寻声望去 却是慕柔举起手 雪白的脸上 带着一抹红霞 似乎有些害羞 凌羽还没到 能不能稍微 等等她 嗯 听到这话 柳如梅皱起眉头扫尸一圈 果然没有看到凌羽的身影 顿时 她的脸色冷了下来 这个凌羽 她的课也敢迟到 虽然多亏了凌羽的那份练丹心得 柳如梅才能练制出 梦寐以求的丹药 可这并不代表 凌羽就能肆无忌惮地 无视效归孝敬 更何况 在她的眼里 那份练丹心得 也不过是凌家的产物 和她凌羽有什么关系 真没想到 堂堂顶尖大族的凌家 生出的竟然会是这么一个货色 日后若是让这样的人 带领凌家 人足无望啊 柳如梅摇了摇头 深吸一口气 只有这杰克的时间 她要是没来 就按零分处理 好吧 听到这话 慕柔点了点头 不是她不想帮凌羽 实在是慕柔 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开口啊 一想到昨晚和凌羽的肌肤之亲 一种从未有过的奇妙质感 顿时涌上慕柔的心头 一时间 她只觉得面颊火热 轻轻地低下了头 自己早上离开前 给对方留下了字条 希望凌羽能早点看到赶过来吧 而就在慕柔思索间 台上的柳如眉 已经开始了检查 李文 单要品质下品 成绩不合格 看着手中 已经有些发黑的疗伤单 柳如眉脸色铁青 而被叫做李文的女孩 也是羞愧地低下了头 下一个 摇了摇头 柳如眉没有出声安慰 直接喊起了下一个人的名字 七话 单要品质下品 成绩不合格 马倩 单要品质中品 成绩合格 赵若尔 单要品质下品 成绩不合格 随着一个个名字闪过 柳如眉的心情也有些糟糕 检查的十几人中 通过率不足三分之一 要是再不改变这种局面 回春院威夷 接下来的三院联考 她叹了口气 收拾好心情 继续检查 前选 单要品质上品 成绩合格 忽然间 一枚散发着阵阵单香的疗伤单 出现在柳如眉的面前 终于让她眼前一亮 拿起单要 不禁脱口而出 死 上品单要 不愧是仅次于班长的前师姐啊 竟然能够练制出上品单要 哎 我这两天勤勤恳恳练习练单 也才勉强练制出一个中品单要而已 前师姐已经远超我们 直追班长了 我记得上一次竞选班长的时候 牧师姐就是靠着上品单要 才竞选成功的吧 这才多久 前师姐竟然也能练制出来了 一时间 人群中不禁传出各种各样的惊叹之声 而众人望向前雪的眼神中 也充满了浓浓的羡慕 此刻 站在一旁的前雪 忍不住咳嗽一声 将双手抱在了胸前 摆出了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这就是她想要的效果 看着同学们惊现的目光 以及接连不断地称赞 前雪将视线投到了不远处的慕柔身上 一双美眸中神情复杂 连带着胸口接连一阵起伏 当初 她和慕柔是同一批入学的 两人也因为出众的天赋 同时获得了导师的看重 得到了无数的资源扶持 可不知道为什么 尽管自己已经很努力了 却始终被慕柔压了一头 竞选班长的时候 对方能练制出上品单 前雪只能练出中品 因此遗憾落选 柳如没选择学生时 慕柔又是率先领悟药方奥秘 让自己只能选择回春院的其他老师 而在自己最自信美貌方面 慕柔更是获得了所有人的一致认可 当选成为回春院的新一人愿花 同为女人 慕柔已经赢了她太多太多 可前雪不服 在她看来 自己根本不比慕柔差 所以 这次柳如梅布置的任务 前雪夜以继日的练习 终于是在无数的失败后 练制出了一枚上品的疗伤单 她坚信 凭着这枚丹药 自己一定能从慕柔的手中 扳回一城 可现实 总是残酷的 感受到浅雪愤愤不平的目光 慕柔摇了摇头 随后 她起身朝着柳如梅走去 拿出了早已练制好的丹药 几 几品 见到丹药 柳如梅颤抖地说了出来 虽然早听说凌羽练制出了几品丹药 但柳如梅不信 如今慕柔拿出一枚几品丹药 用来交作业 自然是她亲自练制的 这说明 慕柔可以练出几品丹药了 几品丹药啊 哪怕是她 也不敢保证自己每次都能练制出几品的疗伤丹 慕柔能练制出来 足以证明对方在丹药的天赋 远超常人 自己 果然没看错人 想到这 柳如梅满脸欣慰地拍了拍慕柔的肩膀 不错不错 接下来几天你就不用上课了 美班有一个名额 是专门为这次三院联考做培训的 慕柔啊 一班就选你去了 第十七章 几品丹药 叶如梅的这一番举动 瞬间在教室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几品丹药 班长竟然练制出了几品丹药 仿佛平静的湖面落入了一颗石子 一圈圈连衣在众人的心中荡漾而开 让他们呆愣原地 一时间有些反应不过来 大家都是一样的 但现在 慕柔已经练制出了几品丹药 而自己连中品丹药都练不出来 内心之中不由地产生一丝绝望 一瞬间 先前那些成绩不合格的人 纷纷羞愧地低下了头 而浅雪 更是极度地机遇抓狂 慕柔 又是慕柔 当初 自己在为率先练制出中品丹药 而沾沾自喜时 对方却掏出了上品丹药 现在 自己夜以继日的勤家练习 好不容易练制出了上品丹药 本以为能和对方一争高下了 可下一秒 慕柔就拿出了几品丹药 羞愧愤怒之下 浅雪下意识地高声尖叫 这不可能 他一手指着丹药 一手指着慕柔 美目之中 有些歇斯底里的疯狂 慕柔根本不可能 练制出几品疗伤丹 叶老师 我要求彻查 这可是几品丹药啊 只有他知道 这四个字 究竟意味着什么 那是自己一辈子 都跨不过的鸿沟 可现在却被自己 最讨厌的人轻易达成 这让浅雪怎么能接受 他不相信 一定是慕柔动了什么手段 这没丹药 绝对不是慕柔自己练制的 听到这话 柳如梅的脸色沉了下来 怀疑慕柔作弊 开玩笑 慕柔的实力他最清楚 更何况有着凌家的 练丹心得相助 练出一枚极品疗伤丹 有什么问题 承认自己不如人 是一种勇气 可这种勇气 浅雪没有 煞时间 柳如梅对浅雪的印象 瞬间跌入谷底 刚准备替慕柔解释一番 忽然 一道爽朗的声音 从教室的门口传来 谁说慕柔不可能 练出极品疗伤丹呢 柳教授 这是我的作业 请您检查 众人寻声望去 只见凌羽满脸笑意 手中拿着的一颗丹药 圆润翠绿 在阳光之下熠熠生辉 好大的威风啊 上课这么久了才来 不愧是凌家少爷 是学堂如无物 无事纪律 目无尊长 一声声嘲讽 此起彼伏 而站在一旁的慕柔 见到凌羽出现 一颗心才终于放了下来 至于同学们的这些话 他摇了摇头 恐怕 凌羽要让他们失望了 虽然有些不可置信 但对方的的确确是能稳定 练制出极品丹药的隐藏大佬 凌羽的练丹之数 超过自己 不知道多少 这都几点了 怎么现在才来 不知道今天要交作业的吗 柳如梅瞥了他一眼 随后接过丹药 下一刻 他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即 极品疗伤丹 他震惊了 又是一枚极品疗伤丹 木柔跟他提及凌羽练制极品疗伤丹时 他还是一百个不相信 可现在 现实就摆在眼前 叶如梅只觉得如梦似幻 难道 木柔说的都是真的 那个出了名的凌家废物少爷 炼丹如喝水 太疯狂了 另一边 听到柳如梅的话 教室里再一次炸了锅 哟 又是一枚极品疗伤丹 怎么可能 一次课后作业 竟然能同时见到两枚极品丹药 最受打击的 还是浅血 一个混吃等死 不学无数的废物少爷 刚来学院一天 凭什么也能压自己一头 他不服 我举报 我看到今早木柔 从林家别墅出来 这极品丹药 肯定是林家之人所炼 他有些气急败坏 林宇听到后 却是不屑一笑 就因为自己不行 就不承认别人的优秀吗 你胡说 浅血脸色通红 有本事你当着所有人的面 再炼一次 呵呵 林宇笑了 看着浅血涨红的脸 一脸笑意地说道 我要是再炼一次 还是极品 你怎么说 哼 浅血不屑道 你要是真能炼出极品疗伤丹 我随你处置 要是炼不出来 浅血画风一转 指着木柔和林宇 你就得承认 这丹药不是你亲手炼制 木柔的极品丹药 也是从林家拿的 好 林宇不置可否 随后率先走出教室 朝着炼丹士走去 身后 一群人紧跟其后 而浅血在原地待了半上 最终咬了咬牙 也追了出去 他就不信 林宇能够炼制出极品丹药来 一定是虚张声势 两人的赌斗 柳如没看在眼里 却也没阻止 先前林宇掏出的极品疗伤丹 他也是好奇得很 炼丹室内 材料早已准备齐全 林宇站在炼丹炉旁 云淡风轻 大有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怎么 没人伺候 林家少爷连丹炉都不会用啊 浅血看到林宇一动不动 出言嘲讽道 还是这学院的丹炉 没有林家的品质好 林家大少瞧不上啊 林宇听到浅血在一旁锅躁 冷笑一声 懒得和他一般计较 丹炉 他炼丹什么时候用过丹炉 就算是神品丹炉 也不如他的清廉地心火好用啊 清廉地心火 作为炎帝的第一道一火 取自地心之中 是地心之火不断碰撞 经过千年孕育 才能侥幸形成的一火 他只是等人都到齐了 方便一会儿打他脸的时候 别露了观众而已 看到班里的同学 陆陆续续都进来 柳如梅店后 关上了炼丹室的门 林宇拍了拍手 捏了浅血一眼 不屑之情 溢于言表 看好了 这就是蠢货和天才之间的差距 林宇说完 也不看浅血气的猙獰的脸 开始正式炼丹 下一秒 一道青色火焰出现 内线莲花 妖艺无比 林宇凝视着火焰中出现的清廉 右手一道道残影划过 将炼丹材料 一一置入清廉一火之中 材料一欲一火 迅速融化 火焰在林宇手中生腾 看得众人目不转睛 连柳如梅都没见过如此的炼丹手法 神乎其境 一阵丹香饮满炼丹房 融化的丹叶 在林宇的炼制中 逐渐凝成一枚圆润的丹药 片刻 林宇收回一火 在一众震惊的目光中 林宇轻轻接住坠落的极品丹药 轻笑一声 不好意思 成了 丹成 林宇手中 有如食指般的灵气 营绕着极品丹药 丹香肆意 林宇看向浅血 整个过程一分钟都没到 哪怕是人族极为单道宗师 也不敢说 自己可以百分百炼制极品丹药 更何况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这 看到这一幕 浅血整个人心如死灰 第十八章 打脸 这怎么可能 如果说先前 浅血还一口咬定林宇的丹药作假 那此刻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他只觉得 脸上火辣辣的疼 仿佛被人抡圆了巴掌 连续抽了数十个大臂斗 不到一分钟 炼制一枚极品丹药 这是何等恐怖的实例 整个学院 可能也只就柳如 没等几个教授和院长 才能做到吧 难道 林宇还是个炼丹大师不成 恐怖的想法 弥漫在每个人的心头 一时间 所有人都只觉得大脑发黑 有点接受不了眼前的场景 林宇才多大 柳如梅刚三十出头 便成就炼丹大师 已经是回春院中的传奇了 更是被看作下一任院长的有力人选 但 比起林宇来 似乎还是差了不止一筹 这真的是那个传闻中的废物大哨 如果这都算废物 那自己又算什么 而柳如梅 也是满脸震惊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刚才一瞬间 他便看出了 林宇所用的火焰不凡 自己用的 乃是学院从秘境中 获得的一道天地灵火 仅次于院长 秦禄所用的火焰 正是靠着这天地灵火 自己才能一路晋级到炼丹大师 可跟林宇的一伙比起来 这天地灵火 简直就是垃圾中的垃圾 难道 这就是林家的底蕴吗 柳如梅苦笑一阵 有这道一伙 即使林宇 被炼丹一窍不通 也能靠着这一火炼制出 不错的丹药来 这就是家世带来的好处吗 摇了摇头 他拿起丹药仔细端向一阵 不久后 几滴冷汗 从柳如梅的头上 滴了下来 没错 是极品的疗伤丹不假 更可怕的是 林宇手中的这枚 丹香浓郁 外形圆润 灵气充足 甚至因有了 二品丹药圣疗丹的雏形 叶如梅自认 炼制极品疗伤丹 他也行 炼制极品圣疗丹 他也能做到 可要是把疗伤丹 炼制出圣疗丹的雏形 他扪心自问 自己也做不到这么随性 就是身为炼丹宗师的 擒鲁勤院长 也不见得能做到这样 轻松 随意 水到渠成 故多 咽了咽口水 柳如梅整理了下情绪 强装淡定说道 不错 是极品疗伤丹 但你要知道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在炼丹大师面前 极品疗伤丹 根本算不了什么 还希望你以后再接再厉 说完 柳如梅也觉得自己 的话有些不可信 脸有些红 直到现在 众人依旧没有反应过来 林宇能炼制出极品丹药 对他们的冲击 不亚于突然听到异兽 突然大军开始攻城 要争调他们上前线 嗨嗨 柳如梅咳嗽一声 勉强算是将众人拉了回来 不用羡慕 只要你们勤家练习 总有一天 也能达到这个高度 接下来 你们自习吧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瞬间便将众人的积极性 调动了起来 而后 他也是快步离开了教室 他要将这事告诉秦璐 三院连考关头 若是林宇能够加入 回春院 必赢 就在柳如梅走后不久 林宇也缓缓走到了浅雪身边 脸上的嘲弄之意更甚 院赌福说 刚才刘老师的话 你听到了吧 听到了又如何 我承认 你和慕柔的丹药 都是自己炼制的 行了吧 浅雪色立内人 神色慌张无措 林宇脸上 琴着标准的恶少校 上下打量起浅雪脸 一字一句 重复之前浅雪的话 我记得 好像有人说过 如果我练出极品丹药 就随我处置 你 你想干嘛 浅雪双手护住胸前 一边警告着林宇 不要乱来啊 我警告你 我男朋友 可是很能打的 切 林宇笑了 邪腻了一眼浅雪的平板身材 除了脸有几分姿色外 一无是处 他林家大少 怎么会看上这种货色 这女人 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别想那么多 你这样的 我还看不上 既然承认了自己错了 那就给班长低个头 道个歉好了 林宇淡定说道 道歉 低头 看着不远处的慕柔 浅雪脸上一阵红 一阵白的 想要让自己 在全班面前 对慕柔低头 受到所有人嘲笑 浅雪就不能接受 只觉得 脑袋一阵轰鸣 整个世界 都仿佛变得模糊起来 前所未有的屈辱感 涌上心头 一句话没说 哭着就跑出了教室 谢谢你 慕柔有些愚心不忍 看着浅雪离去的背影 知道林宇 这是为了她出头 心里很是感动 林宇摆摆手 示意慕柔 不必客气 哎 那个 搭档的事 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追在林宇身后 慕柔不甘心 再次问道 林宇没回话 试了扶一句 另一边 金武院大门口 浅雪满脸泪痕 找到男朋友哭诉 宋武听到女朋友 竟然被人联合起来欺负了 当时怒了 领着一群金武院的体修学员 带着浅雪 就找了过来 谁叫林宇 给我滚出来 初级一班门口 宋武嚣张的声音 传遍整个教室 谁啊 怎么来回春院闹事了 柳如梅不在 教室里群龙无首 一般的女学员 看着一群身材健瘦的金武院体修 露出恐惧的神色 浅雪泪眼连连 小鸟一人般 躲进宋武的怀里 任由那些体修学员 将自己班级的女生 驱赶进一个角落里 一个个怒目注视着那些 粗暴的臭男人 林宇怎么不在 快去喊刘老师 有人来回春院闹事 女生们 叽叽喳喳 吵个不停 宋武面露不渝 嗓门如狮吼 震慑羊群 敢欺负我宋武的女朋友 那个叫林宇的软蛋呢 敢做不敢当 赶紧自己滚出来 不然我们金武院 荡平了你们回春院 宋武嚣张的声音 回荡在教室里 回春院的女生 就像是面对着 恶狼的羊群 无人保护 楚楚可怜 谁家的狗没拴绳啊 没事就在别人的门口狗叫 一个英俊潇洒的身影出现 拯救少女们 与危难之间 身后的木柔 看到林宇这么臭屁 忍不住在心里哼了一声 看你这么嚣张 一会儿被打怎么办 第十九章 服不服 林宇饶有兴趣地 看着过来砸场子的宋武 随后淡淡地扫了一眼 正有些怨毒盯着她的浅血 也不知道你是真傻还是假傻 被人当枪使 还能当得这么开心 宋武一听 顿时眼睛一瞪 你他妈的看什么呀 出来单挑啊 就特么你叫林宇啊 林宇差点脱口出 你以为我刁你啊 你有没有砍过人 你有没有看过死人 你打我我打你又怎样 串台了串台了 不过 既然宋武已经把脸送上来 给他打了 那他不打的话 也说不过去 林宇点点头 在我开始揍你之前 我得先问问 你抗揍吗 宋武一听 顿时怒不可遏 一声低喝之后 穿着的紧身背心 被浑身暴涨的肌肉 直接撑破 露出了如同花钢岩 一般发亮的肌肉 今天不把你是打出来 老子就不信宋 宋武跟一只黑猩猩 一般捶了几下胸口 然后高高地跃起双手 直接朝着林宇砸了下来 哄 尘土飞扬中 整个教室都仿佛震了一下 见状 浅雪刚刚还楚楚可怜的脸上 露出一丝残忍的笑容 就算把林宇这个废物少爷打残 甚至打死 也是那个愣头 轻送武背锅 跟自己扯不上关系 另一边 慕柔美目中露出了单心之色 虽然林宇恋丹很厉害 但是毕竟 宋武是金武渊的体修 在力量和身体强度上 肯定是要占优势的 林宇的境界 现在还只是 他正想着 突然一道惨叫 打破了众人的思索 随后从尘土中 倒飞出一个身影 众人定睛一看 竟然是宋武 宋武倒飞出去 直接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在地面 留下一道长长的痕迹之后 飞出了教室 就没有动静了 这一幕 顿时让教室内的所有人 全部傻眼了 特别是跟着宋武过来的那些 金武渊弟子 宋武的实力 在金武渊的初级班 甚至是终极班 都是数一数二的 怎么一个照面 就被打成了死狗 尘埃落尽 林宇的身影 慢慢显露而出 他拍了拍手掌 看向金武渊的众人 你们是自己滚出去 还是我帮你们 其中一个肌肉男 瑟利那人刚说了一个字 就被林宇一脚 踹出了教室 最后一遍 自己滚出去 剩下的金武渊弟子 连忙准备离开 我说的是滚 不是走 你们是龙了吗 林宇淡淡地说道 众人面面相去 最终还是一句狠话 都不敢放 咬着牙趴 在地上滚了出去 收拾了这些人后 林宇转过身 看到的是一双双震惊的目光 不得不说 被这么多美女 这么看着 饶是以林宇的脸皮之后 还是觉得有些吃不消 他干咳一声 没有理会 那些震惊的目光 静止走到 已经完全呆滞的浅血面前 笑眯眯地说道 下次找把锋利一点的枪 就这种德行的人 怎么收拾我呢 对吧 说完 刚刚还笑眯眯的林宇 脸色突然一沉 啪的就是一巴掌 扇在了浅血的脸上 对于这种 让人恶心的女人 她才没有 怜香惜玉的想法 这一巴掌 没有任何的留守 直接将浅血的半边脸 都扇住了 站在你面前的是 人族第一世家 林家林宇 你是个什么东西 也敢算计我 浅血捂着肿胀的半边脸颊 低着头不敢说半句话 神色也惊慌起来 警告你最后一次 再敢惹我的话 林宇凑到浅血耳边 杀了你哦 说完不顾浅血惨白的脸色 静止地离开了教室 林宇走后 浅血终于是 再也支撑不住 跪在地上哭了起来 初级一般的所有人 全部都是 神色带着无法置信之色 直到现在 他们还不敢相信 眼前发生的一切 原本有名的丸固废物 突然摇身一变 成为了可以轻易击败 金武院体修高手的人 这一幕太过于戏剧化 所有人都没有办法去相信 但是事实就摆在眼前 不由他们不信 慕柔看着林宇渐渐远去的背影 美目中闪过一彩 她心中有了一些猜测 但是这个猜测实在太离奇 所以她不敢确定 走出教室的林宇感受到 身后那些美女同学 震惊崇拜的目光 顿时背挺得更直了 这还得感谢宋无老铁 给了自己这么一个装逼的机会 这个逼给自己装的 简直是默地说 林宇都想自封逼王了 不过 跟浅血说的话 可不是为了装逼才说的 她林宇的身份 本来就不是这些人 能够随意算计的 这也是她不想依靠家族的力量 否则的话 她进入72院排名第一的占天院 到哪里不能横着走 之所以来回春院 除了因为这里的美女多 事情少 更加重要的是自由自在 不然的话 家族的那些长辈 一直盯着她 浑身不自在 而且她现在身怀系统 有诸多秘密 实在是不太好 跟那些修为通天的老家伙们 走得太近 万一被发现了就不好了 算了 还是回家睡大觉 不对 是修炼去了 另一边 等林宇走后 柳如没听说金武院的弟子 去触及一般闹事情 火急火燎地赶来 结果得知这些人 都被林宇收拾了 木柔跟她说明了全部过程 听完 她的第一反应 就是不可能 林宇怎么可能 这么轻松地击败宋武呢 但是全班这么多 双眼睛看着的 这也是事实 随后她看向浅雪 极其失望地说道 浅雪 你太让我失望了 身为同班同学 你竟然带着外人 来欺负自己人 浅雪张了张嘴 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深深地低下了头 柳如没摇摇头 带着木柔 离开了教室 林宇回到家 直接一头倒在床上 但是 翻来覆去都睡不着 于是便拿出了之前 得到的破障单 这个六品丹药 是极品丹药 品质相当之高 按照她现在的境界 直接吞服的话 可能有暴体的危险 只能吃一半 吃完之后 林宇就有些昏昏欲睡 一头栽倒在床上 在失去意识的前一秒 她笃定了这个破障单 就她妈是安眠药 检测到宿主陷入沉睡 系统进入自动修炼模式 炼灵六层 炼灵七层 炼灵八层 炼灵九层 您的修为 已突破至炼灵十层 无法突破 请先突破瓶颈 第二十章 药房 第二天 林宇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 突破到了炼灵第十层 卧槽 这个什么破障单这么猛 不愧是六品丹药啊 林宇知道 炼灵境界所需要的灵力 跟断体不是同一个阶级的东西 往往一个境界的突破 就蕴含着超越断体 十倍以上的灵力 所以这个破障单 一下子让她突破了五层 让她很是惊讶 而且她体内 还有不少的药力 未曾吸收 大概只吸收了十分之一 就让她突破了五层 之所以 不能继续吸收 无非是因为炼灵到灵脉 需要宁炼灵脉 灵脉具有七种颜色 从低到高分为 红橙黄绿青蓝子 一般来说 就算是七十二院全部加起来 具有蓝色灵脉的人 也不超过二百人 也就是说 平均一个院 只有不到三个人 是蓝色灵脉 更不要说 最为稀有的紫色灵脉了 整个七十二院 现在都还没有具有 紫色灵脉的人 倒也不是说紫色灵脉 一定比其他灵脉的路要走得长 但是下线 一定是要比其他灵脉高得多 这也是为什么 帝丹院的迎施语 天独院的孙语 和回春院的慕柔 被称为天交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 都凝练出了青色灵脉 乃是蓝色灵脉之下 第一灵脉 凌羽皱了皱眉 在考虑 是否要一鼓作气 凝练灵脉 不过他又担心 自己的实力进展的实在太快 到时候导致 根基不稳 凝练出的灵脉 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算了 还是缓缓吧 这几天的时间 一下子从断体突破到 练灵巅峰 着实有些太快了 凌羽说着 就翻身下床 一看时间已经过了上课的时候 但是他也没有惊慌 而是不慌不忙地洗漱完 吃了早餐以后 才慢慢悠悠地 往学校走去 在经过一个 古玩市场的时候 突然心神一动 竟是直接拐了个 弯往古玩市场而去 在蜿蜒的街巷中走着 两边都是摆着 各式各样的古玩字画 来来往往的人群 和摊贩的叫卖声不绝于耳 凌羽没有理会 其他摊贩的招呼 净直地来到了一个 角落的摊位前 这个摊位不大 上面摆放的东西也不多 零零散散的 总共十多件 大多都是一些茶壶婉拒 凌羽目光 在摊位所有的物品上扫过 当看到一块 五彩缤纷的小石头时 目光微微一凝 而后装 做漫不经心的样子 随手拿起一个茶壶问道 老板 这个怎么卖 摊位老板是个 带着草帽的胖子 一脸的贼眉鼠眼 看上去很是精明的样子 哟 您这眼光 可真是没得说 这茶壶 可是上元时代的古茶壶 不管是拿来收藏 还是作为茶具 都是不二之选呀 这样吧 小的看您这气质 也不是什么普通人 就收个友情价 一千二百上元币如何 摊贩老板搓着手 极力地推销 凌羽装作一脸肉疼的 犹豫了很久 最后一咬牙 行 不过 你得再让我在里面 选两样其他的才行 摊贩老板一听顿时大喜 这上面的东西 夹在一起 都不止二百上元币 都是他从黑市收来的 别说凌羽挑两样了 就是全给他都写赚不亏 这 好吧 那小的就亏一点点 让您再挑挑两样 闻言 凌羽翻了帆上面的东西 然后拿起那个 五彩缤纷的小石头 和一幅古画 丢下一千二百上元币 就离开了 谢谢惠故 您慢走 下次再来啊 摊贩老板嘴都笑歪了 按道自己宰了一头大肥羊 离开古玩市场之后 凌羽并没有 继续前往回春院 而是重新返回了家里 压下内心的疑惑 看向手中的五彩石头 这块石头 除了颜色多彩之外 其他地方 跟路边的石头 没有任何不同 而且表面 这种东西丢在路边 估计捡的人都没有 但是 刚刚凌羽路过古玩市场之时 系统突然告知 这里面有补天石残块 可以帮助他 凝练五彩灵脉 所以他才会不动声色地 来到一家不起眼的小摊位面前 并且花一千二百 买了一堆没什么用的假古董 目的正是这一块补天石残块 虽然只是残块 没办法凝练传说中的七彩灵脉 但是五彩灵脉 也同样是传说中 才存在的东西 虽然比不上七彩灵脉 但是比紫色灵脉 却是要好伤不少 这就是补天石残块吗 凌羽直接将剩下的两样东西 扔进了垃圾桶 看着这块不起眼的小石头沉思 光有补天石残块也不行啊 这玩意儿不能直接用 必须要有炼制承担的药方才行 正想着 系统出来了 检测到宿主 获得了补天石残块 为了宿主 能够尽快凝练灵脉 系统特赠五彩 补天丹药方一张 系统提示音刚落 检测脑海中 突然多出了一份药方 正式炼制五彩补天丹的方法 检测大喜过望 连忙查看 这些材料 我记得林家在这里的药方之中就有吧 检测看着药方上面记录的材料 陈膺少许 然后直接找人打听了一下 此处林氏药方的位置 林氏药方在整个华夏 都算是赫赫有名 不仅仅是因为 这家药方的背后是林家 更是因为林氏药房 能够买到几乎市面上所有的药材 不管是炼丹材料 还是寻常的药材 都能够在这里找到 而且 只要提供材料和药方 林氏药方就有专门的炼药师 帮你炼制丹药 当然 多余的材料和药方 自然是归炼药师所有 这也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所以 不管在哪里 炼药师都是能够受到 无数人尊崇的职业 打听到了林氏药方的位置后 林雨直接来到了林氏药方的门口 还未进门 就有一个伙计眼尖的看到了林雨 第一眼看过去有些眼熟 再次定睛一看 发现竟是林家少主 顿时吓了一跳 连忙去通知了林氏药方 在此处的分部负责人 等林雨来到门口的时候 此处药方的负责人 已经带着人在门口迎接了 少主 你 林雨打断了他的话 直接了当地说道 客套话就不必说了 我来只是想让你 帮我找点材料 别紧张 说着 率先走进了药方 第21章 宁恋灵脉 听到林雨这么说 林龙总算是放心下来 虽然这位爷是个顽固子弟 但是再怎么不成器 也是林家的敌传 只要是林家的人 上上下下 就没人敢去招惹林雨的 甚至连背后说坏话都不敢 这一次 林龙突然听见药方的伙计说 少主来了 还没反应过来 愣了一会才回过神来 林家少主林雨 现在正在天异城的回春院 正是他负责的分部城市 本来以为这位爷 正在回春院逍遥快活 左拢右抱 没想到突然来到药方这里 林龙还以为林雨闲着没事来折腾她了 但是没成想开口 第一句话 就是让自己帮忙找材料 不知少主要找什么材料 林龙将林雨请到迎客厅的守卫 亲自端上一杯茶水 小心翼翼地问道 后者从口袋里面 摸出来一张白纸递给林龙 随后开始打量这家林氏药方的环境 这家林氏药方的规格 算是重规重矩 当然是在林家的产业中 算是重规重矩 若是相比起其他的药方 那肯定是庞然大物了 内部的装修和装饰都是偏向淡雅古朴的 并不会让人觉得雍容华贵 但正因为这样 所以才会让人更加尊崇 一个锋芒毕露的林家 远没有一个不险山不露水的林家 来得可怕 就在林雨打量药方内部的装修和装饰时 林龙已经叫人去把林雨所需要的材料 全部拿了过来 一位貌美的侍女 端着一个盘子走到林雨面前跪下 举止有礼 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林龙笑呵呵地说道 少主 这就是您要的所有材料 敢问是要炼制什么丹药吗 若是如此 此处有林家的炼药师 可供您拆减 林雨接过侍女手中的托盘 仔细看了看 确定没有问题以后摇了摇头 不必了 有需要的话 我自会来找你 将你的联系方式给我 是 既如此 那我先走了 我送您 林龙将林雨送到了门口 目送她消失在人群中时 这才收回目光 刚刚的药材 好似是炼制您卖单的 少主才是断体 何须用到您卖单呢 林龙有些疑惑地喃喃自语 不过她就是想破脑袋 都想不到 林雨此刻 已经是炼灵巅峰的境界了 另一边 林雨从药方回来 直接就去炼制了一炉的五彩补天丹 五彩补天丹 是二品丹药 品阶虽然不高 但是药方失传已久 而且主材料是补天时残快 有些人连听都没有听过 要不是系统提示 林雨也不知道 五彩补天丹 能够帮助她 宁炼五彩灵脉 看着手中的三枚晶莹剔透的五彩丹药 林雨嘖嘖说道 不愧是系统 炼制出来的都是极品丹药 她刚想服用 但是门却被敲响了 咚咚咚 林雨在不在 你今天怎么没有去上课啊 门外传来木柔的声音 她叹了口气 只能跑去开门 班长 我今天睡过头了 抱歉抱歉 文言 木柔白了一眼林雨 娇声道 你能不能对学习上点心啊 明明炼丹这么厉害 啊 林雨无奈地耸了耸肩 不置可否 看林雨这样子 木柔也不再说 而是从身后拿出一个笔记本 诺 这是借给你的课堂笔记 你看完记得还我 那就谢谢班长了 林雨伸手接过 然后就打算送课 既然如此 班长还有什么事情吗 木柔神情有些羞涩 有些欲言又止地说道 上次说的那个 林雨脑门上顶着一个大大的问号 那个 哪个 木柔脸色一红 跺了跺脚 哎呀 就是上次 我说要给你做饭 但是没做成 林雨恍然 是这个啊 不用啊 之前你来的路上还出了意外 我还过意不去呢 好家伙 还惦记这个呢 见木柔还想说话 林雨赶紧说道 就这样吧 时候不早了 班长明天见 说完 林雨直接就把门 啪的一声关上 门外的木柔 顿时瞪大了眼睛 眨了眨水润的毛子 这种场景 她还从未见过 哪有人这么不解风情的 把一个女孩子 直接关在门外啊 木柔咬牙切齿地 抬起手 想要直接砸门 但是想了想 还是没有砸下去 最后还是气呼呼地离开了 另一边的林雨 可没有理会 木柔是什么心情 她现在此刻的全部注意力 都放在了手上的 五彩补填单上 一口吞下一颗丹药 林雨盘膝坐在床上 还没等她开始调膝 系统提示又出来了 检测到宿主 进入突破瓶颈的期间 开始进行自动突破 突破成功 检测到宿主 须凝练灵脉 正在进行自动凝练 检测到五彩补填单药里 正在自动凝练五彩灵脉 另一边 武道院的王武 被一群人搀扶着回去之后 就昏迷了过去 直到晚上才醒过来 内伤倒是没有什么 但是手骨断了 想要恢复的话 估计还得去回春院买单药 王武躺在床上满脸的愤痕 他没想到 原本以为是个弱鸡 竟是遇到了一个硬茬子 回想之前 与淋雨小子过招的一瞬间 王武顿时觉得有些心计 那个小子实在是诡异 明明是回春院的学生 但是身体素质却是如此变态 连他都是一个照面 就被打断了手骨 要知道 他可是武道院的学生 而且还不是什么 普普通通的学生 虽然他是初级班的学生 但是即便在中级班 都是能够上得了台面的 可还是败于淋雨之手 要不是这个小子 的的确却是回春院的学生 他都要怀疑 是不是地单院的人 来故意坑他的 正想着 王武的手机响了 他爬起来 用脚打开手机接过 喂 让你调查的事情 调查清楚了吗 王哥 你这回是 捅了大篓子了 如果回春院 没有第二个淋雨的话 那恐怕你说的这个淋雨 是第一世家林家的嫡传 少主淋雨了 什么 王哥 最近一段时间 你先别联系我了 你先扛着 实在不行去给林少道个歉 就这样 我先挂了 喂喂 等等 你这个消息准不准确啊 听着电话那头的盲音 王武冷汗直流 林家少主 林雨 王武的第一反应 就是 此事绝无可能 林雨怎么可能来到这个地方呢 他不去七十二院排名第一的战天院享清福 来这天一城作甚 但是 凡是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啊 万一呢 想到这里 王武再也坐不住了 连忙起身 准备去找林雨道歉 第二十二章 王武投诚 第二天一大早 等林雨从打坐中醒来的时候 惊喜地发现自己竟然已经突破到了灵脉境 这个系统果然好用得很啊 林雨感受到体内充盈的力量 不由地咧嘴一笑 好像突然想到 什么事的 林雨眉头一挑 心神一动 向着体内丹田之处而去 原本白茫茫的丹田 此刻已经完全变成了五彩阴晕之色 就连全身的经脉 都变成了如同水晶一般 晶莹剔透的颜色 这就是五彩灵脉吗 感觉自己比之前强大了 不知一心半点啊 林雨握了握拳头 将心神从丹田之中退出来 现在她的体内 还有差不多十分之九的破障单药力 若是全部吸收 恐怕突破到丹海境都不是梦想 问题是 现在的她 没办法去主动吸收这股药力 现在这股药力 残留在她的四肢百骸中 根本不由她去世 但是总的来说 进展已经非常的快速了 不管怎么样 这股药力留在她体内 就是她的 也不用着急去吸收 这不还有系统吗 到时候 说不定睡个觉起来 就吸收完了 想到这里 林雨起身 看了一眼时间后 发现此刻还剩下一个小时 才到上课时间 不慌不忙地洗漱完 吃了个早餐 就准备出门 但是刚一出门 就碰上了一个 让她感到很意外的人 王武 你在这里做什么 林雨看着神色忐忑不安 在她的宅院大门旁边 踱步的王武 有些奇怪地说道 难不成是来找我报仇的 此话一出 差点没让王武 当场就吓尿了 他非常单脆地直接跪下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道 林少 小的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您 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把我当成一个屁给放了吧 林雨 这一幕 让林雨有些摸不着头脑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身份的 王武现在面对林雨 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没有丝毫犹豫的 就把之前的好兄弟给卖了 林少 我有个朋友 是天忆城的万事通 这天忆城内大大小小的事情 他都能够知道一点 而且 你来这里 也没有特意的保密 所以 小的询问之下就知道了 林雨点点头 所以呢 你来这里 就是为了跟我道歉的 王武神色不安地回答道 是 但不完全是 有话就一次性全部说完 吞吞吐吐的 我可没兴趣听你说 林雨皱了皱眉头 他向来 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 最讨厌这样说话 吞吞吐吐之辈 是 小的 小的是 想要追随林少 林少来天忆城 没有个安前马后的 怎么行呢 请林少成全 王武一咬牙 将此番前来的目的 全部说了出来 林雨此番前来天忆城 虽然不知道所谓何事 但不管什么事情 都需要一个狗腿子 而他王武 就甘愿当林雨的狗腿子 这不光是因为 林雨是林家的嫡传 更加是因为 林雨此人的不凡 关于这位林家少主的 纹固传闻 王武也略有耳闻 但是上一次交手过后 他深知这种传闻 完全是无稽之谈 林雨身为回春院的 一名初级一般的学生 竟然硬抗他一个 武道院的高材生权力一击 而且还没有使用任何的灵力 这就说明 林雨是单纯依靠着 肉身的强劲击败他的 倒也不是王武妄自菲薄 而是他在武道院的 中级班也是能够拿得出手的 放在回春院里面 不说战无不胜 至少在初级班里面 王武敢说 没有任何人可以扛得住 自己的权力一击 但是林雨偏偏就抗住了 不仅扛住了 而且还一个照面 就把他的手骨打断了 这般实力 足可以用变态二字形容 所以 综合以上两点 王武甘愿为林雨安前马后 即便他之前打断了自己的手骨 他虽然表面上看着粗狂 但是实则不是蠢笨之人 跟着谁有出路他 还是能够看得清楚的 哦 你要追随我 王武重重点头 请林少成全 王武今后为林少马首是瞻 绝不敢有二心 如若不然 全身经脉尽断而亡 林雨沉阴少许 此刻的他 没有林家助力 自己也没有 想要借助林家势力的想法 如果能够建立起一股 属于自己的势力 倒是也不错 但是 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追随他的 想要追随他的人 必须 要是能够入他的眼 这个王武吗 武道院的初级班弟子 实力上面马马虎虎 还算过得去 做一个跑腿的 倒是也不算差了 可以是可以 但是你需要证明给我看 你有没有这个资格 林雨不等王武说话 继续说道 这样吧 三院连笔再急 虽然武道院不需要参加 但是武道院的内院之争 也会同时进行 等你拿到全院的前一百名 才来找我吧 王武一听 顿时激动地答应下来 内院大比他之前的成绩 总是在一百名到两百名之间 如果努努力的话 冲入一百名之内 也不是什么梦想 谢谢林少给我这个机会 林雨摆了白手 不再理会王武 继续往回春院走去 看着林雨离去的背影 王武眼中闪过坚定的光芒 他有预感 这应该是他人生中 最珍贵的一次机会 绝对不能轻易地放过 林雨这边 慢慢悠悠地来到回春院 当他打着哈欠 来到初级一班的时候 发现整个班级的美女学生 纷纷向他投来了好奇的目光 但是其中步伐有幸灾乐祸 和冷眼而对的 林雨没有理会这些目光 静止走到座位上 一屁股坐下 然后就趴在桌子上打着瞌睡 睡了没多久 他突然感觉 整个班级突然安静了下来 不由地抬头一看 顿时看到了柳如梅正 神色不善地站在自己面前 双手抱着胸 顿时让林雨大饱眼福 这个规模绝对超过了地兆杯 是传说中的一兆杯无疑了 但是看着柳如梅 这该瘦的地方瘦 该胖的地方胖 完全没有一丝臃肿的感觉 给人的感觉就是成熟丰满 像急了一颗熟透了的水蜜桃 林雨擦了擦嘴角的口水 有些茫然地问道 柳老师找我有事 第23章 来我办公室 柳如梅一听这话 顿时胸前一阵起伏 又是让林雨看得一愣愣的 林雨 我知道你是林家的少主 如果你觉得 回春院这个小庙容不下你 这尊大佛的话 你大可以不来 既然你选择了回春院 就请你尊重一下这个地方 这不是让你睡觉的地方 要睡觉你就回家去睡 林雨一听 还有这种好事 连忙点点头 柳老师果然是善解人医 不对 是善解人医 知道我想睡觉 让我回家睡 既然如此 那我先回去了 谢谢刘老师 林雨直接站起身 上前握了握柳如梅的手 很是熟络的样子 说完 她就准备往教室外面走 木柔看着林雨这一波骚操作 顿时有些好气又好笑 这换做一般的学生 应该都会直接认错吧 没想到这林雨 竟然直接顺坡下驴 真的就准备回去睡觉了 剩下的学生 也都是瞪大了眼睛 从来没有见过如此 厚颜无耻之人 竟然直接就准备回家了 拜托 这才刚刚上课 柳如梅被林雨的这一波操作 直接就给整蒙了 这什么人啊 她回过神来 发现林雨 已经快要走到教室门口了 你给我站住 柳如梅咬着银牙 踩着高跟鞋 快速拦在了林雨的面前 林雨无奈地叹了口气 唉 看来人长得太帅 也是一种烦恼啊 想不到 在回春院美名远扬的柳如梅 也对她念念不忘 刘老师 我知道我很有魅力 你或许是 想请我吃个饭什么的 但是我们毕竟师生有别 是没有结果的 柳如梅一听这话 差点没忍住 直接把林雨的头拧下来 你再胡说的话 我就开除你的学籍 开除学籍 对于一个72元的学生来说 算是最严厉的惩罚了 因为开除了学籍 不光不能在本院学习 就连剩下的71元 都没办法再招收 等同于断了一个人的修炼之路 当然了 如果你家族内 有人私底下教授的的话 就另当别论 但是对此 林雨只是有些惋惜地 看了一眼柳如梅的凶器 摇摇头地说道 刘老师 你也不能因为 得不到我就公报私仇 逊私枉法呀 你 柳如梅快要气炸了 指着林雨的鼻子 你了半天 都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好不容易强行冷静下来 这才咬牙切齿地 对着林雨说道 今天下课之后 你来我办公室一趟 文言 林雨双手抱胸 一脸警惕之色 刘老师 你想干嘛 我可不会轻易 就屈服你的 老师 学生 办公室 下课后 这四个关键词 总让他想到了一些 少而不移的动作片啊 少废话 你不过来的话 你就试试 柳如梅狠狠地 瞪了一眼林雨 现在 立刻马上回到你的座位上 林雨怂怂间 又回到了 自己的座位上 一边打着瞌睡 一边熬过了这一节 无聊的炼药理论课 炼药这种东西 理论再多都没用 关键还是要看实践 所以 林雨觉得 回春院之所以沦为72院 末流就是因为理论的太多 实践的太少 理论成绩 在好有什么用呢 难道到时候 找你去炼丹 你给人家上来 就备个理论知识吗 更不用说 现在林雨 有了系统 赠语的炼药术 炼丹什么的 简直是手到擒来 根本不用花费多少功夫 对于这些理论课程 当然是有些不太感冒的 但是 鉴于是柳如梅 这位美女老师的课 林雨多多少少 还是会看一下的 当然 具体是看黑板 还是看柳如梅诱人的身材 就不得而知了 嘖嘖嘖 这也得亏回春院 没多少男人 否则的话 柳老师 这种极品不知道 有多少牲口惦记了 林雨咋吧咋吧嘴 带着沈氏的目光 看着柳如梅 下课后 柳如梅带着威胁性的目光 看了一眼林雨 然后离开了教室 可惜啊 就是太凶了 这种女人 不适合做老婆 林雨撇了撇嘴 站起身 就离开了教室 还没走两步 林雨 我昨天给你的笔记 你看了没 木柳背着双手 轻快地走在林雨身边 哦 忘了 没事班长 我今天回去看看 明天就还给你 林雨双手抱着后脑勺 漫不经心地打道 但是内心却在想 看书是不可能看书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看书的 老子有系统在手 还看着锤子的书 睡个觉就能够 让实力疯狂地暴涨 还看书的话 岂不是浪费 还不如睡觉来的实在 两人沉默着走了一段路 就在林雨打算告别木柳前去办公室的时候 木柳突然出声了 林雨 我是真的特别感谢你 我想请你吃一顿饭 你再敢拒绝我 我就踢飞你哦 木柳称怪地瞪了一眼林雨 缓缓说道 啊 无奈之下 林雨只能是答应下来 吃饭顶个屁用 要不就一步到位 轻一下 也算是报恩了 不过这种话 她可不敢说 搞不好木柳真的 会踢飞她 听到林雨答应 木柳也是 露出了一丝笑容 煞世间叉子言红 不得不说 木柳还真不愧是回春院的公认第一美女 这般容貌说是 角色也不为过 那既然如此 时间你来选 地点我来选 木柳微笑着问道 对此 林雨当然是不会拒绝的 那就暂定在这周的周末吧 先这样 我还有事 先告辞了 林雨点点头 从前面的分叉路口 拐了过去 消失在木柳面前 拐过几个弯之后 林雨路过了一个 巨大的人工湖 上面有假山 湖里面还清澈见底 由于在水中嬉戏 山泉之上 阴晕之气蔓延 颇有一股仙家保底的极势感 在雾气之中 一栋教学楼若隐若现 这栋教学楼不像是上元时代的教学楼 而是包裹着一层薄薄的光照 就像是泡沫里面的海市渗楼 一般虚幻 在教学楼的上面 还有一个聚灵阵法 源源不断的天地灵气 被汇聚其中 又被阵法送入光照 笼罩中的教学楼中 凌宇对此奇景 没有一秒的驻足观望 因为在林家 这种等级的聚灵阵 都是给侍女杂役用的 进了教学楼 凌宇直奔三楼的办公室而去 她起初也不知道 柳如梅的办公室在哪里 也是多亏了教学楼门口的索影 才能够知道 刚刚到柳如梅办公室门口 就听见里面 传来一阵说话的声音 凌宇仔细一听 顿时嘴角 掀起一抹糊度 第24章 亲爱的 凌宇放下了 准备敲门的手 原因无她 柳如梅的办公室内 此刻传出一男一女 两人说话的声音 女的自然是柳如梅 男的听声音 她听不出来 但是听这个家伙 一口一个小梅的叫着 估计不是相好 就是追求者 小梅 我对你的心意 天地可见 你怎么到现在 还不肯接受我呢 柳如梅冷着一张俏脸 推了推鼻梁上的眼睛 冷声道 张少 请你搞清楚一点 我从未说过 要答应你的追求 而且请你不要叫我小梅 咱们的关系 还没有那么好 但是柳伯伯 从小就给我们 订了娃娃亲啊 自古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 小梅 你如果是 对我哪里不满意的话 你说出来 我改还不行吗 那是我父亲 答应你们的 跟我有何关系 我现在要工作了 张少 请你出去 听着办公室里面 传来的对话 凌宇站在门口 进去也不是 不进去也不是 进去吧 好像场面 有些尴尬 不进去吧 到时候 柳如没肯定 要来找凌宇的麻烦 就在凌宇进退两难 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 办公室的门 突然打开了 柳如没跟凌宇四目相对 场面一度十分的尴尬 柳如没美目中 也闪过一丝惊讶和羞闹 但随即就反应过来 一把拉过凌宇 并且挽住她的手 亲密地说道 亲爱的 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啊 我都等你半天了 凌宇 你他妈叫谁亲爱的呢 刘老师 饭可以乱吃 但是话不能乱说啊 人家还是梁家富男 你这么一说 哪还有美女愿意嫁给我啊 她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感觉手臂 被一股柔软的感觉包裹 这个触感 没错了 凌宇往下一看 顿时发现自己的手臂 已经陷入了一部分进去 刘老师果然好汹涌的气势 凌宇还没说话 就听到柳如没低声道 乖乖配合我 别动 还有这种好事 凌宇当即猛地点头 不动不动 就凭手臂上传来的触感 打死都不动 亲爱的 小梅 她是谁 办公室内传来一声 愤怒的咆哮声 凌宇这才定睛 看向办公室的另外一个人 这是一个二十五六的年轻人 穿的西装革履 手捧一大束玫瑰花 还梳了一个油杯头 可谓是是人间有物 相貌嘛 重归重举 不算好看 但也不算难看 不过 再怎么样 肯定是比不上本少主的 凌宇正想着 柳如梅便是将头 靠在了她的肩膀上 亲密地说道 这是我的男朋友 凌宇 凌家的凌宇 她特地在凌家二字上面 加重了发音 想必凌家的名头 足以让这个 添一成张家的张绍 知难而退 凌家凌宇 张绍稍微思考了一下 眼前这个 顶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相貌逐渐 跟那个庞然大物一般的家族 少主重合起来 你就是第一世家 凌家的那个肺 张绍的眼瞳 猛得一鸣 剩下的话 不敢再说出口 废物顽固这种词语 被地理私下说一说便罢了 若真是在人家面前说 那真的是活腻了 凌家的敌传 不是他们这种小人物 能够撼动的 听到这里 凌宇皱了皱眉 她本来就不想 借凌家的威名 去扯大旗 想不到这柳如梅 竟是借用凌家 来压这个张绍 简直是书 可人审慎 也不能忍 看来要给柳如梅 一个深刻的教训才行 想到这里 凌宇直接就揽过 柳如梅纤细的腰肢 笑道 不错 在下正是凌宇 梅梅早就被我拿下了 张绍若是没什么事情 的话就离开了 我们还要造小人呢 就不送了 突然被凌宇搂住腰 柳如梅一时间 都没有反应过来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 下意识地就要挣扎 但是凌宇在其耳边轻声道 刘老师 不是要配合你吗 别乱动哦 耳边传来的热气 让柳如梅一阵的面红耳赤 她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有男的这么亲密地 接触过自己的身体 这该死的凌宇 柳如梅狠狠地瞪了一眼凌宇 但是却没有挣扎 而是乖乖地 让其搂着 看样子就像是含羞不语的小娘子 一旁的张少 看着打情骂靠一般的两人 脸色铁青 比吃了一大堆死苍蝇还难受 她现在就感觉自己头上 顶着一片绿油油的草原 绿的发光 特别是看到自己 视为自己未来的妻子 在别人的怀里这般姿态 更是让她有些抓狂 但是 林家她不敢惹 至少明面上是 肯定不敢惹的 林家少主林雨 来到天一城这件事情 只要是 有头有脸的人都能够知晓 林家也没有刻意地去隐瞒 为什么林雨这种顽固子弟 不去林家掌控的占天院 而要来这天一城的回春院 没人能够知道原因 但是 不管如何 林雨的身份摆在那里 除了不知道她身份的人 和那些不知道林家 是何种庞然大物的人之外 没人敢在明面上去 惹林雨的 谁知道林家有没有派出强者 在暗中护卫 这种事情 一个弄不好 可是会惹出大麻烦的 所以 即便是自己听到林雨说 要跟自己的未婚妻造小人 张少也只是咬牙切齿 一句话都不敢说 她强行挤出一个 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既然如此 那就不打扰林少了 在下告辞 离开办公室后 张少脸色立刻就阴沉起来 简直是要滴出水来一样 回头看了一眼办公室 眼中掠过一丝杀鸡 林雨 既然你来到了天一城 那么是 龙你得给我盘着 是虎你得给我趴着 强龙不压地头蛇 这个道理都不懂 只要确定了林雨周围 有没有强者守护 张少就可以开始行动了 她张家在天一城 也是佼佼者 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 做掉一个废物顽固 再轻松不过 到时候 把罪名随便推到 其他人的身上 她张家就可以高枕无忧 即便是林家追查下来 也保证查不到张家的身上 办公室内 林雨搂着柳如梅的腰 说不出的舒适 这个手感 还别说 真的是好 隔着衣服 都能够感觉到柳老师的腰 柔弱无骨 没有一丝的坠肉 你摸够了没 柳如梅冰冷彻骨的声音 传入耳中 林雨连忙躲过柳如梅 扇过来的巴掌 刘老师 你拿我林家扯大旗 又拿我当挡箭牌 我在你身上收点利息怎么了 林雨后退两步 神色轻松地说道 第25章 张少的报复 听到林雨这么说 柳如梅翘脸就更红了 你这个好色的小混蛋 伶牙利齿的 你的实力 要是有你的嘴巴一半厉害 就不会被人叫做废物顽固了 林雨耸了耸肩 颇为无奈地说道 刘老师 嘴巴长在别人身上 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呗 刘老师今天找我不会 就是为了拿我当挡箭牌吧 说完便是不等柳如梅招呼 直接坐在了柳如梅的椅子上 甚至还能感受到 柳如梅残留在椅子上的余温 你 柳如梅深呼吸了几口气 走到办公桌面前正色道 我今日找你是想请你代表回春院 去参加三院连比的 找我 林雨有些惊讶地说道 为何要找我 班级里面不是有班长在吗 还轮得到我代表代表回春院去吗 文言 柳如梅摇摇头 木柔的实力虽然还行 但是寡不敌众 这一届除了木柔之外 就没人能够拿得出手了 之前你当中练出极品丹药 后又一击击败武道院的王武 想必你的实力 肯定不是表面上的这么简单 柳如梅诚恳地说道 听到这里 林雨皱了皱眉 陷入沉思 这种麻烦的事情 林雨向来是唯恐避之不及的 她又不需要什么名利 就算在三院连比上 夺得了第一名 也无非是获得名声和奖励罢了 但名声这种东西 林雨不在乎 奖励就更加如此了 她现在想要什么有什么 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多好 到时候 参加了三院连比 说不定还会被卷入一堆的麻烦事中 不过 好处是 能够在万千美女面前装逼 出尽风头 对于这种能够装逼的机会 林雨向来是不会放过的 唯一的问题是 如果在三院连比上面 出风头装逼的话 自己的顽固废物名头就保不住了 除非 可以是可以 但是刘老师 我有一个要求 你说 只要力所能及 我一定不会拒绝 柳如眉神色很是严肃 因为这关乎着回春院 在三院连比上 是否能够取得好成绩 她当然要认真起来 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凶伪 你想死吗 林雨怂怂间 不说就不说嘛 这么凶干嘛 开玩笑 开玩笑 刘老师 我这个人比较低调 所以到时候参加三院连比的时候 我会隐藏身份 学院这边就要麻烦刘老师去打点一二了 柳如眉点点头 此事没有问题 林雨站起身 既然如此 我先回去了 等三院连比的时候 刘老师再来找我吧 离开办公室后 林雨静止地离开了回春院 准备回家 走着走着 突然加快速度 拐进了一条小巷子中 在她拐进巷子后不到三秒钟 两个人也匆匆跑了进来 但是这个巷子 此刻却是空无一人 哪里 有林雨的身影 奇怪了 明明看见她走进了这条小巷子 难不成长了翅膀 别废话了 赶紧找 这要是让她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溜走了的话 我们就死定了 两人低声交谈 丝毫没有发觉 如同鬼魅一般靠近的黑夜 直到林雨两只手搭在了二人的肩膀上时 两人才发现 林雨的存在 二位兄弟是何人 为何要跟踪在下 我希望 你们自己说出来 否则的话 等等会很疼呢 如同鬼魅一般出现在两人身后的林雨 顿时把他们吓了一跳 反应过来后 其中一人刚想挣扎 林雨的掌心突然出现一道青色火焰 直接就包裹住了此人的一只手 然后此人的一只手 瞬间就化成了蒸汽消失不见了 啊 直到三秒钟后 这人才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股钻心的剧痛传入脑海 顿时让她惨叫出声 郭躁 林雨眉头一皱 随手丢出一道青色火焰 将其化为灰烬 随后笑眯眯地看着另外一个人 看吧 我就说会很痛的 你的同伴不相信 你呢 剩下的那个人直接就吓傻了 一个大活人不到三秒钟 就消失在了原地 这诡异的青色火焰到底是何物 看着盘旋在林雨周围的青色火焰 那人强装镇定 磕磕巴巴地说道 我们是张家的人 你杀了我 整个天一成都没有你的藏身之处 真是鱼不可及 林雨挥了挥手 顿时盘旋在周围的青色火焰 一拥而上 从此人的蹊跷之内钻入 声声将内脏全部练化 最后重新回到了林雨体内 走出巷子 林雨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眼底渐渐有了冷意 张家是吧 他能够猜得到 刚刚那个张绍不会就此罢休 但是没想到 这个张绍竟然如此急不可耐 马上就派人来跟踪他了 不过这两人的实力都不高 看样子应该就是来试试水的 林家少主 或许能够唬住明面上的动作 但是暗地的手段 却是没有办法阻拦 更何况 自己现在还顶着一个废物顽固的名号 那就更好欺负了 想到这里 林雨冷笑一声 他林雨向来是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杀人 既然这个张绍 如此不知死活 那么他不介意给张绍上一课 让他知道知道 什么叫做人心险恶 回到家后 萧凡直接倒头就睡 检测到宿主陷入沉睡 开始自动修炼 林脉进二层突破中 林脉进二层突破成功 林脉进三层突破中 林脉进三层突破成功 睡醒之后 林雨发现自己的境界 竟然只是上升了两层 顿时有些纳闷 不过想到林脉进需要的灵力 的确比练灵进要多得多 也就释然了 况且 他只睡了三个小时 能够提升两层 已经非常变态了 不管怎么说 实力都得到了不小的增幅 起床后 林雨先是给自己弄了点湿的 然后开始考虑三院连比的事情 三院连比是72院的传统考核项目 只有每个城市的三院连比前十名 才能够去72院联盟总部 去参加72院的排名战 72院联盟是由72院的院长组成 成员有71人 联盟议长则是由排名第一的学院院长担任 这个72院的排名战可不是什么学头 而是实打实的资源争夺战 可以说 参加排名战的720个学员 能够排进前100的都是天教中的天教 不仅自身可以获得联盟的丰厚奖励 而且连带着自身的学院 也会在排名中靠前 可谓是风光无限 甚至排名前十的学员 还能够得到传说中的地阶灵记一卷 和运灵入海单一枚 地阶灵记就不用说了 是个人都能够知道它的珍贵之处 但是这个运灵入海单 比起地阶灵记也是不遑多让 那可是能够让人进入单海境的把握 提高五成以上的神丹妙药 可以说 只要你的资质不是插到没边了 伏下这枚运灵入海单 都可以成就单海境 第26章 一和 要知道 单海境可是区分一个人 是否能够成为强者的第一个门槛 灵脉境凝炼灵脉 不过是为自身打上基础 并不是说你能够凝炼出蓝色 紫色灵脉 就一定能够成为一代强者 只不过是代表着 你的潜力无穷 同境界的实力要强一些而已 真正想要成为强者 就必须要跨越单海境这一重关卡 因为到了单海境 单田化海 灵力的储存量和凝时程度 都会有致一般的飞跃 如果说单海境之前的境界 还能够用人数来弥补差距的话 那么到了单海境之后 人数已经没有办法去弥补境界上的差距了 比如说 50个炼灵境的修饰 能够跟一个灵脉境的修饰 打得有来有回 但是50个灵脉境的修饰 却绝对不可能 跟一个单海境的修饰对抗 这便是最显著的差别 单海境才算是真正的踏上了修炼之路 所以 可想而知 运灵入海淡 对于72元这些学员的诱惑力多大了 更不用说 还有一卷地阶灵迹 这般奖励 已经不能用优厚来形容了 简直是奢侈 灵语对这两样东西 倒不是怎么缺 境界的提升 又不需要他去操心 那是系统的事情 至于地阶灵迹的话 他就更加看不上了 连灵家绝学猎神枪和猎影他都学会了 还有大杀气清廉地心火灾 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地阶灵迹 所以 灵语的根本目的 还是为了装逼 将装逼进行到底是灵语的人生信条 三月连笔 还有一个月就要开始了 想必到时候 应该会有点意思吧 三天后 清晨的阳光从窗户间照进来 落在了正在呼呼大睡的灵语身上 暖暖的 下一个瞬间 灵语轻声地低吟了一声 行转过来 伸了一个懒腰 全身骨头噼里啪啦地发出脆响 眼眸睁开 其中有青色火光略过 今天好像是跟慕柔约好的日子 他说 要请吃饭 唉 真是的 吃个锤子的饭 有这时间 还不如多睡会儿觉呢 三天过去 他的实力 在体内残留的 破障单要力帮助下 成功地来到了 灵迈进的第五层 今天若不是被慕柔 叫出去吃饭的话 估计能够来到第六层 慢悠悠地 爬下床活动了一下筋骨之后 灵语刚刚准备换身衣服 门外就传来了 慕柔的空灵嗓音 灵语 你醒了没有 这来得也太早了吧 灵语无奈地耸了耸肩 换了身干净的衣服 然后就跑下楼去开门 当慕柔出现在灵语眼前的时候 灵语不由地眼前一亮 轻挑地吹了一个口哨 今天的慕柔 没有穿回春院的特制制服 而是穿着一条脆绿色的短裙 清淡的颜色 使得女孩多了几分清纯 一双大长腿 修长笔直 圆润之余 曲线毕露 长腿翘臀 除了胸小一点之外 其他的地方挑不出任何的毛病 你怎么好像是刚刚起床的样子 瞧见灵语出来 慕柔微笑地说道 本来就是刚刚起床 你这也来得太早了 你这是准备请我吃早饭吗 灵语打了一个哈欠 有些慵懒地说道 慕柔翻了一个白眼 这都已经上午十点多了 你才刚刚起床 还好意思说呢 灵语让开身位 你先进来吧 否则的话 你还要在外面等上一阵子 不过 你这么一打扮 倒还真是漂亮的紧啊 随口夸了一句 灵语就上楼洗漱去了 灵语的随口夸奖 倒是让慕柔美目微微一亮 笑容也不自觉地明媚了许多 说是等一会儿 但没过五分钟灵语 就已经收拾完下了楼 和慕柔笑谈着 向着目的地行去 一路上颇为引人注目 慕柔本来就生得极美 无论在容貌上 还是天赋上 都是天异诚能够排进前三的明珠 平日在学院中 虽然看似温雅和气 不过在淡淡的微笑之下 却是隐藏着一股刺骨的冷漠 无论何人都能够与他聊上两句 但是若要再进一步的话 难如登天 平日里穿上学院制服的慕柔 就如此引人瞩目 更加不用说 现在是经过打扮之后 连灵语都眼前一亮的现在了 没有理会这些人的眼色 慕柔跟灵语并肩而行 直接离开了住宅区 来到了闹市 然后放慢了速度 悠闲地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之上游荡着 这般繁华的街景 对于平日里不怎么出门的灵语来说 可是新鲜得很 天异诚 不愧是华夏的大型城市之一 人气极为盛况 虽然现在还是炎炎烈日 但是大街之上 人流依旧汹涌 甚至还能偶尔看到一些不同种族的人 或许是由于灵语的陪伴 离开住宅区之后 慕柔变得活泼了许多 明明说好是前往吃饭的地方 但是却拉着灵语 在各种摊贩和商店前乱窜 关键是只看不买 着实让灵语有些头疼 他终于理解 为什么说陪女孩子逛街 是一种酷刑了 明明十点半就从家里出发了 但是现在都已经十一点半了 两人还未曾到达目的地 看着慕柔俏脸上明媚的笑容 和明亮的美目 灵语也不忍扫了他的兴致 只能任由他带着自己 在这闹事之中到处闲逛了 不过两人街边的小零食 倒是买了不少 灵语看着自己手中的冰糖葫芦 棉花糖 烤年糕 有些哭笑不得 吃这么多 等等还吃得下饭吗 在闲逛的过程中 灵语倒是也买了一些东西 比如一些义和 义和在如今的蓝星上 也被称为异兽核心 是存在于异兽体内的一种能量金核 其内充斥着极为狂暴的天地能量 对于这种狂暴能量 就算是一名神门镜的强者 都不敢贸然将其吸收 然而 义和虽然不能被人体直接吸收 但是其内却蕴含了庞大的能量 可以用作炼药的材料 不管什么等级的义和 都有其妙用 作为药方之中的药引 更是能够将相应的药效 发挥到极致 所以 经过炼药师的炼制 义和之中属于异兽的那种狂暴能量 会被温和的其他药材中和 只留下庞大的能量 不管是作为单药 还是加持武器 都是深受追捧 当然了 义和的用途还远远不止这些 还可以迅速补充灵器 不过前提是 经过炼药师炼制之后的义和 如此众多的效用 自然使得义和当之无愧地 成为了蓝星最受欢迎的主流材料 对于一个修炼者来说 无论境界 义和永远是受欢迎的 在这种潮流的推动下 蓝星之上的义和 几乎永远处于一种 功不应求的状态 高等级的义兽产出的义和 只要一出现 就会引起一片腥风血雨 往往都是几百万几千万的价格起步 义和的珍贵 自然也就造就出了一种新生职业 那就是猎魔人 第27章 蓝鹿 猎魔人以扑杀义兽为生 常常是多人一起组队 维杀低等级的义兽 即便如此 义和的获取 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更是一绝 而且狡诈异常 由于凶狠嗜血的本性 以及特殊的攻击方式 义兽往往比同等级的人类强者 还要强上几分 所以 想要单独猎杀同等级的义兽 没有过硬的实力 就等于是送死 其次 并不是每一只义兽体内 都会产出义和 这是一种随机的概率 有时候 一个猎魔人小队倾尽全力 死伤惨重 击杀一只义兽 说不定到头来 却是一无所获 百百损射人力物力 这种事情 在猎魔人这个职业中 并不少见 因此 义和在蓝星的身价 一直都是久居不下 即便是最低级的一阶义和 都至少需要2000上元币 才能够买到 并且通常都是有价无市 林宇之所以要买一枚义和 是因为他要给自己 准备炼体的药液 既然修炼有系统自动帮忙 那么他只需要专心去炼体即可 他之前让玲珑收集到的材料中 就包括了炼制脆体灵液的 其他药材 现在只差一枚义和 而且 必须得是火属性的义和 等级当然是越高越好了 但是逛了半天 林宇也只是在一家 专卖珍稀材料的店家中 找到了一枚三阶火属性的义和 这枚义和 足足花了他一万上元币 这也是他林家财大气粗 否则的话 哪有人上来 就用三阶义和去炼制脆体灵液的 又跟着木柔在街上闲逛了一会儿 这才到达了 他们此次的最终目的地 位于天异城中心城区的巡卫斋 这是一家在天异城非常有名的高级餐厅 进出之人 无异不是身家显赫之人 进去吃一顿饭 少说也得两千上元币 林宇倒是听过巡卫斋的大名 但是从未曾来到这里 今日一见 果真是气派无比 这巡卫斋 足足有七层 外形像是一座塔 装修装饰 都是极尽奢华 虽然华贵 但是不会给人一种爆发户的俗套气息 林宇一看 嘖嘖道 这就是巡卫斋啊 穆大小姐请我来这么贵的地方吃饭 可是让我有些受宠落惊了 穆柔白了一眼 你少来 你买个一盒 就花一万的人跟我说来这里吃饭贵吗 对此 林宇耸了耸肩 不置可否 她本来就不缺钱 对钱这个东西 没什么概念 只不过穆柔的家世 在天异城 虽然算不上最顶尖的那个层次 但也绝对不是什么二流世家 所以钱的话 穆柔也是不缺 典型的富白貌美的小富婆 请她来这里吃饭 倒也不算什么稀奇的事情 在巡卫斋的周围 林宇还注意到了 有一些负责护卫的暗哨 果真是天异城 有头有脸的高级餐厅 不过天异城的治安 在城主府的治理下 倒也算是安定平和 没有什么人惹事 两人从大门进入 门口处的两名侍卫 显然也是认识穆柔 瞧得她进来都是一愣 随后连忙行礼 小姐好 穆柔微微点头 静止走入 林宇神色古怪 紧随其后 小姐 林宇有些奇怪地看向穆柔 这个寻味斋该不会是你们家的产业吧 对啊 你现在才知道吗 林宇有些无语 这个家伙竟然带自己来自家的餐厅吃饭 就在林宇无语之际 一道恭敬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小姐 您和您的朋友来这里 想要吃点什么呢 我即刻为您安排 听着声音 林宇回过头 一名戴着金丝眼镜的管家模样的中年人 带着两名侍从赶来 中年人笑着说道 对林宇也是客气地点了点头 瞧着林宇疑惑的视线 中年人儒雅地一笑 恭声道 您好 我是寻味斋的负责人 也是沐家的执事 我叫佩琪 哦 原来是佩琪大叔啊 幸会幸会 林宇也同样笑着回应 虽然不知道这个大叔是谁 但是既然是沐家的执事 那么想必就是沐柔的手下 人家如此给面子 他也不好端着架子 我带我同学来这里吃饭 你给我们安排一个雅间 安静一点的就可以了 然后把寻味斋的招牌菜都上一份 沐柔接过话题 轻声道 语气温和 佩琪恭敬点头 是 小姐 如果有事的话 小姐喊一声即可 这里面到处都有我们的人 轻笑着点了点头 沐柔带着林宇 登上了前往二楼的电梯 刘峰 带着几个人暗中保护小姐 别让其他人打扰到了小姐的用餐兴致 另外多注意一下 跟小姐一起来的那个青年 总感觉此人有些古怪 望着沐柔和林宇消失在电梯中的身影 佩琪脸上的温和 瞬间化为了精干 回头对着其中一个侍从说道 是 只是 那名叫做刘峰的侍从 沉声点头 然后缓缓地走路电梯 同样消失在了二楼 双手抱着后脑勺 林宇慵懒地跟在沐柔身后 目光不着痕迹地看了一眼身后的角落 淡淡地微笑道 看来你在家里很受宠啊 没办法 我父亲就我一个女儿 平日里对我百般呵护 我每次来都是这样的 不是针对你 你别放在心上 沐柔知道林宇在说什么 无奈地叹了口气 是吗 林宇笑了笑 不知可否 沐柔健壮 连忙给林宇 介绍起寻味斋来 这寻味斋一共七层 越高层的面积就越小 但是接待的客人身份也越高 像我每次来这里吃饭 都只能去第四层 也不知道上面几层 是用来接待什么人的 沐柔微笑说道 林宇撇了撇嘴 这种等级制度 无非是一种噱头 用来制造关注点而已 顺便还可以形成 寻味斋的特色风格 还能够多赚些钱打响名气 何乐而不为呢 两人在偌大的寻味斋之中 兜兜转转 终于是来到了第四层 这第四层的面积 看上去果然比下面三层 要小上许多 但能够来到这里的 再添一成 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沐柔来到第四层 给自己专门预定的雅间 还未走到 一道清朗的笑声 忽然从前面传来 咦 这不是沐柔妹妹吗 哼 真的没想到 我们竟然这么有缘分 在这里都能够相遇 沐柔纤细的眉头轻轻一皱 寻声看去 却是看到了一个衣着滑贵的青年 正被人簇拥着走来 青年年龄在二十三四左右 相貌颇为英俊 不过脸色却有一丝病态的苍白 一双眼眸 此时正带着炽热 牢牢地盯着不远处 亭亭玉立的沐柔 目光中有着浓郁的爱慕之色 至于身旁的凌羽 则是被他自动无视了 望着那满脸欣喜之色的英俊青年 沐柔好看的柳眉 微微皱了皱 装作没有听见 直接拉起凌羽的手 转身就走 这时 这名青年才看到 沐柔身边站着的凌羽 特别是看到 沐柔此刻正拉着凌羽的手 顿时眼底浮现出 一抹阴狠的利色 但转瞬消失不见 快步上前 拦在了两人身前笑道 沐柔妹妹 怎么看见 我就要走呢 你我两家乃是试骄 沐伯伯 还让我多多照顾你呢 被青年拦住 沐柔也只好停下脚步 一双秋水般的眸子 带着丝丝凉意盯着青年 不言不语 被那双秋水盈盈的双眸盯住 常年游走于各种美女之中的青年 竟是呼吸都急促了起来 想要说话 但却不知说些什么 唐少 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 就请让开 我跟我朋友还有事情 望着脸色有些不自然的青年 沐柔终于是开口了 清零的嗓音 带着丝丝的凉意 让青年病态的脸色 顿时涌上一股潮红 第二十八章 又可以装了 听见沐柔如此说道 青年不仅没有让开的打算 反而是笑着看着 此刻正被沐柔拉着手的林语说道 也不知这位怎么称呼 叫我林少吧 林语随意地说道 丝毫没有在意 青年眼底深处的威胁之意 哼 有趣 再添一成再下 也算是有一些薄面 但从未听过 有哪一个世家是姓林的 也不知林少明慧 林语刚想接话 沐柔却是抢先一步说道 唐少 我说了 我们还有事 请你让开 沐柔小嘴微微抿着 嗓音平淡地泛着寒冰 被沐柔如此毫不客气地对待 唐明昊嘴角抽了抽 不过脸庞上的笑容却依然保持 伸出手 再在口袋中取出了一个精美的盒子 盒子打开后 里面竟是一条项链 项链呈现蓝金色 链条的材质是由含金玄铁所制 在项链的连接处 吊坠了一枚被打磨成水晶状的紫色一盒 淡淡的紫芒从一盒中发出 将这条项链映衬得更加美观 从外表上看来 这精致小巧的项链 价格一定非常的贵重 既然慕柔妹妹有事 那唐某若再是纠缠 倒显得有些唐突了 此物是扩材在下 刚刚从天意城拍卖场拍的 特地想要送给慕柔妹妹的 虽然算不上什么贵重之物 但是对于灵气的增长 还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慕柔妹妹三愿连笔在即 想必此物定然可以帮助慕柔妹妹 在大笔上大放异彩 还请慕柔妹妹 万万不要推辞 不然 唐某在手下人面前 可就有些丢人现眼了 他们回去指不定怎么说我呢 说完 簇拥着她的一群人 也是纷纷附和地笑了起来 说着是啊 收下吧 慕柔小姐不收下的话 老大可就抬不起头来了 之类的话 望着唐明浩的举动 慕柔秀没再次移咒 心中对于这唐明浩 也是百般无奈 刚想说话 林宇却是开口了 这位唐少师吧 虽然我对你臭不要脸的这种行为 感到非常的敬佩 但是我还是不得不提醒你 这种泡妞方法 过时了 望着被搅黄的气氛 唐明浩眼中闪过一丝冷色 不过在慕柔面前 还是要维持风度翩翩的人设 只能皮笑若不笑得到 这位林少 你难道不知道 在别人说话的时候 不能随便插嘴吗 不会连这种最基本的素质都不知道吧 说完 唐明浩带来的手下 纷纷讥笑起来 就是 一个没教养的狗东西 也配随意编派我们唐少 真是一笑大方 你先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是个什么德行吧 是不是爸爸妈妈 没有教你怎么做人啊 哈哈 你能够跟唐少说上几句话 都是能够拿出去吹嘘的资本了 我们唐少说话 还轮得到你插嘴 不知死活的东西 听着唐明浩带来的人的讥讽 林雨笑容不减 当做没听到一般 心中诧异 这家伙看着挺年轻 竟然也修炼到了林迈金六层了 比慕柔 竟然都只低了一层 这一般天赋放在天异城里面 也算是极好了吧 见到这个家伙还没离开的打算 林雨耸了耸肩 反手拉起慕柔的小手 说道 唐少 我好心好意的教你怎么泡妞 你还不领情 哎 看好了 追女孩子的话要直接点 说完 直接对着慕柔说道 你做我女朋友吧 啊 慕柔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有些呆愣的压了一声 旋即反应过来 翘脸顿时浮现一抹羞红 不过慕柔也不是寻常的小女孩 只是微微羞涩了一下 就落落大方的点点头 笑道 好呀 林雨嘴角掀起一抹糊度 看吧 就是这么简单 不用花这么多钱 还买着买那的 唐少 你还得好好学下 说完 也不管脸色铁青的唐明浩 转头就对慕柔说道 你现在是我女朋友了 以后 离其他的男的远一点 特别是像这种人傻钱多 心眼还多的人 把你卖了 都帮人数钱呢 嗯 慕柔的眼睛 都快弯成了月牙 美目中的笑意 已经快要溢出来 虽然知道 这是林雨在帮她 摆脱这个牛皮糖的纠缠 但是当林雨很是认真地 跟她表白的时候 她的心 还是忍不住狠狠地颤动了一下 瞧见慕柔 竟然点头答应林雨的话 唐明浩嘴角一阵抽搐 拳头捏得嘎吱作响 目光阴沉地盯着面前 一脸慵懒的青年 唐明浩身后的一群属下 砍架唐明浩阴沉的神色 非常机灵地 将两人包围在其中 目光看向林雨中带着不善 寻味摘第四层 虽然面积比下面三层要小很多 但是也同样有不少人 看见这边的变故 纷纷好奇驻足观望 唐明浩和慕柔 在天异城也算是知名人物 特别是慕柔 作为回春院的天骄 跟地丹院的吟诗语 天独院的蛇姬 武道院的萧姨 并称天异城四大美女 在天异城 可谓是家喻户晓 此刻看见慕柔 被一个青年男子拉着手 并且还没有反抗的样子 唐明浩又将二人团团围住 顿时所有人的脸上 都露出了看好戏的神色 望着对方异形人的举动 凌鱼眼睛微微地眯了起来 唐少 你确定要在这里 摆出这种阵仗吗 文言 唐明浩冷笑一声 我不管你是什么灵少灵多的 在这个天异城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都能够随便骑到我头上的 哎 上次刚刚打脸了一个王武 你只有把脸凑上来求我打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这个比我不装都不行 凌鱼无奈地说道 那你想怎么样呢 唐少 你现在跪下来 向我磕头道歉 或许我还能原谅你 刚刚对我的不敬 否则的话 慕柔打断了唐明浩的话 否则的话 你想怎样 唐明浩 我是敬重唐叔叔 才对你客气有加的 你现在当着我的面 让我男朋友磕头认错 还是在我慕家的地盘上 是不是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慕柔充满冷意的声音 顿时让唐明浩浇了一盆冷水在头上似的 你有种别躲在女人身后 像个男人一样 出来跟我决斗 唐明浩有些气急败坏地说道 正当凌鱼准备出手的时候 身后突然传来了佩琪的声音 请问 发生了什么事吗 小姐 没事 只不过有一只苍蝇 打扰了我吃饭的雅信而已 慕柔淡淡地说道 丝毫没有理会唐明浩越来越难看的脸色 事情进展到这般地步 再待下去 也是自取其辱罢了 唐明浩冷哼一声 强行压抑住内心的怒火 带着手下转身离开 第29章 无名 凌鱼看着渐渐远去的唐明浩 缓缓放开了慕柔的小手 颇感无奈地说道 班长 我帮了你一个大忙 你想怎么感谢我 感谢你个大头鬼 看着有些打情骂俏的两人 一旁的佩琪 眼睛闪过一丝异色 然后亲自带着两人来到了雅间 这才功声告退 两人吃了一顿饭 等在从寻味摘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的两点多了 感谢班长今天请我吃饭 这里的饭菜虽然贵 但是确实味道不错 慕柔美目中略过一丝不快 别老是叫我班长班长的 听着好奇怪 那我叫你什么 你就叫我名字啊 我不是也叫你名字吗 好吧 班慕柔 那我先回家了 后天再见 凌鱼仰头看了一眼烈日 顿时觉得 这种天气 就适合在家睡大觉 匆匆告别之后 就往来时的路走去 看着凌鱼消失的背影 慕柔跺了跺脚 低声骂道 真是个不解风情的木头 另一边 凌鱼回到家里之后 并没有第一时间就去睡午觉 而是先把三阶一盒拿了出来 然后再将之前准备的 炼制脆体灵液的其他材料 全部摆放整齐 这才伸手一挥 照出清廉地心火 将所有的材料 一股脑丢进在空中 漂浮的青色火焰中后 凌鱼的脑海中 响起系统提示音 检测到宿主正在炼制脆体灵液 开始自动炼制 火焰内的材料 被系统掌控的火焰 秒得豪颠地控制着脆炼 最后一点点的抽丝玻璃 融合 形成了一团 如同火焰一般的红色药液 这药液就如同指甲带一般大小 散发着药液的鸿芒 炼制完成后 凌鱼伸手一招 清廉地心火收回体内 连带着火焰中的药液 也落在了凌鱼的手中 这药液之中凝聚的能量 有些恐怖啊 凌鱼摸着下巴 暗暗琢磨道 他直接就进了浴室 将浴池放满水 最后将手中的红色药液扔了进去 浴池肉眼可见地 迅速成为了岩浆一般的火红色 还不停地翻滚冒泡 看样子温度极高 凌鱼有些目瞪口呆 这脆体灵液这么恐怖吗 实际他不知道的是 寻常的脆体灵液肯定不会如此 顶多就是让一个浴盆的水 变成灵气充裕的灵液而已 颜色会变深一些 但是他这个脆体灵液一来 材料用的是火属性三阶一核 相当于灵脉进修饰的异兽核心 其内蕴含的能量 当然是不可同日而语 而且 加上这个脆体灵液是由系统自动炼制 所以 品质也是极好 这才有了能够让一个浴池的水 变成高浓度能量聚集体的异象 灵语咬咬牙 脱去身上的衣服 直接就跳了进去 跳进去之后 灵语只有一个感觉 爽 对于常人来说 这般浓郁的能量 这么贸然地跳进去 当然会受不了 但是灵语之前有灵犬脆体的经历 所以这个脆体灵液 对他来说 算是刚刚好 在他的承受范围之内 虽然是三接一盒蕴含的全部能量 但是用来脆体 却是刚刚好 灵语真的有一种在泡温泉的感觉 全身上下都酥酥麻麻的 说不出的舒爽 这般舒爽的感觉 让他有些迷迷糊糊 直接靠在浴池边上睡着了 检测到系统正在脆体 开始自动脆体 等灵语迷糊糊地从浴池中醒来的时候 发现这浴池中的水 已经恢复成了原状 再一看自己的身体 竟是在表皮上有一层淡淡的流光 虽然很淡 但的确存在 见状 灵语不由得心头一喜 体表有流光 脆体二重天 灵语握紧拳头挥出一拳 竟是能够听见破风声 感觉全身都充满了力量 果然厉害 他赶紧心神内饰 发现自己的修为也增加了一些 原本是灵脉五层 此刻却已经出谋到第六层的境界了 想必要不了多久 就能够突破第六层 灵语从浴池中起身走出 然后简单地收拾了一下 打了一个电话给玲珑 送十份炼制脆体灵液的材料过来 一盒要活属性的 越高越好 钱的话 你从我的紫金卡里面扣 电话另一边的玲珑不敢怠慢 赶紧记下 最后还是说道 少主 您所要的这些材料 也不是什么贵重的材料 就不需要您花费了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之前在老头子面前说了 不依靠灵驾 我也能够闯出一番名堂 玲珑还想说什么 但是听到玲语的态度很坚决 还是公声答应下来 挂了电话之后 玲语这才来到自己的房间 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现在他刚来天异城 就跟那个张绍和唐绍结下了梁子 这个事情 还是要早些解决得好 免得到时候夜长梦多 算了 到时候在三院连笔上面 再去解决他们吧 反正他们好像都是三个学院的学生 不愁遇不到 玲语倒在床上 内心不断地思索 检测到宿主正在发呆 系统已自动为宿主 增加炼药术的熟练度 初级炼药术已达到巅峰 正在升级 您的炼药术已经升至终极 能够自动炼至四品到六品的丹药 终极炼药术熟炼度加五 终极炼药术熟炼度加十 喂喂喂 系统老哥 不带这么接人老底的 我这是沉思 沉思你懂吗 什么叫做发呆啊 你奶奶个腿的 时光逝去 日月如梭 一个月的时间 就在鲫鱼每天摸鱼打着瞌睡中度过 在学院的时候 他就摸鱼 回到家就用脆体灵液炼体 晚上睡觉 有系统自动帮他修炼 一天倒也算够得很规律 而他的实力 也在这一个月之中 增长到了灵脉镜第九层 距离第十层 只有一步之遥 脆体也在每天不间断的 脆体灵液的帮助下 达到了脆体第四重 此刻的灵羽肉身强度 配合自身的实力境界 在底牌进出的情况下 就算是正面硬汉 丹海镜的强者 也并不是不可能 更何况 他还有青莲地心火这般杀招 一个不留神 丹海镜的强者 整个天异城都仿佛沸腾了起来 大街小巷中 人流络绎不绝 好不热闹 因为今天是天异城 一年一度的三院连笔 乃是天异城数一数二的盛事 无数人都会去围观 为自己的孩子加油打气 等灵羽从家里出来的时候 已经日上三竿了 这个时候 想必三院连笔已经开始了吧 不过他也不着急 因为他参加三院连笔 所用的身份不是灵羽 而是无名 想到这里 灵羽从背后拿出一副白色面具 面具非常的简单 只在眼睛处挖了两个洞 剩下的全是白色 又从储物戒指中取出一件黑袍 将全身遮掩住 只留下面具的一脚 第三十章 三院连笔 当灵羽穿着一身黑袍 来到天异城广场的时候 发现这里 已经显得相当的拥挤 一眼望去 人头攒动 三院连笔 每年都是有两轮 第一轮就是在天异城广场 分组进行比拼 胜出者进入下一轮 三个学院的参加者 会随机打乱分到各个组里面 也就是说 每个人遇到的 有可能是自己学院的学员 也有可能是其他学院的人 这一切 只能是看运气了 如果运气不好 一个学院参加的学员 大半都是碰到了自己人 那对于学院来说 无疑是绝望般的打击 此刻在偌大的天异城广场上 正有着数十个小型的擂台 每个擂台之上 都有两人在激烈的战斗 在天异城广场的正前方 有一个巨大的楼阁 在楼阁的最上面一层 已经有不少人坐立 值得看向场中某一个擂台 低声谈论 在这其中 比较靠中央的位置 一位须发揭白的老者 此刻正面带笑容地 与周围几位院长副院长交谈 你院长 看你这胸有成竹的样子 想必贵院的迎施宇 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吧 岂敢说胸有成竹 只能说是全力以赴 施宇这丫头 实力心性 还是让我很放心的 说起来 孙宇那个小子 不也是最近风头无二吗 哈哈 你们这般互相吹嘘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今年的三院连笔 就只有一些叫得上名号的年轻人呢 别的不说 我看那个张男就很不错嘛 的确 好院长所言甚是 三个学院的正副院长 一共六人齐聚在楼阁顶层 交谈之余 目光看向广场上的擂台 露出赞赏之意 场下 无数的观众坐在观看席位上 不时地发出热烈的欢呼声 这等场面不能说不好打 林宇见状也是嘖嘖嘴 转身朝着广场中回春院的驻地行去 在广场中 回春院 地单院 天独院三院 分别占据广场的三角 由于天一城广场呈现原形 所以 三者之间的驻地距离 倒是没有什么差别 此时 回春院的驻地内 二十余名学院的学员 正站在临时搭建起来的棚子中 目光紧张地看向擂台 还未轮到他们上场 就如此紧张 等上场的时候 自然是会乱了阵脚 在众人的最前方 柳如梅和慕柔二女巧然而立 吸引了大批的目光 只不过柳如梅的美目 一直望向广场的入口 像是在等待着谁一样 两女各有风采 柳如梅娇妹成熟 慕柔青春可人 都是一等一的大美女 所以 落在回春院这边的目光 比之其他两院要稍微多一些 凌雨的到来 自然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力 此人是谁 一身黑袍 藏头鹿尾的 看这样子 好像是往回春院那边走去的 难不成是回春院的学员 说不好 这次的三院连比 看得出来 三个学院都是卯足了劲 不过今年恐怕 还是帝丹院拔得头筹 毕竟帝丹院 比天独院和回春院 更加擅长与人对战 那可说不定 天独院的孙宇 听闻已经灵脉八层了 年纪轻轻 就能有如此实力 当真是恐怖如斯 孙宇的确是厉害 但是吟诗宇 早在一个月之前 就传出消息 说他已经突破了 灵脉进第九层 这般实力 在三院之中 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 拭目以待吧 我感觉这一次的三院连比 应该会很精彩 灵脉的到来 马上就引起了 回春院众人的注意 除了柳如梅之外 剩下的人都不知道 这一身黑袍戴着面具 神神秘秘的家伙是谁 只是柳教授 帮此人报的名 众人也不敢多问 柳如梅一看 顿时松了口气 他还以为 灵脉关键时候 要放他鸽子了 灵脉走到回春院的驻地 直接就坐在了 人群的最后方 没有说任何的话 虽然回春院的人 对这名神秘黑袍人的身份很好奇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此人绝对是回春院的学院无疑 因为非学员是不能参加三院连比的 在报名的时候 会认证学员的信息 当然 只是认证学员的身份编码 并不会知晓学员的具体身份 对于保密工作 还是做得很好的 灵脉坐在回春院的众人身后 目光透过面具 落在场上的擂台 扫视了一圈 发现除了少数几个人 让他多看了两眼之外 剩下的人都不足为虑 其中让他觉得 实力最强的应该就是 所谓帝丹院的吟诗语了 这个女人上台对战 从未出过第二招 往往都是随手一招 就将人打出了擂台之外 而且 被他一招打出擂台之外的人 甚至还包括了几名 灵脉进五层的学员 实力之强 无愧于天骄之名 再加上此女容貌甚佳 气质清冷 一身白裙 更是将恶娜多姿的身材 映衬得曲线毕露 每次的上场 都必定会引起观看席位上 一阵惊呼狼嚎 气质阴柔 一身毒弓 让对战之人连靠近都不敢 所欲之人 也都是一上场就干脆地认输 毕竟中毒可不是闹着玩的 稍有不慎 就会有性命之威 几人中唯一的女性 是一位穿着异常大胆的女子 此女衣着 只堪堪遮住重要部位 身材火爆至极 神色妖媚 眼神更是勾人 在此女的手臂上 还缠绕着一条青色小蛇 不停地吐着蛇性子 目光阴寒地盯着对战之人 往往对手还未对战 就被此女的眼神把魂勾走了 对战之说 就不用再提了 天毒院的蛇姬 在天异城中 也算是一个名人了 只不过 名声却不是太好 最后一人 则是一位身材高大 如同铁塔一般的壮汉 身高超过了两米 浑身的肌肉爆起 给人的压迫感极为强烈 此人如果凌羽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也是帝丹院的学员 叫做浮屠 这四人加上慕柔 应该就是三院连比最大的看点了 除了回春院之外 帝丹院和天独院 都有两名实力强劲的学员参加 但是回春院 只能靠着慕柔一个人撑着 也难怪欧阳宇会选择 对慕柔下手了 因为只要除掉了慕柔 回春院就会彻底丧失 争夺72院排名战的资格 届时 他们天独院和帝丹院 就能够瓜分10个名额 获得的资源也会更多 就在凌羽目光看向台上的时候 慕柔也上台了 第31章 系统升级 三院连比第一轮的比试 是采取抽签决定对手的 每个人都会 有一个对应的号码牌 每个擂台也会有一个荧幕 等擂台上的两人 决出胜负之后 荧幕就会出现 另外两人的数字 然后对应的人 拿到的身份牌 就会下达通知 根据通知 去对应的擂台就行了 凌羽的身份牌 是柳如梅领取的 等慕柔上场之后 她来到了人群的最后方 将身份牌扔给了凌羽 尽力就行 不管怎么说 你来了 慕柔也能够轻松一点了 柳如梅轻声说道 说完就重新回到了 人群最前方 凌羽看向手中的身份牌 说是身份牌 其实是一个通讯器 上面的小屏幕上 写着58号这个数字 倒是挺精致的 凌羽说完 目光再次看向 慕柔所在的擂台 慕柔这次的对手 是一位递单院的男子 此人林迈进五层 放在这一次三院连笔的参与者中 算是非常不错的实力了 但是很可惜 运气差了一点 遇上了慕柔 这名男子看到自己的对手 是慕柔之后也苦笑地摇了摇头 但他也没打算认输 而是抱拳说道 慕柔小姐 再下来向你讨教一二 请不吝赐教 说完 手中光芒一闪 一柄长刀就出现在了其手中 长刀出现 男子一跃而起 上来就是最强的招式 蝶浪 男子长刀上 漠然发出蓝色的光芒 而后一阵蓝色光幕出现 幻化为一叠一叠相加的海浪 向着慕柔袭去 声势浩大 海浪滔天 慕柔健壮 神色没有半分的变化 抬手间一把长剑出现在手中 轻轻一挥 那声势浩大的滔天巨浪 顿时仿佛凝固在了空中 随后在男子震惊的目光中 海浪从中间一分为二 消失在了天地中 最强的招式被如此轻易地破除 男子苦涩地笑了笑 随后很直接地跳下了擂台 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 便已奋出胜负 林宇看得连连点头 慕柔这一剑 看似只是随意地一挥 但实则不然 他有洞察之眼 能够很清晰地看破 一切招式的薄弱点 刚刚慕柔那一剑 就是落在了对方招式的 最薄弱处 所以才能造成如此效果 也不知道 是此女刻意为之 还是误打误撞的呢 林宇看向此女 洞察之眼的能力发动 姓名 慕柔 资质等级 A加 境界等级 灵脉进八层 攻击等级 A 防御等级 B 身法等级 A 耐力等级 B 掌握灵际 允星 金红 飞燕 好家伙 已经达到了 林脉进八层了 上一次 林宇用洞察之眼 看她的时候 还是六层 这才过去两周不到 就已经八层了 果然不愧是 天一城数一数二的天骄 这个洞察之眼的能力 说神奇吧 也很神奇 因为可以直接看透 一个人的各项属性数据 不仅仅是人 物也同样可以 比如说 林宇对着柳如梅 使用洞察之眼的能力时 想要了解她的三维 那么 她的三维信息 就会浮现在林宇脑海中 就是因为上次 使用了这项能力 林宇才知道 柳如梅的身材 应该算是她 见过的女人之中 能够排进前三的好身材 该瘦的地方瘦 该胖的地方很胖 至于木柔嘛 身材比例倒是很完美 只不过在某些方面 没有柳如梅出色罢了 林宇也不是个 惊虫上脑的人 总不能见到个漂亮女子 就使用洞察之眼 观察人家的三维信息吧 除非是遇到像柳如梅 或者木柔这种级别的美女 她可能才会稍微了解一下 就比如说 刚刚的蛇姬和吟诗语 经过林宇多方比较之后 给四女做了一个 比较重肯的评价 春蓝秋菊各有千秋 就从身材上面来看 四女各有特点 柳如梅是胸大 木柔是腿长 蛇姬是腰细 吟诗语则是比较平均 评价了一番四女的身材后 木柔这个时候 也从擂台上回来了 感受到林宇面具下的目光 不由得柳梅一皱 此人神神秘秘 不肯透露身份 问柳老师 她也不愿多说 只是说 此人是自己的搭档 可以帮自己分担一部分 来自于帝丹院和天独院的压力 但不知为何 木柔在这个神秘人的身上 感到了一丝熟悉 难道是自己相熟之人吗 她怀疑过此人是林宇 但是林宇明确地说了 她不会参加三院连比 所以此人应该是另有其人 想到这里 木柔觉得还是不再理会 既然不是林宇 那就没必要去关注了 她回到柳如梅的身边站立 翘生生地说道 老师 我们回春院 现在有多少人进入了下一轮 柳如梅翘脸有些难看地说道 加上你和吴明 就只剩下了八人 文言 木柔神色 也是有些难看 这一届的形式 比前面几次还要糟糕 这还是第一轮 回春院 就只剩下了八人 真正的重头戏第二轮还未到 回春院几乎全军覆没 看来回春院在与人对战 这个方面确实薄弱许多 关键三院连比的两轮 都不会比拼练要数 否则的话 回春院一定是稳坐第一名 那个吴明究竟是何人 老师 你告诉我吧 我不会跟其他人说的 木柔美目 看了一眼 像一座雕像一般 坐在最后面一动不动的黑袍人 轻声道 对不起了 小柔 我答应过 他不能说的 好吧 老师 你说 他能够撑过第一轮吗 应该 吧 柳如梅轻轻皱着眉头 说实话 对于凌羽的实力究竟如何 他也不清楚 只是感觉 凌羽不像是传闻中 一无是处的顽固废物 再加上之前凌羽一个照面 就将武道院的王武打的手骨锻炼 所以 柳如梅这才死马 当作活马一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邀请凌羽参加三院联比 不过 看他那副轻松写意的样子 问题应该不大 凌羽可不知道 此时此刻 正有一大一小两位美女正在讨论他 他之所以一动不动 是因为正在接收系统给他传递的信息 系统经验值已满 请问是否升级 卧槽 这个自动修炼系统还能升级 就在邻羽在内心惊叹之后 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 报告宿主 本系统是可以自动升级的 不过要积累经验值 目前一级的系统自动修炼的修炼速度 是宿主基础修炼速度的十倍 那我该如何获取系统的经验值 邻羽问道 很简单 系统的经验值会持续累积 自动增加 不过速度很缓慢 宿主可以通过花钱来增长系统的经验值 花钱 邻羽恍然 上一次买了脆体灵液的材料和一盒 花了不少钱 所以 系统的经验值才会增长得这么快 就在刚刚自动增长的经验值 足够升级所需 是的 请问宿主是否升级系统 那当然升级 升级需要缴纳一百万上元币 是否缴纳 邻羽 多少 一百万 大哥 一级升到二级 你他妈要一百万 你为什么不去抢呢 抢都没你来得快 这特么的 他从邻家出来 只带了一百万上元币 买材料 安置费用花去了将近十万 现在卡里面都没有一百万了 第三十二章 如你所愿 由于囊中羞涩 邻羽没办法在此刻升级系统 所以只能将此事暂且搁置 等到时候凑到一百万上元币再说 这个时候他才知道 原来钱是这么的重要 之前他衣食无忧 邻家给他的钱根本就花不完 别说一百万了 就是一千万他要的话 家里面的长辈 都是眼睛都不眨一下的 想不到现在 竟然为了十万在这里发愁 不过他倒也不是特别担心 因为现在自己有系统赠予的炼药术 特别是在系统 能够炼制四品到六品丹药的现在 钱对他来说 已经只是一堆数字了 只需要找齐材料 然后炼制出品质好一些的丹药卖出去 钱自然就哗哗的来了 不过眼下 还是先把这个第一轮的比试 给通过了再说 正想着的时候 林雨手中的身份牌 突然震动起来 屏幕上出现了一行字 请58号和83号到25擂台比试 林雨站起身 一言不发地 向对应的擂台走去 她的这一举动 顿时吸引了柳如梅和木柔 已经剩下的六名学员的注意 喂 你加油 在路过柳如梅和木柔两女的时候 柳如梅突然出声道 林雨脚步未停 只是轻轻地点点头 木柔有些好奇地看着柳如梅 老师 你跟她很熟吗 算是吧 随后便不再说话 美目看向场中 木柔也是紧紧盯着黑袍人的背影 越看越觉得此人的背影很是熟悉 但就是想不起来 林雨在万众瞩目中 来到了25号擂台上 她的对手 是来自地丹院的一名 林迈进七层的学员 名字叫做张南 林迈进七层 算是迎诗语和浮屠之下的第一人了 待看到林雨的对手是张南的时候 全场哗然 观众席上爆发出了一阵阵的喧哗 张南可是这一届板上钉钉的 一定会进入三院连笔前十名的人 此人神神秘秘的 对上张南也算是运气极差了 谁说不是呢 张南的实力 就是跟浮屠相比 也差不了太多了 除了孙宇和蛇姬 以及木柔之外 剩下的人谁敢说 一定能够压他一头 那可不一定 这人既然如此神秘兮兮 不肯以真面目视人 万一是回春院培养的秘密武器 也说不定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但是可能性极低 观众席爆发讨论之时 柳如梅和木柔 同样是神色有些凝重 张南此人 相传在迎试与手中 都能够过上几个来回 实力自然无庸置疑 上来就遇到这么强劲的对手 难道真的是老天爷 都不让回春院翻身吗 场中 张南一个飞身 从擂台下落到了擂台上 傲然而立 身姿挺拔 再加上相貌俊朗 倒是引得观众席上的女孩子 连连尖叫 林宇一看 马德 这个家伙真的是把她的风头都抢了 等等不把你屎打出来 老子就不姓灵 张南一上来就轻蔑地 看了一眼面前的黑袍人 冷笑道 藏头鹿尾的鼠辈 为何不待在下水道里面 而要来这里丢人现眼呢 别那么多废话 看见那个倒计时了吗 你再给你十秒钟的时间装逼 好好珍惜吧 林宇指了指旁边屏幕上的笔试 开始倒计时 淡淡地说道 大言不惭 若是你跪下求饶的话 我倒还可以手下留情 但是你如此不识好胆 那就怪不得我了 我要打断你的四肢 然后把你丢下去 张南紧紧地看着林宇 目光阴森地说道 闻言 林宇叹了口气 为什么一定要逼她出手吗 倒计时结束的一瞬间 张南直接就爆发出全身的气势 向着林宇冲来 双手之上覆盖上了一层黑色灵甲 指尖锋利至极 在阳光下还闪烁着幽森的光芒 我先卸掉你的两只手 看看你还怎么装神弄鬼 张南屈指成爪 直接向林宇的两个肩膀扣去 林宇身形一动 猎影不发动 在张南的两只手 即将扣住她肩膀的瞬间 移形幻影到了张南的身后 你太慢了 说着 抬手就是一巴掌向着张南的脸上扇去 啪 响亮的耳光声回荡在擂台上 张南在空中还未落地 就被林宇一巴掌扇飞了出去 在地上滚了好几圈 这才停下来 等她亮亮呛呛地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 半张脸已经肿成了猪头 忍不住吐出一口血 你你特么竟然敢打我的脸 张南捂着火辣辣的脸 难以置信地看着林宇 因为林宇刚刚释放出的气势 仅仅只是灵迈进五层的 所以在张南看来 自己之所以被打中 无非是太大意被林宇偷袭了 我要你死 张南反应过来后 双目赤红 抬手间 手上就多出了一把红色匕首 匕首上幽光闪烁 阵阵火光从匕首上喷涌而出 一看便不是凡物 武器和灵技 都有等级之分 天地玄黄四个阶级 每个阶级又分为 低中高三的小等级 此刻 张南拿出的 这把红色匕首便是玄阶低级的火灵笔 被其所伤之人 如不马上将狂暴的火气逼出体外 或者服用濒临寒泉的话 体内五脏六腑就会被燃烧殆尽 张南劈头散发 壮若蜂魔地朝着林宇宫来 手上的红色匕首 只取林宇要害 显然是动了杀星 阁楼上 秦璐威闭的眼睛默然睁开 看向25号擂台 刚欲出手阻拦 地丹院的院长聂无道便是出声道 秦院长 都是小辈间的小打小闹 咱们做长辈的 就不要插手了 你们地丹院将这种阴狠的招数 用在学员身上 叫做小打小闹 飞也 与人过招 难免拳脚无眼 难不成秦院长 想让他们再面对异兽的时候 也处处手下留情吗 秦璐冷冷地看了一眼聂无道 重新落座 聂无道也重新将目光投向 场中的25号擂台 不过下一刻 他脸上的笑容就凝固在了脸上 只见场中那名黑袍人 伸出手轻松地抓住了张南的手腕 怎么可能 张南刚刚露出惊骇欲绝的神色 凌羽就狠狠一用力 咔嚓 刺耳的脆响在擂台上响起 紧随而至的是张南惨绝人寰的凄厉声音 哎呀呀 手腕被声声折断 张南哪里忍受得了这种剧痛 顿时发出凄厉的惨叫 不是要让我死吗 凌羽又是一脚踢在了张南的膝盖上 又是一声令人牙酸的骨骼断裂声 啊 张南面色扭曲地 直接跪在了地上 捂着自己的膝盖不断地哀嚎 之前的那份嚣张早就不见了踪影 这才哪到哪啊 受不了了 凌羽淡默的声音传出 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张南 这样弱小的你 也敢随随便便地断人生死吗 老子要弄死你 老子要弄死你 张南赤红着双眼 仰着头对凌羽疯狂地怒吼 弄死我 呵呵 凌羽放开了张南的手 反手又是一巴掌 将其另外一边脸山地同样肿胀起来 在其飞出去的瞬间 一脚踩在张南的头上 我觉得在你弄死我之前 我就可以在这里弄死你 你说呢 张南不停地吐着鲜血 咬牙切齿道 你今天要是弄不死我 我做鬼也要拉你一起 好 那我就如你所愿 第33章 废张南 看台上 此刻几乎所有人的目光 都被25号擂台吸引了 上面发生的一幕 实在是令所有人始料未及 作为种子选手的张南此刻 像是一条死狗一般被人踩在脚下 从开始到结束不过几分钟而已 林迈进七层的张南 就被那名神秘的黑袍人 折断了手脚 被踩着头 无法动弹 这戏剧性的一幕 另看台上沉默了一会儿后 爆发出滔天的一轮之声 此人是谁 竟然如此轻而易举的 就将林迈进七层的张南 打成这个样子 不知 不过此人的实力 定然是吟诗语那个级别的 甚至有有过之 难道真是回春院暗中培养的秘密武器 但是张南可是张家的人 说起来还是张志雄的表弟呢 此人将张南打成这个样子 不怕张家的报复吗 有好戏看了 楼阁中 见到张南如此惨壮 欧阳云冷着一张脸 赤问道 秦院长 你就是如此纵容院中学员下此狠手吗 这是三个学院举办的大笔 又不是生死相斗 出手何须如此狠辣 秦璐冷笑一声 与人过招难免拳脚无眼 难道欧阳院长打算让学员们 面对易寿时也处处手下留情吗 您说是吧 聂院长 聂无道苍老的脸皮抖了抖 冷哼一声并未说话 只是冷冷地看了眼泪台上的黑袍人 眼中杀鸡一闪而逝 为了这一次的三院连比 帝丹院已经筹划多时 无论是谁 都不能阻拦 谁拦着 谁就死 场下 三个学院驻地中 慕柔和柳如眉美目瞪大了一些 看向场中出手及其狠辣果断的无名 神色各异 慕柔则是觉得这个无名出手果断 丝毫不拖泥带水 实力又如此强劲 未来肯定能够成就一番大事 他自问对上 张楠虽然也能够轻松取胜 但绝无法做到 这般轻松随意 就像是拍死一只蚊子一般 柳如眉俏脸上的神色 就更加精彩了 别人不知道 这个黑袍人是谁 他可是知道的一清二楚 一来位凌宇竟然拥有 如此强悍的实力感到震惊 二来也位凌宇出手果断很辣胆的心惊 另一边帝丹院驻地中 迎诗宇看向25号擂台的黑袍人 美目中浮现出一抹异样的神色 他有种很强烈的感觉 此人将会成为他此次大笔最强劲的对手 另一边的孙宇则是阴寒的目光中满是凝重之色 回春院何时冒出了这么一个 能够与迎诗宇那个变态匹敌的学员了 在无数人关注场中变化的时候 凌宇一脚踢在张楠丹田处 将其一脚踢出了擂台 遭此重创 张楠再次猛地吐出一口鲜血 面如精致 你 你废了我的丹田 张楠落地之后 凄厉地惨叫一声 随后便晕死过去 死活不知 凌宇耸耸耸肩 一言不发地转身准备走回 在转身的刹那 一道人影直接从地丹院冲出 直奔凌宇 凌宇一个闪身 轻松躲过此人的攻击 定睛看去 此人相貌堂堂 威武不凡 此刻眼中的阴翼却是破坏了这股气质 他死死地盯着凌宇 恨不能生食其肉 有病 凌宇淡淡地问道 你可知 刚刚跟你交手的人可是天一城张家的人 虽不是敌传 但你废了他 你可想过后果 袭击凌宇的人应声道 凌宇轻笑 就是因为知道张楠是那个所谓的张绍的表弟 所以才下狠手的 既然已经跟那个家伙结了仇 凌宇才不会放过这样痛打对方的机会 三院连比拳脚无眼 有点小伤避免不了 倒是你 未经允许上台偷袭参赛者 你知道后果吗 那人刚想说话 一道声音直接化作滚滚天雷 从天而降 放肆 听到这声音 凌宇连忙稳住心神 寻声看去 原来是楼阁之上的院长出生了 聂无道深深地看了一眼凌宇 随后对着袭击者说道 张默 擂台之上交手难免出现损伤 你这般偷袭的行为乃是犯了大忌 你可知错 弟子知错 可 聂无道声音微冷 既然知错 还不退下 名叫张默的男子 带着杀鸡看了一眼凌宇 转身走下擂台 去查看张男的伤势去了 聂无道又将目光落在凌宇身上 这位小友好生了得 实力非凡 老夫还得替张男 多谢小友不杀之恩啊 不客气 凌宇说完就静止回到了 回春院的住地中 完全不鸟这个地丹院的院长 整个天一城名面上最强的人 见状 聂无道嘴角一抽 看向秦璐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秦院长这一次 可真是让聂某大吃一惊 回春院竟然藏了一手这样的好牌 佩服佩服 哪里 秦璐不冷不热地回了一句 便不再说话 看着针锋相对的两人 天独院的两位院长 一脸意味深长的笑容 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演绎到了极致 凌宇回到住地之后 慕柔和柳如梅 顿时用一种 看着怪物一般的眼神看着她 她没有理会 两女的神色诡异 压着嗓子道 我这第一轮算是过了吧 柳如梅点点头 既如此 我先走了 凌宇转身就走 丝毫没有拖泥带水 慕柔连忙说道 你废了张家的人 就这么离开的话 可能会被他们盯上的 不如 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你是故意的吗 柳如梅古怪地看着凌宇 她清楚 凌宇应该知道 她问的是什么 是不是因为上一次 在办公室张绍追求她 所以才帮她出气的 凌宇没有回答二女的话 只是摆了摆手 缓缓离开了广场 在其离开后 欧阳宇和张默两人眼中 露出一丝杀鸡 也离开了天异城广场 楼阁上 看见欧阳宇和张默两位导师 都跟着凌宇离开后 欧阳宇俯身在聂无道耳边 说了什么 聂无道听完 隐晦地看了一眼情路 冷笑了一声 没有说话 凌宇离开广场后 系统马上就告知了 有两人正在跟踪她 宿主请注意 身后五点钟方向一百米之外 有两人正在尾随 凌宇眼睛微微一眯 洞察只眼发动 两个人都是灵迈进巅峰 这两人还都是熟人 凌宇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这回就怨不得我了 她没有返回家里 而是朝着天异城 一处深山之中走出 此处深山原本是在开发计划之中 但是由于 之前的开发商 不知是何原因突然暴毙 这座深山也就废弃了 凌宇的步伐 没有任何的变化 等走到无人的密林钟后 身影一闪 突然消失不见 在其身影消失后不到三秒钟 两个人落在淋雨消失的地方 我们一直锁定这人的气息 为何到了这里 就消失不见了 可能此人已经发现 我们在跟踪他了 将我们带到这里 也是为了方便逃脱 可恶 此人甚是狡猾 张墨脸色阴沉的 像是要滴出水来 一拳砸在旁边的大树上 竟是整棵大树 都被一股狂暴的雷元素 轰击得连扎都不上 就在此时 一道慵懒的声音 从他们身后传出 谁告诉你们 我带你们来这里 是为了逃跑的 第34章 炼丹赚钱 你们看 此处风景优美 山清水秀 又清静幽深 作为你们的埋骨之地 岂不是正好 淋雨显出身形 落在两人身后 慢悠悠地说道 欧阳雨和张墨 脸色顿时大变 连忙转身并拉开距离 此人竟能悄无声息地 出现在你我身后 两人对视一眼 都看出了对方眼中的凝重 看来对方完全不惧 他们两个灵迈进巅峰的修饰 阁下是何人 淋雨摇摇头 为什么你们打个架都喜欢叽叽歪歪的 说完 他直接就身形暴闪而出 直奔张墨 张墨眼瞳一缩 随即也是很下心来 我就不信 你是丹海净强者不成 欧阳秀 你我何力诛杀此料 欧阳雨点点头 仅存的一只手掌一番 顿时游龙刀出现在手中 张墨也是双手一握 一把蓝色的长刀 带着丝丝电弧出现 游龙鬼影 雷光耀日 两人休息的 都是玄机终极灵迹 施展起来自然是威势浩大 顿时一片火海 幻化成了一条浑身缠绕火焰的炎龙 咆哮着冲向凌雨 另一边 漫天的刀影在空中浮现 携带着滔天的雷霆 向着凌雨落下 雕虫小剑 凌雨冷笑一声 抬手间一道青色的火焰瞬间飞出 化作一张大网直扑冲来的炎龙 然后手掌一番 一柄黑色的玄铁长枪出现 今日就拿你们检验一下 猎神枪的真正威力 凌雨手中的玄铁枪轻轻一转 捂了一个枪花 全身灵力爆发于一点 顿时凌雨手中的玄铁长枪 发出耀眼的光芒 一股极为强悍的气息 漠然间在这密林之中出现 见状 张默和欧阳雨 两人顿时如坠冰窖 头皮发麻 一股浓郁到极致的生死危机 降临心头 特别是欧阳雨 这个青色火焰 让她吃尽了苦头 她就是梦中都会都这青色火焰给吓醒 此刻如同梦魇一般的青色火焰再度袭来 她瞪大了眼睛 惊声尖叫道 是你 知晓了黑袍人的身份是凌雨之后 欧阳雨再无战意 二话不说 转身就走 但是那青色火焰化成的大王 只是瞬间就将阎龙覆灭 而后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逃顿的欧阳雨扑去 啊 片刻后 欧阳雨被这大王笼罩 整个人化作白烟消失在了其中 张默此刻都快被吓傻了 从凌雨出手到欧阳雨 生死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 她都没有反应过来 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 只听见一声嘀吓 猎神枪 一道枪影如同白光闪烁而过 巨大的白光几乎占据了张默整个视线 强烈的求生欲下 张默顿时爆发出了超乎想象的意志 从储物戒指中取出一张 俘虏猛地往前一抛 顿时一面光强出现在枪影的面前 哈哈哈哈 我不会死 我不会死 这是家主赐给我的保命领宝 话还没说完 光强也只是阻拦了白光两个呼吸的时间 便直接被白光穿透 光强化作漫天的碎片消失 白光在张默还未来得及反应 就直接将其身体切割成了无数碎片 整个人还是保持原来的姿势 慢慢化作了烟粉 待一切归于平静后 凌雨有些惊叹地喃喃道 猎神枪果然名不虚传 刚刚这一幕 跟之前她在梦境中看到的凌家先祖 一枪覆灭八尊异兽王的场景一模一样 只不过凌雨施展出来 远远没有那般威力罢了 不过 我的清连地心火也不差 凌雨咧嘴一笑 对自己的战力感到非常的满意 现在的她是凌迈镜石层 杀凌迈镜巅峰之人 如同杀鸡土狗 可以说 在凌迈镜之中 能够对她造成威胁的人已经不存在了 或许现在的她 正面去硬汉丹海镜的强者 也不是不可能 一边想着 凌雨掩盖了一下周围的战斗痕迹后 就离开了此处 重新回到天异城的城中心后 凌雨直接回了趟家 取下身上的黑袍和面具 将其收入储物戒指中 然后用身上剩余的药材 炼制了三瓶清幻双灵丹 这清幻双灵丹是三瓶丹药 所需药材也很简单 相应的功效 便是可以驱除体内残余的丹毒 是要三分毒 只要是修炼之人 就没有不吃丹药的 所以就不可避免地 在体内残余了丹毒 这清幻双灵丹 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排毒的丹药 品质越高的清幻双灵丹 效用就越好 像是凌雨炼制的 这三瓶极品的清幻双灵丹 可以将体内的丹毒 清除七八成以上 炼制完成后 凌雨呼出一口气 既然现在知道了 这个自动修炼系统 还能够升级之后 凌雨就必须要开始 为后续的升级做准备了 这系统一级升至二级 就需要一百万的上元币 那么如果 后续还有三级四级五级的话 那需要的资源 想都不敢想 更别说 他也不知道 后续的升级材料 是否只有上元币 这一个条件了 但是不管怎样 当务之急 还是要尽快地 将系统升到二级 他身上的钱不够一百万 只能炼制这三瓶 清幻双灵丹来卖掉了 本来他也可以找 天忆成的灵氏药方 拿点钱 但是既然在灵家 那几个老头子面前 夸下了海口 自然是不能做 这种没有骨气的事情 否则的话 到时候回去 指不定那些老东西 怎么笑话他呢 他呼出系统界面 然后开启了 自己的属性面板 姓名 灵羽 境界等级 灵脉近十层 攻击等级 SS 防御等级 SS 身法等级 SS 耐力等级 SS 掌握灵记 猎神枪 猎影 洞察之眼 一火 清联地心火 系统等级 一级 以激活系统功能 自动修炼功能 一级 灵羽看着这个 可升级三个字 有些兴奋 他真的很想 现在就把这个功能 升到二级 这样一来 一级的时候 自动修炼的速度 就是基础速度的十倍 那要是二级的话 不得翻个倍 二十倍 到时候 他让系统帮他修炼一天 就等于他 不眠不休地修炼二十天 这不是离成神 指日可待了 到时候看看 谁还敢在他面前装逼 灵家的那几个老家伙 也不敢再管自己了 现在最主要的 还是要去赚钱 想到这里 灵羽就有些无奈 想不到他堂堂人族第一世家的灵家少主 还要亲自去赚钱 真的无语了 不过他现在赚钱也不难就是了 有清廉的星火和系统在 根本就不需要他费 什么功夫 休息了一下之后 灵羽将三平清换双灵单收后 离开家 往天翼城拍卖场走去 希望在拍卖场 能够卖个好家钱吧 第三十五章 修士联盟 天商拍卖场 是天翼城最大的拍卖场 同时也隶属于华夏最富有的家族 马氏一族 在华夏之中 要论富有的程度 恐怕马家说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 就连公认的人族第一世家灵家 都不敢保证 一定比马家有钱 马氏一族历史悠久 已经在华夏发展了数百年时间 从上元时代 就开始在华夏的经济圈 占据了举族轻重的地位 灵气复苏来临之后 马氏一族 不仅没有在这场人类的大浩劫之中覆灭 反而更加的辉煌 一路发展到了今天 关系可谓是错综复杂 而根据一些小道消息 这个富得流油的家族 似乎还跟华夏的官方 有些一丝关系 所以 有着这种强硬背景 做后台的天商拍卖场 在天异城 从未有过任何人敢打她的主意 灵雨望着视线尽头的庞大建筑 拐进了一条偏僻的巷子之中 然后将储物戒指中的面具 戴在了脸上 虽然她这一次拍卖的丹药 并不是什么珍惜之物 但是 为了避免惹人注意 还是小心为妙 特别是她刚刚杀了帝丹苑 两名灵迈进巅峰的修士 这个结果眼上 为了不给自己 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她还是要将自己的容貌遮掩起来 走到拍卖场大门前 在几名全副武装的 护卫警惕的目光中 灵雨静止走入 一进拍卖场 室外的那种燥热的感觉 顿时从身上被剥离 凉爽的感觉充斥全身 目光在金碧辉煌的宽敞大厅内扫过 灵雨对着一旁的房间走去 房间的门上还挂着一个屏幕 上面写着珍宝格 推门而入 房间内的面积很大 很是空旷 只有一位中年人 无聊地坐在桌边的椅子上 听到推门的声音 中年人抬起头一看 并有气无力地说道 健保还是计拍 计拍 灵雨拿出三瓶轻换双灵丹 交给中年人 中年人一一揭开盖子 在鼻尖纹了纹 然后扔给了灵雨一个银牌 下一场拍卖会就会上拍 等拍卖成功凭借此牌过来领取拍卖所得 灵雨点点头 离开了珍宝格 一个小时之后 灵雨有些愁眉苦脸地 离开了天商拍卖场 这三瓶单要拍卖所得 扣除税金和手续费之后 一共97679上元币 加上他身上的钱 距离100万还差2万多上元币 这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之前从没想过 会被区区2万块钱难住 灵雨无奈地耸了耸间 突然灵光一闪 想到了两个办法 第一个就是找人见 现在他认识的人之中 只有柳如梅和慕柔比较熟 那个王武可能算是半个 但是灵雨向来不喜欠人人情 区区2万多的上元币 还不至于让他去见 第二个方法就是去修士联盟大厅 领取修士津贴 修士联盟是千年以前 修炼者为了抵抗异兽入侵 而建立的同盟组织 发展到了今天 已经成为官方组织 其范围囊括了大大小小所有的据点基地 具备超级强大的统治力 为了刺激人们不断修炼变强 抵抗异兽保护家园 修士联盟针对修炼者 推出了丰厚的福利 凡是普通人觉醒 踏入萃体境界 就能够去修士联盟 领取相应的津贴 作为修炼资本 并且 每突破一个小境界都能够去领取 而且境界越高 奖励就越丰厚 比如萃体境界 每一个小境界突破之后 就能够领取100上元币 除此之外 每个月修炼者 也能够领取到相应的津贴 当然 这些每个月都有的津贴 自然是无法和 首次突破境界的时候 领取到的津贴 相提并论的 决定了 我这就去修士联盟 领取津贴 灵雨带上拍卖的钱 坐上灵力公交 往修士联盟大厦赶去 灵气复苏之后 科技术大都已经灭绝了 传统的汽车 已经完全消亡 取而代之的是 新型的交通工具 以灵气作为能源的 灵力汽车 只不过灵力汽车 非常的昂贵 而且运行和维护的成本 也非常高昂 一般的人 还真的买不起 就算拼尽全力买了一辆 后续的维护费用 也供应不起 至于抓一只易兽 当作骑 不好意思 那真的是痴心妄想 千百年来无数人尝试过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成功的人寥寥无几 因为易兽 本来就是灵气复苏的产物 是易世界的凶兽 造成当今世界科技文明 覆灭的最关键因素 人类和易兽 根本就是水火不容 想要驯服一只易兽 难如登天 半个小时之后 灵力公交抵达了 修士联盟大厦 这便是天一城的 修士联盟大厦吗 灵宇下了车 饶视他见多识广 也被眼前的建筑物震撼住了 这栋建筑物 如同黑色水晶一般的外观 非常的雄伟壮观 比灵宇印象之中的帝国大厦 还要高出数倍不止 占地面积更是大的霉边 看上去不像是一栋大厦 倒像是一座黑漆漆的飓风 修士联盟大厦 是修士联盟的基地 里面不仅有各种办事处 还有各种商铺 修炼室 炼工房等等 而灵宇此番要去的是 专门领取津贴的办事处 一边走 灵宇一边打量着建筑内的环境 就突出一个字 大 这个办事处 就在大厦的一楼 也叫做修士联盟大厅 面积非常的宽广 金碧辉煌 装饰繁多 就连地板都是玄境打磨而成 可谓是奢华至极 大厅之中人来人往 光是接待窗口 就有不下百个 这些接待窗口十分等级的 对应境界的修炼者 寻找对应的窗口办理业务 而更高等级的修炼者 拥有优先使用低级窗口的特权 在这个以武为尊 弱肉强食的时代 只要你够强大 规则就形同虚设 灵宇环是一周 发现炼灵和萃体境界的 接待窗口人数是最多的 每个窗口前面都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灵迈进的窗口 相对而言要少很多 但只是相对而言 估计灵宇现在去排队的话 轮到她的时候 也得一个小时之后了 唉 灵宇叹了口气 选了一个人数较少的队伍 开始耐心等待 等待的过程中发个呆 系统自动修炼 就开始疯狂地帮她增长实力 一个小时之后 终于轮到灵宇 你好 请将手放在这块检测精石上面 灵宇点点头 然后将手放在面前 如同一个鸵鸟蛋一般的透明石头上 灵气喷吐而出 透明石头瞬间亮起了蓝光 蓝得极为浓郁 甚至带着一丝丝的紫色 灵迈进石层 根据您的身份编码显示 您从未来修士联盟领取过津贴 已经累计了47,651枚上元币 请问要一次性全部领取吗 对 全部领取 好 请稍等 领完钱后 灵宇拿着钱就准备离开 第36章 狩猎场 走在路上 灵宇一边思考 怎么样才能使用这笔钱的时候 忽然 系统的声音出现在脑海中 宿主 系统可提供货币的免费储存 提现功能 还有这种好事 灵宇顿时目露惊喜之色 这样一来 他就不需要考虑 一直带着招摇的紫金卡到处跑了 还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紫金卡是灵家给他的储蓄卡 这张卡能够在任何一个地方 使用超过2000万额度的东西 但是 既然已经决定不依靠灵家 那再去使用这张卡 也说不过去 他又懒得去其他的银行开户 所以一直拿紫金卡 当作存钱卡再用 他心念一动 紫金卡中的钱顿时消失归零 而在系统的界面 多出了一个金币的符号后面 标注着102 4532 灵宇咧嘴一笑 将紫金卡收入储物戒指 系统给我升级 叮 消耗100万上元币 系统等级升至二级 自动修炼功能升至二级 自动修炼速度 变为基础速度的20倍 开放功能 储物空间二级 修炼速度提升到20倍之后 灵宇感觉四周的灵气 源源不断地涌入身体 他忍不住地张开双臂 满脸陶醉 修炼速度提升到20倍后 他已经不需要再可以去睡眠发呆 或者开小差 做其他跟修炼无关的事情 都能感觉到 系统源源不断地帮他自动修炼了 一天20小时不断地修炼 灵宇可以将提升至 灵迈进巅峰的时间缩短20倍 这感觉 简直不要太爽 玄机灵宇有些期待地问道 系统 按照这个速度下去的话 我还要多久才能够达到灵迈进巅峰 报告宿主 按照目前的速度 你只需要三天的时候 就能够达到灵迈进巅峰 三天吗 灵宇摸着下巴细细琢磨 三天之后 正好是三院连笔第二轮狩猎场开启之日 时间上倒还真的是巧 天翼城的周围有很多的山脉 这些山脉基本上被异兽所占领 但同样 这些山脉的外围 是人类修炼者的狩猎场所 一些猎魔人 就是每天进出这些山脉外围 寻找低阶异兽围杀过活的 而三院连笔的第二轮 便是在天翼城附近的一处狩猎地点进行 根据历年来的经验来看 这一次三院连笔的狩猎场 应该还是同一个 闲来无事 灵宇打算去踩一下点 带着轻松的心情 灵宇坐上了前往城门的灵力公交 乘坐这一趟公交的人 大多都是去天翼城外的狩猎场狩猎的 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身穿静装 全副武装 而且成群结队 看样子应该就是猎魔人小队了 普遍实力都在练灵境界 其中也有灵脉境界的猎魔人 但是不多 有的话也是一只猎魔人小队的队长 这些狩猎场被修士联盟 从低至高分为FSSS 他们要去的就是最边缘的F级狩猎场 里面的异兽最强大的 不过是二阶异兽 相当于人类练灵境巅峰的修为 只要是一只配合不算太差的猎魔人小队 即便没有灵脉境的修炼者领队 也能够轻松将一只练灵境的异兽给绞杀 细细观察了一阵子后 灵语收回了目光 对于这些猎魔人小队 他略有耳闻 灵家就有专门猎杀七阶异兽的猎魔人 每一个放在外界都是杀神一般的存在 大半个小时之后 灵气公交到达了终点站 此时车上的人已经少了一半 剩下的人基本上都是猎魔人小队的成员 下车之后 灵语看见了异常高大的壁垒 这壁垒高耸入云 一眼望不到尽头 甚至比之前看到的修士联盟大厦 都要高尚一些 看样子足有几千米之高 也不知是何人所建造 厚度也是非常惊人 完全就像是一座厚重的山脉 横跟在大地之上 将天翼城和外界分割开来 并且壁垒上还雕刻着大量的阵法 这些阵法不仅有增加壁垒防御的 还有攻击阵法 十分的惹眼 不过 从这个壁垒防御的程度 就能够推测出 外界的异兽究竟有多么强大 也无怪当初异兽降临的时候 整个蓝星几乎90%的国家 竞数灭亡 人口也锐减了十分之一的地步 跟着一行出城的人 林宇来到了一个大厅 整个大厅同样隶属于修士联盟 名为城门大厅 城门大厅 具备出售地图情报 回收异兽材料 天才地宝 售卖药品 武器和防具等功能 除此之外 城门大厅外的大街上 还摆满了私人摊位 售卖各种各样的物品 林宇来了兴趣 走在街上东看看西看看 卖地图了 卖地图了 一名练灵境界的中年男人 对林宇喊道 最新版的地图 前天才更新的 小伙子来一份啊 来一份吧 去城外的狩猎场需要地图 不然出了城 就两眼一抹黑 完全没办法 知道自己在哪里 嘿嘿 多谢会顾 五十上元币 中年男人递过来一张地图 脸都快笑到后脑勺了 五十 这不是拿他当成 唇唇大怨种来坑吗 他虽然不在乎这五十上元币 但是也不想被人平白无故地攒 十上元币 爱卖不卖 说着 就要往下 一个摊位走去 哎呀 小兄弟别走 中年男人笑容一僵 二十上元币 这是最低价格了 林宇停下脚步 扔出二十上元币 可以 但是我要打听 一件事情 中年男人连忙接过 喜笑颜开地说道 你说 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中年人将地图递给林宇 林宇接过地图 我问你 你知道附近最近的一级狩猎场 在哪里 最近的一级狩猎场 那我当然知道啊 中年男人面色一变 小伙子 你是头一次来这里吧 对 中年男人左右看了看 小伙子 看在你我有缘的份上 我劝告你一句 不要去那个一级狩猎场 那个地方最近很不太偏 林宇皱了皱眉 此话怎讲 你还不知道吗 那个狩猎场 最近出现了四阶翼兽 还团灭了几个猎魔人小队呢 第37章 独刺小队 听到中年男子这么说 林宇顿时觉得更加奇怪了 按理说 四阶翼兽 是不可能出现在壁垒之内的 四阶以上的翼兽 已经基本上被修饰联盟的修炼者 驱逐到了壁垒之外 还留在壁垒内的狩猎场的翼兽 最多也是三阶 难不成是最近突破的翼兽 中年男子继续说道 那个一级狩猎场 原本是一处非常好的狩猎地点 不仅资源丰富 而且低阶翼兽众多 非常受猎魔人小队的欢迎 但是这地方最近不知道怎么地 冒出来一大批的珍稀药材 所以 大批的猎魔人小队 闻风而至 就在这时 意外发生了 听说有六只猎魔人小队 遭遇了四阶翼兽 而且还不止一只 最后一个人都没逃出来 而且 这六只猎魔人小队的领队 还都是灵迈进五层以上的修炼者 即便如此 都无疑幸免于难 甚至连尸体都被啃食殆尽 则则 那叫一个惨药 后来这个一级狩猎场 就被修饰联盟的人关闭了 现在都还有人把守吗 所以啊 小伙子 你想要去那个地方 的话 还是趁早打消这个主意吧 这时中年男子 又有顾客上门做生意 于是便丢下淋雨 去招呼客人了 淋雨若有所思地皱起眉头 这件事情 透着一丝古怪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就算是留在壁垒之内的 异兽突破了 也不可能一下子就突破好几只啊 除非那个狩猎场 出现了能够让异兽 快速成长的天才地堡 联想到刚刚那个中年人说的 珍稀药草和修饰联盟 封闭那个狩猎场的举动 淋雨觉得这件事情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 某种不知名的天才地堡 所以导致一级狩猎场的一变 然后修饰联盟派人查探 之后马上就封锁了现场 还派人把手 就是不想让这个消息传播出去 不过 这天底下 能够想到这点的人可不会 只有他一个 只要听到一点风声 再稍微联想一下 就大概能够猜得出来 那么 为什么到现在天异城之内 都没有任何的消息呢 修饰联盟在神通广大 也不可能 这个传播面积这么广的消息 全部封锁住吧 这件事情一定有蹊跷 至少不会 像是这位中年男子 说得如此简单 淋雨离开了城门大厅 拿出地图细细观看 这个地图整体 被分成了白色 绿色 橙色 红色 紫色 黑色六种颜色 分别对应了天异城城区 F级狩猎场 E级狩猎场 D级狩猎场 和C级狩猎场 E兽的实力 也和修炼者的境界一一对应 F级狩猎场 只会出现 相当于脆体境界的 一阶翼兽 这种等级的翼兽 简直是多如牛毛 根本就杀不完 E级狩猎场 也只会出现 二阶翼兽 也就是相当于 练灵境界修炼者的实力 偶尔可能会出现 一两只三阶翼兽 但是几率很小 其上还有相当于 灵脉境的三阶翼兽 和单海境的四阶翼兽 据说以前在C级狩猎场中 还出现过一只 相当于人类神门 巅峰境界的准六阶翼兽 几乎将前去讨伐的 猎魔人小队 悉数消灭 至于B级狩猎场 和A级狩猎场 以及再高级的狩猎场 这个地图上 并没有做出标示 也不知道 是不在此处 还是说 目前还没人发现 就不得而知了 但灵语觉得 在网上的六阶七阶翼兽 是不可能出现在这个地方的 因为这种等级的 翼兽出现 便是灭顶之灾 方圆几千里之内 都不会有任何的人类存在的 传说在七阶之上 还有八阶翼兽王 和九阶的翼兽皇 那等存在 足以毁天灭地 不过除了人类阵营中 最强的几个人 没人能够有机会 接触到这种等级的翼兽 另外 翼兽一般都是在 对应级别的区域内活动 但是高等级的翼兽 会进入低等级翼兽区域的 可能性并不小 很多人都是因为 在低等级的狩猎场 遇到了远超对应等级的翼兽 而丧命的 在地图之中 整个天翼城 都被标注成了白色区域 证明整个城区 是绝对安全的 城外 围绕着壁垒的 一大圈都是绿色 其中又被分割 成为很多个不规则的区域 这些绿色区域 就是相对安全的 F级狩猎场 不管是历练也好 杀翼兽 取材料赚钱也罢 这些区域 都是最安全的 再靠近壁垒的一圈 就是橙色区域 这些区域 代表着危险度 更高的一级狩猎场 发生异变的区域 就在这里 而这个区域 同样被分割成了 很多个不同的小区域 每个小区域 都标示着这个区域内 存在的异兽种类 疾风魔狼区 就在这个一级狩猎场的区域中 也是历年来 三院连比第二轮狩猎场的地点 正当林语思考着 要不要去踩点的时候 忽然他的肩膀 被人轻轻拍了一下 林语转过头 目光微冷地 盯着面前之人 此人一脸落腮胡 模样憨厚 身材魁梧 看装扮 应该是一位猎魔人 您别生气 我是刚刚与您 一起坐车 来这里的猎魔人小队领队 我叫托比 托比憨厚地挠了挠头 我是看您 一个人过来城外 所以想问您 一下要不要 跟我们一起同行 互相之间也好 有个照应 价格吗 我只收您500上元币 您看如何 您放心 我们独自小队 做这一行 已经三年多了 保管您 去哪都能按安全权的 凌羽神色略微缓和 目光看着托比 笑了笑 原来是托比大叔 在下是想去狩猎区 采点草药 托比文言 连忙自荐起来 这您可遇对人了 我托比别的不敢说 那对于带路 打下手 负重 跑腿 我们独自小队 那可是一把好手 凌羽沉吟少许 点点头 好 你带着你的小队 跟我来吧 我们吃完饭就出城 好嘞 托比兴高采烈地转身离开 不一会儿就带来了三个人 三个男人 正确的来说 是两个男人 一个女人 其中一个女人是女扮男装的 凌羽因为有洞察之眼 所以一样就看出来了 这三人的实力都相差不远 都在练龄七八层徘徊 只有这个托比 是凌迈进二层的修炼者 这个独自小队 四个人分工极其明确 托比承担 吸引异兽注意力的工作 因为他的灵力属性 是图属性 防御力偏高 适合用来拉异兽的仇恨 剩下两个男人 一个年轻男子叫做巴迪斯 一头很漂亮的金发 相貌也不似华夏人 更像是上元时代的西方人 脸上还长着雀斑 笑起来很腼腆 巴迪斯在团队中的定位 是远程支援 因为他的攻击等级 是四人之中最高的 席德的灵迹 也是远距离攻击的 另外一个男人 稍微年长一些 看上去非常的稳重 叫做陆迪 在团队中担任的是坦克 他的任务 就是保护巴迪斯 不被异兽禁身 因为巴迪斯的防御等级几乎没有 所以很需要人保护 而陆迪 就是担任这样的角色 最后一个女扮男装的人 是一个年轻女子 模样很是清秀 不过留着一头短发 再加上女性特征也不明显 所以寻常人倒也看不出来 这名女子叫做连 在团队中的定位是收割者 她的武器是两把短刃 好像上面还脆毒了 托比拉仇恨 巴迪斯输出 陆迪保护后排 然后连收割异兽的生命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猎魔人 小队编制 配合好的话 就算是三阶异兽 都能够轻松地灭杀 简单地认识之后 凌鱼请四人 在最近的一家餐馆 吃了一顿丰盛的大餐 凌鱼点了满满一大桌 现在她也不怎么缺钱 点上一桌 也不过一百上元币而已 吃饱喝足之后 凌鱼开始说正事 第38章 遭遇异兽 凌鱼跟四人说了一番此行的目的 就是去疾风魔狼区 采集药草 一听这个名字 四人脸色齐齐一变 凌公子 你当真要去疾风魔狼区 那里现在可不太便 托比有些凝重地说道 没事 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 我们马上就走 小心一点 应该没什么问题 凌鱼想弄清楚那个区域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倒也不是 她闲着没事做 而是她 本就想要通过 与异兽的战斗增加经验 系统可以帮她自动修炼 自动炼药 但是系统自身的升级 还是需要她来的 提升系统经验的方法有很多 通过与击杀异兽获得经验 也是其中较为快速的方法 而且异兽的等级越高 增加的经验值就越多 所以她才想来狩猎区这边逛逛 顺便踩一下点的 正好三天后 就是三院连比的第二轮 地点就在疾风魔狼区 只不过 现在出了这档子事后 三院连比的地点肯定是要换了 但不管换到哪里都没区别 对于凌鱼来说 现在疾风魔狼区发生了什么事情 才更让她好奇 这 托比和其他三人对视一眼 最后试探性地问道 林公子 如果到时候真出了意外的话 我们也不能保证你的安全 这样也没问题吗 凌鱼点点头 你们放心 别看我这样 我还是有一点自保能力的 否则也不敢一个人来乘外 好 托比四人检查自己的装备 然后带着凌鱼向着疾风魔狼区行去 想要去疾风魔狼区的话 就要先穿过两个F级狩猎区 分别是铁甲犀牛区和地火蜥蜴区 这两种异兽 都是二阶异兽 不足为惧 在四人完美的配合之下 很快就通过了铁甲犀牛区 而且还收获了一枚二阶异合 和一堆异兽材料 可谓是收获颇风 四人的脸上也都露出了笑容 四人维持固定的阵型 将凌鱼和巴迪斯保护在中间位置 行走中 巴迪斯突然向凌鱼问道 林公子 你为什么一定要去疾风魔狼区呢 不远处的陆迪一听 顿时板着脸教训道 巴迪斯 不能打听别人的隐私 我就是好奇凌公子 为什么要一个人去疾风魔狼区 再说了你 不也很想知道吗 一直竖着耳朵在偷听 巴迪斯有些不服的争辩 托比顿时 哈哈大笑起来 林雨隔着 老远都能够听见他爽朗的笑声 林雨嘴角含笑地看着三人 那个女扮男装的家伙不在此处 应该是在暗中警戒 这样的小队气氛真的很好 看得出来 他们的感情很深 彼此之间就跟家人一样 没关系 很简单 因为我要采集的药草 只有疾风魔狼区才有啊 倒是你们是怎么走到一起 组成这个猎魔人小队的呢 巴迪斯恍然点头 随后有些害羞地笑了笑 我们都是无意中遇到的 最开始是托比找到了陆迪 当时陆迪还是街头的一个小混混呢 说完 还偷偷看了一眼陆迪 确认他没听到之后 这才继续说道 当时我在平民区艰难求生 是有一次陆迪路过平民区 看到我被人欺负 这才出手将我救下的 然后我们都觉醒了 踏上了修炼之路 至于连的话 是最后加入的 他是我们在狩猎场遇到的 当时他差点死在一只三阶异兽手里 我们救下了他 然后就稀里糊涂邀请他加入了 淋迪点点头 刚想说话没头 却是一皱 抬起头目光 看向右方的密林中 下一刻 一只庞大的三阶异兽 突然从繁密的树林之中 跳了出来 拦在几人的面前 直接就冲着 走在最前面的托比 一头撞去 三阶的铁甲犀牛 小心 托比 托比神色凝重 手上的顿剑横 在身前略微倾斜一个角度 然后庞大异兽的攻击 接踵而至 碰 一声巨大的声响 托比被直接撞飞了出去 不过好在 托比经验丰富 借用盾剑和角度 卸去了大部分的力量 这才安稳着地 这十连也从一旁的大树上跳下 四人对于战斗阵型 已经完全融入了骨子里 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的话语 直接就组成了战斗阵型 巴迪斯的脸上 也没有那般腼腆和羞涩 只有认真和严肃 他对着灵语说道 灵公子 你就跟我待在一起 陆迪会负责保护我们的 灵语看了一眼 那头三接异兽 犹豫了一瞬 便点头答应下来 好 那我们就来好好陪这头畜生玩了 陆迪将背上 巨大的盾牌取下 做出了防御姿态 笑着说道 小心一点吧 这头异兽 看上去很不一样 连沉声道 这还是灵语 第一次听见这个女人的声音 说不上好听 但是很明显 是故意压着嗓子说话的 一机位中 那头庞大异兽 顿时仰头怒吼 头上一根巨大的毒角 发出了浓郁的光芒 小心 托比低喝一声 手上顿剑高高举起 直接从其脚下浮现出 一阵阵的阴晕之色 随后向外扩散而去 愿灵哀嚎 这阵阴晕之气 扩散出去的瞬间 那头三接异兽 顿时将星红的目光 看向了托比 然后头上的 毒角光芒一闪 托比脚下的土地 直接就开了一个口子 一根根的尖刺 从地下伸出 托比跳到树上躲过 然后再次高高跃起 手中的顿剑 狠狠朝着异兽的头颅砸去 趁着托比吸引住异兽的注意力 巴迪斯从背后取下魔法杖 口中开始吟唱咒语 炽烈之火 在咒语完成的一瞬间 异兽的头顶突然出现 一道火柱从天而降 直接将异兽 整个庞大的身躯 笼罩在其中 火光漫天之中 异兽发出了凄厉的嘶吼 干得好 巴迪斯 托比大声称赞了一句 原本以为战斗 已经进入尾声的几人 顿时松了口气 但是凌羽却是在此时 出声提醒到 托比大叔 小心脚下 凌羽一提醒 托比连忙 跳起重新回到 旁边一棵大树之上 在他离开地面的一瞬间 一根巨大的尖刺 从他原本站立的地方 猛地刺出 而在火柱之中的那头异兽 发出一声刺耳的嘶鸣之后 竟是直接撕开了火柱 冲了出来 但其身上已经是伤痕累累 显然刚刚巴迪斯的攻击 对他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异兽巨大的眼睛猛地看向 对自己造成伤害的来源 不管不顾地 直接一头冲向巴迪斯 第39章 一变 健壮 一直处于防御姿态的陆迪 将手中巨大的盾牌 猛地往地上一砸 顿时一个白色的保护罩 就将凌羽巴迪斯 已经陆迪三人笼罩在其中 光盾 异兽冲来 顿时仿佛撞在了一道坚硬的铁墙之上 三人周围的土地都碎裂了一大片 陆迪闷哼一声 承受了异兽撞击的距离 但是异兽也同样被自己庞大的力量反振 直接口鼻一血倒飞了出去 最后在其落地的一瞬间 一道黑影从旁边掠出 直接在其喉咙处一闪而过 带着一抹血色离开 那头三接异兽 最后只能是发出一声嘶鸣之后 渐渐没了声息 四人重重地呼了口气 即便是配合完美的他们 对付起一只三接异兽 都不是一件太过于轻松的事情 托比和连开始打扫战场 收集异兽材料 陆迪仍然守护在凌羽和巴迪斯的身旁 以防万一有其他的异兽突然闯出来 看得出来 这是一只非常有经验的猎魔人小队 他们甚至在这样危险的环境中 一旦松懈 就可能是致命的 所以不管何时 四个人之中 都一定会有人专门负责警戒 很快 战利品收集完了 这一次很可惜 没有在这头异兽体内发现异合 否则的话就赚翻了 一枚三接异合 至少可以卖到一万上元币呢 抵得上他们两三个月的收入了 四人收拾东西 整顿了一下后 就准备再次出发 灵羽则是一直盯着后方的一个方向 眼底渐渐浮现出一丝冷意 灵公子 我们可以出发了 来了 灵羽收回目光 重新回到了巴迪斯身边 五人慢慢地消失在了此处 就在几人离开后 两道人影从后方的密林中走出 两人都穿着统一的服饰 胸口还带着一个 印着狼头的血色徽章 其中一个人有些好奇的道 刚刚那个小子 是不是发现我们了 不可能 他们这群人实力最高的 是那个拿着钝剑的大胡子 看他们的样子 那个小子是他们的雇主 如果能够发现 我们的话 还用得着雇佣这么一个猎魔人小队吗 我们故意 将异兽引来这边 也没有阻拦他们 看起来 他们是要去疾风魔狼区 既然如此 那就都杀了吧 然后再伪装成异兽所为 放心 这种事情 我们都干了多少次了 我可是行家 灵羽一边走一边在内心沉吟 巴迪斯也许是以为灵羽有心事 所以也没有说话 天色渐晚 繁密的树林挡住了大半的阳光 夜晚在狩猎场中赶路 可是非常愚蠢的行为 所以 众人找了一个较为开阔的地方 搭了几个帐篷 然后在周围撒上了一些红色的药粉 灵羽虽然不知道那些药粉是什么 但是想必是一些驱除异兽的药粉 夜晚的狩猎场 是异兽活动最活跃的时候 不光需要轮流守夜 还需要在营地附近 撒上一些药粉 防止异兽靠近 灵羽问了一下 才知道 那些药粉是他们花大价钱 买的四接异兽的粪便 四接异兽的气 未可以让周围的低等级异兽 都不敢靠近 灵公子想去采集的药草是什么 众人围坐在火堆旁 巴迪斯向着灵羽问道 灵羽随口说了一个药材名搪塞过去 问道 你们的小队名 为什么叫做毒刺啊 托比挠了挠头笑着说道 这个名字的由来 还得从 哎呀 这个由来是因为我们的小队 想要做一根刺入异兽体内的剧毒之刺 所以才叫这个名字的 一旁的巴迪斯脸 一下子就变红了 急忙地打断了托比的话解释道 难道不是因为你之前在毒风区的时候 不小心惹了一大群的毒风 害得我们差点团灭 所以才取这个名字警醒的吗 陆迪一边啃着手中的面包 一边淡淡地说道 陆迪 巴迪斯痛苦地抱着头扯着头发 你就不能在其他人面前 给我留点面子吗 沉默寡言的连 吃完手中的干粮后 站起身 说了一句 我去职业 就跳上了不远处的一棵巨树上 连就是这个古怪的性子 林公子别介意 林语摇摇头 这四个人虽然各有特点 实力境界也不相同 但是却能够结成身后的友谊 当真是不容易 有的时候 林语都觉得 这种友谊太过于质朴 离自己很遥远的样子 所以现在有机会接触到这种友谊 他觉得有些温馨 一夜无画 天色刚蒙蒙亮 林语就从帐篷中醒来了 不过却没有打扰其他人 竟悄悄地离开了营地 并且给四人留了一封信 信上告知了 昨天的事情并不是一个意外 而是有人故意为之 前方的疾风魔狼区 可能会有危险 林语让他们赶紧离开 还在信封的上面 留下了一千上元币 一边跟着地图 往疾风魔狼区前行 林语一边沉思 昨天的事情 让他更加觉得 此事处处透着诡异 为了查清楚事情的真相 林语打算一个人 独自前往疾风魔狼区 虽然这样说 对托比四人有些不好 但是他们 的确会成为林语的累赘 还不如林语一个人 行动来的方便 为了不影响他的行动 也为了不连累他们 林语选择了独自离开 走着走着 林语突然停了下来 阁下跟着我这么久了 是想跟在下说些什么吗 林语将地图收入 系统空间中 冷冷地看向 侧后方的阴影触道 啪啪啪 一阵鼓掌的声音响起 从林语目光所看的地方 走出来一个人 此人相貌丑陋 留着光头 眼角到下颚 有一道长长的伤疤 乍一看上去 如同恶鬼般恐怖 穿着一身兽皮铠甲 胸口上还带着一个 印着狼头的血色徽章 我很好奇啊 你是如何发现我的 林语淡默地看了一眼此人 一个死人 不需要知道这么多 好大的口气 就凭你林迈进二层的实力 也敢如此大放厥词 光头男子 宁笑着往林语冲去 谁跟你说 我是林迈进二层了 林语身上的气势 一瞬间爆发 只不过并没有爆发出全部实力 而是爆出了林迈进五层的实力 林迈进五层 光头男子惊讶地轻易一声 但是玄机宁笑更深 区区林迈进五层也敢嚣张 下辈子擦亮眼 不要在一个林迈进八层的人面前装 给我上 不用留活口 话音刚落 从林语四周的密林中 冲出几名身穿同样服饰的小喽啰 朝着林语冲上而来 第四十章 惨死 林语冷笑 手中光芒一闪 出现一把长剑 刹那间 双方短兵相接 给我死 林语横展 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招式 不 两个灵迈进一层的人 眼看闪烁着寒光的长肩越来越近 瞳孔骤然缩小成了针孔般大小 但是林语的斩机速度太快了 他们根本没有任何躲闪的时间 不 见光如影 两人顿时伸手易出 鲜血狂喷 而林语这一刀 依旧于是未消 狠狠地斩在了袭来的光头男子 还手刀上 定 一阵金属震动的声音响彻密铃 光头男子的还手刀 化作一条细线飞上天空 去死 另外一个林迈进五层的人 趁此机会猛地砍向林语的脖梗 你们不会以为我 只会用剑吧 林语冷笑一声 手掌一挥 一道青色火焰直接飞出 顿时扑过来的人 化作一个火人 很快就被焚烧成了灰烬 这 这是什么火焰 要你命的火焰 最后的一名林迈进二层的人 见识不妙 还在犹豫的时候 被光头男子一把抓住 然后扔向了林语 自己则是毫不犹豫 转身就跑 林语随手丢出一道火焰 将被光头男子扔过来的人 烧成灰烬 然后身形一动追了上去 以他现在的速度和爆发力 光头男子只不过是灵脉进八层 如何能跑得过林语 不过几秒钟就被林语追上 一剑就将他钉在了地上 啊 腹腔被穿透 光头男子发出无比凄厉的惨叫 腹部的鲜血如同泉涌一般喷出 你想怎么死 林语面带微笑 缓缓走到不断哀嚎的光头男子身边 不要杀我 求求你 饶我一命 只要您饶了我 我什么都答应您 求求您了 求您大发慈悲 我上有九十岁老母 下有三岁孩童 全指着养活 光头男子此刻才终于确信 面前的这个年轻男子 绝不是表面上的灵脉进五层 这般将他顺秒的实力 说是单海进 他都相信 他看着居高临下 嘴角还挂着微笑的淋雨 惨白的脸色 一下子就变得更白了 全身都在颤抖 你这样子 也不过三十出头 你老母挺厉害啊 六七十岁的年龄 才把你生出来 而且全指望你做这种 见不得人的够当养活是吧 淋雨微笑不变 手腕翻转 燃血的长剑 如同雷光一般斩下 不 光头男子声泪俱下 发出临死之前的惨叫 然而淋雨却丝毫没有犹豫 瞬间他便伸手一出 刷 淋雨渐身一阵 弹去上面鲜血 然后将其收入系统空间中 然后将光头男子的 储物戒指拿了下来 简单地扫了一眼 就丢进了系统空间中 这个光头男子只不过是 灵迈进八层 竟然如此富有 平日里肯定是没有少干 打架结设的够当 淋雨刚响一把火烧掉 光头男子的尸体 在其怀中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嗯 他拿过来一看 上面显示着血狼猎魔团 按下接听键后 一道尖细的男子声音传出 老大 你那边怎么样 这四个人我已经解决掉了 碰 淋雨神色阴沉无比地 直接捏爆了手机 然后飞快地朝着 来时的方向跑去 对方口中说的四个人 很显然就是托比他们四个 想不到自己已经意识到 可能会连累他们 所以与他们分别 还是迟了一步 该死的 淋雨飞快地在一棵棵巨树上穿梭 将速度开展到了极致 不到半小时 便重新回到了昨夜和托比 他们分别的地方 只不过眼前所见 却让他的脸色 彻彻底底地平静下来 但是眼底却爆发出了 令人胆寒的杀机 原本宁静的营地 此刻已经是一片狼藉 十多个穿着跟光头男子一样的人 早已没有了生息躺在地上 再远一点的地方 是浑身被砍得残破不堪的陆迪 他手中的巨盾破碎了一地 早已经失去了生机 在离陆迪不远的地方 是同样惨死的巴迪斯 巴迪斯的眼睛被人挖了出来 双手双脚也被砍掉埋在了土里 目光空洞地看着陆迪这边 更远一点的地方 是胸前出现一个大洞的托比 从其脸上绝望的神色来看 是遭遇了一个远超他境界的敌人 一击毙命的 林语抿着嘴继续寻找 四人中最后一个人 也是唯一一位女子 莲 最后在一旁的草丛中 发现了赤身裹体的莲 看其身上的伤痕 生前应该遭遇了非人的折磨 与其他三人不同的是 莲是自己自杀的 在其脸上 血水和泪水混合在一起 眼神中充满了绝望 林语沉默着 从系统空间中 取出一套干净的衣服 披在了她的身上 然后缓缓将她的眼睛闭上 我稍微有点生气了 林语抬起头时 眼中是无尽的寒芒和杀鸡 她将四人的尸体埋葬在一起后 来到了剩下的十几个 血狼猎魔团成员的旁边 发现这些人身上的东西 除了衣服之外 都被收走了 而且 这些人在离开的时候 还特意掩盖了痕迹 看样子做这种事情 已经非常有经验了 就在林语准备在附近搜查一下 还有没有残留的痕迹 能够找到这些人的踪迹时 她突然想到什么 匆匆来到刚刚找到林的草丛附近 在草丛中摸索着什么 最后在地上发现了一个箭头的标志 指向一个方向 林小姐 你放心吧 你们的仇我一定会帮你们报的 你们是因我而死 我会让杀你们的人 一个不留地下去 给你们赎罪的 林语向着这个箭头所指的方向 身影如电 急速而去 一个小时后 不远处出现了一片黑红色的荆棘领 林语蹲下查看 发现地上虽然有被掩盖的痕迹 但是依稀可以看见脚印 而且是刚刚留下不久 脚印下面的泥土 还非常的潮湿松软 他渐渐放缓了脚步 尽量躲在阴影之中前行 前方这片荆棘岭 很有可能就是那个什么 血狼猎魔团的老巢 虽然他自信 但是也没有到愚蠢的地步 能够用最小的代价达到目的 当然是最好 就算前方有暗哨 也只是一些实力低微的家伙 小心翼翼的前行中 林语慢慢地往前面走去 但很快 林语就发现了不对 停下了脚步 怎么一个人影都没有 而且 此处已经靠近一级狩猎场的区域 怎么一只异兽也没有出现过 难道这个血狼猎魔团的据点 不在这里 林语眉头紧紧皱着 先观察一下再说 林语迈开步子 轻盈地在阴影之中跳跃闪烁 终于在十分钟之后 前方出现了一个高高的剑塔 剑塔上站着一名 正在打短的练灵镜修炼者 衣着服饰跟之前那群人一样 胸前也是佩戴着一个血色狼头徽章 林语眯了眯眼睛 杀鸡四翼 手掌一番 一把精巧的匕首出现在其手中 朝着剑塔摸了过去 而此时 那名练灵镜的修炼者 仍然靠着栏杆 丝毫没有意识到 死亡即将来临 第41章 血狼猎魔团 啊 他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 然后拿出手表看了一眼时间 忽然精神一震 还有十分钟就换班 到时候好好去爽一下 一想起据点里面那些任由他们百不屑欲的普通女人 他就有些浑身燥热 但就在这时 他忽然发现脖子上多出了一截闪烁着寒光的匕首 同时 一股刺骨的寒冷从背后传来 刹那间 他浑身所有的寒毛几乎都树立了起来 小腹中的那团 燥热在死亡的阴影中顿时被湮灭 跪下 想活命就别出声 林语寒冷彻骨的声音从其身后响起 他颤颤巍巍地跪下 别说出声了 连跪下都不敢发出声音来 生怕惹怒了这位大哥 直接给他抹驳了 大哥 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 别动手 你们这个据点有多少人 刚刚是不是有一群人刚刚回来 我们血狼练魔团一共有二百多名成员 一共分成了十个小队 我们这个据点是由罗队长率领的 但是刚刚蔡副队长带着人回来说 罗队长失踪了 然后就离开了 此人哭丧着脸 小声道 大哥 我们无冤无仇 犯不着动刀动枪的 您先把刀放下好不好 凌羽不知可否再次出声 你们这个据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你你怎么知道 此人一惊 他们据点发生的事情 根本就没有泄露出去 毕竟那可是关系到一株宝药 果然 说说看是什么事情 此人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 试探性地问道 我说了 你会饶我一命吗 你只需要知道 你不说的话 下一秒你就会死 凌羽冰冷的声音在其耳边响起 凌羽匕手轻轻一压 此人脖子上的血线顿时裂开 一丝丝的鲜血渗了出来 别别别 大哥 我说 此人都快被吓得尿裤子了 连忙颤颤巍巍地说道 我们发现了疾风魔狼区的一个地方 出现了一株阴阳龙悬草 但是附近有一只四街以上的变异疾风魔狼守护 所以我们老大就想封锁消息 将靠近此处的人全部伪装成异兽袭击 全部杀死了 说完 此人一脸的绝望 他知道泄密的事情 一旦被其他人知道 等待他的将无尽地哭醒 阴阳龙悬草 灵语双眼一亮 你确定吗 那可是能够炼制七阶丹药的药材 怎么会在这里出现 丹药的等级越高 其价值就会呈现几何倍数的增长 就算是品质最差的七阶丹药的价值 也远远超过了5000万上元币 而作为七阶大多数丹药都能够用到的 阴阳龙悬草 价值至少也是七阶丹药的一半 那就是 整整2500万左右的上元币 这对于现在急需前的灵语来说 简直具有无与伦比的诱惑力 那猪药草的位置在哪里 就在据点正南方的半月山谷中 过去大概需要半个小时 我知道的全部告诉你了 你放过我吧 灵语点点头 然后直接在其脖子上狠狠一滑 鲜血喷涌而出 从始至终 灵语就没打算放过这个血狼猎魔团的任何人 他需要给托比四人一个交代 而且 他们是因自己而死的 于情与理都要给他们报仇 至于血狼猎魔团的其他人 究竟是不是无辜的 他不想管 灵语本就不是一个心地善良之人 他做事讲究问心无愧 此时血狼猎魔团主动招惹他在先 虐杀托比四人在后 不管怎样 灵语都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他继续往血狼猎魔团的据点 飞速赶去 现在血狼猎魔团据点老巢空虚 正是抄家的好机会 要知道 据点和据点之间经常互相交易 也经常收购散人手中的宝贵材料 储备的金钱绝对不在少数 根据刚刚那个放哨的人提供的线索 来到了血狼猎魔团据点的中心区域 这个据点并没有修建什么坚硬的防御工事 因为几乎每隔十年左右都会有异兽受潮 到时候 这些在天异城外面的据点 即便再坚固都形同虚设 直接会被异兽摧毁 所以 大多数的猎魔团据点 都是用巨大而又光滑的木头 并排树立捆绑 形成一座简陋的城墙 顺着城墙 在洞察之眼的帮助下 灵语发现了一个地下暗道 他打开地下暗道的入口 小心谨慎地钻了进去 暗道之中 漆黑而又潮湿 但灵语保持洞察之眼 一直处于开启的状态 倒是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在他眼中 暗道中与白昼没有多少分别 小心地走过暗道 期间并没有碰到什么危险 但即将抵达出口的时候 灵语听到了一阵动静 暗道还有人看守 灵语略意沉吟 放慢脚步来到出口 发现那个看守者 就在自己头顶的位置 灵迈进一层竟然用来看守暗道 果真是大手笔 灵语扫了一眼看守者 直接就冲了出去 谁 看守者后露出警惕 但是没等他看清来者和人 就感觉脖子一凉 随后就眼前一黑 倒在了地上 下一个 缓缓放倒看守者的尸体后 灵语继续向前走去 很快 灵语就找到了剩下的几个看守者 将这些灵迈进一二层的乌合之众 尽数杀死 渐渐的 灵语竟然在这个据点内 找不到任何的血狼猎魔团成员了 这就被我杀完了 不应该人这么少啊 灵语皱着眉头 露出一丝恶然 但就在这时 一阵阵奇怪的声音传了过来 女人 还不止一个 陈寅少许 灵语朝着声音 传来的方向摸去 半路上杀掉一个巡逻的 血狼猎魔团成员后 灵语来到了一座房子面前 那些女人的声音 就是从这里面传出来的 即便没有亲眼看到 光是听声音 就能够知道 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隔着老远就能够感受到 淫迷的气息 不用想 这里面肯定管着许多 专门给血狼猎魔团成员 谢语的女人 灵语冷笑一声 直接踹开了紧闭的大门 卧槽 草泥马的 谁这么糊 不知道大爷在忙着干正事呢 草 老子都被吓软了 眼前出现一幕 不堪入目的场景 三个赤身大汉 正各自压在一名 年轻女子的身上 旁边的角落中 还有七八个 同样赤身的女子 只不过 这些女人的眼中 已经完全失去了色彩 只剩下麻木和绝望 这三人为首的 是一个闻着大花壁的大汉 实力达到了灵脉镜十层 其余的两个 则是灵脉镜六层 其中一个灵脉镜六层的声音 她记得 就是之前杀光头男子时 她的手机中传来的声音 真不好意思 打扰三位了 我想跟三位借一样东西 不知可否 林语冷冷地盯着三人 嘴角露出一丝笑容说道 你是谁 他不是我们的人 快说 你到底是谁 怎么进来的 我们的人呢 三人心生不妙 赶紧将身下的女人推开 无比警惕地看向林语 你们的人 哦 你们说的应该是那些人吧 他们好像都被我杀了 至于我是谁 林语脸上露出一丝冷笑 你们还没有资格知道 说完 林语直接冲出 身上的气势暴露无遗 手掌一翻 长剑出现在手中 脚下一点猛地冲了出去 这股气势 你是灵脉镜巅峰 三打一还怕什么 只要拖到大队长回来 此人就算是单海静 都插翅南飞 为首的花壁大汉 不屑地冷笑一声 拿起放在一旁的大刀 就对着林语冲去 眼看着三个赤身大汉 甩着鸟向着自己冲来 林语皱着眉头 露出深深的厌恶 就在这时 花壁大汉的大刀已经当头砍了下来 哈哈 去死吧 剩下的两个人同样拿着弯刀 满脸残忍地砍向林语的要害处 第四十二章 报仇 就在这时 林语身上突然冒出了一股青色的火焰 火焰的温度之高 他们三人还未靠近 就觉得皮肤瞬间被灼伤了 这是什么火焰 三人只来得及闪过一个念头 林语手中的长剑后 发先制斩在了花壁大汉的大刀上 当 无形距离如同泰山一般压下 大刀瞬间被绷出了一个大口子 而花壁大汉承受不住这股距离 虎口崩裂 鲜血直流 整个身体直接就到飞了出去 重重地跌倒在地上 林语做完这些 看都不看花壁大汉 身形往前一扑 常见所化的剑光 如同闪电一般 斩向剩下两人下身 那两人眼中的凶残之色 顿时凝固 两张凶神恶煞的脸 渐渐被痛苦之色覆盖 最后 整张脸都扭曲在了一起 啊 我的鸟 好痛 好痛啊 二人痛苦得如同瞎子一般 蜷缩在地上不断地翻滚 哀嚎 在房间角落中的女人们 原本绝望麻木的眼神 渐渐有了一丝光亮 这几个穷凶极恶 跟恶魔一样 摧毁了他们人生的畜生 终于遇到了 可以审判他们的人了吗 恐惧 震惊 疑惑 喜悦各种各样的情绪交织在一起 这些女人们 居然都不知道该做出什么样的表情 他们就这么看着凌羽 身体因为激动 而不停地颤抖绷紧起来 郭躁 凌羽直接扔出一道青色火焰 将一人烧成灰烬 那名蔡姓副队长 他则是 没有将其马上杀死 他走到蔡姓男子身前 嘴角露出一丝残忍的笑容 你知道我 为什么不杀你吗 此时 蔡姓男子 已经痛得神志不清了 但是看着凌羽嘴角的笑容 就感觉看到了世间最恐怖的东西一般 挣扎着向后爬去 凌羽一剑 直接将其钉在了地上 啊 蔡姓男子疯狂地惨叫 声音让人为之胆寒 但是凌羽却不为所动 自顾自地说道 因为 我要你用最痛苦的方式死去 凌羽蹲在蔡姓男子面前 手掌一翻 一柄小巧的匕首出现在手中 这把匕首是连的武器 刀刃上面都是刀刺 非常适合用来切肉 你知道吗 在上元时代的时候 有一种刑法叫做凌池 就是把你身上的肉 一片一片地刮下来 你可以感受到痛苦 但是却死不掉 凌羽将匕首轻轻地 放在了蔡姓男子的脸上 放过 放过 求 求你 蔡姓男子口中不停地冒出鲜血 一边求饶 那你怎么不放过 刚刚惨死在你们手中的 那个猎魔人小队的人 你倒是给我说说 说到这里 凌羽手腕一转 蔡姓男子的双眼 就被匕首挑了出来 啊 凌羽听得嫌烦 直接就丢了一道火焰 将其口腔内所有的东西 全部焚烧 这一下 蔡姓男子连惨叫都发不出来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凌羽 将她身上的肉 一片片地切了下来 十分钟后 蔡姓男子才痛苦地死去 她是被活活疼死的 凌羽站起身 目光看向已经吓傻了的 花壁大汉 这花壁大汉自问自己 也是一个穷凶极恶之人 但是跟凌羽比起来 她觉得自己 就跟天使一样 纯洁善良 从没有想过 一个看上去如此年轻的人 手段竟是如此的毒辣 看着向自己走来的凌羽 花壁大汉终于慌了 你想干什么 你敢杀我们血狼练魔团的人 等大队长回来 你就死定了 凌羽淡默地看着花壁大汉 脚步不停 就像是羊角锤一般 一下又一下狠狠地 砸在了花壁大汉的心脏上 放心 你不会死得那么惨的 凌羽一边说着 一边抬起手中的长剑 剑刃上的寒光流转不定 犹如责人而逝的毒蛇 等等等 花壁大汉惊恐无比 玄琪说道 这个据点之中 有很多的钱和资源 我可以带你去拿 都给你 在血狼练魔团 每天都是逍遥自在 为所欲为 他怎么舍得就这么死去 哦 恭喜你 你成功地获得了活下去的机会 说吧 花壁大汉还想拖延时间 但是一看到凌羽眼中的寒光 顿时打了一个寒战 我说我说 据点之中的钱 都在大队长的 花壁大汉 害怕凌羽不相信 飞快地说出了一切 原来这据点的财政大权 都掌握在那个大队长的手中 前锁在他房间的 巨型保险柜里面 凌羽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我不太确定 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所以 所以什么 花壁大汉急切地问道 凌羽并未回答 只是淡淡一笑 然后挥箭一盏 啊 花壁大汉只觉得双腿一凉 一股剧痛 瞬间席卷全身 令他痛得几乎晕厥 所以我只能先将你的腿砍掉 防止你逃跑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那么我会回来 亲手给你一个痛快 如果你说谎了 说到这里 凌羽看向角落中的那些女人 如果五分钟之后 我没有回来的话 他就交给你们处置了 我想 你们对他 应该也有很多话要说吧 不 花壁大汉 瞬间就打了一个机灵 发出凄厉的惨叫 你答应了 要饶我一命的 我是答应了 但是他们可没说 要饶你一命 凌羽耸耸耸肩 然后对着角落中的女人们说道 如果你们 连报仇的勇气都没有了 那么我觉得 你们已经丧失了 作为人最基本的东西了 那不如我来帮你们解脱 受尽凌辱的女人们 害怕得瑟瑟发抖 随后想起 自己被这群恶魔毁掉的人生 心中的恨意 如同海浪般 将恐惧覆盖 我 我来 终于 一名女人颤颤巍巍巍地站了起来 她全身都在发抖 但眼中的仇恨和杀意 却无论如何 都无法掩盖 我也来 第二名女人也站了起来 紧接着是第三名 最后全部的女人都站了起来 她们从地上捡起 曾经用来玩弄她们的绳索 铁链将花壁大汉捆绑得结结实实 看到这里 凌羽便离开了这间 充斥着绝望和血腥味道的房间 里面音乐传来花壁大汉杀猪一般的惨叫 凌羽置若罔闻 往大汉所说的位置走去 这个据点不算大 几分钟后 凌羽抵达了目的地 大队长的居所大门紧闭 但这根本拦不住凌羽 她直接丢出一道火焰 就将大门烧出了一个大洞 然后钻了进去 谁 居所内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 紧接着 一个蓝衣女人 出现在凌羽的视野之中 这女人也是一个修炼者 容貌娇好 脸上有些淤青 看向浑身被青色火焰覆盖的凌羽 眼神中满是惊恐 当她看见 来人并非是血狼猎魔团的人时 眼底顿时闪过一丝希望 你也是被抓来的女人 凌羽看着眼前的蓝衣女人 淡淡地说道 女子激动不已 请问 请问你是谁 怎么进来的 能不能带我离开这里 不用担心 已经没有危险了 你知道一个保险柜吗 就是这个据点的大队长 存在前的地方 凌羽环顾四周 然后说道 知道 我还知道保险柜的密码 她喝醉酒之后 无意中说过 蓝衣女子看见有希望能够离开 顿时喜极而泣 一边哭一边笑着说道 是吗 那再好不过了 带我去吧 第43章 一触即发 凌羽也是惊喜不已 这个时代的保险柜 她还没有碰到过 根本就没有打开的把握 有人能够知道密码的话 就能够省去很多事了 保险柜在这里 密码是 蓝衣女子一边说着 一边转身带路 速度飞快 她带着淋雨 穿过了几个暗门 然后面前 出现了一个 耿衣柜一般大小的 机械密码保险柜 一看就非常的沉重牢固 虽然清联地心火 应该也可以强行打开 但是 如果没有控制好的话 将里面的钱也一并焚毁了 就有些可惜了 输入密码后 保险柜的柜门 在一阵金属撞击声中打开 里面顿时冒出一阵金光 站在一旁的蓝衣女子 也是看直了眼睛 这么多的钱 简直超乎了她的想象 这至少有一百万吧 蓝衣女子难难道 淋雨倒是没有太大的反应 再多的钱她都见过 所以 只是微微一愣 就挥手间这些钱 全部收入了系统中 一边的蓝衣女子 看着这么多的钱 一下子全部消失 顿时震惊地瞠目结舌 能够凭空收起物品 那就代表着 拥有空间戒指 空间戒指 那可不是一般人 能够拥有的呀 想到这里 蓝衣女子看向淋雨的目光 顿时变得无比的敬畏 淋雨转头一看 摆了摆手 别看了 走吧 说完 淋雨扭头离开 蓝衣女子回过神来 连忙跟上 很快 淋雨就将蓝衣女子 带到了之前的房间外面 这个房间里面 有几个跟你同样遭遇的女人 但是你比她们要好上许多 淋雨指着房屋大门说道 你是一个修炼者 虽然境界不高 但好歹是个练琳三层的 便带着她们离开这个地方吧 我会告诉你 如何离开 那 那你呢 不和我们一起吗 蓝衣女子还指望 淋雨能够保护她呢 此时听见淋雨不跟她们一起 顿时就急了 我还重要的事情要做 快走吧 等那个大队长 回来的话 你们想走都走不了了 淋雨将刚刚自己来这里的路线 和暗道画下来 丢给了蓝衣女子 然后转身就走 她可没兴趣 当一个女人的护花使者 更别说这个女人 还是萍水相逢了 蓝衣女子看着淋雨决绝的背影 只能叹了口气 打消了心中的念头 旋即 她来到大门前 准备看看这些女人 究竟是什么样子 嘎吱 大门打开 啊 里面的景象 让蓝衣女子 发出一声惊恐的惨叫 门口有三具破破烂烂的尸体 和八个如同恶鬼一般的女人 场面无比的血腥 简直如同修罗地狱 淋雨将地图交给蓝衣女子后 并未离开据点 这个据点之中 大部分的高手 都去狩猎四阶变异疾风魔狼了 四阶的变异疾风魔狼 肯定是狼王 这头狼王的身边 一定环绕着数十 甚至上百匹低级疾风魔狼 血狼猎魔团的人 要将其猎杀 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即便血狼猎魔团的人 准备得再充分 人数再多 战斗结束后 肯定是疲惫不堪 那个时候 就是他出手的好机会 而血狼猎魔团等人算上赶路 整顿 探索 战斗 回城的时间 应该还需要半天的时间 因此 淋雨打算 先将这个据点搜刮赶紧 然后做好准备等那些人过来 反正 现在有系统空间在 将整个据点搜刮干净 也不费事 二十分钟之后 淋雨将整个据点搜刮一空 又得到了不少的药材 和特殊金属 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的异兽材料 矿石等物品 这些东西 淋雨只是看了一眼 就将其扔在了系统空间的角落 收获颇风 收获颇风 淋雨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如此一来 未来的一段时间 都不需要为了资源和钱发愁了 搜刮完后 淋雨又回到了大队长的房间 保险柜中的钱虽然拿完了 但是里面是血狼猎魔团的公款 大队长的私人收藏 可还没有搜刮呢 一番搜刮之后 淋雨又获得了两万多的上元币 而且 这还不时最让淋雨兴奋的 等到时候 将血狼猎魔团的人全部杀死后 还能够得到那株阴阳龙悬草 这个时候 要抓紧时间恢复灵力才行 将自身的状态 调整到最佳的状态 这个时候 系统的提示出现在脑海中 检测到宿主状态调整 开始自动调整 补充灵力 补充体力 同一时间 据点的正南方 半月山谷之外 七八十名血狼猎魔团的成员 整装待发 这些人之中为首的 正是大队长血狼 进阶在早些年的时候 已经达到了灵脉镜巅峰 前不久的时候 刚刚突破到了丹海镜 除了血狼之外 灵脉镜九层的高手 余下的人 也基本上都是 练灵和灵脉镜界的人 战术都记住了吧 我们走 围首的大队长赤着上身 胸口和背后 都闻着一只血色狼头 模样和形状 正是血狼猎魔团 徽章上的狼头 他腰胯虎口长刀 大手一挥 就往半月山谷中走去 其余人纷纷紧随其后 做好了战斗准备 很快 半月山谷之中 传来一声愤怒的狼笑 显然 血狼猎魔团的众人被发现了 第一声狼笑之后 山谷之中 就接连不断地传来狼笑 甚至半月山谷的四周 也传来了狼笑声 快 杀进去 一个灵脉镜九层大鹤一声 猛地向前冲去 其余人也呼啦啦地亮出武器 蜂拥而上 山谷之中的疾风魔狼 见到血狼猎魔团众人 也全都双目血红地冲杀上来 刹那间 双方短兵相接 狼笑 怒吼 挥砍 贺骂之声连绵不绝 两个小时之后 战斗结束 另一边的灵语 刚刚把自己的状态 调整到了巅峰 就听到外面传来一阵阵的呼喊 快 快开门 大队长受伤了 特么的放哨的人呢 再不出现 老子等等扒了你们的屁 人呢 还有很多受伤的兄弟 等着治疗呢 各种各样粗俗 不堪入耳的叫骂声 不断从外面传来 不用想 也知道是前驱猎 疾风魔狼王的成员回来了 我可是久等了呀 凌羽的嘴角 浮现出一抹冷笑 紧接着快步来到据点大门处 今天哪个砸碎直守大门 看老子等等不打断你的腿 麻辣隔壁的 老子兄弟快不行了 外面的血狼猎魔团成员 此时更加愤怒了 显然他们的情况不容乐观 第44章 激战 凌羽走到大门前呼喊了几句 来了来了 我来了 说着 将厚重的大门打开了一条缝隙 现在才来 要是我兄弟凉了 老子把你也送走 一个大汉骂骂咧咧 满脸不爽地往门缝中挤去 你他妈的 不会把门开大一点吗 说完 大汉直接就挤进了大门 看到了嘴角含笑的凌羽 你是 大汉见到凌羽的面孔 顿时惊疑不定地想要质问 但话还没说出口 就感觉眼前一阵白光闪过 紧接着脖子一凉 直接倒在了地上 练灵境巅峰 对我来说 已经不堪一击了 凌羽手中长剑一阵 将剑刃上的鲜血 洒向空中 马德 这么开个门这么磨叽 老子玩个女人都没这么骂 这个时候 一名血狼猎魔团的成员 将大门直接推开了 玄机所有血狼猎魔团的人 都看见了手持常见的凌羽 和一具倒在地上 脖子喷出大量鲜血的尸体 你是谁 据点嫡媳 敌人有多少 什么只有一个人 包括两个灵迈进九层的修炼者在内 所有人都满脸难以置信地看着凌羽 他们不敢相信 竟然有人敢一个人来血狼猎魔团据点找麻烦 而且还这么大摇大摆地等着他们回来 还当着他们的面杀他们的人 这简直太尼玛 嚣张了呀 血狼猎魔团的众人 在打量鲜羽的时候 鲜羽也同样在打量对方 算上刚刚杀死的那人 血狼猎魔团这个据点 只有大概五十多个人 而且各个带伤 其中很多人还躺在担架上 看上去伤势不轻 在下雇员 阁下是何人 为何要和我们血狼猎魔团过不去 身穿红色净装的 一名灵迈进九层的大汉 深吸一口气 压下心中的惊慕 决定还是先试探一下对方虚实再说 毕竟现在鲜羽没有爆发出气势 谁也不知道 此人究竟是和实力境界 老大 何必说这么多 他杀了我们血狼猎魔团的兄弟 必须要让他死 是啊 顾老大 让我们杀了他 鲜羽还没回话 血狼猎魔团的成员 便开始叫嚣起来 见状 顾元冷哼一声 都给我闭嘴 众人顿时连忙闭上嘴巴 不敢再说话 鲜羽淡淡地说道 我们无冤无仇 只不过你手下的一队人 杀了我的朋友 让我很生气 所以我过来给他们报仇的 就这样 顾元有些不敢置信地说道 跟他废什么话 杀了他 躺在担架上的血狼 冷冷地看着鲜羽 大吼一声 罢了 招惹了我们血狼猎魔团 不管你是谁 今天都必死无疑 顾元和另外一个 灵迈进巅峰的人 实力直接爆发开来 鲜羽二话不说 一抹血量的剑芒 划破天际 顾元和另外一名 灵迈进巅峰的人 顿时冷笑一声 纷纷拔出自己的武器 朝着鲜羽冲杀而去 大家一起上 我要把他的皮包下来 我要喝光他的血 剩下的血狼猎魔团的成员 纷纷露出嗜血的笑容 拿出武器 同样朝着鲜羽冲去 一时间 场面刀光剑影 森寒的气息弥漫 在血狼猎魔团的人看来 灵羽这么年轻 身上又没有灵气波动 最多就是一个 练灵巅峰 或者灵迈进一二层的 他们这群人 可是连四街的 变异疾风魔狼王 都围杀了的人 这小子的实力 再强能够强得过丹海境 可是当灵羽出招之后 他们的想法 瞬间就被颠覆了 清廉地心火 猎影 猎神枪 面对冲上来的数十个人 灵羽上来 就是甩出一大片的火焰 瞬秒十几个人 然后直接使用猎影一行换位 手掌一番一柄 长枪出现在手中 猎神枪如今小成的他 使用起来 自然是不费吹灰之力 猎神枪的枪影锁过之处 血狼猎魔团的人 没有一个能够挡得住的 直接就被斩杀了 这一套打完不过 短短的十秒钟 刚刚还气势汹汹的 血狼猎魔团 现在只剩下了十几个人 还站在地上 不好 他竟然这么强 难不成真是 丹海境强者不成 还站着的成员 脸上的神色呆滞了下来 两个灵脉巅峰的人相视一眼 皆是从对方眼中 看到了一丝恐惧 刚刚他们的攻击最先到 但是此人好像如同虚幻一般 从他们的攻击之中穿了过去 然后就出现在了众人身后 想起刚刚那个令人恐惧到 极致的枪影和诡异的青色火焰 两人内心皆是有些发寒 这个时候 血狼也从担架上挣扎着站了起来 眼神极其凝重地盯着凌宇 因为在凌宇刚刚出招的一瞬间 他在凌宇身上 他多少年没有感受到 这种死亡将近的战力感了 凌宇挽了一个枪花 骑上寒芒流转 令人皮肤生疼 他只有一个人 剩下的人不要慌 跟着我围杀他 血狼从储物戒指中取出一把丹药 直接扔到了嘴里 然后大吼一声 虽然他知道凌宇很强 但是却不认为他是丹海静的强者 毕竟凌宇的年龄摆在这里 二十左右的丹海静 这说出来 未免也太荒唐了一些 他是真正的丹海静 虽然现在受了伤 但是也不是普通的灵脉静能比的 只要凌宇没办法 短时间内斩杀所有人 那就一定会被慢慢磨死 现在还活着的血狼猎魔团的成员 都是灵脉七层以上 他就不信了 加上他一个丹海静 还磨不死一个小辈 杀 给兄弟们报仇 在血狼的带领下 剩余的十三人 齐齐杀向凌宇 作为主力 血狼和另外两名灵脉静巅峰 冲在最前面 半个呼吸 直接就来到了凌宇面前 血狼手持鬼越大刀 声势凶猛 直取淋雨要害 猎神枪 淋雨脚步不停 手腕反转间 枪影再次出现 呜呜呜呜 金铁交接之声 瞬间响起 刀鸣剑银七力无比 在淋雨远超同境界的实力下 重伤的血狼和剩下的两人 根本难以招架 瞬间就被荡开了武器 面门打开 同时 那恐怖的无形距离 从刀剑上传来 让他们半个身子都在发麻 短时间内 已经没办法做出迅捷的动作 这不可能 血狼目瞪口呆 难以相信自己 堂堂丹海径的实力 居然不是一个 矛头小子的一招之敌 另外两名 临迈进巅峰的修炼者 同样是惊骇无比 难以置信 可是事实 摆在他们面前 他们就是再不相信 也只能接受 镇开了这三人 淋雨再次使出猎影 直接冲入了 剩下的那些成员之中 如同虎入羊群 瞬间便有三个 血狼猎谋团的成员 喉咙被切开 血流如注 不可力敌 此刻我重伤在身 不是此人的对手 见此一幕 血狼心惊胆战 大鹤一声 立即就要抽身退走 现在才想起来要走 是不是太晚了一些 看见余下的三人要走 淋雨冷笑一声 猎影使用而出 第四十五章 去宝楼 猎影 低鹤落下 淋雨直接跨越了 十多米的距离 一枪向着血狼砸去 啊 血狼看着渐渐放大的枪影 惊恐的头皮都要炸开 他本能地抬起长刀 挡在面前 可是那致命的枪影 却漠然一转 静止落在了他的腰腹之上 破 血狼的腰腹 瞬间被切开了一个大口子 鲜血喷涌而出 血狼双目瞪圆 无尽的剧痛 让他倒吸了一口冷气 本就重伤的身躯 顿时伤伤加伤 大队长 连大队长都不是他的对手 怎么办 不要管大队长了 逃命要件 那两名灵迈进巅峰的成员 看见血狼被淋雨瞬间中伤后 也是头皮发麻 向着相反的方向急速逃跑 别走 回来 血狼一脸绝望 瘫倒在地上 他万万没想到 这些平日里称兄道弟的家伙 到了关键时候 竟然如此不讲义气 你想要他们回来是吧 没关系 我来帮你 淋雨说着 身体化作一股清风 朝着逃跑的两人追去 以他远超同境界的速度 仅仅几个呼吸 就追上了两人 去死 那两人顿时感觉如芒在背 毛骨悚然之下 猛地转身挥剑 吃 迎接他的是一道火焰 将其烧成了灰烬 剩下的一个 正是之前的灵迈进巅峰 顾元 剑没办法在淋雨手中逃脱 顾元恐惧地双腿发软 跌倒在地 不停地对淋雨磕头认错 淋雨揪着顾元的头发 将其拖了过来 看着淋雨向自己走来 血狼面色瞬间煞白 随着淋雨的脚步越来越近 血狼身上刹那间 就被冷汗打湿了 你你不要乱来 我们血狼恋魔团的背后 可是张家 你要是杀了我 张家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眼看着淋雨眼中露出杀机 血狼顿时吓得三魂巨帽 连忙说道 我说了 我只是来给我的朋友报仇的 你的背后 或者你们的背后 是谁都跟我没关系 淋雨说完 随手丢出一道火焰 将血狼烧成灰烬 随后看向已经吓尿了的顾元 顾元看着淋雨看向自己 顿时大哭道 求您饶我一命 您饶了我吧 以后我顾元就是您的狗 顾元这是哪里 还有血狼猎魔团 施杀成性的样子 他不停地磕头 额头都被磕破了 还在一下一下地重复 在死亡的恐惧之中 什么尊严 什么面子都不重要了 你去把在场 所有人的储物戒指 全部收集过来 在场的人 虽然不是个个都有储物戒指 但是那几个 灵迈进七层以上的人 应该是有的 白捡的资源 不要白不要 本着勤俭节约 不浪费的原则 灵迈打算将这些资源 全部收集起来 是是是 我这就去 顾元手忙脚乱地 从地上爬起来 开始搜集这些 成员尸体上的储物戒指 灵迈则是站在原地 默默回想着张家的信息 整个天异城 一共有四个家族 是处于顶尖级别的 每个家族中 都至少有一个 神门禁的强者坐镇 张家就是其中之一 其余的三大家族 分别是唐家 李家 柳家 算上三个学院 和修士联盟 就是天异城 最强大的六个势力 血狼恋魔团 背靠张家 确实有嚣张的底气和资本 而且 血狼这个人的单海境 太过于虚服 很可能就是被张家 强行提升上来的 否则的话 灵狱也不可能 如此轻易地 就将其斩杀 不过话说回来 灵狱本就跟张家 结下了梁子 别说是张家 就算血狼的背后 是天王老子 他也照杀不悟 可惜了 系统升到三级 还遥遥无期 否则的话 我的实力 肯定能够再次暴增 灵狱双眼 寒光一闪 然后问道 系统 升到三级 需要什么条件 报告宿主 系统升到三级 需要在经验值满的前提下 准备一千万上元币 和四阶一盒一枚 升到三级后 我能够获得什么功能 自动修炼的速度 是基础速度的几倍 报告宿主 系统三级之后 将会解锁完美掠夺 分身感知 物品传递功能 自动修炼的速度 提升到原来的四十倍 灵狱点了点头 虽然不知道 这些解锁的功能具体效用 但是想来 既然是三级系统才能解锁 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吧 而且 自动修炼的速度 也能够提到四十倍 比之前可谓失智的飞跃 不一会儿 在雇员的搜索下 灵狱就得到了八个储物戒指 除了血狼的储物戒指之外 剩下的储物戒指中 都只有一些钱和单药 药材 除此之外 就是易兽材料 和易合什么的一大堆 灵狱拍了拍胆战心惊的雇员 笑道 做得不错 下辈子记得做个好人 还没等雇员反应过来 他就直接变成了一个火人 瞬间被烧成了灰 灵狱再次检查了一遍 确认整个据点没有任何火口之后 扔下一把火 然后就离开了据点 这一次 在血狼的储物戒指中 找到了那株阴阳龙悬草不说 还发现了一枚四接易合 上面还有着一丝丝的未干透的鲜血 想来 应该是血狼拼死斩杀的那头疾风魔狼王的 想不到最后 连同阴阳龙悬草 都给灵狱做了嫁衣 此行不光给托比他们报了仇 还让自己一下子收获了 众多的材料和资源 现在只需要凑够一千万上元币 就能够将系统升到三级了 将血狼猎魔团血血了一遍后 灵狱获得了三百多万的上元币 都一大堆的材料 将这些材料出售的话 应该可以凑够一千万上元币 如果可以 阴阳龙悬草 他不想轻易出售 毕竟这种珍稀药材 可遇不可求 万一他哪天炼制丹药就要用呢 虽然一下子出售这么多的材料 会有风险 但是相比起收益来说 这点风险不足为道 更何况 只要他的实力提升上去了 什么麻烦都不叫麻烦 几个小时之后 已经是深夜 凌羽来到了城门入口处 入口处守着一名大汉 见到凌羽 只是略微盘查了一番 就让凌羽进去了 再次通过狭长的通道 凌羽来到了城门大厅 找到了收购材料 和天才地宝的窗口 但是凌羽刚刚靠近 一个男人忽然跑过来 满脸堆笑地 挡在了他的面前 哎嘿嘿 您好 这位公子 这男人贼眉鼠眼 一脸奸伤的样子 也不卖关子 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 这位公子 我看你一身杀气 要处理的材料 恐怕不太干净吧 哎 你别着急否认 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 不会看错的 直说吧 我是聚保楼的人 我们这里收购 各种各样的异售材料 天才地宝 特殊金属矿石 关键我们只做交易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除此之外 不管任何事情 当然了 我们也肯定不会去在意 这些材料的来历是否干净 您可以打听打听 我们聚保楼的生意 可是在十几个城市做开了 信誉上面 绝对值得信赖 凌羽神色一动 玄机在记忆中搜索一番 还真的找到了 关于聚保楼的相关信息 第46章 分身 之前还在当凌家少主的时候 曾经听手下的人说过几次 但印象不深 若不是此次聚保楼的人 出现在他面前 他都想不起来 还有这回事 嗯 怎么称呼 凌羽虽然不怕麻烦 但是能够不留后患的 将手上这一大堆的材料处理掉 自然是好的 嘿嘿 我叫钱大富 你可以叫我老钱 钱大富见凌羽有意向 脸上的笑容更加热情了 公子 我们收购的价格 是城门大厅的七成 当场结清 保证没有任何后患和忧虑 七成 也行吧 闻言 钱大富喜笑颜开地带着凌羽 来到了聚保楼在此处的店面 当凌羽将要出售的材料 全部放在一个储物戒指 扔给钱大富的时候 钱大富也被里面的东西之多 吓了一跳 公子 你这是 把一个势力洗劫了不成 钱大富只是短暂地愣了一回 便是大喜道 不过看到凌羽冷淡的目光 钱大富顿时拍了拍自己的嘴巴 失言失言 公子莫要见怪 这储物戒指中的材料 一共价值一千万上元币 给你七百万上元币 说着 钱大富也扔出了一张卡片 凌羽接过后 确认里面的确是有七百万上元币 然后直接将其存到系统中 就起声告辞 我一直都在这里 公子如果下次有需要的时候 还可以来这里找我 离开聚保楼后 凌羽走在路上 一年一动 系统 我还差多少经验值 可以升到三级 报告宿主 系统自行增长的话 还需要一周的时间 如果战斗的话 只需要一天的时候 宿主还可以选择消费上元币 两百万即刻攒满经验值 凌羽眉头一皱 那只能去战斗了 想到这里 他拿出手机 给柳如眉请了两天的假 并告诉他 到时候将三院连笔 第二轮的地点告诉自己 他会按时赶过去的 然后就再次离开了天翼城 去一级狩猎区 开始了猎杀异兽之旅 经过一天的厮杀 凌羽终于是将系统升到三级 所需的经验值 全部凑满 系统 给我升级 凌羽毫不犹豫 立刻发出指令 定 消耗一千万上元币 和四阶疾风魔狼 一盒一枚 系统成功升至三级 成功解锁分身功能 附赠完美掠夺 分身感知 物品传递功能 目前分身功能为一级 可凝聚一个跟宿主 完全相同的分身进行战斗 分身死亡后 需要24小时之后 才能重新凝聚 一连串的系统提示 让凌羽一愣 但旋即就狂喜起来 紧接着 他的脑海中 就多出了关于分身功能的信息 让他瞬间就明误了 这个功能的一切 首先 这个分身拥有跟凌羽 完全相同的战斗力 毋庸置疑 这一点已经变态到了极点 堪称逆天 分身这种东西 一般都只能保留本体一半 甚至一半不到的实力 而凌羽却能够无视空间阻隔 将分身派遣到任何凌羽去过 或者是有印象的地方 比如 他之前去过的修士联盟大厅 血狼猎魔团的据点 城门大厅 回春院 饭馆 天商拍卖场等等 凡是凌羽看见过到过的地方 分身都能够瞬间在特定的地点凝聚出来 而且 凌羽能够获得分身的感知 凡是分身见过的地方 就是他见过的地方 这也就意味着 凡是分身去过的地方 都能够成为凌羽本体脑海中的记忆 另外 完美掠夺功能 赋予了凌羽和分身百分之百的暴力 任何被凌羽和他的分身击杀的对象 不管是人还是异兽 其直接拥有的物品 无论是身上有价值的材料还是储物戒指 亦或是储物空间的东西 都会被掠夺到系统空间中 而且 系统空间是 无限存放物品的 最后 物品传递功能 同样非常的变态 有了他之后 凌羽和分身 不管相隔多远 都能够瞬间传递物品 在很多的时候 都能够用到 马德 这个系统也太逆天了吧 有了分身功能 我就可以 让分身去帮我做很多事情了 而且战斗的时候 还能够直接召唤 一个分身 双倍战力 双倍享受 凌羽回过神来 对系统的逆天能力 感到心惊 这系统三级解锁的功能 有那么一点变态了 要说唯一的缺点 那就是 现在的分身灵智太低 只能够执行本体的简单命令 甚至连说话 也需要本体下达指令 才能够说出一些简单的话来 不过这根本无伤大雅 完全不影响 这个功能的变态之处 这个功能 简直是杀人越货 居家旅行必备技能啊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要看看这个分身 是什么样子的了 凌羽双眼闪烁着金光 飞快地回到了家里 然后意念一动 一个分身在一阵光芒闪烁以后 被凝聚了出来 无声无息间 一个一丝不怪的年轻男子 出现在凌羽的面前 他的出现非常的自然 仿佛他一直就在那里一样 则则则 凌羽妈撒着下巴 围着分身转了几圈 不停地发出赞叹的声音 这分身跟他一模一样 甚至站立的姿势都是一样的 除了眼神没有那么灵动之外 剩下的没有任何不同 不错 不错 凌羽连连拍手称赞 这若是给他人看到 还以为他有什么特殊的癖好呢 紧接着 凌羽从系统空间中 拿出一套自己的衣服 让分身穿上 然后又将黑袍和面具 给了分身 则则 还真有点像是 潜藏在黑暗中的杀手 看着黑袍白面的分身 凌羽满意地笑了 旋即心念一动 将其派遣了出去 并接受分身的感知 一级狩猎区 疾风魔狼区的某处 黑袍白面的分身 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一棵巨树上 分身的背上 还背着一把长剑 正是凌羽通过物品传递功能 传送给分身的 这时 突然在不远处的草丛中 传来一阵稀稀苏苏的声音 一只蓝灰色的巨狼 从树丛中身影如垫地钻了出来 在钻出来的瞬间 巨狼就朝着 站在巨树上的分身扑去 吃 下一刻 疾风魔狼巨大的身躯 瞬间在一阵渐光之后 被切成了几块碎肉 而灵羽本体这边 只是收到了系统提示 丁 分身狩猎成功 你获得了疾风魔狼利爪 疾风魔狼皮 灵羽连忙看了一眼系统空间 发现那头疾风魔狼尸体 已经被完美地分割 身上的材料 一点都没有浪费 全部收入了系统空间中 太厉害了 这个功能 仅仅是自动处理尸体 就给我省去了大量的麻烦 灵羽露出笑容 要知道 异兽材料的获取 也是需要花费一些功夫的 特别是那种皮甲坚硬的异兽 处理起来更是如此 而且 处理异兽的尸体 要格外小心 否则的话 一不小心破坏了异兽材料 导致价值降低 甚至是损毁 那就白忙活一场了 嗷 黑袍分身处 似乎是尸体的血腥味散开 又是几只疾风魔狼 寻着味道找了过来 黑袍分身 没有一丝一毫的迟疑 手腕翻转 剑影滔天 几只疾风魔狼 瞬间变成了碎肉块 疾风魔狼按照本身等级 全身材料价值500上元币 到1000上元币不等 如果运气好爆出了一盒 那价值则是10倍增加 也就说 刚刚短暂的几分钟内 凌羽就通过分身 给他赚到了三四千上元币 要知道 普通的一个猎魔人小队 一个月的收入 也不过是三四万 这短短的几分钟 就能够抵得上一个小队 一个月收入的十分之一了 运气好 碰巧遇到了这几只而已 不过即便如此 黑袍分身的狩猎效率 也比普通的猎魔人小队 不知道高了多少 最关键的是 凌羽下达指令之后 就不用管了 分身会自动地帮他狩猎 帮他赚钱 他本体可以去做别的事情 第47章 突破单海境 而且 这分身的功能才一级 就如此变态了 到时候功能升级了 那岂不是突破天界 想到这里 凌羽当即就问道 系统 这个分身功能升级的话 需要什么条件 报告宿主 分身功能升至二级 需要五百万上元币 凌羽 系统升到二级 才需要一百万 这个分身功能 升到二级 竟然需要五百万 这尼玛 有了系统好是好 但是钱不够用啊 之前的凌羽花钱 大手大脚 根本就不会在意 钱这个东西 覆灭血狼 练魔团的时候 他还在想 人生最痛苦的事情 莫过于人死了 钱没话了 但是现在他才想明白 人生最最痛苦的事情 是人活着呢 钱没了 唉 这时 凌羽忽然灵光一闪 没钱了 我可以去抢啊 手上这七百万 不是抢来的吗 张家和唐家 就不提了 现在的自己 没有足够的实力 但是还有那些 尚未产出的 血狼猎魔团 这个血狼猎魔团 经常干一些 打家结社的勾当 肯定有不少的好东西 等实力足够了 就去抢东西 决定好了之后 凌羽的心情大好 当即倒头就睡 检测到宿主 陷入沉睡 开始自动修炼 炼药术经验加五 猎神枪熟练度加五 猎影熟练度加五 同一时间 仓华大厦 一间豪华包厢里 血狼那里 还没有传来消息吗 一个脸上 闻着黑色蛇纹的大汗 皱着眉头 赤着上身 拎着酒壶说道 他身后几个 灵脉近巅峰的修炼者 跪在地上正在报告 还有四个相貌 美艳穿着暴露的女人 战战兢兢地坐在一旁的沙发上 眼神中满是恐惧 张绍 我们的人已经去 血狼的据点查看了 想必很快就会有消息传来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一声呼喊 不好了 张绍 血狼猎魔团的据点 被人血洗了 人全死了 据点里面到处都是尸体 一个穿着黑衣 赤厚打扮的人 从外面惊慌失措地跑进来 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此言一出 赤身大汗顿时 身形一阵 双眼漠然间 爆发出恐怖的杀意 气势之强 竟是周围的几个灵脉镜巅峰 都有些扛不住 很显然 这位赤身大汗 是一位丹海镜强者 而且还不是血狼这种虚浮之辈 可以比的 是货真价实的丹海镜强者 张家花了大代价 打通上面的关系 各方面的矛盾 也被完全压了下去 就为了那一株阴阳龙悬草 是谁 谁敢在我张家的口中夺食 给我查 全部都给我去查 一天之内 我就要看到结果 赤身大汗怒火 急欲滔天 如同喷发的火山一般 是 属下这就去查 众人惊惧不已 连忙领命离开 转眼间 豪华包厢之中 只剩下了赤身大汗 和四个瑟瑟发抖的女人们 不管你是谁 等你落到我的手上 我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 赤身大汗双眼之中 爆发出极其残忍歹毒的目光 随后 他看向几个 还在沙发上 瑟瑟发抖的女人们 根本不用他说话 几个女人 连忙脱下衣服 上前开始服侍赤身大汗 转眼间几个小时过去 等凌羽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 系统提示响起 报告诉主 你的境界 已经达到灵迈进瓶颈 是否突破 凌羽心中一喜 突破 顷刻间 周围的灵气 就像是遇见黑洞 一般疯狂地涌入他的身体 在其身体表面 甚至形成了肉眼可见的 漏斗状灵气漩涡 他的体内 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巨量灵气的洗礼 和淬炼中 灵羽的身体 正在疯狂地蜕变 他的经脉 在原来的基础上 再次扩大了一倍 也更加地坚韧 血肉和骨骼 全部都在 以极快的速度升华 一丝丝黑红色的血污 从他皮肤的毛孔之中排出 很快就在身体表面 形成了一层血架 他的丹田 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从之前的五彩灵珠 变成了一片浩瀚的五彩丹海 在丹海之上 无数的阴晕灵气 飘浮在上面 源源不断地向经脉之中 输送精纯的灵力 丹海静丹田化海 洗精伐髓 这就是丹海静吗 灵羽赶紧冲进了浴室之中 将身上的血污洗去 等再出来的时候 虽然灵羽的容貌 并没有改变 但就是觉得 比之前好看了一些 更多的是 气质上的改变 灵羽看着自己白皙 泛着健康色泽的皮肤 双眼爆发出惊人的光彩 从灵脉镜突破到丹海静 是一个生命本质的蜕变 也正是因此 天一城数百万人口中才 仅仅拥有一百多个丹海静 只有踏入了丹海静 才算是真正意义上 踏入了修炼之路 才算是真正的强者 不知有多少人 卡在灵脉镜边风中身 进入不了丹海静 而郁郁而终 只要迈过了这一道剑 就已经踩在了 绝大多数人的头顶 实力和地位 会得到突飞猛进的提升 这种感觉 实在是太爽了 灵羽握了握拳头 他感觉现在有始不完的力气 感觉现在的自己 只需要一招便能够将 之前灵脉镜的自己击败 根本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紧接着 他打开了系统的属性面板 姓名 灵羽 境界等级 丹海静一层 攻击等级 S 防御等级 S 身法等级 S 耐力等级 A加 掌握灵际 猎神枪 小城 猎影 小城 洞察之眼 以激活系统功能 自动修炼功能 三级 分身功能 一级 系统空间 存储提现 看来突破丹海 竟获得的能力提升并不算很大 之前在灵脉镜中 属于无敌的存在 所以各项属性等级 都是SSS 现在进入丹海镜之后 反而降低了两个等级 看来丹海镜每一个小境界之间的差距 不是一星半点啊 不过这种实力 已经超远同境界的修炼者了 而且一级狩猎场 只要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可以横着走 嘿嘿 灵羽嘴角一勾 既然现在已经进入了丹海镜 那么是时候 主动出击 去找找血狼猎魔团 剩下的据点了 说干就干 灵羽直接换上 一套干净的衣服 然后就出门了 出门之后 先是去天商拍卖场 购买了一份 质量最好的地图 这个地图上 不仅详细地标注了 各种凶兽区域 甚至连地级狩猎场 都标出来了 而且一些势力 驻扎在哪个地方 上面也有详细的标注 从地图上看 广袤的F级狩猎场 大概有上百个据点 大小规模各不相同 而一级狩猎场中 据点的数量 就相对而言少了很多 大概只有二十几个 之所以 要在外面建立据点 而不是天翼城之内 除了方便 获取资源和占领领地之外 更重要的是 天翼城内 是几个超级势力的天下 它们这些小势力 要不只能选择附庸 要不就是被毁灭吞并 根本没有第三条出路 而在城外 这些超级势力的手伸不过来 情况也就好了许多 虽然还是会有 这一类的情况发生 但是 总算是比待在城里面好得多 尽管异寿受潮 每十年都会发生一次 将它们在城外的据点摧毁 但是这些据点 都是比较简陋的 被摧毁了 也不心疼 当然了 像是天翼城这种城池 也算是一个据点 这要是被摧毁了 人类阵营的损失 那就大了 建造一个天 翼城这般规模的城池 需要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 第四十八章 张家据点 分身得到指令后 前往双翼巨蛇区 一路上遇到各种各样的异兽 大多数都是一阶二阶的异兽 遇到了分身 也只能被秒杀 定 你获得猫牛立脚信号2 猫牛背甲信号1 猫牛血肉信号20 猫牛受精信号4 定 你获得熔火蛙谱信号4 熔火蛙蛇信号1 熔火蛙皮信号1 熔火蛙尾信号1 定 你获得 看着系统空间中 不断增加的异兽材料 淋雨美滋滋地 躺在床上 玩起了手机 此时 黑袍分身 已经抵达了张家 位于F级狩猎场的 双翼巨蛇区据点 正在四处猎手 双翼巨蛇 定 你获得巨蛇鳞片 星号26 巨蛇毒牙星号2 巨蛇皮星号1 巨蛇精星号1 巨蛇血肉星号5 一个小时之后 让分身狩猎了这么久 不知道 收获如何 淋雨打开系统空间一看 发现里面的异兽材料 已经堆积成了一座小山 显然 本体突破到单海径之后 分身的实力也相应暴增 狩猎的效率 也显著地提高了很多 是时候去干大事了 淋雨笑得跟一个小恶魔一样 下令让分身停止狩猎 朝着张家的据点赶去 张家作为天翼城 超级势力之一 家大业大 不阻止其他人 在自己的领地据点内狩猎 但是会收取费用 所以 淋雨的分身 很轻易地就进入了 张家这个据点的内部 这个黑袍人是谁啊 你小声点 此人身上灵力如此浓郁 很可能是单海径的强者 不要随便一轮 快些让开 此人身上杀气滔天 一看就不好惹 小心小命不保 周围的修炼者 看到黑袍分身 纷纷让开道路 眼中露出敬畏之色 凡是黑袍分身 所过之处 没任何人敢不必让 这就是单海径强者的威势 欢迎大人 来我张家双翼巨蛇区据点 不知大人如何称呼 一名灵迈进的管事 迎了上来 满脸堆笑着说道 虽然此人表面上 对黑袍分身很是恭敬 但实则并不是特别惧怕 因为这是张家的据点 放眼整个天异城 有几个人敢在张家据点 惹是生非的 此人身后 还带着几个灵迈进巅峰 全都以他为主的样子 很显然 此人就是这个据点的 张家负责人 不愧是单海径的强者 就连张家在此的负责人 都要卑躬屈膝的 可不是吗 这位负责人 平日里都拿鼻孔看人的 今天居然笑了 周围的路人 看到张家据点负责人 迎接神秘黑袍人的一幕 纷纷议论起来 不过 现场的气氛 很快就跌到了冰点 因为那名神秘黑袍人 竟然没有任何要还礼的意思 大人 张家据点负责人 见神秘黑袍人 垂头不语 顿时眉头微皱 就在这时 黑袍人抬起头 露出一双 充满冰冷杀鸡的眼睛 你 张家负责人 想也不想地就要 转身拉开距离 但是 一道寒光闪过 张家负责人的动作 就顿时凝固住了 一抹刺眼的血红色 在其脖梗处 蹦践而出 啊 张家负责人 紧紧握着不断涌出鲜血的喉咙 瞪大的双眼之中 满是不敢置信 他身后的四名灵脉镜巅峰 也是满脸呆滞的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迟迟无法反应过来 叮 你获得攻法点击星号2 黄街终极武器星号1 上元B 20951 随着系统提示传来 张家负责人的身体 缓缓倒下 现场陷入死一般的寂静 落真可闻 但下一秒 场面彻底失控 如同一座叙事已久的火火山 一般轰然炸开 杀人了 此人竟然当众杀了 张家的负责人 他疯了不成 那可是张家的人啊 我的天啊 这位张家负责人 可是张家嫡系一脉的 就这么被人杀了 此人就算是单海镜 也必死无疑 张家就连神门镜的强者 都有几个 这个人死定了 所有人都被震惊的汗毛树立 头皮发麻 生怕跟黑袍人扯上关系 连忙后退 瞬间 林宇的分身周围 就再无一人 之前 跟着张家负责人的 四名灵脉 近巅峰的修炼者 也同样后退 但却没有离开 其中一位 指着林宇 分身无比惊怒的喝斗 你竟然杀我张家 据点负责人 林宇冷笑一声 心念一动 直接下令道 杀了他 吃 见光再斩 刚刚说话的 林脉进巅峰 直接被劈成了两半 内脏和血肉 顿时掉了一地 叮 你获得黄街高级武器 上元币八千九百五十五 黑袍分身手持长剑 紧紧盯着 下一个林脉进巅峰 此人是个疯子 快去通知家族 强者前来诛杀此料 剩下三个林脉进巅峰的修炼者 被吓得肝胆俱颤 一边怒吼 一边飞速向后退去 其余的人 无论是张家的守卫 还是散人修炼者 全部拔腿就跑 生怕被殃及吃鱼 有人连忙去通知张家的 丹海静强者 前来支援 顿时一道巨大的光束 冲天而起 即便是在白天 都清晰可见 把林脉进七层以上的 修炼者全部杀了 逃跑的不用管 尽快解决 不要恋战 林语笑着下达了命令 紧接着打开了系统空间 冲里面 拿出了两本小册子 这两本小册子 看似不起眼 却是最珍贵的功法典籍 其中一本名为 雷林真诀 另外一本名为 金红布 都是从那个张家负责人 身上掠夺而来的战利品 不愧是张家的 据点负责人 还真肥啊 他现在还没有修习功法 之前是因为 自身是个顽固废物 脆体三层 也用不上功法 所以就一直没有修习 按照现在的他来说 最适合他的 就是火属性的功法了 毕竟他有清廉的星火在手 配合火属性的功法 既可以加强 清廉地星火的破坏力 又可以增加 对异火的掌控力 可是现在的他 没有适合的火属性功法 灵家的功法 虽然是顶级的 但却是雷属性的 所以灵语就一直没有修习 如果能够得到一部 天阶高级的火属性功法就好了 自己就可以 修习其他的灵技了 说到底 清廉的星火和猎神枪 这两个攻击手段 还是太单一了 想了想 灵语又将这两部功法 放回了系统空间中 这时 F级巨蛇区据点中 已经空无一人了 十多分钟的时间里面 凡是被分身带到的张家之人 全部都瞬间毙命 在灵语的系统空间之中 多出了大量的战利品 多是一些上员臂 易受材料 药材 低级武器 低级防具 可惜了 没有获得高级一点的火属性功法 不过这些灵卖进的修炼者 怎么可能有高级的功法呢 灵语有些遗憾地摊了摊手 然后指挥着分身 在据点中 搜集战利品 凡是遇到自己 需要的东西 或者能够卖出去的材料 什么都让被收进了 张家的据点就是肥 比血狼猎魔团的据点 最起码富裕了一倍有余 光是上员臂 就搜集了五百多万 很快分身 就再也找不到 有价值的物品了 就在这时 大胆狂徒 竟然在我张家据点胡作非为 今日就算你是 丹海静的修炼者 都难逃一死 第49章 转换目标 一声怒吼直冲云霄 声音落下后 一道人影迅捷 如同闪电一般 直接冲入了据点中 狠狠杀向凌羽分身 丹海静八层 凌羽默然一惊 通过分身感知到的气势 可以看出 此人的实力 已经远超丹海静一层 根本不是现在的 他可以对抗的 丹海静每一层的差距 都如同天欠 在没有功法相助的前提下 凌羽能够跃三层对敌 已经是极限了 如果此刻修习了一本功法 在功法的加成下 即便是最低阶的功法 凌羽也有自信 能够与这个丹海静八层的人 碰上一碰 为了避免分身的损失 凌羽立即让分身 钻进了旁边的房间 旋即分身缓缓消失 被凌羽本体收回 跑 我看你往哪里跑 那丹海静五层的强者 瞬息之间冲入房间 二话不说 手中清光浮现 成百上千道锋刃 直接将屋内所有的东西 全部撕成了碎片 然而 等尘埃落尽之后 此人发现房间内 竟是一个人影都没有 人呢 此人惊疑不定地停手 一挥之下 将屋内残留的灰尘吹出 房间内 除了各种家具的碎片之外 再也无任何东西 那个该死的家伙 去哪里了 我明明看见他进入了这里 这房间 并无暗门地下 也没有通道 此人还能凭空消失不成 张天眼珠紫瞪的 像是灯泡 他不理解 为什么一个人 进入房间之后 就凭空消失了 难不成见鬼了 旋即他又不死心地 将整个据点都搜了一遍 还是一无所获 这草泥马的 这怎么回事 张天减之废都要气炸了 身为张家的客亲长老 竟然连敌人的正脸 都没看见 就让人家给逃了 这说出去 不被其他人把牙都笑掉了 片刻后 张天终于冷静下来 他发现了几个不对劲的地方 此人只是单海进一层 岂敢跟我张家 明目张胆地作对 而且 此人逃得这么快 一定早就有所准备 是有预谋的 要不就是 此人施展了某种障眼法 只有一些特殊的属性功法 才能够施展出来 从这两点看 此人应该不是单海进一层 很有可能是 跟我实力相差不多的 甚至是神门静的强者 也说不定 或许他压制了 境界修为 也说不定 他到底是谁 难不成跟张家有仇 但是张家 根本不可能跟这等强者结仇 张天越想越觉得奇怪 难不成 是其他据点的匪徒 因为 灭掉一个据点的收益 可比去猎杀异兽 要多百倍千倍 因此 在淋雨之前 也发生过穷凶极恶的修炼者 抢夺据点的事情 只不过这种事情 都是发生在小事里的据点 像是张家这种庞然大物 还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做 但是 张天又想到了一个疑点 既然这个匪徒 有如此实力 为什么不选择 一级狩猎场的据点 那样的话 不是收益更大吗 反正 已经将张家得罪死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天感觉自己的脑袋 都大了一圈 就在他极度不甘心的时候 另一边 淋雨正在美滋滋地 将掠夺而来的 上元必存进去系统中 卧槽 一下子就获得了 六百多万上元币 果然还是去抢据点发财快啊 看着系统 淫币后面的数字 淋雨脸上 满是激动的笑容 而且 这六百多万 是纯上元币 还不算那些 功法凶手材料 天才地宝 卖掉那些材料 估计又有几百万的收益 系统 给我升级分身功能 现在资金充足了 淋雨 立即选择升级系统功能 滴 消耗五百万上元币 分身功能升至二级 分身数量加一 两个分身了 真是爽 淋雨兴奋地笑了笑 立即召唤出第二个分身 然后给他装扮上 同样的黑袍面具 又给了他一柄长枪 姐姐 接下来 去照顾一下 剩下的血狼猎魔团吧 淋雨打算 不能可着张家 一只羊蒿羊毛 必须羽露均沾 让血狼猎魔团的大兄弟 也尝尝黑袍分身的威力 不过他也不是什么 没有底线的随便掠夺他人 他不是什么好人 但同样 也不是什么穷凶极恶的匪徒 没有招惹他的人 他才不会去抢人家的东西呢 他记得血狼猎魔团 在天异城内也有一处产业 是专门经营灰色产业的 就从城内开始吧 想到这里 他直接离开了家 来到了仓华大厦旁边的大楼楼顶 从这个位置可以看到 仓华大厦里面的一些场景 紧接着 他心念一动 两个分身都被送进了仓华大厦之中 那些大厦中的 首位形同虚设 根本没有办法阻拦两个分身一丝一喉 此时在仓华大厦赤身大汉 所在的豪华包厢之中 咚咚咚 一阵敲门声传来 现在才有消息 真是废物 赤身大汉 从一个身形扭曲的女人身上起身 披上一件长袍 就去开门 老大 门外 一名灵脉近巅峰的修炼者 攻着身站在一边 查出来了吗 谁干的 赤身大汉盯着门外的修炼者 冷冷地说道 眉眉查出来 那修炼者战战兢兢地说道 现场人都死完了 而且现场有烧焦的痕迹 应该是一位 修习火属性功法的人干的 啪 赤身大汉 一个耳光 将手下抽飞了出去 天一城火属性功法的修炼者 何其之多 你查出这个 不就等于没查出来吗 哎哟 堂哥 你这脾气 可是越来越大了 你这实力 怎么没有跟你的脾气一样长进呢 一道年轻的声音 从门口传来 其中嘲讽之意 丝毫不加以掩饰 张志兄 你的实力 如果跟你的嘴巴一样 厉害就好了 赤身男子 冷冷地看向门口 只见门口站着两个人 其中一个短发男子 眼睛细长 唇红齿白 相貌颇为英俊 一副贵公子的气质 另外一人 则是个鹤发鸡皮 身形勾楼的销售老者 张志兄冷笑一声 我今天 可不是来跟你吵架的 血狼猎魔团 不是你手下的附庸势力吗 一个据点 被洗劫之后 今天我们张家的 一个F级据点 也被洗劫了 通过伤口对比 我们的人 发现动手的 应该是同一个人所为 所以我来问问你有没有什么线索 张志兄的话 让赤身大汉 脸色微微一变 有些目瞪口呆 张家的据点 竟然也有人敢打主意 张家可是天意成顶级势力啊 谁敢不自量力地虎口拔牙 是啊 一旦找到此人 我必定让他长命百岁 求死不能 张志兄冷声道 这次 是家主让我来问你的 我希望你如实地回答我这个问题 赤身大汉 脸色有些难看 如果这个事情 真是同一个人所为 那么这件事情 到最后可能背锅的人就是他 毕竟那个洗劫了张家的人 是先洗劫了血狼猎魔团 采取的张家据点 而他又是血狼猎魔团的 实际掌控者 赤身大汉刚要说话 外面忽然传来了一声惨叫 怎么回事 张志兄和赤身大汉 已经那个沟楼 老者齐齐看向门口 下一刻 房间的门就被一脚踹碎 两个身穿黑袍 带着白色面具的人影走了进来 两名黑袍人身上杀气冲天 血腥味渐渐弥漫开来 你是谁 竟然在仓华大厦 肆无忌惮地杀人 赤身大汉愣住了 他做梦都想不到 有人竟然敢这么明目张胆地 闯进他的地盘杀人 慌什么 张志兄回过神来 冷笑道 有叶老在 谁来谁死 他话音刚落 身后的沟楼老者就上前一步 身上的气势 瞬间使得整个房间猛的一阵 第五十章 三个黑袍 待尘埃落尽 那沟楼老者 看着眼前两名黑袍白面 身上燃血 杀气腾腾的神秘人 冷冷地说道 这两人应该就是洗劫了 血狼猎魔团和张家据点的人 闻言 张志兄和赤身大汉 顿时震惊地瞠目结舌 满脸呆滞 想不到这个凶手 竟然如此胆大妄为 送上门来了 这简直是 完全不把张家放在眼里面了 骑到张家头上拉屎 真是岂有此理 震惊之后 张志兄眼中立刻浮现出欣喜之意 好好好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张志兄从沙发上站起来 满脸冷笑地看着两个黑袍人 在他眼中 面前这两个黑袍人 也只是单海近一层而已 而他自己就是单海近一层实力 更不用说此处 还有一个单海近五层的夜老在 再加上张天志一个单海近一层 这边也就是说 多出来一个夜老 小子 你虽然灭了我张家一个据点 但是现在 我给你一个机会 只要你跪在我的面前忏悔 将我的鞋子舔干净 成为我的一条狗 我就考虑饶你一命 如何 张志兄神色傲慢地 看着黑袍分身 在张家年轻一代 分支众多 竞争激烈 所以张志兄 看到这个心狠手辣 实力境界 也过得去的黑袍人 便动了收尾下属的心思 如果能够收尾手下 那么他手中 除了夜老之外 就又多了一大战力 在他看来 对方只是一个 走投无路的人 只要给予一定的承诺 和威胁 不怕他不答应 不过 事情显然没有 他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黑袍人一言不发 直接转身后退 在后退的同时 一道剑光一道枪吟 挡下了夜老和张志兄 以及张天志的攻击 想走 没门 夜老弟喝一声 猛地追了上去 张志兄和张天志的反应 和速度都慢了一筹 黑袍人和夜老都 已经冲出了大门 他们才追出去 在天一城内 想要逃出我张家的手掌心 简直是痴人说梦 张志兄傲慢地抬起下巴 旋即转头道 张天志你 话没说完 他的瞳孔 就骤然缩小 只见张天志不知何时 已经倒在了地上 在他的身后 一个黑袍人站在那里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在这里 那刚刚跑出去的两人是谁 难不成你们有三个人 可是你们呢 身上的气息一模一样 怎么可能呢 张志兄像是见了鬼 一般呆呆地 看着黑袍人 这世上竟然有三个人 气息一模一样 这简直有为常实定理啊 两个人的话 可能是双胞胎 虽然也很稀奇 但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三胞胎 是绝不可能的 张志兄感觉自己的认知 都要被颠覆了 就在这时 黑袍人 从背后取下一柄长枪 二话不说 直接朝着张志兄 劈了下来 同一时间 追出大门的 叶老同样惊骇地 说不出话来 刚刚的两人 在一个拐角后 突然就消失不见了 但是拐角的尽头 是死路 又没有房间 他们是如何消失的 陈寅少许之后 叶老脸色突然大变 暗焦不好 转身就朝着 张志兄二人 所在的房间跑去 叶老拼尽全力 朝着刚刚的房间冲去 但是刚刚跑到一半 就听到了 一阵阵金铁交接的声音 并且 其中还夹杂着 张志兄愤怒 和痛苦的叫骂声 叶老心里一凉 少爷遇袭了 叶老飞奔的身体 猛得一颤 背脊升起一股子凉意 紧接着 他冲入房间 就看见张志兄 满脸鲜血的四处躲闪 他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姿态 荡然无存 此刻的他 就是一只 被逼到绝路的猛兽 一般发出凄厉的嘶吼 而追杀张志兄的 正是一名黑袍白面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些黑袍人 究竟是什么试炼 叶老惊呆了 他瞪大双眼 叶森 你个老东西 别他妈发呆了 过来救我 眼看着叶老进入房间 但是却站在门口发呆 张志兄 顿时差点被气死 看不出自己 快被打死了吗 刷 一道枪影带着寒光 划过张志兄背部 顿时再添一道 深可见谷的伤痕 啊 叶森 快 快救我 张志兄痛苦的步伐蹒跚 不断发出凄厉的求救声 实际上 若不是凌羽 给分身下达了命令 张志兄早就死了 哪里还撑得到叶老回来 少爷 莫荒 老夫来也 叶森信心满满的直接上前 一掌对着黑袍人拍去 但是却被黑袍人一道枪影 直接扫飞 猝不及防之下 叶森吃了个暗亏 闷哼一声 喉咙一甜 一口鲜血 被他强行吞下 这下他才意识到 这些黑袍人 恐怕根本不是表面上 看上去的这么简单 再加上之前 诡异消失的两个黑袍人 叶森只觉得 背脊发凉 毫不犹豫地 转身朝着 外面逃去 此时的叶森 已经完全没有战役了 他不知道会不会出现 第四个黑袍人 甚至第五个 第六个 还有刚刚黑袍人 诡异消失 更是让他觉得 这些黑袍人的恐怖 他有种很强烈的预感 继续待下去 肯定会死在这里 在生死关头 他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保全性命 至于张志雄的性命 跟他有何关系 叶森 你他妈的别走 别走啊 啊 张志雄眼看着叶森 竟然转身逃跑 希望瞬间破裂 发出无比绝望的惨叫 整个人到了崩溃的边缘 张志雄不想死啊 他是张家的七少爷 本身资质很好 前途光明 还有大好的人生 等着他去享受 怎么能够死在这里呢 而就在这时 张志雄看见 刚刚离开的叶森 竟然又回来了 不过 叶森是神色慌张着 慢慢倒退回来的 紧接着出现的一幕 让张志雄毛骨悚然 只见两个黑袍人 出现在门口 不同的是一个拿着长剑 一个全身冒着 诡异的青色火焰 三三个黑袍人 张志雄吓得浑身发抖 这是一个什么组织啊 为什么从未听说过 这些黑袍人 各个气息一模一样 而且强的离谱 完全不是表面上 显示出的境界水平 第51章 收服张志雄 在两个黑袍人的围攻下 叶森很快就被打成了重伤 然后像是一条死狗一般 被林宇的分身扔在了旁边 然后林宇本体目光 看向脸色惨白 瑟瑟发抖的张志雄 张哨 你有些不对劲 张家可是天忆成的顶级势力啊 怎么这般势态啊 林宇微微一笑 将全身的青色火焰 尽数收回体内 慢条丝里的 走到张志雄面前 居高临下的俯视道 我我 我就是一个屁 我啥也不是 求求您放了我吧 我给您跪下 我不想死啊 求求您 我什么都可以做 我就是您的一条狗 我还有很多的钱 和天才地宝 功法灵迹 都可以给您 张志雄手忙脚乱的 从身上摸出了一个储物戒指 然后跪着爬了过来 声嘶力竭地说道 紧接着 他两只手 将储物戒指高高举起 以头点地跪在了林宇面前 然而 林宇脸色如常 丝毫不为所动 显得无比的冷酷无情 林宇不说话 现场的气氛 瞬间降到了冰点 眼看着林宇 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又不说话 张志雄都快要窒息了 不过索性下一刻 是我们无冤无仇 想让我放过你很简单 我也不是一定要杀你吗 还默等张志雄开心 林宇画风一转 冷声道 但是 对我出过手的人一定要死 说到这里 他心念一动 指挥着其中一个黑袍分身 直接将已经重伤的 叶森割喉斩首 叶森的头 被黑袍分身 抓着扔在了张志雄的脚下 看着死不瞑目的叶森 张志雄内心的恐惧 已经达到了一个灵界值 他将头恨不得低到尘埃中 全身都在剧烈地颤抖 求您了呀 我给您做狗 我就是您的奴隶 求您 求您饶了您的狗一命吧 求您了 张志雄在死亡的恐惧下 心理防线已经完全崩溃 他不断地对着灵雨磕头 鼻涕眼泪和磕破的鲜血 糊在一起满脸都是 此刻的他 哪里还有半分张家少爷的模样 灵雨冷冷地看着 随意地说道 那么 我的狗 你应该向你的主人 表达一下你的忠诚吧 杀了他 然后再跟我说其他的事情 灵雨指着倒在地上 昏迷不醒的张天志 刚刚他之所以 不将张天志杀了 就是留着把张志雄拉到坑里 方便实施他的计划 只要将张志雄 杀害张天志的整个过程 记录下来 然后再须以重力 就不怕张志雄不上钩 最重要的 还是要打破此人的心理防线 只要心理崩溃了 那么说什么 做什么 都很好去引导了 张志雄抬起头 顺着灵雨的手指看去 顿时苍白的脸色 变得更加苍白了 在张家 杀害童宗可是必死无疑的 见张志雄还在犹豫 灵雨眼神之中 瞬间掠过一丝杀机 感受到灵雨冰冷的目光 张志雄眼中的犹豫之色 瞬间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丝狠利毒辣 死死地看着昏迷的张天志 手中光芒一闪 多出了一把匕首 他慢慢爬到张天志的旁边 双手紧握匕首 在张天志的心脏上方 缓缓举起 就在这时 张天志悠悠转转地醒过来 睁开就看到了 张志雄眼中疯狂地杀机 顿时神色 惊恐地就要起身 张志雄 你要坐实 但是 张志雄手中的匕首 已经如同闪电般 直接落下 狠狠地刺入了 张天志的胸膛中 顿时鲜血如注 你 张天志口中 喷出鲜血 死死地抓着张志雄的手 瞪大了眼睛 看着他 堂哥 你不死我就要死 所以为了我能够活下去 你就当多照顾照顾堂弟了 张志雄 双手紧握匕首 脸上满是疯狂 用力地往下一按 匕首完全地刺穿的 了张天志心脏 张天志全身抽搐了一下 然后彻底没了声息 杀了张天志后 张志雄连忙爬到了 凌羽本体的脚下 讨好的说道 主人 主人你看 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 杀了这个 胆敢对主人出手的蠢货了 做得不错 恭喜你 张哨 你获得了活下去的机会 说完 凌羽拿出了一枚 冒着黑气的丹药 丹药呈现紫黑色 丝丝的黑气 源源不断地 从丹药的表面冒出 扶下这枚断魂丹 我会帮助你 彻底掌控整个张家 张志雄毫不犹豫地 直接接过 然后想也不想地 吞了下去 对他来说 只要能够活下去 不论让他干什么 他都愿意 更别说 凌羽还说 帮他控制整个张家了 这三个黑袍人实力 如此强劲 背后的势力 定然是一个庞然大物 如今的自己 在张家地位 并不是最高的 他这一代中 最核心的家族子弟 也并不是他 如果能够得到 这些黑袍人 背后势力的帮助 那么彻底掌控张家 也不是不可能 断魂丹下肚 张志雄就感觉到 心脏和丹田一股剧痛 像是突然有一只 无形的手 将丹田和心脏 紧紧地握在了手里 那股剧痛 让他直接就在地上 翻滚了起来 两久 这股剧痛 才缓缓消失 此刻的张志雄 已经是满身大汗 像是从水里拎出来的一样 张志雄的这份 果断让丹羽都有些吃惊 看来一个人 在求生欲的支撑下 的确可以做出一些 让人震惊的事情 张哨 你很聪明 自古以来都是 实实物者为俊杰 我想应该不用 我来解释 这没断魂丹的作用了吧 这里的事情 就交给你解决了 需要你办事的时候 我自会联系你 将你的联系方式给我 张志雄喘着粗气 挣扎着 从地上爬起来 重新跪到丹羽面前 恭恭敬敬地 递上了自己的通讯设备 主人 您别叫我张哨了 在您面前我哪敢拖大 让您叫我张哨啊 张志雄低着头说道 凌羽笑了笑 然后将张志雄的通讯设备 扔了回去 起身带着两个黑袍分身 就离开了此处 走之前他并没有 去洗劫此处 因为现在离世发已经过去了 差不多十分钟了 再拖下去的话 很可能张家的 强者就来了 虽然现在依靠着两个 黑袍分身 加上本体 可以勉强跟单海镜 六七层的人硬刚 但是如果出现上一次 在张家据点时 那种强者的话 他还是要扭头逃命 凌羽走后 张志雄愣愣地看着 满屋狼藉和房间中的两具尸体 神色阴沉不定 随后眼中闪过一丝狠色 上前将还插在 张天志心脏中的匕首拔出来 狠狠地刺进了自己的肩膀中 随后又是一掌 将自己打晕 另一边 凌羽离开仓华大厦后 拐进了一个巷子中 将两个分身收回 就取下了身上的黑袍面具 走出巷子融入人海中 至于张志雄该如何收拾烂摊子 他才不会管 如果这种小事 都没办法处理好的话 只能说明 凌羽选择 他作为棋子是一个错误 慢慢悠悠地回到了家里 凌羽打开了系统属性面板 姓名 凌羽 境界等级 单海进一层 攻击等级 S 防御等级 S 身法等级 S 耐力等级 A加 掌握灵际 猎神枪 小城 猎影 小城 洞察之眼 万箭真诀 焚天弄严诀 一火 青莲的星火 陨落星炎 以激活系统功能 自动修炼功能 三级 分身功能 二级 系统空间 存储提现 实力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依靠着分身 在三打一的情况下 凌羽已经可以跨越 四个小境界 重伤单海进五层的强者了 还是实力不够啊 若我现在是神门镜的话 就是光明正大的 去张家抢东西 也没人能够奈何得了我 想到这里 凌羽直接倒头就睡 抓紧修炼 第五十二章 张家的反击 因为 黑袍白面这个形象 已经在天异城内传开了 所以凌羽想要 再以这个形象 去参加三院连比的第二轮 已经是不太可能了 先不说到时候 会引起多大的关注 张家的人 一旦看见这样的打扮 肯定马上就会派人来 将自己抓回去审问 到时候 免不了一大堆的麻烦 所以 凌羽今天准备去找柳如 没跟她说明一下 自己不会再大摇大摆地出现 参加三院连比了 但是可以迂回一下 坐在街边的早餐店中 凌羽慵懒地打了一个哈欠 不远处的座位上 两个人正在聊天 你听说了吗 仓华大厦 被人涂了 什么 仓华大厦 不是血狼猎魔团的产业吗 什么血狼猎魔团 这就是张家的产业 血狼猎魔团 都快变成张家的狗了 那不就更离谱了 谁敢在天异城之中 对张家下手啊 他们难道不怕 联盟执法队和张家吗 另外一人神秘兮兮地说道 可不是吗 听说这一次死的人里面 还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 谁啊 哥们告诉你这么多的心灭 这顿早餐你请哦 行 你快说吧 听说是张天志 和一位张家的客亲 什么 凌羽也没兴趣 再听下去 匆匆吃完早餐结了账 就离开了 来到学院 凌羽静直地来到了 柳如梅的办公室 敲了敲门 听到里面 传来柳如梅清脆的声音 这才推门进去 一进去凌羽 就看到柳如梅 坐在桌前 浮暗写着什么 今天的柳如梅 穿着一套黑色制服短裙 腿上套着黑丝和高鞋跟 再加上其严肃中 带着一丝娇媚的神色 简直让凌羽有些一不开眼 不过 让凌羽一不开眼的 不是柳如梅的脸蛋 而是身材罢了 还是一如既往的大 这么浮暗的话 能看到写什么吗 不应该全部都被挡住了 正当凌羽聚精会神地 盯着柳如梅的身材 在心中不断评价的时候 柳如梅冰冷的声音 已经传了过来 你再看我把你眼珠子挖了 经过上一次的事情之后 凌羽也没有 把柳如梅当成老师了 大大咧咧地 坐在柳如梅对面 撇撇嘴道 眼睛长在我身上 我想看哪里就看哪里 你管我 你 我懒得跟你说 小小年纪 就如此好色 柳如梅放下手中的笔 双手抱胸靠在椅子上 美目看向凌羽 突然美目一动 她总感觉今天的凌羽 有些许的不同 但却说不上来哪里不同 今天找你有事跟你商量 凌羽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什么 你要在暗中帮助小柳 获得这一次 三院连比的第一名 凌羽点点头 咱们回春院 除了木柳之外 就没什么人 能够站得出来了 而且 你应该也察觉到了 帝丹院的人是 有意针对我们的 想必第二轮狩猎场开始之后 帝丹院会趁机 将剩下的回春院 所有人全部淘汰 更何况 旁边还有一个 天独院虎视丹丹 所以不如汽车宝帅 我在暗中帮助木柳 获得第一名 我记得第一名 好像能够获得 进入十二殿堂 和上三院修行的机会吧 文言 柳如眉带眉微皱 陈寅少许后说道 那你呢 上次你在擂台上 展现出的实力 想必已经超过小柳了 虽然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隐瞒自己的实力 但是我还是真诚地希望你 能够正大光明地参加 凌羽摇摇头 直接就拒绝了 我一已决 你不用劝了 这一次 我来还要问你 这一次第二轮的狩猎场 地点在哪 柳如眉叹了口气说道 在一级狩猎场的人缅魔朱区 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后 凌羽离开了柳如眉的办公室 柳如眉欲言又止地张了张嘴 但还是没有叫住凌羽 待凌羽离开后 柳如眉这才喃喃道 黑袍白面人是你吗 片刻后 凌羽来到了 初级一班 三天没来上课 凌羽走进班级的一刹那 顿时就吸引了所有 初级一班学员的目光 凌羽脚步不停 静止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 还对旁边 一脸忧怨地盯着她的柳如 打了个招呼 班长好久不见 甚是想念 要求不高 床上单挑 柳如顿时被凌羽这种 独特的打招呼方式 害得面红耳赤 连耳根都仿佛要滴出血来 你 你在瞎说什么啊 凌羽黑黑一笑 她就喜欢看柳如害羞的样子 随即打了一个 哈哈就开始了 自己的摸鱼之旅 趴着打盹 在一边的木柔 害羞地恨不得找个地洞 钻进去的时候 凌羽则是在思考一件事情 虽然自己的实力 已经达到了单海境 而且还有两个 同等实力的分身 但继续待在天异城内 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 因此 她打算再次将搞事地点 转移到城外的据点 城里面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出城已经全面戒严 想要出城的话 必须要经过联盟执法队 和层层盘问 还要核实身份卡信息 才能够通行 如果自己要出城的话 就这么过简 有点冒险啊 虽然黑袍白面人的身份 无人能够知晓 但是凡事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小心谨慎一些总没错 此时 在张家府邸之中 是谁 到底是谁竟然没有据点 杀我孙儿 张家家主张 则面色寒冷如雪 双眼之中 满是暴怒和杀鸡 在天异城 从来没有人敢 如此得罪张家 这是将张家的威严 踩在脚下摩擦啊 短短两天之内 竟然有人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接连造成两起 针对于张家的袭击 而且更是造成 张家的一位子嗣 和一位克亲毙命 另外一位张志雄 虽然没死 但也是身受重伤 生命垂危 犯下这般罪行的人 张家 势必要跟他不共戴天 不死不休 父亲 我已经跟联盟执法队 申请了封锁城门和航空港 只要凶手没长翅膀 那他就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 张相天目刺欲裂 身上一股滔天杀鸡宁 而不散 要说复仇之心 最为急切地 莫过于张相天了 因为他就是张天智的父亲 丧子之痛 让他急于疯狂 在全程范围内彻查 一定要把此人给我揪出来 我要让他后悔来到这个世上 张泽深吸口气 压下心中的暴怒 其实死了一个 张天智他并不觉得 如何痛心 毕竟只是一个 没有天赋的旁之罢了 死便死了 真正让他暴怒的是 竟然有人敢挑衅张家 在天异城的地位 这是让他没有办法忍受的事情 张家在天异城屹立了这么多年 何时受过这般欺辱 就连修士联盟 在此处的负责人 见了自己 都得给三分薄面 三天之内 我要见到此人 留下一句话后 张泽就离开了房间 等张泽离开后 张相天拍了拍手 顿时八个人 从阴暗处走出 六个丹海进七层 两个丹海进八层 那之前在张家据点 追杀淋雨的张天 赫然便在其中 家主说的你们都听见了 三天之内 务必抓到这个狗砸碎 将他双手双脚砍断 张相天强行压制着 心中的怒气 阴沉地说道 你们都部署得如何了 张天成迎少许 上前一步说道 修士联盟那边 已经派出了大量人手 帮助我们协助捉拿此聊 唐家 帝丹院也表态 会帮我们留意凶手的踪迹 另外 我们已经发布了巨额悬赏 现在全城都是我们的眼线 只要有相思的人出现 就一定能够得到消息 张相天露出一丝 争鸣的笑容 很好 到时候 我一定要他千倍万倍地 感受天智的痛苦 第53章 救人 好不容易熬到下课 凌宇起身打算离开 却被一旁的慕柔 拉住了衣角 刚当你在睡觉 我帮你做了笔记 拿去吧 说着 慕柔递给了他一个 黑色的笔记本 然后就满脸羞红地离开了 凌宇看着手中笔记上 少女优美的笔记 顿时有些得意 丑丑 连天一城公认的四大美女 都心悦老子 果然老子这个该死的魅力 无处可藏啊 走在学院的小路上 凌宇的心情非常的畅快 张家那边的情况他 虽然不知道 但是能够猜得到 某些人一定很暴怒 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好人 有仇报仇 有怨抱怨 既然一开始就和那个张绍 因为柳如梅的事情 结下了仇怨 那么他自然对张家就不会留守 但是思来想去 随便去覆灭一个家族 好像太没人性了 倒不如选择一个张家继承人 做自己的棋子 帮他掌控张家 这样一来 既可以将对自己的威胁扼杀掉 又不至于做得太过分 而且还可以以此为契机 建立自己的势力 现在嘛 既然已经给张家下手了 那就再去捣毁几个张家据点吧 反正现在张家的目光 主要放在城内 想必城外一定是属于防范的状态 更加容易得手 1号2号 你们都去一级狩猎场的 经验暴区据点 好好招待一下张家的人 记住了 掠夺资源为最优先 吩咐完两个分身之后 林宇将分身派出 自己则是继续往家里走 走着走着 他迎面就走来了一位 西装革履的俊义男子 手上又捧着一束玫瑰花 林宇一看 悠喝 老熟人了呀 这个西装革履的俊义男子 不是之前骚扰柳如梅的张黎 又是谁 这时 张黎也看见了林宇 怎么好死不死的 碰上这个林家顽固了 真晦气 张黎脸色一沉 装作没看见 想要快步离开 之前他派出去跟踪林宇的两人 无故失踪了 想必跟林宇有很大的关系 那两人都是林迈进的人 光靠林宇一个废物 绝对不可能就这么让两个林迈进的人 悄无声息的人间蒸发 所以 林宇身边一定有高手保护 想到这里 张黎对林宇的恨意就更深了 一想到自己的梦中女神 很有可能 已经被林宇不知道压在身下多少次了 他活吃了林宇的心都有了 但是偏偏林宇背后的林家 实在太过于可怕 想要去报复林宇的话 还要从长记忆 本来林宇是没打算搭理张黎的 但是看见他眼底的怨毒和愤痕 林宇就知道 张黎此人对自己已经恨之入骨了 他可没打算 留着一个在暗中对自己虎视眈眈的毒蛇 在此之前 恶心恶心他 还是要的 哎 这不是张绍吗 又是这么大一束玫瑰花 要去送给谁啊 呃 没谁 我这个人比较喜欢花 出门就喜欢带着花 张黎挤出一丝笑容 哦 林宇呕了半天 然后有些可惜的说道 可惜了 我还以为张绍一表人才 应该身上充满阳刚之气的 想不到竟然是出门 随身携带玫瑰花的娘娘腔 哎 真是天度英才 看来上帝给张绍打开了一扇窗 还是关上了一扇门啊 文言 张黎嘴角狠狠地抽出了几下 抢笑一声 林宇说笑了 人各有所爱 在下喜好不入林宇法眼 也是正常的 哪里哪里 昨天晚上 我跟妹妹翻云覆雨的时候 她还跟我说了 张绍送的玫瑰花 真的太难看了 没有一点品味 我当时还严厉地批评了她 怎么能这么说张绍呢 张绍不要面子的吗 是吧 听到这里 张黎的脸顿时都气绿了 冷冷地看了一眼林宇后 张黎拂袖而去 看着张黎离开的背影 林宇冷笑一声 转身离开 同一时间 林宇的黑袍 分身抵达了目的地 经验报一级据点 虽然本体那边 碰上了一个晦气的张黎 但是分身的行动 还是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的 张家在一级狩猎场的据点 可比F级的据点要大多了 而且这个据点 还有几名单海径的强者阵守 一般的单海径来到这里 都要缩着尾巴 而且 此处有时候会出现三阶巅峰 甚至四阶的异兽 危险程度可谓是比F级据点 不知道高了多少 环视周围恶劣的环境 林宇嘖嘖出声 旋即指挥着分身拿出了地图 确定方向之后 林宇就顺着地图上标注的路线 朝着张家的经验报据点区走去 忽然 不远处的丛林之中 跑出来三个浑身是血的身影 这三人背着包 满身伤痕 甚至衣服上的血迹 都已经凝固了 显然刚刚经历了不少战斗 此时他们面带惊恐 不时地回头张望 显然是在被追杀 好 一头如同小山一般 足有三米高的豹子 冲出丛林 两只血红的眼睛 紧紧地盯着逃跑的三人 这豹子通体金黄色 在脖子和膝盖等处 都长着一束束的金色棕毛 奔跑中 如同浑身冒着金色火焰 这便是金燕豹 林宇饶有兴趣地 看着这头豹子 不时地嘖嘖嘴 可惜了 我实力不够 要不然的话 驯服成为坐骑 一定很拉风 紧接着 又有四头同样大小的豹子 冲了出来 将三人团团围住 糟了 这下死定了 我还没有逃老婆呢 我不想死啊 三个舞者脸上满是绝望之色 好 金燕豹低下前肢吼叫一声 身体化作一道金黄色的残影 巨大的爪子撕裂空气 朝着他们扑了过来 拼了 其中一个人面露凶悍 手中大刀横空一盏 打算死也要让这些畜生垫个底 其余二人也是狠狠咬牙 准备殊死一搏 这时 突然一道人影冲了过来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只听见吃的一声 林宇公布拔剑 下一刻 剑影如光 锋芒毕露 四只金燕豹的身体莫然一致 旋即无力地栽倒在地 连惨叫的机会都没有发出 紧接着 金燕豹尸体消失不见 系统提示音在本体脑海中响起 叮 你获得了金燕豹 獠牙星号4 金燕豹眼球星号4 金燕豹皮毛星号4 金燕豹利爪星号4 林宇面无表情地收起长剑 这这这 我的青娘嘞 那也太溜了 一剑 竟然一剑 就将四只金燕豹全部顺秒 此人简直深不可测 三人都瞪圆了眼珠 心中的金涛骇浪 简直要翻天覆地 这时 他们又发现 金燕豹的尸体 居然消失不见了 顿时更加震惊 这绝对是储物戒指 难不成是哪个家族的少爷 三人看向林宇的眼神 变得越发敬畏 就像凡人看向神仙一般 你们对金燕豹区熟悉吗 林宇控制着分身说话 但是语气实在太过于生硬 导致听起来异常的冰冷 回答人的话 我们三人常年混迹在金燕豹区 所以对这里非常的熟悉 嗯 那就好 这附近是不是有个张家的据点啊 我有些累了 想要不及休息一下 你们可以带我去吗 这便是林宇救下三人的目的 金燕豹区的张家据点 不像之前F级的据点 一般是完全开放的 而是半开放的据点 除了张家的人 只有那些之前在张家据点 登记过的修炼者 才能够进入 虽然他也可以控制着 分身悄悄地潜入进去 但是能够光明正大的 从正门进去的话 自然也就不需要花费这些功夫了 第54章 融合一火 听到林宇的询问 三人中看上去年纪比较大的人 笑着点点头 大人救了我们一命 这种小事自然不在话下 我们跟据点的守卫 都是老熟人了 到时候 你也不需要去搞一些 繁琐的登记手续 多谢 林宇生硬地回答道 既然如此 我们即刻出发吧 正好你们也需要疗伤 好的 一切全凭大人做主 三人连忙答应下来 玄机在三人的带领下 林宇朝着张家 在金燕报区的据点走去 有了熟悉路况的人带路 虽然一路上还是有异兽袭来 但比之前 他独自穿过其他的狩猎场 要好太多了 以他的实力 只要不遇到大规模的异兽群 就能够在一级狩猎场之中 横着走 而他强大的战力 也使得三人 对他更加的敬畏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 三人带着林宇 来到了张家据点之外 相对于张家在F级狩猎场的据点 这个据点显然要大一些 城墙也更加坚固高大 刘老四 快开门 刚刚那个年纪比较大一些的人 从背后的包里面 取出一根金漆流光的金燕豹獠牙 熟练地放进了城门上的一个凹槽里面 不一会儿 在城墙之上冒出来一个机关头 鲁达 你怎么满身是血 还带着一个陌生人 机关头男子 有些狐疑地看了一眼林宇 因为此刻林宇的分身 并没有套上黑袍白面 所以在场的人都不知道 他们面前的人 竟然就是最近沸沸扬扬的黑袍白面人 我们三兄弟 担保你还多一个毛线 再说了 这个据点里面有几位单海静的大人作证 你这么害怕做什么 三人中 一位年轻男子 看机关头 不停地扫视这面无表情的淋雨 顿时不耐烦地说道 不行 最近张家戒言 陌生人一律不准进入据点 你他妈的要好处就直接说 这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你客气点 为首的中年男子 扔过去一个钱袋 机关头男子 颠了颠钱袋 嘿嘿一笑说道 好吧 看在咱们都是兄弟的份上 我就相信你们了 机关头男子走到机关处 按下了开启城门的机关 林雨四人快速走进了城门 后面沉重的大门 立刻就关上了 这个据点这么多人 林雨看着眼前 人来人往的热闹场面 顿时有些惊奇 跟想象之中的人烟吸手 完全不一样 这个据点 简直就是一个市集方式 还有许多的摊贩在此 这些摊贩 都是在狩猎场 猎杀异兽 贩卖异兽材料的 这时 为首的中年男子恭敬地说道 大人 您此番救了我们的性命 请问 不知尊姓大名 也好让我等铭记于心 不必 就此别过 林雨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走 三人面面相去 纷纷觉得 这位大人的性格 实在是太冷了 但是对他们来说 林雨就是一个超级大腿 这要是报劳时了 以后就不用再过 这种刀口上填写的生活了 可惜林雨就他们的目的 也达到了 两步向前 自然不会带着他们碍事 走在略显繁华的据点中 林雨目光 看向据点中心的 一栋高大建筑 露出了一丝微笑 随后 林雨随意地找了一家旅馆住下 之所以不马上去找据点负责人的麻烦 是因为林雨需要将实力再往上提一提 虽然以她现在的实力 洗劫这座据点 应该是不成问题了 但是保险起见 她还是等自己 融合了陨落心炎之后 再去比较保险 融合了陨落心炎之后 她的实力 应该可以得到这的飞跃 林雨盘膝坐在床上 神色凝重 在她的面前 摆放着三个精致的小盒子 盒子里有三枚 散发着森森寒气的丹药 虽然系统能够帮我融合 不需要我亲自动手 但是融合一伙承受的痛苦 可不是开玩笑的 炎帝那般心性坚韧的人物 都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林雨可没那个胆量 说自己的心性比炎帝还要坚韧 但是她询问过系统 系统的回答是 最多只能过滤60%的痛苦 剩下的40% 就要她自己硬抗了 得知了这一点之后 林雨才没有当初突破到丹海境 就马上融合 而是等准备好了丹药 并且实力彻底稳固下来了 才敢尝试 万一一个弄不好隔屁了 她上哪说里去 林雨深吸口气 双手掌心朝上 顿时在她的左手上 出现了一团青色的火焰 火焰的形状 如同一朵莲花一般 极为漂亮 右手则是一团透明 仿佛没有实质的火焰 看上去异常的诡异 检测到宿主即将融合一伙 开始自动融合 期间宿主会承受些许的痛苦 请宿主好自为之 林雨当场就像骂娘 神特么的好自为之 开始融合之后 很快啊 啪的一下 林雨就感到两股炽热的高温 从里到外 又从外道里来来回回地 炙烤着自己的身体 一瞬间 经脉传来的剧痛 差点让林雨惨叫出声 这他妈叫做些许的痛苦 我草泥马系统 林雨死死地咬着牙 连忙将面前的 一颗冒着寒气的丹药吞下 这才感觉 一股凉爽的感觉传遍全身 使得他身体内的剧痛减缓了一些 好在这一次 他准备了三颗丹药 不管怎么样 都足够了 一个小时之后 即便是准备了三颗冰临含泉炼制 而成的丹药淋雨 还是被两种一伙的香荣 折腾得死去活来 等一切都结束后 淋雨脸色惨白 颤抖着手 给自己接了一杯水 咕嘟咕嘟地吞下肚 喉咙的炽热感 这才缓缓消退 刚刚有那么一瞬间 他差点以为自己身上已经着火了 那种痛苦 现在淋雨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当初炎帝融合一伙时承受的痛苦 顿时越发地敬佩起炎帝来 不过好在 两种一伙的融合还算顺利 除了过程有些痛苦之外 其他的完全不用他管 一切系统自动 一伙融合成功 恭喜宿主 获得新一伙琉璃莲星火 听到系统的提示 淋雨大喜 连忙伸手一招 顿时在其手中 出现了一团 如同水晶一般碧绿色的无形火焰 在火焰中 一朵小巧的莲花 正在上下翻滚 散发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温度 嘿嘿 这一下我看看 还有谁能够挡我 淋雨嘿嘿一笑 然后打开了个人的属性面板 姓名 淋雨 境界等级 单海进一层 攻击等级 S加 防御等级 S加 身法等级 S加 耐力等级 S 掌握灵际 猎神枪 小城 猎影 小城 洞察之眼 万剑真诀 焚天弄言诀 一伙 清联地心火 陨落心炎 琉璃连心火 以激活系统功能 自动修炼功能 三级 分身功能 二级 系统空间 存储提现 看来融合了心意火之后 对个人的能力 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攻击防御身法和耐力 都提高了一个档次 第55章 出手相救 淋雨感受到 体内汹涌澎湃的力量 不由得露出了兴奋的笑容 嘴角都快咧到后脑勺了 紧接着 他心念一动 在脑海中 给还在旅馆中待命的 分身下达了指令 分身紧闭的双目 顿时睁开 透过分身的目光 可以看到 外面的天色 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点点星光 洒在大地上 人们经过一个白天的劳累 夜晚正是他们 释放压力的时候 淋雨操纵着分身 来到了大街上 此刻的大街上 异常的热闹 淋雨随意地扫了一眼 周围的环境 目光放在了 据点中心的高大建筑上 这栋建筑通体 用巨大的石头建造 高大坚固 威严宏伟 正是经验报据点的 镇守者居住的地方 千万不要让我失望才是 淋雨嘴角一扬 眼中闪过一丝期待 但就在她打算 直奔据点镇守者的时候 不远处忽然传来 淒厉的哭喊声 求您了 我女儿才八岁啊 您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求求您放过我女儿 淋雨眉头一皱 她本不想管这么多闲事 淋雨又不是什么救世主 她做一件事情 只关心自己能够 从其中得到什么 但是听到张奎的名字后 她就停住了脚步 张奎 张家的人吗 淋雨沉吟少许 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 走近之后 才看到一群衣着华丽的人 正站在一对母女身前 趾高气昂 高高在上的样子 那对母女中的母亲 是一位身材和面容都不错的女人 但实力却只是恋临二层 此时正跪在地上 抱着怀里的女童 不停地哀求 而她怀里面的女童 则是长相乖巧 惹人怜爱 此刻却是小脸煞白 目露绝望之色 小小的身躯不停地颤抖着 周围的一些路人 聚在一起看热闹 脸上都是玩味的笑容 和麻木的神情 显然这样的事情 发生了不止一次了 你个贱货 我们张奎大人 看上你和你女儿 是你们的福分 在这个据点 除了镇守者大人 还有谁比张奎大人更高贵 你要是识相一点的话 就和你女儿一起服侍张奎大人 万一大人开心了 你就一辈子享受荣华富贵了 一名狗腿子 冷着脸走到母女两人面前 看着女人凹凸有致的身材 顿时眼中闪过一丝火热 不 求求您了 我可以服侍张奎大人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的 放过我女儿 女人不停地磕头 地面上都砸出了血迹 我看上你女儿 那是你们的幸运 我这个人不喜夫人 只喜欢女童 你的话就去服侍我的手下吧 一个面色苍白 脚步虚浮的青年走上前 目光死死地盯着女人 怀里面的女童 目光阴险 此人便是张奎 看着这般无法无天的张奎 周围那些围观的路人 有些面面相去 目录不忍之色 但是却无一人敢上前阻拦 张奎残忍好色的扭曲性格 在这个据点中人尽皆知 而且他喜爱女童 一般落到他手中的女童 不到三天就会凄惨地死去 不 女人也知道自己的女儿 落到张奎手里面 会有什么后果 死死地抱着自己的女儿 不肯放手 见货 敬酒不吃吃罚酒 给我滚开 张奎上前一巴掌 将女人扇倒在地 然后那些狗腿子 就上前开始 对女人上下棋手 不理会女人凄惨的声音 张奎看向目光呆滞的女童 一双魔爪 就朝着女童伸去 见此一幕 周围的路人纷纷不忍直视 别过头开始散开 面对张奎这样的人 要是得罪了 别说在这个据点 就是能不能活着 看到明天的太阳都不一定 女人绝望无助的哭喊声 和路人们畏惧的目光 让张奎兴奋地有些发抖 甚至她的脑海之中 已经浮现出了 各种怎样玩弄 这个女童的画面 只不过在这个时候 意外发生了 一道凌厉的剑光 带着破风声 将她脑海中的画面 轰然破碎 紧接着一只断手 在鲜血四剑之中 飞向天空 这是什么 张奎的眼瞳 瞬间凝缩成了针孔大小 而后一股撕心裂肺般的 剧痛传来 啊 张奎捂着手 不停地哀嚎 下一秒 那些正在当众 八女人衣服的那些狗腿子 全部伸手一触 叮 你获得 系统提示声传来 那些被斩杀的人身上的财物 尽数归零于所得 忽如其来的惊变 让所有人都呆滞了下来 此人竟然当众对张奎下手 张奎可是此地的镇守者 张威的亲弟弟 此人不要命了吗 在这远离天异城的偏远据点 那张威就是土皇帝 敢跟他们作对 完全是不要命了 所有人都难以置信地 看着出手的铃鱼 那对母女 更是大脑一片空白 你是谁 我要将你挫骨扬灰 我要你生不如死 张奎双眼赤红 如同一头野兽一般 嘶吼着对铃鱼大吼道 神情猙獰的 像是恶鬼一般 断手的剧痛 让他已经丧失了 基本的思考能力 他现在只想让铃鱼 还有铃鱼的家人朋友 全部受尽折磨的痛苦死去 他万万没想到 在这个据点之中 竟然还有人敢对自己出手 铃鱼冷笑 我只是一个 看不惯你所作所为的人而已 既然你想要死 那么我肯定是 不能让你继续活下去了 此言一出 周围的路人们 终于忍不住 发出今天的叫喊声 猛人 天哪 这就是英雄吗 可是一时出头意气用事 等等张威的人来了 他就惨了 搞不好还要连累 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众人议论之际 张奎的目光 已经变得疯狂起来 让我死 就凭你吗 张奎神色扭曲 区区一个狗东西 也敢让我死 我告诉你 以前甚至有 单海进五层的人 想让我死 但是他们都无一例外 最后死得很惨很惨 在这里 我的话就是天脸 没有能够弄死我的人 也没有我弄不死的人 你也不会是例外 灵雨不再言语 直接就冲杀了过去 来人 给我抓住他 我要把他练成活尸 张奎的咆哮声一出 顿时从四面八方 冲出十几个灵脉八层的人 朝着灵雨围了过去 堂壁当车 灵雨不屑地一笑 猎影 见光滔天 残影如月 叮叮叮 冲来的十几个灵脉 进八层的修炼者 一秒钟都没有撑到 直接碎成了无数块碎肉 从空中掉落 鲜血在地上飞速蔓延 形成了一片刺目的血泊 这般修罗地狱的场景 顿时让周围的人 全部如坠深渊 热闹的街道完全安静下来 寂静的落真可闻 紧接着 就像是潮水一般 围观的众人迅速退去 生怕跟这一切 扯上什么关系 倒还是有一些胆子大的人 停在远处观望 不时地交头接耳议论一下 此人居然如此强悍 瞬间就斩杀了 十几名灵脉进八层的修炼者 莫不是丹海靖 肯定是了 不然也不敢 在这个地方闹事 可惜了 这么年轻修炼到丹海靖 肯定是一位绝世天才 可惜刚过一蛇 不管怎么说 让这个该死的张魁吃个亏 总是好事 这个畜生都残害了多少人了 你 张魁声音发颤 他看着地上的碎肉 刺鼻的血腥味 让他几乎想要呕吐出来 眼中的恐惧 终于是战胜了疯狂 他想破了脑袋 都想不出来 自己的十几个手下 竟然被这个年轻人一键秒了 此人究竟是何方神圣 接下来轮到你了 凌羽冰冷的目光 看向张魁 第五十六章 斩杀张威 凌羽看向张魁 说吧 你想怎么死 不不不 朋友 都是误会 都是误会啊 我哥 我清哥是这个句点的镇守者 如果你杀了我 肯定跑不出这个句点的 我们交个朋友 放我一马 可好 张魁被凌羽的目光 吓得双腿双软 连连后退 可是之前 你还要让我死得很惨很惨啊 凌羽淡淡地说道 我这个人 不喜欢 让那些想要我死的人活着 不 求求您大发慈悲 饶我一命 张魁面露惊恐 瘫倒在了地上 一股尿骚味弥漫开来 竟然直接被凌羽冰冷的目光吓尿了 其实像你这种人 应该死得更惨一些的 但是我时间不多 所以便宜你了 凌羽神色如常地向前走去 每走一步 张魁的脸色就苍白一分 如此一幕 落到周围看热闹的众人眼中 无不让人拍手叫好 哥快来救我 忽然 你好大的胆子 在这个地方竟然对我弟弟动手 一道低沉的声音传来 紧接着就是一阵凌乱的步伐 凌羽停下脚步寻声看去 只见一个单海近七层的修炼者 缓步走来 面宽耳长 浓眉大眼 身上的杀气隔着老远都能够感受得到 而此人身边则是围着十多个 穿着黑衣的修炼者 各个目光凶悍 气息沉稳 一看就是不好惹的主 听到声音 张魁顿时露出劫后余生的喜悦 大喊了一声 哥 而周围那些看热闹的人 看见此人到来 纷纷像是老鼠看了猫一般散去 不敢再看 那对母女此刻 感激地看了一眼凌羽 犹豫中带着一丝不忍 也快速离开 哥 就是他杀了我的手下 还砍掉了我的一只手 张魁颤颤巍巍地指着凌羽 然后凄惨地嚎叫 飞快地跑到了张薇的身边 废物 平日里叫你好好修炼你不听 现在丢了人败坏的 可是我们张家人的脸面 训斥了一句张魁后 张魁目光看向凌羽 眼睛中露出毒蛇一般的凶猛 就是你杀我张家人 还要杀我弟弟 凌羽淡淡一笑 有什么问题吗 你要替他死一死 你说你要杀我 就凭你吗 真是笑死人了 在这个地方 谁能够杀我 张魁猖狂大笑 你以为你是谁 大哥 区区一个单海近一层的小子 竟然如此口出狂言 不用跟他废话 砍掉双手双脚练成人棍就是 就是 也不知道这种傻子 是如何长这么大的 活到现在 也是不容易了 周围的那些黑衣修炼者 纷纷目录不屑 大声嘲笑起来 凌羽的声音 渐渐变得冷冽 既然不幸 那便亲自品尝一下吧 狂妄 张魁冷笑一声 伸手一挥 大伙上吧 好好招待一下这位贵客 注意可别弄死了 我要好好折磨他的 对对对 快拿下他 我要亲自将他的眼睛 和舌头挖下来 一旁的张魁 神色兴奋地说道 他仿佛已经看到了 凌羽在自己面前哀嚎的场景了 杀 张魁拔出腰间的长剑 一马当先 其余人则是如同恶狼一般 扑向凌羽 猎影 凌羽身形一闪 化作残影 瞬间移形幻影 来到了张魁面前 一剑斩向张魁 这是什么速度 张魁瞳孔一缩 微微有些震惊 不过旋即 他就露出不屑的神色 因为他早就将一门身法 修炼到了大成级别 速度远超常人 暗影鬼步 张魁脚下一扭 整个人以诡异无比的速度 来到凌羽身侧 手中长剑狠狠刺出 万剑真绝 凌羽没有丝毫的畏惧 一剑横扫 顿时一片剑光 如同半月直接掠出 当 金铁交接之声传出 张魁不屑的神情顿时一致 从长剑上传来了一股 令他都感觉到恐惧的力量 不好 他心中惊呼一声 就要直接抽身退后 但是下一刻 一道碧绿色的无形火焰 直接在其身上燃起 一股剧痛的灼烧感 从四肢百骸和五脏六腑传来 这是什么鬼东西 张魁大惊失色 剧痛让他的反应慢了一瞬 而就是这一瞬 凌羽的一剑 顿时充斥了他整个视线 不 张魁无比惊恐地惨嚎一声 在死亡和剧痛的强烈刺激下 他强行扭转了身子 躲过了凌羽的致命攻击 但是 一只手连同整个肩膀 都被淋雨完整地切了下来 手臂被切下来后 诡异地没有洒出任何的鲜血 还没落地那只手臂 便被附着的碧绿色火焰 烧成了灰烬 张魁发出此声最为凄惨的叫声 倒在了地上 身上的火焰 任凭他如何挣扎 都无法扑灭 这不是实质的火焰 又如何能够扑灭呢 救救我 救救我 张魁挣扎着地上翻滚 没过一会儿 整个人直接被烧成了焦炭 最后风一吹 变成了一堆灰烬 两人从短兵相接到张魁败亡 也不过短短的十几秒钟 张魁甚至还沉浸在复仇的幻想中 没有回过神来 那些黑衣修炼者 也才刚刚冲到了灵雨身边 当他们看到张魁一个照面 就被杀了后 一个个瞬间如坠冰窖 头皮直接炸开 他们难以置信 强大到能够在这个据点 当土皇帝的张魁 竟然被此人一个照面就杀了 太恐怖了 下一刻 所有人都放弃了攻击灵雨 飞速地朝着四周跑去 就在这时 灵雨再次出手 想逃 没门 灵雨嘴角一扬 手持长剑 瞬间追了上去 那些黑衣人 不过只是一些灵脉巅峰 和单海近一层而已 如何能够逃得过灵雨的追杀 短短几个呼吸 灵雨就将所有的 黑衣修炼者全部解决 鲜血顿时染红了整条大剑 所有目睹这一切的人瑟瑟发抖 这个年轻男子 是魔鬼吗 为什么这么强 灵雨重新回到了 已经被吓傻的张魁面前 此时的张魁身上 不仅满是尿骚味 更有一股屎臭味 灵雨眼中浮现出一抹厌恶 随手一剑将张魁斩杀 然后就准备去据点中央的那座高大建筑 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够搜刮的东西 就在这时 不远处的街道传来一道声音 急爆 灭我张家据点 杀我张家少爷的凶手 是一名黑袍白面人 现在全程通缉 凡是提供有用线索之人 都能够获得丰厚的奖励 给我让开 别挡路 急爆急爆 嚣张的声音越来越近 不多时 就有一个穿着张家服饰的修炼者 一边高举着一张 画着黑袍白面人的画像 一边飞速地朝着这边跑来 但是很快 他就发现身边的街道 竟然没有一个人 而且 一些地方还散落着血迹 一句句穿着张家服饰的无头石头 惨死街头 这 这名张家的暴性者 心中渐渐生出一股不妙的感觉 据点难道出事了 他顺着街道往前走去 很快就看到 大片大片的血泊 都满地的尸体残骸 在这些尸体旁边 有一个年轻人 正手持长剑 背影笔直修长 他惊恐地看着满地的尸体 然后哆哆嗦嗦地说道 这些人都是你杀的 你既然杀我张家的人 镇守着张薇大人 一定会将你碎尸万段 灵雨淡漠地转过身来 目光看向张薇所画的一堆灰烬 你如果说的是 这堆灰的话 那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暴信者神色无比惊恐地看向周围 他看到了张魁大人的尸体 想来此人应该没有说谎 否则的话 张薇大人早就出来了 张薇大人 可是丹海晋七层的强者啊 怎么会死在这么一个年轻人手里 灵雨走上前 将已经全身僵硬的暴信者 手中的通缉令扯了过来 只见这通缉令上 画着一个黑袍白面人的画像 下面写着悬赏金额 一千万上元币 祸 一千万 张家果然财大气粗 紧接着他手上冒出一团碧绿色火焰 将通缉令化作虚无 转头看向暴信者 你你想干嘛 暴信者脸色惨白 瞬间出了一身的冷汗 连心跳都停止了 放轻松 我不杀你 你回去给张家家主带个口信 就说要不要多久 我就会登门拜访 让他不要费尽心思找我了 好好的 暴信者都快被吓哭了 连连点头 然后转身连滚带爬地 离开了这个如同地狱一般的地方 第五十七章 叛逆期的系统 将张家据点中心的建筑搜刮一遍后 凌羽收回了分身 然后开始清点战利品 嗯 这一级的据点 果然跟F级的据点不能比 既然光是上元币 就有1100万 各种各样的材料 和天才地宝 数不胜数 这个张薇在这个据点 当了这么多年的土皇帝 看来没少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卧槽 竟然连四街义和都有这么多 发财了 凌羽看着面前十几颗颜色各异 散发着磅礴能量的义和 顿时笑开了花 果然致富之路 还是得靠张家助我呀 他当即就询问 系统升到四级 需要什么东西 报告诉主 系统升到四级 需要四千万上元币 和冰火两一果一枚 凌羽一听 顿时沉默了 这个系统真的是个无底洞啊 虽然很强悍 但是需要喂养起来 也不是一般人能够负担得起的 这还是三级升到四级 那以后五级六级 不是要老命了 还有这一次升级需要的 不仅仅是金钱了 还需要一个叫做 冰火两一果的天才地宝 对于这个冰火两一果 它是一无所知啊 想来应该是一种 比较难得到的珍惜之物 否则的话 它不可能连听都没有听过 系统升级无望了 凌羽又打起了那些功能的主意 系统 那些功能 我可以单独升级吗 报告诉主 可以 那我现在的资源 可以将那些功能升到多少阶 报告诉主 你现在有2451万上元币 四阶一核13枚 三阶一核35枚 二阶和一阶一核数百 可以将所有功能都提升一级 凌羽一听 顿时来了精神 所有功能都提升一级 那这其中 不是还包括分身吗 那就太好了呀 它毫不犹豫地 让系统升级 正在升级 请稍后 升级成功 自动修炼功能升至四级 修炼速度 变为基础速度的50倍 分身功能升至三级 分身人数增加一 系统空间 容量增大 可以储存活物 很好 还没等凌羽开心狂喜 系统的下一句 就让他目瞪口呆 一共消耗2105万上元币 四阶一核五枚 三阶一核十二枚 反应过来后 凌羽看向系统面板 自己辛辛苦苦拼来的2000多万 瞬间见了底 只剩下一点零头 我草泥马杀暖系统 你他妈 凌羽暴跳如雷 早知道所有功能 全部升级要这么多钱 他怎么也不会说全部升级啊 这系统就是故意的 根本没有提醒他 检测到宿主辱骂系统 系统功能占用24小时 卧槽 哎呀 凌羽 反了天了 这系统竟然还会反击他 就在凌羽无语凝掖的时候 另一边一张天罗地网 呈扇形朝着经验报据点飞速扑来 快 速度快 全方位搜索 此人定然跟之前的黑袍白面人 脱不了干系 很可能就是黑袍白面人 赏金已经提升到了2500万上元币 兄弟们能不能发财 就看这一次了 向着据点围杀过来的人 不只是张家的人 还有那些为了今天赏金而来的修炼者们 这些人从练灵境界 到丹海近八层都有 他们乌泱泱的一片 用各种手段 疯狂地搜索每一个角落 发誓要找到在据点滥杀无辜的那人 这一次 看你往哪逃 张向天遥望经验报据点 眼中闪烁着疯狂的恨意 在他看来 这一次杀死他儿子的凶手 一定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因为这一次 除了张家家主和少数的一部分守卫 张家已经倾巢而出 神门镜的长老就派出了两位 除了家主张泽之外 剩下的所有神门镜强者 皆在此处 除此之外 还有众多的因为高额赏金而来的修炼者们 就是堆也能把这位黑袍白面人给磨死 根据张家供奉张天的描述 此人的实力 定然已经超过了丹海近八层 甚至是神门镜也不是不可能 而且这些神秘的黑袍人还不止一个 背后似乎是有一个组织 所以张家才如此大张旗鼓 兴师动众 如此强大的阵容 几乎只有在抵抗异兽兽朝的时候 张家才会集结起来 而对方呢 顶破天就是一个神门镜强者 再加上一些丹海近的手下 而他们这边 除了两位神门镜的强者之外 还有上千名参与围杀的修炼者 在后方是凶险无比的地级狩猎场 其中遍布五阶异兽 就算是神门镜的强者 也不敢轻易入内 除了逃进地级狩猎场 别无他路 而进了地级狩猎场 那么生死就完全交由易受了 另外一边 凌羽无奈地停止了对系统的咒骂 这下可好 系统都有反骨了 说不得骂不得 骂了还要给自己这个宿主惩罚 这上哪说理去 看着自己余额只剩下几十万的灵头 凌羽欲哭无泪 突然从千万富豪 变成了穷光蛋的痛苦 谁能够理解 这才是人生最痛苦的事情 人活着呢 钱没了 凌羽骂骂咧咧地洗漱了一番 然后倒头就睡 因为平白无故地少了两千多万 他气得有些睡不着 之前在凌家当大哨的时候 他根本就不觉得 钱这个东西有多重要 现在他才觉得 钱才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唉 看来又要陷入没钱用的阶段了 凌羽微叹了口气 开始反思思考着 未来应该怎么做 现在离系统升到四级 越来越远了 不仅冰火两一果 没有任何的头绪 现在还差几千万才能凑够 不过能够让分身多一个 也是好事 战力比之前高了一大截 凌羽思索着 这一段时间到手的材料卖掉的话 应该是可以救急一段时间 自从和上次聚保罗的钱大副交易之后 后面获得的材料 就再也没有出手过 到现在 系统空间中的材料 已经堆成了小山 找个时间 把这些材料给卖掉吧 不过要等一天 系统这个老六 已经把所有的功能给禁用了 第58章 张家武器店 凌羽点点头 接过钱大副恭敬地 递过来的VIP卡 这是付给您的钱款 请收好 钱大副有拿出一枚 储物戒指 递给了凌羽 这些资金 他在清点材料的时候 已经叫人申请下来了 很好 凌羽点点头 转身离开 大人有空长了啊 欢迎会过 做成了这一笔大单子 钱大副脸都笑抽筋了 离开聚保罗后 凌羽一边走一边心中暗自思索 这聚保罗的信誉果然不错 不愧是大势力的连锁店 回到家里 凌羽微微一笑 将这些钱全部存到了系统中 这一下子 又多出了1600万 让他的心情瞬间大好 吃一欠掌一掷 他已经决定好了 下一次升级什么功能的时候 一定要提前问一下 系统花费多少才行 想到张家这一次清潮而出 却在经验报据点扑了个空 凌羽就有些想笑 他们做梦 都想不到 自己有分身这种逆天能力 并且 分身还能够随时召唤出来 还能随时收回 这样来无影去无踪 他们要如何寻找自己呢 而且 当初他去经验报据点的时候 让分身没有穿黑袍白面 而是易容前往 毕竟分身的相貌 跟他的相貌一模一样 他才不想让张家 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呢 虽然他也不怕就是了 但是能够少些麻烦 当然是最好的 嘿嘿 现在 就是你们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灵羽嘴角浮现出一抹冷笑 将三个分身全部召唤出来 然后易容了一波 全部放到了天异城内 虽然张家府邸他不敢去 但是张家有很多的店铺 灵羽要做的事情 就是打一枪换个地方 反正自己这个本体不用暴露 尽情用分身去搞事情就是了 此刻张家的注意力 全在经验报据点周围 城内又空虚起来了 天异城城北 张家在这里 开了一家非常火爆的武器店 因为地段好 名气高的缘故 这家武器店 可谓是日进斗金 也毫不为过 小二 我要出售兵械 这柄玄阶低级的长剑多少钱 老板 我定制的玄阶中级长枪 还要多久才能够完成啊 此时 武器店中人来人往 热火朝天 店里面的生意非常好 日进斗金 都完全不足以形容 这家店的赚钱速度 可以说 这家兵器店 就是张家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 躺着收钱的感觉真好啊 武器店的掌柜张都林 坐在柜台后面 一边惬意地喝着茶 一边悠然自得地 看着来来往往的客人 就在这时 一位相貌普通的年轻男子走了进来 此人背着一柄长剑 一身白色长袍 步伐稳健 身上散发着 丹海静强者的灵气波动 正是淋雨的分身之一 欢迎贵客光临张家兵器店 请问 有什么能够为您效劳的吗 张都林站起身来 满脸笑容地说道 丹海静强者 已经足够让他亲自接待了 不过 此人对他的话不理不睬 静止走到了店铺的尽头 在店铺尽头 一个独立的展览区 摆放着一柄紫色长剑 紫色长剑看起来非常的华丽 周身散发着浓郁的灵力波动 在剑身上 还萦绕着一丝丝的紫色雷电 看上去的确是一把 不折不扣的地阶武器 因为只有地阶武器 才能够让周身散发出 如此浓郁的灵力 店铺内众人见一位 其貌不扬的年轻男子 目不斜视地盯着紫色长剑 顿时诧异地议论起来 此人是谁 竟然想要购买 这柄紫霄神雷 怎么可能 紫霄神雷可是地阶兵器 就算它是单海镜 也不可能买得起的 这柄紫霄神雷 纯粹就是为了展示 这家武器店的手腕 才摆在这里参观的 听说是不出售的 嗯 估计此人也是过过眼影 众人议论之际 张都林来到了 灵雨分身旁边笑道 这位贵客 这柄紫霄神雷 是本店的镇店之宝 暂时是不对外出售的 您要不要看看其他的武器 张都林刚想给面前的 这位年轻男子 介绍其他的剑类武器的时候 这位年轻男子 竟然伸出手 去拿紫霄神雷 如此动作 立即让所有人瞪大了眼睛 且慢 就算阁下是单海镜 也不能在这里 罔顾我张家武器店的规矩 张都林连忙伸手 抓住灵雨分身的手腕 除了紫霄神雷 这家店内的所有兵器 都随你挑选 我们张家武器店 再添一程 也算是最顶尖的武器店了 相信你 一定能够挑选出 自己喜欢的兵器 挑 年轻男子的声音沙哑 而又冰冷 不 我全都要了 此言一出 店里面顿时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被这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 给震惊到了 随后所有人看他的眼神 就跟看傻子一样 这家伙 一定是疯了吧 我的天 这家店里面的兵器 加起来 最起码值五千万 全都要 此人的脑袋 绝对是被驴踢过的 也不知这个智商 怎么修炼到单海镜的 依我看他 就是来砸场子的 估计是李家或者柳家 来的 砸场子 这可是张家 谁敢来这里砸场子 除非不要命了 我觉得这个人 就是想装个逼而已 等着看吧 等等他就要灰溜溜地离开了 众人指指点点 看向年轻男子的目光中 充满了鄙夷之色 这位客人 你怕是在消遣我吧 除了紫霄神雷 剩下的所有东西 加起来至少要五千万 你能拿得出吗 张都林眼底 闪过一丝轻蔑 他根本就不相信 这个奇貌不扬的人 能够拿出这么多钱 能够在天一城 拿出这么多钱的人 他都认识 其中可没有一个长这样的 因此 他笃定 此人就是来捣乱的 虽然对方是单海镜 但是这里可是张家的底盘 难道还怕得罪一个 小小的单海镜吗 如果你拿不出这么多钱的话 请你乖乖地从这里滚出去 张都林目光中的鄙夷之色 丝毫不加一掩饰 对着门外 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年轻男子转头看向张都林 你现在离开我的视线 还来得及 怎样 这话一出 众人顿时更加惊骇 嘴巴都快掉到地下了 区区一个单海镜一层的修炼者 竟敢在张家的地盘上 让张家助派的掌柜 离开自己的视线 这特么是吃了龙肝凤髓了吧 胆子这么大 你的意思是 让我滚吗 张都林指了指自己 怒急返效地问道 随后露出阴沉的笑容 好的很啊 你果然是爱闹事的 来人 第59章 喜结 张都林一声怒吼 人群之中立即跳出来几个张家的单海镜强者 这几个单海镜之中 有两个是单海镜三层 剩下的都是单海镜一层 他们自信满满地 看着这名其貌不扬的年轻男子 眼中露出一丝残忍 这种情况的话 即便他们把此人给打死也没事 联盟执法队 那边的人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谁让这个人不知死活 先上门挑衅呢 给我上 让他见识见识 我们张家的厉害 张都林冷笑一声 退到人群之后 仰着头轻蔑地看着林语的分身 是 几个单海镜的修炼者点点头 纷纷拔出自己的武器 一瞬间 张家武器垫之中 一股杀伐之气弥漫开来 围观中的顾客们 都纷纷向林语 分身头去幸灾乐祸的目光 然后朝着周围退去 把中间留出足够的空间来 单海镜强者啊 这可不算是普通人了 能够看见一名单海镜的强者 在几个单海镜的围攻下生死 也是一件能够向他人吹嘘的资本啊 一股杀向林语分身 每一柄亮晃晃的武器 都朝着要害处招呼 显然是打算下杀手 此人必死无疑 这张家的人 显然没有打算给此人留活口啊 以异敌似 对方又是招招致命的手段 想要安全地离开 怕是难落 见状 众人都是对林语 分身头去怜悯的目光 但是下一刻 他们的眼珠子 直接瞪了出来 只见一道灵力的剑光 犹如凭空出现一般 瞬间划过了几个单海镜修炼者的脖子 旋即这几个单海镜动作猛的一致 手中的武器也无力地掉落 紧接着 他们的脖子 渐渐出现了一条细线 开始渗血 最后像是绝地一般喷涌而出 任凭他们用手去舞 也无济于事 刺鼻的血腥味 顿时弥漫在整个张家武器垫中 看到这一幕的人双眼瞪大 眼珠子都要瞪出来 张着嘴巴 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 他们完全不敢相信 几个张家的单海镜修炼者 竟然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单海镜一层修炼者一剑秒了 而且让他们更加觉得荒唐的是 此人竟然光天化日之下 在天异城内杀人 此人难道不怕联盟执法队吗 而且杀的还是张家的人 这一下联盟执法队和张家 都不会放过他 走走走 快走 此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 千万别跟他扯上关系 前面都快走啊 我可不想被一个疯子盯上 踩你妈呢 谁他妈踩我 人群纷纷无比恐惧地 朝着武器垫外面挤去 在他们看来 这个年轻男子已经完全疯了 就是一个只知道杀戮的疯子 继续跟此人待在一个地方 一定会被他滥杀无辜 几秒钟之后 除了已经傻眼的张都林 和几名炼器师之外 剩下的人都跑了 你你你你 你竟然敢当众杀我张家的人 你简直是个疯子 你会死得很惨的 你的家人朋友也会死 疯子 疯子 张都林惊骇地用手指着林宇纷身 浑身颤抖得 像是得了杨颠风一样 然而林宇纷身 就像是随手拍死了几只蚊子一般 神色如常地收起长剑 然后伸手将那紫霄神雷拿了起来 你 张都林张了张嘴 他很想让眼前这个年轻男子 放下手中的紫霄神雷 但是此时店铺内的守卫者 全部死完了 他自身实力又不高 如何敢去阻止 而就在这时 张都林发现 这名年轻男子 竟是朝着他走来了 你 你想干什么 我警告你 不要乱来 张都林双目皱缩 心中漠然地升起一股刺骨的寒意 现在 你可以滚出我视相了吗 林宇纷身的话语 冰冷 而又充满了杀气 好好的 我这就滚 这就滚 张都林看着那恐怖的几具尸体 和眼前如同杀神一般的年轻男子 根本没有任何的勇气反驳 颤颤巍巍地点了点头 旋即张都林和几名炼器师二话不说 转身就离开了武器店 那模样 恨不得自己多长几条腿 林宇纷身上前 将张家武器店内的所有武器 全部收入了系统空间 把整个店铺搜刮干净之后 林宇纷身静止离开了店铺 飞速消失在街道上 该死的黑袍白面人 若不是他 城内的张家守卫 岂会被抽掉 我又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啊 在街道的角落中 张都林想起惨死的张家守卫 和空空如也的店铺 简直是欲哭无泪 这一下 张家武器店全完了 他回到家族 指不定要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 但若是让他知道 刚刚那个年轻男子 就是他说的黑袍白面人 不知道会做何感想 这时 街道远处传来一阵凌乱的脚步声 是谁敢在城内杀人 立刻交出武器 跪地束手就轻 不一会儿 一对穿着金边铠甲的联盟执法者 冲进了店铺中 跑了 已经跑了 张都林冲进店铺 一边哭嚎一边说道 你们怎么才来啊 张家武器店被洗劫一空这件事情 轰动了整个天一城 而且同样的事情 还不止发生了一起 而是总共三起 张家武器店 张家丹药阁 张家商会全部都被人洗劫一空 而且联盟执法者 连人家的影子都没看到 据当事人所说 这三个洗劫了张家店铺的人 不是同一人 而且是同时发生的事情 这一下 张家顿时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成为了全城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张家府邸之中 家主 他就是这么说的 一个修炼者跪在地上 紧张无比地说道 此人正是之前在经验报据点报信的人 看来他应该就是那个黑袍白面人了 还要登门拜访我 呵呵 好大的口气 张泽坐在上手 苍老的脸上满是冷笑 就凭他区区一个单海镜 也敢如此大放厥词 报信者惊恐地匍匐在地上 不敢回答 你将那人的画像画出来踏印 然后分发到全城和所有的据点 一旦发现此人的踪迹 就立刻动手 是 张泽摆了摆手 遣退了报信者 就在这时 外面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紧接着 一人冲进了厅堂内 神色慌张 家主 大事不好 何事如此慌张 张泽眉头一皱 此人向来沉稳 今日怎地如此慌张 张灵普通一声跪在地上 家主 我们城内的武器店 丹药阁 商会全部在同一时间 被人洗劫一空 什么 张泽蹭的一声站了起来 脸上写满了震惊和难以置信 旁边的侍从更是惊骇得满脸失呆 张灵你可知 自己在说什么 张泽走下位置 面色惊怒 这三个店铺 全都在城内 岂会被人洗劫 虽然他知道 张灵绝对不会在这种事情上面撒谎 但是他却怎么也不敢相信 家主 此时千真万确 我还去现场看了 确认无误 张灵以头点地 颤抖着说道 动手的是三个相貌不一的神秘单海镜强者 我们的人 一共损失了整整16名单海镜一层 和五名单海镜三层 钱财八千多万上元币 物资材料不计其数 第六十章 疯狂劫掠 文言 张泽顿时面色铁青 双目赤红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浓郁的杀气 周围的侍从和张灵 颤抖着不敢说话 竟然真的有人敢洗救我张家的店铺 那三个贼子抓住了没有 张灵咽了一口唾沫 额头上满是冷汗 没有 张灵声音发抖 根本不敢去看张泽 我们张家的主力 都去城外的据点搜捕黑袍白面人了 而且联盟执法者又来得晚 他们抵达的时候 凶手早就跑掉了 张泽嘴角狠狠地抽搐起来 可恶 究竟是谁 三个重要店铺被洗劫 不仅造成了经济上的重大损失 而且让张家的声誉 也遭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在天异城之内 屹立了这么多年的张家 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 被洗劫了三个如此重要的店铺 最关键的是 凶手还没抓到 这简直是奇耻大如 张家历史上 还从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给我查 必须要抓住凶手 此时 张泽整个人已经暴怒的 如同即将喷发的火山 可是 可是家主 我们的主力都在城外 人手不够了 张灵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沫 要不要让修士联盟 接手调查此事 修士联盟 张泽忽然想到了什么 强行压下心中的怒气后说道 你们暂且退下 容我想想 是 张灵和其他侍从 如是重负的恭敬告退 三个人 忽然消失 同时出现 张泽闭着眼睛思索着 突然他双目一睁 如此诡异的手段 黑袍白面人 错不了 此事定然是黑袍白面人所为 而且 这群人不止一个 背后有一个神秘组织 在针对我张家 之前的双异巨蛇区据点也是如此 张天所说的那个黑袍人 也是忽然就消失了 此事形式诡异 本来以为只是一个萧小之辈 但现在看来极为难缠 想到这里 张泽的面色阴沉得 如同要滴出水来 这时 他忽然面色一变 糟了 此人如果赶光天化日之下 袭击城内的商铺 就一定再次突袭城外的据点 来人啊 张泽想也不想地 立即大声吼道 给我立即加强 所有张家据点的戒备 据点内如果出现陌生面孔的话 一定要严加盘查 然而 他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已经晚了 城外 张家一级狩猎场冰霜巨熊区据点 为了搜捕黑袍白面人 这个据点派出了很多人 此刻正是空虚之时 一个黑袍人混入了据点 静止冲入据点中央的镇守府 大肆洗劫 但凡有人敢阻拦对他出手 全部都瞬间殒命 大量的人员哭喊着逃离现场 一时间狼藉一片 同样的事情 在其他的张家据点也发生了 这些据点最强的 也不过是单海进七层 在陵雨分身之下 不堪一击 但张泽加强戒严的命令抵达的时候 已经有整整三个据点 被陵雨洗劫一空 天一城内的房间中 陵雨冷冷一笑 玄机他便兴奋地开始清点收获 此时系统空间之中 已经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物品 武器单要天才地宝 异寿材料 已经堆成了小山包 还有一堆堆的金光闪烁的上原壁 那一颗颗流光溢彩的一盒也是 要将他的眼睛谎化 哈哈 不愧是张家 没有让我失望啊 陵雨勾着嘴角 兴奋到 系统给我全部存进去 一声令下 系统上面就多出了 将近一个亿的上原壁 而且除了钱之外 分身还掠夺到了 大量的单药和武器 武器之中 最好的便是在张家 武器店内的 那把紫霄神雷了 普通的长剑长枪 已经没办法跟上我实力了 而且现在掌握的灵技功法越来越多 也是时候更换武器了 陵雨嘴角一勾 从系统空间中 取出了那把紫霄神雷 这紫霄神雷姿态优美 剑柄剑翘浑然天成 上面的雕饰 如同星宿天宇 颇具意景 在剑身上 还有丝丝的紫色雷蛇 缓缓流转 看上去就不是反物 枪 陵雨拇指一动 紫霄长剑瞬间出窍 只见房间中 漠然绽放出一团紫色光芒 如同雷霄钥匙一般 好剑啊 陵雨轻抚剑身 满脸微笑 虽然她家传绝学是猎神枪 但是剑法枪术是共通的 当初她用一个木棍 都能够使出猎神枪 用剑当然也可以的 把玩了一阵紫霄剑后 陵雨将其收入系统空间中 兴奋的目光 又落到了系统空间中的丹药上面 洗劫了一整个丹药各的丹药 这些丹药种类繁多 疗伤的 解毒的 辅助修炼的 突破境界的 应有尽有 这么多丹药 甚至还有能够辅助 神门镜修炼的五品丹药 有了这些丹药 我的修炼速度 就能够再次提高了 真是太美妙了 陵雨双眼冒着绿光 旋即从系统空间中 拿出最好的修炼丹药 像是吃糖豆一般 扔进了嘴里面 一瞬间 一股强大的吸引力 从陵雨身体上传出 这股吸引力 如同一头巨兽一般 疯狂地撕扯 吞噬周围的灵气 如此速度 几乎将陵雨的修炼速度 再次提升了数倍 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下去的话 今天之内 我就能够达到单海进三层 陵雨忍不住发出低沉 而又兴奋的笑声 到时候 我的实力 肯定又能够提高不少 到时候看看 谁是老鼠 谁才是猫 而在此之前 还是再让你们感受一下 什么是心痛的感觉吧 一边感受着 修为疯狂提升的爽快感 陵雨一边下达了 继续洗劫张家据点的命令 在陵雨的指挥下 分身不断地洗劫张家据点 就算张家的人 接到了张泽的命令 严加防范 都没有用 陵雨的分身 总能够通过各种方式 进入据点 狠狠洗劫一番 随着时间流逝 越来越多的张家据点被洗劫 一级狩猎场的据点 基本上都被陵雨光顾了一个遍 除此之外 F级据点 也有一半遭了殃 若不是张家据点和据点之间 相距太远 这个数字还会更高 同时 这么多的据点被洗劫 消息根本拦不住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 张家招惹了一个不得了的势力 这个势力的人 各个实力强劲 而且诡异莫名 城内每一个人 都在议论张家的事情 竟然传来传去 流出了张家 将要被这个势力覆灭的消息 混蛋 不杀牛死不瞑目 经济和声誉上 严重受损弃的张泽 暴跳如雷 狠狠一掌 将一个据点的负责人 打成四分五裂 而就在张泽暴怒不已 张家人心惶惶的时候 叮 宿主成功突破 丹海近三层 淋雨已经突破了 丹海近三层 此刻 无数的灵气汹涌而来 尽数凝聚于丹海内 淋雨舒展手脚 满脸陶醉地感受 这体内的力量 此时都不用看 系统的属性面板都知道 自己的各方面属性 已经得到了不小的提升 如此实力 再加上三个神出鬼没的分身 已经能够勉强和张家的 围捕大军一较高下了 实在不行的话 淋雨自信想要走 没人能够留得下他 而且 淋雨想要的 可不是长时间的拉锯战 而是要彻底地覆灭这些人 不管是张家的人 还是为了赏金来围杀他的人 既然想要围杀他 就要做好被他杀的准备 等着吧 游戏才刚刚开始呢 淋雨往最里面 扔了一颗珍贵的无品丹药 嘴角勾勒出 一丝残忍的笑容 第61章 丹海近五层 同一时间 正在搜捕淋雨的张向天等人 也知道了张家据点 纷纷被截略的噩耗 所有人一瞬间就实话了 大家像是雕塑一样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许久之后 众人才惊骇不已地 吸了一口凉气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否则我张家据点 将会被连根拔气 张向天当场心痛的面无血色 立即就要打到回府 守护家族据点 邵家主 不能就这样前功尽弃啊 其中一个神门禁的强者 权衡一番 劝说道 要是现在放弃了 我们固然 守住了剩下的据点 但是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说不定 我们已经马上要抓到 那个黑袍白面人了 他的同伙 正是采取的唯威救赵之法 张向天阴沉着脸 但是我们除了地级狩猎场之外 剩下的地方都搜过了 现在连那个黑袍白面人的影子 都没有找到 难不成我们真的要冒险 进入地级狩猎场搜捕吗 这位神门禁强者说道 自然 他一个单海禁的 都敢进入地级狩猎场 我们这么多人 而且还有两位神门禁在此 为何不敢 也是 黑袍白面人 即便进入了地级狩猎场 想必也不敢贸然前进 肯定走不远 张天这个时候 也上前一步说道 说不定他现在就在距离 我们最近的地级异兽区 现在绝对不能放弃啊 可是 我们的据点怎么办 张向天捂着胸口 被气得有些有些脸色铁青 邵家主 就是因为我们张家损失惨重 所以才更加不能在此刻放弃啊 若是能够抓到一个黑袍白面人 就能够知道他们这个势力的情况了 张天点点头 是啊 只要家主还在 我们张家永远都是天异城四大家族之一 这些被洗劫的据点 迟早都能够恢复元气 那些损失的钱 也同样可以赚回来 这些损失相比起能够抓住 凶手来说都不值一提 我明白了 张向天点点头 是我目光过于短浅了 差点音小失大 张凌峰长老 还得是你啊 那位叫做张凌峰的神门禁长老笑着说道 事不宜迟 那我们这就开始搜索地级狩猎场吧 好 张向天郑重点头 旋即下发命令 得到命令之后 众多修炼者 以单海近八层以上的人为领队 形成结晶三十个小队 开始进入地级狩猎场搜索 实力不够 或者没有勇气进入地级区域的人都 留在外围 防止黑袍白面人逃跑 转眼间 一夜过去 张家在城外所有的据点 都被淋于洗劫一空 除此之外 还有剩下的几个血狼猎魔团的据点 也被搜刮干净 系统内的金额 已经飙升到了一亿两千万 这么多的钱 估计已经凑够了 将系统升到五级的金钱 只不过 现在系统升级 不仅仅需要钱 还需要珍惜材料 就比如说 这一次的冰火两一国 淋于连听都没有听过 更别说获得了 不过最让淋于兴奋的不是这个 而是自己的实力境界 经过一夜不停地 用各种各样的丹药辅助修炼 进一步提高自动修炼的速度 现在淋于的实力 已经突破了丹海近五层了 一夜之间 就从丹海近三层 突破到五层 这般速度 简直是骇人听闻 恐怖如斯 淋于丹田内的丹海 进一步扩大 属性面板 姓名 淋于 境界等级 丹海近五层 攻击等级 SS 防御等级 S加 身法等级 S加 耐力等级 S加 掌握灵机 猎神枪 小城 猎影 小城 洞察之眼 万剑真诀 小城 焚天弄严诀 小城 一火 青莲地星火 陨落星炎 琉璃连星火 以激活系统功能 自动修炼功能 三级 分身功能 三级 系统空间 存储提现 以我现在的实力 就算正面硬汉神门镜的强者 我也依然不惧 解解解解 淋于的嘴角 缓缓勾勒出 一抹邪意的笑容 真正的游戏 开始了 这一夜他本体 在修炼的时候 早就将分身派出去 将混在了参与围杀他的人员之中 将这个地级狩猎场 全部都摸了一个遍 不仅如此 淋于还趁机摸清楚了围剿人员的部署 这让他暗笑不已 张向天等人 将大队伍分成一个个小队 原本这个方法是 没有错的 因为他们要对付的 只是一个黑袍白面人而已 一个小队有二十几人 每一队都是一位 单海进八层的作为领队 就算打不过 只要能够拖住 那么支撑到两位神门进强者到来 结局便注定了 但是他们万万没想到 仅仅是一天一夜的时间 淋于的实力 就从原本的单海进一层 飙升到了现在的单海进五层 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只有单海进八层的修炼者作争的小队 完全不是淋于的义和之敌 当初淋于在单海进一层的时候 就能够轻易将单海进八层的张薇灭杀 更别说 现在已经到了单海进五层了 一号二号三号 给我杀 一声令下 淋于将分身送去不同的地方 开始猎杀参与讨伐黑袍白面人的小队 琉璃虎区域 某个山剑之中 一队人正在休息 那为首的单海进八层身边 甚至还有两个长相美艳的侍女 贴身按摩 忽然此人耳朵一动 推开身上的侍女 面色变得警惕起来 大人 您怎么了 两个侍女诧异地问道 不 没什么 继续吧 此人皱了皱眉头 眼中闪过一丝惊疑 但是 就在他闭上眼睛 继续享受侍女的温香软玉时 忽然看见一道黑影 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自己而来 不好 这名单海进八层的强者 浑身汗毛树立 当场就要站起身来 但是还没等他有所动作 一柄伶俐的长剑 就划过了他的脖子 啊 大人 大人他死了 其余的人看到为首的领队身亡 顿时吓得三魂巨帽 疯了一般 朝着四周逃跑 甚至都没人看到 袭击者是什么样子 这一队的领队 就已经被人划开了脖子 同样是琉璃虎区域 在一座山林之中 一名单海进九层的强者 带领着二十名修炼者 仔细搜索者周围 忽然不远处 传来一阵嬉嬉琐琐琐的声音 众人面色一惊 哗哗哗地拔出武器 严阵以待 紧接着 他们便看到一个 手持长枪的黑袍白面人 浑身燃血地钻出了树林 是黑袍白面人 竟然在这里遇到了 太好了 2500万 发财了 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脸上的惊喜难以掩饰 每个人看向黑袍人的目光 仿佛都在看着一堆堆的钱 向他们招手 给我上 张家说了 要抓活的 丹海进九层的强者狂喜 当即就迫不及待地冲了上去 生怕黑袍人跑了 其余人也不甘落后 纷纷狂笑着冲杀过去 第62章 主动现身 黑袍人站在原地 微微低着头 一动不动 白色面具上的鲜血滴落在地 下一刻 只见黑袍人手中长枪一挥 顿时所有人都听到了 阵阵龙音之声凭空响起 更是有奔雷滚滚在 黑袍人周身浮现 猎神枪 黑袍人冰冷地吐出三个字 一道白光冲黑袍人手中的 枪间浮现 最后越来越刺目 一声龙音之后 枪间的白光 顿时光芒一闪 化作一条金色龙影 向着最前面的 丹海进九层强者而去 好 一声震耳欲聋的 龙音之声响起 冲在最前面的 丹海进九层强者身形 漠然一致 就这么停顿在了半空 然后在众人惊骇的神色中 全身一点点地化作了虚无 这 怎么可能 一名丹海进的修炼者 惊骇的头皮都要炸开了 这黑袍人身上的灵力波动 不是丹海进五层吗 怎么如此强悍 你还管这管那的 赶紧逃啊 另外一人大叫一声 不要命地往远处跑去 连头都不敢回 快逃啊 其余人想也不想地转身逃命 一个个跟见了鬼一样 神色极度惊恐 在他们看来 已经是无敌一样的存在 竟然被黑袍人一招给打没了 这般诡异的一幕 让他们心底生起了无尽的恐慌 而黑袍人站在原地 看着他们四散奔逃 却没有追击 而是在原地渐渐淡化消失了 同样的一幕 在各个地方不断地上演 黑袍人所过之处 所向披靡 没有任何的丹海进 能够幸免于难 短短半天时间 就有八个小队的领队 死在了淋雨手中 泽泽 这些人可真的是肥 本体这边 淋雨看着系统空间中 收获的战利品 不停地感叹 八个单海进之中 包括了两个单海进十层 和三个单海进九层 这让他一下子 就收获了大量的材料资源 还收获了不少的单药和武器 特别是武器 那些单海进八层以上的人 都拿着的是玄阶兵器 甚至他还收获了一把 玄阶终极的长枪 来来来 兄弟们 不要客气 人手一把玄阶兵器 淋雨挑选出品质最好的 三把玄阶武器传递到了分身手上 拥有玄阶兵器的分身实力 再度暴涨 单海进八层以下的修炼者 一招就死 即便是单海进九层和十层 也抵抗不了多久 就在玄阶的分身 疯狂地猎杀小队的时候 张向天和张凌峰 以及张天等人 会合在一起 因为拥有通讯手段的领队都死了 所以此时 他们还不知道 几方的小队正在被玄阶拘杀 周围的地级异兽区 都已经全部搜索完毕了 但还是没有发现黑袍人的踪迹 张天分析道 目前的话 只有这个琉璃虎区域还没有搜索 我估计 我们距离找到那个黑袍人 已经不远了 除非 除非他敢进入C级狩猎场 张凌峰冷笑道 绝不可能 C级狩猎场 到处都是相当于神门进抢者的异兽 甚至还有相当于 倒台境界的六阶异兽 我就不信他敢去送死 不错 此人绝对在琉璃虎区域 张向天露出一丝残忍的笑容 终于要抓到他了 这时 一名单海境三层的修炼者 忽然惊慌失措地 从外面冲了进来 不是说了我们在 商议的时候 没有紧急的事情 不能打扰吗 张向天神色冰冷地 看着闯进来的人 杀鸡肆意 邵家主 大事不好 闯进来的人满头冷汗 我们碰到了好几个小队的人 他们都说自己小队的领队 被黑袍人杀了 什么 在场的所有人 瞬间瞳孔一缩 说清楚点 多少个小队 那些人被杀了 光是那些来报告的 就有火狼猎魔团团长 穿山甲猎魔团团长 强威猎魔团团长 黑煞猎魔团团长 他们不都是 单海境九层的吗 都是黑袍人干的 你们是不是弄错了 不仅仅是张向天 就连张凌峰和张天等人 全部都产生了一种 不真实的荒谬感 千真万确 据说 他们是被黑袍人 一招灭杀的 一招灭杀 张凌峰闻 言不怒反笑 一派胡言 你可知一招斩杀 至少也得是神门镜的实力 才能够做到一招 斩杀单海境九层的人 而且还能够做到 让这些人 连传讯都没办法做到 恐怕实力 还不是普通的神门镜强者 我怀疑 你是修士联盟 或者柳家李家 唐家派来的奸细 为的就是扰乱我们的计划 我不是奸细啊 之前报信的人 欲哭无泪 正当张向天 想要下令 将此人带下去的时候 又有一人闯了进来 少家主 田圣大人被杀了 这人跟之前的人神色一样 都是惊恐万分 就像是从死神手中 刚刚逃出来的一样 你说什么 田圣长老都被杀了 张向天等人 一个个瞬间目瞪口呆 田圣 可是单海境十层的 客卿长老啊 怎么会被杀了呢 我们遭遇了黑袍人 田圣大人奋斗厮杀 但不是黑袍人的对手 被其杀害 闻言 张向天瞪大了双眼 眼球不满血丝 田圣长老可是半只脚 踏入神门镜的任务 怎么会如此 这不是真的 这不是真的 说 是不是修士联盟 和其余三个家族的人 参与进来了 不是 一个淡淡的声音 回答了他的问题 那到底是谁干的 张向天猛地转身 神色猙獰地问道 却发现众人的身后 不知道何时出现了 一个黑袍人 当然是我了 冰冷的话语 从黑袍人的口中说出 看着黑袍人的刹那 张向天眼珠子 都快瞪出来了 联盟退后两步 躲到张凌峰的身后 咬牙切齿地道 你竟还敢出现在这里 对啊 有何不敢 此刻你们人 全部分散派出去 我只要将附近的小队 全部扫当干净 你们不是任我宰割了 这还得多谢 你们给我这样的机会 否则几十个单海镜 八层聚在一起 我还真的不太敢 出现在你们面前 全杀了 这不可能 张向天神色争宁 就算你是神门禁强者 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将附近的小队 全部斩杀的 是吗 林雨嘴角一勾 这样吧 我给你一个机会 你让你的属下 把那些人 全部叫过来如何 虚张声势 张凌峰率先回过神来 冷哼道 就算你是神门禁强者 又如何 你只有一个人 只要我拖住你 等包围圈围过来 你再强也无济于事 张凌峰长老说得不错 差点就让你这个杂碎虎住了 张向天上前一步 不懈地盯着林雨 可惜啊 我们这边人多 就算你是神门禁强者 我们这边 同样也有张凌峰长老 乖乖束手就擒 或许还能免受皮肉之苦 见过狂妄的 没见过你这么狂妄的 还敢主动出现在我们面前 真当自己无敌了不成 话音刚落 张凌峰 张向天 张天 以及另外几名张家长 老将黑袍人团团围住 同时 其他的低级修炼者 也在外面围了一圈 几人悄然离去 准备呼叫援兵 唉 林雨叹了口气 脸色露出一丝无奈 叹气 张向天冷笑道 现在叹气有用吗 你要为自己的狂妄无知 和得罪张家付出 最惨痛的代价 我知道 你们背后有一个势力 不过等 我们将你们全部挖出来后 你们就会知道 得罪张家 究竟是一个多么愚蠢的举动 到时候 你们的家人朋友 都会因此受到牵连 我要让你们每个人 都生不如死 在悔恨和苦痛之中度过 接下来漫长的一生 第六十三章 对战神门静 林雨听着张向天 开始自己的个人表演 顿时就笑了出来 哈哈 说得真好啊 林雨哈哈大笑 甚至还给张向天鼓起了掌 有什么好笑的 张向天死死地看着林雨 在她看来 眼前的黑袍人 已经成了一块带宰的鱼肉 我笑你们的自信 实在太过于愚昧 你为什么这么笃定 我就是来送死的呢 林雨脸上的笑容渐渐转冷 为什么你们不睁开眼睛 看看后面呢 看看现在 究竟是谁包围了谁 此言一出 张向天等人 顿时未知一乐 紧接着 张向天哈哈一笑 难道你以为 我们回头一看 你能趁机逃跑不成 告诉你 外面 现在已经被我们的人 围得水泄不通了 你就是插翅 也难费 一边大笑着 张向天率先转过头去 其余人也满脸讥讽地 往后看去 下一刻 张向天等人 就像是被捏住了脖子的公鸭一般 大笑声戛然而止 只见众人身后三个黑袍人 分别占据三个方向 他们身上燃血 发出一股令人胆寒的杀气 怎么回事 怎么会有四个黑袍人 完了 都完了 死定了 之前来报信的两名修炼者 浑身颤抖 声音嘶哑而又绝望 特别是亲眼目睹 田圣被斩杀的人 已经瘫倒在了地上 双目无神 显然是 已经彻底绝望了 一个黑袍人 就能够轻易斩杀单海 进十层的强者 那么 四个黑袍人呢 他都不敢继续往下想 故多 张向天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沫 颤抖着尼南道 这不可能 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那秉剑 是黑风猎魔团团长的配件 张天忽然目光一宁 紧紧盯住了 其中一个黑袍人手中的长剑 还有狂尸猎魔团团长的长枪 张向天面色僵硬 眼神呆滞下来 他现在开始相信 那些领队都被眼前的黑袍人都杀了 不过对于这样离奇的事情 他接受不了啊 二十几个单海径八层以上的强者 其中甚至还包括了八名单海径巅峰的长老 怎么可能被一个突然冒出来 没几天的势力全杀了呢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哎呀 这时 那恐惧无比的修炼者 承受不了压力 疯了一般朝着外面跑去 刺了 一道剑光闪过 逃跑的人顿时伸手分离 无头尸体亮呛几步无力地倒下 脖子断口喷出的鲜血 顿时染红了整个房间 此刻 张凌峰率先反应过来 神门镜的实力顿时暴露无遗 你们保护少家主离开 四个黑袍人 如果每一个人的实力 都是可以轻松斩杀田圣那般的话 今日他们这些人 恐怕凶多吉少了 张凌峰也只是神门镜一层而已 远没有张泽的神门镜三层 实力强悍 剩下的人实力最高者 不过是张向天的单海境巅峰 如果这些黑袍人 拥有能够随意斩杀田圣长老的实力 那么 杀掉张向天也不是什么难事 所以 现在只能是先行撤退 保护张向天安全离开 等重新调集人手 再来对付这些黑袍人 或者 等援兵赶到 但不管是哪一种张向天都不能出事 邵家主要是在这么多的人手保护下 还是被杀了 那么张家就真的颜面无存了 所以 现在只能是让他拦住其中两人 然后剩下的人拦住另外两人 让张向天带着侍卫离开 神门镜的强者 已经能够做到 灵力离体化为实质 不仅攻防一体 而且灵力离体之后 还能如碧灰使 往往杀人于无形 跟单海境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 作为神门镜的强者 张凌峰自然有他的厉害之处 虽然只是神门镜一层 但也不是单海境巅峰 能够相提并论的 凌宇让三个分身去追杀其他人 本体则是站在原地盯着张凌峰 如今 一位神门镜的强者也不敢太过草率 毕竟神门镜和单海境之间的距离 跟单海境和灵脉镜还要大 一位神门镜的强者 足够让他全力出手了 虽然他也可以让一个分身 跟他一起二打一 但是他 还是想要检验一番 现在的自己 究竟能否跟神门镜的强者一较高下 淋雨眼眸微闭 一缕缕碧绿色的火焰 渐渐从身上燃起 顿时周围的温度猛地增加 望着黑袍人身上诡异的无形火焰 你要清楚 在天异城这一亩三分地上 除了少数的几个势力之外 其他的人根本不足以跟我们张家为敌 我们张家家主 可是神门镜三层的强者 就连修士联盟在天异城的负责人 都对我们家主礼遇有加的 眼眸睁开 淋雨淡淡地摇了摇头 手掌一翻 紫光一闪 紫霄剑出现在手中 手掌紧握紫霄剑 脚掌狠狠一塌地面 随着一道能量爆炸声响 脚掌离地之处 一个坑洞 漠然在强大的爆发力之下出现 爆炸声刚出现 淋雨的身体 几乎是化作了一条黑线一般 爆冲向张灵峰 这般速度 让张灵峰的眼瞳微微一缩 张灵峰脸色阴沉 冷笑一声 手指在储物戒指上一抹 一对通体有黑 布满锋利尖刺的拳套 漠然出现在其手中 快速地将拳套戴好 一股凶悍的进风 便是猛地从面前涌现 并且还夹杂着刺耳的破风声 拳头紧握之下 淡黄色的灵力 在拳套之上闪烁光芒 雄魂的能量释放 面对着黑袍人的猛烈攻势 张灵峰并未退缩 他擅长的 也是硬碰硬的战斗 所以没有闪避 而是向前跨了一步 锋利的尖刺拳套 携带着雄魂的进风 狠狠对着袭来的黑影砸去 当 清脆的金铁交接之声 从两人交手之处传出 而随着声音响起 一圈凶猛的能量爆炸 也是从两者相接触爆发开来 顿时黑袍人和张灵峰 两人脚下的地面 都被震开了一道裂缝 紧握着手中的紫霄剑 在这凶悍的对轰之间 林宇倒退了几步 而反观的张灵峰 仅仅只是退后了半步 就将身体稳固了下来 感受到手上的微麻 林宇甩了甩手 按道 以单海镜五层的实力 正面硬汉神门镜 也不是太难吗 张灵峰望着退后了几步的黑袍人 经过先前这番接触 他也知道了 眼前这名黑袍人的实力 丹海镜巅峰之上的实力 算是半只脚踏入了神门镜 但距离真正的神门镜 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于是撇了撇嘴 不懈地笑道 还以为你有多厉害 原来不过如此啊 林宇淡笑一声 没有理会她的话语 退后的脚步猛然一踏 再次如同利剑一般爆射而出 手上的紫霄剑 顿时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经过先前的接触 林宇同样是摸清了对方的实力 虽然是比自己高了一个大境界 但是也不是不可战胜 在琉璃连星火的加持下 张灵峰的实力 至少要下降三成以上 张灵峰刚要继续动手 突然一股灼热之感 在体内突兀地冒出 就连身上也开始冒出 一丝丝的碧绿色火焰 这是什么 张灵峰大惊失色之下 连忙运转灵力 阻挡着碧绿色火焰的侵袭 就在这时 林宇的攻击接踵而至 根本不给张灵峰任何喘息的机会 第六十四章 击杀张灵峰 就在张灵峰因为身上诡异的火焰 而焦头烂额之际 林宇的攻击悄然而至 猎神枪 伴随着一道龙鹰之声 一道金龙虚影瞬间扑来 张灵峰躲闪不及 被直接冻穿了左肩 几乎半个肩膀被直接炸开 啊 身上的火焰 加上肩膀被冻穿的痛苦 让张灵峰不由地惨叫出声 正当他灵力溃散的时候 身上的火焰顿时凶猛了一些 一瞬间就让他喷出一大口灼热的鲜血 趁此机会 林宇再次补刀 又是一声龙鹰 猎神枪 这一次 张灵峰在无力阻挡 金龙鞋带着滔天的气势 瞬间冻穿了张灵峰心脏 破 张灵峰再次喷出鲜血 死死地看着眼前的黑袍人 最终还是眼神渐渐涣散 被火焰烧成了灰烬 林宇深吸口气 这一火果然厉害 一不小心沾染上的话 神门径的强者都要隐恨西北 除非是实力境界高出灵宇很多 否则的话 一火根本无法破解 再加上林家家传绝学猎神枪 这才将一个神门径强者击杀 如果不是拥有这两大杀器的话 想要以丹海径五层击杀一个神门径 简直是痴心妄想 另外一边 灵宇的三个分身 正在不断地追杀张家的人 不断有人被追杀 斩杀 哀嚎传遍山林 鲜血也洒了一路 落在最后的丹海径三四层的人被杀光后 就轮到了丹海径六层的人 第一个被杀的 就是之前来报信的那个人 他根本就不是灵宇的义和之敌 一见就归了西 张天 我命令你拦下他 张向天眼看灵宇的三个分身 凶残无比地杀了上来 顿时毫不犹豫 让张天断后 邵家主我 张天虽然是张家的供奉 但却只是一个丹海径九层的人 在见识了灵宇强大的实力后 他怎么愿意去送死呢 你没听见吗 你死了之后 我会照顾好你的家人的 张向天眼看着黑袍人越来越近 顿时升起一股惊恐 啊 张天无比憋屈地大吼一声 旋即转身向着飞速追来的黑袍人冲去 我跟你拼了 张天红着眼 咬牙切齿地冲了上去 看着当初自己面对的时候 只能逃之夭夭的张天 淋雨拔剑 剑光闪烁 人影交错 张天的尸体 无力地从空中坠落 而黑袍人的速度 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影响 张向天见张天瞬间惨死 立即吓得面无人色 堂堂丹海径九层的强者 竟然连阻拦黑袍人片刻都没办法做到 这黑袍人真的太强了 而就在这时 一道残影如同在虚空化作了黑线 瞬间超过了张向天和他带着的侍卫 拦在了前面 竟然是淋雨的本体 不过张向天却以为出现了第五个黑袍人 纷纷吓了一跳 不过下一刻 那些侍卫都拿着武器冲杀了过去 但是这些侍卫 连丹海近八层都没有 如何能够是淋雨的对手 一招过后 血洒长空 令人作呕的味道在此处弥漫开 张向天咬牙切齿 绝望地看向身后 三个黑袍人已经将他的后路完全堵死 一道剑光闪过 张向天拿着武器的手 顿时脱落掉在地上 啊 张向天捂着断手 神色猙獰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 林语耸了耸肩 谁说 我要杀你了 张向天一愣 你不杀我 我当然不杀你 杀你的话 我找谁去要钱呢 听到林语不杀自己的时候 张向天顿时燃起了希望之火 刚刚的怨毒之色瞬间消失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脸的狂喜 现在的他 只想活下去 什么丧子之痛 什么报仇 什么家族荣耀 都已经不重要了 你想要什么 林语嘴角一勾 首先 你作为张家的少家主 肯定知道张家所有的功法吧 你将这些功法 全部写下来给我 没问题 张家的功法我都知道 我这就给你写 张向天忙不迭地 从储物戒指中 取出本子和笔 趴在地上 开始奋笔集书 接下来 是我的第二个条件 林语居高临下地看着张向天 你觉得你的命值不值一个亿 张向天当然知道林语的意思 但是听到一个亿 还是在心中哆嗦了一下 怎么 林语眉头一皱 落大一个张家 在天意城内屹立了这么多年 你别告诉我 一个亿都拿不出 光是从你们的三个店铺 我就拿到了将近三千万 虽然那些是你们比较重要的店铺 但是不至于占据了张家大部分的财产吧 张向天哭丧着脸 可是 可是那都是固定资产 流动资金的话 张家没有那么多 除非像其他的势力界 或者变卖固定资产 我可不管你们是如何凑齐的 我只要一亿 不然的话 林语的目光中 闪过一丝冷冷的杀意 你就只能去死了 别 不要杀我 张向天浑身颤抖 冷汗直流 我是张家绍家主 我父亲不会放弃我的 那就好 你写一封血书 我会亲自交给你父亲 你是死 是活就看你在你父亲心中的分量了 是 是 张向天颤颤巍巍的 用断掉的手沾了点血 开始书写血书 就在这时 系统提示 定 万箭真诀 焚天弄言诀 已经达到小城 美妙 的系统提示 让林语一阵惊喜 也不知道小城级别的功法 能够让我的属性提升多少 怀着一丝期待 林语打开了属性面板 姓名 林语 为了方便宿主 确切地了解自身的相关属性 系统 已将各属性能力值 转换成对应境界 望西之 境界等级 单海禁五层 攻击等级 神门禁三层加 防御等级 单海禁巅峰 身法等级 单海禁巅峰加 耐力等级 单海禁巅峰 掌握灵技 猎神枪 小城 猎影 小城 洞察之眼 小城 万箭真诀 小城 焚天弄言诀 小城 一火 清连地心火 陨落心炎 琉璃连心火 以激活系统功能 自动修炼功能 三级 分身功能 三级 系统空间 存储提现 凌羽点点头 这系统总算是干了一件人事了 这样一来 她的各项属性的能力值 就非常清晰明了了 神门禁三层之上的攻击等级 在整个天异城 都不超过双手之数 可以说 凌羽现在此刻 已经站在了天异城 数百万人口的头顶上 而在系统的辅助下 用不了多久 那些神门禁的强者 会被她彻底地甩开 畅想了一下美好的未来 凌羽又将目光 放到了系统空间中 从最开始到现在 整整二十多个单海晶八层 被她斩杀 这给她带来 无比丰厚的战利品 光是钱 就给她带来了三百万 甚至还收获了一枚 中品零食 和十多块下品零食 在如今公认的流通货币 虽然是上元币不错 但是对于修炼者来说 他们更喜欢用的是零食 因为零食能够帮助他们 辅助修炼 不管是吸收还是修炼 都有不小的币 一般来说 一千万上元币 能够换取一块下品零食 而十块下品零食 则是可以换取一块中品零食 以此类推 但是上品零食 一般都比较珍稀 属于有价无市 通常不会用零食去换取 而是用一些天才地宝 和珍稀一盒来换取 也就是说 她现在身上的钱 全部转化一下 也就两块中品零食而已 第六十五章 完美寻宝 凌羽毫不犹豫地 将分身功能升到了四级 虽然升级需要耗费2000万 和一枚四接一盒 但是相比起零与现在的身家来说 这些消耗不值一提 分身功能提升到四级 分身数量加一 你获得了负赠能力 完美附身 吞噬分身完美寻宝 使用完美附身 可以将全部意念降临在分身上 对分身进行最完美的操控 犹如自己的身体 使用吞噬分身的时候 可以选择吞噬一定数量的分身 在一定时间内 大幅度增幅自身站立 被吞噬的分身将陷入冷却 完美寻宝 可以让分身拥有探测识别所有宝物 并进行无损采集的能力 接连不断的系统提示 让淋雨倒吸口凉气 这一次升级分身功能 获得的收益简直大到爆炸 甚至比刚刚激活分身功能的时候 还要恐怖 特别是那个吞噬分身的能力 这就相当于多了一个 能够在短时间内爆发的秘法 而且吞噬的分身越多 提升越大 淋雨眼中爆发出惊人的光芒 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能力 完美寻宝 这个能力虽然没有直接提升淋雨的实力 但是给淋雨带来的帮助 却是最大的 因为在修炼意图中 无非是三种 资质 功法 资源 资质和功法就不必说了 这个要看先天的运气 和个人能力 但是资源就不一样了 各种天才地宝 没有任何人不想要的 但是想要搜集天才地宝 实在是太难了 首先 天才地宝出现的位置飘忽不定 有的时候是在荒无人烟的异兽区 有的时候 则是在人声鼎沸的闹市区 你根本不能确定具体出现的位置 而且没有任何的规律可言 就算出现了 也是隐藏极深 要想找到的话 完全要靠运气 其次 许多的天才地宝一出现 就会引起异象 要不就是有异兽在旁守护 不管是与其他人争强 还是在强大的异兽口中夺走 都是要拥有强大的实力作为支撑的 更别说不同的天才地宝 还有特殊的采集方法 如果不小心弄错的话 搞不好会让天才地宝直接损毁 但是现在 这些问题在分身获得完美寻宝的能力后 就迎刃而解了 有了这个功能 不用辛辛苦苦地学习采集的方法 不用花费大价钱购买宝物信息 不深跋山涉水地深入异兽区 冒着生命危险和强大的异兽拼命 鲁鱼只需要躺着 分身就会自动帮他采集各种天才地宝 而且 要是分身能够找到一座灵石矿的话 那他就发达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 灵石矿这种举世罕见的东西一旦出现 以他现在的实力 想要守住 那是不可能的 除非去求助背后的灵驾 但不管怎么说 拥有了完美寻宝功能后 灵驭可以轻而易举地搜集天才地宝 然后对他有用的他就留下 没用的话就出售换取自己需要的资源材料 如此下去 灵驭的实力 就能像滚雪球一样 越来越强大 将完美寻宝能力升到三级 在此之前先报告一下所需要的花费 完美寻宝升到三级 需要五千万上元币 石梅三接一盒 魔灵花三珠 无生草三珠 鬼脸藤三珠 是否需要升级 灵驭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升级 完美寻宝升至三级 分身搜索探知的范围扩大两倍 一瞬间 灵驭惊喜地瞪大了双眼 如此一来 等他的分身功能升到高级之后 岂不是拥有了几十个 乃至上百个天才地宝探测仪 到时候 各种各样珍惜无比的天才地宝 就能够像洪水一般 涌进系统空间了 想想都让人激动 一号二号 你们都去寻宝吧 灵驭兴奋地搓了搓手 然后将两个分身都派出去寻宝了 之所以留下一个分身是因为等等 还需要分身帮他去干一件大事 一旁写完血书又开始写功法的张向天 不知道灵驭为什么如此奇怪 但是他不敢问 只能埋头苦血 第一集异兽区三维湖区 这个异兽区就在琉璃虎区的旁边 已经被灵驭的分身摸了个遍 此时 一个山谷之中 一只浑身雪白 长着三条尾巴的小狐狸 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一棵小树 这小树只有十几厘米高 但是却挂着一颗婴儿拳头大小的白色果实 此时 这白色果实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变红 三维湖见此一幕 眼睛之中露出贪婪之色 但就在这时 一个黑袍人从天而降 一把摘下这个果实 直接就消失在了此处 等三维湖反应过来后 忽然发现 面前的果实消失了 吱吱吱 三维湖顿时就愤怒了 这可是 他眼巴巴守了五天的聚灵果呀 他双目血红 浑身一颤 直接变成了一只高两三米的巨大狐狸 身上也冒出了火焰一般的斑纹 就要去找那个抢走他宝物的家伙拼命 但是左顾右盼之下 哪里还有什么人影 便是他寻着气味去追 还是跟丢了 另外一边 丁 你获得了聚灵果 系统提升传来 系统空间中 凭空出现一个白色的果子 凌羽立即将这第一个收获的天才地宝 拿了出来 聚灵果 凌羽面露惊喜 双眼发亮 炼制六品丹药聚灵丹的主材料 好东西 六品丹药啊 凌羽洗劫了张家这么多据点 才弄到了不到时刻 可想而知 六品丹药究竟有多珍贵 别的不说 就这一个聚灵果 最起码就价值两百万 就在凌羽 还在为聚灵果感到惊喜时 丁 你获得了无花果 凌羽神色一动 拿出来一看 竟然又是一个炼制六品丹药的药材 丁 你获得了无根织木 丁 你获得了三圣叶 源源不断的系统提示音传来 让凌羽直接就傻眼了 短短不到半个时辰 他就获得了 价值将近一千万的天才地宝 不过一连串的收获后 出现了一定的空白期 凌羽表示理解 虽然分身的速度很快 但是毕竟 能够探知的范围还是有限的 而且赶路也需要时间 哪有这么多的天才地宝 等着他们发现呢 当然 即便如此凌羽 赚钱的速度也是恐怖无比 至少 一天几千万是板上钉钉了 第66章 独闯张家府邸 凌羽忍不住笑出了声 如此一来 就再也不用为了钱不够而发愁了 这时 埋头书写的张向天抬起头 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凌羽 对于凌羽这般 如同中了血一样的举动 张向天恨不得封上自己的耳朵和眼睛 以免知道的太多被凌羽一箭砍了 嗯 写完了 凌羽看向张向天 是 是的 张向天战战兢兢地点点头 然后颤抖着手 将本子和血书都递给了凌羽 凌羽扫了一眼血书 然后直接将其收进了系统空间中 然后打开张向天写下的功法 看了起来 张向天写下来的功法有很多 除了一些黄阶的功法 玄阶功法也有五部 而且 这五部功法都不简单 分别是三本玄阶终极的断体功法 一本玄阶高级的雷属性功法 一本玄阶高级的剑法 三本玄阶终极的断体功法 分别是 铁山断体绝 满血荒体 云雾浑烟绝 这三本功法 都是专门用来练体的 对于体修来说很是有用 而且 休息之后 对于各种属性的增幅都比较大 玄阶高级的雷属性 功法名为万雷天星爵 乃是张家的祖传功法 威力极为强大 对于雷属性的修炼者来说 乃是不可多得的绝世功法 玄阶高级的剑法名为 追魂 对于现在攻击招数略为缺乏的 玲羽来说 可是好东西 则则 都是好东西啊 玲羽笑了笑 然后直接将这基本功法 全部丢给了系统 让系统帮他自动修炼 三分钟后 定 铁山断体 绝达到入门截 一股灵力波动 从玲羽的脚下 直接弥漫开 一旁的张相天 顿时目瞪口呆 而就在他震惊的 不能自已的时候 定 万雷天星爵 达到入门截 吃 玲羽浑身轻颤 周身浮现出 一丝丝的雷蛇 万雷天星爵入门了 张相天已经震惊的嘴巴 都合不拢了 这万雷天星爵 即便是他都用了 两年半的时间才入门啊 不到一会儿 这五步功法 全部都已经入门 让旁边的张相天 直接就吓傻了 差点以为 凌羽是张家石吗 先祖转世 就差没有顶礼膜拜了 就在张相天 陷入怀疑人生的时候 凌羽打开了属性面板 姓名 凌羽 为了方便宿主 确切地了解 自身的相关属性 系统 已将各属性能力值 转换成对应境界 往西枝 境界等级 单海近五层 攻击等级 神门近四层加 防御等级 神门近一层 身法等级 神门近一层 耐力等级 神门近一层 掌握灵记 猎神枪 小城 猎影 小城 洞察之眼 小城 万剑真爵 小城 焚天弄言爵 小城 万雷天星爵 入门 追魂 入门 满血荒体 入门 云雾魂烟爵 入门 一伙 清连地星火 陨落星炎 琉璃连星火 以激活系统功能 自动修炼功能 三级 分身功能 三级 完美寻宝功能 三级 系统空间 存储提现 竟然直接将我的各项能力提升到了神门界 即便灵雨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体内蕴含的那股庞大的力量 但是看到系统面板上各项属性都达到了神门境 还是忍不住一阵的激动 神门界 整个天一城都不超过二十个呀 即便放在其他的大城池大据点中也是响当当的大人物了 不过灵雨并不会因此而觉得沾沾自喜 因为他知道神门境不过是修炼意图的开始罢了 要走的路还长着呢 神门之上还有倒台 倒台之上画灵 归原 以及更加强大的境界 那才是应该追求的目标 远的不说 灵家的那个老头子 就是归原之上的境界 都被人称作老神仙了 可想而知 当然 不管未来如何 眼下最重要的是脚下的路 灵雨心面一动 拿出了张向天写下的血书 血书之中 竟是张向天恳求张泽救他的言辞 而且是个人都能够看得出 充满了深深的绝望和恐惧 你最好祈祷你父亲足够重视你 灵雨淡淡地看了一眼 面色惨白的张向天 旋即将剩下的一个分身 凝聚送到了天异城内 在靠近张家府邸的某个巷子中 一个黑袍人的身影缓缓凝聚 紧接着 黑袍人浑身一震 面具中的双眼露出一丝金光 他伸手握了握 完美附身控制的分身果然不一样 跟本体没有任何的区别 灵雨舒展了一下筋骨 扭了扭头说道 在以前 他根本不能如此随心所欲地控制分身 要让分身按照他的想法行动的话 还需要下达一条条的指令 但是现在他想干嘛就干嘛 没有任何延迟的感觉 灵雨再度熟悉了一下这具分身 然后朝着张家府邸大门走去 张家身为天异城顶尖势力之一 在城内鸡威一身 最近又是频频出事 张家家主暴怒不已 闲杂人等根本不敢在张家府邸附近逗留 不多时 灵雨静止来到了张家府邸大门前 什么人 给我滚远一些 两个张家守门的人听到声音 响也不响地低喝道 但是转头一看 玄机面露狂喜 来人竟然是张家一直寻找的黑袍白面人 居然自己送上门了 天底下竟有如此好事 这要是上报了他们的奖励 可不会少于一百万 你看着他 我去禀告家主 两个守卫面色狂喜 玄机一口同声地说道 说完 场面陷入寂静之中 你们都去吧 就说我如约前来求见张泽家主 灵雨淡淡地说了一句 你 你等着 两个守卫色力内忍地丢下一句话 然后大喊着朝张家府邸深处 跑去 黑袍人来了 黑袍白面人上门了 两个守卫一路狂奔 大声呼喊 顿时整个张家瞬间沸腾起来 黑袍人 那不是洗劫我们据典的王八蛋吗 他怎么可能送上门来 开什么玩笑 可那两个守卫 莫不是突然疯了不成 难道黑袍人真的来我张家了 在张家的一个装饰华丽 透着华柜气息的房间中 张志雄听到外面传来的声音 神色一宁 旋即走出门 众多被惊动的张家人 先是难以置信 然后一人忽然指着大门处 真的是黑袍人 众人看去 果然看到 一名身穿黑袍 戴着白面的人影 正从外面走来 第67章 公然勒索 黑袍人闲听信步的样子 如同在逛自家的后花园一般 轻松随意 他就是洗劫了 我们众多据典的黑袍人 他身上的灵力波动 为何我一点都感受不到 听说 他是神门镜的强者 你当然感受不到 神门镜又如何 难不成他 还是家主的对手不成 不管他有什么依仗 今日既然送上门来 一定要将他扒皮抽筋 吊在张家大门外示众 让他们看看 得罪张家是什么下场 张家的人看见黑袍人的瞬间 各个杀鸡毕露 直接就将黑袍人围在了中间 我好歹也是张家 寻找了这么久的贵客 你们张家就是如此待客知道吗 林语冷笑一声 从容不迫地往前走去 他走一步 众人便退一步 无人赶上前 张家这一次 集合了大部分的战力去围剿他 此刻还没有归来 张家釜底除了张泽和几名长老之外 他完全不放在眼里 好一个贵客 一声低沉的冷笑声传来 其声如雷滚滚入耳 其内蕴含的怒气和杀鸡 就连张家人都有些面色苍白 众人连忙让开一条路 林语往前看去 只见一个身形修长的销兽 老者背着手 缓缓走来 此人目光熠熠生辉 其内的杀鸡丝毫不加以掩饰 周围的人看向他的眼神 都是敬畏有加 显然此人就是张家家主 张泽 林语心念一动 洞察之眼发动 姓名张泽 境界等级 神门近五层 攻击等级 神门近六层加 防御等级 神门近四层 神法等级 神门近三层 掌握灵际功法 万雷天星爵 小成 追魂 小成 满血荒体 小成 云雾魂烟爵 小成 铁山断体爵 小成 雷岩步 小成 林语挑了挑眉头 这张泽的各项属性 都完全碾压他 此时此刻 除非三个分身 加上本体一起上 否则的话 应该还不是张泽的对手 不过这张泽 已经晋升神门近这么久了 掌握的功法灵迹 竟然只有这么一点 倒是让林语有些惊讶 这时 张泽开口了 我很佩服你的胆量 虽然不知道你有什么依仗 让你赶一个人到我张家来 但是今日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你也走不掉 老夫一定会让你 和你背后的组织 得到应有的惩罚 此时张泽根本就不知道 张家派去围剿黑袍人的人 基本上已经被杀光了 儿子都落到了林语手中 其他张家的人 听到张泽的话 纷纷露出冷笑 不过接下来 林语的话 就让他们全部为之一了 张泽家主 在下今日能否走掉 就不劳您费心了 我这里有一个好消息 还有一个坏消息 你想先听哪一个 张泽身上的衣袍 无风自动 一股极为强大的 其实顿时 从他的身上涌了出来 等你的手脚都被砍下来之后 我想 我会听到我想要的消息的 就在张泽要动手的时候 一道声音打断了张泽 且慢 爷爷 张志雄隐晦地看了一眼黑袍人 然后上前一步说道 反正此人已经进入了张家 等于是 落入了我们的掌控中 不妨先听听他要说什么 而且 黑袍人诡计多端 阴险狡诈 不可能没有任何缘由上门送死的 文言 张泽脸色殷勤不定 良久这才收回了气势 看向林语道 你想说什么 就赶紧说 林语扫了一眼张志雄 然后笑道 既然张家主不怎么欢迎在下 那么就将坏消息 先告知于你吧 坏消息是 你们派来 围剿我的供奉长老们 都已经被我杀了 你们张家的一些重要成员 也死得差不多 不过有个好消息 那就是 你的儿子还没死 不过也差不多了 如果你觉得你儿子的命值 一个亿的话 或许他还能活下去 林语话音一落 张家上上下下 顿时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中 下一刻 就像是一颗巨石 在平静的湖面上炸开 场面瞬间变得躁动起来 他说什么 我刚刚是不是听错了 别拦着我 我要过去砍死这个装逼的家伙 哈哈 他说我们派出去 围剿的供奉长老们 都被他杀了 不说田生供奉了 张凌峰长老 可是神门镜的强者 也被他杀了 真是脑子坏掉了吧 是不是想钱想封了呀 居然开口就是一个亿 知道一个亿有多少吗 一众张家的人议论纷纷 指指点点 嘲讽之声不绝于耳 只有张志雄 目光狠狠一缩 低下了头 别人不知道 但是他却是知道 以黑袍人那种神秘莫测的能力 根本就不屑于做匡骗这种事情 也就是说 这件事十有八九是真的 黑袍白面人的势力 竟然如此强横 所以是你的主子 叫你来勒索的 之前还说 让我不用继续寻找 他自己会登门拜访 此番派你前来 无非是送死之举 如今又说出这等荒谬绝伦的话 我真的很怀疑 你们这群人是不是疯子 林雨耸了耸肩膀 我句句属实 张家主如果不信的话 在下倒也有法子证明 说着 林雨手中一挥 一封刺目的血书出现在其手中 然后直接将其扔给了张泽 你自己儿子的 笔记你应该认的吧 血书如同箭矢一般 射了出去 被张泽一把接下 打开一看 这熟悉的笔记 顿时让张泽有些不安起来 他深吸口气 仔细看了起来 不一会儿 脸色突然变得铁青 身上的杀气都变得控制不住 要离体而出 周围的张家族人 不由地退后了一些 都死了 不可能 张泽暴跳如雷地 捏紧了手中的血书 神色争鸣起来 如此一幕 看得一众张家之人 目瞪口呆 他们难以置信 平日里不险山不漏水 泰山崩于眼前 而不动声色的家主 会出现这般失控的反应 这黑袍人说的 不会是真的吧 难道田圣公奉和张凌峰长老 真的死了 天哪 他们可是我们张家 数一数二的强者啊 张家的人 虽然没有人说话 但是他们的表情 已经将他们的想法 全部显露出来了 唯一表情没有太大变化的 应该就是张志雄了 他死死地低着头 不让其他人 看见他疯狂中 带着一丝狂喜的表情 看着张泽 一脸难以置信的神色 凌羽淡淡一笑 张家主 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了吧 卧谈你马 给我去死 张泽争鸣扭曲的神色 漠然一鸣 常见瞬间出窍 见光雷影 令人骇然 神门镜五层的强者出手 自然跟之前的张凌峰 不是同一个层次的 一出手 就引起了周围空间的异动 一丝丝的雷铃力 在方圆数米内 形成了一个雷场 追魂 破 凌羽早有防备 手腕一翻 眼前顿时出现 一抹紫色剑芒 哄 刺耳的爆炸声 携带着骇人的风浪 在张家府底内席卷开来 一些实力不济的人 甚至被风浪卷到 便吐血到飞出去 众人骇然地 看着两者对拼的中心处 一击过后 张则紧紧退后了半步 但是凌羽却是 直接倒飞出去了十多米 这才将手上 传来的这股距离泄掉 整只手都麻木了 第68章 血色珠子 对于这个结果 所有的张家人都惊呆了 在他们心中 张家家主 可是天忆城最强的 几个人之一啊 这黑袍人 应该被家主一箭秒杀才对 怎么可能还让家主退了一步呢 而且 刚刚这黑袍人 居然使用的招式 竟是跟家主同样的 不仅张家众人 就连张则自己也是震惊的瞳孔咒缩 甚至心中 生起了一丝恐惧 这些黑袍人 实在是太诡异了 他可以确定 眼前的这个黑袍人 只有丹海静的实力 但是却可以在他神门镜五层的手下 扛过一招不说 还让自己退了一步 使用的还是自己张家的剑招 这简直是非人的存在 凌羽擦了擦嘴角的鲜血 冷笑道 不愧是天忆城四大家的家主 果然厉害 作为你对我出手的惩罚 我送你一样东西 说着 将一截戴着袖子的断臂 扔在了地上 这是 看着地上的断臂 张则浑身聚颤 眼睛瞬间变得血红 这是你儿子的手 你如果再敢对我出手的话 我保证下一次出现的 就是他的头 张则气得身体都有些发抖 恨不得将凌羽生吞活泼 你到底想如何 凌羽笑了笑 我说了 一意换你儿子的命 张则几乎是从牙缝之中 一个字一个字地蹦出来的 好 我给你 家主 家主不可 众多张家的人惊呼出声 脸上写满了悲愤和难以置信 屈服了 天意诚一代强者 张家之主竟然屈服了 闭嘴 张则回头狠狠地瞪了一眼 身后的张家族人 我何尝不知道 作为一家之主 不该向人低头 但向天是我唯一的儿子 很明智的选择 凌羽手腕翻转 长剑入鞘 三天之内将钱准备好 派人送到地图上指定的地点 过时不后 说着 他丢出一张地图 身形渐渐变淡 等铃羽消失后 之前还暴怒的张则 却瞬间平静了下来 没有理会张家族人的反应如何 张则转身离开 来到了自己房间 然后在一面墙壁上 转动了一个烛台 随着咔咔的声音响起 这一面墙壁 竟是打开露出了里面往下的阶梯 下方一片黑暗 仿佛是通往深渊的大门 张则没有半分犹豫 直接走入了黑暗之中 在他走进暗道中后 墙壁缓缓合上 一切又恢复如初 顺着黑暗的阶梯 走了不知道多久 张则的前方 突然出现一丝光亮 他面色平静地走出这黑暗的阶梯 视线中默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血池 在血池的周围 还有许许多多赤着身体的人 男男女女都有 就连早已死去的张天志也在其中 他们全部都躺在一个凹槽之中 身上不断地渗出鲜血 鲜血顺着凹槽流入下方的血池 血池的中央是一个祭坛 祭坛上方一颗血色珠子 正源源不断地从下方的血池中 汲取鲜血融入其中 顿时间 整个血池空间弥漫了浓郁的血气 这血气甚至在空气中化成了石质 此处的空气都变得粘稠了起来 看着祭坛上的血色珠子 张则平静的神色露出一丝疯狂和扭曲 快了 马上就好了 为了凝炼血煞猪 我杀了所有嫡系族人 本来留着向天是打算最后一刻 拿他去献祭的 为了血煞猪的 出事我已经付出了太多太多 任何人都不能阻拦我 任何人都不能 偌大的血池空间中 张则的笑声疯狂而又扭曲 他陶醉了看了一眼祭坛的血色珠子后 竟是直接跳进了血池之中 两天后 唐家府邸 唐家家主唐如海 正在书房之中 查看唐家据点和产业的收支情况 此刻已经是深夜 他作为一家之主 却还没有歇息 不是他不想 而是不能 唐家人丁稀薄 他有两个儿子 但是两个儿子都不成器 整天沉迷酒色之中 不思进去 却连能够替他分担家业的都没有 弄得他是心力交瘁 大儿子生的全是女儿 二儿子也只生了一个儿子 这个孙子资质甚厚 他是打算将其作为唐家接班人来培养的 但是没想到 却被一个沐家的沐柔勾走了魂 爹是恨不得一天换一个女人 儿子却好像死脑筋 吊死在一棵树上 这父子俩简直让唐如海操碎了心 唐如海揉了揉眉心 刚准备关灯休息 却闻到了一丝血腥味 目光狠狠一宁 随后猛地看向门外 谁 话音刚落 一道血色人影 从门外一闪而至 落到了他面前 唐如海神色骇然 瞳孔缩成了针眼大小 是你 你怎么变成了这副样子了 呵呵 唐家主别来无恙 站在他面前的 依稀能够看得出是张泽 只不过现在的张泽 一头白发 完全变成了血红色 容貌也从垂垂老矣的老者 变成了中年 浑身冒着浓郁到极致的血气 隔着老远 让人作呕的血腥味 最关键的是 之前唐如海的实力境界 跟张泽持平 现在却在张泽的身上 感受到了一丝 让人骇然的惊悚 张泽双眼赤红 邪义的模样 让人不寒而栗 看着唐如海笑邪笑道 唐家主 我想像您借一样东西 唐如海警惕起来 体内的灵力悄然运转 什么东西 你全身的鲜血 话音刚落 张泽伸手一扬 血雾弥漫了整个房间 一道血色的影子 猛地扑向唐如海 张泽 你竟敢在我唐家 对我动手 唐如海大惊失色 体内灵力轰然爆发 神门近五层的实力暴露无遗 一瞬间轰出的气浪 将整个房间内的血雾 尽数吹散 砰 一声巨响传来 唐如海所在的整个房间 轰然倒塌 甚至房间周围的土地 都四分五裂起来 气浪顺着倒塌的房间 向着远处席卷 所过之处 将一切花草树木 全部摧毁 这一下 瞬间就惊动了唐家的侍卫和族人 下一刻 发现了组长遇袭后 所有人开始向唐如海 所在的地方靠拢 唐如海这边 从倒塌的房子中 钻出两道人影 以极快的速度 不停地在空中碰撞 然后分开 再次碰撞 每一次的碰撞 都产生了声势浩大的气浪 摧毁着周围的一切 神门近八层 唐如海被血色人影一击打飞 在地面上擦行了一段距离后 狠狠地撞塌了一棵巨树 喷出一口鲜血后 不敢置信地说道 你为何 烟雾中 张泽慢慢向着唐如海走来 他如同闲停信步一般 背着双手 头上还悬浮着一颗血色珠子 一股浓郁到极点的血煞之气 从珠子中弥漫开来 本来还以为 需要再拖个几年才行 但是最近张家 被一群黑袍人袭击的事情 唐家主也有所耳闻 所以老夫不得不提前行动了 李洪已经先去下面等你了 唐家主 你就别再赋予顽抗了吧 文言 唐如海再次渴出一口鲜血 神色顿时萎靡起来 连李家都下手了吗 不错 等再去杀掉柳之章 再用我儿的血液 作为最后的陷阱 我就能够以此为契机 一举突破神门镜 达到倒台 第69章 剧变 唐如海神色萎靡 脸色惨白如纸 刚刚张泽的一击 让他的五脏六腑差点错位 此刻他的体内翻江倒海 提不起任何的灵力 这时 那些唐家族人赶到此处 看见唐如海被打倒在地 纷纷脸色惊骇 爹 附近 两位中年男子 从人群中冲出 神色焦急地冲向唐如海 蠢货 赶紧走 不要过来 唐如海呵斥出声 但是张泽则是残忍一笑 随手一挥 血色光刃飞出 两人的身形猛地一颤 然后整个身体四分五裂 浑身的鲜血 被张泽头上的血色珠子吸收 心灰 流鱼 我蛋 唐如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两位儿子 惨死在面前 眼睛瞬间充血流下血泪 气急攻心之下 又是一口鲜血喷出 我要杀了你 唐如海劈头散发 壮若癫狂地冲过来 却被张泽挥手再次打飞 顿时伤上加伤 本就重伤的身体此刻 连战都站不起来了 唐家主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呢 如果你刚刚一开始就束手就勤的话 两位令狼也就不会死了 张泽又将目光看向已经呆愣住的其他族人 舔了舔嘴唇 神色异常地扭曲 快逃啊 我以唐家家主的名义下令 唐家所有族人尽全力逃出去 去找修士联盟 唐如海用尽最后的力气 拼了命地吼出这句话 然后就被张泽掐住了脖子 直接将全身鲜血吸干 见状 唐家族人顾不上悲痛 所有人转身就逃 与此同时 唐家内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 嘿嘿 逃得掉吗 张泽化作一片靴影 直接扑向落在最后的一位唐家族人 瞬间就将其吸成了干湿 唐家内顿时变成了人间炼狱 凄厉的惨叫声和哭喊声响彻天际 另一边 淋雨还在房间内呼呼大睡 她的实力在她睡着的时候 系统还在滋滋不倦地为她自动修炼 突然 系统提示声在淋雨脑海中响起 警报 一日之后 天一成将会发生巨变 请宿主提前做好准备 这一声系统提示顿时将淋雨吓醒了 她爬起来颇有些头疼地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 系统可以使用洞察之眼最高等级的能力 可以预知到一部分的未来 但只会给予宿主警醒 不会告知宿主如何规避 你他妈的 淋雨顿时被气乐了 但系统所说他却不敢不信 当下也就没了睡意 除了派出一个分身看管张向天 剩下的三个分身两个被他派去寻宝 剩下一个则是留作不实之虚 一天之后 那不是约定好的跟张泽交易的日子吗 但再怎么样都不可能让天一成发生巨变 难不成是受潮药来了 淋雨神色阴晴不定 不断地思考着系统所说的巨变到底是什么 百思不解之下 淋雨决定让分身去张家看看情况 心念一动 淋雨的分身来到了张家府邸大门前 完美附身在分身上 淋雨轻盈地跳进了张家府邸之中 刚一进入张家府邸 淋雨的眉头就狠狠地皱了起来 因为她闻到了一股很浓重的血腥味 而且 此刻虽是深夜 但张家如此大的一个府邸 不可能一丝灯光都没有 死一般的寂静 任何的声响都没有 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张家内转了一圈 发现整个张家死气沉沉 没有一个人在 淋雨心中有一丝不好的预感 联想到系统的提醒 她觉得 这件事情应该跟张泽有些关系 正在这时 她敏锐地听到了一丝声响 冷冷地说道 谁 出来 话音刚落 从一座假山中 走出一个浑身是血的人影 淋雨定睛一看 竟然是张志雄 此刻的张志雄 气若油丝 脸色如同精致一般 显然是 受了很严重的内伤 一出现 她便支撑不住倒在了地上 淋雨赶紧上前查看 发现张志雄上有一口气在 于是便取出了一枚无品丹药 塞到了张志雄嘴中 丹药入口 化作精纯的药力 温养体内的伤势 张志雄的呼吸 也平稳下来 张家发生什么事了 为何一个人都没有 淋雨见张志雄 恢复了一些意识 问道 张泽 张泽他疯了 他杀了张家所有的人 还有一颗血色的珠子 张志雄神色惊恐 情绪失控之下 再次昏了过去 闻言 淋雨神色彻底阴沉下来 这下 他已经可以基本确定 系统说的巨变 应该是指的张泽无疑了 血色珠子 淋雨将张志雄放到一边 然后收回了分身 意识回到本体这边 淋雨皱着眉头翻身下床 陈寅少许后 将还在寻宝的两个分身收回 然后让三个分身 分别去修饰联盟 唐家和李家查看 自己则是去柳家 如果张泽是系统提醒中的 那个引起天异城巨变的人 那么这些天异城的顶尖势力 自然是首当其冲 与其静等明天到来 淋雨觉得 还是先弄清楚 张泽那个老家伙 去哪里的比较好 是在城内 还是去了城外 淋雨和三个分身分头行动 没过一会儿 第一个分身 来到了修饰联盟大厦 这里还是跟之前一样 即便是深夜都灯火通明 修饰联盟大厦 没有任何异常 第二个分身片刻之后 也来到了唐家府邸之外 但是在这里 淋雨发现了一丝不对劲 空气中残留着 跟张家一样的血腥味 淋雨脸色一变 急忙冲进了唐家府邸中 但是入眼所见 却是遍地的尸体 鲜血洒满了整个唐家 这个张泽 真是疯了不成 淋雨收回第二个分身 第三个到达李家的分身 看到的也是同样的景象 唐家和李家 身为天忆城两大顶尖势力 竟在一夜之间被血洗 而且还没有引起任何的注意 唐家家主和李家家主 不都是神门进五层的强者吗 难道跟那个血色的珠子有关 淋雨脸色有些难看 想要血洗一个顶尖家族 而不引起注意 实力至少也应该在神门进八层 甚至神门进巅峰 如果张泽短短两天内 就从神门进五层升到了八层 那么一定是借助外物 那么张志雄所说的血色珠子 就很可疑了 淋雨不关心其他人的死活 但是张泽如此这般行径 甚至不惜杀害整个张家全族 所图非小 而且现在自己已经跟他结下了仇怨 不管他要做什么 自己都不能让他成功 否则的话 这天忆城还有自己的容身之所吗 想到这里 淋雨加快速度朝着柳家赶去 如果所料不错的话 柳家应该也在张泽的目标之中 第七十章 千军一发 柳家府邸中到处都是哀嚎之声 尸横遍地 血流成河 在柳家演武堂中 柳之章此刻半跪在地上 浑身浴血 原本俊朗的面容 此刻却是苍白如指 在他的身后 则是一众柳家长老护着的老弱妇孺 此刻全都是满脸绝望地 看着在柳之章面前的血色人影 此刻在血色人影的手中 正掐着一位柳家供奉的脖子 咔嚓一声扭曲后 将尸体扔在了旁边 然后在其头顶上的血色珠子 涌出一团血色光芒 瞬间将其全身的精血吸干 柳之章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若你还不肯浇出精血的话 就别怪我对你们柳家赶尽杀绝了 张泽舔了舔脸上躺下的鲜血 满脸残忍的笑容 若我真的乖乖浇出精血 恐怕我的族人们会死得更快吧 柳之章冷笑一声 挣扎着从地上站了起来 爹 身后 柳如眉哭的梨花带雨 美艳的容颜此刻 却是一脸憔悴 美目中满是绝望和恨意 要不是周围的 供奉死死地拉住她 她早就冲上前了 但是她也知道 冲上去只会添麻烦 神门镜强者之间的战斗 根本不是单海镜可以参与的 光是两者相碰的余波气浪 就能够让一个单海镜重伤 甚至身亡 而在柳如眉身旁 木柳也是美目含泪地死死瞪着张泽 她本就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眼看着柳家 这么多人死在张泽手中 她心中愤恨的同时 深感自己的无力 小柳 是老师害了你 你今天如果回家了就好了 柳如眉神色欺然 看向木柳惨笑道 木柳摇摇头 老师 以此人的协议功法 添一成没有安全的地方了 可是 柳如眉还想说什么 张泽又跟柳志章站坐了一团 两道人影 如同残影一般不停地在闪烁 在场的众人 没人能够看得清两人的动作 只是在眼花缭乱间 不时有激烈的气浪 席卷告诉着众人场中的战斗 究竟有多么的激烈 又是几分钟过去 柳志章终于坚持不住 被张泽抓住机会 一剑斩断了左臂 身体倒飞而出 爹 柳如眉再也忍不住 挣脱供奉的阻拦 手中光芒一闪 一根火红色的鞭子 出现在手中 然后对着张泽 狠狠地抽了过去 不自量炼 张泽握剑随手一挥 一道剑气瞬间将鞭子搅碎 然后整个人化作一道血线 直冲向柳如眉 小姐小夕 老师 梅儿 柳如眉不过是单海静 八层的修为 如何能够跟得上张泽的速度 只是看到血光一闪 张泽便来到了她的面前 一把掐住了她的香颈 顿时白嫩柔滑的脖梗 就出现了一道血痕 小女娃 长得倒是不错 正好老夫所有血脉都被陷进了 你就替老夫延续后代吧 张泽看着柳如眉 诱人至极的身材 和娇媚的相貌 顿时眼中浮现一抹银鞋之色 竟是要当场撕下柳如眉的衣裙 住手 柳之张不要命了 一般再次冲来 却被张泽一脚踩在脚下 柳之张 让你亲眼看到 你女儿受辱的话 应该会很有趣的吧 嘿嘿 张泽说着 另一只手便是朝着柳如眉 饱满的苏丰抓去 你 柳如眉美目中露出绝望 就在她准备咬蛇自禁的时候 张泽脚下加重力气 柳之张顿时又吐出一大口鲜血 小女娃 你要是自禁的话 我保证 你爹会遭受最痛苦的折磨 文言 柳如眉欺然地看着柳之张 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但是却放弃了咬蛇自禁的想法 虽然知道 即使她妥协也无济于事 但她还是没办法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父亲 遭受折磨 给我住手 我给你精血 你放过她 没有理会 柳之张撕心裂肺地叫喊声 张泽哈哈大笑 就在张泽的手 即将碰到柳如眉饱满的苏丰时 她神色微微一变 放开柳如眉朝着身后 轰了一卷 碰 强劲的气浪 瞬间向着四面八方涌去 在一声闷哼中 柳如眉发现自己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 眉目睁开一看 发现竟是淋雨 一时间竟有些吃了 此刻的淋雨可没空感受 柳如眉惊人的身材曲线 刚刚地对轰她吃了一个小亏 现在体内一阵翻江倒海 不过好在 她将柳如眉和柳之张 都从张泽手中救下来了 一手抱着柳如眉 一手抓着柳之张 回到了柳家人群中 淋雨 你怎么会在这里 木柔这时也看清了来人 顿时又惊又喜地上前说道 不对 你不应该来这里的 你快走啊 随后 木柔又下意识地担心起淋雨的安危来 拜托 班长 现在可不是叙旧的时候 刘老师就交给你照顾了 凌雨松开怀中的柳如眉 随手扔出一瓶无品 疗伤丹药后 神色凝重地看向张泽 柳如眉咬咬牙 深深地看了一眼凌雨 然后低声说了句谢谢 便拉着一脸担心的木柔退后 小柔 现在不是解释的时候 之后老师再跟你详细说明 现在不要给凌雨添麻烦 走 木柔紧紧地抿着阴唇 点点头 跟着柳如眉退到了人群之中 但是美目 却还是紧紧地盯着凌雨 修长挺拔的背影 现在凌雨的周围没有任何人 面前便是神色疯狂的张泽 现在的张泽 如果不是凌雨 仔细看都认不出来 不仅全身气息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而且容貌也年轻了很多 完全没有两日之前 他看见的那般苍老 而且身上的气息 竟是让他感觉到了一丝危险 你不是凌家的 那个废物吗 怎么 想学人家英雄就美不成 张泽饶有兴趣地看着凌雨 与其之间满是不屑和鄙夷 虽然刚刚凌雨展现出的实力 让他很是惊讶 但是也仅此而已了 就算杀了这个凌家废物 只要他的计划能够成功 那么即便是凌家追查下来 他也依然不惧 废物又如何 你们张家不还是被一个废物耍得团团转 凌雨冷笑道 此言一出 张泽的神色漠然一宁 随后瞬间变得如同厉鬼一般可不 你就是那个黑袍白面人 凌雨耸了耸肩 正是屈屈在下 听到凌雨亲口承认 在场的所有人全部都露出震惊之色 尤其是慕柔 原本他以为凌雨只是恋丹厉害 想不到最近传得沸沸扬扬 如日中天的黑袍 白面人竟然是凌雨 柳家的人 纷纷一脸不敢置信的神色 这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得凌家废物少主 竟然摇身一变 成为了能够让张家 焦头烂额的神秘强者 张泽英冷地看着凌雨 突然凝笑了起来 我很佩服你的勇气 你难不成以为自己一个凌家的废物 我不敢杀你吗 哪里哪里 只不过我这个人不喜欢留下后患 竟然跟张家主结下了仇怨 所以想着过来斩草除根 就凭你这个废物 第71章 融合分身 阴森地盯着平静微笑的凌雨 张泽身上的血色气息越来越浓厚 体内的凌厉在杀意的催动下 开始迅猛地奔腾呼啸 身体表面上 血红色的凌厉逐渐地破体而出 最后在体外形成一层血色铠甲 凌厉显化是神门镜强者的标志 但是能够将灵力显化到这种 接近于实质的程度 张泽的境界 此刻现在已经无限接近于 神门镜的巅峰了 这种灵力显化 而出的铠甲 不仅能够大幅度地增强自身的攻击 防御 速度 而且还能够更好的 从天地之中吸收灵力 补充战斗所需 所以 几乎每一名神门镜的强者 在开始战斗之前 都会将灵力显化 有些是显化成铠甲 增加防御和攻击力 有些是显化出雷电 这便是增加自身的战斗力 以凌羽现在的实力 如果强行跟经过增幅之后的 张泽战斗的话 他没有一丝的胜算 但是他身上也不是没有杀招 凭借一火之威和猎神枪 智能再加上系统 给予的能力 倒也不是不能跟现在的张泽一战 望着已经进入战斗姿态的张泽 凌羽轻吐了一口气 神色缓缓浮现出一抹凝重 不管他如何说 对方毕竟现在的境界 比他高了一个大境界还不止 还有 凌羽看向张泽头顶 悬浮的血色珠子 眼中露出一丝忌惮之色 这个血色珠子 就是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不管怎么看 都是一种阴邪之物 而且给他一种极为危险的感觉 手中紧紧握着紫霄剑 随着凌羽精神的紧绷 体内的灵力也是开始流淌而出 最后奔腾在身体之内 五指小辈 受死 张泽冷笑一声 整个身体化作一抹血影 手中长剑刁钻 而狠毒地刺向凌羽的脖子 经过刚刚的一幕 他已经不想再继续脱下去了 必须要速战速决 面对张泽的狠毒攻击 凌羽身形瞬间暴退 猎影 移形幻影之后 身形出现在十米之外 然后心念一动 周围默然出现了 四个身穿黑袍的白面人 这般诡异出现的四个人 令在场所有人都有些震惊 就连张泽都没有看出 这四个人是如何出现的 看来 你身上真的有不少的秘密啊 凌家少主 张泽舔了舔嘴唇 赤红的眼睛中 露出一丝贪婪之色 现在他总算是知道 为什么一个废物 能够将他们张家耍的团团转步说 实力也突然有了志的飞跃 这个废物身上 一定有了不得的秘密 只要得到这个秘密 别说倒台有望 就连化灵都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你今天就更加要死了 张泽一剑荡开两个黑袍人的攻击 然后速度猛地暴增 直冲凌羽本体 凌羽再次凭借猎只能躲开 但是一直躲也不是个办法 他的分身根本没有办法 对现在的张泽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既然如此的话 凌羽眼中金光一闪 随着他的一身低喝 四个分身静视 缓缓消失在了原地 而在分身消失的瞬间 凌羽身上的气息 却在节节攀升 分身融合一阶段 分身融合二阶段 分身融合三阶段 分身融合四阶段 融合完成 宿主境界提升至 神门镜三层 实现半小时 哄 一股强大的气息 轰然从淋雨体内 爆发形成了一股肉眼可见的 气浪向着四周扩散 怎么可能 在场中人顿时目瞪口呆 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淋雨的境界 从单海境 直接跨越到了神门镜 这种做火箭一般的速度 便是想都不敢想的呀 难道是 能够短暂提升实力的秘法 这个时候 柳之章也醒了过来 看向场中 虚弱的喃喃道 他见多识广 自然是知道 有一种专门可以在短时间内 大幅度提升实力的秘法 但是这种秘法 一般都极为稀有 而且根本不可能做到 一下子提升一个大境界的 顶多也就是提升个两三层的实力 爹 你说 淋雨他能赢吗 柳如美美目 也盯着场中 两人急速地碰撞交叉 不时地爆发出 强烈的冲击 柳之章摇摇头 满脸的苦涩 现在场中的战斗 已经完全脱离了他的境界了 凭借他的境界 都有些看不清楚 两人的速度和交手的过程 勉强能够看到 两人现在平分秋色 谁也没有占到上风 想不到林家的废物少爷 竟是如此这般的少年英雄 当真是我老眼昏花 看走了眼 柳之章长虚短叹 继续看向场中 碰 又是一次激烈的碰撞 淋雨和张泽的长剑 交叉狠狠地撞在了一起 顿时在交接处 产生了大量狂暴的灵力 两人为中心的地面 直接就塌陷了下去 并且向着四周 渐渐碎裂 从远处看 血色和紫色 占据了柳家 整个演武场 并在持续不断地进行拉锯战 再次倒飞出去后 林雨看向同样倒飞出去的张泽 神色露出一丝亚然 此刻的张泽早 已经没有当初的意气风发 此刻的他身上的血色气息 被一股碧绿色的无形之火包裹 这些血色气息 遇到这碧绿色的火焰 就如同冰雪遇到了热油 一般急速消退 发出吃吃吃的声音 这是什么火焰 该死的 张泽一边要分心 去对付在体内体外燃起的火焰 一边还在跟林雨进行战斗 现在已经是有些捉襟见肘 应付不来了 要不是头顶上的血色珠子 源源不断地涌出血光 融入张泽体内来 对抗着汹涌的碧绿色火焰 恐怕张泽早已经落败 张泽赤红地 双目死死地盯着林雨 眼中的震惊之色 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没有达到神门镜的人 根本就不知道 神门镜和单海镜 究竟有多大的差距 那是如同天谦一般 横在单海镜的面前 想不到林雨竟然瞬间 就从单海镜五层 攀升到了神门镜三层 这般手段当真 是让人有些骇然 他可是 凭借血煞珠 耗费了数千族人的性命 筹划了数十年 才能够一下子 从神门镜五层 提升到神门镜九层的 我就不信 你能一直维持这种状态 张泽声音嘶哑地说道 语气极为阴森 说着再次冲向林雨 展开攻击 林雨冷笑一声 怡然不惧地迎了上去 一火本 就对这种 至阴至邪之物具 有天生的克制作用 这血煞珠虽然厉害 但是却被他的琉璃莲星火 天生克制 根本发挥不出本来的实力 此消笔掌之下 林雨现在已经有些 占据上风的势头 第七十二章 金变 不过他能够维持这个状态 只有半个小时 必须要速战速决 想到这里 林雨再次一剑 将张泽的长剑荡开 同时另一只手 狠狠地砸在了张泽胸前 竟是直接将其身上的 血色铠甲 砸出了一个大洞 破 张泽直接就喷出一口鲜血 被打飞了出去 狠狠地从空中 被林雨砸到了地下 留下一个巨大的深坑 血色铠甲受损 刚刚一直跟体外的一伙 展开拉锯战的局势 一下子就失控了 碧绿色的火焰 瞬间沿着大洞涌入 这个时候 就算是血煞珠 想要修复也来不及 张泽神色大变 还不等他掉集灵力 一股剧痛从身体上传出 啊 一伙的威能何其强大 沾到一丁点 都要被烧成灰烬 更别说 这血色气息 就像是助燃剂 一般让一伙的力量 更加强大了 张泽全身的血色铠甲 瞬间被焚烧殆尽 发出了凄惨的惨叫声 趁着这个时候 林雨目光中杀鸡一闪 手中紫硝剑顿时 发出浓郁的紫色电光 猎鹰 猎神枪 一道震耳欲聋的龙音之声 在场中响起 一道金光从剑间浮现 随着林雨的剑光 一条金龙虚影 对着浑身 都是碧绿色火焰的 张泽咆哮着 冲了过去 以林雨现在 神门进三层的实力 来施斩裂神枪 那般威力 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 感受到林雨攻势的凶猛 张泽死死地咬着牙 一挥手 将头顶的血色珠子扔出 在其面前 形成了一堵血色之强 下一刻 金龙虚影降临 哄 一声惊天动地的声响 伴随着刺目的金光响起 在场所有人都闭上了眼睛 爆发出的气浪之强 离得最近的柳家 供奉近视 直接就吐血到飞而出 所有人都不得不展开 林雨护住全身 才能抵抗住这肆虐的气浪余波 待金光消散后 林雨站在原地大口地喘着粗气 接连不断地 使用各种杀招 让她的灵力 消耗的速度非常之快 而且分身融合的时间 快要到了 一股强烈的虚弱之感 从四肢百骸中渐渐涌出 她抬起头看向张泽所在的地方 此刻的张泽已经完全没了人形 身上的血气完全消失 而且浑身被烧成了焦黑 但仍有一口气在 那血色珠子此刻 血色光芒也暗淡了许多 一丝丝的血气 从珠子内飘出落 在下方的张泽身上 为其吊着一口气 咳 张泽猛地吐出一口焦黑的鲜血 眼神中满是恐惧之色 显然是强母之末 此时任何一个脆体境界的人 都能够轻易地杀了她 凌羽一咬舌尖 强行让自己保持清醒 然后对着一旁的紫霄剑一抓 手腕一转 紫霄剑便如同流星 一般以极快的速度 刺向张泽的头颅 而就在这时 一只手伸出 轻易地抓住了 这本来可以了 结张泽性命的一剑 这突然出现的变故 让在场所有人包括 凌羽都是瞳孔一锁 莫人知道 此人是如何出现在场中的 就连凌羽都是在此人出手之后 才发现场中突然多出了一个人 林少主 此人最大恶极 将李家唐家 两大世家一夜之间 屠戮殆尽 其罪不容 但此事 还需要带回 修士联盟审问一番 所以 让在下将 此人带回 审问可好 万一背后有主使的话 也能够及早发现 一位儒雅的中年人 突然出现在场中 两根手指夹着紫霄剑 手指一震 紫霄剑如同闪电一般倒飞回去 直接就插回了 林宇不远处的剑桥之中 你是修士联盟天异城分盟盟主 林宇神色凝重地 看着眼前 这位儒雅的中年人 这人 根本不可能是 传闻终神 门进八层的实力 从此人的身上 林宇感受到了远超之前 张泽给他的压迫感 正是 林宇沉吟少许 点了点头 就算他全胜都不是此人的对手 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 哪来的底气拒绝呢 文言 儒雅中年人对着林宇微微点头 然后又看向柳家众人 目光停留在柳之章身上 柳兄别来无恙啊 段某之前 在闭关 所以来扯许多 多亏了林宇祖拦 否则的话 这张泽指不定会在天异城 惹出多大的乱子 柳之章苦笑地摇摇头 既如此 那我便带着此聊 回去受审 天异城 出现张泽 这般修炼血弓之人 不是小事 此事 我还得回去禀报总部 先行告辞了 儒雅中年人点点头 随后抓着张泽 和那枚血色珠子 离开了柳家演武堂 直到现在 存活的柳家众人 才发出劫后余声般的欢呼声 每个人的目光 都充满感激和狂热地盯着 如同救世主一般的背影 儒雅中年人离开后 林宇重重地松了口气 随后一股虚弱感 铺天盖地地袭来 让他直接投于目眩 这时 两道相风 从左右两边扶住他的手臂 原来是柳如梅和慕柔两女 你没事吧 慕柔关切地问道 你看我像没事的样子吗 赶紧扶我去坐着 闻言 两女赶忙拖着林宇的手臂 让其靠在自己身上 顿时一大一小 两种截然不同的触感 通过手臂间的摩擦传来 让林宇暗爽的同时 觉得慕柔真的该步步了 你看人家刘老师 两女全然不知此刻的自己 正在被林宇光明正大的吃着豆腐 将林宇扶到一处干净的地方坐下后 林宇舒了一口气道 有关我实力的事情 不要对外声张 两女对视一眼 点点头 放心好了 我和老师都不是喜欢嚼舌根的人 不过你倒是让我很震惊 你明明实力这么强 为什么要承受 一个废物顽固的骂名呢 慕柔有些好奇地问道 因为嘴长在别人身上 我管不着 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呗 林宇耸了耸肩 从系统空间中 取出一枚无品丹药服下 体内的虚弱感 这才好受了一些 随后就起身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 天地突然一震 原本漆黑的夜晚 瞬间变得赤红一片 一股奇怪的气息 在天地之间弥漫开来 下一刻 数百道血色光柱冲天而起 竟然是所有城外的据点 在此刻都打开了警戒光束 这是 两女翘脸一变 林宇也是神色凝重起来 异兽兽巢来了 第73章 异兽兽巢 好好好 一声声狂暴的低吼 从天边传来 这般惊变 瞬间就让整个天异城 都变得人心惶惶 原本深夜的天异城 此刻 却是突然千家万户都出了门 每个人的脸上都惊恐不安 林宇皱着眉头 跟两女说了一句 自己当心之后 便朝着城门的方向急速飞去 半个小时后 林宇抵达了城门 发现原本厚重的城门 已经增加了数层加固圈 震耳欲聋的售吼 从城门之外响起 无数的修炼者 源源不断地 为城门上防御法阵注入灵力 并且由组织地进行进攻 在这里 林宇看到了刚刚的儒雅中年男子 还有帝丹院 天独院 以及回春院的院长和副院长 还有一些陌生的面孔 但既然是 能够站在这些人的旁边 想必也不是泛泛之辈 这时 儒雅中年男子也看到了林宇 随后正色道 林少 这一次寿朝 恐怕要麻烦 你帮忙了 原本唐家 李家和张家都家主 都是天忆城对抗寿朝的主要战力 但是现在一下子 就损失了三个顶尖战力 如果弄不好的话 还真有可能让寿朝 突破天忆城的壁垒 闻言 儒雅中年男子旁边的人 都看向林宇 待看到是林家废物之时 每个人眼中 都露出一丝不屑和鄙夷 段盟主 您莫不是搞错了吧 此人不过是一介林家废物而已 寿朝来袭 他如何能够帮上忙 不添麻烦就不错了 就是 段盟主 虽然一下子少了很多的战力 但是也不能拿一个废物 来烂于充术 说话的两人 是帝丹院副院长欧阳云 和天独院副院长英州 剩下的人虽然没有说话 但是除了回春院的秦璐和副院长之外 眼中都是鄙夷 秦璐眼中闪过一丝惊奇 却没有说话 林宇此人他也知道 乃是林家赫赫有名的废物 生在林家 却是个修炼资质极差之人 现在寿朝爆发 为什么段盟主要找林宇帮忙呢 难不成表面上是在请林宇帮助 实则是在请求背后的林家帮助 林宇冷眼看着众人 并未说话 在场的所有人 除了这个儒雅中年人之外 都是神门近五层到七层之间 若是他全胜之时 这些人都不够看的 也就这个段盟主 能够让他有所忌惮 这时 段天海微笑地解释道 林宇可是这一次解决张泽霍乱的人 诸位大可不必对林宇 抱有如此大的偏见 之前的废物之名 想必林宇也是有意为之 做不得数的 便是在场的诸位 若说能够吻胜林宇的 估计也没有 文言 在场的众人无不震惊 张泽是他打废的 怎么可能 我还以为是段盟主亲自出手的呢 张泽不是连唐家主和李家主都杀了吗 怎会如此 每个人的表情都精彩了起来 特别是刚刚出演嘲讽林宇的几人 此刻就跟吃了一堆死苍蝇一般 段盟主从来不开玩笑 既然他这么说 那么这件事情就绝不会有假 好了 林少依下如何 段天海见众人没有说话 这才微笑着看向林宇说道 这是自然 林宇淡淡点头 作为人类的一员 特别是此刻 身在天异城中 他可不想天异城被一手吞没 如此甚好 那便多谢林少了 儒雅中年男子再次道谢 事不宜迟 我们 其中一人刚想说话 突然惊恐地高呼起来 快看 那是什么 林宇等人看去 只见远处出现了五头数百米高的超级异兽 这五头异兽种类各不相同 分别是黑狼 红狐 巨像 金虎 以及一只额头上长着独角的青色巨蛇 在那巨蛇的独角之上 竟然缭绕着大量的紫色火焰 这种火焰如同火雾一般在空中游走穿行 勾勒出一条条抽象的龙形纹路 那是 那是一火 紫阳龙纹火 听着众人的惊呼 林宇疑惑地看向那巨蛇头上的紫色火焰 这便是这个世界的一火吗 在炎帝的世界中 是没有一种叫做紫阳龙纹火的一火的 但是在这个世界 却是有各种各样的一火存在 它们同样威力极为强大 乃是天地自然衍生而来 搜寻了一番记忆 林宇得到了有关于这个世界一火的信息 一火 乃是夺天地造化的超级灵火 现在被人知晓的一火 一共有24种 每一种都是天地之间唯一的存在 在这个世界上 一火没有排名 但是却有分级 跟功法灵技和武器一样 分为天地玄黄四级 每一个分级 都有六种一火 像这种天地灵物 即便是黄极的一火也是非常恐怖的 一旦炼化为己用 不仅能够在全方面增负自身的属性 还相当于掌握了一部 圆满级别的高级属性功法 还有一些神妙的作用 但是并未记载 这就是林宇脑海中 有关于一火的所有信息 原本他是打算 等实力强大之后再去寻找一火的 想不到 现在一火却突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系统检测到一火存在 发布任务 宿主需要在三天之内 吸收紫阳龙龙火 否则将会有生命危险 林宇 突然听到系统的提示 林宇还以为系统又发什么奖励了呢 没想到 竟然发了一个坑爹的任务 三天之内要吸收 不然有生命危险 这时 断天海也是神色微微凝重地说道 竟然是一火现实 异兽受潮的提前爆发 想必这只六阶异兽 和一火有关系 另一边的聂无道 同样神色凝重到了极点 相当于人类倒台境界的异兽 还携带了一火 再加上旁边四只五阶异兽 这一次的兽潮 堪称历史之罪 断盟主 天异城的壁垒 撑不住一火的攻击的 还是早做逃亡计划比较好 将天异城内的民众 分批次转移 剩余众人 纷纷脸色苍白的硬核 那一只拥有一伙的六阶异兽 在场之中 恐怕没有人能够阻拦 林宇深深地皱着眉头 断盟主 此处劳烦你们先撑住一段时间 在下需要 先去做一件事情 说完也不管他人是否答应 转身离开 文言 除了断盟主之外 剩下的人眼中 都出现了一丝古怪之色 这一举动 不是很明显的贪生怕死吗 若是怕死一开始就别来 现在看到出现强大的异兽 就要退缩 真是丢人现眼 也不能怪他 毕竟人家 可是林家的少主 身份尊贵 可不是我们这种人能够比的 没有理会众人的嘲讽 林宇静止离开 回到了家中 他之所以离开 并不是因为害怕 恰恰相反 他比所有人都想解决 这一次天异城之危 正确的来说 他只想得到那个一火 不然的话 按照系统的尿性 他搞不好 真的有生命危险 他现在回来 只是因为五个分身陷入了冷却 实力无法回到巅峰 而且现在他体内的虚弱 也没有完全恢复 留在那里也无济于事 倒不如回来将状态调整到巅峰 如果可以的话 他还想将系统的功能 进一步地升级一下 这样到时候 吸收一火 有更大的把握 第74章 背水一战 凌羽回到家里 直接就问道 系统 以我现在拥有的资源 能够将什么功能升级 报告诉主 现在可升级的项目 有分身功能 自动修炼功能 完美寻宝功能 凌羽陈阴少许 说道 将自动修炼功能 和分身功能升级 自动修炼功能 和分身功能升级 需要消耗一块中品零食 和六朵三生花 清莲果 生死疼 确定升级吗 凌羽毫不犹豫地说道 升级 这一次 事关自己的小命 自己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需要消耗多少资源 都无所谓了 正在升级 升级成功 分身功能升至五级 分身数量加一 自动修炼功能升至四级 修炼速度 变为基础速度的六十倍 凌羽又问道 以我现在修炼的速度 配合丹药辅助的话 一天能够将境界提升多少 报告诉主 若是诉主服用 增加修炼速度的五品 丹药辅助修炼 一天能够将境界提升到 丹海径七层 丹羽点点头 直接就用手上的材料 炼制了几份 可以增加丹海径修炼速度的 三色聚海丹 然后仰头将一枚三色聚海丹 吞入腹中 让系统自动修炼 检测到诉主状态不佳 正在自动进行调整 灵力增加中 体力增加中 耐力增加中 有了系统的自动修炼 丹羽顿时感觉 一股股精纯的灵力 从四面八方涌来 钻入丹田中的丹海 使得自己修为境界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上涨 而体内的那股虚弱感 也在渐渐消失 这系统大多数的时候 都是比较靠谱的 灵羽在心中默默吐槽了一下 然后目光一闪 手掌一握 琉璃莲星火在掌心中出现 异火之间 都是有严格的相克关系 等级高的异火 对等级低的异火 具有相当严重的克制效果 也不知我这琉璃莲星火 跟那紫阳龙门火相比 孰强孰弱呢 但是根据炎帝所说 要排名的话 甚至可以跟排名第十一的 古灵冷火相提并论 这紫阳门门火 不过是黄极一火 再怎么样 都不能跟琉璃莲星火相比吧 灵羽暗中思索 随后摇摇头 现在想这些有什么用 不管熟强熟弱 结果他都要去吞噬 这个一火的 还不如睡觉补充精神 想到这里 灵羽直接倒头睡觉 正好之前被系统吵醒了 现在再睡个回龙觉 转眼间 一天过去 这一天之中 天忆城集合了全部战力 阻挡袭来的异兽 借助天忆城的防御阵法 和攻击阵法 以及壁垒 硬生生地支撑了一天 普通的异兽倒没什么 最棘手势 还是那一头 带着一伙的六阶异兽 和手下的四头五阶异兽 这五头异兽 已经出具神志 先是指挥那些低等级的异兽 疯狂地进攻 消耗防御阵法 和攻击阵法的灵气 然后再亲自动手 采取这样的车轮战 不断地消耗 就连城内数万修炼者 轮番给阵法补充灵气 都有些疲惫不堪 而且 那头六阶异兽 到目前为止 始终没有动手 只是在冷眼观望 巨大的瞳孔之中 闪烁着人性化的智慧 按照断天海等人的估计 壁垒的防御阵法 只能再支撑两天 一旦防御阵法被击溃 那么壁垒 将会直面异兽的冲击 而一旦壁垒被迫 天忆城将再无任何防御攻势 能够阻拦异兽的侵袭 那么 天忆城数百万人口 将会直接暴露在 数以万计的兽兽口下 到时候的伤亡 就不是他们能够控制的了 天忆城城墙之上 临时搭建了一个会议室 在会议室 天忆城所有剩余的 神本镜强者都在此 断天海坐在守卫 神色沉重 断盟主 修饰联盟总部的支援 还要多久才能到 断天海摇摇头 神色有些悲戚 总部不会来支援的 此言一出 难道修饰联盟 要放弃天忆城的 所有人不成 不 上面的命令 是放弃天忆城 99%的人 保留神门敬强者 以及有资质的年轻一辈 闻言 会议室的众位 神门敬强者 脸上神情各异 有些面色凄苦 有些则是眼中 闪过一丝喜悦 今日 将诸位照来此处 就是想要让各位 举手表决一下 究竟是放弃 还是坚守此地 跟异兽殊死一搏 断天海神情肃穆 往常的温和 此刻全部化作了肃杀 就连他都没有把握 能够击败那条 带着一伙的天青独角蟒 特别是那紫阳龙闻火 更是让他忌惮不已 还有那四头五阶异兽 每一头都是五阶巅峰的实力 想要抵抗这一次的兽巢 这五只异兽 是一定要解决的 我觉得 我们还是要遵守 修饰联盟下的命令 既然上头觉得 我们不应该跟那头 六阶异兽正面对抗 那么我们 还是听从吧 帝丹院的欧阳云 看了一眼在座的众人说道 别打着修饰联盟命令的幌子 掩饰你的心思 你就是不想死在这里 所以才想放弃 天异城的这些民众吗 回春院的院长 秦璐冷笑道 天异城是我们的家 如果连家都被异兽入侵 而我们却要逃命的话 那如何跟仙人交代 如何跟为了人类火种的延续 而建立壁垒的尊者们交代 就是为了人类的延续 所以牺牲是必然的 那你的意思是 那些无辜民众的性命 不是命吗 众人开始激烈争吵起来 断天海眉头皱起 拍了拍桌子 争吵是没办法解决问题的 诸位都是天异城 现存战力最高的一批人 我虽然是修饰联盟的负责人 但是我个人而言 不想放弃天异城 但是我尊重你们的选择 想要离开的人 现在可以离开了 话音刚落 聂巫道和欧阳云对视一眼 站起身离开了会议室 在两人之后 又有三位起身 歉意地看了断天海一眼 随后低着头离开 现在会议室内只剩下了六人 除了断天海之外 剩下便是回春院的秦璐和副院长 柳之章 天独院的两位院长 断天海深吸口气 站起身郑重地看向余下的五人 鞠躬道 我代表天异城数百万民众 感谢五位 秦璐呵呵一笑 断盟主无需如此 天异城也是我们的家 是我们的根 若是就此放弃 我们就是无根扶贫 便是死也没有办法落叶归根了 不错 而且天异城有我们的亲人朋友 怎么可能就这么放弃呢 便是死 老夫也能拉上一头五阶异兽垫底 大丈夫当死得其所 忽然一道慵懒的声音 从会议室外面传来 不要搞得这么悲壮行不行 还没有到绝望的时候呢 第七十五章 守城战 慵懒的声音从会议室之外传来 随后凌羽的身影从外面走近 看到凌羽到来 余下的六人都是面面相去 这凌羽昨日不是就已经离开了吗 为何又回来了 凌少 难道凌家会出手相助吗 断天海问道 其余的五人也是满怀期待地看向他 凌羽撇了撇嘴 我才不需要凌家的帮助呢 凌家那边都不知道这边的事情 如何帮助 闻言 会议室的众人失望了摇摇头 既如此 你为何要留下来呢 光靠我们这几人 拦不住那些高阶异寿的 你留下也只会白白送了性命 还是走吧 天异城并不是你的家 情路沉生道 凌羽笑了笑 你说的很有道理 天异城的确不是我的家 但是我才刚到没多久 并不打算被一群畜生撵走 而且 你们打不过那头异兽不代表我也打不过啊 我来对付那头天青独角蟒 你们帮我拦住其他四头异兽如何 什么 段天海等人目瞪口呆 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凌羽 那可是拥有一伙的异兽啊 情路有些难以置信地说道 他的实力最起码也达到了倒台境界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倒台境界强者 能够对付得了的 你怎么可能打得过他 是啊 凌少 段天海也是有些瞠目结舌 你虽然能够击败神门境九层的张泽 但当时也是强弩之末了 怎么可能是到台境异兽的对手 你们以为我是傻子不成 凌羽耸耸耸肩 我竟然敢说出这样的话 自然是有把握才这样做的 就在刚才 他已经通过洞察之眼 洞彻了那五只最强大的异兽实力 除了那头携带一伙的天青独角蟒之外 剩下的四头异兽都是五阶 而且是五阶巅峰 如果段天海不加入的话 光靠这五位神门境七层 是绝无可能拦下的 而天青独角蟒 如果没有携带一伙的话 凌羽自然是不敢说出这样的话 但就是因为他吞噬了一伙 所以凌羽拥有的一伙 才能够压制他的力量 凌少 你真的有办法 能够对付那头天青独角蟒吗 段天海当然知道凌羽不是傻子 但还是有些担心地问道 你现在除了相信我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说完 凌羽就沉声道 现在可没时间让你们发愣了 天异城内人心惶惶 若再不想办法解决的话 人心溃散 天异城就要从内部开始瓦解了 此时此刻 凌羽俨儼然成为了当之无愧的领袖 是 凌少 虽然他们对凌羽是否能够对付那头六阶异兽 还是抱有一定程度的怀疑 但是就如凌羽所说 除了相信他 别无选择了 去吧 凌羽大手一挥 紫霄剑出现在手中 刚要离开会议室 却被段天海叫住了 凌少且慢 在下这里有一柄地阶低级的玄金破魔枪 凌家素来都是用枪高手 想必凌少应该用得上 凌羽接过段天海手中的长枪 定睛一看 此枪通体如同墨金一般 流转深邃的光芒 枪刃犹如臂力千丈之断崖 杀伤力显然彼此削剑更甚 凌羽道谢了一句 然后手持长枪 脚下一踏 冲出了会议室 转眼就消失在众人眼中 余下的人也同样祭出武器 冲出会议室 在段天海的带领下 朝着四头五阶巅峰异兽赶去 凌羽和段天海等人 分头行动之时 城外数百个据点也趁着异兽受潮 还未彻底形成 开始迅速撤离 十分钟后 漫山遍野的异兽 已经形成了排山倒海之势 无数长着血盆大口的异兽 挤在一起 如同海浪一般朝着天翼城 那高耸的壁垒 涌去 他们残暴凶虐 任何沾染了人类气息的东西 都是他们摧毁的目标 大量的人类被追上的瞬间 就是被分尸吞噬 短短时间内 不知道有多少人死在了异兽口中 凌羽在广袤的荒野中飞速前行 密密麻麻的异兽 丝毫不惧他周身散发出的异火 疯狂地扑过来 他全身被异火包裹 手中长枪飞舞 任何异兽 只要踏入他周围三米之内 就会被异火吞噬 或者被枪影撕成碎片 在洪流一般的异兽受潮中 凌羽硬生生地杀出了一条血路 朝着那天轻毒脚蟒而去 另外一边 天翼城山脉一般的壁垒上 出现了数万的修炼者 同时 上千米高的壁垒 和天翼城中心区域的 修饰联盟大厦的顶端灯塔 迅速亮起了一道道玄奥的纹路 一层透明光照 逐渐覆盖整个天翼城 但是 即便有这种强大的阵法守护 在天翼城内的民众和修炼者 都是面无人色 因为这次攻城的异兽 可是有一只六阶异兽 和四只五阶巅峰异兽啊 除此之外 还有数不尽的低阶异兽 光是数量 就让人心寒 又过去几分钟 最近的异兽已经冲到了壁垒下 预备 发射 一名单海 近巅峰一声令下 数百零零迈进齐齐 将自己的远程灵迹 抛射出去 不等再次下令 第二轮灵迹 已经准备好 铺天盖地的灵迹 在异兽群之中炸开 几乎每一次的爆炸 都能够带走数十只异兽的性命 但是 即便如此 异兽群的数量 还是太多了 哄 一声惊天动地的声响 从壁垒传来 竟是海啸一般的异兽 狠狠地撞在了 防御阵法上 下一刻 玄奥 的阵法纹路 发出刺目的光芒 一道恐怖的冲击波 瞬间弹射出去 无数的异兽 瞬间成为灰烬 壁垒之下 出现一片真空地带 但很快就有更多的异兽 补充上来 他们不要命地往前冲去 发了风式地 撞在壁垒上 即便是被撞的粉碎 也没有停止 异兽之血 在壁垒下方 逐渐蔓延 血腥的味道 让所有的异兽 更加的狂暴 更加疯狂地 开始撞击壁垒 竟然硬生生地 盯着恐怖的冲击波 开始攻击壁垒上 玄奥的阵法纹路 该死 五阶异兽还未出手 防御阵法 就开始承受攻击了 一名单海静 神色猙獰 眼中透着疯狂和绝望 再这么下去 壁垒绝对会被突破呀 是啊 按照这样的情况下去 就算盟主大人出手 也没法阻止这么多的异兽 完了 守不住了 我们都要死在这里了 不少守卫 脸色苍白 眼中满是绝望之色 还不到绝望的时候 你们这些人 给我打起精神来 盟主大人 并没有放弃我们 你们却自己放弃了自己 对得起在最前线 浴血分战的各位大人吗 给我战斗 一位守卫士兵的兵长 力声喝道 就在这时 忽然一人骇然瞠目 指着远处的天空大喊道 快看 那只六阶异兽 停下来了 众人无比震惊地看过去 只见那头数百米高的天青 独角莽 竟然真的驻足不前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 难道盟主大门 将他拦下来了 六阶异兽 停下来的瞬间 整个壁垒上 一片哗然 几乎所有看见 这一幕的人都大惊失色 随后便是大喜地 欢呼道 盟主大人 柳如梅和慕柔等人 也在其中 别人不知道 但是他们知道 那头六阶异兽 不是断盟主拦下的 因为此刻 断天海 正在和五名神门 近七层的人 阻击剩下四头五阶巅峰的异兽 能够拦下这头 六阶异兽的 只有凌羽一人而已 一定要活着回来啊 慕柔美目看向 那令人感到窒息的 六阶异兽 翘脸上 满是担忧之色 柳如梅也同样如此 凌羽这边 她站在一座山峰的 岩石山顶上 全身都被异兽的鲜血覆盖 血液不停地 从身上滴落 甚至在脚下 都形成了一大片的血泊 在她的前方 数百米之外 便是那头散发出 让人绝望压迫感的 六阶 天青独角蟒 第76章 击杀六阶异兽 此时 天青独角蟒巨大的瞳孔中 倒映着凌羽的手握长枪 挺拔傲力的身影 巨大的蛇性吞吐间 从周围的异兽群之中 冲出了四头普通的五阶异兽 这四头五阶异兽 虽不是五阶巅峰 但也是相当于 神门近五层的强者 他们一出现 就死死地盯着凌羽 眼中都流露出 一丝本能的忌惮 显然 他们在凌羽身上感受到了 让他们非常惧怕的东西 那便是一伙 天青独角蟒 同样死死地盯着凌羽 硕大的树眼中 隐藏着一丝极深的忌惮 还有让人头皮发麻的贪婪之色 拥有一伙的 他已经具备了 不输于人类的灵质 眼前的人类 拥有比他更加强大的一伙 只要吞噬了他 就能够进阶七阶异兽 看来 你跟其他的异兽 果然不一样 好像很聪明 凌羽看向天青独角蟒头上的 紫色火焰 眼中露出一抹凝重 说完 手中玄金破魔枪往后一扫 直接将一只五阶异兽扫飞 然后脚下传出爆响 一个坑洞在其脚下形成 借助这股爆发力 凌羽身形冲天而起 刹那间消失在原地 从远处看 一条黑线划过半空 直接冲到了其中一只 五阶异兽的面前 吱吱吱 这是一只通体漆黑的巨大魔符 在凌羽临近的刹那 一股恐怖的危机感 顿时笼罩全身 他想也不想地就要 飞起来闪避 但是 在凌羽如今已经达到 单海径八层的实力面前 凭借一伙 和各种攻法的加持 他根本没办法闪躲 吃 魔符的身躯 顿时被凌羽一枪 劈成了两半 然后如法炮制 猎影接连使出 将剩下的三头五阶异兽 全部斩杀后 长枪一挑 枪间指向 巨大的天青独角蟒 接下来 该你了 这时 天青独角蟒 愤怒地嘶吼一声 旋即携带着 无尽的紫色火焰 猛地杀了过来 面对一头六阶一兽 凌羽丝丝毫不敢大意 瞬间召唤出六个分身 然后吞噬 实力境界猛然提升到了 神门境巅峰 凭借一伙的削弱 和强大的猎神枪 凌羽自信 能够与之一战 转眼间 天青独角蟒 冲到了凌羽面前 漫天的紫阳 龙纹火 似乎要坟灭整个天地 枪出如龙 凌羽手腕一番 滚滚雷霆 伴随着一声 嘹亮的龙鸣声 一条雷龙倾泻而出 砰砰砰砰 无尽的雷霆 和紫阳龙纹火 交织在一起 发出连忙不断的爆炸声 就在这时 凌羽全身 涌出碧绿色的火焰 化作一道火光冲 向天青独角蟒 事实证明 他猜得不错 琉璃连星火 对于紫阳龙纹火的压制程度 甚至比他想象的还要高 天青独角蟒 只能发挥出七成的实力 根本没办法 阻拦此刻的凌羽 下一刻 凌羽突破了 天青独角蟒的紫色火焰屏障 用琉璃连星火 硬生生在上面撕了一个大口子 手中长剑紧握 追魂 咔嚓 一阵令人牙酸的破碎声传出 大量精英的鳞片 伴随着血液四处飞溅 一道巨大的伤口 出现在天青独角蟒的身上 死死 天青独角蟒 发出一声凄厉的嘶鸣声 扭过头 张开血盆大口 顿时无数的紫色火焰 直接就将凌羽吞噬 焚天弄烟 凌羽周身的碧绿色火焰 瞬间化作一个火焰大手 再次将紫色火焰拦下 并且为凌羽再次获得了攻击的机会 猎神枪 凌羽手中 长枪金光一闪 一声龙吟过后 一条金龙虚影闪烁而出 狠狠地撞在天青独角蟒 原本已经裂开的伤口上 这一次没有坚硬的鳞片保护 一道恐怖的爆炸 在天青独角蟒身上炸开 金龙虚影 直接就贯穿了天青独角蟒 巨大的身体 从另一边透体而出 死死吼 天青独角蟒 发出凄惨而不甘的嘶鸣声 漫天的血雨洒落 它庞大的身躯 也无力地倒下 使得整个大地都猛被一颤 赢了 赢了 壁垒上 远远地看见 天青独角蟒倒下的柳如梅 和木柔二女 不由地激动地抱在了一起 其他的人 也同样是喜极而泣 发出劫后余声的欢呼 另一边 正在与三头五阶 巅峰异兽厮厮杀的断天海 同样看向倒下的天青独角蟒 心中的震惊 已经无法用言语形容 凌羽竟然真的 将一只六阶异兽打倒了 而且还是一只携带一伙的六阶异兽 以后 要是谁再说凌羽是凌家废物的话 他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剩下的四头五阶巅峰异兽 同样心生恐惧 然后头也不回地开始逃跑 最强大的六阶异兽都倒下了 打到他的人想要杀了 他们简直一如反掌 他们也不杀 凌羽这边 天青独角蟒死亡之后 身体开始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飞速地缩小 当他的身体恢复到原来大小后 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你获得了紫阳龙文火 天青独角蟒独角 天青独角蟒之铜 天青独角蟒灵甲 检测到宿主 获得紫阳龙文火 是否开始炼化 凌羽重新跳 回到山峰顶上 然后撑起一个火焰罩子 防止异兽的偷袭 盘膝坐下 开始炼化 叮 开始炼化紫阳龙文火 剩余时间24小时 系统提示声传来 系统空间中汹汹 燃烧的紫色妖火 顿时消失不见 原本凌羽还以为炼化一火 需要他自己来 想不到系统 竟然可以帮他炼化 其他人炼化 一火难如登天 稍不小心 就会丢掉小命 但是他拥有系统 还拥有琉璃连 星火这等 更加强大的异火 所以 炼化这紫阳龙文火 根本不费炊灰之力 就在凌羽炼化 紫阳龙文火的时候 黑压压的乌云 开始退去 紧接着攻城的异兽们 如同潮水般消失 开始仓皇逃窜 凌羽将目光 放到密密麻麻的异兽群中 如此密集的异兽 正是收割的好时机 但是他现在吞噬分身的副作用 快要来临 必须要尽快地 回到天翼城内才行 他服下一枚武品丹药 略微调息了一会儿 就往天翼城壁垒所在赶去 等他赶到壁垒的时候 壁垒上的修炼者 也发现了凌羽的身影 顿时激动的心潮澎湃 他就是跟着盟主大人一起 击杀了六阶异兽的大人吗 好年轻啊 看起来还不到二十岁 这么大人 肯定是一名百年不出的超级妖面 你们不认识他吗 他是凌家的 那个废物少主啊 你才是废物 你全家都是废物 你有本事现在离开壁垒 去外面试试 啊 在壁垒之上 迎诗羽 浮屠 蛇姬 孙羽等三院弟子也在 看到凌羽的时候 也都是一阵的激动 特别是迎诗羽 和蛇姬两位爵士美女 看着凌羽手 持长枪的修长身影 美目之中一彩连连 自古英雄爱美人 但是美人何尝不爱英雄呢 更何况 是如此的少年英雄 在场的 只有慕柔和柳如梅之道 那头六阶异兽 是凌羽独自一人打倒的 第77章 肥猪男猪一智 就在所有人 恭敬到极致的目光中 凌羽踏入了天异城之中 同一时间 断天海等人 也回到了壁垒之上 清扫残余的异兽 立即动手 接下来 壁垒防御光照 渐渐消失 士气大增的守卫士兵 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冲了出去 他们成群结队的猎杀者 溃散的异兽 扩大胜利的成果 异兽如今 没有了王者统帅 在数万修炼者的追杀下 成片成片地死亡 另一边 断天海等人 亲自迎接了凌羽归来 当他们察觉到凌羽身上 只有丹海径八层的微弱气息时 顿时就惊呆了 之前断天海说 张泽就是凌羽击败的 他们以为 凌羽至少也是什么劲的呢 想不到 这一下凌羽虚弱气息不稳 顿时让他们看出了端倪 这这这凌少 竟然只是丹海径 也就是说 凌少凭借丹海径的实力 击败了神门径九层的张泽不说 还斩杀了六阶异兽 这真的是人类 能够做到的事情吗 断天海等人大脑一片空白 几乎思维都停滞了下来 有事 凌羽见着六人神情呆滞地看着自己 不由地好奇问道 啊 没有 断天海等人回过神来 连忙恭敬行礼 虽然现在凌羽只是单海境 但境界低并非代表实力弱 能够斩杀六阶异兽这一点 凌羽的实力 甚至还在断天海之上 至少断天海 自然自己没有办法击杀 带着一伙的六阶异兽 所以凌羽在他们心中的形象 更加威严高大起来 不愧是凌家的人 第七十八章 一巴掌山飞 就在凌羽目光落在猪一只的身上时 后者只感觉 似乎有冰凉的刀子 在自己皮肤上滑过一般 顿时头皮发麻 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 我给断天海一个面子 饶你一命 别再来招惹我 凌羽冷冷开口 毫无感情的声音 就像是从九幽之下传来的一般 让人不寒而栗 说完 凌羽便带着美貌女子转身离开 朱一智回过神来 顿时恼羞成怒 她刚刚居然被一个 单海境八层的人唬住了 要知道她可是单海境巅峰 而且还是四海商会会长的独子啊 从来都是 只有她恐吓别人 威胁别人的份 什么时候受过其他人的恐吓了 这样的奇史大辱 她还不曾忍受过呢 小畜生 你知道我是谁吗 敢威胁我 朱一智肥猪一般的脸 阴沉地仿佛要滴出水来 一脸猙獰地冲出修炼室 冲着凌羽大吼道 话音刚落 凌羽脚步一顿 一股几乎凝成实质的杀气 逐渐弥漫开来 她刚才从异兽兽巢朝之中 杀了一个来回 不仅斩杀了六阶异兽 还杀了不计其数的低阶异兽 身上的杀气 已经浓郁到了一种地步 这股杀气弥漫开来 周围的温度瞬间降了下来 站在凌羽身边的美貌女子 眼前甚至出现了 尸山血海的幻想 哎呀 美貌女子忍不住尖叫了一声 脸色苍白地跌倒在地 就这么被吓晕了过去 而直面凌羽杀气的注意志 就更加不堪了 心中一颤 双瞳紧缩 冷汗刷的一下就流了下来 她有一种错觉 仿佛现在面对的不是一个人类 而是一头蛮荒异兽 正死死地盯着自己一般 此人究竟杀了多少人和异兽 才能拥有如此浓郁的杀气啊 但是 身为四海商会会长的儿子 他即便是心中慌的一批 表面上还是不服 你特么的 不就是一个单海径八层吗 杀得多又怎么样 我也能杀几万个脆体径的人 而且 你敢动我吗 小畜生 你很能打吗 能打有个屁用啊 她仰着头 不懈地看着淋雨 我告诉你 别以为杀过几个人 我就怕你 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不给我跪下 我特么让人弄死你 弄死我 要不你来试试 淋雨转过身 展开手臂说道 不见棺材不落泪 今天 就让你见识见识 单海径巅峰的厉害 朱一致气急败坏地大叫一声 疯了似的冲了上来 虽然身形像个球 但是速度却是不慢 眨眼间就冲到了淋雨身后 去死吧小杂碎 朱一致面色凶残 一拳击出 朝着淋雨的脖子 狠狠砸去 她现在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 将淋雨直接打死 以报心头之恨 眼看着自己的拳头 带着破风声 离淋雨越来越近 朱一致脸上不由地露出一丝 即将复仇的畅快感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却让她惊骇欲绝 碰 一道沉闷的声音响起 朱一致的拳头 被淋雨伸出两根手指头 就拦了下来 什么 朱一致瞳孔皱缩 难以置信地尖叫一声 她真的不相信自己权力一击 竟然被一个比自己境界还要低的人 如此轻描淡写地挡住了 这不可能 给我去死 朱一致面色猙獰 咬牙切齿地 再次挥出一拳 结果毫无意外 再次被淋雨伸出两根手指拦住 不 一定是我出现幻觉了 朱一致瞠目结舌 满脸痴呆 你只是一个单海径八层 怎么可能如此轻松地接下我的攻击 我可是单海径巅峰 哦 单海径巅峰很强吗 林雨淡笑一声 别说单海径巅峰 就连神门径巅峰我都杀过 你信吗 你少唬人 朱一致一张猪脸 仗成了猪干色 刚刚我只是大意了 再来 说完再次挥拳杂趣 这一次是两只手 但却被林雨直接捏住了 林雨眉头一挑 玄机失去了所有的耐心 我给你机会了 但是你不珍惜 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了 此言一出 朱一致就感到了一股寒意 从脚底板 直接冲上了天灵盖 下意识地想要抽身后退 但是却被林雨死死地 抓住拳头动弹不得 下一刻 林雨双手猛地用力 只听两道令人牙酸的咔嚓声响起 朱一致的两只手 顿时变成了麻花 啊 我的手 剧痛席卷 朱一致面色扭曲 发出杀猪般的惨叫 锅噪 林雨冷哼一声 一脚踹出 朱一致直接惨叫着飞了出去 将一面墙壁 撞出了猪网般的裂纹 噗 朱一致吐出一口鲜血 从墙上慢慢滑落在地 仿佛一滩烂泥躺在地上 如此一幕 顿时惊呆地修炼势中的 那两个美艳的女子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一个明明只是 丹海径八层的家伙 竟然能够轻松地 击败丹海径巅峰的朱一致 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竟有人敢对 四海商会会长的独子 下次狠手 紧接着 他们回过神来 飞速冲到了朱一致身边 大人 您没事吧 两女惊惧无比地 给朱一致服下丹药 脸上充满了恐惧和忧虑 要是朱一致出了什么事情 不光他们 要遭受无比痛苦的惩罚 甚至他们的家人 都无法幸免于难 可 朱一致再次渴出一口鲜血 看着自己已经扭曲得 不成样子的双手 目自欲裂地怒吼道 别管我 给我抓住他 我要挖掉他的舌头和眼睛 砍断他的四肢 往他的耳朵和嘴巴里面 放蜘蛛蜈蜈 我要让他生不如死的 玄机疯了一般 朝着凌羽冲了过去 这两个女人 既是四海商会花重金 买来给朱一致的玩物 也是保护朱一致安全的护卫 实力修为在神门镜一层 他们两个自认为 对付一个单海镜 完全不成问题 那命来 其中一位女子冲到凌羽面前 手中的武器 只取凌羽胸口 然而 凌羽的巴掌后 发掀至以更快的速度 抽在了他的脸上 啪 响亮的耳光声 几乎隔着两百米 都能够清晰地听见 女子直接就被扇飞了十多米 重重地砸在地上 死活不知 剩下一名女子 见同伴竟然被一巴掌 打成了重伤 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浑身颤抖 紧接着 她竟然转身就逃走了 于是 偌大的联盟大厦 156层 就只剩下了凌羽和朱一致两人 现在我们来好好聊聊吧 凌羽冰冷的声音传来 旗内蕴寒的森冷 几乎比冬日的寒冰还要凄冷 你你不要乱来 朱一致猛地一个机灵 色力内忍地说道 我可是四海商会会长的儿子 我们商会可是有半步化林静强者的 你要是杀了我 你也会死 就算是断天海 也保不住你 半步化林静 那又怎样 凌羽平静地说道 我这个人 一向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杀人 你既然想杀我 那么就应该要做好 被我杀的准备吧 此言一出 朱一致当场就吓尿了 不要啊 不行 我不想死 这一切都是误会 误会啊 我可以给你钱 给你绝美的女魔 给你任何东西 求求你 不要杀我 朱一致脸色惊恐 浑身颤抖 声音在恐惧之中 都变得奸细起来 他万万没想到 之前无往不利的四海商会 被眼前这尊杀神一般的人 竟然丝毫不起作用 第79章 求饶 听到朱一致的话 淋雨冷笑起来 误会 我可不觉得 这是误会 他面色冰冷 满含杀气地走向地上的朱一致 脚步声回荡在寂静的走廊上 就像是一道道催命的墓中 砸在了朱一致的心上 我错了 是我不对 求求您了 饶了我吧 我再也不敢了 我一定感恩戴德 在死亡面前 朱一致被吓得魂飞魄散 再也没有了之前 嚣张不可一世的样子 此刻的他 T四横流 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 机会我给你了 现在觉得打不过才想求饶 不觉得有些太晚了吗 淋雨手中紫光闪动 紫消剑出现在手中 旋即就要一道剑光 了结朱一致的性命 就在这时 段盟主 段盟主救命啊 朱一致本来都已经绝望了 但是突然看到段天海 正向着这边走来 顿时狂喜地凄厉吼道 你看你这无法无天的下属 都把我打成什么样子了 他还要杀我 幸好你来得及时 不然的话我就被他杀了 文言 淋雨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转头看向段天海 只见段天海冷冷地 看了一眼朱一致 朝着淋雨走了过去 哈哈你死定了 你死定了 段盟主是倒台进强者 你打我呀 你打我呀 等你落在我手里 你就知道 什么叫做残忍 朱一致此刻 正陷入劫后余生的狂喜之中 根本没有注意到 段天海越来越来阴沉的神情 他还以为段天海 要去帮他把淋雨抓起来 顿时激动无比地大喊大叫起来 一边喊着 他的脸上露出残忍的凝笑 和即将复仇成功的兴奋之色 在朱一致眼中 天一城最强者段天海都出手了 那么小小的丹海竟在厉害 还能翻了天不成 此时 他都已经在思考 要用什么方法折磨淋雨了 但就在这时 林少 真是非常抱歉 段天海走到淋雨面前 微微鞠躬 脸上带着浓郁的恭敬和歉意 是在下疏忽 让您受到冒犯了 我也没有想到 朱一致竟然会在这里 我现在就把他和四海商会 都赶出天一城 虽然四海商会和天一城分盟 有紧密的合作关系 但是在段天海看来 区区一个四海商会 怎么比得上 未来必定会成为 归原境界超级强者的淋雨呢 更何况 淋雨刚刚才力挽狂澜 拯救了整个天一城 于情于理 他都不可能因为一个四海商会 得罪淋雨的 这这不可能 这一幕落到朱一致眼中 顿时让他的叫嚣 卡在了喉咙里 犹如被掐住喉咙的公鸭一般 发出嘶哑的声音 他神色呆滞 五雷轰顶 这怎么和他想象中的剧本不一样 段天海不是应该 直接上前一个巴掌 然后让这个混蛋 跪下向自己求饶吗 怎么会这样呢 段天海一个到台镜的强者 竟然对一个小小的丹海镜 如此恭敬 还一口一个灵哨 难不成在他眼里 这个小小的丹海镜 竟然比四海商会都要重要 如果不是他在做梦的话 那么这个丹海镜的小子 身份肯定非常的高 想到这里 朱一致一张猪脸 顿时面无人色 他越发笃定自己的猜测 这个家伙 肯定是拥有非常显赫的家世 才会在这个地方 如此肆无忌惮 甚至不把修士联盟的规矩 放在眼里 也正因为如此 段天海才会不惜 与四海商会交恶 也要讨好对方 那么 比四海商会还要强大的势力 那岂不是拥有 真正的化灵镜强者 朱一致的心中 一瞬间掀起了惊涛骇浪 之前升起的复仇之火 也彻底被浇灭 强烈的恐惧和绝望 疯狂在心底滋生 这时 凌羽淡淡地说道 他刚刚可是想要杀我 段盟主 只是将他赶出天一城吗 不敢 段天海察觉到 凌羽语气中的冷意 顿时愈发恭敬 此人交由林少处置 段某绝无二话 几乎没有任何的迟疑 段天海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不不不 林少 林少请您饶了我 是我狗眼看人爹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是我不该招惹你 我知道错了 段盟主 段盟主您帮我求求情 看在四海商会跟天一城分盟 有这么多年合作关系的份上 饶我一命吧 朱一智彻底被恐惧击溃 不断地磕头 鲜血横飞 你刚刚不是说 砍下我的四肢吗 林雨淡默地说道 我这个比较心善 既然你想砍下我的四肢 那么我就只看你一条腿好了 说着 见光一闪 朱一智只觉得下身一凉 恐怖的剧痛 瞬间席卷全身 令他不断地抽搐 他像是窒息一般 张大嘴巴 连声音都无法发出了 留你一条性命 以后不要再嚣张跋扈了 说完 林雨转身离去 断天海看了一眼 朱一智也连忙跟上 转眼间 此处只剩下全身 不断抽搐的朱一智了 呵呵 朱一智神色扭曲到了极致 口中无意识地 发出呵呵的声音 换作一般人的话 恐怕直接就痛晕了过去 但是朱一智 偏偏是单海境巅峰 强大体魄 让他无法就此晕死 这真的是 让人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这是 一个惊恐的女人出现 正是之前逃跑的女人 大人 这女人难以置信地 看着倒在血泊之中的朱一智 大脑一片空白 她真的无法想象 身为四海商会会长的独子 竟然被人淹了 而且还是在断天海 在场的情况下 那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啊 惊骇之后 女人心中涌出无尽的 惊悚之意 然后颤颤巍巍地 捡起朱一智的第三条腿 然后抱着朱一智 飞速离去 另外一边 林雨和断天海 在一个干净宽敞的修炼室内 相断坐 林少 真是抱歉了 断天海脸上 还挂着一丝歉意 没事 跳梁小丑罢了 林雨微微一笑 如果四海商会找上门的话 你就直接让他们来找我 哈哈 林少这话就见外了 四海商会虽然不好惹 但是我修饰联盟 也不是什么软世子 林雨点点头 对于这一点 她还是深信不疑的 修饰联盟能够屹立这么多年 底蕴之身后 想必就是林家都有所不如 即便这只是一个分盟 但也不是谁都可以惹的 易寿寿潮退完了吗 还在收尾阶段 断天海轻笑道 我听手下的人说 林少跟朱一致起了冲突 就马上赶了回来 顺便还给林少 带来了一些需要的东西 说着 她伸出手在桌面上扶过 顿时出现一堆材料和遗落功法 第八十章 无痕 林雨一看顿时一喜 断天海带来的材料 都是自己目前需要的 而且这些功法 也是现在急需的 她现在别的不缺 就缺功法灵技 这么多的功法灵技 能够增加的战力 很可观了 由于不知道 林少喜欢的是 哪种类型的 所以我就把库存比较好的 都拿过来了 断天海微微一笑 在下目前修炼的高阶功法 也在其中 林雨点点头 双眼露出金光 断盟主真是有心了 这些功法灵技 我都看一下吧 断天海自然是寒笑点头 不过 林少 这里面有许多的鹅功法 是相互冲突的 不能够同时练的 哈哈 你说的对 林雨哈哈一笑 不过这种事情 断盟主就别担心了 我心里有数 别人修习功法 无论是数量 种类 属性 都要慎重无比 否则 一不小心 就会走火入魔 甚至自毁根基 白白断送了修炼之徒 不过 那是相对于别人来说的 林雨不一样 她拥有系统 系统 能够自动帮她修炼 灵技功法什么的 当然就没有任何的限制 断天海微笑道 既然林少 都这么说了 在下就不多言了 嗯 你先去忙你的吧 我看看这些功法灵技 好的 林少 在下先告辞了 断天海拾去地站起身 告辞离去 大门关上 修炼适中 恢复宁静 林雨先是将桌子上的材料 收进了系统空间中 然后看向剩下的功法灵技 则则则 这不得好几十部功法呀 林雨扎把扎把嘴 旋即将厚厚一落功法分开 仔细倾点归类 不多时 令人兴奋地倾点结果出来了 这对功法灵技之中竟然有八部玄阶高级功法 十九部玄阶中级功法 二十三部低阶功法 加起来一共是五十部 这时 林雨满脸惊喜地拿起第一部功法 这部功法通体血白 正是联盟功法阁中最顶级的功法 无痕 嘿嘿 林雨不由地兴奋地大笑 紧接着 带着浓浓的期待 他翻开了无痕 顿时一片密密麻麻的玄奥文字和图画 出现在眼前 不愧是玄阶高级的功法 林雨黑黑一笑 仔细阅读起来 很快就通读了整篇功法 然后丢给了系统 让系统自动修炼 叮 开始自动修炼无痕 林雨没有停顿 玄阶又拿起一本黑色的功法 暗影顺杀阵 这是一本攻击类的功法 适合杀手刺客 林雨咧嘴一笑 这个也是好东西 同样翻开通读一遍 然后就丢给系统 两分钟后 叮 暗影顺杀阵已经达到入门级别 林雨只觉得浑身传来一阵暖流 四肢百骸 顿时间变得更加灵活 力量也大幅度地提升 玄机他忍不住看了一遍属性面板 发现攻击等级和身法等级 竟然同时提升了一个小境界 两分钟的时间提升一个小境界的战力 这要是说出来 恐怕别人会将他当成疯子 然而这样的事情 真真切切地在林雨身上发生了 爽 林雨大笑一声 兴奋的目光又落到其他功法上面 很快 大概十分钟过去 林雨将剩下的全部功法阅读完毕 并再次将七部功法修炼到了入门级别 不过 即便过去了这么久的时间 无痕 却依旧没有达到入门级 看来这个 无痕的修炼难度简直要逆天啊 林雨有些惊讶地挑了挑眉 幸好我有自动修炼功能 否则的话 让自己修炼得到猴年马月去 带着一丝庆幸 林雨一边等待着无痕入门 一边继续修炼其他的功法 转眼间过去了一个小时 系统提示终于传来 叮 无痕 已经达到入门级别 躺在沙发上休息的林雨 听到这道提示 顿时一个机灵 双眼中喷射出惊人的光芒 终于入门了 林雨兴奋地站起身 旋即他伸手轻轻一挥 几片晶莹剔透的雪花凭空出现 雪花出现之后 整个修炼室的墙壁上 立即出现了白霜 周围的空气温度 也在急剧地降低 紧接着 在林雨周身 出现了数百片雪花 煞时间 多不胜数的雪花 在林雨周围旋转飞舞 如同一把把飞速旋转的利刃 一边发出灵力的光芒 这些看似毫不起眼的雪花 却拥有着恐怖的冰寒之力 其中 六片花瓣的雪花最为恐怖 但是数量也最少 四片雪花次之 三花的再次之 林雨心念一动 一片三花的雪花 顿时爆裂开来 一阵彻骨的寒意 瞬间笼罩了整个修炼室 这种程度的冰寒之力 绝对能够在三秒钟之内 冻死一个灵脉镜的修炼者 林雨脸色一洗 一个眼神过去 一片四花直接炸开 一股肉眼可见的冰蓝色气息 顿时席卷 将整个修炼室瞬间冰封 恐怖如斯 这股冰寒之力 就算是单海镜的 也处之必死 即便是神门镜 也只有神门镜七层之上的 才能够勉强抵御 林雨满意地点点头 将一枚六花雪花捏在手中 她能够感觉到 这雪花之中 蕴含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冰寒气息 一旦被这个雪花攻击到 即便是神门镜巅峰的强者 稍有不慎 也会瞬间毙命 爆 林雨一声令下 手中的六花之血瞬间炸开 一股恐怖的寒流爆开 整个修炼室 瞬间就结上了厚厚的冰层 并且 这股冰寒之力 竟是透过了修炼室的墙壁 和门将周围的修炼室和走廊 都全部冰冻起来 不到十秒钟 林雨所在的整个楼层 全部化为冰天雪地 而且 这还不是寻常的冰天雪地 就算是神门镜的强者 踏进来 被冰寒气息冲击的话 也会化作冰雕 直接毙命 当然 林雨也是确定了 这一层 只有自己一人才敢如此 否则的话 刚刚那一下 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因此丧命 厉害 入门级别的 无痕 就如此厉害了 若是大成的话 不敢想象啊 林雨倒吸一口冷气 这时 林雨又想起了 正在被系统炼化的万兽灵火 这一火炼化之后 可是相当于掌握一部 圆满级别的玄阶高级属性功法呀 入门的玄阶高级属性高功法 尚且如此恐怖 那圆满的 该有多逆天 一旦成功炼化万兽灵火 就算不吞噬分身 我也能够与盗台镜一战了 想到这里 林雨不由地目入兴奋 之前他虽然也杀了堪比到台镜的六阶异兽 但那是在一火 克制的情况下 还底牌进出 否则的话 林雨还真的没有那么容易 干掉六阶异兽 嘿嘿 万兽灵火 真的是太期待了 林雨忍不住搓了搓手 然后继续修炼其他的功法 第81章 冰封千里 转眼间 几个小时过去 此时 林雨已经把新获得的功法 全部修炼到了入门级别 不过在修炼的过程中 他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当他的战力越来越强大的时候 黄阶弓法对他 已经失去了效果 五十本功法中 黄阶弓法占了绝大多数 其中只有一些带有属性的黄阶弓法 给了林雨一丁点的提升 其他的黄阶弓法 对于林雨来说 完全没有任何的效果 而且 即便是玄阶弓法 对于林雨的提升 也只有玄阶高级弓法提升的大一些 当然了 即便如此 林雨的战力 也飙升到了一种 令人择舌的地步 感受着体内庞大无比的力量 他立即就要 召唤出系统的属性面板 但就在这时 有一道系统提示响起 叮 宿主已突破单海径十层 达到单海径巅峰 刹那间 整个修炼室厚厚的寒冰 顿时化作了无数精纯的灵力 被林雨疯狂吞噬 再加上修炼室本来就灵气浓郁 所以 整个修炼室响起了 滚滚风雷之声 在林雨的周身 甚至出现了肉眼可见的 灵力漩涡 全部灌注到了 他的丹田之中 单海此时 也变得愈发明亮 和汹涌起来 这是即将突破境界的前兆 还好 这是修饰联盟 最好的修炼室 灵力消耗完了 就会更多 源源不断的灵力输送进来 否则的话 还真不够灵力吞噬的 浩如烟海的灵力 涌入灵力体内 一边滋养着他的血肉筋骨 一边顺着筋脉 会往丹海 在海量灵力的推动下 林雨的丹海 瞬间就被填满 到了这时 突破这才停止下来 丹海竟巅峰 林雨眼中闪过一丝激动 无论他的真实战力如何 修为境界 都是支撑的基石 因此 境界上面的突破 对于战力的提升 才是最大的 功法灵迹什么的 还是次之 一阵激动之后 林雨换出了系统的属性面板 姓名 林雨 为了方便宿主 确切地了解自身的相关属性 系统 已将各属性能力值 转换成对应境界 望西支 境界等级 丹海竞巅峰 攻击等级 倒台竞一层 防御等级 神门竞巅峰家 神法等级 倒台竞一层 耐力等级 神门竞巅峰家 掌握灵迹 猎神枪 小城 猎影 小城 洞察之眼 小城 万剑真诀 小城 焚天弄言诀 小城 万雷天星诀 入门 追魂 入门 满血荒体 入门 云雾魂烟绝 入门 部分功法省略 一火 清连地星火 陨落星炎 琉璃连星火 万寿灵火 炼化中 以激活系统功能 自动修炼功能 五级 分身功能 五级 完美寻宝功能 五级 系统空间 存储提现 看着这华丽的 不像画的属性面板 凌羽笑得何不拢嘴 单海竞巅峰 我就可以与到 台竞强者正面一战 尽管凌羽早就知道 修炼了这么多的功法 对于战力的提升 肯定是巨大的 但是看到详细的 属性面板的时候 还是忍不住 兴奋的养天长笑 紧接着 凌羽又询问了 系统下一次的突破时间 以及各种功法 从入门修炼到 小城需要的时间 报告诉主 你只需要三天 就能够从单海进 正式踏入神门境 无痕 需要25天 才能够 修炼到小城境界 暗影顺杀阵 需要三天 卧槽 无痕 竟然需要25天 才能够小城 震尼玛他现在的 修炼速度 都要25天 那让他自己修炼的话 岂不是要日夜 不停地修炼半年 不愧是修饰联盟的 最强功法 倒是修为境界三天之后 能够踏入真正的神门境 不错 但是 这也是有单药 辅助修炼的缘故 否则的话 这个时间应该需要更长 凌羽一边思索 一边查看了一下 系统空间之中的 单药储量 五品单药和六品单药 基本上消耗完了 凌羽发现 其他的单药是一些疗伤 或者其他作用的 对于修炼并无帮助 唉 要是单药 也能够无限吃就好了 凌羽有些惆怅地叹了口气 不过这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需要运气好 因为凌羽现在有了分身寻宝 天才地宝只要出现 他的分身 就能够源源不断地 给他搜集材料 但是那些 能够帮助他修炼的单药材料 一般都比较稀缺 这就要看看 分身的运气够不够好了 除此之外 还可以去大批量地 收购这些材料 然后回来 让系统帮自己炼制 但真想 把单药当糖豆吃 所需要的资金 已经到了一种 让人不敢去想的地步 所以凌羽只是想想而已 虽然他现在依靠分身寻宝 和狩猎一天 能够赚个几百万 但是升级系统都不够花啊 而且 那些更加高级的单药 一颗都是几千万上亿的卖 根本就不可能耗费得起 至于去抢 凌羽可不是那种毫无底线的人 无冤无仇去抢劫别人的东西 这种事情他干不出来 不过如果是别人招惹了 他那就另当别论了 第一 恭喜宿主收集四种异火 下面发布最新任务 主线任务 寻找静连腰火的下落 并且吸收炼化 任务实现三年 若未完成 系统将玻璃宿主的全部异火 和修为重新开始 支线任务一 将全部的功能包括系统 升至七级 支线任务二 寻找第五种异火的下落 系统提示 让凌羽为之一愣 紧接着 凌羽回过神来 默默地叹了口气 他已经不想去吐槽系统了 静连腰火 是一伙排行榜上 排名第二的逆天灵火 当初炎帝收服静连腰火 都花了七八年 三年之内 不光要找到静连腰火 还得练化 这不是坑爹吗 而且失败了 就要剥离所有的异火和修为 重新开始 这一点不得不说 有点狠 凌羽默默地给系统 竖了个中指 然后再静下心来思考 既然是任务 那么完成任务 应该有奖励吧 寻找静连腰火 自然不能归缩在 这个小小的天异城 看起来是时候离开了 就在这时 凌羽忽然听到 外面传来惊慌的呼救声 凌绍 凌羽一听 是断天海和柳之章他们 断天海不是刚刚离开吗 怎么又回来了 凌羽目露疑惑之色 不过玄机明白了什么 挥手之下 驱散了冰封 整个楼层的寒冰之力 很快 断天海几人 满脸难以置信地 出现在了凌羽的面前 凌绍 是您冰封了 这一整个楼层吗 凌绍 难道您这 就将联盟最强功法 无痕 修炼到入门了 我的天 无痕 不是最少要一年 才可以入门吗 见到凌羽 断天海立即问出了 憋在心中的问题 断天海刚离开没多久 就听到下属说什么 修士大厦的156层 被冰封了 而且没人敢进去 寒冰气息太恐怖了 起初断天海 还以为是凌羽 在修炼什么 一看才知道 这不是无痕的冰封千里吗 柳之章等人 也是一脸不可思议地 看着凌羽 是的 无痕 刚刚进入入门级别 凌羽微微一笑 说出了他们心中猜测的答案 第82章 离开 此言一出 断天海等人 瞬间震撼得满脸痴呆 此时 他们看向凌羽的目光 更加敬畏了 简直到了敬畏神人的地步 别惊讶了 你们知道 哪里有一伙的消息吗 系统发布的支线任务 就是要去找第五种异火 而且寻找禁连妖火 也需要离开这里 他也就抱着适时的态度 问了一下 异火 断天海惊讶地问道 灵绍想要炼化异火 那可是非常危险的 稍有不慎 就会被异火反噬 柳之章等人 也是面面相去 一脸惊讶 虽然他们知道 灵羽天资变态 悟性也不像人类 但是炼化异火 跟天资悟性可没关系 从古至今 不知道有多少天骄 死在了炼化异火的凶险之中 寻找异火顿时提醒道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现在的灵羽 已经拥有了三种异火 并且再过大半天 就能够轻而易举地 炼化第四种万寿灵火了 灵绍 我知道您至存高远 但是炼化异火 还是需要三思 不妨等实力进阶再高一些 然后再去寻找异火吧 灵羽摇摇头 我心中有数 你们但凡知道异火的消息 都可以跟我说说看 这 断天海犹豫了片刻 最终还是说道 灵绍 我就知道 有一种异火的下落 便是一伙排行榜之中 排行第21的阴阳双眼 据传阴阳双眼 并没有很强的攻击力 但是却拥有 其他异常神妙的功能 至于他的下落 说起来就巧了 就在四海商会的 总部封灵城 断天海看了一眼淋雨 发现后者神色如常 便继续说道 当初我出入神门境 被联盟派去 跟四海商会商谈 机缘巧合之下 亲眼看到 一名倒台镜的强者 试图炼化阴阳双眼 结果那个倒台镜的强者 很快就被一伙焚烧的灰飞烟灭 所以 那一伙一直都没人敢去炼化 现在被四海商会掌控在手中 灵雨一听 双眼一亮 没人敢去炼化才好啊 他有系统 根本就不需要靠自己操心炼化的事情 有去封灵城的地图吗 虽然刚刚才得罪 死了四海商会 但是灵雨却是一点都不慌 一个拥有倒台镜巅峰的商会而已 用不了多久 他估计就能够跟 划灵镜强者正面一战 倒台镜巅峰想要超越 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有 断天海说着 从储物戒指中 取出一张羊皮地图 递给了灵雨 这一张地图 包含了目前蓝星一半以上的城市位置 灵绍需要的话就拿去吧 灵雨笑着道谢 收下了地图 不日之后 我可能就要离开天异城了 回春院那边 希望秦院长多多担担 灵雨又看向秦璐说道 灵绍放心 回春院永远都向您敞开大门 文言 灵雨点点头 虽然她现在去学院 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但是还是要借助学院 去参加72院的巅峰战 不过72院的巅峰战 是五年举行一次 算算 时间正好是三年之后 如果到时候 她成功找到了静连吆火 那么想必在巅峰战中 无人能够出其左右 随后 灵雨向断天海等人郑重告辞 就离开了修士联盟大厦 回到了家里 在家门口 遇到了巧手已盼的柳如梅 和慕柔两女 你们在这里干嘛 灵雨走过去 好奇地问道 主要就是小柳担心你 所以过来看看你 柳如梅双手抱着胸 背靠着门墙说道 明明老师也很担心 灵雨的慕柔脸色羞红的 说到一半就被柳如梅捂住了嘴 见状 灵雨无奈地摇了摇头 多谢了 不过我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 到时候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见 本来想着给你们俩留点东西的 既然你们来了 就一并给你们吧 说着 灵雨手掌一番 手中多出两枚储物戒指 我在天忆城认识的人不多 算来算去也就你们两个 不管怎样 都是要跟你们说一声的 看着灵雨手中的两枚储物戒指 两女神色有些黯然 都没有接 沉默了一会儿后 柳如没说到 一路小心 如果遇到了困难 就回来天忆城吧 灵雨点点头 到时候再说吧 说着 不由两女拒绝 直接将两枚储物戒指 放在了他们手上 此番我是回来拿一些东西的 待会儿就要离开了 你们好生保重 灵雨说完 转身就要离开 但是却被一直沉默的慕柔 拉住了衣袖 你你到时候 会去参加七十二院的巅峰战吗 慕柔美目 微微有些惊盈 灵雨沉吟少许 点了点头 会的 有缘的话到时候自会相见 文言 慕柔抹了抹眼睛 然后笑着说道 嗯 到时候 我一定会努力追上你 你可不要被我超过了 灵雨笑了笑 突然张开双臂 拥抱了面前的两女 即便隔着衣服 灵雨还是能够感觉到 两女的身躯 顿时僵硬了不少 有缘再见 说完 没有任何拖沓的转身离开 看着灵雨离去的背影 慕柔眼眶微红 就连柳如梅眼底 也是涌上了一丝复杂之色 精灵启示池中雾 一遇风云变化龙 灵雨生在人族第一世家 小小的天异城 怎么可能留得住她呢 只有外面更加广阔的天地 才是她的舞台 灵雨这边 告别了柳如梅和慕柔两女之后 静止来到了天异城航空港 在这里 段天海等人已经等候多时 灵少 这里面是我们的一点小心翼 请您务必收下 段天海恭敬地地上一个灵石袋 多谢 灵雨也不矫情 直接收下 那么后会有期 有缘再见吧 玄机在段天海三人的目送中 灵雨通过了专用通道 登上了巨大豪华的灵器飞艇 在段天海的安排下 灵雨肯定不是跟其他人挤在一起 而是豪华的独立房间 此时此刻 灵雨站在飞艇的边上 看着飞艇缓缓升空 云雾缭绕之中 天一城越来越小 最后只剩下一个轮廓 灵雨有些感慨地呼出一口气 当初来到这里的时候 还是一介废物 想不到离开的时候 已经是实力堪比倒台镜的强者了 物是人非是是修啊 他转身走向自己的独立房间 这时 后方的走廊上又走来一群人 这群人簇拥着一张移动病床 上面躺着一个下半身缠满绷带 双手也打上厚厚绷带的人 此人正是之前被灵雨狠狠地教训了一顿的朱一致 第83章 抵达风铃城 看得出来 在经过及时的治疗后 朱一致的第三条腿已经被重新接上了 当然 再想跟以前一样好用是肯定不可能了 这时 那个救走朱一致的女人发现了前方的淋雨 顿时一张脸被吓得没有了人色 是那个人 他猛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不让自己尖叫出声 什么 是他 他怎么会在这艘飞艇上 难不成他也要去封林城 其余四海商会的人顿时瞳孔萎缩 脸上也满是恐惧和愤恨 这时 朱一致躺在病床上 发觉到有些不对 一抬头正巧看到淋雨的背影 顿时隔的一声 直接被吓晕了过去 大人 大人你怎么了 周围的人顿时惊慌无比 以为朱一致又出了什么事 没有理会身后传来的喧闹声 淋雨脚步不停地离开 身后的朱一致淋雨早就发现了 但是他和朱一致的恩怨 在修饰联盟已经结算轻了 他也懒得再去找朱一致麻烦 前提是 朱一致失去点 别再来惹他 进入房间 淋雨顿时被这豪华包间的奢华程度吓到了 甚至还有一个视野宽广的阳台 能够欣赏风景 他舒舒服服地往大床上一躺 然后拿出了断天海等人增加的零食袋 将袋子打开 二十颗璀璨夺目的上品零食 映入眼帘 好家伙 这可是大手笔啊 淋雨有些惊讶 原以为断天海等人顶多送一些中品零食 但没想到 竟然是二十颗上品零食 这要是换算成钱的话 可是整整二十亿啊 够意思啊 淋雨笑了笑 默默地将这笔恩情记下 然后将零食放入系统空间中 然后转化了五颗上品零食 系统 给我将能升级的全部升级 拉满 现在淋雨财大气粗 说话也硬气了不少 叮 目前升级系统消耗的资金数目过于庞大 现将金额换算成下品零食作为计量单位 消耗一万下品零食 自动修炼功能升至七级 修炼速度提升为基础速度的一百倍 消耗两万下品零食 一株阴阳龙玄草 一株冰岩两一果 一颗阴阳两一果 系统升至七级 系统提升至七级 所有功能奖励增加一级 虽然现在淋雨财大气粗 但是一下子消耗了这么多的资源 她还是很心疼 这一下 几乎将她的一半身家都砸进去了 罢了 千金散去还富来 只要实力提升上去了 还怕拿不到资源吗 淋雨伸了一个懒腰 玄疾沉沉地睡去 短短时间内 她先是击败张泽融合分身 又是斩杀六阶异兽 再次融合分身 带来的疲惫感 即便是系统 也无法彻底消除 还是得好好休息才行 就在淋雨进入梦乡的时候 另外一间豪华包间中 啊 不要 注意这一个机灵 大叫着醒来 满头冷汗 显然是做了一个噩梦 她下意识地 看向自己的下身 发现自己的下身 没有第二次被切除 顿时松了口气 大人 您醒了 大人不要怕 那个魔鬼走了 周围的四海商会之人 顿时被吓了一跳 旋即围了过来 七嘴八舌地 开始宽慰起来 淋雨砸碎 你竟然敢大摇大摆地 来封灵城 你死了 你死定了 我承受的痛苦 我一定要让你千倍万倍地还给我 转眼间过去了大半天 淋雨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 天地相接的地方 渐渐出现了一座庞大的城池 这座城池 比天翼城更加雄伟 光是大小 就比天翼城大了将近十倍 飞艇渐渐抵达封灵城 降落在一个巨大的航空港 封灵城欢迎您 请第一次抵达封灵城的旅客 办理身份卡 为您带来不便之处 敬请谅解 在悦尔的语音广播中 淋雨下了飞艇 直接来到了 办理身份卡的服务窗口 这个时代可没有互联网 因此 每个城池 都有自己的一套管理系统 您好 这是您的身份卡 请收好 工作人员脸上 带着职业化的微笑 将身份卡交到了淋雨手中 谢谢 淋雨笑着点点头 然后就打算先吃顿饭 再去找那个阴阳双眼 但就在这时 都让开 四海商会办事 不想死的 都乖乖滚到一边去 否则的话 后果自负 一群凶神恶煞的大汉 气势汹汹地 将淋雨围了起来 周围的人纷纷躲避 一些来不及避开的人 被这些大汉蛮横地推倒在地 操 这些人也太嚣张了 这是在封灵城里面 就算四海商会再怎么强盛 也不能如此吧 哎呦 你快闭嘴吧 四海商会岂是我们这种小角色 能够编排的 快走 走走走 四海商会跟周龙盟主关系匪浅 而且本身就拥有许多的 倒台镜强者 和众多单海镜巅峰 惹不起 啊 四海商会势力这么大吗 那当然 那个年轻人肯定是死了 估计连尸体都不会留下的 哎 可惜了 周围的路人 知道这群大汉的身份 原因删 淋雨看着围过来的大汉 冷笑一声 不过是区区一个神门镜三层 带着一群单海镜巅峰 也想跟我动手吗 面对这点小场面 淋雨从容不迫 悠然自得 等你落在我手上 你会为今日的狂妄自大而后悔的 那名神门镜三层的大汉 神色傲然 拔出武器 一刀砍向淋雨的大腿 同一时间 其他大汉也纷纷出招 将淋雨所有的后路 尽数封死 太弱了 淋雨摇摇头 也不见他有任何的动作 脚下突然亮起一圈 如同波纹一般的蓝光 所有在众人扑过来的瞬间 蓝光爆发 哄 一股彻骨的寒冷 以淋雨为中心轰然爆发 冰晶飞舞间 那些扑过来的大汉 全部都在一瞬间 冻成了冰雕 眨眼间 场上就多出了一群 形态各异的冰雕 甚至脸上 还残留着残忍的笑容 连表情都来不及变化 就被硬生生地冻成了冰棍 可见 这股冰寒之力 究竟有多恐怖 这 这怎么可能 阿丽是神门镜三层 怎么会被一瞬间打败 朱一致目自欲猎 浑身颤抖地 看着场上一座座的冰雕 脸上 写满了难以置信 其余四海商会的人 也是五雷轰顶 神色惊骇至极 还有人要跟我动手吗 淋雨冷冷地环视四周 沉声道 你 目光看去 一个四海商会的人 连忙低下了头 浑身颤抖 还是你 或者是你 随着淋雨的目光看去 每个人都不敢与之对视 纷纷低着头 连大气都不敢喘 他们好像都不敢跟我动手了 那就只剩下你了 朱一致 淋雨最后目光 落在了朱一致身上 你你敢对我动手 朱一致惊恐地说道 这里可是风铃城 四海商会 就在城中心 所以呢 有用吗 淋雨背负双手 一步之下 来到朱一致的面前 啊 朱一致周围的护卫 看到淋雨纷纷尖叫着逃离 留下朱一致一个人在此处 风卷残韧 淋雨冷冷地看着朱一致 挥手之下 一道青色的锋刃 从手掌心 浮腺分做五道 将朱一致的四肢 和第三条腿砍下 啊 朱一致惊恐绝望 歇斯底里的惨叫着 那声音简直隔着脊里 都能够听到 凄厉至极 这一幕 看得所有人心胆俱颤 惊骇欲绝 堂堂四海商会少会长啊 居然光天化日之下 在众目睽睽中 被人砍断了五只 完了 风铃城要变天了 一位四海商会的人 绝望地喃喃道 凌宇没有理会凄惨的朱一致 冷冷地说道 这一次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别再来惹我 否则的话 下次断掉的 就是你的头了 说完 他便头也不回地 朝着人群外走去 原本围着他的那些大汉 纷纷让开道路 竟然无一人敢拦着 走出人群 凌宇加快脚步 向着城门走去 虽然凌宇不惧怕四海商会 但是这一次的目标 主要是阴阳双严 其他的事情 能够少点就少点吧 如果四海商会够聪明的话 应该不会再来找他麻烦了 五分钟后 凌宇的身影 出现在了封林城的城门大厅 而此时 航空港中发生的事情 才刚刚扩散开来 封林城核心区域 有一座奢华无比的大型庄园 这里就是四海商会的会长 朱刚的府邸 此刻 原本祥和的庄园中 已经变得气氛沉重 而又压抑 所有人都知道 少会长朱一致 踢到了铁板 不仅损失了众多单海境巅峰 自己还被人砍成人棍 因为这件事情 朱刚暴跳如雷 整个人如同即将喷发的火山一般 可恶 是谁 谁敢在封林城 将我伤成这个样子 我一定要将他当着 全封林城的面 灵池火寡 如此才能解我心头之恨 才能挽回朱家的尊严 朱刚一掌 将一张巨大的金刚岩石桌 拍成碎片 整个人脸色都变得铁青 整个庄园中 都回荡着他怒吼的声音 同一时间 封林城修士联盟 身为分盟主的周龙 也是怒不可遏 封林城明令禁止在城内残杀 此人竟然目无王法 完全不把我修士联盟放在眼中 来人 派人去慰问一下朱会长 全力配合朱会长捉拿凶手 务必将凶手绳之以法 周龙面色阴寒的低吼一声 一名神门径的强者 立即领命离去 封林城四海商会 和修士联盟分部同时暴怒 立即引发轩然大波 航空港的事情 如同飓风一般 席卷了整个封林城 而林宇的名字 像是长了脚 传遍了封林城的每个角落 泽泽 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 居然敢得罪四海商会 还当众将四海商会的少会长 砍成人棍 不错 虽然是四海商会先动的手 但是此人也不看看 四海商会在封林城的势力 究竟如何 就看多久能够抓到此人了 估计不出一个小时就能够抓到 按照四海商会会长凶残的脾性 此人怕是要死得很惨了 一个小时 我看半个小时都不用 无数的封林城居民 对此事一润纷纷 冷嘲热讽 在他们看来 那林语敢跟四海商会这样的 庞然大物作对 真的是活不耐烦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林语已经来到了城外 圆银山好像是这个方向 林语拿出断天海赠雨的地步一番对比 旋即找准方向 朝着目的地赶去 一路前行 许多异兽不知死活地冲上来 但都被林语召唤出来的分身 一一斩杀 终于 一个小时后 林语远远地就看到了圆银山 圆银山是一座非常高大的山峰 它的上半部分全部被白雪覆盖 下半部分却是如同沙漠一般 断天海赠雨的地图上面记载 阴阳双眼所在之地 就在二者之间的分界点上的一个天然山洞中 顺着地图上的路线 林语静置来到了山洞洞口 有人截足先登了 站在洞口 林语眉头微皱 就在这时 里面忽然传出一阵慌乱的声音 莫婆婆 我快要压制不住它了 怎么会这样 不是用冰烟罗生网困住它了吗 不行了 再这么下去 我就会被它烧死的 先走 话音刚落 从山洞之中 飞速冲出了两个人 这两人一个是一位老玉 另外一人则是一个女子 那女子穿着一条淡青的长裙 裙摆长长地拖在脚下 肩上和背上 裹着白色的蛮青羽毛 流光一彩 纤细的蛮腰上 系着一根血蚕丝带 显得富丽而滑贵 她留着乌黑的长发 晶莹剔透的肌肤 长长的睫毛 红润的嘴唇 鲜长的脖子 风鱼的胸臀 长着一张十三四岁的脸蛋 但是 娇躯却比二十岁的女子 更加凹凸有致 丰满婀娜 简直就是一个绝色的游物 她们也是冲着阴阳双眼来的 凌羽淡淡地看了一眼两人 沉思片刻后 洞察之眼发动 顿时发现 这其貌不扬的老玉 竟是倒台镜巅峰的强者 只不过 好像是因为身负重伤 未遇 所以实力 跌落到了倒台镜三层 而最让凌羽惊奇的是 那位绝色女子 这女子年轻顶多不过二十出头 但却是半只脚 踏入了倒台镜的实力 这般年轻 却拥有如此境界 不是绝世妖孽 便是超级势力中的传人 亦或者两者皆有 第八十五章 云紫月 就在这时 这两人也看见了凌羽 立即神色大变 其中那位老玉 更是下意识地护着那位女子 神色警惕地看向凌羽 虽然不知道 凌羽一个单海境巅峰 是如何来到园音山的 但是此人出现在阴阳双眼所在的闪洞门口 绝不可能是巧合 但是那位女子 则是有些焦急地说道 快逃 里面的一虎要追出来了 凭你的实力 稍微粘上一点 就会马上被烧成灰的 老玉看了一眼凌羽 没有说话 而是直接带着女子 朝着远处飞速逃离 凌羽笑了笑 这女子还真是心地善良 遇到一个陌生人 都会善意地提醒 现在这种人可不多见了 然后便直接朝着山洞之中 走了过去 这时 已经逃到远处的女子和老玉 回头一看 凌羽不仅不逃 而且还往山洞里面走去 顿时就一阵无语 甚至凌羽脸上 还有一丝淡淡的笑容 女子心急如焚 再次出声喊道 那里面是一伙 你知道什么是一伙吗 老玉皱了皱眉头 小姐 别管她了 我们走 女子的脸上满是不忍和愧疚 可是 可是她是无辜的 那也是她自己不要命了 小姐已经提醒过她 老玉感受到阴阳双眼 越来越狂暴的气息 小姐 再不走的话 等阴阳双眼破开冰咽罗生网 我们就走不掉了 现在阴阳双眼 已经锁定了您的气息 一旦破开封印 一定会追着您 不死不休的 以我现在的带伤之体 根本无法护您周全啊 女子闻言 咬了咬牙 转身向着来时的路走去 虽然她有些傻愣愣的 但是真的因此而死的话 那就是我害死她的 我以后都不会安心的 凌羽还没走进洞里 就听到刚刚离开的那位女子的声音 别进去 你是不是傻呀 快点走啊 这一幕看得淋雨一阵惊诧 在这个残酷的时代 竟然还有人如此懵懂天真吗 不把淋雨推出来 当挡箭牌 吸引一伙的注意就不错了 还冒着危险 专程赶回来 阻止她进入山洞 不得不说 这女子倒真是有些天真的可爱 就在这时 山洞之中 忽然传出剧烈的轰隆之声 这声音不断地回荡开 就如同整座猿鹰山 都愤怒咆哮一般 下一刻 如同沉睡的山神苏醒 山洞之中 猛地涌出一股恐怖的黑白两色火焰 这便是阴阳双眼吗 淋雨定睛一看 那黑白两色火焰出现的瞬间 周围的一切生灵 都仿佛被吸取了生机 纷纷枯萎消散 系统 如何才能将其炼化 淋雨看着肆虐的黑白两色火焰 眼中浮现出一阵激动 报告诉主 直接接触一伙 便可将其收入系统空间 然后系统将会自动进行炼化 闻言 淋雨有些不确定地 看了看周围枯萎的花草树木 直接触碰 真的没问题吗 同一时间 望着不断翻腾的阴阳双眼 女子和老玉的脸上 都浮现出了一丝苍白 这么快就破开了冰咽罗生网的封印 老玉胆战心惊 声音颤抖 小姐 你快逃 我最多只能拦住她几分钟 不 此事因我而起 若不是我执意要炼化阴阳双眼的话 墨婆婆 你也不会受重伤 更加不会让一个无辜之人受到牵连 女子美目之中 闪过一道绝绝之色 竟是转身朝着那汹涌的火焰冲去 不要啊 小姐 墨婆婆吓得肝胆一颤 毫不犹豫地拦住了女子 同时看向淋雨的目光中 也生起了一丝恨意 若不是这个家伙突然出现 小姐根本不会重返险地 这时 漫天的阴阳双眼 似乎被女子身上的契机吸引 竟是不管不顾地朝着女子扑了过去 见状 老玉顿时抓着女子转身就跑 甚至不惜让本就重伤的修为再次下跌 速度暴增之下 瞬间就逃出了几百米之外 看着不断远去的两人 和一道黑白两色的火焰 淋雨神色一阵无奈 旋即叹了口气 脚下一动 追了上去 荒凉枯萎的原鹰山中 女子和老玉不断地奔逃 但是却始终无法摆脱阴阳双眼的追踪 甚至她们距离阴阳双眼 还越来越近 短短时间内 双方距离已经不足五十米 感受到身后传来的炽热温度 女子和老玉都是脸色苍白 不能这么下去了 老玉面色苍白得像是死人 此时她心中真的已经恨死淋雨了 女子下意识地回头一看 顿时阴唇微张 瞪大了眉目 那是 女子难以置信地惊呼道 那不是刚刚的呆子吗 她怎么又追上来了 什么 那个小子追上来了 老玉皱着眉头往后一看 顿时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只见淋雨正跟在阴阳双眼的后面 闲庭信部的样子 就如同在逛自家的后花园一般 看样子 维持这个速度一点都不吃力 这种速度 此人绝不可能 只是单海近巅峰 应该是携带了什么隐藏气息的宝物 想到这里 老玉脑海中闪过各种各样的念头 就在这时 让他们更加震惊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淋雨猛的加速 竟然直接拦在了阴阳双眼的前面 别追人家了 虽然人家长得确实好看 但你是一伙 没有结果的 淋雨轻笑一声 然后伸出了自己的手 他这是 他这是想要直接不做任何防护 接触阴阳双眼吗 老玉和女子瞠目结舌 顿时呆立当场 直接用手去触碰 不要命了吗 女子刚要出声提醒 淋雨的声音 眨眼间 就被黑白两色的火焰吞没了 哼 活该 老玉冷冷一笑 隐藏实力又鬼鬼祟祟 还害得我们差点遇险 死了才好 女子美目中 满是不忍和愧疚 莫波波 别说了 是 小姐 趁现在 我们赶紧走吧 老玉点点头 旋即就要带着女子离开 就在此时 一道恐怖的气息 从二人前方席卷而来 这气息 分明就是到台阱巅峰强者 才能拥有 这股气息 瞬间就笼罩了 方圆数百米的地方 紫月小姐 你还真会逃啊 一个身穿黑衣的 阴沟鼻中年男子 冷笑着 从二人前方的枯树后面 走了出来 此人目光冷冽 阴沟鼻 嘴唇略薄 一看就是冷血无情之人 崔浩 见到此人 女子和老玉脸色一白 他们万万没想到 已经辗转了这么多的城池 还是被追上了 紫月小姐 你就认命吧 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崔浩露出一丝残忍的笑容 家主说了 抓到你之后 可以任我处置 你这副极品身躯 我可是垂涎欲滴呀 也不知道云家大小姐的滋味 跟普通人有何不同呢 崔浩打量着女子曼妙诱人的身姿 舔了舔嘴唇 眼中满是火热之色 文言 女子娇躯一颤 连忙往老玉身后躲了躲 脸色惨白 崔浩狗砸碎 你敢动我家小姐 我就算死也不会让你好过 老玉将女子护在身后 双眼插那间布满血丝 眼中的仇恨几乎要溢出来 我有何不敢 崔浩冷笑 脸上满是不屑 一个贱臂生下的耻辱 连家主都亲口下令 要让我诛杀的孽种 我有何不敢 此言一出 女子郊躯猛地发抖起来 美目瞬间浮现出水汽 此时 她的脑海之中满是血腥杀戮的画面 她的母亲 她的姐姐 那些忠心耿耿的护卫 还有一些心地善良的阿叔阿伯 一个个的都死在了她的面前 而原因 就是她的血脉 她是云家家主醉酒之后 与一位侍女发生关系后诞下 云家家主一直是做耻辱 崔浩 老玉双目怒争 牙齿都要崩碎 直接就冲了上去 但是却被崔浩一脚踹了回来 哈哈 手下败拳 就算你全胜时期 都不是我的对手 更何况 现在 你若是识相的话 乖乖将云子月双手奉上 我会给你一个痛快 否则的话 你就会跟其他人一般 生不如死地死去 老玉一口血喷出 咬牙切齿地再次站起身 就算是死 我也不会让你 碰我家小姐一根毫毛 既然如此 那我就先废了你 然后让你亲眼看着 我是如何凌辱你家小姐的 第八十六章 战崔浩 此言一出 老玉气急攻心之下 又喷出一口鲜血 莫婆报 云子月哭的梨花带雨 连忙扶起老玉 就想要逃跑 老玉则是脸色欺然 她知道自己 不可能是崔浩的对手 一旦自己拦不住崔浩 那么等待自家小姐的下场 想到这里 欺然 痛苦 愤怒 绝望渐渐从心底浮现 莫婆婆双眼 竟然流出了血泪 小姐 你快走 不要管我了 莫婆婆强撑着站直身体 然后面色悲戏地 推了一把云子月 我拖住她 小姐 你一定要逃走 一定要活下去 不然的话 那些死去的人 就白白牺牲了 不要 我不走 云子月咬着银牙 就要拉着莫婆婆一起走 真是让人感动的主仆之情啊 可惜 你们今天谁也走不掉 等我扒光你的衣服 崔浩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一声叹息打断了 哎 怎么一路上遇到的 几是一些变态 这个时代的人 心理压力就这么大吗 谁 崔浩 莫婆婆 云子月纷纷一惊 循着声音看去 下一刻 他们就看见了 让人惊骇无比的一幕 只见数百米之外 漫天的黑白两色火焰 忽然剧烈地翻滚起来 然后形成了一个漩涡 在漩涡的中心 则是一个人影 无尽的黑白火焰 像是遇到了黑洞一般 被人影吸收 顷刻间就消失得 无影无踪 待火焰消散 一个年轻人的修长背影 映入眼帘 是他 此人竟然还活着 如同五雷轰顶一般 莫婆婆满脸痴呆 亥然失声 云子月也是俏脸一愣 满是茫然之色 其中最震惊的 当然还是崔浩了 阴阳双眼他早就看到了 这东西 他完全不敢碰 因此 即便知道天地灵物放在眼前 但是也不敢去打主意 但是万万没想到 竟然有人能够用肉身 如此轻而易举地 吞噬阴阳双眼 而且 那人身上 紧紧散发着 丹海境巅峰的灵力波动 这简直是如同梦幻一样的场景 要知道 易伙在未收服之前 哪怕你境界再高 也不能用肉体繁胎 去直接触碰的呀 要炼化易伙 就必须用非常特殊的手段 从其中分离出一丝火种 然后再准备各种各样的 天才地宝和丹药 去辅助炼化 即便如此 成功率也小得可怜 但就是如此 易伙竟然在他面前 被一个小小的 丹海境巅峰给吞噬了 这就像是一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人 捏死了一头猛虎一般 让人难以置信 崔浩简直要怀疑人生了 而就在这时 凌羽转过身来 洞察之眼发动 崔浩的信息出现在脑海中 倒台近巅峰 凌羽嘴角微微掀起 正好检验一下 自己目前的战力 就在凌羽打量崔浩的时候 崔浩也在打量着凌羽 刚刚是你说话 崔浩眯着眼睛 细小的缝隙中 映射出森寒的光芒 没错 凌羽淡淡一笑 你之前说的那些话 实在是让人恶心 所以我就打断你了 在前世的时候 凌羽也不是没见过一些 嗜血变态的家伙 但像这么变态的 那就不多见了 竟然说恶心 你哪来的自信 崔浩冷哼一声 莫非你以为 凭借你区区一介丹海境 恋化了阴阳双眼 就能够对付我了 凌羽耸耸肩 那可没有 阴阳双眼 我还没有恋化呢 何况它并不是攻击性的一伙 算你小子有点眼力见 不过既然被你撞见了 那你今天也留下吧 崔浩阴狠地笑了笑 手中灵力乍响 显然是在蓄力什么强大的灵技 嘖嘖嘖 道台境巅峰 很厉害吗 崔浩 不厉害 杀你足够了 文言 凌羽哈哈大笑起来 随后心念一动 将七个分身禁数融合 瞬间一股道台境巅峰的气息 从他身上轰然爆发开来 你很快就会发现自己 真的是非常若击的 崔浩像是见了鬼一样 双目突出 惊骇失声 这是道台境巅峰 云紫月和墨婆婆也是目瞪口呆 瞬间实话 他们难以置信 一个单海境巅峰的修炼者 瞬间就爆发出了道台境巅峰的气息 他果然隐藏了实力 墨婆婆深吸口气 心中的猜想被证实 这时 崔浩脸上的惊骇渐收敛 但很快就再度冷笑起来 道台巅峰又如何 同等境界的修炼者 我又不是没杀过 就凭你 也敢说我是若击 简直是笑死人了 林雨不至可否的一笑 是吗 那我让你见识见识吧 随后屈指一谈 一道剑光出现在其身后 画出了一条线 紧接着 他周身狂风浩荡 来吧 要是你能够将我逼退一步 我便引颈受禄 绝不反抗 崔浩听了林雨的话 脸色顿时铁青起来 这是对他赤果果的鄙视啊 活了这么久 还从来没人敢这么鄙视他 小子 你未免也太狂妄了 崔浩宁笑一声 身体开始疯狂膨胀 刹那间就达到了四五米高 他身上的肌肉也变得更加庞大 坚硬每一块都像是龙起的小山包一般 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 太坦炼铁 墨婆婆健壮 顿时脸色大变 他之前就是败给了崔浩的这一招 那恐怖的防御 别说伤到崔浩了 就连破防都是难上加难 这时 林雨低贺一声 猎影 一道残影如同穿越空间一般来到了崔浩的面前 暗影瞬杀阵 林雨心念一动 森寒的剑光顿时从其手指上飞出 组成了六道黑色的剑光 这六道剑光彼此之间保持着一种非常玄妙的振动频率 隐隐间竟是散发出了一种让人颤抖的气息 六道剑光旋转着如同瞬移一般直接出现在崔浩的眉心 什么 崔浩双瞳缩 心脏狂跳 完全没想到林雨的攻击竟然如此迅捷而有灵力 千军一发之际 崔浩不要命的崔洞灵力在眉心处形成了一块半透明的硬质铠甲 这便是倒台净强者独有的能力 灵力化铠 哼哼 灵力铠甲加上我的肉身防御 即便是化灵境界的超级强者都能够扛得住 我就不幸挡不住你这一击 眼看着越来越近的黑色剑光 崔浩神色满是不屑 然而下一秒 他不屑的神色顿时就变得惊骇欲绝起来 咔嚓 一道清脆的声音伴随着音乐的破碎声响起 崔浩瞬间感受到了 这毫不起眼的黑色剑光究竟有多么恐怖的破坏力 什么 这不可能 我的灵力铠甲竟然瞬间就碎了 我的灵力铠甲竟然是化灵境界都能够挡住一击 怎么会如此不堪一击 崔浩又是恐惧又是不解 他哪里知道 灵雨拥有洞察之眼 能够轻而易举地看穿崔浩铠甲的薄弱点 此刻生死关头 崔浩也顾不得许多 立即用出了自己最后的底牌 巨灵霸体诀 一声狂暴的怒吼 从崔浩口中发出 如同九霄神雷 下一秒 一阵绚丽的金光出现在其皮肤上 令其的防御再升一击 呜呜呜 灵雨的黑色剑光猛地刺在崔浩的眉心上 一阵如同木骨沉中一般的声音直冲云霄 只见黑色剑光死死地定在了崔浩的眉心处 竟然无法寸进 就凭你也能够破我的防御 崔浩松了口气 旋即狂笑一声 现在该轮到我了 第87章 秒杀 说着 他巨大的拳头捏紧 狠狠地砸向灵雨 如此蛮横的力量之下 拳头还未接近 灵雨的衣衫就被疾风压在了身上 灵雨冷笑一声 你该不会以为这样就没了吧 他完全无视崔浩砸来的拳头 心面一动 三朵六花之血瞬间被凝聚而出 冰封牵连 下一刻 三朵晶莹剔透的雪花轰然炸开 无尽的冰寒之力爆发开来 首当其冲的崔浩 神色都来不及变化 瞬间就被淹没在了漫天的蓝色冰晶之中 紧接着 在云子月和墨婆婆惊骇的神色中 崔浩的动作越来越慢 最终停在了灵雨头颅不足一拳的距离 一秒不到 一个到台境巅峰的人就变成了一座冰雕 同时 方圆百米内一切的事物全部都被冰封 天空也寝刻间下起了鹅毛大雪 这是地阶功法 墨婆婆心中生起一片惊涛骇浪 如此年轻的到台境巅峰 甚至还将地阶功法修炼成功 他是怪物吗 云子月也是惊讶的小嘴微章 他的资质已经算是顶尖的了 但是和灵雨相比 那就真的什么都不是了 定 你获得上品临时十个 地阶低级铠甲 系统提示的出现 意识着崔浩的生机已经断绝 一代到台境巅峰强者 就此陨落 无痕不愧是联盟最强大的攻法 灵雨站在已经化作冰雕的崔浩面前 嘴角浮现出一抹满意的笑容 旋即挥手之下 一道清风拂过 崔浩庞大的身躯 顿时崩溃化作一点点的冰晶消散 做完这一切 灵雨无视了已经完全说不出话来的云子月和墨婆婆 转身向着远处走去 就在这时 后方忽然传来一道 小心翼翼的声音 大人 大人请留步 嗯 灵雨脚步一顿 转身看去 只见那个墨婆婆脸上 带着一丝苍白和畏惧 欲言又止 在看云子月 她低垂着擒手 不时地抬头看一眼灵雨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有事吗 因为云子月给她的印象非常好 所以她言辞之间也比较客气 大人 墨婆婆咬了咬牙 仿佛下定决心 拉着身后的云子月跪下 然后以头点地常败不起 求大人救救我家小姐 闻言 灵雨一愣 好奇地问道 何出此言 墨婆婆神色悲戚 想必崔浩的话 您都听见了 我家小姐是家主 在一次醉酒之后 跟一名侍女所生 家主一直认为 云家乃是大族 不应该出现像小姐 这般血脉搏杂的人 所以一直处心积虑 要除掉小姐 若不是夫人拼死护着 恐怕小姐也活不到这个时候 我们云家仔继承 最强盛的家族 此番崔浩失败生死 肯定会有更加强大的 追杀者前来的 这些追杀者 全部掌握一种秘书 能够根据小姐的气息 一直追踪 之前炼化阴阳双岩 也是因为 想要借此消除体内的气息 彻底摆脱云家的追杀 现在 您吸收了阴阳双岩 只要用阴阳双岩 泯灭气息的能力 消除小姐体内的气息 那些追杀者 自然就会失去目标 大人 恳求您救救我家小姐 老身愿意做牛做马 报答大人的恩情 说到最后 墨婆婆重重地 给灵语刻了三个响头 泯灭气息 灵语神色一动 原来阴阳双岩 竟有此等作用 虽然她收服了阴阳双岩 但是没有炼化之前 她也不知道 这个一伙 究竟有何神妙的功能 旋即 灵语的目光 落到了云子月的身上 此时 云子月正跪在墨婆婆的旁边 满含泪珠的眼眸 让人忍不住心生联系 其内残留的惊恐和哀伤 也让人不忍 对于这个云子月 灵语的印象是极为不错的 这个女子保留了 非常纯粹的人性 善良 天真 可爱 更重要的是 她对待灵语 是发自内心的 没有任何假装的成分 灵语向来就是人尽我一尺 我尽人一丈 既然遇到了便是有缘 帮一下好像也没什么 虽然帮助云子月的话 就意味着 跟那个什么子吉成云家为敌 见灵语成音不语 墨婆婆 还以为是之前自己得罪了灵语 所以导致灵语心生不喜 顿时一头扣在地上 大人 之前是老身有眼无珠 冲撞了您 我愿以死谢罪 但是我家小姐刚刚对您 可是毫无不敬之意啊 大人 求求您了 我家小姐很乖巧的 而且她的资质很好 将来如果能够留在您的身边的话 一定能够成为您的左膀右臂 墨婆婆不停地磕头 额头上鲜血直流 好吧 我答应了 灵语沉默了片刻 点点头 她还是没办法做到冷血无情 眼睁睁地看着这天真善良的女子 在悲惨的命运中挣扎绝望死去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 小姐 快感谢大人受留之恩 墨婆婆欣喜若狂 连忙拉着云子月向灵语道谢 有了灵语 这样的强者庇佑 那么云子月就再也不用过着提心吊胆 疲于奔命的生活了 别急着高兴 灵语淡淡地说道 我彻底恋化阴阳双严 需要一天的时间 大人愿意帮助我家小姐 已经是天大的恩德 老生就算是拼了这条命 也会为大人护法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一天后我才能够帮她泯灭气息 在此期间可能还有追杀者 你们莫要松懈 闻言 墨婆婆再次叩手 不碍事的 大人 我们二人已经逃亡了几个月了 再多等一天也没事 灵语点点头 既然如此 你们掀起来再说 我叫灵语 你们叫我灵语就是了 墨婆婆顿时大惊失色 不敢 我二人在您的庇佑之下 怎敢直呼大人明慧 我们就叫你公子吧 紫月多谢公子收留 云紫月抿着阴唇 向着灵语乖巧行礼 不谢 但是你们跟着我的话 今后的生活可算不得太安稳 要做好心理准备 云紫月摇摇头 公子愿意收留 我们已经是冒着得罪云家的风险了 无论如何 紫月都没有任何怨言 灵语微微一笑 既然决定跟着我了 那以后就是我的人了 我当然不会让其他人欺负你的 此言一出 云紫月顿时心中涌出一股暖流 眼眶一红 竟是咬着下唇抽气了起来 她从小到大都被人欺负 除了母亲和姐姐 从来没有人想要保护过自己 现在母亲和姐姐都死了 她还以为 再也没有人愿意保护她了 哭什么 不管你之前过得如何 受了多少的罪 多大的委屈 那都过去了 从今以后 除了我 谁欺负你 谁就死 走吧 林语目光冷冽 但说出来的话 确实暖人心脾 云紫月破涕微笑 擦了擦眼泪 然后将墨婆婆扶起来 准备跟上去 但就在这时 破 墨婆婆脸色浮现出一抹病态的潮红 直接喷出一口鲜血 倒在了地上 第88章 杀神门如杀蝼蚁 墨婆婆 墨婆婆 你怎么了 云紫月一下子就被吓呆了 眼泪也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林语听到动静回头一看 顿时眉头一皱 应该是之前的伤势反噬 又加上这一次强行突破修为 被崔号打伤 所以 积蓄的伤势 一下子就爆发了 她来到墨婆婆的身边 蹲下声仔细探查了一番墨婆婆的伤势 结果她现在墨婆婆早就已经游进灯窟 只是靠着一口气 撑到了现在 估计是看到云紫月的安全有了保障 坚持下去的那股信念顿时崩溃 这才倒下的 公子 你快救救她 求救你了 云紫月梨花带雨地 拉着林语的手哀求道 我试试 林语点了点头 立即从系统空间中取出了大量的疗伤丹药 这些疗伤丹药之中 不乏有七品甚至八品的丹药 是刚刚从崔浩身上收获的 从中选出一枚八品的破身无死丹 林语将其塞到了墨婆婆的嘴中 然后为其灌注了一道灵力 公子 墨婆婆不会有事的 对吗 云紫月泪眼朦胧 死死地咬着下唇 不让自己哭出声 如果这枚破身无死丹 没有问题的话 她应该就死不了 林语暗自松了口气 她源源不断地给墨婆婆输送灵力 不消片刻 原本脸色渐渐灰暗的老玉 竟然脸色又再度红润起来 又过了一会儿 墨婆婆咳嗽几声醒了过来 公子 感谢公子救我 林语摆了摆手 你还没彻底脱离危险期呢 破身无死丹 只是掉住了你的命 真想彻底治愈的话 还得收集材料 为你炼制对应的丹药才行 走吧 此地不宜久留 先回风陵城再说 说着 林语便转身朝着风陵城走去 好 公子 云紫月明媚地一笑 然后背起墨婆婆 紧紧地跟在了林语后面 不多时 风陵城的城门 就出现在远处的视野之中 忽然 林语眉头一挑 眯着眼睛往天上看去 烈 三只长相奇特的飞鹰 在天空盘旋 嘴中不断地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公子 是追命应 云紫月翘脸一白 美目微缩 对于这种专门追踪敌人的飞鹰 它有很深的阴影 别担心 这些鸟是冲着我来的 不是云家的追兵 林语收回目光 冷笑一声 看来此事 还是没办法善了呀 就在这时 远处出现了八个急速狂奔的黑点 转眼之间 林静 他们面色猙獰 气势汹汹 如同恶虎扑石一般 向着林语三人围过来 竟然全部都是神门镜 这也太不把我 放在眼里了 林语摇摇头 站在原地等着他们到来 几个呼吸间 八个面色猙獰的朱家供奉 冲到林语面前 将三人团团围住 哈哈 还是我们先来一步啊 家主的巨额奖赏 看来非我们莫属了 无知贼人 赶紧跪下束手就轻 否则的话 别怪我们刀剑无眼 八个供奉脸上露出冷笑 忽然一人神色一惊 看向怯生生地 躲在林语背后的云紫月 这个女子竟然如此年轻 就是神门镜巅峰 什么 我看看 卧槽 还真是 长得还这么好 天哪 这绝对是万中无一的天才 一众供奉看着云紫月 神色贪婪 而又炽热 这名女子 不仅相貌极美 身姿更是诱人 而且天姿极高 若是将其控制 岂不是多了一个百分之百 能够进入化灵境界的强者不说 还拥有了一个极品游物 想到这里 八人眼中的贪婪之色 就更加炽热了 什么时候曲曲神门镜 也敢打我的人主意了 林语自然发现了 有些瑟瑟发抖的云紫月 嘴角顿时露出一谋冷笑 她是你的人 就凭你一个小小的单海镜 也能够拥有她 这八个供奉 都是神门镜巅峰的修为 此刻听到林语的话 顿时面露不屑 区区一个单海镜 真以为杀了一个 不入流的神门镜仆从就翻天了 别管她 先好好招呼 招呼这位美人 一个神色猥琐的矮胖男子 上前一步上下 打量云紫月诱人的娇躯 擦了擦口水道 小美人 你跟这个已经是死人的家伙 待在一起 恐怕会受到牵连的 让叔叔来保护你吧 我保证 你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 而且还会有无尽的荣华富贵 可以享受 云紫月皱着眉头 美目中露出一丝厌恶 再次往林语身后躲了躲 并且说道 不要靠过来 我家公子可是能够瞬间击杀到 台镜强者的存在 此言一出 林语顿时哑然失笑 而对面的矮胖男子 脸色则是跟吃了狗屎一样难看 敬酒不吃吃罚酒 说到这里 众人的目光再度落到了林语身上 他们宁笑着 讥讽着 似乎林语已经成为了 人由他们宰割的鱼肉 唉 你们这个脑子 死得不愿 林语摇摇头 有些惋惜地说道 势到临头 还敢嘴硬 等我当着你的面 把你四肢砍断 你就知道 什么是强者了 为首的朱家供奉冷笑一声 大手一挥 一马当先地杀了过去 其余人则是不甘落后地 纷纷杀向林语 见过不要命的 但是没见过这么来送死的 林语眼中闪过一丝冷意 旋即右手一扬 天空刹那间冰雪飞扬 如此奇异的一幕 让朱家供奉们大惊失色 怎么回事 紧接着 一股彻骨的寒意席卷而来 让他们不由自主地 打了一个寒战 好冷 我可是神门镜巅峰修为 怎会感觉到冷呢 这般奇异的一幕 让朱家供奉们 纷纷目瞪口呆 寒冷的感觉对他们来说 都不知道有多久 没有感受过了 但是现在确实寒冷难当 甚至动作 都仿佛陷入了泥潭之中 缓慢了下来 这时 为首的朱家供奉 忽然脸色大变 是冰属性的功法 而且还是地阶以上的冰属性功法 这小子 不过是丹海静 怎可能修习地阶功法 别管了 赶紧离开这个范围 旋即 他们像是疯了一般 朝着后面退去 现在才想走 不好意思 你们走不了了 凌羽屈指一弹 一片片雪花轰然炸开 恐怖的冰寒之力瞬间席卷 方圆百米之内 眨眼间以凌羽三人为中心 化作冰川 所有逃跑的朱家供奉 只觉得浑身一凉 然后直接失去了知觉 救命 我 朱家供奉惊恐万分 但还是逃不过 瞬间化作冰雕的下场 与此同时 不断在天空上盘旋的几只追命鹰 也全部化作冰块掉了下来 摔成了粉碎 第89章 再进风凌城 八个气势汹汹的朱家 供奉绝望地化作了冰雕 随后凌羽随手打出一道狂风 将它们击成碎片 不过却留下了它们的脑袋 希望朱家喜欢我的这份回脸 凌羽的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旋即大手一挥 将八个冰冻的头颅 全部收进系统空间中 走吧 紫月 凌羽转身继续向着风凌城走去 同时说道 你收敛一下自己的气息 然后找个面巾或者长袍 把你的容貌和身体遮掩住 云紫月歪着头好奇地问道 为什么呀 凌羽哑然 冷了一下这才说道 你听我的就是了 云紫月毫不犹豫地点点头 嗯嗯 我都听公子的 说完 就从储物戒指中 拿出面巾和斗篷 遮掩住了自己的身体 不多时 凌羽三人的声音 出现在风凌城壁垒门口 眼前 几个身穿修饰联盟服装的首位 将他们三人拦了下来 是你 就是你残杀了四海商会的少会长 壁垒门口的首位 第一时间就认出了凌羽 顿时面露惊察 他们难以置信 这凌羽到底有多大的胆子 感叹而皇之地出现在壁垒门口 要知道 现在整个风凌城都在找他 不错 就是我 你们是职责所系 与我没有仇怨 我不想对你们动手 你们让开 凌羽淡淡地瞥了一眼首位 静止往前走去 见此一幕 一众首位面色涨红 但却无人敢上前拦路 就这样 凌羽带着云紫月 大摇大摆地进了城 等三人消失在视野中后 这些首位脸色顿时铁青下来 快去通知朱家和盟主 等到时候他被朱家 和联盟的人围住 再看他 还敢不敢这么嚣张 走 我们也去 我一定要亲眼看着这个家伙惨死 他骂的 一众首位的怒气 终于控制不住爆发了出来 他们的脸上 浮现出凶残的利色 在他们看来 凌羽能够以 单海晶月级击杀神门镜的修炼者 的确很强 但是神门镜在朱家和修士联盟 不过是中有水平而已 一旦凌羽被朱家和修士联盟抓住 那绝对是必死无疑 不过四海商会会长朱刚 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第一反应不是欣喜 而是震惊 你说什么 凌羽出现在了壁垒门口 朱刚蹭的一下 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脸上写满了 不敢相信 是的 家主 是壁垒守卫传来的消息 现在凌羽已经进城了 他竟然还活着 被八个神门镜巅峰的供奉围攻 竟然还能活着来到枫林城 朱刚的脸上 殷勤不定 极为精彩 你确定消息可靠吗 朱刚死死地盯着报信的人 虽然他知道 借此人一万个胆子 他都不敢向他撒谎 但还是不愿意相信 凌羽在八个供奉手中存活的消息 凌羽既然还活着 那么 如果不是八个供奉集体叛逃的话 那么此刻 应该已经凶多吉少了 家主 此事千真万确 报信的人紧张得全身颤抖 因为看见凌羽的人 不只是那几个守卫 还有很多的路人都看见了 朱刚的眉头拧成了一团 他背着双手 在大厅之中踱步 难道凌羽身边有 实力强大的守护者 家主 这个恐怕不是 报信人心中一紧 连忙说道 根据守卫传来的消息 凌羽身边跟着两人 一人只知道是一位女子 另外一位 则是一位老玉 而且 那名老玉还是冰死的状态 不可能是什么高人 朱刚神色阴沉 他不是独身一人吗 怎么身边多出来两个人 家中八大供奉音讯全无 凌羽却活得好好的 还敢带人大摇大摆地进入风铃城 这让他惊怒的同时 嗅到了一丝危险 不过 作为风铃城的龙头家族 他很快就冷静下来 事情没有那么严重 朱刚脸色寒冷 脑筋飞速运转 朱柳风他们都是神门镜巅峰修为 不可能死得翘无声息 他们绝对是中了凌羽的计谋 被引到了其他地方 这凌羽竟然堂而皇之地进入风铃城 简直是不把我朱家放在眼中 传我的命令 出动所有的倒台进强者 围杀凌羽 这个混蛋着实有些诡异 家主 那周荣大人那边 报信人跪在地上 战战兢兢地问道 蠢货 朱刚怒骂道 周盟主的消息肯定比我们更加灵通 还不快去传令 是 报信人小心翼翼地从地上爬起来 弯着腰飞速离开 凌羽 很快我们就会见面了 到时候 我一定会把你吊在人最多的地方失踪 朱刚一想到自己的儿子 那副凄惨的模样 内心的杀鸡就控制不住地涌出体外 想到这里 他拔出武器 杀气腾腾地往朱家庄园之外走去 他要亲自动手 同一时间 风铃城大道 周围的路人 看着神色如常的凌羽 纷纷指指点点 焦头接耳 是那个凌羽 我看过他的画像 这人是痴呆了不成 明知道全城都在搜捕他还敢大摇大摆地回来 或许人家是胸有成竹呢 是个屁啊 在朱家和修士联盟面前 连到抬镜强者都不算什么 他在墙能有到抬镜强者厉害吗 许多围观者窃窃私语 看向凌羽的眼神 充满了不屑和幸灾乐祸 同时 许多的目光也落到了云子月身上 虽然云子月用面筋遮掩了容貌 又用斗篷遮掩了焦躯 但是宽大的斗篷 还是难掩火爆的身材 特别是在走动间 焦躯曲线更加迷人 嘖嘖嘖 这娘们的身材 我特么能玩一辈子 就是不知道长得如何 有这种身材 你还管长相 关了灯不是一样 说的也是 嘿嘿 许多人对着云子月平头论足 林宇的眉头 渐渐皱了起来 云子月细细的柳叶眉 也微微促起 她当然也不喜欢 别人对着她指指点点 你们是不是很喜欢议论别人 林宇停下脚步 冰冷至极的声音 煞时间通过灵力 传遍了整个街道 一瞬间 所有人都忍不住 打了一个寒战 就像是大冬天 被人浇了一桶冰水一般 如果再有人 赶在背后议论的话 我不介意让她以后 都没办法开口说话 林宇环视众人 眼中是无尽的冰寒 所有被她盯住的人 都忍不住后背一凉 几乎不到一秒 整个街道就变得落真可闻 第九十章 招惹我的人都要死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远远地传了过来 有货 不得了不得了 大庭广众之下耍威风 真当没人 能够管得了你了 林宇寻声看去 发现几个 身穿联盟服饰的人 正鄙夷地看着林宇 正是之前在城门让路的 那几个人 是你吗 林宇淡淡地撇了一个 那几个人 之前在我面前低声下气 连一句话都不敢说 现在敢主动来招惹 背后应该有人吧 那几人冷笑着说道 是不是有人 将死之人就不需要知道了 放在之前 他们当然不敢 这么和林宇说话 但是现在消息 已经传出去了 朱家和联盟的强者 也马上就要赶来 有这么强大的力量撑腰 他们还怕什么呢 嘖嘖嘖 还真是有恃无恐啊 看来你们认为我 必死无疑了是吧 林宇的嘴角 缓缓勾勒出 一抹冰冷的弧度 不过 不管我是死是活 你们是看不到了 我们可是修饰联盟的人 你敢当众杀我们 守卫们感受到滔天的杀气 顿时脸色一白 往后退了几步强制镇定道 有何不敢 林宇吃笑一声 单手一点 一股恐怖的冰寒之力 瞬间凝聚成数十柄 寒光闪烁的飞刀 狠狠斩出 你 那几个守卫头皮发麻 想也不想地转身就跑 但是 光是飞刀上面 一散出来的寒气 就让他们动作 变得迟缓起来 就连思维 都变得迟钝起来 还默等他们 做出反应 飞刀就瞬间穿透了 他们的身体 没入后方的地面 在地上留下了一个坑洞 而这几名守卫 则是渐渐化成了冰人 初次触目惊心的一幕 煞时间令所有人 都瞠目结舌 满脸痴呆 疯了 真的疯了 他竟然敢当街残杀 联盟分部的守卫 真的是丧心病狂啊 快逃吧 此人定是疯子 说不定等等 就会发疯 开始大开杀箭 大量的围观者回过神来 旋即惊恐万壮地 往远处跑去 忽然人群之外 传来一声凶狠的怒吼 给我滚到一边去 这声怒吼犹如惊雷 一般震的人 耳膜生疼 心惊胆战 不由自主地往边上挤去 请客间 潮水一般的人流中 就出现了一条宽阔的大道 淋雨挑眉看去 人群中间 一行身穿红蓝色衣服的人 横刀立马 杀气腾腾地走来 而在这群人的最中间 则是一个头发花白 面色铁青 眼睛之中 满含杀意的老者 那是四海商会的会长 朱刚 没想到朱会长 竟然亲自出手了 他可是 赫赫有名的道台境强者啊 虽然不及周龙大人 但是实力也不容小觑 朱家的客卿和供奉 也来了好多 还有其他 被四海商会招募的 其他强者 卧槽 一共三个道台境界的强者 再加十二位神门进巅峰 上次朱家强者 骑出的时候 还是受巢吧 完了 此人必死无疑了 众人交头接耳 窃窃私语 看向朱家之人的眼神中 充满了敬畏之色 此时此刻 在所有人心中 凌羽已经必死无疑了 就在这时 朱刚和一众强者 都走到了凌羽面前 朱刚咬牙切齿 就像是一座 即将喷发的火火山 就是你将我儿子 削成人棍呢 朱刚深吸一口气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此刻凌羽 已经是问中之鳖 将死之人了 没必要再去为之之气 不错 你儿子 没有教养你 这个当老子的不管 那我就来替你管管 凌羽面对朱刚 等十多个强者 仍然是神色如常 泰然处之 甚至嘴角 还有着一丝 若有若无的讥讽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的儿子 也是你能够管教的 朱刚嘴角猛地抽搐起来 身上的杀鸡 几乎要控制不住了 凌羽对朱刚的杀气 置若罔闻 耸了耸肩 笑道 对了 我还给朱会长 带了一份礼物 希望你能够喜欢 说着 凌羽挥了挥手 地上顿时多了 八个冰冻的头颅 这些头颅 生前的绝望神情 都清晰可见 一瞬间 整个街道 尚杀鸡肆意 朱刚看着地上的 八个头颅 怒急返笑 好好好 好得很啊 随即二话不说 开始动手 为族人报仇 其余的朱家强者 也是纷纷拔出兵器 怒吼着杀向凌羽 刹那间 整条大街 上森寒刺骨 刀光剑影 凌羽身后的云子月 有些担忧地 看了一眼凌羽 然后就放下了墨婆婆 准备帮助凌羽 公子 我来助你 凌羽摆摆手 不必 你在一旁看着就行 说完也不见 他有任何的动作 脚下 突然亮起一道蓝光 然后蓝光扩大之下 竟在其身边 形成了一道冰雪风暴 这些冰雪一出现 整条街道 就开始落下雪花 只是因为 温度太低了导致的 温度 瞬间骤降几十度 好冷 快走快走 那些还在看热闹的人 纷纷顶不住 再次后退 而朱家的人修为不到 神门近八层以上的 都无法坚持 纷纷退走 那些还留在原地的人 都是朱家最强的一批人 而被淋雨锁定的 朱刚和朱家强者们 则是感受到一股寒意 由那儿外的散发出来 顿时脚步一顿 地阶属性功法 区区一个单海 近边风 怎么可能休息 成功地接功法 朱刚瞳孔咒缩 之前的那些愤怒之火 就像是被浇了一盆冰水 瞬间熄灭 淋雨本来就诡异 这一下子在他心中 就更加诡异了 就在这时 一声爆合响起 响彻云霄 放肆 淋雨动作一顿 寻声看去 只见一个人影 在高楼大厦之间穿梭 疯狂地朝着 此处而来 心面一动 洞察之眼发动 周龙 道台近巅峰 淋雨冷笑 封灵城的分盟主 总算出现了 周龙大人 朱刚和一众朱家强者 看见周龙顿十面路狂喜 但淋雨 可不是那种犹豫不决之人 若是你足够强的话 应该可以在我手中救下他们吧 紧接着 他心念一动 脚下的蓝光 轰然爆发 冰雪风暴 也化作了一股 肉眼可见的冰寒之气 如同海浪一般 向着四周扩散 也就到台近三层的朱刚 能够勉强撑住 这冰寒之气的侵袭 朝着远处奔逃而去 剩下的人 在寒冰领域的笼罩下 根本就走不动路 不过 即便是朱刚 速度也是慢如蜗牛 在那席卷而来的冰寒之力中 几乎无济于事 感受到一股死亡的恐惧 朱刚惊声尖叫 现在的他 真想一巴掌拍死朱一指 怎么会为自己招惹 来这么一个变态 不过现在为时已晚 冰寒之力 携带着滔天的杀鸡 滚滚而来 不 周龙大人救我 朱刚等人汗毛倒数 甘胆俱颤 绝望地看向周龙 周龙就是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 该死的 周龙额头青筋暴跳 整个人将到抬进巅峰的修为 尽数展开 速度暴增 但他距离凌羽所在的位置 实在太远了 最快也要三秒钟之后 才能够赶到 而三秒钟的时间 足够凌羽将他们杀十次了 下辈子注意点 凌羽眼中闪过一丝漠然 下一刻 冰寒之气直接再次爆炸 朱刚带来的人 全部在众目睽睽之中 被冻成了冰雕 而朱刚因为实力最强 逃得最远 所以只是冻住了下半身 最后关头 朱龙感到给朱刚喂下一颗 火红的丹药 朱龙大人 没了 都死了 朱刚双目失神 颤抖着发出喃喃的声音 你真的是胆大包天 朱龙愤怒地看向凌羽 整个人身上的气息 瞬间狂暴起来 第九十一章 落幕 朱家 或者说四海商会 对于朱龙来说 非常的重要 几乎是他通知风凌晨 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 也是提供修炼资源给他的家族 但是现在 朱家完了 四海商会 也是名存实亡 他对于凌羽的恨意 简直要滔天 怎么 你要为他们报仇 凌羽淡淡地看向周龙说道 周龙神色阴沉地盯着凌羽 你以为自己很强 掩盖了气息的倒台镜 强者在这里虚张声势 说着 周龙身上猛地爆发出一股 倒台镜巅峰强者的气息 这气息一出现 就如同飓风一般 横扫八方 周围的修炼者 都忍不住双腿发软 跪倒在地 今日你若臣服于我 或许还能够保住性命 否则的话 我保证 你会凄惨地死去 周龙神色变幻 现在朱家到了 他对于凌羽 这样年轻强大的人 自然想要收服 为他卖命 呵 凌羽轻笑一声 很好笑吗 周龙全身 散发着危险的气息 凌羽耸耸耸肩 你确实很不错 不愧是 修饰联盟分盟主 但是这个世上 能够让我凌羽臣服的人 八万年后都不会有的 你就更加没有资格了 此言一出 跪了一地的修炼者 顿时惊害得满脸痴呆 紧接着 围观者回过神来 顿时发出哗然之声 天哪 在他面前的 可是周龙大人 他竟然如此嚣张 到台境巅峰 还没有资格 真的是太狂了 以单海境巅峰 能够发挥出这般战力 怪不得周龙大人 动心想要将其 收为麾下了 众人哗然之时 周龙也是哑然 他知道凌羽很狂妄 但是没有想到 狂妄到了这种地步 我没有资格 周龙怒急返效 好 今天我倒要领教 领教你为何有这样的底气 说这样的话 说话间 周龙手掌一番 一杆长枪出现在其手中 长枪入手 周龙身上的气息 节节攀升 急影刺 一声爆喝 周龙的身形刹那间 杀到了凌羽面前 那森冷的枪影杀气缭绕 如同恐怖巨兽的獠牙 直取凌羽咽喉 如此一击 如同平地惊雷 令人惊骇欲绝 必无可避 无路可逃 几乎所有人都脖子一凉 哪怕周龙没有锁定他们 他们都觉得自己的脖子 被冻穿了 不过 在别人看来是 无法抵挡的招式 落在凌羽眼中 却是稀松平常 速度不错 可惜还差得远呢 凌羽冷冷一笑 手掌一番 玄金破膜枪出现在手中 既然你也是用枪之人 那么我便让你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枪招 猎影 猎神枪 以现在凌羽的修为 去施展这两种 已经可以做到身随意动 如臂指挥 瞬间 凌羽便化作了一道黑光 后发先制地 出现在了周龙的面前 然后凌羽手中的破膜枪猛地 发出一股金色光芒 一声响彻云霄的龙银之声过来 猎神枪所化的 金龙虚影 如同出海的蛟龙 一般冲着周龙而去 在这个距离上 周龙根本就来不及闪避 等周龙发掘之时 已经为时已晚 金龙虚影穿体而过 周龙神情瞬间凝固 此时他距离凌羽不过三米 但就是这三米 却如同天欠 一般让他再也走不动路 猎神枪 你是凌驾的 周龙眼神迅速暗淡下来 话还未说 完整个身躯就爆炸开来 这一幕极具视觉冲击力 整个街道上变得鸦雀无声 每个人都是张大了嘴巴 神色呆滞 死了 封灵城最强的周龙盟主 竟然死了 死在一个年轻人手中 甚至一招就落败了 这般梦幻的场景 让所有人心中 涌现出不敢置信之余 更多的则是惊骇 就在众人惊骇之时 云子月拍了拍手 鼓掌道 公子好厉害 凌羽皱着眉头 周龙竟然知道 猎神枪和凌驾 这倒是让他有些吃惊 按理说知道 凌驾的人不熟 但是知道 猎神枪是凌驾绝学的 倒真没有几个 看来在修士联盟中 也有凌驾的详细资料 凌羽眯了眯眼睛 眼中闪过一丝疑惑之色 啊 一声惊怒 交加的声音响起 朱刚看见周龙凄惨的死去 顿时惨叫一声 周龙大人 是封灵城修士联盟盟主 你杀了他 修士联盟 是不会放过你的 游喝 你还没走啊 凌羽转头看向朱刚 眼中掠过一丝冷意 怎么 都到这种地步了 你觉得我还会在意 此人是什么势力的人吗 感受到凌羽眼中的杀鸡 朱刚顿时 浑身一颤 双膝一软 就跪在了地上 大人 小人知错 求大人饶我一命 我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 朱刚现在已经不想再报什么仇了 只想活下去 儿子没了可以再生 他没了就真的没了 凌羽居高临下地看着朱刚 陈寅少许说道 你觉得自己的命质多少 我们四海商会 是封灵城最富有的 肯定能够让大人满意 凌羽点点头 见凌羽答应 朱刚简直要喜极而泣 连忙对着 旁边一个朱家的人招了招手 都听见大人说的话了 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 弥补大人的损失 朱刚又惊又怕 语气急切的话都说不清楚 是 属下知晓 几个朱家的人看 都不敢看凌羽一样 点头之后 飞速离去 突然他想起一件事情 朱刚 凌羽俯视着地上的朱刚 语气淡漠冰冷 大人 朱刚在 朱刚浑身一颤 惊恐地匍匐在地 姿态已经放到了最卑微的程度 我有个蒲丛 身受重伤 你有相应的药材吗 说完 从系统空间中取出一份 早就写好的药材清单 扔给了朱刚 朱刚忙不迭地 捡起清单一看 然后点头道 这些药材 虽然珍贵 但是我们四海商会 还有不少的存货 需要我为您江峰临城最好的 炼药师找来吗 凌羽摇摇头 不必 让人 把这些药材 找来便是 说完便 是来到云紫月的身边 看了一眼 墨婆婆的情况 然后对云紫月说道 放心 有我在 不会有事的 嗯嗯 云紫月乖巧地点头 翘脸因为激动 变得红润起来 刚刚凌羽 如同战胜一般人挡杀人 神挡杀神 这样的场景落在云 紫月眼中 是非常震撼的 凌羽点点头 对着朱刚说道 我们先去找个地方休息 你将所有东西 备好之后送过来 我想你应该不会蠢到逃跑吧 是 大人 朱刚已头点得不敢起身 待凌羽带着云紫月离开后 朱刚这才在几个 朱家舞者的搀扶下起身 腿都软了 快走快走 朱刚脸色苍白 招呼着众人快走 等朱刚离开后 所有的围观者 都面面相去 心惊不已 从一开始到现在 他们都以为凌羽 必死无疑的局面 最后都让凌羽一一破茧 甚至整个风铃城 最强的周龙 也是死在了凌羽手中 如此不可置信的事情 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给他们所有人都狠狠地扇了一个耳光 这人简直要逆天啊 真不知道是哪里冒出来的怪物 不会是什么超级势力的少主 来历练的吧 太恐怖了 众多围观者 重新围了上来 接连发出感慨 然后才津津乐道地 开始散去 第九十二章 云山 另一边 朱刚回到自家的庄园后 就立马叫人去准备了 赎命的钱财物品 自己则是坐在大厅的沙发上 脸色灰暗 这一下 四海商会真的是踢到钢板了 都不是铁板 杜怪那个孽畜 朱刚一想到 朱一致差点为自家招惹了灭门之祸 就气得牙痒痒 直接就大吼一声 来人呐 给我把那个逆子拉过来 朱一致的五只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总算又一次接上了 还躺在床上舒舒服服地享受美貌侍女的服饰呢 突然就被人连人带床 一起拉到了朱刚的面前 他刚想问怎么了的时候 朱刚一巴掌就拍在了他的脸上 顿时朱一致的肥猪脸 就更加像是猪头了 呜呜 爹你打我干嘛 朱刚气得肝胆剧痛 都是你这个孽畜 若不是你平白无故地招惹了那个灵雨 怎么会让我四海商会陷入如此绝境 我特么打死你 狠狠地暴揍了一顿朱一致 直到手下的人准备好了送给灵雨的钱财物品后 这才停下来 这时 朱一致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 鼻涕眼泪鲜血流了一脸 滚 带他下去 看见他我就烦 朱刚暴怒地说道 这时 一道淡笑声从门外传来 多年未见 朱家主的脾气 还是一如既往的火爆啊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朱刚猛地一愣 随即就是狂喜 云山大人 随后 一个身材修长 面如关玉的男子走了进来 朱刚狂喜得上前跪地 云山是子吉城最强大的云家之人 修为以真化镜 乃是真真切切的化灵镜强者 云山大人 您可要为我做主啊 云山背负双手 淡淡地俯视着朱刚 眼底隐含一丝轻蔑 风铃城四海商会的背后是朱家 但是却无人知晓 朱家不过是云家养的一条狗罢了 云山大人 风铃城来了一个人 他竟无缘无故地 想要覆灭我们四海商会啊 不仅如此 还将我的儿子打成了残废 朱刚厚着脸皮 颠倒黑白 搬弄是非 完全没有任何的羞耻之心 哦 对方只有一个人 听完 云山眼中的轻蔑 就更加浓郁了 整个偌大的朱家 竟然被一个人搞成这样 真是废物 本来我也只是这里看看 既然有人不知死活 想要挑战我云家的威严 那我就让他知道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他究竟有多么渺小 是 朱刚眼中闪过一丝怨毒 然后带着云山 就赶往了淋雨所在的旅馆 当朱刚带着云山 来到风铃城最大的流云金阁时 正好碰上了要出门的淋雨 和云子月二人 是你 云山一眼就看到了 躲在淋雨背后的云子月 冷了一下后 就脸色一洗 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想不到我刚刚来到风铃城 就让我找到你了 这时 云子月也看到了云山 水润的眸子 浮现出了一股彻骨的仇恨 这样的神色 在云子月的脸上可不多见 可见她对于此人 究竟恨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淋雨感受到云子月的娇躯 都在颤抖 眉头一皱 轻轻捏了捏她的手 别怕 随后看向云山 顿时眼眸一凝 此人竟然是这儿八经的画铃镜一层 这时 朱刚有云山撑腰 底气也重新变得足了起来 狗砸碎 这一下子 你死定了 有云山大人在 你就是叉翅 也难飞 淋雨冷笑一声 忘了你之前 是怎么跪在我面前 祈求我饶你一命了 你 朱刚脸色胀红 刚想说话 却被云山一挥手甩到一边 滚开点 不要挡我的路 说完 目光直接无视了淋雨 看向云子月 云子月 你竟然逃过了崔浩的追杀 虽然崔浩的实力不值一提 但是比你那个老婆 还是要强上一些的 我想 应该是她救了你吧 说着 云山的目光第一次落在了淋雨身上 实力倒是不错 不过脑子差点意思 敢插手我们云家的事情 那就别怪我送你一程了 文言 云子月顿时翘脸一白 连忙走上前挡在淋雨身前 云山 你的目标是我 你冲我来 这件事情跟公子无关 则则则 都叫上公子了 果然是剑壁所生 身上就是带着奴婢的血啊 云山冷笑一声 刚想继续说话 淋雨却是一把搂住了云子月 将其拉到了身后 男人说话 女人别插嘴 乖乖上后面待着 淋雨板着脸 教训了一顿云子月 然后也不理 她委屈巴巴神情 抬起头看向云山 话铃静而已 不要太狂妄了 你信不信 真要打起来 死的人一定会是你 这番话 让在场的人全部一愣 云山也愣住了 但随即而来的 则是滔天的愤怒 她可是云家的人 云家何时遭受过这等鄙视 她露出猙獰的笑容 是吗 今天我还真的想要领教一二 说完 她身上立即爆发出一股 令天地颤抖的气息 这就是话铃静强者 在这股气息之下 流云金阁附近顿时再无一人 所有人都惊慌失措地奔跑 仿佛世界末日 就连朱刚和其所带来的护卫 也脸色一白 实力不计者 甚至口吐鲜血 瞬间重伤 云子月翘脸煞白 美目中浮现出一丝惊惧 这时 一股暖流涌入身体 帮助她驱散恐惧 她的娇躯也不再颤抖 抬头一看 发现是凌羽一只手抱着她 另一只手撑开了一道 冰蓝色的光照 将云山的气势隔绝在外 云山冷笑一声 看你们狼情惬意的样子 让你们做一对亡命鸳鸯 是我给你们最后的奖赏了 她猛地一挥手 一股黑色的火焰 汹涌而出 恐怖的高温弥漫开来 空气瞬间就扭曲了 感受绝望吧 蝼蚁 云山仰天狂笑 黑色火焰顿时凝聚成 无数把黑色火箭 铺天盖地地朝着凌羽覆盖而下 哼 凌羽冷哼一声 心念一动 体内的灵气疯狂运转 无尽的冰寒之力迎上 哼 一瞬间 冰寒之气和火焰之力碰撞在一起 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紧接着 黑色火雨猛地下压 冰寒之气节节败退 凌羽深吸口气 从系统空间内抓出一大把丹药扔进嘴里 冰寒之气暴涨 但还是无法抵抗黑色火焰的侵袭 化灵境强者目前来说 如果不借助外力的话 他无法匹敌 如果他能够正式进入神门境 再加上吞噬分身的话 说不定可以一战 见状 云紫月美目中闪过一丝决绝 如果凌羽战败 他就拼死引开云山 让凌羽逃走 而朱刚等人则是瞪大了眼睛 兴奋无比 死定了 他死定了 云山大人果然无敌 不愧是云山大人 可惜了 这个狗砸碎 会被直接烧成灰烬 真是便宜他了 朱刚看着黑色火与摧枯拉朽一般 就击溃了 让他闭如蛇蝎的冰寒之气 眼中顿时闪过一丝兴奋之色 凌羽神色如常 化灵境强者果然强横 但是说到火焰的话 有什么火焰是比一火还要强的呢 爹 万兽灵火炼化成功 就在凌羽准备融合分身与制衣战的时候 系统的提示声传出 这个时机倒是巧得很 一股极强的波动从体内传出 瞬间 一股紫色火焰从体内涌出 随着火焰的涌出 凌羽的境界直接跨越到神门境三层 第93章 炼化万兽灵火 凌羽立马打开了系统的属性面板 姓名 凌羽 为了方便宿主确切地了解自身的相关属性 系统已将各属性能力值转换成对应境界 望西之 境界等级 神门境三层 攻击等级 倒台近八层加 防御等级 倒台近五层加 身法等级 倒台近八层加 耐力等级 倒台近五层加 掌握灵技 猎神枪 小城 猎影 小城 洞察之眼 小城 万剑真诀 小城 焚天弄严诀 小城 万雷天星诀 入门 追魂 入门 满血荒体 入门 云雾魂烟诀 入门 部分攻法省略 一伙 青莲地星火 陨落星年 琉璃莲星火 万寿灵火 阴阳双岩 炼化中 以激活系统功能 自动修炼功能 七级 分身功能 七级 完美寻宝功能 六级 系统空间 存储提现 如此一来的话 杀你就不用费这么多力气了 淋雨目光落在云山身上 不是只有你会玩火的 下一秒 淋雨心念一动 抵抗黑色火焰的冰寒之气 完全消失 哈哈 抵抗不住了吧 废物 云山狂笑一声 双手狠狠往下一按 那就跟那个剑中 一起去死吧 黑色火焰 如同洪水般 从天而降 直接将淋雨所在的地方 百米之内 化作火海 死了 哈哈 终于死了 你也有惊天啊 让你狂 你在狂啊 见淋雨被黑色火焰吞没 竹缸双眼放光 一副大仇得爆的畅快模样 这就死了 还说什么死的人一定会是我 真的笑死人了 云山不屑地笑了笑 旋即就要转身离去 但就在这时 我没说 你可以走了 一道冷声传出 我说过 招惹我的人 必死无疑 什么 这是淋雨的声音 他怎么还没死 旋即 云山的脚步猛的一顿 转过身来 盯着汹汹燃烧的黑色火焰 神色满是不敢置信 下一秒 黑色火焰之中 漠然出现了一抹碧绿色的莲花 将黑色火焰尽数吸收 待火焰消散 只见淋雨悠然自得地 把玩着一朵碧绿色的小桥火焰 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 而在她身边 云紫月毫发未损 甚至连流云金阁 也没有丝毫的损坏 怎么可能 云山震惊地张大了嘴巴 我可是华灵精的强者 你怎么可能毫发无损 这时 她突然看到了淋雨手上的那朵 碧绿色的火焰 立刻面露惊骇 双眼暴突 这股气息 是一火 云山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仔细一看 竟然真的是一火 云山咬牙切齿地嘀吼一声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是一火 她不过是个小小的淡海精而已 之所以能够认出来一火 是因为云山曾经试图 炼化过阴阳双眼 而那一次 就差点让她的小命 葬送在火海中 若不是她当机立断放弃得快 恐怕她早就死了 而当时 她已经是倒台镜巅峰了 她这一次归来 除了要追杀云紫月之外 更重要的是 回来炼化那个阴阳双眼 想不到 竟然在一个小小的淡海静身上 看到了一火的存在 而且看这样子 这一火的排名 只会比阴阳双眼高尚很多 嗯 你们刚刚的不可一世 去哪里了 不是想杀我吗 看着震惊失色的云山等人 淋雨冷冷地笑道 云山极度的眼睛都红了 但是她也知道 炼化一火跟实力境界无关 纯粹就是看运气 这小子的运气 是真的好 这时 云山也萌生出了退走的心思 拥有一火的淋雨 虽然境界远不及他 但是一火这种天地灵雾 能够发挥出的威力 实在太恐怖 再加上淋雨又诡异得很 云山生性谨慎 不愿冒险 竟是静止 往远处逃去 云山大人 等等我 朱刚看见云山转身就跑 顿时惊恐万壮 不要命地追了上去 你们逃不掉的 淋雨冷笑一声 身形一动 化作残影追了上去 快 快跑啊 她追上来了 朱刚见淋雨追上来 顿时卯足了劲 拼命了跑 然而 她的身法等级 跟淋雨差得太远 根本跑不掉 转眼间 就被一道碧绿色的火焰 烧成了灰烬 连惨叫都没有发出 到你了 云山 淋雨的速度 没有丝毫地减缓 反而是越来越快 此时此刻 两人已经一前一后 冲出了流云金阁所在的街道 两人的出现 直接引起了 无数风陵城居民的注意 他们的速度 一般人根本就无法看清 只能看到一道残影 哈哈 追不上我吧 我的身法可是学自云家祖词 想要追上我 先看看自己够不够格吧 云山不停地 在大楼和大楼指尖穿梭 速度快到 在空中留下一道道的残影 淋雨的速度 很是让她震惊 但是她的身法 是云家独有的烟云部 一般没有超过她境界太多的事 不能追上她的 云山 我说过 今日你必死无疑 淋雨声音冰冷 宛如九幽黄泉吹来的寒风 你先追上我再说吧 云山有恃无恐地发出大笑 玄机狠狠地说道 今天就先放你一马 你给我等着 等我去原音山将阴阳双眼炼化 届时你必将成为我的长下王魂 你以为我追不上你就杀不了你吗 淋雨冷笑 随后在心中问道 系统给我将分身功能再升一级 分身功能升至八级 需要十枚上品零食 玄龙晶晶 离火双叶草 不管需要什么 都给我升级 淋雨现在也顾不上心疼了 现在她已经融合了全部的分身 如果想要拦住前方的云山的话 就必须要再来一个分身 分身功能升级中 请稍后 升级成功 分身功能升至八级 分身数量加一 解锁融合分身无冷却 淋雨心念一动 正在逃跑的云山前方突然出现了一名黑袍白面人 将云山拦了下来 趁此机会 淋雨直接速度暴增 一脚将云山踩进了一栋大楼之中 大楼瞬间倒塌 等无数人反应过来的时候 全部都往打斗的反方向逃命 这也就是淋雨控制了力度和方向 否则的话 这些人根本没有逃命的机会 就在这时 云山灰头土脸地从一堆废墟之中爬了出来 在她面前则是一脸细血之色的淋雨 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云山难以置信地低吼着 颤抖的声音显示出了她此刻究竟有多震惊 我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神门镜修炼者而已 淋雨耸了耸肩 淡淡地说道 不可能 绝无可能 你一定是超级势力的天骄 一定是 云山双目冲雪 她难以相信 自己一个活了大半辈子的人 竟然被一个年轻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唯一的解释 就是 淋雨是某个超级势力的天骄 而且是那种身份特别特别尊贵的天骄 这也就能够解释 为什么淋雨年纪轻轻 实力不显 却能够练化如此恐怖的一伙了 嗯 你非要这么说的话 好像对了一半 淋雨咧嘴一笑 果然 你果然是超级势力的天骄 你难道是上元八族之人 云山脸上 生起一股浓郁到极点的惊骇 也只有如此身份 你才能够肆无忌惮地斩杀修士联盟的人 淋雨耸了耸肩 无所谓了 反正你都要死 我是什么身份不重要 说着 淋雨浑身冒出一股滔天的碧绿色火焰 不不不 我是云家的人 我们云家是上元八族骨架的附庸 云山吓得浑身颤抖 如果你杀了我 那么上元八族之间的协议 就会被打破 你会成为你们家族的罪人的 淋雨眼底含着冷光 一言不发 向着云山冲去 见状 云山神魂俱冒 但此时退无可退 双目赤红中 我跟你拼了 随后双手一扬 黑色火焰源源不断地从体内冒出 在其前方形成了一只火焰狮子 火焰巨狮咆哮一声冲向淋雨 但是却被琉璃连星火 形成了一道火焰之枪 直接洞穿 本源星火被灭 云山喷出一口鲜血 神色一暗 还不待他有所反应 一柄如同墨金一般的绚丽长枪 就将其钉在了地上 第九十四章 主动出击 第一 你获得了一百二十枚上品灵石 幽冥失心炎 破魔丹 玄机丹 系统的提示音出现 证明云山的生机已经断绝 灵雨将全部所等 放入系统空间中 随后便一把火 将云山的尸体烧成了灰烬 但是却留下了 他的储物戒指 带着云山的储物戒指 灵雨很快就回到了 流云金阁的前面 隔着老远 就看到云紫月 一脸焦急地看着这边 灵雨快步走回 几秒钟后 出现在了云紫月的面前 公子 你总算回来了 你没事吧 云紫月脸上的担忧 化作欣喜和激动 你看我像有事的人吗 还有我把那个云山杀了 他应该没少欺负你吧 说着 灵雨拿出了云山的储物戒指 递给了云紫月 看着眼前的储物戒指 云紫月眼眶微红 双手接过 谢谢公子 灵雨无所谓地摆了摆手 进去吧 我已经找到 可以彻底治愈莫婆婆的 丹药药材了 说完 就带着云紫月走进了流云金阁 经过刚刚的打斗 流云金阁此刻一个人影都没有 他们来到云紫月和墨婆婆的房间 然后直接从系统空间中 取出相应的药材 开始炼药 对此 小脸上满是感动之色的云紫月 像是一只小猫一样 好奇地看着 一火为炉 灵力为影 药材为魂 一合为心 灵雨神色轻松地 再将一火在房间中 凝成一个单炉的形状 然后将各种各样的药材丢了进去 反正有系统帮他炼制 他只需要在一旁看着就行 完全不费力 但是这一幕落在云紫月眼中 那就不得了了 即便是他在云家见多识广 都没有看到过这种炼丹的手法 而且看灵雨炼丹这般轻松 信手拈来的样子 颇有一种炼药宗师的风范 想到这里 云紫月对于灵雨的崇拜 已经到了一种无法言表的程度了 不一会儿 一缕缕的药箱在房间中散开 只见三颗金银剔透的丹药 从一火之中之中旋转着飞了出来 被灵雨一把握在了手中 成了 反魂回命丹 灵雨淡淡一笑 取出一颗丹药 浓郁的药香散发 令人心旷神疑 这反魂回命丹 乃是八品丹药之中 治疗内伤效果最好的丹药 对于到台境之下的修炼者 几乎可以做到药道病除 即便是到台境 效果也是立竿见影 像是墨婆婆这般伤势 三颗足够让他完全恢复 这么快就炼制出来了 而且还是无暇的八品丹药 公子 你好快 好厉害啊 云紫月阴唇微张 俏脸上满是不可思议 拿去给墨婆婆服用吧 灵雨脸上露出一丝古怪之色 将三颗丹药分瓶装好 然后拿给了云紫月 是 公子 云紫月接过丹药 然后将其全部喂给了墨婆婆 大概半个小时之后 墨婆婆醒了过来 老生跪谢公子救命之恩 墨婆婆醒来后 第一时间就是向灵雨道谢 此刻的她 已经神采奕奕 体内的伤势完全恢复 对于灵雨炼制丹药的事情 虽然她没有看到 但是想也知道 是灵雨救了她 起来吧 灵雨淡淡一笑 我们也是时候离开这里了 是 云紫月疑惑地说道 可是我们下一步 应该要去哪里呢 去紫集城 灵雨嘴角一勾 目光中闪过一丝冷意 我杀了崔浩和云山 云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与其让他们不断地来找我报仇 倒不如主动出击 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同时还能够给你报仇血恨 云紫月小脸上露出一丝迟疑 可是 可是云家很强大 我不希望公子为了我去冒险 是啊 公子 墨婆婆也忍不住说道 公子有所不知 在云家 崔浩这样的人 不过是小角色而已 连边缘人物都算不上 就算是云山实力在云家 也不过是中游的水平 而且 云家是有归原境界的 超级强者存在的 看着两人焦急的样子 灵雨哑然失笑 我也没说 现在马上就去找他们报仇啊 再丢我一点时间的话 归原境界 我也不是不能一站 而且 就算没有你们 我也是 要去紫棘城的 因为紫棘城 有我想要的东西 云紫月好奇地问道 什么东西啊 灵雨耸了耸肩 微笑不语 事关静怜要火的线索 她不会轻易地告知他人 即便是云紫月 也需要完全取得 她的信任之后 才能向她托底 你就说你们想不想报仇 云紫月漂亮的大眼睛 生起一丝决绝 那我们就去紫棘城 为我失去的娘亲 姐姐还有一些阿叔阿伯 报仇雪恨 三天后 紫棘城 绝冥山 一座环境清幽 别具一格的宅院中 云家家主云破天 皱着眉头 放下了手中的传心御检 通过手中的传心御检 她已经得知了崔昊失踪 云山身死 云紫月在枫林城 再次逃出升天的消息 灵雨 此人的姓名 倒是跟四大古族之首的 灵家废物少主一样 但不可能是她 灵家那个废物少主 怎可能有如此站立 四大古族上元八族之中 除了灵家就没有灵性 此人究竟是何方神圣 云破天的眉头皱得越来越深 眼中的冷色也愈发地浓郁 在她心中 云紫月是必须要除掉的 因为是官下一任家主的继承 她不允许在她的血脉中 有这样的见种出现 突然 传信御检再次亮起 一道信息传来 经查证 灵雨并非四大古族之首的灵家少主 云破天一喜 既然如此 那便可以放心地对付了 紧接着她立即通过传信预检 下达了命令 全力追杀云紫月 所有阻拦者 格杀勿论 而且云紫月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这条命令一经传下 大量的云家强者 纷纷听令而动 赶往封林城 同时 修士联盟总部 对于周龙之死 也极为愤怒 立即下令封锁航空港 封林城只准进不准出 并且修士联盟高层 派遣了强者 前往封林城彻查此事 不过 在修士联盟的封锁命令发出之前 凌羽三人已经踏上了 前往紫济城的飞艇 第九十五章 自投罗网 凌厉飞艇之上 云紫月和墨婆婆 在隔壁的房间 凌羽则是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面 悠哉悠哉地喝着茶 以便看着手中的功法 在封林城一战之中 凌羽不仅拿到了朱家的财产 更是斩杀了云山 获得了一些比较高级的功法 这些高级的功法 都是从云山手中得到的 三本地阶低级功法 三本玄阶高级功法 数量不多 这是受限于一般的人 没办法同时修习多种功法的缘故 否则云山身上的功法 应该还能够更多 毕竟可不是每个人 都能够像凌羽一样 可以无限地修炼功法 不过 也正因为如此 其他人选择的 都是自己能够得到的最好的功法 比如云山的这些功法 全部都是同级功法之中 品质数一数二的 玄阶高级功法 对我的用处已经不大了 先看看地阶的 凌羽嘴角一勾将玄阶高级功法 放在了一边 目光落在了三本地阶功法上面 云光黑岩路 云烟布 灭神鬼手 这三步就是云山身上的地阶功法 其中灭神鬼手 显然是云山还未来得及修炼的功法 凌羽研读之后 就将功法丢给了系统自动修炼 随着凌羽心念一动 系统提示音立刻传来 叮 开始自动修炼 云光黑岩路 云烟布 灭神鬼手 几分钟后 叮 灭神鬼手已经达到入门级别 灵羽只觉得 一股暖流席卷全身 每一丝肌肉都得到了滋润和成长 不过 或许是因为 灵羽的功法等级 已经远超当前境界的几十倍 所以 这本功法 对于灵羽的攻击等级的提升效果 不是很大 灵羽查看了一下系统属性面板 发现攻击等级 连动都没有动一下 卧槽 想不到这么快 连地阶低级功法 都对我没用了 灵羽嘴角抽出了几下 这个系统虽然变态 但是相当的难养 不过很快它便释然 毕竟 如果按照它的攻击等级的话 化灵径的强者修炼的 都差不多是地阶中级 甚至大势力的 都修习天阶功法了 地阶低级 的确还是有些不够看了 不过 虽然攻击等级没有提升多少 但是其他三个属性的提升 倒还算过得去 又是十分钟过去 叮 云烟部已经达到入门级别 刹那间 灵羽只觉得 一股奇异的能量涌入身体 在这股力量的滋养下 无论是筋骨 还是皮肤或者血肉 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果然 地阶低级功法 对其他的属性提升 还是比较明显的 灵羽的嘴角 缓缓勾勒出 一抹满意的笑容 紧接着 他开始休息 从朱家手中得到的功法 两个小时之后 灵羽就已经将所有的功法 全部休息完成 叮 凤五太虚剑 已经达到入门级别 终于全部修炼完成了 感受到体内越发强大的力量 灵羽激动得不能自已 现在 他的攻击等级 已经来到了 化灵精六层的顶峰 虽然其他的属性落后了些许 但是这样的实力 在融合分身 给云家制造一点惊喜 是绰绰有余了 就在灵羽战力疯狂飙升的时候 另外一座巨大的灵器飞艇上 怎么还没有探测出结果 一个云家的倒台 竟巅峰强者 正皱着眉头 端坐在一张茶几前 而在茶几上 则是放着一个 类似于罗盘的东西 一个指针在罗盘上不断地转动 始终没有停下 这个罗盘 是云家为了追杀云子月 炼制出来的追踪灵器 不过因为材料稀缺的缘故 这个罗盘质量不太行 探测的效果也不稳定 每一次探测到云子月的踪迹 都是随机的 也正因为如此 云子月才能够在这么多的 追杀者手中逃亡这么久 此时 距离上一次 检测到云子月的踪迹 已经过去了大半天 如果这个时间再延长的话 云子月脱离掌控的范围就更大了 到时候 要抓到云子月 就更加的困难 就在这名云家强者心烦意乱的时候 茶几上的罗盘 忽然闪烁了一下 上面的指针默然停了下来 指向罗盘上亮着的一个小光点 终于找到了 我看你这一次 还往哪里逃 这名云家强者神色狂喜 立即拿起罗盘 解读光点的位置信息 不过这一解读 顿时让他有些惊诧 因为他发现 云子月在不断地移动 而且方向 是紫集城 什么鬼 云子月 怎么可能会去紫集城吗 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震惊了许久 这名强者还是不理解 为什么云子月会回去紫集城 于是 再三考虑之后 还是拿出了传信御检 紫集城 绝明山 云破天 正在密室之中修炼 忽然 神色一动 伸手一抓 一道传音御检 从外面飞来 被其一把抓在手中 当看见上面的信息时 他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他竟然回来紫集城啊 云破天面露惊诧 旋即沉吟起来 如果只是云子月 和他那个老婆的话 肯定是有多远逃多远 但此刻却反其道而行 是谁给了他回来的勇气 林雨 想到这里 云破天不仅不屑地笑了起来 紫集城云家 可不是一个人能够撼动的 除非你修为达到归原境巅峰 莫非是以为 杀了我云家几个 无足轻重的小角色 就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 云破天冷笑一声 立即传下命令 传令下去 所有追杀者 全部返回紫集城 另外 派人盯着航空港 严查 每一艘降落在紫集城的灵气飞艇 如果发现可以的人员立刻拿下 命令下达之后 云家动了起来 他们开始调动云家庞大的能量 准备搜索每一座 即将降落在紫集城的飞艇 然而 他们的行动 却受到了修士联盟紫集城分盟的阻止 此时 便有一名云家的修炼者 跪在了云破天面前汇报消息 怎么回事啊 那个淋雨杀了修士联盟的分盟主 修士联盟的人 为什么要阻止我 得到了行动受阻的消息 云破天的脸色 变得非常难看 家主 是 是上三院来大人物了 跪在地上的人 战战兢兢地说道 说是上三院前来招生 紫集城被定为招生地点 因此 修士联盟分部特地打了招呼 最近这段时间 绝对不能有任何干涉航空港 正常运转的行为 该死的 怎么会这样巧 云破天眉头紧锁 双眼之中 冷色弥漫 怎么找一个小小的云紫月 每次都凭空生出如此多的事段 好不容易在她成年之时 抓到机会可以杀掉她 但是她的母亲突然冒出来 拼死救了她一名 然后再是她姐姐 再是从小看着她长大的护卫 在这些人的帮助下 她最终逃出了紫集城 最后在外面遇到了那个淋雨 现在又被修士联盟的人干涉 真的是一波三折 哼 算你运气好 不过 既然你们来到了紫集城 就不可能再让你们逃掉了 传令下去 航空港的话不需要去动 但是密切注意云紫月的动向 一旦有机会 立刻动手 是 云破天潜退了汇报的人 脸色稍稍缓和 上三院招生 这对于云家 同样是一次好机会 第96章 进化 上三院并不是一家学院的名字 而是三个学院的总称 因为这三家学院 是72院之中 稳坐前三名的学院 所以单独地被列出来 凌驾于72院之上 上三院 是蓝星上最好的武道学院 在这三座学院中 拥有最好的修炼功法 最好的修炼宝地 最多的修炼资源 以及最好的导师 上三院拥有几千年的历史 在这个过程中 为人族培养了不知道多少强者 在整个蓝星上 只要是修炼者 就没有不知道上三院的大名的 传闻上三院的背后 就是四大古族 那一直都是榜首的占天院 就是四大古族之首的林家掌控的 就连院长 都是林家的直系成员 足可见上三院的威名 当然 要进入上三院的条件 是非常苛刻的 成年之前必须要达到单海境 这是底线 而就是这个底线 就将近刷掉了99%的人 而除此之外 还有悟性资质 实力心性上面的考核 一旦有一项达不到标准 那就注定终身跟上三院无缘了 因为上三院对外招生 只有一次机会 转眼间 大半天过去 灵气飞艇 距离紫棘城越来越近 而林宇对于云家的动作一无所知 当然 他就算知道了 不会放在心上 手握吞噬分身和一火 还有猎神枪三个大杀器 他完全可以无所畏惧 即便是对上真正的归原镜超级强者 他打不过 跑总是没问题的 此时此刻 他正满心激动地开始倒数 三 二 一 林宇放下最后一根手指 兴奋地欢呼道 成功了 叮 阴阳双眼 已经炼化成功 林宇毫不迟疑 下一刻便感觉手心一热 抬手一看 一道黑白两色火焰 在其掌心缓缓浮现 淡淡的奇异波动 从黑色两色火焰之中传出 将林宇全身笼罩在其中 同一时间 林宇也明白了 这阴阳双眼的所有特性 阴阳双眼和万兽灵火完全不同 万兽灵火 是纯粹的攻击性火焰 而它却是辅助类一火 当然 并不是说辅助类的一火 就比攻击性的一火差 相反 更多时候辅助类的一火用处 比攻击类的一火作用更大 就比如 它的清廉地心火 是纯粹的攻击类一火 陨落星炎 却是辅助类的一火 但是陨落星炎 不仅可以直接燃烧敌人的心灵 还可以提升林宇的修炼速度 作用比清廉地心火 大了不止一筹 而阴阳双眼 相比于万兽灵火 也同样如此 阴阳双眼 能够赋予炼化者两种能力 第一种 异常强大的进化之力 这种进化的能力 可以看成是治疗的能力 它能够进化掉一切的毒素 和异常的气息 使拥有者具备百毒不清 邪魔不扰的能力 它到时候 帮助云子月 进化掉身上的气息 便是运用着第一种能力 第二种能力就 更加变态了 阴阳转化 可以吸收万事万物的生机 转化成自己的生机 简单说来 就是能够吸收生机 来给自己疗伤治愈 而且是可以做到 在战斗中以战养战 以他人的生机 来滋养自身的 这种能力说起来 就有些协议了 但是估计 能够将他的作战能力 再次拔高一大截 不愧是一伙 功效真的是逆天 凌羽的嘴角勾勒出 一抹兴奋的笑容 从此之后 百毒不清 对于他的存活能力 可是大大的提升 炼化成功之后 凌羽马上叫来了云子月 公子 云子月来到了凌羽房间 翘生生地 站在凌羽面前 脸色羞红地低着头 行李道 阴阳双眼我已经炼化成功了 这就为你 将身上的气息净化掉 以后就不需要担心 被云家的人追杀了 凌羽盘息坐在床上 看着一脸羞红的云子月 有些好奇地说道 啊 凌羽的话 顿时让云子月轮了一下 反应过来后 翘脸更加红润了 他还以为 凌羽单独叫他来房间 是要做点什么事情呢 正在纠结到底要不要答应时 凌羽的话让他反应过来 自己想歪了 凌羽见状 脸上的好奇更加明显 刚想问怎么了 但反应过来 也许是云子月那几天来了 索性就当没看见 拍了拍自己面前的床 过来 盘息坐在我身前 云子月细弱文音地 N了一声 然后乖乖地上了床 盘息坐在凌羽面前 就准备脱掉衣裙 凌羽顿时吓了一跳 连忙阻止 你干嘛 公子不是要给我净化气息吗 凌羽苦笑道 谁跟你说 净化气息要脱衣服的 赶紧穿上 哦 云子月乖巧地点头 盘坐在凌羽身前 一动不动 因为坐着的缘故 云子月身上的衣裙 贴紧在胶躯上 将曼妙迷人的曲线 勾勒得淋漓尽致 从凌羽的视角看去 纤细的相背极具美感 再往下 就是柳腰风臀 凌羽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 赶紧运用阴阳双眼 净化掉内心的邪念 然后手掌一抬 黑白两色火焰 从掌心中冒出 我要开始了 准备好了吗 云子月翘脸上 满是坚毅之色 准备好了 公子 你来吧 听着这个对话 凌羽的神色 就更加古怪了 不过她也没有迟疑 随后轻轻一扶 阴阳双眼 便落在了云子月的身上 黑白火焰 刚刚一接触云子月的吉辅 顿时就在上面 形成了一个淡淡的印记 下一刻 云子月身上的悬傲气息 就完全消失了 不只是云家 在她身上留下的追踪气息 就连她本身的气息 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果示弱一点的修炼者 即便是直接 从云子月面前走过去 她的存在 云子月抚摸着手臂上的 火焰印记 欣喜之下 转身就抱住了淋雨 顿时 丰满的感觉 撞了淋雨满怀 而就在云子月身上的气息 消失之后 另外一座飞艇上 负责探测云子月踪迹的 罗盘忽然光芒一闪 上面的光点 骤然消失了 又出现不稳定的情况了 一名云家的强者 扫了一眼罗盘 眉头促气 家主刚刚才说 要紧盯着云子月 这转眼间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谁让罗盘的材料稀缺 根本没办法大批量制造 追杀者人手一个的话 总会有人分到一些劣质产品 这名云家的强者 撇了撇嘴 不再理会 在她看来 反正过一段时间之后 罗盘又会重新追踪 不过 她就是想破脑袋 都想不到 这一次并不是罗盘失灵了 而是追踪气息 被淋雨用阴阳双眼净化掉了 第97章 打毒 转眼间 三四个小时过去 紫集城的庞大轮廓 终于出现在了天地相接的地方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 整条地平线都被紫集城占据 由此可见 它的体积有多么的庞大 除了体积庞大之外 紫集城的繁荣程度 也是成正比的 只见城中高楼大厦 如同钢铁丛林 密密麻麻数不胜数 纵横交错的街道上 大量的灵气汽车穿流不息 天空上甚至有小型的灵气飞行器 穿梭来往 这一切看起来 甚至像是未来的都市 淋雨站在观景阳台上 眺望远方 终于要到了 这时 外面响起了悦尔的广播声 同样是欢迎什么什么 让你办理身份卡信息什么什么 淋雨直接无视 然后拿出了一个白色面具 戴在了脸上 因为目前还没有能够 跟云家硬碰硬的实力 所以淋雨打算先藏在暗处 先给云家一点小惊喜 用面具遮眼容貌 用阴阳双眼遮眼气息 这样的话 就不需要担心 云家能够找上门来了 戴上面具之后 淋雨来到了云紫月房间外 刚准备敲门 门就打开了 公子 云紫月甜甜地笑了一下 然后就乖乖地走到了淋雨身边 此时 她穿着一身黑色斗篷 全身上下都笼罩在斗篷之中 一旁的墨婆婆 也进行了伪装 完全看不出身形容貌 都准备好了就走吧 淋雨点点头 带着两人下了飞艇 走在人群之中 淋雨发现 来紫吉城的人 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很多也跟他们一样 进行了伪装 原本还担心这副打扮会扎眼 现在想来是多虑了 淋雨失笑摇头 带着两人离开了航空港 紫月 你应该知道 哪里有购买药材的地方吧 走在路上 淋雨向着身边的云紫月 低声问道 云紫月思考了一下 购买药材的地方很多呀 前面的静心阁 就是其中之一 这家店铺的新宇很不错 公子完全不用担心吃亏上当 闻言 淋雨目光向前看去 果然在人头传动的前方 看到了一栋高大的建筑物 建筑物的造型 很像是一个单炉 很是别致 在大门的上方 还挂着一个牌匾 上面写着 静心阁三个大字 陈寅少许 淋雨说道 既然如此 那就去静心阁看看吧 不多时 三人来到了静心阁 一走进静心阁 耳边喧闹的嘈杂声 就安静下来 似乎有一道隔音法阵 将外面和里面分割开来 您好 请问是购买丹药 还是出售丹药 三人走进静心阁的时候 一名穿着旗袍的美貌 侍女走上前 恭敬问道 原本灵雨只是想来购买材料 但是一听侍女的话 突然改变主意了 她现在身上的丹药数不胜数 可以售出一些 换取一些珍稀药材也不错 出售丹药的 好的 请跟我来 侍女并不意外 微笑点头 然后便走在前方带路 灵雨带着两人赶紧跟上 很快来到一间古色古香的屋子 而在这屋子里 正有两人相段坐 其中一名中年人 默不作声地等待 对面是一名头发花白 但是精神异议的老者 正在检查手中的丹药 对于灵雨几人的到来 中年人抬眼扫了一眼 就不再关注 检查丹药的老者 甚至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李老 这位大人 也是来出售丹药的 老者淡淡地问了一声 不再理会 侍女恭敬行礼后 对着灵雨说道 大人可以 先在一旁休息一下 等李老鉴定完之后 就轮到你了 侍女介绍了几句 然后躬身离开了房间 灵雨扫了一眼屋内的环境 然后老神在在地 坐在了旁边的椅子上 云子月见状 便跑到她身边 挨着她坐下 至于墨婆婆 则是垂手 站在云子月身后 这时 那位老者跟中年人 交谈了几句 拿出一个零食袋 交给了中年人后 顺利达成了交易 中年人离开后 灵雨站起身 刚准备上前 一道风风火火的肥胖身影 就从外面滚了进来 没错 此人身高八尺 体宽也是八尺 看上去跟滚进来的 没有分别 他穿的珠光宝器 看上去就像是一个 粗俗的爆发户形象 李老笑着说道 徐丹师 我一听动静就是你 这个徐丹师 来这里卖过很多次丹药了 所以跟李老也是很熟悉 每一次来都是大生意 所以 李老对这个胖子 还是很欢迎的 态度 也比对待一般人好上很多 李老 这一次我炼制了一路父子灵丹 你可要给我个好价钱 大胖子哈哈一笑 旋即就直接往李老面前滚去 慢着 灵雨淡淡地说道 在下先来的 你往后面烧烧 此言一出 大胖子滚动的身躯 顿时停了下来 转过头一看 旋即冷笑道 听你的声音 不超过二十岁吧 小子 知不知道打者为先 你是极品的炼药师啊 卖的又是极品丹药啊 看你这穷酸的样子 也敢来丢人现眼 灵雨眯了眯眼 轻笑一声 你怎知我拿不出 高阶的丹药呢 文言 徐丹师基笑道 你一个矛头小子 还能是高阶炼药师不成 你估计有个三四品 就很了不起了 实际上 这个大胖子的说辞 放在普通人身上没有问题 即便是那个头发花白的老者 也是如此认为的 炼药不比修炼 想要成为高阶的炼药师 不光需要超长的天赋和努力 而且还需要实力境界的支持 因为炼制丹药 是一件非常耗费灵力的事情 没有充足灵力的支撑 怎么可能炼制出高阶的丹药呢 一个年纪轻轻的人 不可能在丹药和修炼上面 都取得成就的 不过 他们想破脑袋 也想不出灵雨身怀系统 而且还是全自动的 一旁的云紫月这事也说道 我家公子随便拿出一枚丹药 都是八瓶以上的 此言一出 不光徐丹师梦了 就连李老也梦了 旋即反应过来后 徐丹师脸上的不屑之色更浓 吹牛谁不会啊 你们也就只能成口舌之力了 你 云紫月刚想上前理论 但是却被凌雨拦了下来 你觉得我身上 没有拿得出手的丹药 不如我麦打个赌 赌什么 徐丹师昂首挺胸 不管你赌什么 我都答应你 我就不信你一个乳秀未干的小子 能够拿出高阶丹药 很简单 我们就来比拿出的丹药 谁的价值更高 输掉的人 要将拿出的丹药送给对方 如何 此言一出 徐丹师冷笑道 好 今天就让你这个小子知道 知道什么才是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李老眼神也是一亮 露出感兴趣的神色 虽然不能排除 这个小子是帮人过来售卖丹药的 但是徐丹师可是七品炼药师 而且 父子林丹 就算是在八品丹药之中也算是几品丹药了 除非这个小子身上有九品以上的丹药 否则的话 必输无疑 第九十八章 九品丹药 旋即 徐丹师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胜券在握的冷笑 在这个紫吉城的炼药师中 他徐盛年也是有一定名气的准八品炼药师 整个紫吉城炼药师圈子他熟悉得很 能够炼制九品丹药的炼药师有室友 但是绝不可能如此年轻 而对方也不可能是代售丹药的 就算是 也不可能是九品丹药 毕竟 九品丹药的珍惜程度 是不会让人去代售的 别的不说 他这一次炼制的父子林丹 就是在八品丹药之中 价值那也算是顶尖的存在 除非这个家伙 拿出九品丹药 才有可能赢自己 等等 小兄弟 此事算了吧 李老忽然笑着站了起来 既然是你先来的 那么凡事讲究先来后到 我先给你看看便是 反正也耽误不了很长时间 在他看来 林与一个年轻人拿出的丹药 也不可能是高阶丹药 鉴定起来也不费功夫 而且的确是林与先来的 按照规矩 本来就是要先给林与先看看 老先生的好意 小子心领了 不过不争馒头争口气 这个多打定了 对于徐丹药这个狗眼看人低的家伙 林与自然要教训一番的 顺便从他身上拿到一些丹药 何乐而不为呢 唉 原本还打算看在李老的面子上放过你 徐丹药冷笑一声 但既然你不知好歹 那就给你一个深刻的教训 泽泽 你这么自信 能够赢我 林与笑了笑 来吧 拿出你的丹药 在老先生的见证下 输了可不能耍赖 切 徐丹药不屑地扬了扬头 旋即一挥手 手掌上就多出了一个小玉瓶 玉瓶之中紫光乍现 刚一出现 房间内就充满了一股浓郁的药香味道 父子林丹 李老看向林与 微微摇了摇头 看来徐丹药此次必胜了 上来就拿出了父子林丹 不过有些欺负小辈的嫌疑 在他看来 林与输定了 徐丹药将父子林丹 对着林与挑衅地摇了摇 轻悦地笑道 看到了吧 父子林丹 除非你拿出九品丹药 否则的话 是不可能赢过我的 虽然你拿出的丹药就是垃圾 但是作为对你勇气可嘉的奖赏 我还是很乐意收下作为战利品的 林与鼓掌说道 厉害厉害 想不到徐丹药竟然能够拿出父子林丹 不过 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什么叫做高阶丹药 林与撇了撇嘴 心面一动 手中就多出了一个精致的小墓盒 在墓盒之上 还有各种玄傲的隔绝法阵 随后毫不犹豫地打开了墓盒 一道金光 漠然从中冒出 一股浓郁到极致的药香 以肉眼可见的气息 席卷了整个房间 丹药出 一向线 请真的是九品丹药 徐丹师和李老姨瞬间双目圆睁 下巴都掉到地上了 他们难以置信 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丹师 竟然能够拿得出九品丹药 你 你怎么可能拥有九品丹药呢 徐丹师满脸惊骇 整个人被震撼得 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而就在这时 一旁的李老 忽然发出一声声声嘶力气的惊呼 我的天 这是九品丹药圣魔丹 圣魔丹 可是已经失传已久的九品丹药啊 怎么可能呢 怎么可能还有人会炼制 李老的惊呼落在徐丹师耳中 直接让他的惊骇之色再次暴涨 什么 圣魔丹 李老你开什么玩笑 圣魔丹现在不可能还有人能够炼制的 徐丹师一边难以置信地说着 一边僵硬地 向淋雨手中的墓盒中看去 而这一看 顿时让他刹那间五雷轰顶 面色痴呆 这阵尼玛真的是圣魔丹 现在怎么可能还有圣魔丹存在呢 圣魔丹的丹方已经失传三千年了呀 这不是真的 这圣魔丹一定是假的 对 都是假的 徐丹师像是见了鬼一样 声嘶力竭地尖叫着 他做梦都没想到 淋雨不仅拿出了九品丹药 而且还是九品丹药之中 毫无争议的最珍贵的圣魔丹 这一颗圣魔丹堪称无价呀 要知道 他炼了一辈子的丹药 都没有炼制过超越九品的丹药 而且 品质还是无瑕的 这一次炼制出父子灵丹 让他欣喜若狂 相比而言 在圣魔丹面前 父子灵丹连狗屎都不如 一枚圣魔丹 就这个样子了 林雨淡淡地看着徐丹师 这不过是 我的收藏品中 处于中有品质的丹药而已 徐丹师双眼通红 撕心裂肺的吼叫 你绝对不可能是 炼制出圣魔丹的人 你是从其他地方得到的 你说的还真没错 林雨嘴角一扬 但是之前好像没说 必须要自己炼制才行吧 我就知道 徐丹师一脸吃笑 拿别人的丹药来做赌约 真有你的啊 那你这样的话 赌约不算 林雨目光一冷 你的意思 你要耍赖 徐丹师也知道自己站不住脚 面红耳赤地说道 这副子灵丹 可是我自己亲手炼制的 你要是想赢我 必须要拿出自己炼制的丹药出来 文言 李老的眉头也皱了起来 这话说的就有点欺负人了 徐丹师成名已久 而且年纪比林雨高尚这么多 这不是摆明了 耍赖欺负人吗 他刚想说话 林雨却是冷笑一声 好 既然你如此说了 那我们再打一个赌 我就在这里 当场给你炼制酒品丹药 若我炼制出来 你就把这张桌子吃了 说着 他轻轻敲了一下面前的桌子 徐丹师硬着脖子冷笑道 好 你要是能够当场炼制出酒品丹药 我不仅把桌子吃了 我还把你做的那张椅子也吃了 林雨看向云紫月说道 紫月 想不想看这个胖子表演吃桌子 嗯嗯 云紫月点点头 这个死胖子欺人太甚 他早就想教训教训了 林雨淡淡一笑 回过头来跟徐丹师说道 死胖子 我待会儿 要是炼制出了酒品丹药 你不吃桌子的话 我就把你肚子开个口 给你塞进去 看着冷如寒霜的林雨 徐丹师心中生起一股不妙 狠狠地打了一个机灵 不过让他认怂 那是不可能的 他就是人死了 嘴都必须是硬的 第九十九章 吃还是不吃 徐丹师硬着脖子 恶狠狠地说道 如果你炼制不出来 该当如何 哈哈哈哈 林雨哈哈大笑 如果我炼制不出来 我不仅把桌子吃了 我还把我身上所有的丹药 都给你 好 一言为定 徐丹师看着林雨手上的圣魔丹 眼中露出贪婪之色 当即点点头答应下来 他才不会相信一个矛头小子 可以当场炼制出九品丹药呢 真让他炼制出来了 那自己这几十年 不是活到狗身上了 林雨冷笑一声 也不去看徐丹师 直接拿出了一个普通的丹炉 此籍成人多眼杂 一伙还是不要显露得好 所谓财不露白 现在的他 要尽量确保 不要跟云家正面接触 哄 一尊黑色的丹炉 落在了房间中 砸出一声巨响 丹炉出现的一瞬间 一股沧桑古老的气息 顿时弥漫开来 竟然是尊龙鼎 这小子 怎么会有如此珍贵的丹炉 他到底什么来头啊 莫非真是一个高阶炼 要是不成 徐丹师心中的不妙 越来越浓郁 李老看向林雨的目光 则是愈发的震撼 啪 林雨打了一个响指 一团黑色的火焰 直接出现在丹炉中 既然不能用一火的话 那么刚刚从云山身上 收获的允光黑炎露 产生的黑炎 倒是不错的选择 紧接着 在众人的注视中 而他刚刚开始炼制 徐丹师和李老就瞪大了眼睛 因为林雨举手投足间 那股炼药宗师的气质 异于言表 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一切都是完美无瑕 徐丹师光是看了一会儿 就觉得深受启发 心中渐渐滋生出 自残行贿之感 但是 很快他的自残行贿 就变成了强烈的耻辱感 因为他无论如何 都没办法相信 自己一辈子的努力 还比不过一个 乳秀未干的小子 手法上面没有问题 不代表就能够炼制出九品丹药 我炼制低阶丹药的时候 同样可以做到如此 就看你怎么炼制出九品丹药 徐丹师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林雨 眼中甚至有了一些血丝出现 而接下来的一幕 更是让他笃定了自己的想法 因为还没过一会儿 林雨就开始进行 最后的宁丹步骤了 九品丹药 怎么可能如此之快 炼制成功呢 这么快就开始宁丹了 咱们可得小心点 搞不好炸丹啊 徐丹师故意将声音说得很大 还装模作样地后退了几步 心中冷笑 敢和我作对 这一下看你怎么下台 另外一边 李老也对林雨如此之快 宁丹感到不可思议 作为一名专业的鉴定师 他同样也非常熟悉炼丹的步骤 在一般情况下 炼制丹药都需要一个小时 到几个小时不等的温火 慢慢炙烤 各种药材之中的成分 才会被彻底地激发出来 这么快就宁丹的话 出来的丹药 不是废丹 就是半成品 别说九品丹药了 就是五品六品都难 这个小兄弟是怎么回事 李老的白眉狠狠地皱了起来 此人也不像是一个蠢笨之人 为何炼药手法如此高明 却要这么快宁丹呢 就在李老百思不得其解之际 林雨手指轻弹 悬浮在空中的尊龙顶停止旋转 炉盖自动打开 一道璀璨的金光 从丹炉之中迸射而出 随后一道金光包裹的 龙眼大小的丹药 冲出丹药 就要往房间外逃去 九品丹药通灵丹 一旁的李老忍不住发出惊叫 整个人疼得一下 直接站了起来 神色震惊地看着这道金光 同时 徐丹师的反应更加夸张 这不可能 这才几分钟 你带的 你肯定是事先在丹炉里面 藏了一枚九品丹药 这不是真的 这是假的 徐丹师双目失色 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林雨屈指成爪 虚空一抓 那逃走的通灵丹 顿时回到了手中 然后冰冷的目光 看向摊坐在地上的徐丹师 笑眯眯地说道 下面就有请徐丹师 想用上品金丝难目捉一掌 你 徐丹师回过神来 恼羞成怒地从地上站起来 惊叫道 你一定是作弊了 你一定在丹炉里面 事先藏了一枚九品丹药 药是你 说到一半 徐丹师突然被林雨一巴掌 给扇了出去 顿时 徐丹师猪头一样的脸 变得更加像是猪头了 油光满面 看上去就是一个刷过油的猪头 林雨缓缓地收回手掌 看向徐丹师的眼神中 充满了冰冷 做人要有底线 你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失信 剧痛令徐丹师惊醒过来 他捂着脸 双目血红地盯着林雨 你你敢打我 自从成为炼药师之后 徐丹师连别人的脸色都很少看 在整个紫急城 还从来没人敢打他 现在他被人扇了一个耳光 而且打他的人 还是一个黄毛小子 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你做人言而无信 我还不能打你了 林雨冷笑道 你该庆幸你现在是在紫急城内 否则的话 就不只是一个耳光那么简单了 你 我他妈弄死你 徐丹师太阳穴猛地爆鼓起来 拽着拳头疯了似的 冲着林雨而来 住手 李老低吼一声 想要阻止已经晚了 徐丹师的拳头 已经来到了林雨的面门 不过接下来的一幕 却是让李老大惊失色 碰 一声沉闷的声响传出 徐丹师的拳头 被林雨用一根手指挡住了 怎么可能 我可是倒台镜啊 徐丹师惊恐地双瞳皱缩 汗毛倒数 他猛地想要抽回手 但是手却好像不听使唤一般 停在原地纹丝不动 说不起 所以想要趁此机会下杀手 林雨冷冷地看着徐丹师 紧接着手掌一握 捏住徐丹师的拳头 另一只手抓住徐丹师的头发 将其狠狠地砸在了桌子上 啊 一声淒厉的惨叫声传来 鲜血四剑中 徐丹师的脸顿时从立体的 变成了平面的 不过林雨并没有下杀手 因为徐丹师 还有一张桌子没吃呢 现在 立刻将这张桌子吃掉 否则的话 我保证你的肚子上会开一个大洞 林雨按着徐丹师的头 冷声道 你应该知道 我没有开玩笑 不 不要 李老 李老你救救我 这是静心阁啊 徐丹师艰难地咽下一口破目 上前两步恭敬地抱拳道 笑 这位大人 李老咬了咬牙 此处毕竟是静心阁 闹出人命来的话 恐怕静心阁就要停业整顿了 请您看在静心阁的份上 饶了他吧 林雨看向李老 神色稍缓 不管怎么说 这个老者刚刚也没有得罪他 而且还在帮他说话 我没说不饶了他 我只是要让他兑现承诺而已 今天他不将这个桌子吃了 走不出这个门 大人 李老面露难色 见状 李老叹息一声 用怜悯的目光看了一眼徐丹师 这一切都是徐丹师引起的 也算是他咎由自取 目中无人 这位神秘的黑袍人 显然不是普通人 光是一身炼药术的本事 就不知道比徐丹师高明了多少倍 这样的炼药师 即便在紫棘城中 也无人敢惹 他一个小小的鉴定师 又如何敢去捋虎须 而徐丹师见李老闭口不言 整个人立即就绝望了 最后问你一次 吃还是不吃 第100章 静心阁中桃花仙 林雨淡漠的目光 让徐丹师狠狠地打了一个寒颤 我 我吃 徐丹师颤抖着说道 刚说完 两只绿豆一般的眼睛 就流出了眼泪 太羞耻了 太耻辱了 堂堂八品炼药师 竟然被逼得不得不去吃桌子 这要是传出去的话 他还再不再仔细成混了 可是不吃不行啊 不吃的话 看着煞心的模样 还真有可能在他肚子上开个大洞 于是 徐丹师颤颤巍巍从地上爬起来 趴在桌子上就开始啃 这桌子虽然很坚硬 但是以他倒抬近的修为来啃的话 也不算很难 十分钟后 徐丹师终于硬生生啃完了桌子 此时他满嘴目屑 满脸鲜血 很是凄惨 吃完后 徐丹师目光看向凌宇 似乎是在询问 是否可以走了 凌宇摆了摆手 滚吧 是 徐丹师捂着肚子 亮亮呛呛地跑了出去 下一刻 外面就传来惊呼 卧槽 这好像是徐丹师啊 他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估计是 惹到什么大人物 然后被教训了呗 哼 活该 你们还不知道吧 整个人贪财好色 之前还要挟一个 二八年华的少女陪他睡觉 否则的话 就不救治人家父亲 哇靠 真特么恶心 教训他的人 手段也太温柔了 就是就是 众人的惊呼声 落到徐丹师的耳中 简直迹象时 一根根烧红的铁针 不断地扎在他身上 令他差点吐出 几口老血 该死的 你们这些人 给我记住了 还有那个黑袍小子 别以为这件事就这么完了 心中狂吼了几句 徐丹师无比耻辱地 离开了静心阁 同一时间 在之前的健保房中 李老 刚刚还要 多谢你仗义之言 林雨淡笑着说道 所以我决定将这枚 圣魔丹和通灵丹 都卖给你们静心阁 真的吗 李老忍不住 吞下一口唾沫 圣魔丹可是 酒品丹药之中的巅峰之作 你要是拿去拍卖的话 价值不可估量啊 哈哈 我这个人懒 就卖给你们吧 省得我跑一趟拍卖行了 如果去拍卖行的话 还要办理手续 扣税什么的 太麻烦了 既然大人 对我们静心阁如此厚爱 再推却的话 有些做走了 不过事关重大 老朽做不了主 请大人捎带片刻 我去请我们阁主来 有劳 林雨点头致谢 老者恭敬告辞之后 房间中只留下了林雨三人 公子 我看那个徐丹师 离开之时的眼神 恐怕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 始终不发一言的莫婆婆 这时出声提醒 林雨冷冷一笑 若是她拾去一点咽下这口气 那么她还能保住性命 但还是冥完不灵的话 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说完 林雨看向云子月笑道 怎么样 好看吗 云子月激动地点头 好看 我还从来没来见过人吃桌子呢 林雨轻笑一声 能够搏家人一笑 那个徐丹师 也算是有了一点作用吧 正想着的时候 从门外走进两人 其中一人是之前离开的李楼 另外一人 则是一位长相妩媚妖娆的女子 这女子穿着大红色的开叉旗袍 发际高攀 头发中插着三根金色的簪子 长着一双明亮的美眸 飞红的嘴唇 吹弹可破的肌肤 胸前是一对饱满的苏蜂 虽然隔着衣服 依旧可以看到傲人的轮廓 看上去二十七 八的样子 身上无处不透着一股诱人的风情 云子月一看到她 水润的眸子 就浮现了一些警惕之色 不自觉地拉住了林雨的衣袖 女人从林雨身边走过 向着林雨看了一眼 只见林雨镇定自若地坐在那里 古井无波 甚至眼神都没有在她身上多停留什么 与此同时 林雨也向这位气泡女子看了一眼 打量着对方 心中生出惊艳 这个女人虽然不及云子月漂亮 但是整个人却如同一颗熟透的水蜜桃一样 有一种无尽的诱惑力 特别是那一双勾魂的眼睛 恐怕十个男人 有九个半都没办法抵抗她春水一般的眸子 女人向着林雨走过去 每一步 胸前一对惊人的饱满风鸾就会抖动一下 弧度可谓是惊人 此女向着林雨微微失礼 笑意盈盈地说道 小女子牧春桃见过大人 林雨闻到一股淡淡的迷人幽香 那是牧春桃的体香 格外让人迷醉 真是一个诱人的妖精 在下林雨 林雨深吸一口气 强迫自己不去看牧春桃胸前的惊人弧度 笑道 牧姑娘就是静心阁的阁主吗 正是 牧春桃巧笑奄然地点点头 美目之中流转着惊奇之色 这戴着面具的人看其身姿和声音 顶多不过是二十左右的年轻人 这般年紧能够在他面前保持镇定 还真不多见 难怪是能够当场炼制出九品丹药的人 这份定力就不同寻常 牧春桃点了点头 对这位戴着面具的年轻人顿时有了兴趣 大人能够如此照服静心格的生意 奴家还要好好感谢一番大人呢 好说 这两枚丹药 就是我要卖给桂格的 林雨说着 将面前的两个小盒子推到了牧春桃的面前 好的 林雨大人 牧春桃顺着林雨的手指看去 顿时惊讶地捂住了小嘴 真的是圣魔丹 大人 这圣魔丹不是您炼制的吗 牧春桃震惊了 他虽然是静心格的阁主 但是也从未见过圣魔丹 圣魔丹能够直接将服用者的实力境界 拔高三个小境界 而且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更加恐怖的是 这没丹药 对化灵境一下的修炼者都起作用 也就是说到台境的人吃了 就能够马上提高三层的实力 这最起码 能够节省十年以上的苦修啊 林雨摇摇头 这圣魔丹 是我偶然之间得到的 而我现在又用不上 所以才选择来此出售 这时 云紫月拉了拉林雨的衣袖 林雨回过头一看 就算是隔着斗篷 林雨也能够感受到 一道委屈巴巴的目光 正盯着自己 林雨苦笑一声 玄机对牧春桃说道 牧姑娘 时候不早了 你给两枚丹药估个价 牧春桃秋水般的毛子 看着紧紧贴着林雨的云紫月 即便隔着斗篷 也能看出云紫月曼妙的曲线 见状 牧春桃眼嘴轻笑道 好的 林公子请稍等 说完 牧春桃看了一眼身后的老者 李老立刻会议 上前开始评估 趁着这个时间 牧春桃看向紧贴着林雨的云紫月笑道 这位莫不是林公子的伴侣 文言 林雨还未曾说什么 林紫月慌慌张张地站了起来 随即挺了挺没有丝毫逊色的胸脯 不是 我是公子的女仆 既如此 我对林公子很有好感 不知林公子有没有兴趣 跟奴家深入交流一下 不行 云紫月当即拦在了林雨面前 用一种奶凶奶凶的目光 狠狠地盯着牧春桃 第101章 绝世妖娆 看到云紫月如同护士的小猫一般 林雨不由地倾笑摇头 却没有说话 牧春桃笑得花枝乱颤 胸前饱满的风鸾 剧烈地颤抖起来 别说林雨了 就连云紫月也是看得满脸羞红 这女人真的是一颦一笑 都能够勾起男人最原始的欲望 好了好了 奴家不逗你了 小妹妹 姐姐不会抢你的心上人的 闻言 云紫月哼了一声 重新回到了座位上 幸好有斗篷的遮掩 没人看到 她此刻连耳根都红得低血 林雨饶有兴趣地看了一眼牧春桃 陈寅少许后开口问道 牧姑娘 在下还有一事 牧春桃玉手穿着下巴 美目流转盯着林雨看 看得林雨都有些顶不住了 这才笑呵呵地道 林公子请说 奴家一定答应你 请问牧姑娘 这里有龙林泰玄草 彼岸花或者蜜罗血堤吗 牧春桃促着柳眉思考了一下 随后摇了摇头 龙林泰玄草奴家听都没有听过 此处自然不曾有 得到了意料之中的答案 林雨也不失望 点点头不再言语 这时 牧春桃再次出生 不过 林公子真的想要的话 倒是可以去紫棘拍卖场碰碰运气 如果紫棘城有这种药材的话 那么就一定是在紫棘拍卖场中 林雨一听 看向云紫月 后者点了点头 紫棘拍卖场 是我们紫棘城中最大的拍卖场 听说背后站着上缘八族之一的李嘉 不管是实力还是资源 都是首屈一指 能够在紫棘城中找到的 就能够在紫棘拍卖场找到 如果紫棘拍卖场也找不到的话 紫棘城应该是没有你说的 龙林泰玄草了 木春桃自顾自地说道 说完还对林雨眨了眨眼睛 林雨顿时感觉一股邪火从小复出生气 完全不受控制 不禁暗骂 这木春桃真的是个小妖精 好在这时 李老已经评估出来价格了 他走上前低声说道 大人 由于您的这颗圣摩丹丹方已经失传 上一次出现的时候 圣摩丹拍卖卖出了一百万上品零食 所以 李老的话还没说完 木春桃接过话茬 所以奴家给林公子溢价百分之十 一共一百一十万上品零食 林公子意下如何 林雨点点头 当然没有意见 这圣摩丹是他的分身寻宝的时候 在一个遗迹之中寻到的 对他而言没有任何的用处 能够换到一百一十万上品零食 已经是意外之喜了 看到林雨点头 木春桃笑盈盈拍了拍手 立即有侍女从外面送进来一个储物戒指 大人 这里面便是一百一十万上品零食 希望大人下次多多照付奴家 林雨接过储物戒指 看也不看的收入系统空间中 空间灵气 看着储物戒指 在林雨手中 白光一闪就消失不见 木春桃美目哑然之色 一闪而过 眼中的感兴趣之色更浓了 多谢 既如此 那么在下便告辞了 林雨感受到云子月幽怨的目光 起身准备告辞 说完 就被云子月拉着衣袖脱了出去 一直站在一旁 当隐形人的墨婆婆 见状连忙跟了上去 林公子下次再来啊 木春桃看着林雨离开的背影 美目之中一彩连连 神秘而有强大的炼药师 可惜不知道长得好不好看 不过 以他身边那个小醋坛子 如此紧张的反应来看 应该长得很好看 木春桃伸出粉色的舌头 轻轻舔了舔阴唇 一时间魅惑之意 几乎要突破天际 可惜无人能够有此眼福 李老 下次林公子再来的时候 第一时间通知我 木春桃诗诗然站起身 对着李老丢下一句冷冰冰的话语 离开了健保室 闻言 李老恭敬的低头 别人不知道木春桃的本事 他可是知道的一清二楚 别看木春桃 这副娇弱柔媚的样子 他可是 真正的吃人不吐骨头 能够在紫吉城 拥有一家名气极大的丹药阁 想也知道 不可能是什么花瓶 等木春桃离开后 李老这才敢抬起头来 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李老难难道 真是见了鬼了 阁主竟然对一个男人如此感兴趣 李老对于木春桃 对待林宇的反应 很是惊奇 木春桃的追求者 在紫吉城 能够绕着城外一圈 其中不乏世家子弟 公子王侯 但是他都不屑一顾 这还是第一次见他 跟一个年轻男子 如此相谈甚欢 甚至还有些意犹未尽的意思 另外一边 林宇带着云子月 离开靖心阁之后 就沉吟不语 内心在思考 龙陵泰玄草的事情 龙陵泰玄草 乃是系统升级 所需要的天才地宝 这一次系统升级 不仅需要庞大的零食数量 还需要很多的天才地宝 和珍稀材料 其他的材料他都有 但是唯独少了龙陵泰玄草 彼岸花 蜜罗血滴这三样东西 如果没有这三样东西的话 他就没办法升级 就无法完成系统交代的任务了 现在他的系统等级还是五级 距离七级 还有很大一段距离 五级升到六级 需要的资源 就如此难以寻找 真不知道后续的升级材料 该如何找到 正当林宇为材料发愁的时候 云子月斗篷下的俏脸 满是纠结之色 不时地偷看一眼 林宇也马上慌慌张张地 移开了目光 翘脸滚烫 一旁的墨婆婆 看着自家小姐这样子 不由地摇了摇头 但也没有说什么 此时 云子月的内心极度纠结 公子刚刚有没有看出来 我的心意 那个牧春桃看 公子的眼神 就好像要把公子生吞活泼了一样 真是讨厌 不过 他竟然说自己是公子的伴侣 还挺有眼光的嘛 公子刚刚听见牧春桃 说心上人为什么没有说话 难道公子不喜欢我 不不不 公子对我这么好 一定是喜欢我的 嗯嗯 一定是这样的 就在云子月 陷入内心的纠结之时 林宇停了下来 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的云子月 直接就给林宇的后背 来了一个馒头按摩 顿时让林宇全身一颤 这个弧度 这个触感 这个家伙发育得也太好了 偏偏还长着一张 十三四岁清纯的美丽容颜 简直是标准的童颜 那傻了 被林宇正面光明地 吃着豆腐的云子月 没有丝毫的自觉 抬起头好奇地问道 公子 你怎么了 我想吃馒头 不是 我的意思是 我们先去找个地方住下来 然后去仔细拍卖场看看 林宇的目光 不着痕迹地瞥了一眼云子月的风鸾 即便用斗篷遮掩 也掩盖不了那个高耸 特别是在走动的时候 层软叠杖 波涛如炬 即便是笔至刚刚那个身材犯规的木春桃 云子月也丝毫不逊色 嗯嗯 都听公子的 云子月十分乖巧地点头 低声说道 要是让林宇选的话 她一定不选那个木春桃 一看就不是乖巧的小媳妇 哪像云子月啊 乖巧听话不说 还单纯可爱 正所谓身轻体柔意推倒说的 就是云子月这种极品了 云子月带着林宇来到了紫集城内 性价比最高的一家旅店 紫气东来 紫气东来 一共五层 一层是吃饭的地方 上面四层则是住宿 装修典雅 别具一格 林宇看了很是满意 而且 价格也不贵 订好两个房间之后 林宇带着云子月 两人来到一楼吃饭 此时正是晌午 紫气东来的生意火爆 但是好在面积够大 倒也不显得拥挤 他们三人找了一处 清静的位置坐下 然后林宇点了几份 紫气东来的招牌菜 就遣退了小二 三人刚坐下 一对身穿统一制服的大汉 就冲进了紫气东来 看到这些大汉身上制服的瞬间 云子月娇躯 不由地颤抖了一下 就在这时 林宇握住了她的手 一股柔软滑嫩的感觉 瞬间从掌心传来 别怕 我在 云子月点点头 我不怕 有公子在 我就不怕 文言 林宇笑了笑 目光看向冲进来的人 这些人背后 都嗅着一朵金色的祥云 联想到云子月的反应 林宇自然能够猜到 这些人是什么人 第102章 丹王相邀 进来的一对云家的人 拿着一个令牌 还是预检什么的 给紫气东来的掌柜看了一眼 那掌柜就乖乖地缩着头 不敢说话了 随后 那一对分成两批 第二批人上了楼 第二批人则是不断地 在用审视的目光 看向在一楼吃饭的人 突然一个队长模样的人 看向了林宇这边 目光一宁 随后带着人走了过来 这人走到林宇三人面前 毫不客气地说道 请你们摘下面具配合一下 林宇妈撒着茶杯 不嫌不淡地说了一句 为何 因为我们云家正在搜捕叛逃者 你们在此吃饭 却要戴着面具 行事可疑 我有充足的理由 怀疑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这名队长模样的人 冷笑着说道 说完 他身后的七八个云家 舞者将林宇三人围了起来 大有一言不合 就直接开打的意思 林宇不动声色地 直接丢出一块令牌 上面刻着一个云字 我们再执行任务 赶紧给我滚 那队长模样的人 一看桌子上的令牌 顿时一惊 脸上的嚣张跋扈 瞬间变成了小心翼翼 弯着腰不停地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 小的狗眼不识泰山 这就滚这就滚 转身毫不犹豫地 带着一群人 林宇笑了笑 这云山的令牌 还挺好用的 想来也是 画林静的强者 即便是在云家 也算是中流砥柱了 这些小喽喽 看见云山的令牌 当然是不敢纠缠了 不过几人 却是不敢在一楼吃饭了 索性就让店小二 将饭菜送到了房间中 三人吃完之后 就离开了下榻的旅店 王子吉拍卖场走去 刚走没多久 林宇神色一动 他感觉到了好几道目光 正停留在了自己的身上 同一时间 一座金碧辉煌的酒楼上 一行人死死地盯住了林宇几人 这群人之中 有一个熟面孔 正是之前被林宇 逼着吃掉桌子的徐丹师 此时 他正和其他几个炼药师 簇拥着一名满脸皱纹 双目狭长的白发老者 这老者须发皆白 但人却很有精神 丝毫没有给人一种 垂垂老矣的感觉 反而是精神异议 若是稍微有些见识的人 看到这位老者 一定会恭恭敬敬地 称呼一声 古丹王 炼药师食品之上就是丹王 这位老者 便是子吉城唯一的一名丹王 古和 徐飞 你说的这人 当真身怀绝世要点 古和的声音 听上去很飘渺 但是却让人精神一震 徐飞点头如捣蒜 眼神中闪烁着怨毒之色 古丹王 我确定 我在靖心阁 亲眼目睹了 他炼丹的全过程 他炼丹的速度 完全不合乎常理 一如酒品通灵丹 竟只需要几分钟 这说出去 谁相信 除了传说中的绝世要点 我想不出其他的原因 解释这个现象 徐飞死死地 盯着下方的灵与三人 眼神之中满是阴毒之色 在下派人打听到 他住在这里 古丹王一看便知 其实 这些话 已经是徐飞第三次 跟古和说了 第一次说的时候 古和毫不在意地笑了笑 只当是一个笑话 第二次说的话 徐飞以性命担保 这才引起了古和的注意 不过 古和心底还是不相信的 毕竟几分钟 炼制出来一如酒品丹药 怎么说都太天方夜谈了 就连他炼制酒品丹药 也不可能做到几分钟 就炼制出来 然而 这第三次听 还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不过他 既然已经来到了这里 就说明 他对徐飞说的话有了兴趣 毕竟借徐飞八千的胆子 他都不敢欺骗自己 而且他也派人去 静心阁查验过了 此事属实 最近上三院来了大人物 修士联盟 正在整肃紫集城的 风气风气 大庭广众的 没办法动手 古和陈英道 必须要在一个偏僻无人的角落 才好 在此之前 你就不要出现了 懂我的意思吗 懂懂懂 徐飞忙不迭地点头 在那个杂碎上钩之前 我打死都不会出来的 知道就行 我们走吧 古和挥挥手 带着其他人去找林语了 看着古和离去的背影 徐飞神色阴沉 小杂碎 有古丹王出手 看你这一次 还怎么嚣张 另外一边 街道上 林语目不斜视 走到大街上 身旁是云紫月 身后则是墨婆婆 云紫月低着头一言不发 想必是想到了 什么伤心的事情 从刚刚那伙云家的人 出现后就一直这个样子 林语知道 她应该是独私人 看着熟悉的紫棘城 想起了那些 为了保护她 生死的人了 想到这里 林语伸出手 摸了摸云紫月的头 别这么没精神 我看你这垂头丧气的样子 我出来逛的兴致 都没有了 你长得这么好看 要多笑笑才行 云紫月抬头 用脑袋 在林语温暖的手心中蹭了蹭 我没事 公子 我只是有点想我母亲了 不过 母亲如果知道 现在有公子保护我的话 一定会很开心的 林语笑了笑 刚想说话 身后就传来了一道声音 三位 请留步 听到声音 林语心中冷笑 表面上却是转过身 客气地问道 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之前她就感觉 有人在注视她 而且目光中 没有任何的善意 但却不知道 这目光来自于何方 因为当时那个地方人太多了 所以她也没有理会 想不到 对方竟然主动送上门了 随后 她和云紫月 墨婆婆慢慢地转身 看清了对方的相望 林语自然是不认识骨河的 不过在紫急城土生土长的云紫月 和墨婆婆 对于骨河的大名 可是如雷贯耳 骨河丹王 墨婆婆下意识地惊呼出声 这惊呼声一出 周围的路人纷纷注视过来 旋即便是一阵哗然 真的是骨河丹王 我们紫急城唯一的一名丹王 竟然让我看见了 今天是走了什么运 上一次易寿寿潮的时候 我还服用过骨河丹王 亲手炼制的丹药呢 我也是 那个戴着面具的是什么人啊 那够被骨河丹王主动开口叫住 在紫急城可不多见 路人们交头接耳 一轮纷纷 看向骨河的目光 也充满了敬仰 而骨河听见 墨婆婆下意识地惊呼出声 顿时呵呵一笑 都是些许的浮名 和足挂齿 而骨河身后的那些炼药师 则是一脸惊诧 他们一致认为 铃语三人肯定还是外地来的 否则的话 以徐飞所说的炼药手法 不可能在紫急城默默无名 骨河丹王 铃语耸耸肩 笑着说道 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是这样的 老朽是旁人口中听说 紫急城来了一个炼药术 非常高明的高阶炼药师 老朽这一生别的爱好没有 就是喜欢跟一些同道 交流一下炼药的心得 不知小友可否赏脸 骨河温和地笑着 看上去就如同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辈 就在这里说 不行吗 铃语试探性地问道 此处人多眼杂 不清静 还是找个清静的地方不较好 骨河微微一笑 此话一出 铃语已经完全确认了自己的猜想 想必找个骨河说的旁人 就是那个徐丹师吧 既然是从徐丹师那里听到的 就一定是徐丹师主动上报 为了找他报仇 可能跟这个骨丹王说了 自己身上有什么什么秘密 毕竟自己 可是当着他的面 几分钟内炼制出了九品丹药 铃语也知道此事太过招摇 但当时要不好好地打一下徐丹师的脸 念头就不通达了 修炼讲究的就是念头通达 所以 骨丹王可能是基于自己身上的秘密 也有可能是真心实意的 想跟自己交流心得 才找到自己 不过铃语更倾向于第一种 想到这里 铃语满脸人畜无害地笑道 既然丹王前辈盛情相邀 晚辈不去的话 未免太不给面子了 第103章 图穷笔现 文言骨河哈哈一笑 往后一招手 顿时两辆豪华无比的灵力飞车 靠了过来 来 小友 我们去丹王阁好好聊聊 话音刚落 从灵力飞车上 下来两名神门镜的仆人 为他们打开车门 恭敬站立 这排场 看得周围一些路人一愣愣的 那就叨扰了 铃语笑了笑 然后拉着翘脸上 满是担心之色的云子月 走向第二辆灵力飞车 墨婆婆赶紧跟上 大人里面请 神门镜仆人态度谦卑地弯腰行礼 旋即 林宇三人便在无数羡慕的目光中上了车 同时 骨河和他的一些心腹手下 也上了低辆灵力飞车 上了车之后 骨河等人忍不住露出一丝冷笑 上钩了 果然是心高气傲之辈 乳秀未干的小子罢了 到了我们的地盘 就是砧板上的鱼肉 任由我们宰哥了 最重要的 就是要得到他手上的炼药术 这个必须得到 酒品丹药几分钟之内就炼制成功 怎么说都太离谱了 除了得到他身上的秘密 我们还可以将其关起来 让他成为我们的炼药机器 源源不断地为我们创造收益 想法不错 只要将其掌控在手中就行 骨河的一些心腹 七嘴八舌谈论起来 只有骨河坐在后座一言不发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与此同时 目睹了整个过程的徐飞 亲眼看到林宇等人上了灵力飞车 顿时激动地 差点没有跳起来 哈哈哈哈 没想到这么轻易就上当了 真是一群傻逼 小杂碎 等你落到我手里 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什么才叫残忍 徐飞激动地浑身颤抖 迫不及待地往丹王阁赶去 一个小时之后 两辆林立飞车 进入了一座巨大的独立庄园 这座庄园 起码占地几十亩 光是地皮 在这个寸土寸金的紫集城 都不知道价值几何 其中的庄室 更是奢华大气 不失档次 一看就知道是大手笔 车门打开 一行人陆续下车 小友 此处就是丹王阁 乃是老朽的住处 骨盒指着前方的庄园 微笑道 怎么样 可还入得了小友的眼 林语同样笑道 那自然是极好的 他的确是很开心 开心极了 光是从这庄园就能够看出来 骨盒的身家 已经达到了一种 骇人听闻的地步 如果能够确定 此人对他的确抱有歹心的话 那么他就会毫不犹豫地 全部抢过来 来来来 里面请 外面好看 里面更好 骨盒面带微笑 在前方带路 请 林语嘴角一勾 拉着云子月的小手跟了上去 刚刚在灵气飞车里面 林语已经安抚过他了 所以现在 他也没有什么担心害怕的表现 墨婆婆连忙跟上 众人进入一个豪华的大厅 各自落座 这环境真的很清幽啊 林语笑道 现在丹王前辈可以说说 找在下是什么事情了吧 文言 骨盒哈哈一笑 小友快人快语 老朽也不绕圈子了 只是还未曾知晓小友的名讳呢 我姓林 原来是林小友 骨盒点点头 我从手下一位炼药师口中得知 你有一手非常神奇的炼药控火之术 老朽非常的感兴趣 所以希望用我的毕生心血 跟你交换 我这一辈子 在丹道之上 虽没有取得太大成就 但是一点心得还是有的 你若是得到我的心得 迈入丹王之境 没有丝毫的问题 而我得到了你的炼药手法 也能够更上一层楼 这双赢的局面 不知小友意下如何 说完话 骨盒眼光灼灼地看着林语 先礼后兵 巧取豪夺 凡事都要讲究一个顺序 若是能够在不思破脸皮的情况下 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那自然再好不过了 在他看来 丹王境界 对于炼药师的诱惑力 不可谓不大 毕竟那可是走到哪里 都是做上宾的存在 到了这个境界 几乎就站在人类的巅峰 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一个年轻人 在如此诱惑之下 有几个能够保证不动心的 比如他身边的几个心腹 此时 眼睛都快瞪出来了 恨不得去替林语回答 不过 林语拥有系统 不管是修炼 还是炼丹 亦或者是修炼功法 都不需要他费心 只需要耗费资源而已 区区丹王境界的心得 对他来说 简直就跟侧纸一样 再说了 这个老头明显就是心怀鬼胎 刚刚林语来到这里的时候 就发现 周围没有任何路人的存在 而且在这个庄园中 埋伏了很多的强者 你说是 保护庄园安全的 我相信 但是在他来到之后 将大门封死 并且团团围住庄园 是怎么回事 所以 在确认了这个老头 道貌黯然之后 林语连表面功夫 都懒得去做了 所以 林语只是淡淡地摇了摇头 抱歉 丹王前辈 在下对你的恋丹心得 不感兴趣 什么 此言一出 骨河温和的笑容 就像是用胶水凝固在脸上一样 那些心腹的反应更大 年轻人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你拒绝的可是骨河丹王啊 你竟然看不上 一名丹王的心得 丹王大人看得上你的炼丹手法 是你的荣幸 还用丹王心得 跟你交换 已经非常看得起你了 你在那里摆什么架子 不识抬举的东西 骨河的心腹听见这话 顿时一个个火冒三丈 对着林语高声利和 丹王心得呀 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 但是在林语口中 却是如此的不屑一顾 让他们觉得自己 受到了侮辱 我最讨厌别人用手指着我 你们最好把手放下来 林语皱着眉头 冷声道 否则的话 我会把你们的手指都砍下来 好大的口气 你的口气 怎么比你的脚气还大 来来来 我就站在这里 你今天要不砍掉 我的手指 你可不跟我姓 几个心腹愤怒的面红耳赤 暴跳如雷 就在这时 都给我闭嘴 骨河的声音 蕴含着灵力 如同天雷滚滚在房间之中响起 那几个心腹 马上就善善地闭上了嘴巴 不敢再说半个字 整个大厅瞬间变得安静下来 气氛也渐渐凝固 似乎温度都骤僵了几十度的样子 林小友 老朽可是真心实意地 想要给你一次机缘 骨河冷冷地看向凌宇 可你却是想也不想地就拒绝了 你这是 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凌宇笑了 笑得很张狂 你笑什么 骨河皱起眉头 我笑你愚昧无知 被人耍了还不自知 我更笑你不自量力 区区心得 就想换我的炼药术 还笑你道貌黯然 伪君子一个 闻言 骨河的脸色彻底绷不住了 猛地拍桌而起 整张桌子顿时化作碎片 似散飞舞 放肆 林小子 你是不是有些太狂妄了 骨河一双狭长的眼睛中 迸发出凛列的杀气 第104章 身份暴露 骨河这一生 依靠丹王之名走向巅峰 在紫棋城内 翻手为云 覆手为语 可是凌宇竟然将他的丹王心得 说得跟史一样不值一提 身为高高在上的丹王 他何曾受过这样的欺辱 若不是他想要保全凌宇最后的颜面 不愿意撕破脸皮 此刻的凌宇 已经被他用最残忍的手段折磨了 狂妄 我看得起 你才叫你一生前辈 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老狗 凌宇站在骨河的灵力目光 和气势之中 从容不迫 泰然自若 甚至还露出了一丝冷笑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换还是不换 骨河身体前倾 气势逼人 大有凌宇不答应 就会冲上前来的感觉 哎哟 这么快就露出真面目了吗 老狗 你这个忍耐力不太行啊 换也可以 你把你所有的财产都交给我的话 我勉勉强强可以同意 换个十分之一给你 但我想你肯定不会答应 既然如此 就不要多废口舌了 你心里是怎么想到我心知肚明 就不用再摆弄你拙裂的眼计了 此言一出 骨河等人纷纷一惊 他们没想到 凌宇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的想法了 既然如此 他为什么要洋入虎口呢 骨河冷笑道 若是你答应了 今天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你还能够得到一本丹王心得 但你既然如此不识趣 那老朽也懒得跟你客气了 说着 骨河拍了拍手 顿时从外面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随后一队人从外面冲了进来 凶神恶煞地盯着林宇三人 吓得云子月连忙往林宇身后躲了躲 这个时候 徐飞也从人群之中挤了出来 这个画面 有一种一堆面皮之中 挤出一团馅肉的急事感 想不到吧 我们又见面了 狗砸碎 你现在立刻给我下跪道歉 徐飞面色扭曲 目光猙獰 否则的话 我一定会让你 尝遍世间的一切酷刑 然后再将你炼制成丹药 面对如此大的阵仗 林宇不仅不怕 还有点想笑 骨河冷冷一笑 高高在上地看着林宇 人丹是我此生最高的成就 以身为炉 以血肉筋骨为影 以脏气为药材 将你活生生地炼制成丹药 然后提升其他人的 修炼资质和修为 在炼制的过程中 你将承受五与伦比的痛苦 十八层修罗地狱加起来的痛苦 也不过如此 林宇有 你再不将东西交出来的话 就别怪老朽 将你炼制成人丹了 说到这里 徐飞和骨河的心腹手下 以及近来的修炼者 全部都打了一个寒战 炼人丹 真的是太残忍了 凡是见过炼制场景的 都几天吃不下饭 哈哈 想不到在紫集城 受到如此多尊敬的丹王 被地里却是如此的惨无人道 心狠手辣 林宇脸上的冷笑 缓缓收敛 化作讥讽 不过也好 知道 你是这样一个人了 杀你就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了 什么 这个小杂碎 都已经沦落到这种地步了 竟然还想着杀古河大人 他是疯了吧 估计是知道自己凄惨的命运 所以被吓傻了吧 古河手下的人 一阵愣神之后 纷纷嘲笑道 在他们看来 林宇一定是被吓得胡言乱语了 才会说这种话 虽然你们身上的气息被隔绝了 但是除非 你们之中有化灵境强者 否则的话 今天插翅都难飞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交出属于我的炼药术 成为我的狗 我就饶你一面 说到这里 古河冷笑一声 身上轰然扩散出 一股庞大的气息 那些冲进来的倒台镜 也纷纷释放出气势 劈头盖脸地 对着林宇三人压了下去 然而 下一刻 令他们震惊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林宇在这么多 强者的气势压迫下 竟然纹丝不动 甚至他身边的云子月和墨婆婆 都没有一点反应 怎么回事 他竟然对我们释放出来的气势 毫无反应 怎么可能 我们这里这么多到台镜的强者 众人脸上 浮现出浓烈的惊骇之色 古河的脸色阴晴不定之后 玄机再次化为冷笑 对方三人 为首的是一个矛头小子 再怎么样 一个矛头小子 总不可能是化灵境的强者吧 紧贴着林宇的一看 就是一个女人 看其姿态 也绝不可能是一位化灵境强者 最后一名看不出男女 但是身形勾楼 年纪应该很大 但即便如此 也绝无可能是化灵境 化灵境强者当仆从 除了四大古族之外 无人能够有如此手笔 他就不相信 随便抓一个人 就是四大古族的少主小姐不成 装模作样 古河冷笑连连 大手一挥 都给我上 抓住他们 我就不信从他嘴里 敲不出炼药树 抓住他们 那个娘们身材极好 留给我 徐飞面色猙獰 第一个冲了上去 他对林宇的恨意 简直要滔天 哼 墨婆婆一声冷哼 身上漠然爆发出 道台境巅峰的气息 刹那间 所有人神色大变 动作一致 徐飞更是面露惊恐 连忙缩回到了人群之中 古河眼中 也是闪过一丝诧异 随后再次消失无影 道台境巅峰又如何 今天你们之中 没有化灵境强者的话 绝无可能逃走 道台境五层以下的人 退出去 将庄园围住 剩下的人跟我包围他们 一瞬间 大厅之中杀气凛然 气氛降至冰点 谁说我要逃了 今天你们有一个算一个 都别想逃 紫月 给我倒杯茶 林宇大大咧咧地 靠在沙发的靠背上 淡淡地说道 好 公子 云紫月乖巧地点头 拿起茶几上的茶壶 开始倒茶 这两句普通的对话 落在古河耳中 顿时让他们呆立当场 云紫月 莫婆婆 那你就是林宇了 林宇挑了挑眉 你竟然知道我们 古河眼中闪烁着仇恨之色 所以好乃是我结败兄弟 你救下云紫月的事情 我怎会不知 没想到啊 你们竟然主动出现在紫集城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林宇端着茶杯抿了一口 然后点点头 茶倒是好茶 但人却不是好人 跟云家的人同流合污 还真是对得起你的人格呀 而且 你既然知道这么多 就应该知道崔浩和云山 都是我杀的 你们能是我的对手吗 古河冷冷一笑 如果你认为 我只有表面上的实力的话 那我只能说 你对丹王一点都不了解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 被称为丹王的我 究竟能够爆发出 多么强大的实力 说着 他拿出一颗丹药吞下 下一刻 骨河身上猛地爆发出一股 堪比华灵镜强者的庞大气势 随后 在场的人 又有几人拿出了 同样的丹药吞了下去 又是几股道 台阵巅峰的气势爆发 哈哈 林宇小儿 害怕了吧 骨河仰天狂笑 现在呢 你觉得你能够 打败一个华灵镜的 我还这么多道 台阵巅峰的围攻吗 赶紧跪地求饶 交出炼药术 当我的狗 我就让你活下去 林宇听完 忍不住鼓起了掌 提升实力 太低级了 林宇不慌不忙地喝了一口茶 淡淡地说道 服用丹药带来的后遗症 应该很严重吧 副作用确实严重 但是如果能够得到 你的炼药术的话 再大的代价都值得 骨河的眼中露出贪婪之色 邪恶的本性暴露无遗 我不想跟你废话了 立刻交出炼药术 我给你一个痛款 林宇冷冷的一笑 我也不想跟你废话了 在我喝完这杯茶之前 交出你的所有财富 我可以给你一个痛款 骨河已经完全失去了 所有耐心 面色彻底冷了下去 就要动手 但就在这时 外面忽然传来 一阵阵惊恐的呼喊 第105章 图云家 啊 什么人 竟然闯进丹王阁 你你不要过来啊 惊恐的呼喊声和求饶声 连绵不绝 凄厉的惨叫声 不绝于耳 骨河和剩下的人 脸色猛得大变 目光一凝 皱着眉头往外面看去 只见大门之外 八个黑袍白面人 如同死神一般 疯狂屠杀丹王阁制中的强者 无论是什么境界的人 全部都像是割麦子一般 被八个黑袍人收割生命 根本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 顷刻间 外面的惨叫声和求饶声 就变得稀稀拉拉起来 救命啊 救我呀 丹王大人 徐飞连滚带爬地 滚进了大厅 满身鲜血 神色布满了惊恐和绝望 忽然一个黑袍声音 如同瞬移一般出现在其身后 吃 剑光如影随形 又似蛟龙出海 惊恐无比的徐飞 立刻感觉自己的手脚一凉 不听使唤了 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手脚怎么动不了了 徐飞的脑海中 生起了无尽的恐惧和疑问 但是下一刻 他肥胖的身躯 就重重地跌倒在地 五只鲜血狂喷 刺目的星红 顿时就染红了整个大厅 啊 好痛 徐飞面孔扭曲成了一团 极致的痛苦 让他歇斯底里地惨叫着 连喉咙都要撕裂 锅躁 杀了他 凌语心念一动 黑袍分身一溅下去 惨叫声戛然而止 同一时间 外面的喧嚣也完全消失 整座丹王阁 此刻除了大厅内的人 外面已经没有一个活人了 从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 另外七个黑袍人 齐齐走进大厅 浑身浴血 散发着让人惊骇的杀气 这些人都是纯粹的杀戮机器 见状 骨盒和其他人顿时吓傻了 因为之前那个黑袍人 斩杀徐飞的时候 就连骨盒都没有看清楚 黑袍人是如何出手的 骨盒 你们 你们是什么人 骨盒色力内忍地说道 竟然在紫棋城肆意屠杀 不怕被修士联盟全程通缉吗 凌语眼眸抬起 冷冽的目光落在了骨盒身上 屠杀你的人 只是一个插曲 我们此行的目的是 屠了整个云家 屠云家 不自量力 你可知云家的实力 究竟有多强悍 凌语冷冷一笑 是吗 随后打了一个响指 声音刚落 哼 八道化灵镜强者气息冲天起 整个庄园都在剧烈颤抖起来 什么 全是化灵镜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呢 骨盒等人面色狂变 惊骇失色 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 他们知道 那些黑袍白面人的实力很强 但是没想到 竟然全部都是化灵镜的强者 而且 这八人好像都是这淋雨的手下 这已经完全颠覆认知了 要知道 化灵镜强者 即便是在云家都是供奉长老以上的级别 用化灵镜充当侍卫 还是八个 这淋雨的背景究竟要多恐怖才能够绊倒 扑通 骨盒身边的一位倒台镜巅峰忽然浑身一阵 猛地跪在地上 淋雨大人 我是被骨盒逼迫的 不是想要与您为敌 他骗我服下毒弹 我不得不听命于他 求求您杀了骨盒 救我一命 骨盒惊怒交加的怒吼 向前望 你这个狗东西 不想活了吗 他没想到向前望竟然直接倒戈了 滚你骂个蛋 大不了 老子跟你一起下地狱 向前望双目赤红 你这个庆竹难熟的老匹夫 为了提升自己的修为 你练制了多少人丹 害死了多少无辜的人 在场的所有人 你的手下都是你预备的人丹材料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之前的老陈 就是被你练成了人丹 若不是被你这个狗日的拿家人危险 老子早就跟你同归于尽了 他的声音撕心裂肺 其中不知道蕴含多少仇恨 你这个狗砸碎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我他妈现在就弄死你 骨盒怒发冲冠 暴跳如雷 旋即伸手一挥 一丝丝蓝色烟雾 融入空气之中 哈哈哈哈 杀了我 你今天也必死无疑 不光是你 云家的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都得死 都得死 向前望仰天长笑 神色扭曲 笑声凄惨 却又带着畅快和解脱 这时 刚刚还暴跳如雷的骨盒 突然平静下来 冷笑着看着灵语说道 看看周围这些蓝色的烟雾吧 你以为我是用来杀向前望的 这时专门针对你的 腐灵蓝烟毒 现在大家都笼罩在这剧毒之中 只要你们稍微动用灵力 就会被这剧毒入侵体内 然后体内的灵力 就会被完全腐蚀 变成废人 为了杀我 而从化灵静变成废人 想必也是不划算的吧 骨盒冷笑着盯着灵语 只要你放我走 我自然会给你解药 我也会离开紫棘城 再也不会出现在这里 怎么样 说到最后 骨盒几乎是一副 有恃无恐的神情 因为只要脑子没问题 就绝对不会想要 从化灵静变成废人的 不可能 你绝对是骗人的 向前望神色扭曲 尝试着动用灵力 下一刻 他的身上突然出现了 大面积的腐烂溃败 看上去极为恐怖 他连忙将灵力收回 腐烂和溃败 这才停止下来 见状 骨盒得意地大笑起来 放弃吧 这是我用尽心血特别研制的 除了我没有破解之法 怎么样 放我离开 否则大家都不好过 凌语淡淡一笑 你还真是老奸巨华啊 不过今天我说了 神仙来了你也得死 说着 心念一动 八个分神同时抬起右手 一团灵力漩涡浮现出来 不知死活 只要中了我的腐灵蓝烟毒 除了我之外 无人能解 骨盒满脸冷笑 仿佛已经看到这些化灵镜的强者 变成废人的样子了 但是下一刻 他脸上冷笑的表情 凝固在了脸上 因为这些黑袍人 竟然没有一丝中毒的迹象 怎么可能 骨盒大吼道 我的腐灵蓝烟毒 从未失效过 你的计划很不错 但是你不知道 世上有一种一火 叫做阴阳双眼 阴阳双眼有一种能力 便是百毒不清 刚刚好呢 我又炼化了这种一火 林语屈指一弹 向前望身上陡然冒出一股黑白两色火焰 顷刻间 向前望身上的腐烂溃败 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向前望一脸震撼 旋即便是无尽的激动和狂喜 他直接向着 林语跪了下来 感谢林语为我解毒 多谢林语救命之恩 刚刚林语不仅帮他将腐灵蓝烟毒解除了 而且还将体内骨盒所下的毒丹也解除了 从现在起 他就彻底摆脱骨盒的控制了 而相对于向前望的欣喜若狂 骨盒则是面色惨白 甘胆俱颤了 这时 林语的目光落在了骨盒身上 第106章 藏宝殿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苍天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啊 为什么 你会有阴阳双眼 为什么 骨盒歇斯底里的嘶吼 不停地撕扯自己的头发 劈头散发的样子 像极了风魔 弗林蓝烟毒是他最后的底牌 是他翻盘的最后希望 但是现在 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 留给他的 只有死亡 绝望和恐惧了 林语冷冽的目光落在骨盒身上 骨盒 我还是那句话 我喝完这杯茶之前 你交出所有的财富 我给你一个痛快 不 骨盒双目充血 神色扭曲 我是丹王 我是紫吉城唯一的丹王 我绝不会 屈服你这个狗杂碎 这时 一旁的向前望忽然笑道 林绍 我知道他的财富都藏在哪里 我被这个老狗控制后 他从来没有对我防备 甚至还带我去他的藏宝地 把我当成炫耀的对象 此言一出 骨盒双目一瞪 气急攻心之下 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整个人也围密起来 哦 那这么说的话 你就没什么用处了吧 林语看着骨盒 眼底满是寒冬腊月的冰霜 旋即他心面一动 两个黑袍分身 顿时消失在原地 啊 骨盒惊恐地大喊一声 整个人汗毛倒立 刚刚运用灵力 下一刻 碰 一个分身一拳打在了他的丹田处 恐怖的力量透背而出 在其身后掀起一声爆响 噗 骨盒一大口鲜血呕出 双目暴突 神色愈发地暗淡 他的丹田被黑袍分身一拳打碎了 还没等他回过神来 两股距离就落在了双腿的膝盖上 咔嚓 令人牙酸的骨碎声音响起 剧痛瞬间席卷骨盒的全身 哎呀 他的两个膝盖 被一个黑袍分身直接踢碎 淋雨砸碎 你不得好死 云家会为我报仇的 你会比我凄惨千倍万倍 骨盒瘫倒在地上 面容扭曲 大声咒骂 嘴还是挺硬的 我倒看看你的嘴有多硬 淋雨的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将他凌迟 刷刷 两个分身同时拔出锋利的长剑 亮闪闪的剑光反射着森寒之气 整个大厅的温度都一下子下降了许多 不 你不能这么做 骨盒见状 心中的恐惧顿时压过了仇恨 他眼中绿色一闪 就要咬蛇自尽 但是却被淋雨卸掉了下额 我之前就说了 交出财富给你一个痛快 我给了你三次机会 你都没有珍惜 现在好好尝尝痛苦是什么滋味吧 吃 剑光划过血肉的声音 骨盒的身上出现了一道道伤口 每一道伤口都在他身上切下了一小块肉 大量的鲜血染红了整个大厅 躺成了一条血泊 啊 快住手 我错了 对不起 林少 林爷爷 林大人 我错了 我不该招惹你 我不该贪婪 求求您 求求您给我一个痛快吧 骨盒现在动也不动 甚至连说话都不清晰 刚刚他说过的话 现在 全部都在他自己身上验证了 他万分痛苦地惨叫求饶 但是鲜雨无动于衷 倒是云子月 有些鱼心不忍 上前拉了拉鲜雨的衣袖 公子 鲜雨淡淡地说道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但是既然你决定跟着我 那么就不能 对自己的敌人心慈手软 对敌人心慈手软 就是对自己残忍 你必须时刻牢记这一点 文言 云子月抿了抿英唇 不再说话 啊 杀了我杀了我啊 鲜雨狗砸碎 你有种你就杀了我 骨盒见鲜雨 对自己的求饶 质弱网闻 立即面色猙獰地咒骂起来 试图激怒鲜雨 让他杀了自己 但是他这样拙劣的激将法鲜雨 根本连听都不会听 半个小时之后 骨盒已经变成了一具完整的骸骨 叮 你获得了幽海苍蓝剑 下品灵石451万 中品灵石78万 上品灵石11万 预衡避空单12枚 卧槽 这个老家伙真的是负的流油啊 身上都带着这么多的东西 美妙的系统提示 让鲜雨不禁开怀大笑 这个身家 简直比他之前 截略所有人加起来都要多 不愧是子鸡城唯一的丹王啊 鲜雨扎把扎把嘴 随后看向向前望 你刚刚说 你知道他的藏宝地势吧 是的 灵绍 向前望神色感激而又恭敬 我这就带灵绍过去 走吧 向前望在前方恭敬的道路 鲜雨三人紧随其后 不多时 一行人出现在这座庄园地底下 一个巨大的墓穴之中 这墓穴面积极为庞大 占据了整个庄园的大半 墓穴的正中心 摆放着一个两层楼高的黑色古朴丹炉 里面传来令人作呕的血腥之气 这就是骨盒用来炼制人丹的丹炉 向前望深吸口气 愤恨道 那些无辜的人 就是这么被活活扔进去炼制 配合其他的材料 炼制成人丹 骨盒有一个非常变态残暴的嗜好 她每一次炼人丹 都优先选择美貌的女子 云子月顿时捏紧了玉手 刚刚她竟然 还想帮这样的恶魔求情 灵雨淡淡地扫了一眼云子月 问道 对了 她那些用于炼制人丹的受害者 都是从哪里来的 向前望咬牙切齿道 一部分是打着收徒的名号骗来的 一部分是威逼利诱胁迫而来 还有一部分是云家送来的 全部都是极品资质的天才 向前望神色悲痛地说道 云家和骨盒狼狈为奸 表面上光鲜亮丽 背地里污秽不堪 他们云家中绝大多数天才 都服用过人丹 增强资质和修为 我估计云家子弟吃掉的人丹 已经最少有三百克以上 每一克都代表着一条鲜活的生命逝去 若不是人丹 只能服用一次 为此而死的天才将会更多 文言 云子月郊区都气得发抖 墨婆婆同样浑身散发着杀气 林语倒是没什么太大的意外 但凡乱世 这些大族多多少少 都有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但是想云家这般丧心病狂的 还真是少见 放心吧 云家在这紫棋城内 嚣张不了多久了 文言 向前望躬身道 若是林绍桥的上 在下愿为林绍孝全马之牢 倒也不必 覆灭云家交给我一个人就可以了 你和你的家族实力太过于弱小 还是趁着这个时候 离开紫棋城 等我处理完了云家再回来 唉 只恨我实力低微 无法帮助林绍 向前望叹了口气 只要你心中有浩然正气 就不用因为实力的问题而担忧 人活一世 只求问心无愧 林语笑了笑 好了 你快带我去找骨盒藏匿的财富吧 是 向前望点点头 片刻后 一行人出现在了一座青铜大门前 第107章 浮出水面 林语打量了一番青铜大门 这座宝库修建有些年岁了 林绍 这座宝库有强大的阵法守护 开启的话需要密池 向前望攻进道 密池就在骨盒的幽海苍蓝界中 有一方白色的盘龙玉玺 将玉玺放入门上阵眼 即刻关闭阵法 林语点点头 按照向前望所说找到了密池 然后打开了青铜大门 刚一打开青铜大门 一道刺目的金光出现在眼前 放眼望去 林诗 天才地宝 武器 丹药 功法 应有尽有 卧槽 这也太恐怖了 林语大手一挥 将所有的东西 全部装进了系统空间 叮 你获得下品灵石 8451万 中品灵石 642万 上品灵石 125万 则则 怪不得人家喜欢抄家呢 抄家的感觉 也太爽了 林语的脸上露出 难以掩饰的激动 他将所有的灵石 全部存进去系统中 然后心念一动 系统 给我把能升级的全部升级 叮 消耗1000万下品灵石 分身功能提升到9级 分身数量加1 叮 消耗1000万下品灵石 自动修炼功能提升到9级 解锁石海 叮 消耗1000万下品灵石 完美寻宝功能提升到8级 卧槽 石海 不是只有画灵镜 才能开辟出来吗 灵语内心一阵激动 随后 脑海之中一阵动荡 黑漆漆的精神石海 本来是一片昏暗 忽然凝聚出了一圈白色光环 白色光环垂下 万千如同丝线一般的光芒 最后融入黑暗的精神石海中 大量信息涌入脑海 灵语 立即有所明悟 石海的三大境界 回神 明园 雾海 分别对应的便是画灵 龟园 神魂三大境界 至于更高的等级 它目前还不知晓 也没有从任何地方得知相关的描述 而此时它的石海等级就是回神 在这个境界 已经可以做到灵石外放 探测方圆500米之内的环境 在这个范围内 灵石传递给脑海的信息 比眼睛要清晰1万倍 任何一丝一毫的动静 都无法逃过灵石的探测 超过这个范围 就如同近视眼一般 越远越模糊 最后就什么也感知不到了 让我看看 到底能不看得多么清楚 灵羽嘴角一勾 将灵石散发出 顿时整个墓穴都映入脑海 异常清晰 泥土中的小虫子爬动的声音和动作 风声 虫鸣声 全部都一清二楚 这种周围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的能力 真是让人安全感爆棚 灵羽深吸口气 可惜 现在石海等级太低 还不能影响现实 无法欲物 更无法隔空 杀人取物 不过 如果我的境界突破到化灵境的时候 应该可以让石海第一次突破 到时候 应该就可以隔空取物 隔空杀人了 想到这里 灵羽面露期待 系统 我还要多久 才能够晋升更高的石海等级 叮 宿主的自动修炼速度 辅佐丹药的话 只需要半个月就能够达到化灵境 普通人至少要花数十年的时间 才能将石海等级 从回神提升至宁元 而我只需要半个月 灵羽的双眼忍不住 绽放出激动之色 这时 云紫月拉了拉铃羽的衣袖 公子 云紫月满脸疑惑地看向铃羽 她不知道 铃羽为什么又开始发呆了 公子 我们接下来要干嘛 铃羽回过神诞笑道 那自然是要离开了 不过在此之前 给云家的人留点惊喜吧 什么惊喜啊 云紫月满是好奇地问道 之前不是说过吗 铃羽嘴角一勾 我要将这个地方 掀个底朝天 让深埋地下的罪恶 渐渐太阳 也让紫月城的人们 看看云家 究竟是个什么货色 说着 铃羽心念一动 八个黑袍分身 顿时出现在地下墓穴的八个方向 然后一道道 见光枪影同时 在八个方向上 同时闪烁而出 目标正是着地下墓穴的头顶 哄 一股恐怖的气浪 从整个单王阁的地下穿透 地面弥漫开来 大地瞬间碎裂 而那覆盖了大半个庄园的地面 竟是像豆腐一般被直接切开 无数块巨大的碎石出现 然后被数不清的剑光 枪影切割成了粉末 风一吹 漫天的粉末 洋洋洒洒地形成了一个 巨大的龙卷 向着远处而去 云紫月抬头看去 尘土飞扬中 刺目的阳光从上方照射进来 彻底驱散了地下墓穴的黑暗 这时 林雨飞身向前 以指为剑 在庞大的丹炉上 刻下了一行行骨盒和云家的罪行 证据便是这丹王阁之下的巨型丹炉 但很快他就发现一个问题 这么大的丹炉竟然都不够书写 真正的庆祝难说啊 林雨又在地上写完最后一句话 云家的罪恶之人 你们一个都跑不掉的 很快审判就会降临 写完之后 林雨点点头 带着几人离开 四人离开后不久 附近的紫吉城居民 就被巨大的动静吸引了过来 我靠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丹王阁被人掀起来了 这是怎么了 难道骨盒丹王遇袭了 不应该 应该是丹王大人炸炉了 神经病 炸炉能有这么大威力 啊 这边有好多尸体啊 这边也有 众人惊呼议论一阵 旋即小心翼翼地跑进了废墟之中 紧接着 他们轻而易举地 发现了地下墓穴中的那个巨型丹炉 也发现了刻在丹炉上的字 不多时 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 就如同核弹一般轰炸了整个紫吉城 丹王骨盒和云家勾结 残害紫吉城天才 丧尽天良 表面上风光无限 被地里用活人炼制人丹 用意提升资质修为 这个消息 直接就在整个紫吉城炸开了 每一个人都在议论这些事情 更有很多的失踪人口家属 站出来发声 比如谁家的天才女儿 去了丹王阁 拜师之后 再也没有出现过 丹王派来的人 只说在丹王阁进修 但是都已经几年 从没有任何消息 传回家里了 还有说什么 谁家的年轻一辈 去了云家城外的某个据点 就此失踪 阴性全无 这种事情多不胜数 云家和丹王骨盒的名声 遗落千丈 臭气熏天 第108章 逆谋复仇 与此同时 紫吉城 绝明山 云家所在之地 一名化灵境修为的人 正跪在云破天脚下 战战兢兢的汇报消息 什么 骨盒生死 丹王阁被人移为平地 怎么可能 骨盒虽然实力不怎样 但是一身诡异的毒丹手法 出神入化 怎么可能死了呢 云破天 眉头狠狠地皱了起来 骨盒与云家的关系 非同一般 云家高层所有的丹药 几乎都是出自丹王之手 他服用的所有丹药 也是骨盒提供的 可以说 没有骨盒 就没有现在的他 但骨盒竟然被人杀了 他还指望着骨盒 突破到神魂境呢 而且不光如此 丹王阁的秘密被暴露出来 云家 在紫吉城的名声 必定是一落千丈 甚至人人喊打 一想到这里 云破天的脸色 阴沉得像是要滴出水来 给我查 动用云家所有的力量 一定要给我查出来 此事是谁干的 是 化灵境强者连滚带爬地离开了 这时 又有一名倒台境巅峰强者 来到了云破天的书房 家主 家主 这人正是之前在飞艇上 追踪云紫月的人 云紫月的踪迹找到了吗 自从上次云紫月的踪迹消失后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不过 不过 我可以肯定 他们已经到了紫吉城 只是因为最近上三院招生 所以来紫吉城的人特别多 光靠我们的人 根本没办法监控 所有从航空港出来的人 这名舞者 跪在书房门口 颤颤巍巍地说道 那就没找到了 全是废物 饭桶 云破天暴怒的声音 从书房中传出 这名舞者 连忙匍匐在地上 家主饶命 家主饶命 我再给你三天的时间 你要是还找不到的话 自己提头来见 是是 家主 我这就去找 这名舞者颤抖着磕了三个头 然后灰溜溜地离开了 与此同时 紫吉城修士联盟大厦 这座大厦 可以说是连接了天空和大地 一共有366层 从远处看 就如同一根巨大的圆柱 此刻 在366层 一名身穿紫色长袍 肤色略有些暗黑的高大男子 正眉头紧锁地站在落地窗前 遥望下方的整个紫吉城 此人正是紫吉城修士联盟分盟主 曹正 在他身后的沙发上 一个满脸苍白 眼窝深陷的男子正左搂右抱 两个衣着清凉的美艳女子 魅眼如丝地依偎在其怀里 这是他唯一的儿子 曹阳 房间里除了曹正和曹阳之外 还有一个身穿灰袍 垂手而立地化灵敬老者 岳部群 查到了吗 曹正面色阴沉 如水地问道 作为紫吉城一方巨拨 曹正和云嘉强强联合 将整个紫吉城 牢牢地掌握在手中 丹王骨盒被杀 丹王阁被夷为平地 不仅给他造成了 极大的经济损失 还有惨重的名誉损失 虽说这一次炼制人丹的风波 他并没有被席卷进去 但是对方在紫吉城内 直接灭掉了丹王阁 完全就是 没把修士联盟放在眼里 这让他曹正的脸 往哪里丢 因此 他第一时间 就派出了人手进行调查 而他属下的调查效率也不错 没过多久 就将调查的结果带回来了 是的 灰袍老者恭敬地说道 盟主 经过我们的人调查发现 丹王在此之前 邀请了三个神秘人 前往丹王阁 这三人好像在靖心阁 与丹王阁的炼药师徐飞 发生了冲突 徐飞因此吃了大亏 然后骨盒就找到了三人 并且提出邀请 不久之后 丹王阁就被灭了 这时 那左搂右抱的脸色苍白男子 突然出声说道 那这三人肯定就是凶手啊 而且 这三人跟靖心阁有点瓜葛 说不定可以从靖心阁下手查 骨盒前辈与我有恩 我绝不能让其含冤而死 父亲 我愿亲自去调查此事 一定将幕后凶手揪出来 为骨盒前辈报仇血恨 说着 曹阳手上搓揉的力度 微微加大了一些 惹得怀里面的女子娇称一声 曹冰淡淡地扫了一眼自己儿子 别说得这么好听 你无非就是基于 靖心阁阁主牧春桃的美色 想要借此机会生事罢了 曹阳被拆穿心中的想法 不仅不觉得好不意思 还拍了一个马屁 父亲大人明察秋毫 什么事情都瞒不住您 之前儿子诚心诚意地追求他 但是他却没有正眼看我一眼 我是您的儿子 他如此看不起我 那岂不是在看不起您 您就让我去教训教训他 让他知道知道 我们不是他一个女人可以得罪的 文言 曹冰叹了口气 岳不群 你带几个人 跟着少主去一趟靖心阁吧 修炼者境界越高 想要繁育出后代 就越困难 因为男女双方的实力不能相差太远 否则的话 女方身体根本承受不住 而以他的实力 想要在紫吉城找一个合适的女人 帮他传承后代太难了 所以他对于曹阳 可以说是非常溺爱和放纵 即便曹阳现在嚣张跋扈 荒淫无度他却舍不得下狠手管教 反而处处纵容 嘿嘿 父亲大人阴命 曹阳将怀里面的两个美艳女子推开 满眼的荧光 我一定从沐春桃那个骚狐狸口中 敲出那几个凶手的身份 但点头 说完 曹阳便是带着岳不群离开了房间 与此同时 紫吉城贫民窟 紫吉城东南角的一片贫瘠之地 在这块土地的地下建筑内 啊 一声惨叫落下 一个神色惊恐的大汉 直接伸手分离 在这大汉的旁边 还有不少同样的尸体 杀掉这些人的 是一名黑袍白面人 正是淋雨的分身 这些人都是在贫民窟内 无恶不作的歹徒 身上的罪行 有一个算一个 都是能够死上一万次的 而这个地下建筑 则是他们的老巢 不过现在已经完全归陵雨所有了 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 作为隐藏地点 是因为此处非常的偏僻 而且深藏地下非常难找 看着地上的尸体 陵雨撇了撇嘴 随后丢出几道碧绿色的火焰 就所有尸体烧得一干二净 连灰烬都没有留下 旋即 云紫月给陵雨搬过来一张椅子 陵雨接过后 悠哉悠哉地坐了下来 公子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陵雨嘴角一勾 拿出一张地图 这是一张紫棘城 以及紫棘城城外各大据点 异兽区域的地图 是向前往在临走的时候送给他的 地图上非常清晰地标注了 所有云家的据点势力 和城内的店铺所在 以及哪些地方 有什么实力的云家强者守护 甚至在地图的角落 还写着一些 云家重要人员的作息习惯 现在就可以 准备开始 向云家复仇了 不过以我现在的实力 没办法跟云家的最强者正面硬汉 需要再等一段时日 但是在此之前 我可以先让云家的人头疼头疼 凌羽看向云紫月 此时的云紫月 正一脸好奇地探着头 看着这张地图 紫月 你告诉我 你最想报仇的人是谁 我得好好招待招待他 此言一出 云紫月美目一红 公子 我母亲和姐姐 都死在了云家大少爷云林手中 我想报仇 云林 凌羽默念了几遍 然后拿起地图 寻找云林的作息规律 作为云家的大少爷 自然是云家的重要成员之一 向前往也记录了 很快 凌羽就找到了 每天都去紫月城最有名的花楼 沉鱼落雁 最喜欢的花魁 是青鸾姑娘 凌羽扎把扎把嘴 每天都去 这位大少爷铁打的肾啊 玄机冷笑一声 既然如此 那我就让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吧 第109章 沉鱼落雁 凌羽心念一动 一个黑袍白面人 出现在了紫月城中的某条巷子中 好久没有使用完美附身了 凌羽握了握手掌 适应了一下身体的掌控度之后 玄机顺着地图上 沉鱼落雁的地点走去 走到大街上 凌羽发现 到处都是搜查自己的修炼者 他们手中拿着画像 还有一个特殊的圆盘 似乎也是通过气息来搜寻目标的 我身上的气息 都被阴阳双眼净化掉了 他们用这个干嘛 凌羽皱了皱眉头 玄机释然 莫非是之前在单王阁中 战斗室留下的 不过很可惜 有阴阳双眼的遮掩 即便凌羽走到他们面前 那个探测气息的都无法发现 淡淡地笑了笑 凌羽大摇大摆地 走过那些搜查之人的身边 很快 凌羽抵达了沉鱼落雁 沉鱼落雁名字取得好听 外观装饰更是精美华丽 从外面来看 丝毫看不出 这是一个阴阴艳艳 进行灵魂深处交流的地方 凌羽挑了挑眉 玄机走了进去 没有理会不断扑上来的妖艳女子 她直接来到了沉鱼落雁的二楼 二楼的装饰是最豪华的 但是同样消费也是令人责舍 赶来这里找姑娘的 无异不是家财万贯之人 哟 公子 有日子没见了 一个老宝迎了上来 谄媚地说道 公子可有什么指定的姑娘 哟 凌羽低沉地说道 我要亲卵姑娘 此言一出 不仅老宝脸色大变 就连附近的客人 都是一脸震惊地 将目光投了过来 原本热闹的沉鱼落雁二楼 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 无数双像是看傻子一般的目光 落在了凌羽的身上 紧接着 像是在平静的湖面上 丢了一块巨石 引起了滔天巨浪 这小子从那个山里面出来的 竟然赶点青鸾姑娘 卧槽 这小子傻逼吧 在紫棋城里面 谁不知道青鸾姑娘 乃是云家大少爷的静鸾 死了死了 这人已经是个尸体了 我记得上一次 想要墙上青鸾姑娘的家伙 坟头草已经两米高了吧 嘿嘿 有好戏看了 众人对着凌羽指指点点 议论纷纷 不过凌羽对此不以为意 他看着老宝说道 别的姑娘我都不要 我只要青鸾 价格上面 我可以开十倍 这话一出 老宝的脸色顿时更加难看 客官 你这是存在 让我为难吧 趁着云岭少爷没有发现 你赶紧走吧 等云岭少爷知道了 你就走不掉了 凌羽突然大吼一声 老子就要青鸾姑娘 他一个云岭 算个什么狗东西 他话音一落 整个沉鱼落雁 上上下下 全部都听得一清二楚 老宝的脸色 瞬间变得煞白 看了一眼铃羽之后 就匆匆离开了 不敢再待在他身边 这小子真的疯了吧 谁 谁要点青鸾姑娘 我估计他就是想死 不过想死的体面一些罢了 想必是在云岭少爷手上 也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吧 哈哈 说的也是 此时此刻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铃羽身上 或多或少 都带着一点幸灾乐祸的目光 看向他 而就在这时 好大的口气 我倒要看看 是哪位神仙 敢抢我云岭的女人 一道冰冷的声音 从楼上传来 这声音一触 原本闹哄哄的沉鱼落雁 再次变得鸦雀无声 鲤鱼冷笑一声 寻声看去 只见一位俊秀男子 依靠着三楼观台 目光冷烈地看着鲤鱼 云岭满眼杀气地 盯着鲤鱼的时候 鲤鱼也在冷冷地 打量着云鲤 就是这个家伙 杀死了云紫月的母亲和姐姐吗 该怎么让你死 才对得起你的所作所为呢 鲤鱼的嘴角 缓缓勾勒出 一丝危险的笑容 是你吗 你刚刚说什么 我没听清楚 你能不能当着我的面 再说一次 云岭声音淡漠地开口 莫非刚刚说完大话 现在胆子就变小了 你知道上一次这么说的人 我是怎么对付他的吗 我在他头上打了一个孔 然后往里面灌了一点水银 就是那种由内而外的 养你感受过吗 最后 他自己把自己撕碎了 说到最后 云岭的脸色 已经彻底扭曲了起来 有意思 太有意思了 鲤鱼拍了拍手掌 原本我还在仇该怎么招待你呢 想不到你就给我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鲤鱼的脸上 缓缓浮现出笑容 既然如此 就用你说的方法吧 云岭文言 不敢置信地说道 你要拿我对付别人的方法对付我 整个沉鱼落雁 都爆发出了冲天的大笑声 笑死我了 这个小子还不知道 站在他面前的是谁吧 也不撒泡尿 看看自己是什么德行 哦 不对 他肯定是巨丑无比 否则的话 怎么没脸见人呢 等着看吧 等等他 就会像一条狗一样 跪在地上求饶的 云岭冷笑道 这个紫吉城 有很多人都想杀我 但是到现在 我还是毫发无损 你能够做到 淋雨目光渐冷 你要不试试 试试就试试 说完 云岭直接飞身而起 一掌拍向淋雨 排浪掌 一掌下去 周围甚至出现了海浪滔天的幻象 整个沉鱼落雁之中 都可以清晰地听到 惊涛拍案的声音 不愧是云岭少爷 三十岁不到 就修炼到了倒台巅峰 差一步就能够踏入化灵境 这一掌下去 那个傻逼 肯定会被拍成肉泥啊 你看他都吓傻了 动也不动 那倒不至于 因为云岭少爷 还要留他一命折磨他呢 嗯 说的也是 众人议论之际 云岭的身影 已经来到了淋雨的面前 受死吧 一声怒吼 云岭猛地用力 一掌拍在了淋雨的心口 噗 一阵吐血声传出 哈哈 你看吧 我就知道 什么情况 怎么是云岭少爷吐血了 而且还飞了出去 发生了什么 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出现了 众人纷纷像是见了鬼一样的神情 哼 云岭狠狠地飞了出去 砸碎了一堵墙 砸断了几根柱子 最后深深地陷入了另一堵墙中 哦 这不可能 云岭呕出一口鲜血 旋即痛苦地从墙上滑落下来 留下一个人形的坑洞 他难以置信地盯着淋雨 心中升起了滔天巨浪 下一刻 淋雨身形化作残影 向着云岭急速奔来 啊 福伯救我 就在这时 云岭突然力声大喝 一个背负长枪的人影 漠然出现在了云岭身前 敢动我云家大少爷 找死不成 这人影一出现 一股狂暴的杀气 和极强的化灵镜气息爆发开来 这股气息 如同实质一般锐利 瞬间将周围的一切切割成了碎片 众人 被吓得屁滚尿流 连忙往远处逃去 即便没有逃走的 也全部都是离得远远的 不敢靠近 福伯 此人胆敢伤我 还想杀了我 一定不能放过他 福伯点了点头 旋即双目冰寒的看向 已经停下来的淋雨 无论他是谁 今天都别想安然离开 淋雨嘴角一撇 还有其他的帮手吗 一并叫出来吧 哼 福伯冷哼一声 力声道 在我的气息中能够面不改色 你也算是个人物了 不过仅此而已 话音一落 一股无形的灵石 从他身上涌出 朝着淋雨席卷而来 刹那间 他的灵石就将淋雨完全覆盖了 不过 下一刻 福伯的脸色 却是变得极为精彩起来 你也有灵石 第110章 偷袭 福伯的眼中 浮现出一丝忌惮之色 想不到阁下竟也是 画灵巅峰 此言一出 那些躲藏起来看戏的家伙 纷纷震惊地张大了嘴巴 难怪 他敢如此嚣张 原来也是一位 半步归原境的绝世强者 天啊 今天是什么日子 竟然一下子就让我遇到了两位半步归原境的强者 走了走了 快走 这场战斗 我们在一旁观看的资格都没有 众人惊骇之下 所有人都快速离开 就连少数几个到台境巅峰都不敢停留 热大的一个沉鱼落雁 转眼间只剩下淋雨三人 空气安静地令人窒息 其实我并不是画灵境巅峰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神门境巅峰 不幸的话 你看 说着 淋雨释放出气息 顿时一股神门境巅峰的气息散开 少胡说八道 拥有十海 不是画灵境巅峰是什么 休想迷惑 让我掉以轻信 不过不管你今天是不是画灵境巅峰 都要死在这里 福伯静一不定之后 冷笑着掏出一颗丹药 看样子是跟之前骨盒吃的丹药是一样的 今天就让你看看的醉云家的下场 靠着骨盒给你们炼制的丹药 有什么好得意的 淋雨淡淡一笑 你们这种手段 真的是落伍了 不幸的话你回头看看 回头看什么 难道你还想说我背后人你的帮手偷袭我不成 我跟你说 三秒之后我就 啊 福伯冷笑着仰起头就要将丹药吞下 但是就在这时 忽然感觉身体一凉 无尽的钻心疼痛猛地从身体内爆发出来 怎么怎么回事 福伯双目瞪大 整个人刹那间陷入了无尽的恐惧和绝望中 他难以置信地低下头 只见五把血淋淋的长剑从他的心脏 丹田 喉咙等药害处刺出 滚烫的鲜血不断地掉落在地 在地上溅起了血化 旋即 他想要扭头看去 却发现 云林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倒在了地上 在他的身后 是五个黑袍白面人 什么时候出现 福伯口中不断涌出血沫 话说不出来 就双眼失去身材 倒在了地上 直到死亡 他都不知道自己身后身后时候出现五个人 他也万万没想到 三秒钟之后 就是自己的死期 你获得天阶低级武器苍龙悬魔枪 上品灵石 6931 中品灵石 悦耳的系统提示声传来 这代表福伯死得不能再死了 淋雨惋惜地看着福伯的尸体 你还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呢 阴阳双眼隔绝气息的能力 真的是太变态了 就连开辟了石海的化灵境巅峰 都毫无察觉 从始至终 福伯都没有发现 身后多出了几个致命的敌人 当然 这其中也有福伯全部心神 都在面前的淋雨身上的原因 不过 即便不是这样 想必也没人能够想到 竟然有人能够瞒天过海地 绕到一个化 临近巅峰强者的背后偷袭吧 淋雨丢下一把火 将福伯的尸体 烧得一干二净 随后从系统空间中 取出了一把造型别致的长枪 长枪之上刻有龙纹 就连枪头 也是从龙口之中 伸出来的利齿 枪刃寒光闪烁 犹如巨龙之角 不错的武器 淋雨颠了颠手中的长枪 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 以往她对于武器 都是不怎么注重的 因为天阶以下的武器说实话 对于使用者的提升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但是 天阶武器就不同了 这柄长枪 虽然只是天阶低级 但是至少 可以将淋雨的整体实力 提升半个境界 在修炼之路上 化临近 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 从化临近到归原近 是要经历生命本质的升华的 而归原近强者 最显著的特征 便是石海的开辟 以及不借助任何外力具备的 踏空飞行的能力 除此之外 还有灵力的实质化 丹田的变化等等 各种方面的全方位提升 而天阶武器相对于 低阶武器而言同样如此 也是经历了升华 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如果两个实力相当的 归原近强者对战 一个拥有天阶武器 一个只有低阶武器 那么即便再怎么样 拿着天阶武器的人 都不可能输 幸好有阴阳双眼的隔绝气息 否则的话 我想正面杀掉它 恐怕没那么轻松了 灵雨眉头一皱 云家还有归原近的强者 以我现在的实力 差得很远 还是要继续提升 不过我有二百倍速的 自动修炼 倒也不怕 想到这里 她立即将目光 放在了之前 收获的灵石上面 加上之前剩下的 此时灵雨的灵石 已经达到了一亿 灵石多没用啊 还是要去找珍惜材料 不然系统无法升级 也是白扯 灵雨无奈地撇了撇嘴 她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做 巧妇难为 无米之吹的尴尬场面 有钱没材料 钱都不知道往哪里花 这时 她将目光看向了 倒在地上的云岭 咧嘴一笑 哎呀呀 差点把你忘了 你可是一头大肥羊 嘿嘿 灵雨走上前 用脚踢了踢她的头 行行 云大少爷 不过云岭并没有反应 还昏迷呢 灵雨眉头一皱 旋即抬脚 就踩在了云岭的下面 啊 云岭瞬间 从地上弹了起来 口中发出 无比凄厉的惨叫声 紧接着 她捂着裤裆 歪倒在地上 像织工着身子的小龙虾一样 不断颤抖起来 叫什么叫 灵雨淡淡地说道 身为一个云家大少爷 连这点痛苦都承受不住吗 这时 云岭才从无尽的痛苦 和迷茫之中回过神 而她听到 灵雨声音的刹那 立即惊骇得 似乎连痛苦都忘记了 她难以置信地抬起头 对上了灵雨冰冷的目光 是你 你怎么可能还没死呢 福伯没把你杀了吗 云岭满脸惊恐地后退几步 生硬撕心裂肺 别叫了 云大少爷 灵雨指了指身后的一堆灰烬说 你的福伯已经变成灰了 不 你骗人 云岭双眼暴突 神色扭曲 福伯乃是半不归原境的强者 在这个紫棋城之中 比我福伯强的不过一手之术 你怎么可能杀得死福伯 你是瞎了不成 说着 灵雨直接给了云岭一巴掌 将其拍翻在地 然后苍龙悬魔枪 就定在了他的双腿之间 这把枪你总认识吧 这是这是福伯的枪 你真的把福伯杀了 云岭见到长枪 心中最后一丝 侥幸也破灭了 无尽的恐惧 让他面色煞白 整个人开始 剧烈地颤抖起来 是啊 所以下一个轮到你了 刚刚你说的方法 我觉得很好 所以想让你体验一下 灵雨嘴角一扬 旋即走向了云岭 不不不 求求你不要杀我 云岭二话不说 直接跪在了地上 眼泪鼻涕流了一脸 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 你残杀了云紫月的母亲和姐姐 你现在跟我说 让我不杀你 你配活着吗 灵雨脸色一沉 双眼之中 蹦射出射人心泼的寒光 云紫月 神色惊恐的云岭神情一致 玄机不敢置信地说道 你你究竟是何人 你是云紫月 请来杀我的 云紫月怎么可能 请到你这般强大的帮手 云岭面孔扭曲 嘴唇颤抖 你一定是其他势力的人 想杀了我栽赃嫁货 给云紫月 在他看来 云紫月不过是一个弃女 身边也只有一个 半死不活的老太婆 至于传回消息说 突然出现的灵雨 也不过是到台境的实力 根本不值一提 要说云紫月身边 有一个能够斩杀浮薄的归原境 她云岭是绝对不幸的 泽泽 你们这些人真的是不死心啊 既然如此 那就不说什么了 你该上路了 灵雨的脸上 浮现出一抹残忍的微笑 现在我们来开始第一个项目 拔掉手指甲 不 不要 云岭从尸神之中回过神 无比惊恐地尖叫起来 第111章 报仇 十分钟后 双手光秃秃 浑身血肉翻卷的云岭 直接痛得昏迷了过去 这就晕了 只进行到了第六个项目 怎么就晕了呢 灵雨撇了撇嘴 手掌出现一团黑白两色的火焰 然后往云岭身上一扔 云岭身上的气息瞬间被遮掩住 旋即 灵雨抓起云岭身形一动 向着平民窟赶去 而那几个偷袭浮博的分身身形淡化 最终完全消失 于是整个陈渝落雁 再次变得鸦雀无声 两久 两个到台阶 偷偷摸摸地回到了这里 怎么还没有打起来 这种级别的战斗 不是珊瑚海啸的吗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要不你进去看看 你怎么不去 那咱们一起去 好 两人小心翼翼地走进陈渝落雁 才发现这里并没有什么战斗痕迹 跟他们离开时相比 也就地上多了一滩血泊和一堆灰烬而已 看来那个挑衅云家大少爷的人被杀了 嗯 而且双方差距相当的大 否则的话应该会留下一点战斗的痕迹 可惜可惜 听声音是个年轻人 如此年轻就修炼到这般境界 就这么死了 着实令人唏嘘 谁让他招惹云家的 两人说着 来到了血泊旁 忽然其中一人脸色大变 不对 这摊血迹是云家大少爷的 到抬进强者的感知能力 已经非常的敏锐了 什么 另外一人震惊之后 连忙也凝神看去 真是云家大少爷的 血迹是云领的 那堆灰烬 不会是云家那个半不归原境的吧 两人沉默良久 最后对视一眼都看到了 对方眼中的惊骇之色 随后两人不约而同地转身离开 朝着云家疯狂赶去 云家 在紫集城只手遮天 他们自然不敢隐瞒不报 与此同时 贫民窟地下建筑中 回来了 凌羽解除完美附身 猛地睁开双眼 开河之间 一道璀璨的金光一闪而逝 什么回来了 公子 云紫月在一旁好奇地问道 刚刚凌羽突然就闭上了眼睛 她还以为凌羽了 在她旁边用手给她按摩肩膀呢 我的分身 还有一份大礼 大礼 云紫月翘脸一愣 心中更加迷惑 而就在这时 黑袍分身抓着死狗一般的云领 出现在了地下建筑的楼梯处 碰 云领被狠狠地扔在了凌羽三人面前 旋即分身渐渐消失 看着已经不成人样的云领 云紫月美目满是震惊之色 随后便是滔天的恨意 凌羽笑了笑 看向云紫月 这就是我说的大礼 喜欢吗 闻言 云紫月直接对着凌羽跪了下来 多谢公子 紫月此生为奴为婢 都无法报答公子的恩情 凌羽摆了摆手 这个云领就交给你了 她的修为被我废了 现在无法反抗 你想怎么报仇都可以 记住我的话 对敌人 特别是仇人 绝不能心慈手软 凌羽淡淡地笑道 随后一指点 向云领一道冰寒之力 将其冻醒了过来 啊 云领一醒来 就惨叫出声 但是对上凌羽淡幕的双眼后 吓得直接尿了出来 闭嘴 不然我把你的舌头割下来 凌羽淡淡地说道 云领 你做过的事情 现在轮到你偿还了 云领刚想开口 但默然看到了 淋雨旁边的云紫月 顿时瞳孔咒缩 云紫月 你怎么会在这里 云紫月美目含泪 蕴含了滔天的恨意 这股能够将人焚烧成虚无的怒火 在这个善良的女子身上 从未曾出现过 云领汗毛倒树 难以置信地颤抖起来 此时的她真的恐惧到了极点 当初她可是 当着云紫月的面 杀死了她的母亲和姐姐 云紫月也逃不出紫季城 这是何等的血海深仇 按照血缘关系 云领还是云紫月 同父异母的哥哥 而现在 她就这么毫无反抗之力地 出现在了云紫月面前 不过 云紫月生性善良陌入 如果自己向她求饶的话 说不定还有机会 她强忍疼痛 跪在地上不断地磕头 紫月妹妹 当初是父亲下的命令 我也是没有办法啊 我知道我罪孽深重 不求活路 我只求 你给我一个痛快 求求你了 云领整个人 甚至每个细胞 都被恐惧和绝望笼罩 给你个痛快 如此便宜了你 我该如何去面对 惨死的母亲和姐姐 以及那些 为了保护 我而死去的护卫们 云紫月美目颤抖 清澈的眼泪 缓缓流下 林宇淡漠地看着 也不说话 如果云紫月 真的这么做了 那么也就不值得 林宇飞尽心力地去培养了 他们的恩情到此为止 以后 井水不犯河水 当云紫月 再次睁开双目的时候 原本善良纯真的美目此刻 已经变得寒如黄泉之水 云领看着云紫月眼中的杀气 身体抖得跟筛糠一样 连求饶的话 都说不出来了 下一秒 枪 一道灵力的剑光闪过 森寒的剑人 刺进了云领的双眼之中 啊 云领发出极其痛苦的惨叫 他的双眼 被硬生生地挑了出来 还莫等他 从双眼被挑的痛苦 出回过神来 一柄长剑 又是刺进了他的嘴巴 搅动之下 他的舌头和牙齿 全部粉碎 呵呵呵 云领浑身颤抖 双眼空洞 连惨叫都发不出来 下一刻 他感觉脸颊一冷 脸颊上的肉 直接被切了下来 云领从喉咙中 发出嘶吼的声音 就要被生生痛晕过去 就在这时 一颗丹药 被扔进了他的肚子里面 林宇收回手 这么容易 就像晕过去 怎么可能 哪怕是耗费一整瓶的 酒品丹药 他也要让云领保持清醒 一个小时之后 已经完全没有 任何人样的云领 倒在地上 已经是进气少出气多了 公子 云子月丢掉手中的长剑 直接扑进了 林宇怀里大哭起来 手刃仇人之后 云子月内心的仇恨 被发泄出来 但是紧随而来的 却是一股 让他感到无比恐慌的心境 好了好了 没事的 你迟早会经历这些事情 早点学会 这一点是一件好事 林宇轻轻拍着云子月的后背 轻声安抚 公子 我刚当那个样子 是不是很讨厌 云子月梨花带雨地抬起头 美目含泪地说道 不会 那个样子的你 才比较好 因为我不可能 每时每刻都在 我不在的时候 你就要学会 以这样的自己 去保护身边的人和你自己 林宇轻开云子月 玄机目光 看向云岭 若不是林宇 以九品丹药 给云岭续命 他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 他受的折磨也够了 我们直接杀了他吧 林宇摇了摇头 不 他暂时还有用 林宇嘴角一勾 分身凝聚出来 踢着奄奄一息的云岭 离开了地下建筑 接下来 我要给云家送一份大脸 第112章 归原境的实力 同一时间 在紫集城的绝明山上 云家府邸 惠客室 两个从沉鱼落雁过来的 到台近舞者 已经在惠客室 等了很久了 但是他们心里着急 但表面上 却不敢显露出来 在云家得时刻 小心翼翼才行 就在这时 一个身材高大 相貌俊朗的中年男子 背着双手 从门外走近 小人见过云家主 两个到台近的舞者 连忙战战兢兢地 从椅子上站起来 恭敬行礼 云破天淡淡地 扫了一眼二人 然后慢慢走到了 惠客室的上位 不慌不忙地说道 说 如果不是让我感兴趣的消息 你们俩 就留在这里吧 云破天的声音 很冷冰 冰冷到了令人听见 就会血液 停止流动的程度 故多 其中一人艰难地 咽下一口唾沫 额头上流下冷汗 启禀云家主 我们是从陈鱼落雁过来的 云领少爷 和云福大人可能 云领和云福 云破天的眼眸一冷 他们怎么了 两人硬着头皮说道 他们可能已经遭遇了不测 遭遇不测 云破天眼底 迸发出一丝杀迹 死死地盯着说话的那人 你知道自己 在说什么吗 云福乃是半步归原境的强者 在这个紫急城中 能杀他的人 不超过一只手 你告诉我谁 让他遭遇了不测 你们好大的胆子 竟然在云家胡言乱语 是不是不想活了 两人顿时 惊恐万分地跪倒在地 云家主 给我们一万个胆子 我们也不敢说谎啊 就在陈鱼落雁 很多人都看到了 云领少爷 和一个黑袍面具人 起了冲突 然后云福大人出来 但是那个黑袍人 也是半步归原境 我们生怕被波及 所以暂时离开了 当我们再回去的时候 那里只留下了一滩血迹 和一堆灰烬 极有可能就是云领少爷 和云福大人留下的 云破天嘴角 不停地抽搐着 气息已经控制不住地 从身体内爆发出来 云家主 云破天一掌 将两人直接生生打爆 血肉横飞之下 云破天的神色扭曲得不成人样 极为猙獰恐怖 就在这时 外面你忽然冲进来一个 神色惊恐的云家人 家主 凌羽凌羽 他出现了 他手上还提着 掩掩一袭的大少爷 文言 云破天咬牙切齿 什么 真的发生了 料想之中 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不仅如此 闯上门的 还是救走了云子月的凌羽 那么这一切 都能够说得通了 杀丹王骨河 毁丹王阁 将恋人单之是公诸于众 然后又杀了云福 挟持了云岭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这个淋雨干的 狂妄至极 云破天忍不住发出怒吼 从他不断颤抖的肩膀 可以看出 他此刻已经到了疯狂的边缘 见状 前来报信的人大气不敢喘 走 云破天深吸口气 太阳学轻轻暴跳 我倒要看看 这个三番四次 与我云家作对的人有什么依仗 敢这么大摇大摆地上门挑衅 说着 他的身形缓缓消失 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云家府邸门口 很快 他就看到了身形修长 穿着白色长袍的淋雨 此时 淋雨已经控制着分身 站在了云家府邸大门之外 在大量的云家舞者包围下 坐在台阶上 凄惨的云岭就躺在他的脚下 见到云破天突然出现在门口 淋雨神色一动 洞察之眼发动 姓名 云破天 境界 归原近一层 攻击等级 归原近两层 防御等级 归原近一层 身法等级 归原近一层 耐力等级 归原近一层 精神等级 宁原 掌握功法灵迹 绝名仲玉峰 大成 天一宝典 大成 看到这里 淋雨的眼神猛的一宁 竟然如此厉害 大成级别的天界功法 淋雨眉头一挑 微微诧异 而且还多了一个精神等级 对了 我好像也有 想到这里 他也瞥了一眼 自己的属性面板 发现自己也有精神等级 一栏 是回神境界 与此同时 云破天森寒的目光 看了一眼淋雨 淋雨小儿 我终于见到你了 看着面前这个年轻的 不像话的人 云破天的胸膛不断起伏 身上的杀鸡 不受控制地涌出 不错 正是我 淋雨从容不迫地笑了笑 然后一脚踢在脚边的云岭身上 老家伙 你好像对你儿子的死活 完全不关心啊 话音刚落 一股滔天的气势 顿时笼罩了整个云家府邸 云破天身上的归原近修为 完全爆发了出来 淋雨内心凛然 浑身汗毛倒数 精神弓箭 他想也不想地 直接就接触了完美附身的状态 同时在最后一刻 全身爆发出了一团 碧绿色的火焰风暴 火焰风暴席卷 顿时覆盖了 方圆百米之内 这时 云破天的精神攻击 也落在了分身身上 咔嚓 一道破碎声响起 淋雨分身 直接化作 空气消失在了原地 定 分身死亡 进入冷却期 贫民窟地下建筑 淋雨脸色一白 闷哼一声 嘴角也溢出了鲜血 马德 想不到现在 跟归原近的强者 还有如此大的差距 不过 损失一个分身 能够测试 出归原近的具体实力 也不算亏 淋雨的异常顿时 引起了云紫月的关注 他看到淋雨突然吐血了 顿时翘脸一白 急得眼泪都出来了 公子 你怎么了 没事没事 我血多 涂掉一些 对身体有好处 淋雨摇摇头 表示自己没有答案 在刚刚的精神攻击中 淋雨因为要停顿一下 杀掉云岭 所以耽搁了一瞬 就是这一瞬 精神攻击 让他受了点伤 不过 这点伤他会连本带立的 全部讨还 淋雨嘴角一勾 从系统空间中 拿出一颗丹药 扔入嘴里 随后 展开地图开始 查看云家 其他一些重要成员的作息 接下来 我就先收一点利息吧 这时 一阵悦耳的系统提示声传来 修为已满 是否开始突破 听到这里 淋雨脸色一喜 毫不犹豫地说道 开始突破 随着淋雨心念一动 汹涌的灵气 顿时冲出 如同浪潮一般 涌向了丹田之中 原本已经非常浓厚的丹海 再度凝食 竟然出现了一丝 思雾气一般的灵眼 下一刻 一阵奇异的波动 从体内传出 像是有什么东西 破碎的声音响起 到台阵 终于突破了 淋雨露出激动的神色 旋即呼出了系统的属性面板 姓名 淋雨 为了方便宿主 确切地了解 自身的相关属性 系统已将各属性能力值 转换成对应境界 往西支 境界等级 到台阵一层 攻击等级 化灵境巅峰加 防御等级 化灵境巅峰 身法等级 化灵境巅峰加 耐力等级 化灵境巅峰 掌握灵技 猎神枪 小城 猎影 小城 洞察之眼 小城 万剑真诀 小城 焚天弄严诀 小城 万雷天心诀 入门 追魂 入门 满血荒体 入门 云雾魂烟诀 入门 部分功法省略 一火 青年的星火 陨落星年 琉璃连星火 万寿灵火 阴阳双眼 以激活系统功能 自动修炼功能 九级 分身功能 九级 完美寻宝功能 九级 系统空间 存储提现 很好 战力又得到了 很大程度的增幅 灵雨嘴角一扬 露出满意的笑容 旋即再次将注意力 放在了地图上面 之前大闹云家府邸 想必他们此刻的注意力 都放在本家 挑选一个云家 必须镇守的地方 劫掠一番 选来选去 灵雨 忽然眼睛一亮 云家钱庄 助手强者 是云家七长老 云征 画灵径八层 这云家钱庄的位置 倒是跟静心阁很近啊 正好杀了云灵 获得了大量的丹药 去静心阁买了之后 让木阁主帮我 收购缺少的三种材料吧 说着 灵雨就将分身 凝聚到了 静心阁附近的 一个小巷子之中 第113章 再访静心阁 与此同时 云家府邸之中 以之前灵雨 坐着的台阶为中心 方圆百米之内 完全成了黑色废墟 包括云岭在内的 几十个云家之人 猝不及防之下 被琉璃连星火 烧成了灰烬 灵雨 云破天站在废墟之中 神色有些扭曲 浑身颤抖 云岭死了 他虽然说有些心痛 但是倒也不至于 让自己丧失理智 而且他还有几个资质 比云岭好很多的儿子 不过灵雨这番 却是让整个云家 把脸丢到了外太空去了 现在灵雨已经死了 云紫月和恋人丹的事情 就交给你处理了 云破天对着身后 一个管家模样的老者说道 是 家主 这名管家老者 诚惶诚恐地点头 下一刻 云破天就直接从原地消失 只剩下声音回荡不休 因为灵雨的分身 在琉璃莲星火之中湮灭 所有人都认为他已经死了 却不知道那根本是一个分身而已 另一边 静心阁附近的小巷子中 分身用起来 就是觉得哪里怪怪的 还是自己的本体用着自在 灵雨用完美附身 控制了分身 出现在了这里 然后戴上一个白色面具 朝着静心阁走去 因为阴阳双眼的缘故 分身的身上没有半点气息 一般情况下 这是很好的伪装 但是现在云家都知道这个特征 所以暴露 所以 灵雨干脆就将倒台镜的气息 释放了出来 在这巨大的紫棋城中 倒台镜的强者实在太常见了 丢进紫棋城都砸不出什么浪花的 不过静心阁的服务态度确实不错 工作人员并没有因为 灵雨是一个倒台镜一层就怠慢 客人是想售卖单药 请跟我来 一位年轻美貌的侍女 带着灵雨来到了健保室 健保室还是李老在主持 只不过等候区的桌子 换了一个新的 一想起那个徐丹师啃桌子的场面 灵雨就忍不住笑意 客人想出售什么弹药呢 李老站起身拱了拱手 在下想要出售的弹药很多 灵雨笑了笑说道 这声音 你是灵 李老听见灵雨的声音 顿时浑身一颤 失声道 随后脸色一阵变幻 连忙对着健保室的工作人员说道 你们先去忙吧 没有我的吩咐 不要再带人来这里了 是 这些侍女规规矩矩地点了点头 然后快速离去 灵雨毫不客气地坐在了李老的对面 怎么了 听到我的声音震惊成这个样子 你是知道了什么吗 灵雨大人 我没想到 你还会来静心阁 李老满脸惊骇地说道 我听说您被骨盒丹王请去丹王阁了 然后就传出消息 丹王阁被灭了 整个丹王阁没有一个火口 全死了 难道 剩下的话 李老不敢往下说 但是意思很明显了 灵雨沉吟少许 摇了摇头说道 并不是我做的 我在半路上就离开了 他不知道静心阁的立场 而且知人知面不知心 这种事情还是不要承认的好 反正也死无对证 哦 是这样 李老半心半疑地点了点头 然后问道 那灵雨大人这一次来试 卖丹药 灵雨说道 我之前手中还有不少八品的丹药 对我无用 干脆全部都卖给你们 此言一出 李老差点没有喷出一口老血 他万万没有想到 灵雨竟然又是来卖丹药的 这不是半天之前才刚刚卖过吗 而且八品丹药对他无用 李老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才好 你们不会是不收了吧 灵雨见李老沉默不语 顿时有些好奇地问道 不是不是 灵雨大人要照顾生意 怎么可能不收呢 李老连忙摇头 八品丹药可是在拍卖行 都能够拍出不错的价格的 怎么可能不收 那就好 不过我这次的丹药会有点多 灵雨对着李老拱了拱手 还要麻烦李老鉴定一下了 他自己炼制的丹药倒是不需要鉴定 因为都是系统出品必属精品 但是从其他人手中得来的丹药 就不是这样了 种类杂多 品质也是良有不齐 李老摆了摆手 不麻烦不麻烦 对了 灵雨大人 之前阁主说您来了 就让我带您去见见他 您看 牧春桃想要见我 灵雨想了想便答应下来 毕竟牧春桃是买主 李老闻言连忙起身 笑道 请大人随我来 阁主他在靖心阁的九十九楼 灵雨跟着李老来到了靖心阁的九十九层 九十九层只有一个房间 房间大门很大 而且装饰很是典雅古朴 堵堵堵 一阵敲门声后 李老说明了来意 灵雨大人来了 牧春桃打开了门 巧笑嫣然地说道 快请进 那我就不客气了 灵雨淡淡一笑 走进了房间 房间内到处都是书架 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单道点击 给灵雨的感觉 这不像是一个房间 而是一个图书馆 看得出来 牧春桃真的是最心于单道的人 阁主 那我先行到辞了 牧春桃淡淡地瞥了李老一眼 他人老成精 怎么会不知道牧春桃的意思 直接就关门离开了 见状 灵雨有些奇怪地说道 李老他不帮我 鉴定丹药吗 牧春桃巧笑嫣然地说道 我认识的丹药他多 待会儿我亲自来帮您鉴定 说完就带着灵雨在房间的沙发走去 牧春桃没走一步 身前的高山和身后的半月 就微微颤动一下 让人忍不住 想要去试试那个颤颤微微的手感 灵雨一开目光 按道这个牧春桃 真的是一个人间水蜜桃 熟透了 对了 我之前听说灵雨大人 被云家和修士联盟通缉了 牧春桃等灵雨坐下后 抚平身上的旗袍也坐了下去 我还担心了一阵子呢 淡淡一笑 不想在这个话题上面继续 于是说道 进入正题吧 这些就是 我这一次要售卖的丹药 说着 灵雨就将已经准备好的丹药 全部从系统空间中拿了出来 一瞬间 整个书房的地面上 就铺了一层丹药 那五颜六色 晶莹剔透的丹药 看得人眼花缭乱 看着这些丹药 牧春桃直接震惊地满脸呆滞 李老说 您要售卖一批丹药 可没想到是这么多 一向平静如水的牧春桃 也被震惊地亲眼小嘴 还行吧 我估计能值个一亿左右的下品零食 此言一出 刚刚从震惊中 缓和过来的牧春桃 又是一愣 陷入荡机状态 淋雨反应过来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抱歉抱歉 忘记你的购买能力了 这样吧 你们需要多少就买多少 剩下的我自己想办法 牧春眨了眨水润的毛子 恢复过来 不过美目中 还是残留着震惊之色 目前我们金星格 能够动用的流动资金 也就五千万下品零食了 嗯 你看着买吧 淋雨笑了笑 不再说话 牧春桃便蹲下身子 开始鉴定丹药 不过 当他拿起第一枚丹药的时候 翘脸突然一变 然后又拿起了另外一瓶 接下来又拿起了十多瓶丹药 竟然全部都是出自 丹王骨盒之手 牧春桃难以置信地 看向淋雨 大人 该不会是您灭掉了丹王阁吧 淋雨有些意外地挑了挑眉 看了一眼地上的丹药 顿时恍然 一下子拿出这么多丹王骨盒的丹药 傻子也能知道是淋雨灭掉的丹王阁了 他没有说话 只是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牧春桃撬脸有些不自然 您不会杀我灭口吧 现在可是全城在通缉淋雨 在牧春桃看来 以淋雨灭掉丹王阁 没有留下活口这样的作风 很有可能杀自己灭口 放心好了 你我无冤无仇 我怎么可能随便杀人 我又不是杀人魔 淋雨耸了耸肩平淡地说道 话音刚落 外面忽然传来了一阵喧闹声 第114章 悲催的曹阳 曹少 阁主他真的不在 而且我们靖心阁清清白白 怎可能跟灭掉丹王阁的人有关系呢 滚你妈的 老子隔着800米 就闻到牧春桃身上的香味了 滚开 脚步声和嚣张的大喊声在门外响起 紧接着 那扇古朴典雅的大门被人一脚踹飞 朝着淋雨砸了过来 这是哪位人兄啊 淋雨目光一寒 挥挥手将飞来的大门扇了回去 碰 厚重的大门被淋雨一击打得粉碎 大量的木屑伴随着气浪和烟尘弥漫开 同时 门外的人也缓缓走进了这个房间中 除了李老之外 还有一个穿着灰袍的华灵镜 一个黑眼圈明显是纵欲过度的肾虚难 这两人真是曹阳以及曹兵麾下的华灵镜强者 淋雨眉头一皱 习惯性地将洞察之眼开启 两人的身份信息和实力水平出现在脑海中 就在淋雨目光微寒的时候 曹阳带着月步群冷笑着走了进来 哼 木春桃你这个骚娘们 今天我可是奉了我父亲的命令来的 乖乖地伺候好我的话 我就放过你 否则 忽然他的话被堵在了喉咙里面 因为他看到了木木春桃身边的淋雨 你是谁 在木春桃的房间里面干什么 曹阳脸上的吟笑突然消失 目光凶狠地看向淋雨 木春桃已经被他视作禁篮 现在在木春桃的房间里面出现了一个男人 怎能让他不惊不怒 我是谁 你还没有资格知道 淋雨淡淡地瞥了一眼曹阳身后的灰袍老者 笑道 倒是你 敢打交我的好事 是不知道死字该怎么写吗 洞察之言反馈来的消息里面 赫然写着两人都曾服用过骨盒炼制的人丹 所以这两人也是该死之人 区区道抬进一层 好大的口气 我只给你三秒钟的时间考虑 立刻跪下自飞一手一脚 否则的话 我特么弄死你 曹阳面目猙獰 咬牙切齿 时间一到 你还不跪下的话 就去死吧 在这个紫集城内 还从没有人敢对他曹阳说这种话 就在这时 曹阳 你给我滚出去 牧春桃柳眉一树 翘脸上满是寒冰 嘀喝一声 牧春桃 曹阳睁明的目光看向牧春桃 好你个牧春桃 表面上看着风骚 想不到暗地里更骚 竟然在房间里面藏男人 我之前追求你这么久 你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想不到你竟然如此放荡 牧春桃翘脸气得发白 且不说我只是在跟客人商谈生意 即便我真的跟其他人在一起了 又与你何干 牧春桃面容冰冷 语气森寒 我和你之间说是仇人也不为过 请你不要自以为是 牧春桃 曹阳太阳穴暴突 额头上也是青筋暴勇 双目赤红地说道 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我 真当我曹阳是尼捏的不成 我告诉你 今天我就要将你身边的这个那人 抽筋把骨 碎尸万段 再把你这个浪荡女 丢进平民窟让你爽个够 此言一出 牧春桃顿时脸色煞白 他是静心阁阁主不错 但是和曹阳比起来 视力就差太远了 这时 林宇拍了拍牧春桃的肩膀 说道 他既然想把我扒皮抽筋 那我肯定不能置身事外了 说完 他将牧春桃拉到身后 看向暴怒的曹阳说道 你别说我 没有给你机会 我就站在这里不动 你不是 要将我扒皮抽筋吗 现在可以来了 猖狂 曹阳蹊跷声烟 声音颤抖 旋即一脚踏出 坚硬的地板 顿时被一股距离冲击 出现了一个小坑洞 然后曹阳的身形 如同残影一般 杀向林宇 就在这时 少主且慢 那穿着灰袍的化灵镜老者 脸色微微一变 瞬间抓住了曹阳的衣领 格 曹阳正往前冲 这衣领一勒 顿时双眼暴突 舌头都吐出来了 如此滑稽的一幕 看得林宇神色更加不鲜 月老 你在搞什么费机啊 曹阳被月步群拉回到身边 整个人气的都要膨胀起来了 只差一点他就可以 但这木春桃的面 将那个家伙打成残废了 但是关键时刻 竟然被拉了回去 出了个丑 这何止是奇耻大辱 这简直是丢脸丢到外婆家了 他曹阳这辈子受过的屈辱 加在一起都没有今天多 若不是月步群是父亲的心腹 他早就一耳光打过去了 少主 你看地上的这些丹药 丹药怎么了 曹阳气笑声烟 面色猙獰的说道 我特么又不缺丹药 你还怕我冲上去 弄坏了不成 不是 这些丹药上面 有骨盒丹王的硬解 此言一出 曹阳瞬间面色大变 紧接着 他难以置信地 看向地上的丹药 脸上的神情瞬间凝固 他这一辈子 几乎就是吃着 丹王骨盒的丹药长大的 对于骨盒炼制的丹药 极为熟悉 刚刚在暴怒之中 根本没有注意到地上的丹药 这个时候仔细一看 发现地上的丹药 全部都是丹王骨盒炼制的 这些全部都是 骨盒炼制的丹药 曹阳惊恐无比地 看向凌羽 他不是傻子 丹王骨盒刚刚被杀 这里就出现了这么多 他亲手炼制的丹药 这意味着 凶手就在这里 木春桃显然不是 那个李劳也肯定不是 那么这个戴着面具的神秘人 一定是凶手无疑 你就是灭掉 丹王阁的凶手 曹阳脸色苍白 惊惧无比地 看向凌羽 什么凶手 我可是紫急城的英雄 凌羽冷冷地一笑 丹王阁的肮脏 不应该拿出来晒晒太阳吗 而且 你们这些服用过人丹的家伙 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此言一出 凌羽便是等于承认了 自己是凶手的身份 一旁的李老 直接目瞪口呆 头破发麻 另一边的曹阳和灰袍老者 就更加是脸色难看了 无论是凌羽的身份 还是凌羽一口就说出 他们服用过人丹的事情 都让他们心中顿感不妙 故多 曹阳浑身发冷 艰难地咽下 一口唾沫 他是万万没想到啊 自己想要借此 来掌控木春桃 竟然真的在这里 遇到了 将云家和丹王阁脚的 天翻地覆的凶手 若是他此刻身边 有足够的力量 能够抓到凌羽 这绝对是大功一箭 但是 此时他身边 只有一个灰袍老者 而对方可是 连云家的六长老都杀了的人 不可能是对手的 怎么 之前不是很嚣张吗 怎么现在不说话了 凌羽的声音 就像是从冰窖中吹来的寒风一样 落在曹阳两人的耳中 寒气从脚底板 直冲上天灵盖 曹阳转过僵硬的头 看了一眼灰袍老者 发现此刻后者也是满脸恐惧 一动不敢动 顿时就绝望了 我在问你话呢 凌羽一步迈出 冷笑道 要不要我再走近一点 让你再试试 不不不 我知道错了 曹阳颤颤巍巍地往后退去 瞳孔缩小得跟个阵眼一样 现在才知道 错会不会太晚了一些 我之前就说过了 给你一次机会 做不到的话 也别怪我没给你机会 凌羽缓缓向着曹阳走来 每一个脚步声 都像是催命的丧钟一样 第115章 人生如戏 不要 不要啊 曹阳双腿一软 直接跌倒在了地上 耻辱恐惧 懊悔怨毒 各种各样的情绪轰然爆发 直接让他 失去了所有抵抗的心思 而一旁的灰袍老者 看着自家少主跪了下来 当即也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他虽然是化灵镜五层的强者 但是对方可是 连云家化灵镜巅峰的六长老 都杀了得很人 他冲上去 不是送死吗 泽泽 倒也是能屈能伸啊 灵羽嘴角一勾 可惜了 你们都服用过人丹 死有余辜 不 我是紫吉城修士联盟盟主的儿子 他可是归原境的强者 曹阳色利内人的嘶吼道 你要是杀了我 你绝对逃不出紫吉城 你会承受千刀万剐之心 相比而言 岳不群就没有曹阳那么硬气了 毕竟他没什么后台 只能颤抖着声音说道 您如此年少有为 可不能因为一时痛快 就白白葬送了自己的性命啊 只要您放了我们 曹盟主一定会对您往开一面的 到时候得到曹盟主的帮助 你也可以飞黄腾达 想要什么有什么 灵羽嘴角一撇 归原境又怎么样 给我一点时间 归原境在我面前 也只能趴着 他居高临下地看着两人 再说了 曹斌和云家狼狈为奸 沆�一气 都不是什么豪鸟 我岂能与之同流合污 说到这里 灵羽的眼中 爆发出一股浓郁的杀机 大人 岳不群满脸恐惧的惊呼 曹盟主就曹阳一个儿子 您要是杀了他 就真的是 结下不死不休的死仇了呀 是啊 我爹就只有我一个儿子 我很珍贵的 您只要放了我 想要什么 我爹都会给你的 曹阳心中生起一丝希望 那你去换好处 灵羽耸了耸肩 这种方式行不通了 还不如等到时候 自己上门亲自去拿 反正修士联盟的分盟主 我又不是没杀过 而且 你爹和云家以及骨盒 做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死了 我也算是提天行道了 此言一出 不仅是曹阳和岳不群 就连一旁的李老和牧春桃 也是被震惊的合不拢嘴 曹冰可是归原境啊 即便是放在蓝星如晶的 鼎鼎大名的大城池 也是一方强者的存在 凌羽竟然扬言 要杀归原境的绝世强者 你既然铁了心要杀我 那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曹阳一听 顿时脸上露出争鸣和怨恨 左右都是一死 我跟你拼了 他大吼一声 然后立即抽身逃跑 而岳不群则是瞬间爆气 杀 他怒吼一声 一股璀璨而又凌厉的剑气 从其身上爆发出来 几乎瞬间就来到了凌羽面前 凌羽低吼一声 太坦俱灵 心念一动 皮肤瞬间如铁四缸 轻而易举的 就挡住了剑气的攻击 紧接着 他一手伸手 苍龙玄魔枪凭空出现 直接就刺穿了岳不群的心脏 不 岳不群绝望地呼喊一声 旋即被长枪传来的距离 瞬间搅碎 叮 恭喜你获得空间戒指 上品零十五万 悦尔的系统提示声传来 枪身一阵 将上面的血珠抖落 然后提枪朝着曹阳追了上去 此时此刻 曹阳正在不要命地逃命 他几乎已经施展了全部修为 用来逃跑 若不是知道 从九十九层跳下去 必死无疑的话 他估计早就跳楼了 不知道岳老能够拖住他多久 不管了 先给父亲传讯 不然的话 我肯定逃不过此人的追杀 一边仓皇地逃跑 曹阳心有余悸地往后面看了一眼 然后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了传信御剑 但就在他准备传讯的时候 一个残影一闪而过 直接就捏碎了他手中的传信御剑 谁 曹阳惊恐地大喊一声 他甚至连对方的样子都没有看到 紧接着 他朝着那道人影看去 瞬间高鼓悚然 面无血色 只见林语正面带微笑地看着这边 手握长枪 怎么可能 岳老呢 岳老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败了 曹阳万念俱灰 化灵近五层而已 杀之如杀鸡一般 林语撇了撇嘴 接下来该轮到你了 我再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吧 你刚刚不是说 要把我抽筋扒皮吗 你对自己施展一遍 如果你不死的话 我就放过你 不 不要 求求您了 饶了我吧 我有很多钱 我有很多的丹药和材料 我都给你 曹阳惶恐不已地向后退去 口中发出无比凄凉的哀求 呵呵 既然如此的话 那我为什么不杀了你呢 这样的话 你身上的东西也都是我的 林语冷笑一声 如果你下不去手的话 那我就只能请你去死了 不 我做我做 曹阳浑身一颤 连忙惊恐地叫道 我扒皮抽筋 虽然曹阳知道 这样做会让自己生不如死 但是为了能够活下去 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不过 我说了 那是最后一个机会 你不珍惜 林语森然地看了一眼曹阳 长枪刺出 不 曹阳发出最后一声惨叫 整个人被林语捅了一个透心凉 定 你获得了飞龙里火戒指 上品零食五万六千七百十四 中品零食十二万五千三百十五 砰 林语随手将曹阳的尸体扔在地上 旋即召唤出琉璃莲星火 将尸体烧得一干二净 随后身形一动 回到了之前的房间中 林语大人 穆春桃见到林语回来 顿时有些紧张地站了起来 林语点了点头 李老呢 穆春桃美目一按 我派他去清点静心阁的物品了 现在岳不群和曹阳死在了静心阁 无论怎么样 他都难逃干系 以曹兵的能力覆灭静心阁 只是抬手就能够做到 继续留在这里的话 下场只有死路一条 而且 他的下场 恐怕彼此更加凄惨 是我考虑不周 连累到你了 文言 穆春桃摇了摇头 这件事情 并不能怪到大人的头上 曹阳的目标本来就是我 如果今天不是大人恰好在此的话 恐怕我已经 林语陈吟少许 说道 要不这样吧 我们来演一场戏 让你们静心阁也成为受害者 这样的话 曹兵就不会为难静心阁的其他人了 毕竟静心阁好歹也是 紫棘城之名的丹药阁 穆春桃暗淡的美目微微一亮 该如何做呢 很简单 就是我把你抢走 只要你这个主事人不在了 想必曹兵也没那个脸 去对付静心阁的普通员工 也只能这样了 林语嘴角一勾 笑道 为了把这个戏演得逼真一些 我得杀几个人 啊 杀人 穆春桃大惊失色 连忙阻止 不要啊 林语大人 不要杀净心阁的人 放心 我不会杀净心阁的人 我们只需要演一场 打打杀杀的大戏就好 林语哈哈一笑 出来吧 我的演员们 说着 这个房间中 就凭空出现了八个 穿着黑袍 戴着白面具的人 第116章 巅峰之下我无敌 这是 穆春桃瞠目结舌地 看着凭空出现的八个人 翘脸上满是呆滞之色 别担心 他们都是我的分身 林语一边将地上的丹药 全部收到系统空间中 一边说道 事不宜迟 咱们这就开始吧 分身 穆春桃再次惊讶地张着小嘴 但还没等他提问 林语就走到了他的面前 穆姑娘 得罪了 说完 一把就搂住了他的腰肢 啊 一声猝不及防的尖叫声传出 林语和穆春桃的身影 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与此同时 走廊上 李老正往穆春桃的房间赶来 紧接着 他就感觉眼前一晃 什么东西 李老停下来 揉了揉眼睛 左右看看 什么都没有发现 难道是我眼花了 有些疑惑地皱了皱眉头 李老继续往前走去 但就在这时 他又感觉眼前一花 定睛一看 发现林语正抱着穆春桃 站在眼前 还默等他回过神来 林语忽然 往他嘴里塞了一颗 最好的疗伤丹药 这是做什么 李老有些不明 所以地吞下了丹药 双眼露出奇异之色 为了更真实的效果 李老 对不住了 林语歉意地笑了笑 然后一掌拍在了 李老胸腹之间 顺便还夺走了穆春桃 让他去清点的静心格物品 哗 李老猛地喷出一口鲜血 翻着白眼晕了过去 林语大人 你这是 见到李老吐血晕倒 穆春桃再次惊叫一声 叫得不错 待会儿你就这么叫 林语看向穆春桃 如果他能够一直保持 这样的尖叫声的话 就更加逼真了 什么可是我叫不出来了 林语微微挑眉 叫不出来可不行啊 旋即伸手 狠狠地拍了 一下穆春桃的底盘 触感嫩滑 弹性惊人 啊 穆春桃翘脸羞红 愣了一秒之后 叫了很大一声 这不就对了 林语抱着穆春桃 往外面跑去 同一时间 他的八个分神 就猛地追了出去 不多时 来到了静心格人多的层数 前面人就很多了 动作戏来了 紧接着他心念一动 八个分身大喊大叫地 冲了上来 放开阁主 何妨鼠辈 胆胆在静心格撒野 还不赶紧放下阁主 束手就擒 受死 八个分身表 演出不同的实力 围杀上来 哼 一群蝼蚁 林语冷哼一声 手持苍龙悬魔枪 和一众分身且战且退 哼 碰 强大的战斗余波 扩散开来 静心格很快就变成一片狼藉 打劫啊 救命啊 大量的静心格的顾客 和工作人员都惊恐地大叫着 纷纷开始逃命 不少静心格的守卫 见到牧春桃被劫持 竟是不要命地冲上来 跟八个分身并肩作战 想要留下林语 然而 他们岂会是林语的对手 一个个 全部都被一招打飞 鲜血狂喷 对不住了 我已经将力度控制在最小了 林语有些歉意地在心里说道 然后继续和八个分身 在静心格之中打斗起来 啊 一个分身不慎被林语一 把火烧成了灰烬 嘴里发出凄惨的叫声 而这一幕落在其他人眼中 就成了守卫 静心格的勇士 惨死于歹徒手中 依法炮制 林语将剩下的八个分身 全部都一一杀死之后 一路来到静心格第一层 然后直接冲到了大街上 牧春桃虽然双脸发烫 却不得不装出一副 恐惧和绝望的样子 大呼救命 骚乱很快就在 整个大街上蔓延开 静心格出世了 有好色之徒 劫持了牧阁主 天啊 谁这么狂妄 竟然敢在紫棋城内 做这种事情 快拦住他 不能让牧阁主 落在这样的歹人手中 大街上的热心群众 冲上来又被林语震了回去 各个鲜血狂喷 一路势不可挡 哈哈哈哈 牧阁主是我的了 林语身形一动 消失在远方 只留下猖狂无比的大笑声 很快 静心格被劫掠的消息 就传遍了整个紫棋城 在紫棋城 家喻户晓的美女恋药 师木春桃 光天化日之下 被贼人掳走之势 也传进了每一个人的耳朵 一时间不知道 有多少男人心碎了一地 又对整个歹徒咬牙切齿 与此同时 林语已经带着牧春桃 来到了平民窟的地下建筑之中 云子月虽然一开始 对牧春桃的到来 有些警惕和仇视 但是 直到牧春桃的遭遇之后 就同情起来 他们都是可怜之人 若不是遇到了林语的话 恐怕下场都会极其凄惨 此时此刻 牧春桃和云子月正在一起聊天 两人一个心性纯良 一个七巧玲珑心 相处起来非常的融洽 林语可没有时间去理会 他们两个如何相处 现在的他 正在系统空间中 寻找有没有自己需要的 三种升级材料 毕竟这一次不光杀了云岭 还宰了曹阳 这两位都是大肥阳 说不定会有自己需要的东西 找寻一番之后 林语心中一喜 果然在堆积如山的材料中 找到了龙林泰玄草 彼岸花 蜜罗血滴三种稀缺材料 到时候就能完成系统 交代的支线任务 一想到 任务完成 就能够获得奖励 林语就有些激动 系统的奖励 肯定不是什么 寻常的货色 紧接着 他又清点了 一番这次的战利品 将其分门别类的 在系统空间中储存好 原本接近一亿的下品零食 突然之间就暴增到了 一亿五千万 中品零食也达到了 四千万这种 让人瞠目结舌的数量 至于上品零食的话 就少了许多 还不到一千万 但即便如此 这个收获已经非常恐怖了 要知道 静心格目前 能够调动的资金 也就五千万 下品零食而已 也就是说 现在林语的身家 至少抵得上三个静心格了 林语有些激动的搓了搓手 系统 给我将能够升级的都升级 定 消耗二百万中品零食 六阶一合五食 三生花二食 分身功能升到九级 分身数量加一 定 消耗二百万中品零食 自动修炼功能提升到九级 修炼速度 变为基础速度的九百倍 定 消耗五百万中品零食 系统升级至七级 解锁炉火纯青功能 所有系统功能提升一级 恭喜完成支线任务 奖励宿主 竟连妖火地图残片一张 这一连串系统 提示声让林语脸上 由呆滞变成惊喜 再由惊喜 炉火纯青功能解锁后 它的修炼速度 就可以直接作用 在功法的熟练度上了 而且是加倍的提升 想到这里 林语直接就让系统 开始修炼第一本获得的功法 万剑真诀 定 万剑真诀已经达到圆满 卧槽 一秒圆满 林语直接愣住了 不会所有功法 都是一秒圆满吧 带着这个疑问 林语将万剑真诀 换成了玄阶高级功法 万雷天心诀 五分钟后 定 万雷天心诀 已经达到圆满 五分钟 玄阶高级功法 就圆满了 这也太变态了 林语直接目瞪口呆 瞠目接舌 即便是一个画灵静的强者 要将一本玄阶高级功法 修炼到圆满 也至少要半年以上啊 这五分钟 就圆满也特磨得太变态了 不知道 地阶功法 需要多少时间 林语有些兴奋地 舔了舔嘴唇 报告诉主 地阶功法 修炼到圆满 需要24小时的时间 林语双眼之中爆发出精芒 24小时 虽然相比起 其他的功法是很久了 但是要是跟正常人一比 这个时间 可以忽略不计啊 要知道 一本功法的熟练度 分为入门 小成 大成 圆满式的等级 如果没有炉火纯青的这个功能 以目前的速度来说 林语妖将一本地阶功法 修炼到小成都 需要好几天的时间 但是现在修炼到圆满 都只需要一天的时间 林语不断地 将修炼的所有功法 全部修炼到了圆满 玄机他立即打开了属性面板 姓名 林语 为了方便宿主 确切地了解 自身的相关属性 系统已将各属性能力值 转换成对应境界 往西支 境界等级 到抬进一层 攻击等级 划灵境八层 防御等级 划灵境八层 身法等级 划灵境八层 耐力等级 划灵境八层 掌握灵记 猎神枪 小成 猎影 小成 洞察之眼 小成 万剑真诀 圆满 焚天弄炎诀 圆满 万雷天星诀 圆满 追魂 圆满 满血荒体 圆满 云雾魂烟诀 圆满 部分功法省略 一火 清廉的星火 陨落星炎 琉璃莲星火 万寿灵火 阴阳双眼 以激活系统功能 自动修炼功能 十级 分身功能 十级 完美寻宝功能 九级 系统空间 存储提现 竟然提升如此之大 看着属性面板 灵语心中狂喜 看来小城的功法 和圆满的功法 完全不能比啊 不愧是圆满级别的 原本这些低阶的功法 对我来说 已经没用了 现在却可以发挥余热 爽 接下来只需要等 高阶功法 也达到圆满 自己的战力 应该就可以突破化灵境 正式来到 归圆境的层次 到时候 再融合分身 归圆境巅峰以下我无敌 归圆境巅峰之上 我一换一 第117章 全员出动 第117章 炼药术已经达到王阶 可炼至王阶丹药 系统提示应传来 让灵语的思绪回归现实 终于可以炼至王阶丹药了 目前我所知道的王阶丹药 只有寥寥几种 看来是时候补充一些 丹药的单方了 想到这里 灵语拿出了 骨盒的单道点击 开始翻看起来 虽然这本点击 没办法帮他提升 炼药术的水平 但是里面记录了单方 还是可以增加一下 灵语的单方储备的 与此同时 在此集成修士联盟大厦 一名强壮的化灵镜强者 诚惶诚恐地跪在地上 浑身发抖 什么 你再说一遍 曹冰愤怒无比的声音传来 使得这名化灵镜强者 冷汗直流 靖兴阁遭遇歹人袭击 靖兴阁阁主被掳走 少主他他下落不明 曹冰深深地呼吸了几口 脸色铁青 整个人已经处于爆发的边缘 他心中的愤怒 远比他表现出来的 要强烈一万倍 毕竟曹阳是他唯一的儿子 如果曹阳死了 那么他很有可能就断子绝孙了 面对这样的后果 可以说曹冰心中既愤怒又惊恐 岳不群呢 他是干什么吃的 岳统帅恐怕也 化灵镜强者战战兢兢地说道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 在靖兴阁找到了两团灰烬 很有可能是少主和岳统帅 但是靖兴阁发生动乱 少主恰好撞到了歹人 我估计就是那个时候 少主和岳统帅被杀了 什么 曹冰一瞬间如雷轰顶 神色扭曲起来 上前抓住化灵镜强者的脖子 将其提了起来 你说我儿子已经死了 呵呵 化灵镜强者被掐住脖子 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呼吸了 只能神色惊恐地点了点头 曹冰猛地将其一摔 滔天的愤怒立即冲上头脑 令他几乎丧失了理智 啊 曹冰双目血红 仰天长笑 发出痛苦绝望的怒吼 那跪在地上的化灵镜强者 立即匍匐在地上 生怕被暴怒中的曹冰 直接杀了 几分钟后 大量的修士联盟强者 蜂拥而至 即便是身在岗位的 都被派出去追查凶手了 一时间 整个紫集城 到处都是修士联盟的执法者 大量的人员被抓起来盘问 即便是当日 路过进心阁的人都没有放过 然而到最后 曹冰也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消息 只知道 凶手是一个年纪不大的年轻人 该死 你们都是废物 曹冰在修士联盟大厦的最高层 暴跳如雷 这么多人 连一个凶手都找不到 滚 都给我滚 若不是他仅存的一丝理智之称 想必此刻 他都已经要毁灭修士联盟大厦了 而就在这时 外面急匆匆地跑进来一个人 此人正是之前来禀告的化灵镜强者 盟主大人 找到一点线索了 化灵镜强者进来后 不敢跟曹冰对视 直接低着头跪下 说 曹冰的声音 寒冷的就像是从地狱传来的一样 大人 我们在靖心阁 截取了一点战斗气息 此人好像是灭掉丹王阁的凶手 曹冰阴沉着脸 灭掉丹王阁的凶手 派人去智慧蓝星主城的聂峰大人 暂时封锁航港 只需静 不许出 另外 让紫棋城内所有的化灵镜出洞 根据气息给我搜 仔细感受 下属传递而来的气息 曹冰双眼喷射出极强的杀意 紧接着 他一步迈出 直接冲破房间的落地窗 腾空而起 十海界限 一股恐怖的灵石 从曹冰的身上扩散开 迅速覆盖了方圆数千米的范围 前来报信的那名化灵镜强者 也立即前去传令 请客之间 十多个来自修士联盟的化灵镜强者 纷纷飞上天空 展开地毯式搜索 就在这时 云家也知道了 曹阳死在了靖心阁之时 云破天只是派人去协助曹冰抓捕凶手 可是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 凶手竟然是他认为 已经扶诸的灵语 而此时的灵语 正和云紫月 以及牧春桃 挤在一起研读典籍 原本灵语是一个人看的 但是后来因为云紫月 给牧春桃说 灵语甚至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炼制食品丹药的事情 这顿时就让牧春桃 震惊得合不拢嘴 云紫月见牧春桃不相信 就干脆带着他 来到灵语身边 让他见识见识 但是 他们又不可能平白无故地 让灵语去炼丹 但即便是这样 灵语的炼丹天赋 也是牧春桃这么多年里面 见到的最强者 回过神来 他拿出了自己的丹道点击 向灵语请教学习 而他本身的天赋也很强 灵语一说就通 在灵语的指点下 牧春桃不仅将自己的 丹道点击融会贯通 而且还学了不少 来自于丹王骨盒的炼药知识 这让他在丹道上的理论知识 几乎突破到了丹王之境 好了 合上手中的点击将其扔进了系统空间 如果不是牧春桃问的话 这些东西 他根本不会看上一眼 有时间的话 我亲自给你们演示演示 多谢灵语大人指点 牧春桃满脸真诚的弯腰鞠躬 一双美目中满是崇拜和激动 至于云紫月 他根本就不是炼丹的那块料 也就是听着玩一下 这时 灵语忽然神色一动 看向上方 怎么了 公子 云紫月敏锐地发现了灵语的异常 他们开始疯狂搜寻我的踪迹了 灵语嘴角一勾 嘖嘖 一个归原镜 二十多个画灵镜 甚至云家也派人来了 还真是吓人 啊 云紫月对于这件事情 完全不知情 曹冰 以及修士联盟的所有强者 他们都出来 找我了 对于修士联盟和云家的动向 灵语岂能不掌握在手里 他早就将分身安排在了附近监视 曹冰等人动静这么大 怎么可能瞒得过他呢 啊 曹冰亲自出动了 牧春桃目露担忧之色 归原镜的灵石感知很强 这里虽然是地下 但是也瞒不过他的 现在该怎么办 没关系的 紫急城这么大 他们一点点的搜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够搜到这里 灵语脸上 没有丝毫的惊慌 如果我再去诱导他们一下的话 他们永远都别想 发现我们 但是那样的话就不好玩了 所以稍微的拖延一下 他们搜寻的进度吧 怎么拖延 云紫月眨着眼睛问道 当然是用分身了 灵语淡淡地笑了笑 旋即他直接将一个分身 往某个参与搜寻的 华灵镜那边派去 然后捡一分神 派遣到了航空港 既然你们这么大费周章地 想要找我 那我就好好陪你们玩玩 第118章 混淆试听 云家的大厅 云破天收到了一个 让他震惊的消息 杀了曹阳的人 就是灭掉丹王阁的人 云破天瞪着一双眼睛 不可置信地看着传心遇见 可是灭掉丹王阁的人 不是灵语吗 灵语已经死了呀 这不可能 灵语怎么可能没死 云破天深吸一口气 缓解心中的震惊 对着传音 御检发出了一条询问 片刻后 他的属下 传来非常肯定地回答 杀掉曹阳的人 就是灭掉丹王阁的人 也就是说 这件事情是灵语干的 得到这个确切的消息 云破天一瞬间愣在了原地 灵语的那一句话 不断地在他耳边回荡 好戏才刚刚开始 云破天一把捏碎了传音御检 神色阴沉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两久之后 他稳定心神 恢复冷静 之前死的那个 一定不是灵语本人 他只是一个傀儡 或者说分身 所以才敢如此 有恃无恐地来到云家 云破天眼里闪过一道寒光 之前云家的强者 也遇到了能够使用 同样招数的两个人 一般情况下 分身的数量 不会超过两个 更何况这灵语的分身 如此强悍 几乎堪比化灵精六层 甚至七层以上的强者 也就是说 这个灵语 应该只有一个分身了 另外一个 则是他的本尊 一番分析之后 云破天笃定了他的想法 好 灵语你没死正好 云破天脸上露出残忍的冷笑 你没死 我就让你后悔 来到这个世上 紧接着 他给曹冰发了一道讯息 收到讯息的曹冰 同样是震惊无比 灵语一个人 竟然有两句分身 而且还和本尊实力相差无解 曹冰神色有些不敢置信 在震惊的同时 曹冰也警惕起来 对方如果有分身的话 很可能会派出分身 混淆视听 以便本尊逃走 传令下去 城门 航空港只要是离开紫急城的通道 全部都是只准进不准出 曹冰双眼寒光闪动 脸上露出阴沉至极的笑容 林语是吧 心仇就恨一起算吧 同一时间 紫急城所有的通道全部关闭 壁垒的进空阵法也启动 想要飞出城外 根本不可能 只有拥有特殊通行证的灵气飞艇 才可以无视进空阵法 飞出壁垒 因此 在曹冰看来 林语已经成为一只困兽 可惜无论是他 还是云破天都无法想象 林语竟然拥有八个 跟自己同等境界的分身 而就在曹冰下令后不久 一个阴暗的小巷子中 一个穿着黑袍戴着面具的人影 开始动身 此人正是林语的第一个分身 此时此刻 林语已经对分身使用了完美浮身 好戏开场了 林语冷冷一笑 走出了巷子 环视一圈后 他找了一个手臂上满是纹身 凶神扼杀的大汉故意撞了他一下 我操你妈的 没长眼睛吗 纹身大汉一脸横肉抖了抖 一巴掌就对着林语胡了过来 林语后发先至 手掌扇在了纹身大汉的脸上 纹身大汉顿时惨叫一声飞了出去 周围一阵骚乱 嗯 附近正在用灵石感知搜寻的 化灵镜强者 发现异动立即往这边查看 这股战斗气息 这名化灵镜强者 双目一瞪 立即欣喜若狂 是那个林语 没想到他竟然还敢顶风作啊 惊喜过来 这名化灵镜强者并没有贸然动手 毕竟林语可是灭掉半部归原镜强者的人 他这点实力上去 不是送菜吗 于是他锁定了林语的气息 然后给曹冰发送了传信御检 发现林语的踪迹了 曹冰看着手中的传音御检 眼中的惊疑之色逐渐浓郁 这么快就暴露出来 恐怕是林语的分身 不过虽然知道这个是分身 但是曹冰一番思索之后 还是决定要抓住这个林语分身 一来 这只是他的猜测 万一这不是分身 而是林语的本尊的话 岂不是白白错失机会 二来 如果是分身一类极为珍惜的功法 那么本尊时候 是可以在分身上复活的 所以消灭分身 也就是灭掉了林语复活的一次机会 因此 无论是林语的本尊 还是分身曹冰都不会放过的 传例下去 曹冰眼中寒光乍现 调动一队至三队人员 前往围杀林语 其余小队以及云家之人 全部前往城门和航空港 命令一经下达 大量的人员顿时朝着林语 分身暴露的位置赶去 同时曹冰也往分身暴露的位置赶去 而对于这一切 林语虽然看不到 但是却能够猜到 来吧 都来吧 林语冷笑道 这紫急城的谁也该搞混搅混了 紧接着 他转身走进了一座人来人往的大厦 该死 竟然进了一个人这么多的地方 是不是发现 我在跟踪了 跟着林语的画灵镜强者 有些烦躁 为了不打草惊蛇 他一直都将目光死死地锁定在林语身上 如果用灵石的话 他怕对方有所察觉 而现在 林语进入了人山人海的地方 想要用肉眼 去观察林语的动向 就变得极其困难了 怎么办 这名画灵镜强者的脸 都皱了起来 随后他还是给曹冰发送了信息 询问对策 严密监视这栋大厦 一旦其他人感到 立即动手 至于这栋大厦里面的路人 不用去管 他们自己会逃跑的 如果没逃掉的话 就怪不了我们了 收到消息的曹冰 立即给出了冷漠的回答 在他看来 紫吉城这些贱民的人 根本不值一提 甚至 曹冰已经做好了 即便将整栋大厦 移为平地 将里面的人全部杀死 都不能放过林语 这是 收到命令的画灵镜强者 虽然觉得曹冰的做法 有些过于偏激了 但是他一个做属下的 根本就没有办法做什么 七八分钟过去后 其余三个小队的统领 带着一群人 来到了林语分身所在的大厦 开始吧 为首的画灵镜强者说道 锁定目标之后 提醒一下不相干的路人 然后直接动手 其他的都不用去管 好 我来锁定他 跟踪林语的画灵镜强者说道 旋即放出所有的灵石 将整个大厦全部笼罩 然而 当他进行一番搜索之后 却是立即脸色大变 怎么了 为首的画灵镜强者 眉头一皱 冷声问道 不见了 林语不见了 脸色大变的画灵镜强者 难以置信地瞪大了双眼 怎么可能 我的灵石虽然没有直接监视目标 但是却覆盖了他周围所有的路线 他只进去了 并没有出来 怎么可能消失不见呢 什么 他竟然在你的眼皮子底下消失了 其余几个画灵镜强者 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这时 远处飞来一道流光 眨眼间就到了眼前 第119章 劫持飞艇 怎么回事 曹冰的声音冰冷无比 既然人都到齐了 为何不动手 启禀大人 目标 目标不见了 之前追踪的画灵镜强者 硬着头皮说道 我们的灵石 覆盖了所有地方 但是他进入大厦后就消失了 什么 不见了 曹冰脸色阴沉地 快要滴出水来 双眼带着杀气 看向之前追踪的人 如果现在不是 需要人去搜寻灵雨的话 他想直接杀了此人 你们兵分两路 两个进去仔细搜寻 不要放过任何角落 他很有可能 带了躲避灵石探查的宝物 是 同一时间 一艘灵气飞艇刚刚降落 大量的乘客涌出 而这些人 大多都是为了上三院招生的事情而来的 这里就是紫集城啊 果然比我们白纸城要大多了 是啊 看这些高楼大厦就像是上元年代一般 好不容易来到了紫集城这一次 一定要好好地玩一玩 众人议论纷纷之际 旁边一个航空港的工作人员 撇了撇嘴说道 紫集城好是好 但是最近可不太平 你们可要小心一点 就在刚才 航空港下达命令 紫集城只许进不许出 恐怕又有大事要发生了 啊 紫集城这么乱 现在回家还来得及吗 我想我的妈妈了 周围的人全部都惊讶不已 面面相去 而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从他们的面前一闪而逝 直接进入了空空如也的灵气飞艇中 这道身影自然是被灵羽控制的分身了 进入灵气飞艇后 灵羽直接来到了驾驶舱 什么人 立即离开 这里不是你能来的地方 负责守卫驾驶舱的护卫 立即高声立合 灵羽冷冷一笑 身上的气息轰然爆发 刹那间 驾驶舱守卫和驾驶员直接猛逼了 大人 驾驶舱护卫双膝 一软跪倒在地 那个驾驶员也是浑身颤抖 不知所措 乖乖听我的话就不会有事 现在马上起飞 灵羽的声音传出 是 大人 我这就起飞 驾驶员全身一震 立即慌张地操纵灵气飞艇 开始起飞 而这一一变 立即引起了航空港工作人员的注意 第25号飞艇 请你立即停止起飞 重复一变 请25飞艇立即停止起飞动作 并降落在指定区域接受检查 一声一声的机械音 传遍整个航空港 什么 什么情况 我们白纸城的飞艇 怎么忽然起飞了 之前议论纷纷的白纸城众人惊骇不已 其他的人同样一脸震惊 这种事情可不多见 他们知道 恐怕要有大事发生了 同一时间 被曹冰派来 把守航空港的强者 纷纷神色一变 这个时候一场起飞 很有可能就是那个淋雨试图逃跑 一名鹰沟鼻化 临近中年男子又惊又喜地指着起飞的飞艇说道 快 拦住他 给盟主大人汇报消息 就说找到淋雨了 话音刚落 他就和一个黑脸化临近强者腾空而起 朝着淋雨劫持的飞艇飞去 而其他人则是开始汇报消息 布置地面的防御手段 飞艇上 不要管航空港的命令 继续起飞 淋雨的声音依然平静 飞艇的驾驶者 艰难地吞下一口唾沫 苦涩道 大人 我们继续起飞的话 他们很可能会把我们打下去的 不要理会 需要我重复吗 淋雨的声音冰冷起来 转头朝着窗外看去 此时 那两个化临近强者已经追了上来 他们的速度比灵气飞艇还快 双方的距离渐渐缩小 两个化临近八层 淋雨嘴角露出一抹不屑 这时 那两个化临近强者 已经追到了灵气飞艇上面 立即停止飞行 否则 我们就要动手了 黑脸化临近强者立一声喝道 临时感知 黑脸化临近强者 双眼金光一闪 临时汹涌而出 整个灵气飞艇被包裹 无孔不入的灵石 很快渗透到了驾驶舱 紧接着 他就看到了一个黑袍人 平静地坐在沙发上 翘着二郎腿 真是那个淋雨 快 冲进去将其活捉 黑脸化临近强者脸上露出惊喜 一旦抓住淋雨 那他们就立下了大功 走 另外一个阴沟鼻 同样欣喜不已 白骨裂空刀 阴沟鼻大吼一声 手中的大刀落下 将灵气飞艇的表面 撕开了一条裂缝 旋即二人飞了进去 朝着淋雨分身所在的驾驶舱赶去 几个呼吸后 他们出现在了淋雨的面前 速度还不错嘛 看着面前的两个画铃进八层 的强者 淋雨拍了拍手 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你就是淋雨 是你自己自费修为束手就擒 还是我们亲自动手 两人一左一右将淋雨围在中间 脸上写满了 瓮中捉鳖四个字 我很好奇 你们明知道云家的六长老 半步归原镜都死在了我手上 为什么还要来送死呢 阴沟鼻冷笑一声 杀了云浮又怎样 你以为我们是普通的画铃进八层吗 不要废话了 赶紧拿下它 黑脸双目凶光毕露 杀气凛然 旋即低喝一声 动手 下一刻 他浑身的血肉消失 整个人成了皮包骨的骷髅 但是整个人的修为 却是瞬间提升到了半步归原镜 同时 阴沟鼻也使用了提升实力的秘术 将自己的实力提升到了半步归原镜 哼 阴沟鼻冷笑着说道 现在你觉得 还有自信 能够从我们手中逃走吗 两个半步归原镜 的确很强啊 淋雨耸了耸肩 可惜 你们还是要死 事到如今 还是明完不灵 黑脸怒气滔天 一掌击出 一个鬼脸骷髅形成 向着淋雨狠狠杂去 下一刻 暗影顺杀阵 雷震天刚 无数道剑光 携带着雷霆 漠然出现在两人周围 瞬间将它们切成了碎片 泽泽 阴阳双眼的隐藏气息 是真的好用啊 特别是你们这种 不喜欢时刻保持临时感知的家伙 淋雨挥了挥手 两个分身直接消失 然后他来到了驾驶舱 飞艇驾驶员和护卫 刚刚就听见了两声凄惨的声音 此时淋雨出现 差点将它们吓得晕死过去 放心好了 只要你们乖乖听话 我是不会伤害你们的 淋雨说道 你们只需要将飞艇 开出紫急城的范围 一直飞行就可以了 是 大人 飞艇驾驶员和护卫们 面色惊恐 战战兢兢地回答 随后 他们将飞艇的功率 开到了最大 快速向着壁垒飞去 第120章 细耍曹冰 什么 航空港出现了一个领域 劫持了灵气飞艇 想要逃走 曹冰看着手中的船新欲捡 神色漠然一动 果然在这里出现的是他的分身 他使用了调虎离山之计 幸好我早就料到了这一点 派了几个统领去航空港蹲守 否则的话 还真有可能被他逃脱 想到这里 他立即下令 你们继续搜寻这里 我去一趟航空港 不错 多疑的曹冰并没有放弃 对第一个领域分身的搜索 当然了 他的多疑 注定只能是白费功夫了 说完 不等下属回答 他直接腾空而起 化作流光 向着航空港赶去 虽然领域能够斩杀云符 但是云符毕竟是 吃人丹提升上来的修为 第四统领和第六统领 都是实打实的化灵径八层强者 再加上秘书 一定可以将领域留下 曹冰脸上露出冷笑 等我感到 你就算是插上翅膀 都逃不掉 怀着无尽的杀意 曹冰将速度开展到了极致 三分钟后 他抵达了航空港 然而 一落地 就有一个修士联盟的人 神色惊慌地冲过来 跪在了地上 何事慌慌张张的 曹冰冷眼看向此人 四统领和六统领呢 大人四统领和六统领 追寻领域挟持的飞艇离开 很快就失去了音讯 我们传信过去 但是没有收到答复 跪在地上的人 惊恐万壮地说道 关键的是 那飞艇根本没有停下 而是往壁垒外边飞去了 什么 曹冰脸上的神色 瞬间变成震惊 你说四统领和六统领 也没有拦下灵气飞艇 而且 人也失去了联络 是 是的 跪在地上的人 战战兢兢地点点头 听到这话 曹冰脸色由白转黑 再由黑转青 极为精彩 失去音讯代表什么 他很清楚 这说明 四统领和六统领 很有可能已经死在了灵狱手中 我的计策没有问题 紫急城城内的那个 就是灵狱小儿的分身 挟持飞艇的 才是他的本尊 这灵狱 为何如此强大 四统领和六统领秘书开展 能够爆出半步归原境的力量 两人联手 竟然都死在了灵狱手中 这时 跪在地上的人小心翼翼地说道 大人 我们看见灵气飞艇往西边飞去的 要不要去追 追 你们拦都拦不住 拿什么追 饭桶 曹冰脸色阴沉地 将此人一脚踹飞 然后大吼道 将近空阵法关闭 我亲自去追 说完 曹冰冲天起 用最快的速度 朝着西边飞去 就在曹冰被牵着鼻子走的时候 灵狱解除了完美附身 留下分身看守灵气飞艇 然后收回了全部的意识 这曹冰的智商 也能够当上分盟主 真是奇了怪了 灵狱咧嘴一笑 发现云子月正好奇地盯着他看 公子 你又在傻笑了 灵狱回过神来 笑道 哈哈 将曹冰耍得团团转 我开心吗 牧春桃也非常好奇地问道 灵狱大人 曹冰可是归原境的强者 你是怎么样把他耍得团团转的 灵狱哈哈一笑 然后将如何戏耍曹冰的事情 说了一遍 他们肯定想不到 那些全部都是公子的分身 曹冰竟然还在傻乎乎地追飞艇 真是笑死我了 听了灵狱的讲述 牧春桃和云子月 顿时兴致勃勃地议论起来 看着唧唧喳喳说个不停的良女 灵狱淡淡地笑了笑 玄机他抬头一看 目光似乎穿透了地下建筑 落在了整个紫棘城上 现在紫棘城也就是 归原境的精神攻击 能够对我造成极大的威胁 虽然我可能吞噬分身 使得境界增加 但是精神力这种东西 能否用分身叠加不得而知 而且吞噬分身 能够维持的时间 只有半个小时 当作底牌用用还行 不能太过于依赖 最重要的 还是灵食啊 灵狱双眼之中 流转思索之色 只要将石海等级 提升到宁原境界 那我就可以大摇大摆地 在紫棘城横着走了 想到这里 灵狱陈阴少许 从系统空间中 拿出一颗王阶丹药 这颗丹药通体碧蓝 如同一颗蓝水晶 这是刚刚炼制出来的 圣心锁灵丹 化灵境刚刚开辟石海 除了自身需要苦修之外 还要借助外力去修炼 而丹药就是其中一种 不过能够增加石海的丹药 都是非常珍惜的 至少也是王阶丹药 王阶丹药 也只有丹王能够炼制 而提升石海的王阶丹药 许多丹王都不一定能够炼制 比如圣心锁灵丹 就是来自鱼骨盒的 丹道典籍中的一种丹药 但是这种丹药 骨盒不会炼制 因此 能够提升精神力的丹药 无从下手 不过这对于丹羽来说 却是轻松至极 只要有可以炼制出来丹药的材料 他就可以轻松血液的炼制出 圣心锁灵丹 而且 品质还是极品丹药 只要材料足够 我很快就可以将石海等级 提升到宁园 丹羽黑黑一笑 跟良女打了一个招呼 然后就将手中的圣心锁灵丹服下 刹那间 丹药入口 他就感觉头脑一阵清凉 似乎连感官都清晰了很多 而且 这种感觉还在越来越强烈 显然是药性正在体内爆发 不愧是极品丹药 丹羽露出满意的笑容 问道 系统 我还需要多久 才能够让石海等级提升到宁园 报告宿主 你还需要六天的时间 才能够将石海等级提升到宁园 缩短了一天 丹羽点了点头 还算不错 紧接着 他心念一动 手中顿时出现了一大把圣心锁灵丹 这些圣心锁灵丹 是目前丹羽拥有的 所有能够提升石海等级的丹药 每一颗都价值十万中品灵石以上 换算成下品灵石的话 这一把就是一亿的下品灵石 不过 丹羽却没有丝毫的犹豫 随后像是吃糖一样 将其吃掉了 哄 一股恐怖的凉意从体内爆发 瞬间冲上了脑海 丹羽的意识 就如同沉入了深海一般 陷入黑暗之中 黑暗的世界里 无数的光线 如同丝线一般 疯狂冲进了石海中的白色光环中 短短时间内 像是做火箭一般暴增 如果能够一直保持这个速度的话 不出一天 我的石海等级 就能够达到宁元 凌羽面露畅爽 可惜圣星锁灵丹已经吃完了 否则的话 这个时间还能再缩短 目前曹冰被我引开了 云家的云破天折服不出 正是收取利息的好机会 想到这里 凌羽拿出地图 开始搜寻整个紫集城的丹药店铺 很快 凌羽找到了四个合适的目标 紫集丹药阁 云市药方 全有药材阁 新华丹房 这是紫集城内最大的四个丹药店铺 每个都比靖心阁要大得多 其中 紫集丹药阁属于修士联盟分布 云市药方和全有药材阁 是云家的产业 新华丹房 这是曹冰的私产 紫集丹药阁 有公家性质 还是算了 凌羽挑了挑眉 将目光落到了其余目标上 那就你们三个了 玄机 星面一动 将分身派遣出去 同一时间 紫集城西方壁垒外 追杀灵气飞艇 此时已经追到了距离灵气飞艇 不足五千米的地方 第121章 劫略开始 以为劫持一艘灵气飞艇 就可以逃出我的手掌心吗 曹冰冷哼一声 脸上露出不屑和鄙夷之色 相对于灵气飞艇的速度 他的速度 至少要快两到三倍 灵气飞艇被追上的结局 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林雨小儿 等你落到我手里 你会后悔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冷笑一声 曹冰继续往前追去 灵石感知也飞速扩散开来 不多时 他的灵石感知 就覆盖了整个灵气飞艇 但是 在一番搜寻之后 曹冰脸上的不屑鄙夷 完全消失 变得阴沉如水 不见了 怎么可能 难道是在半路上逃走了 这也不对啊 我在城内的时候 就已经远远地锁定了飞艇 没有人半路离开飞艇啊 怀着强烈的惊疑 曹冰再次加速 赶上了灵气飞艇 从那个被撕开的口子 冲了进去 再次进行一番搜寻之后 曹冰的脸色变得 黑如锅底 真的没有 这灵气飞艇之上 除了驾驶者和护卫之外 就没有第三个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莫非他根本就没有上飞艇 没上飞艇 又是怎么杀掉 我的两个属下的 实在是诡异 在紫吉城的时候 也是突然消失 在飞艇上 也是突然消失 难道他还能掌握 传说中的空间属性功法 可以撕裂空间 顺一步成 想到这里 曹冰顿时脸色大变 凌羽就是拥有传说中的 空间属性功法 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难怪此人 敢肆无忌惮地 在紫吉城内杀人 甚至连修士联盟 都不放在眼里 拥有空间属性的功法 除非是神魂镜这种 同样掌握空间之力的 超级强者 否则的话 根本就无从追起啊 该死贼老天 为什么要让我遇到 凌羽这个杂碎 曹冰顿时被弃得 蹊跷生烟 双目血红 作为紫吉城的分盟主 作为一名归原境强者 他竟然连自己的儿子 大仇就无法报 反而还被人家 牵着鼻子耍 这简直是天大的耻辱 啊 灵语砸碎 我与你不共戴天 曹冰无比崩溃地 大吼一声 就要抱起 毁掉灵气飞艇泻分 但就在这时 曹冰的传信遇见 忽然一震 一群废物饭桶 还敢给我传信 曹冰强忍住悲愤 拿出传阴语 减扫了一眼 就这一眼 他脸上的悲愤之色 立即凝固 紧接着他的脸上 忽然爆发出狂喜之色 灵语小儿你 竟然没有逃出城外 而且还敢 对我的新华丹房动手 好 只要你没有逃出城外 你就还在我的手掌心 此时此刻 曹冰对新华丹房的损失 已经漠不关心了 他现在只想让灵语 死无葬身之地 下一刻 他拿出传信遇检 吩咐几句 然后飞出灵气飞艇 朝着城内赶去 与此同时 此籍城内 一场史无前例的抢劫 正在进行之中 全有药材阁 这是一座 被云家收购的药房 管理成员 全是云家的核心层 而且 这座药房 比进新华的规模 还要大了许多 这里 也比进新华热闹得多 不过 那都是几分钟 之前的事情了 此时此刻 整座药材阁万类聚迹 落真可闻 因为所有人 几乎都跑掉了 留下的 只有几个云家的成员 平时 这个云家的成员 可以肆无忌惮 为所欲为 但现在 他们一个个浑身发抖 脸上 满是绝望之色 是你们带我去宝库 还是我杀了你们之后 自己找 一个浑身 被黑袍包裹的声音 慢条丝里地说道 此人便是凌宇 用完美附身控制的分身 大大人 一个年级比较大的云家成员说道 求求您别杀我们 我这就带您去 在这生死之时 没有什么东西 是比生命更重要的 因此 这几个云家的成员 毫不犹豫地 就屈服在了 凌宇的淫威之下 那就走吧 那云家的老者 惶恐地点点头 颤颤巍巍地 指着丹阁的某个方向 大人 宝库就在这边 您跟我来 于是在几个云家成员的带领下 凌宇顺利地进入了 全有药材阁的宝库 大量的珍稀药材 和天才地宝 无数的丹药被装在 一个个箱子里面 光是这些箱子 就有足足上千个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专门用来 存放零食的宝库 里面整整齐齐地 堆放着根山一样高的零食 嘖嘖 云家真的肥啊 凌宇一边感叹几句 一边将这些东西 全部收进了系统空间 一名云家成员 艰难地吞下一口唾沫 紧张地问道 大人 我们可以走了吗 可以了 闻言 这几个云家成员 一溜烟地 全部跑没影了 这几个人 能够掌管药材阁 自然是云破天的心腹 但是凌宇 也没有到那种 滥杀无辜的程度 这几个人 都没有吃过人丹 所以凌宇 也不会去为难他们 同一时间 新华丹房和云氏药房 也在上演同样的一幕 不过 相对于全有药材阁 这两家的抵抗力度 要大一些 特别是云氏药房 有一个化灵境 八层的老者镇守 当然 凌宇在飞艇上 两个化灵境巅峰都杀了 一个化灵境 八层自然翻不起什么浪化 因此 短短几分钟之内 云氏药房 和新华丹房所有的资金 丹药 材料都落在了凌宇手中 而如此短暂的时间 无论是搜索凌宇的强者 还是曹冰 都来不及返回 当他们行色匆匆地 赶到三座丹阁的时候 凌宇已经收回了分身 而就在这时 绝名山上 云破天 和一名中年男子 相断坐 这名中年男子 身形消瘦 见眉心目 神色端庄 令人肃然起敬 不敢直视 而此人正是来 此集城举办上 三院招生的聂风 聂大人 这是我特意 从西兰城带回来的银观音 尝尝看 云破天满脸笑容地说着 不过从其眼底深处 还是能够看出一些怒色 毕竟刚刚才得知 凌宇原来没死 不过 对方是负责 上三院招生的人 又是归原尽强者 他不得不亲自接待 多谢云家主 聂风开口说话 声音铿锵有力 令郎之事 我感到很痛心 但今天来找云家主 实在是迫不得已 还请云家主见谅 云破天笑了笑 似乎对自己儿子的 死毫不在意 聂大人不必客气 您但凡有所需 我云家 势必全力满足 聂风笑呵呵地说道 那我就直说了 聂风笑道 我这次 是为上三院招生而来 而上三院招生 需要布置一道 月龙打针 用以筛选天才武者 今日距离招生日期 越来越近 我也开始打算 布置月龙大镇了 于是观察了一番 紫棘城的地脉 发现这绝明山最为合适 所以 想要借你们云家的宝地一用 招生之后再归还 云破天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这自然是没问题 上三院 能够在绝明山举行招生 是我云家的荣幸啊 当然 我这就让绝明山上的人 全部离开 再将其清理一遍 绝明山 是紫棘城 唯一一座巨大的自然山峰 是当初云家保留下来的 否则的话这块地方 早就被推平 用来修建大厦了 而到了现在 这座自然山峰 在钢铁丛林一般的紫棘城内 自然也就珍惜无比 不过 他再怎么珍惜 也不过是一座山峰 不外乎景色优美罢了 哈哈 那就太感谢云家主了 聂峰抱拳一笑 旋即站起身 那聂某 就恭候佳音了 好 聂大人我送你 说着云破天 就要送聂峰离开 但就在这时 他的传信欲见 忽然一阵 嗯 云破天脸色一变 露出一些欣喜之色 看来是曹大人 抓住那个淋雨小儿了 聂峰看到云破天的喜色 不由地笑道 对于淋雨 在紫棘城内干的事情 他还是有所耳闻的 不过这件事情 他不好插手 他毕竟只是 来负责招生的 紫棘城内 无论再怎么样 都是紫棘城内的事情 他一个外人不好 随便去管 第122章 宁元等级 说着 云破天便拿出了 传信欲牌 但是 当他看清楚 传信欲牌上面的内容时 脸上欣喜瞬间 就凝固了 怎么了 云家主 聂峰看见云破天的脸色不对 用临时一扫传信欲牌顿时 脸色微微一变 只见传信欲牌上浮现几句话 家主大人 淋雨重现紫棘城 正在对曹盟主 和我们云家 展开报复 新华丹房 云氏药房 和全有药材隔背 同时洗劫一空 有多名长老 供奉陨落 其余重要成员 也是伤亡惨重 聂峰看完信息 不由的神色 露出有意思之色 这个淋雨倒还真是 极傲狂妄 而在聂峰惊疑之时 云破天 脸色迅速转为了 无尽的震怒和怨恨 怎么又是这个淋雨小儿 曹盟主不是 去追杀她了吗 她为什么要能够 出现在紫棘城 而且还同时洗劫了 三座丹楼 难不成 她有四个分身 愤怒 震惊 怨毒 难以置信 各种情况 都出现在了 云破天的脸上 使得她的脸色 急速变换 原本以为 有曹盟主出马的话 淋雨此人必死无疑 结果没想到 等来的 却是淋雨疯狂的报复 这淋雨 如何才能够杀死她 云破天心中狂吼 阴沉如水的脸色 隐隐透着 一丝无奈之色 就这么短短 两天的时间内 淋雨做的事情 没有一件 是不轰动全程的 沙谷河 灭丹王阁 沙云扶沙云岭 现在又洗劫了 三座丹楼 但从始至终 她付出的代价 不过是一句 分身的死亡罢了 堂堂子集成 第一家族 竟对淋雨 没有丝毫的办法 这种完全失去 掌控的感觉 令云破天心中 羞耻狂怒的同时 又有些惶恐不安 难受的 几乎吐血 云家主 病神 一旁的聂风的声音传来 云破天立刻惊醒 紧接着 她深深吐出一口气 然后有些尴尬的 对着聂 风微微一拜 多谢聂大人出言提醒 否则的话 我真的是被那个 淋雨小儿气的 走火入魔了 聂风淡淡地点头 旋即眼中 闪过一丝寒意 这个淋雨在子集成 闹出这么多事情 真是肆无忌惮 再这样下去的话 恐怕上三院的招生 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云家主 你可以问问曹盟主 若是需要的话 我可以帮你们 一起追捕此人 正所谓 吃人嘴短男人手软 她聂风刚刚才 借了云家的绝名衫 自然没有毫无表示 何况在上三院招生之际 这个淋雨 竟然在子集成 兴风作浪 完全不把上三院放在眼里 这简直是在打她的脸 因此 聂风对于淋雨娜 是一点好感都没有的 聂大人 如果能够出手的话 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我马上去问问曹盟主 相信他 一定不会拒绝的 到时候 我们三位归原尽出手 就算这个淋雨小儿 再怎么诡异 也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 云破天脸上的狂怒 顿时变成惊喜 旋即他立即开始联系曹兵 一分钟后 传信玉牌 接连闪烁 显然是接收到了消息 太好了 曹盟主非常欢迎 聂大人出手相助 很好 聂风脸上露出冷笑 有我们三人联手 这淋雨必死无疑 与此同时 在贫民窟的地下建筑中 泽泽 没想到 出了炼丹所需的材料 还收获了 如此多的丹药和零食 看着储物空间中的 各种丹药和材料 淋雨露出满意的笑容 作为紫棘城内 最大的三家丹楼 无论是资金储备 材料储备 还是丹药储备 都是静心格的五倍以上 她将所有的零食 全部存到系统中 当务之急 还是要将十海等级 给提升上去 淋雨面露微笑 将目光放在了 系统空间的炼药材料上面 洗劫了三家丹药格 炼制王杰丹药的材料 自然是不会缺少的 一番查看后 淋雨发现 自己拥有的材料 不仅能够炼制圣星所灵丹 还能够炼制一种 更好的王杰丹药 神星玄机丹 这下我的十海等级 提升有望了 淋雨嘴角一扬 系统给我炼制圣星所灵丹 和神星玄机丹 一声令下 系统空间中的材料 一份接一份地 不断消失 定 炼制成功 你获得圣星所灵丹十二枚 定 炼制成功 你获得圣星所灵丹十二枚 定 炼制成功 你获得神星玄机丹十二枚 听着不断响起的系统提示 淋雨心中激动不已 不多时 连绵不断的系统提示音 终于消失 储物空间之中 几十颗圣星所灵丹 和神星玄机丹 静静地躺在那里 泽泽 这么多的丹药 完全足够我的十海等级升级了 淋雨激动地说道 玄机将所有丹药 全部拿了出来 刹那间 整个房间 弥漫了一股浓郁的药箱 就连云紫月和木春桃 都闻到了 淋雨一把接着一把 将所有的丹药 全部塞进嘴里 孤独一声全部吞下肚 定 接收药力 开始自动炼化 吃完丹药之后 淋雨便感觉 头脑愈发的清明 零食的强度 开始飞速提升 闭上眼睛 淋雨将意识沉入石海 发现那白色光环附近的光线 几乎翻了十倍还要多 这些丝线不断地涌进 光环令其更加地璀璨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之后 白色光环的正中间 凝聚出了一丝丝的金色阴晕 看上去极为归离 而就在这时 第一 石海等级可突破 是否立即突破 那当然 立即突破 下一刻 只见白色光环中间的金色气息 越来越多 最后凝聚在一起 形成了不断流转的 金色薄纱一般的东西 宁愿 成了 淋雨猛地睁开双眼 两道骇人的金光暴射而出 紧接着 更加奇异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房间中的一些小物品 竟然凭空漂浮了起来 灵石欲物 现在我的灵石 已经可以操控现实的物体了吗 这就是归原境 才能够达到的石海宁愿境界 淋雨淡淡一笑 收回了灵石 周围漂浮的小物体 顿时掉落在地上 宁愿境界的石海等级 给他带来了三倍范围内内的 灵石感知 和初步的念力欲物的能力 而最让他兴奋的是 他获得了精神攻击 从今往后 凡是灵石比我弱很多 而且没有专门的防护手段的话 隔着几百米 我就能杀了他 灵雨心中狂喜 脸上也露出难以抑制的兴奋之色 而且 石海等级达到宁愿境界的话 我就再也不用怕 归原境的精神攻击了 一想到自己的分身 竟然被云破天那个老狗杀掉 灵雨就一阵冷笑 若是云破天再敢用精神攻击 对付他的话 一定会吃一个大亏 因为没有任何人 能够驱动所有的灵石 去发动精神攻击 最多也只是用一半而已 归原境的精神攻击 对我没效果了 在这个紫集城 已经没人能够拦着我 灵雨脸上露出一抹杀意 那么接下来 就找那些人算算账吧 第123章 分身十集 拿出地图 灵雨开始搜寻合适的目标 她现在虽然资产很多 但是以后升级系统 还需要很大的花费 不多存点钱是不行的 此时她在紫集城 没有任何对手 这不把寻仇 就很全部结算怎么行 走吧 选定目标后 灵雨冷冷一笑 将九个分身 全部派遣了出去 同一时间 修士联盟大厦 曹冰 云破天 聂风三大归原 竟齐聚一堂 曹盟主 你真的确定 那个灵雨拥有空间属性功法 那可是神级功法啊 聂风和云破天目光灼灼地看去 眼中浮现出一丝贪婪之色 根据几次亲眼目睹的情况来看 这个灵雨拥有空间功法的可能性 几乎是板上钉钉 曹冰斩钉截铁地说道 否则的话 他不可能从我眼皮子底下凭空消失 而且是两次 云破天神色激动 既然如此 那这个灵雨更加不能放过了 那是当然 曹冰冷笑道 我要让他后悔来到这个世上 聂风沉吟道 曹盟主 此子拥有空间属性功法的话 可不好带到他 你有对策吗 文言 曹冰胸有成族地笑道 那是自然 灵雨小而贪图 些许单要钱财 留在了城内 以为有空间属性功法 我就拿他没办法 但是紫急城的壁垒 具有空间禁锢阵法 虽然消耗极大 但是我已经命人开启了 只要他还在这个城内 那就是瓮中桌边 聂风点了点头 这个空间禁锢 阵法一天就要 消耗几百万中品灵石 曹盟主 还真是下了血本 曹冰哈哈大笑 只要能够抓住灵雨 逼问出空间属性功法 区区几百万中品灵石 算个屁 确实 云破天感叹道 空间属性功法的价值 已经不能用灵石去衡量了 聂风深以为然地点头 这时 曹冰和云破天忽然面色一动 拿出传信玉牌 凌羽小儿 又开始截留我们的店铺了 曹冰和云破天不仅不生气 而却还很高兴 哈哈 这个凌羽 还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啊 让他抢吧 反正到最后 不还是要物归原主 两人冷笑一阵 旋即下达了命令 放弃所有抵抗 任由凌羽截掠 此即城内 凌羽的分身 正在疯狂地掠夺 而曹冰和云家的各个店铺 已经完全放弃了抵抗 只要凌羽出现 就立即交出所有的东西 短短几分钟内 凌羽就洗劫了八个副的流油的店铺 其中 从武器店中获得的战利品最多 竟然还收获了两把初级的王器 凌羽毫不犹豫地 就给分身全部换了一套新装备 同时 他还发现了这些店铺的异状 全部放弃了抵抗 一家放弃抵抗 还说得过去 全部都放弃的话 那肯定是曹冰和云破天指示的 凌羽眉头一挑 这是示弱 还是另有阴谋 一阵沉阴后 凌羽笑了笑 不管有什么想法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都是笑话 凌羽看着系统内 疯狂上涨的零食数量 哈哈一笑 系统 给我升级分身功能 定 消耗一千万中品零食 分身功能提升到十几 分身数量加一 当前分身数量十 定 恭喜你将分身功能提升到十几 获得了新的附赠功能 分身替换 分身灵质 美妙的系统提示音后 就是一连串的信息 很快 凌羽就明白了两个附赠功能的作用 这让他一下子就激动起来 其中分身灵质 赋予了分身更加复杂的思维 让分身可以执行更加复杂的命令 还能够跟生命体进行简单交流 可以 有了这个能力 分身以后执行命令的时候 就能够更加准确了 凌羽眉飞色舞 嘿嘿一笑 不过这个功能还是开胃材 更加让他激动的 还是分身替换 分身替换的功能和列影像差不多 就是可以选定一个分身在极短的时间内 与分身交换位置 配合猎影的话 他的作战能力就有了质的飞跃 而且 这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保命技能 遇到难以抵抗的危险时 只需要坚持0.1秒 就可以召唤出分身交换位置 然后再用猎影逃之夭夭 可以说 只要凌羽 能够坚持召唤出分身 就相当于分身有多少个 凌羽的命就有多少条 我去 这个功能跟吞噬分身一样好用啊 不愧是分身十级赠送的功能 同一时间 在曹冰三人的推动下 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 传遍了整个紫棘城 而这个消息 就是近日来不断抢劫杀人的神秘黑袍人 其实是入侵蓝星的异族生命体 是跟异兽一样的存在 这个消息已经传开 立即就像是飓风一般 传遍了整个紫棘城 几乎所有人都陷入了恐慌之中 紫棘城内竟然混入了 入侵蓝星的异族生命体 这如何让人不感到高谷悚然呢 无数人就像是世界末日来了一样 大量的人收拾家当朝着航空港涌去 然而 当他们抵达航空港的时候 却发现航空港已经全部关闭 紫棘城现在已经被完全封闭起来了 不 我们无法离开紫棘城了 空间壁垒阵法 开启是不是意味着 异兽兽朝即将来临啊 这一切 肯定是那个神秘黑袍人干的 所有人怨声载道 甚至有人开始咒骂曹兵这个分盟主 而就在这时 紫棘城中心修士联盟大厦的上空 三个人影缓缓升上高空 正是曹兵 聂风 云破天三人 所有人都听着 曹兵的声音不大 却通过灵气的加持扩散到了整个紫棘城 异族之人 没有你们想象的这么强大 异兽兽朝也不会来临 这是我们为了困住此人 采取的措施 我们保证 会尽快抓住异族之人 将其处以畸形 为死去的冤魂报仇血恨 曹兵的话 传遍紫棘城 立即引起一阵轰动 原来是个不太强的异族 对啊 曹盟主 竟然是在追杀这个异族 说明这个异族 没有胆子跟曹盟主硬碰硬 真是虚惊一场 吓死人了 无数人议论着就要散去 曹兵又开口说道 现在为了更方便的搜寻异族 所有紫棘城内的人 无论是谁 全部去紫棘城中心广场 接受检查 沙无舍 满含杀气的声音 传遍整个紫棘城的大街小巷 所有人都胆战心惊 旋即所有人都开始收拾包袱 前往中心广场 短短时间内 接到上空无一人 紧接着 大量的人手出动 对抵达中心广场的人进行 彻彻底底的检查 无论什么身份的人 都需要从头至尾 检查一遍 与此同时 来自于修士联盟 紫棘城分部 云家 以及其他紫棘城势力家族的人 倾巢而出 这些人 一共58名画灵镜 三名归原镜 庞大的灵石 感知覆盖 使得整个天空 都阴沉了不少 在地上 还有大量的倒台镜 强者不断地搜寻灵雨的踪迹 每个人都携带着 传信御牌 一旦发现 灵雨就马上通知 天哪 我们紫棘城 所有的强者 全部出动了 为了抓住这个异族 曹盟主 真是煞费苦心啊 曹盟主英明 紫棘城内 所有人都义愤填膺慨激昂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曹冰的谎言 另外一边 灵雨当然 也知道了曹冰的计划 这个计划虽然有些笨 但也不失为 是一个好办法 对于其他人来说 或许还有用 但是我可不是一般人 第124章 后方空虚 曹冰之所以敢用这样的方法 这一切都是建立在 灵雨无法使用 空间瞬移的基础上 然而 借他们一万个脑子 都想不到 灵雨根本就没有什么空间功法 他神出鬼魔的表现 仅仅是因为他的分身而已 此时 曹冰三人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了 整个58个化灵境 还有所有的到台境都出动了 此刻他们的大后方 没有比现在更空虚的时候了 灵雨冷笑一声 希望你们的财富足够多 我的分身寻宝能力 也到了9级了呢 下一刻 灵雨将9个分身全部派了出去 在云家府邸之中 一个灵雨分身 直接出现在 曾经被烧毁的院子中 此时此刻 云家几乎都是空空荡荡的 紧接着分身开始感知 搜寻云家宝库的位置 这便是分身灵智带来的好处了 若是以前 灵雨还需要去使用 完美附身做到这一点 拥有初步灵智的分身 也拥有宁元级别的石海等级 不多时便锁定了好几处地方 有些的坚硬材料 铸造的密室 有些地方灵石扫过去一片空白 有的地方 有整整三四个化灵境看守 一看就知道不对劲 灵雨的分身淡淡一哼 身形一动 朝着那四个化灵境看守的地方赶去 四个化灵境正聚精会神地守护着一座大门 紧接着 他们眼前一晃 就发现面前多了一个 穿着黑袍的身影 你是谁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四个化灵境神色紧张 声音颤抖 隐隐有些恐惧 这可是云家的宝库啊 什么人能够悄无声息地来到这里 打开大门 我饶你们不死 灵雨分身接下面具 身影淡漠无比 是你 你是灵雨 你竟然出现在这里 四个云家化灵境的强者 看见灵雨的面容 顿时惊骇出声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灵雨 竟然趁着所有人都去追捕的时候 来到了云家府邸 没听见吗 打开大门 说话间 一股冲天的气息 直接笼罩了四人 四人瞬间汗毛倒数 但是 作为宝库的守卫 如果这么打开大门的话 他们最终也会死得很惨 灵雨冷冷一笑 四个化灵境的强者 顿时伸手一出 紧接着 灵雨分身一剑斩在厚重的大门上 剑光像是切豆腐一般 将厚重的大门直接切成了碎块 哄 大门轰然破碎 大量的宝光照射出来 几乎恍花人眼 灵雨分身毫不犹豫 将其全部收下 然后前往下一处地方 同样的事情不止 在云家府邸发生 还有曹家的府邸 以及个别和云家曹家 同流合污的家族 这些家族的宝库 都留下了护卫 但是都不是灵雨的义和之将 很快消息传到了曹冰三人的耳中 他们惊骇地发现 灵雨竟然同时洗劫了 九个地方的宝库 九个 难不成他的分身有九个 这不可能 这不是真的 这不可能 曹冰三人脸上 写满了不敢置信 几个深呼吸之后 三人才从震惊之中回过神来 开始分析 九个分身 绝不可能 即便是神级分身功法 也不可能做到 曹冰身以为然的点头 唯一的解释 就是这些人并不是他的分身 而是听命于他的属下假扮的 云破天也是一脸笃定 这些动手的人 绝对是灵雨的属下 而他本人 肯定是藏在暗中操纵着一切 或许是想要制造 混乱方便逃跑 这灵雨小儿 真是狡猾如虎 曹冰脸上的不敢置信 再次化作冷笑 不过随便他 怎么折腾 都逃不出这个紫迹城 不管他抢了多少东西 身上有多少秘密 只要我们抓到他 一切都迎刃而解了 聂锋点点头 下令别让你们的下属慌了神 自乱阵脚 好 曹冰和云破天露出冷笑 此时他们已经笃定了自己的猜测 再次将胜利握在了手中 而这一幕 若是被灵雨看到的话 估计会笑掉他的大牙 紧接着 曹冰和云破天下达了命令 让所有人按照原定计划 进行地毯式的搜寻 数十个画灵境 和数百个道 抬进开始 继续疯狂搜寻灵雨的踪迹 平民窟 地下建筑 哎哟 老巢都被我端了 还无动于衷 这是笃定我已经逃不出 他们的手掌心了吗 既然你们这么客浅 那我不再抢一点 怎么对得起 你们的良苦用心呢 发现曹冰等人 没有丝毫动作后 灵雨挑了挑眉 脸上露出一抹玩味 旋即 灵雨心念一动 再次将九个分身了出去 这次抢劫的地方 同样是肥的流油 每一个都能够让曹冰三人 心疼很久 而最关键的是 曹冰三人再次发现了一些 不同的地方 我的命令才刚刚下达几分钟而已 他们劫略的地点 竟然和之前相差甚远 即便是我们都 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横跨这么远的地方啊 云破天 此刻也察觉到了一些不对劲 曹盟主 莫非是空间禁锢阵法 没有生效 曹冰毫不犹豫地点头 这不可能 可是 这要怎么解释才行 云破天感觉自己 眉心疯狂跳动 或许是用了提升速度的密法 又或者是灵雨的 属下不止九个 应该就是如此了 曹冰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 他们肯定是使用了密法 既然如此 那就让属下们不要惊慌 继续按照原定计划搜寻 曹冰和云破天点了 点头就要再次下达命令 可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手中的 传信欲捡猛的一颤 当他们看完上面的消息后 全身一颤 头皮瞬间炸开 什么 淋雨开始第三次劫略了 而且 曹冰扫了一眼 立刻双目暴突 头皮发麻 而且什么 聂锋连忙问道 而且 他们这一次劫略的地点 几乎横跨了 整个紫基城 这么远的距离 他们是如何 能够做到的 说到这里 曹冰的脸上 甚至都露出了一丝无力感 而云破天 和聂锋听闻此言 同样浑身一阵 大惊失色 这就说明 不是密法所致 难道是 还有更多的属下 闻言 聂锋摇了摇头 不可能的 我们的人 就是从城南那边 搜过来的 若是有人隐藏的话 早就被发现了 云破天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沫 那么 空间禁锢阵法 对他真的没有用吗 他们的计划 全部都建立在 空间禁锢阵法 有用的前提下 此时阵法无用 那么对方 就能够任意出现在任何地方 这当然也包括 他们已经搜寻过的地方 如此一来 他们的地毯式 搜寻根本就是白费力气 这个淋雨 怎么如此诡异 聂锋忍不住 倒吸一口凉气 聂某的见识 也不算短浅 可从未听说 过一阶到台阶的人 能够有如此变幻莫测的本事 该死的 现在该怎么办 云破天神色有些扭曲 如果这次没办法抓住淋雨的话 他云加 可不仅仅是损失惨重四个字 能够概括了 曹冰闭上眼睛 额头上的青筋不断颤抖 他从来没有这么痛恨过 紫吉城的范围 实在是太大了 这时候 聂锋开口了 目前来看 我们这个计划 显然是行不通了 即便我们全军出动 都无法抓到淋雨 还会被此人耍得团团转 那么 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送上门来 曹冰睁开眼 如何让他送上门来 诱惑或者是要挟都可以 对 诱惑 淋雨此人心性贪婪 如果用财富宝物诱惑的话 他接下来 必定会继续截掠 我们只需要 守住待兔即可 对对对 事不宜迟 我们赶紧动身 前往最有可能被截掠的地方 云破天神色扭曲至极 就算不能一举将淋雨斩杀 杀他几个下属 也是好的 曹冰重重地点头 我们兵分三路 出发 说完 曹冰身形一动 直接消失在原地 云破天和聂峰对视一眼 也分别朝着不同的方向赶去 第125章 妖邪 贫民窟地下建筑内 淋雨对于曹冰三人的动作毫不知情 不过即便是知道了 也丝毫不虚 此时此刻 淋雨正美滋滋地看着系统空间内堆积如山的零食和材料 云家和曹家 不愧是在紫吉城屹立了这么多年的家族 真是太肥了 现在 还有不少目标 没有光过 我要抓紧时间了 否则的话 被他们派人 将财富转移就亏大了 淋雨再次拿出地图 选定目标后开始第四次截略 风灵楼 这是云家的产业 专门经营抵押类业务 里面的宝物和灵石都非常的多 现在云破天就藏身于这里 凝神摒弃 静静等候淋雨的分身前来 末多久 云破天就发现了一名形迹可疑的人 凭借归原镜的耳目感知 云破天马上就确定 此人就是淋雨的分身 他之前斩杀过一次 因此对于淋雨分身比较熟悉 此时他面色一喜 展开灵石感知探查 发现此人真是淋雨的分身 哈哈 可算让我等到你了 云破天狂吼一声 立即凝聚精神攻击 狠狠向着淋雨分身袭沙尔去 在他看来 这一击下去 淋雨分身必定会像之前一样 灰飞烟灭 但是 接下来的一幕 却让他脸色大变 云破天只感觉自己 凝聚而成的一股精神力 就像是锤子敲在了终顶之上 怎么会 破 一股强烈的反噬 传递过来 云破天当场浑身一震 蹊跷喷血 而淋雨分身 却是脸色一变 但并无大碍 下一刻 发现异常的淋雨 将分身收回 呵呵 淋雨嘴角一扬 还想用精神攻击 杀我分身 上次让你得逞 你都能吹一辈子了 这次还想来 简直痴心妄想 此时此刻 他已经有三个分身 遭遇了宁元境界的精神攻击 但是没有一个分身死亡 甚至只是石海受了一点损伤 但是很快就可以恢复 相反 云破天三人却是受伤颇重 其中云破天吃亏最大 因为他是三人中实力最弱小的 而这个结果 自然是让曹冰 聂风 云破天三人惊骇失色 难以置信 该死 精神攻击都被弹回来了 难道此人 还有专门防护石海的宝物不成 风铃楼中 云破天蹊跷流血 头痛欲裂 整个人都猛了 他怎么可能挡得住我的精神攻击 悬崖大厦之中 曹冰口鼻血 双眼之中的震惊几乎要溢出来 这淋雨简直太恐怖了 明明只是 到台境的修为 却如此难杀 复天阁中 聂风也是脸色苍白 双目瞪大 如同见了鬼一般 紧接着 他们三人毫不犹豫地离开了所在之地 朝着相约的地点赶去 不多时 三人再次齐聚一堂 我失败了 云破天墙忍头痛 艰难地说道 对方拥有反弹精神攻击的一宝 什么 曹冰目瞪口袋 你遇到的人也拥有这等宝物 而听了云破天和曹冰的话 聂风同样是瞠目结舌 我的天 你们两个遇到的对手 全部都有这样的宝物吗 爷 云破天嘴巴张大 难不成聂大人也失败了 死 这一结果 让三人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三人面面相去 脸上写满了震惊和惊恐 不可能 他们所有人都配备了这样的宝物吧 这一次 不仅没有杀掉凌羽的分身 而且还让自己吃了大亏 偷鸡不成十把米 接下来该怎么办 聂风深吸口气 既然诱惑不成 那就危险 你们手里 可有凌羽的把柄 曹冰苦笑着摇了摇头 我手中没有 云破天脸上的痛苦之色 缓和了一些 我这边有 云紫月就是凌羽救下的 虽然云紫月的母亲和姐姐 还有都被杀光了 但还是有些云紫月在乎的人或者 若是这些人要挟凌羽的话 他很有可能出现 对了 你这么一说 牧春桃也是凌羽抢走的 如果我们再加上进心阁的人 他出现的几率会不会更大 对对对 只要用这些人要挟凌羽 他有很大的概率会现身 云破天脸上的痛苦 变成了冷笑 他要是不出来 我们就一个个将这些人 全部杀掉 若是他出来 必定要同时面对我们三个 到时候就有机会 将其斩杀 三人一拍即合 既然如此 将这些人带过来吧 曹冰冷冷一笑 旋即用传信御检 下达了命令 很快 就有大量的人 冲进了中心广场 开始搜寻云紫月 和牧春桃的家眷朋友 另外一边 凌羽的分身 再次劫掠了六个地点 此时 凌羽劫掠的地方 达到了整整三十个 其中云家府邸和曹家府邸光 是临时他就收获了将近一亿 另外 还有数不尽的丹药材料 天才地宝 哈哈 没想到不知不觉中 我们又有了这么多的灵石了 凌羽咧嘴一笑 将这些灵石存入系统 然后 将分身寻宝功能 也升到了十几 叮 恭喜你将分身寻宝功能 升到十几 获得新功能来去自如 来去自如 可无视归原境以下境界的攻击 但是无法攻击他人 又是一连串的系统提示 就在这时 凌羽心念一动 通过分身 他好像听到了 来自远处的呼喊 凌羽小儿 立即现身 否则我们将当中 斩杀你的同伙 凌羽小儿 你也不想云紫月 和穆春桃所有的亲人朋友 全部死完吧 凌羽一听 顿时怒急 卧槽 堂堂归原境强者 竟然做这种事情 这个时候 声音通过灵力 穿透地下建筑 云紫月 穆春桃和穆婆婆 都听见了 公子 云紫月神色焦急 我们该怎么办 凌羽大人 穆春桃 也是一脸惊慌地看着凌羽 身为静心阁阁主 他真的不希望 静心阁的人因此而死 他们都是无辜的 别担心 他们的目标是我 只要我出去了 他们就不会 你们的朋友动手的 凌羽冷笑道 大不了我就去 见见那三个 被我耍得团团转的废物 穆春桃 神色极为纠结 可是他们有三个 归原境 我不想让大人 为了我们去冒险 归原境很强吗 凌羽嘴角一勾 你们再次稍等一会儿 我去会会他们 我会派出三个 分身在这里守着的 你们的安全 也不用担心 说话间 凌羽直接将一个 分身派到了 中心广场的附近 紧接着 分身替换 凌羽心念一动 和分身交换了位置 只见眼前一晃 原本地下房间的场景 变成了一个小巷子 耳边传来恶毒的呼喊 凌羽小儿 立即现身 否则我们将 马上斩杀你的同伙 第126章 一边在线 穿透力极强的声音 依旧还在持续 凌羽抬头看去 就见一个身形消瘦 见眉心目 神色端庄的中年男子 站在半空中 不断喊话 此人真是聂锋 踏空而行 此人应该就是那个 负责来这里招生的 上三院的人了 凌羽挑了挑眉 洞察只眼开启 姓名 聂锋 境界 归原境五层 攻击等级 归原境七层 防御等级 归原境六层 身法等级 归原境八层 耐力等级 归原境五层 精神等级 宁原境 掌握功法 无根心诀 九裂破山诀 大成 紫阳真言 大成 千换空玄 大成 凌羽一看顿势则则说道 厉害啊 竟然是个归原境五层的人 而且每一个属性 都超过了当前境界 还修炼了这么多大成的功法 不过 凌羽冷笑一声 直接释放出自己的气息 哄 庞大的气势冲天而起 掀起一阵狂风 这漠然出现的气势 立即被曹冰三人发现 这股气势 不是我们麾下 任何一名话临近的 我感觉到一股熟悉又陌生的气息 这是凌羽 看来 它真的出现了 曹冰三人面露狂喜 他们之前 被耍得团团转 此时扳回一局 当然扬眉吐气 而就在这时 凌羽身形一动 几个呼吸 就到了中心广场边缘的 一座大厦顶楼上 从这里往下看 就能够看见密密麻麻的紫济城的人 他们熙熙攘攘 几乎形成了一片人海 凌羽小儿 你总算出现了 曹冰和云破天 见到凌羽的声音 神色猙獰 目入怨恨 两人踏空而行 一前一后 将凌羽夹击在中间 聂风则是留在原地冷眼 看向凌羽 他要在凌羽不敌逃命之后 拦住凌羽的后路 其他化灵境的人 也从远处袭来 在外围形成一个 巨大的包围圈 同时 广场上无数的人也见到了凌羽 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 一族之人就是他吗 看起来好年轻啊 顶多二十岁出头吧 如此年轻 竟然能够跟曹冰大人三人对抗 真是不可思议 可是 我看这个人也不像是一族啊 一族不是说一头白发 俊美如妖吗 这凌羽虽然长相也很英俊 但是没有一头白发 你傻吗 你知道 这个样子就是他原本的样子吗 哦 原来就是这样 对对 今天就是他的死期 可恶的一族 竟然在紫棋城为非作歹 无数的人议论纷纷 整个广场 都像是一口沸腾的大锅 不过 对于他们的议论 凌羽质弱网闻 一些被谎言蒙蔽双眼的弱者 他并不会去跟他们计较 此时 他正在查看曹冰 和云破天的属性面板 与聂峰相比 这两人的属性 就差很远了 两人都只能爆发 出归圆境三层的力量 凌羽根本就不屑一顾 曹冰 云破天 如你们所愿 我来了 凌羽冷笑着看着曹冰和云破天 没想到 你们堂堂归圆境 也能够干出如此 不要脸的事情 哼 自古成王败寇 只要你死了 谁会知道我们 做了些什么 看看底下那些 愚蠢的贱民吧 只要稍微引导一下 他们就对你是 一族的身份 深信不疑 凌羽冷冷地 看了一眼下方 杀了他 曹冰大人 加油 不要放过一族之人 中兴广场上 不少人再次群情激愤起来 一群傻逼 凌羽痴笑一声 你们当中 没有被云家掳掠 被炼制成人丹的 亲朋好友吗 莫非你们当中 就没有被曹阳这种畜生 玩弄致死的女儿 妻子 莫非你们还没有受过曹家 和云家垄断 只手遮天 在紫集城 肆意妄为的生活 一连串的问题丢出 整个紫集城 寂静无声 凌羽小儿 休要妖言获重 云破天脸色阴沉 你说的话 纯粹是子虚乌有 一个异族之人 想要挑拨离间而已 淋雨冷笑 目光一转 落在云破天身上 善恶不分 冠冕堂皇 厚颜无耻 你的嘴脸 真是臭不可闻啊 等一下我一定会 把你的脸切下来 让你自己看看 到底有多丑陋 曹冰冷哼一声 主动权可在我们手中 现在 我要看见你的本尊 还有你的所有属下和分身 否则的话 我立即杀了那些人 曹冰话音刚落 聂风很配合地 散发出一丝杀气笼罩在了下方那些 跪着的人身上 那些人 全部目入惊恐 满脸绝望 淋雨冷冷地看向聂风 上三院的人 怎么变成曹冰的走狗了 聂风冷哼一声 对于异族之人 宁可杀错 不可放过 不过 你若是束手就擒 那我们也不是不可以 放过这些嫌疑较轻的人 曹冰的脸色愈发地猙獰 五分钟内 你的本尊和你的人全部都必须到这里 晚一秒我就杀一个 淋雨的脸上露出一抹玩味和讥讽 谁说我是来自投罗网的 我是来杀你们的 真是大言不惭 淋雨小儿 你就算再厉害 也不过是个到台境罢了 就算有规避精神攻击的宝物 难不成还能扛得住我们三个归原镜的联手 淋雨冷冷一笑 没有说话 骇人的杀气从淋雨身上猛地爆发出来 整个紫吉城的人全部毛骨悚然 头皮炸脸 紧接着 淋雨就要动用吞噬分身 就在这时 轰隆隆 整个紫吉城的天空忽然阴沉了下来 无尽的雷云翻滚 狠狠地压了下来 恐怖的雷云如同道旋的海啸 庞大的紫吉城 就像是即将要在海啸中轻浮的巨船 如此一幕 几乎如同末日降临 这忽然出现的一幕 顿时让所有人目瞪口呆 下一刻 紫吉城中心广场上 无数的人开始惊恐万壮地尖叫 逃亡 混乱刹那间弥漫开 不知道多少人因此 被活活踩踏而死 同一时间 曹冰 云破天 聂峰三人也是面色大变 因为这种天地异象 往往就代表着 异兽寿朝来临 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没有警戒光柱 淋雨此刻 也是神色凝重地看向天空 在远处他感受到了一股 让他觉得有些惊悚的气息 正在急速凝聚 第127章 天地灵子吉 正当他静一不定的时候 灵雨忽然若有所感地抬头看去 只见滚滚雷云之中 出现了一道细线 这道细线最终扩张 成为了一个巨大的裂缝 这这是时空裂缝 怎么会这样 时空裂缝 为何会出现在紫吉城 曹冰 云破天和聂峰同时高声惊呼 脸上充满了惊惧之色 一旦出现时空裂缝 就说明裂缝的另一边 异族空间被打开 而有实力打开 时空裂缝的那可是 堪比人类天地的强者 时空裂缝吗 这种感觉 还真是让人有些不寒而栗 灵雨遥望 正在不断扩大的时空裂缝 神色凝重至极 一股浓郁到极致的危机感 油然而生 就在这时 悬挂在空中的时空裂缝 忽然猛的一张 一个巨大的龙头 从时空裂缝之中钻了出来 而在他的头上 盘坐着一个白发狂舞 英俊如妖的男子 巨大的黑龙仰天咆哮一声 遮天蔽日的庞大身躯 顿时从时空裂缝中 完全地挤了出来 一股堪比神魂境界的 绝世凶兽气息 从这头黑龙身上 缓缓散发而出 竟是让周围的空间 不停地扭曲了起来 操纵空间之力 以神魂境界的异兽当座棋 那么坐在他头上的男子 显然就是那股 堪比天地的气息主人 随着黑龙的彻底出现 那股无比浩瀚沉重的气息 直接向着整个紫棘城压了下来 紫棘城上无数人 被压得双膝跪地 而这还是在有 壁垒阵法的保护之下 若是没有壁垒保护 估计这股气息 就能将整个紫棘城 移为平地 易兽皇 看着盘坐 在黑龙头上的白发男子 凌羽眼瞳猛地 缩成了针眼般大小 玄机下意识地开启 洞察之眼 但是 这一次洞察之眼 却被弹开了 凌羽闷哼一声 嘴角流出一丝鲜血 此人的灵石这么强 凌羽抬起头惊骇地说道 这时 似乎是有所感 白发男子的目光转动 落在了下方的凌羽身上 卧槽 凌羽感受到一股天 都要他下来的气息 锁定了自己 顿时头皮发麻 毫不犹豫地使用了分身替换 零点一秒之后 凌羽回到了平民窟 地下建筑中 原地的分身 则是缓缓淡化消失 嗯 白发男子 饶有兴趣地轻移了一声 他感觉到了凌羽在0.1秒内 灵魂的交换 没想到 还有这么有意思的人类 难道我的徒弟是他 白发男子淡淡一笑 旋即将目光 放在了整个紫棋城上 现在 清理一下 没有用的废物吧 说话间 他轻轻抬手 猛地一掌向下一按 随着白发男子的一掌按下 一个遮天蔽日的巨大手掌 凝聚出来 直接落在了 紫棋城壁垒的防御阵法上 哼 震耳欲龙的巨响传出 一股星云般的气浪横扫出去 连空间都为之扭曲了 而紫棋城的防御阵法 则是瞬间爆裂出 无数珠网般的裂缝 那如同巨大山脉的壁垒 也同时出现了大量的裂缝 这一刹那真的是天昏地暗 地动山摇 一股末日降临的感觉 营绕在所有人的心头 完了 堪比天地境界的一族强者 为什么会突然来到这里啊 曹兵三个归原镜 见到这一幕 顿时惊恐万分 肝胆欲裂 那些修为比较弱的人 有些被直接震死 修为较高的 也是猛地喷出鲜血 神色惊骇无比 躲在贫民窟 地下建筑内的 淋雨此刻汗毛倒树 一股浓郁到极致的危险 一直挥之不去 若不是没办法 带着云紫月他们离开 他早就离开 分身替换 前往枫林城 或者天意城去了 这时 那股滔天的气息 也传到了地下建筑 云紫月和牧春桃 俏脸苍白地 挤在林雨身边 公子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云紫月紧紧抓住 林雨的手臂 一双白嫩的小手 捏得都有些发青 难道是曹冰他们 动手了吗 牧春桃摇了摇头 这股气息远超归远近 不可能是曹冰他们的 林雨深吸口气说道 不是曹冰那几个废物 这一次 紫吉城来了一个 不得了的家伙 已经化作人形的易兽皇 易兽皇 云紫月 牧春桃 莫婆婆 一口同声地惊呼道 不错 天空上出现一个时空裂缝 那个易兽皇撕裂空间传过来的 林雨脸色有些阴沉 这个紫吉城估计要被毁灭了 想活命就只有一个字 逃 另一边 快逃 曹冰大人 快打开城门和屏障啊 否则的话 我们都会死在这里 紫吉城中心广场上 无数人哭喊着开始逃亡 曹冰三人也是目露惊恐 立即就要转身逃走 就在这时 哄 白发男子再次一掌拍下 而这一次 紫吉城的壁垒再也承受不住 那曾百年来从 没有撼动过的防御阵法像 是碎裂的玻璃一样 哗啦啦的破碎 并且 那刻录着无数符文的巨大壁垒 瞬间化作阴粉 轰然崩塌 快逃 曹冰三人见状 三魂丢了七魄 顿时不要命地向着城外飞去 同时 在地底建筑之中 林雨也通过分身看到了这一幕 根本就是降维打击 即便所有底牌齐出 都不可能在他手中撑过一招的 他咬了咬牙 一手抱着云紫月 一手抱着木春逃拼了命 一般向着外面冲去 现在 留在紫吉城 只是等死 往外面冲的话 还有一线生机 当然 他也没有忘了墨婆婆 还派了一个分身 将其带走 短短时间内 紫吉城就陷入了 绝望之中 然而 紫吉城实在是太大了 即便是归原近横穿 都需要十多分钟 那些实力低下的舞者们 再怎么拼命也需要一两个小时 又能够逃到哪里去呢 况且 那天上高高在上的白发男子 可没有放过这些人的打算 此刻的他 正冷眼看着紫吉城中 无数奔逃的人类 目光冷漠至极 就像是在看蝼蚁一般 旋即大手一挥 一股飓 凭空生成 形成了一道恐怖的风墙 将紫吉城广场 方圆数十里 全部笼罩在其中 不 曹冰三人 眼见逃生之路都所死 立即惊恐万分的惊呼道 连三位归原境的强者 都如此绝望 其余人更是心如死灰 无助地停下了逃亡的脚步 风墙内和风墙外 便是生死之隔 许多已经跑到风墙处的舞者 拼了命地想要逃出去 但却被风墙 切割成了碎片 一时间 整个紫吉城 成为了人间炼狱 哀嚎声 惨叫声 绝望如同深渊的恶魔一般 慢慢爬上了众人的心头 不过 上方的白发男子 好像并没有杀他们的意思 目的也只是将他们困住 如果想要杀他们的话 恐怕挥一挥手 能够站着的人 就不超过1%了吧 让我看看 我命定的好图在哪 白发男子双目一闪 磅礴如同大海一般的灵石 瞬间展开 覆盖了整个紫吉城 恐怖的精神例子 每一个人的身上 缓缓扫过 每一个被查看的人 都感觉从里到外 被看了个遍 不由得更加绝望 梁九 嗯 不在这些人之中 白发男子 皱着眉头惊一道 可是根据组内 巫师的预言 我命定的好图就在这里 莫非是在这个城市的 其他地方 想到这里 白发男子准备 将整个紫吉城 一寸寸的全部扫一遍 却看到了两道残影 正在飞速逃离 这两道残影正是 抱着云紫月和木春桃 和林语本尊 以及带着墨婆婆的分身 因为贫民窟 本来就靠近壁垒 这也是当初林语 为什么要选择 这个地方的原因之一 这时 林语甚至已经融合了分身 来施展最快速度 即将逃出紫吉城外 是那个小子 白发男子神色一动 下一刻 他看到了 林语抱着的云紫月 旋即面露狂喜 灵魂感应 这就是我命定的好图 白发男子狂喜 到了他这个层次 想要诞下后代 是极其困难的 数百年来 他尝试了各种方法 都无法让自己生育后代 所以请求族内的大巫师 给自己预言 开启灵魂感应 就可以找到 能够传承他一波的图 可是他已经将族内 上上下下找了一个 便都没有找到 最后灵魂感应告知 他在人类的城市中 此时 他好不容易找到 如何能够不狂喜 小子 放下我的好图 白发男子冷哼一声 身形 直接从黑龙的头上消失 再次出现时 竟然已经来到了 狂奔的灵魂面前 第128章 绝望 灵魂狂奔中 忽然感觉自己 被锁定了 那股被捏住心脏的危机感 让他毫不犹豫地 使用了猎影来加速 但是下一刻 他面前的空间 猛地扭曲起来 一股距离 轰然降临在了 他的胸膛之上 破 灵魂猛地喷出一口鲜血 整个人控制不住地 倒飞了出去 但是他怀里的云紫月 和牧春桃 却是毫发无损地 站在原地 特别是云紫月 身上还有一股柔力包裹 下一刻 白发男子 就出现在了云紫月的身前 咦 承受我一击 竟然还没死 另一边 带着墨婆婆逃跑的分身 突然喷出一口鲜血 半跪在了地上 正是利用0.1秒的时间 进行分身替换的灵魂本尊 好强 灵魂口鼻一血 死死地看着 不远处的爆发男子 公子 云紫月翘脸苍白 跑过去扶住了灵魂 小脸上满是焦急 看到灵魂惨白的脸色 顿时就哭了出来 你很不错呀 小子 以你这个实力 承受我一击不死 你在人类里面 应该算是顶尖天才了吧 白发男子神色淡漠 随后再次对着灵魂 伸出了手 这一次 你若还是不死的话 我就饶你一命 灵魂此刻站都站不起来了 而且分身已经用完了 根本不可能再承受一击 原本她可以抛下云紫月他们 独自逃命的 但是 抛弃伙伴独自苟活这种事情 她没办法做到 如果她是那种人的话 当初也就不会答应帮助云紫月了 就在白发男子出手之际 云紫月突然张开双手 拦在了灵魂面前 住手 你不准再打她了 灵魂死死咬着牙 想要把云紫月拉回来 可是她的手 已经没办法再抬起来了 笨蛋 快回来 云紫月的声音 撕心裂肺 眼角带着眼泪 真是我见犹怜 慕春桃 此刻也反应过来 想要将云紫月拉回来 但是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白发男子 竟然真的停手了 白发男子 看向云紫月 嘖嘖嘖 天生冰灵体 果然是我的命定徒儿 话音刚落 白发男子屈指一弹 一股无形距离 顿时落在灵魂身上 灵魂脸色一变 旋即整个人化作流光消失在了天边 公子 云紫月看着灵魂 消失的方向 一双秋水般的眸子 顿时浮现焦急之色 紧接着 就要想着灵魂消失的方向追去 却被白发男子定住了身形 旋即一股柔和的力量 落在了云紫月身上 就要将其带走 不 不要 云紫月惊呼一声 立即抓住了慕春桃 和墨婆婆的手臂 见此一幕 白发男子眉头一皱 要是换做以前 他肯定将整个城市的所有人全部杀死 只留下他的乖徒儿一人 但是现在 白发男子知道自己的乖徒 跟这两人关系很好 若是就这么杀了的话 到时候让他拜师 就不太可能了 也罢 你们也一起来吧 也好跟我乖徒儿做个伴 白发男子心念一动 带着云紫月三人消失在原地 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回到了黑龙的头顶 随后 白发男子拍了拍脚下巨龙 好不容易来一次人类城池 不留下点什么的话 实在太亏了点 白发男子的神色 冷漠而又冰冷 除了面对云紫月的时候 其他人在他眼中 连蝼蚁都不如 巨龙巨大的眼睛 看着下方的城池 眼中浮现出一抹人性化的残忍 然后黑光一闪 整个身躯 再次缩回到了时空裂缝中 随着白发男子和巨龙的离去 那围困住下方 数百万人的封墙 逐渐消失 消失了 可以活命了 快逃 能活下来了 发现封墙消失的人狂喜无比 立即开始逃亡 这时 一些人忽然惊呼起来 你们看 那个异族天帝和巨龙 都消失不见了 看着空空如也的时空裂缝 紫吉城内所有人 顿时惊喜地瞪大了双眼 下一刻 全部的人都爆发出了 惊天的欢呼声 与此同时 曹冰三人也是大松了一口气 估计是时空裂缝不稳定 那个异族天帝退走 紫吉城也能够幸免于难 真是上天庇佑 云破天和聂峰深吸口气 将内心的惊恐缓缓压下 心中的巨石刚一落地 天空的时空裂缝 忽然传出一阵剧烈的波动 怎么回事啊 曹冰三人惊魂不定地看去 紧接着 他们就看到了 让他们此生难忘的一幕 只见高悬在空中的时空裂缝 竟然出现了无数的细小流光 直直地朝着下方的紫吉城落下 其中有三道 正向着他们三个飞来 这流光虽然细小 但是上面蕴含的能量 却是让他们顿时魂飞魄散 感受到那股无法抵抗的力量 曹冰三人顿时神色凝固 旋即再度化为绝望 苍天啊 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们 曹冰三人惊恐无比地张大嘴巴 拼了命地分散逃跑 然而 那三道流光却像是长了眼睛一般 锁定了三人 分成三个方向向着三人追击而去 两个呼吸后 曹冰三人全部都被流光击中 不 曹冰身上浮现出化成实质的灵气铠甲 还有大量的防御灵光浮现 但这些都没有任何作用 那道流光 根本就当这些东西不存在一般 击中了曹冰的身体 曹冰顿时灰飞烟灭 一代归原镜强者 紫急成分盟主 就这么被人随手拍死了 而云破天比曹冰更加不如 刚刚被流光击中 就无声无息地烟灭 连惨叫都没有发出 三人之中 也就只有聂峰活了下来 他不仅是归原镜五层 还是来自于蓝星主城的上三院导师 不管是实力 还是保命手段 都比两人多得多 凭借着一面强大盾牌宝物 再加上其余各种防御功法 最终在流光下保住了性命 不过虽然保住了命 但聂峰也是重伤垂死 奄奄一息地 落在了一座大楼的楼顶上 三大归原镜刹那间 几乎全军覆没 见此一幕 紫急成内所有看到的人 全部难以置信地长大了嘴巴 曹冰大人 云家主竟然死了 聂峰大人 也不知死活 为什么会这样 那人不是已经走了吗 无数的流光 瞬间杀死了几万人 就在所有人以为 事情终于结束的时候 更加让人惊骇绝望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那不断扭曲 极不稳定的时空裂缝 再次爆发出一阵光芒 好 哦 时空裂缝崩溃之时 伴随着无数的售吼 密密麻麻的异兽 从时空裂缝中出来 这些异兽 全都具有飞行能力 也就是说 这些异兽 竟然全部都是六阶以上的 这些庞大的异兽 每一只都像是一座大山一般 落在了地面上 铺天盖地的阴影 将整个紫棘城都笼罩在其中 同时 恐怖的气息弥漫了整个紫棘城 无数的异兽 开始残杀幸存下来的人类 绝望 惊恐 哀嚎 惨叫不断在紫棘城内的各个地方出现 同时 城外竟然也陆续升起了新红色的警戒光柱 短短时间内 数百根红色光柱冲天起 整个紫棘城几乎瞬间成为了血色炼狱 第129章 终了 此刻 紫棘城内幽外患 根本拦不住这么多强大的异兽袭击 该死的异族 我紫棘城屹历这么多年 想不到今日 还是要化作废墟 人活着就有希望 快逃 一个化灵镜的强者 脸色惨白如只惨呼一声 异兽数量太多了 不要分散 一起冲出去 能够活下来的几率更大 为首的化灵镜高呼一声 然后立即往天边逃去 其余人见状 也紧随其后 地面上的紫棘城修炼者 见天上的化灵镜强者都逃跑了 顿时失去了所有的希望 但就在这时 一个散发着恐怖气息的人影 拖着长长的音爆声 降临了紫棘城 什么 那些化灵镜正在逃亡 感受到这股强大的气息 顿时更加绝望 神魂镜 为首的化灵镜彻底绝望了 我们还能够活下去吗 这时 一个化灵镜颤颤巍巍的看去 忽然面露狂喜 是人类强者 是我们的援君 其余人纷纷露出狂喜 这个时候 如果有神魂镜强者来救援的话 那么紫棘城 说不定还能够保住 随着众人的看去 一道道惊呼响起 灵狱 怎么会是她 她身上的气息 为何这么强 她身上的气息 比化灵镜还强 难道从倒台镜 一跃成为神魂镜吗 不可能 可是 你也看到了 她的确是灵狱 该死的 她就是一族人 她要来屠杀我们了 整个紫棘城 从底层的翠体 到高高在上的化灵镜 全部都惊惧不已地 看着在半空站里的灵狱 灵狱看着上方 已经消失的时空裂缝 临时一扫 却没有发现 云紫月三人的气息 神色顿时阴沉地 几乎要滴出水来 她本来已经是被打得奄奄一息 但是最后关头 她身上的一伙 却是触发了自动护主 帮她承受了最后一击 然后她扶下了 十多颗王杰丹药 稳固伤势 又将分身功能再次升级 吞噬了十一个分身之后 她扶下了一枚 暴谢圣魂丹 虽然有副作用 但是能够在短时间内 大幅度提升使用者的实力境界 即便如此 她还是只能将实力堪堪 提升到神魂镜一层 距离那个白发男子 差得实在太远了 她觉得 即便是整个灵家上下 除了那几个老祖宗之外 都找不出能够与之一战的人 那个家伙 绝对不是普通的人族 天地能够抗衡的 啊 灵狱仰天大吼 如果我当时具有神魂镜的实力 岂会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 实力 灵狱双目赤红 猛地看向在紫棋城内作乱的异兽们 眼中的杀鸡已经化成了实质 下一刻 她就扑向了距离最近的 一只七阶异兽 扑哧 灵狱手握苍龙破魔枪 猎神枪一出 七阶异兽 甚至连抵抗之力都没有 就被击杀 击杀这一头七阶异兽之后 灵狱再次扑向下一头 这一幕落在了所有人的眼中 顿时 整个紫棋城内寂静无声 落真可闻 几乎所有人都张大了嘴巴 神色呆滞 两久之后 才有一个家伙回过神 露出狂喜之色 我们有救了 灵狱去杀那些异兽了 灵狱大人 是我们人类阵营的 随着此人的大吼 越来越多的人惊醒过来 灵狱大人 真的在杀那些异兽 好厉害 好强 他竟然一瞬间 就斩杀了一头七阶异兽 灵狱大人不是一族余孽 他是被冤枉的 他是我们人类的英雄 谁再敢说灵狱大人是异族人 我王猛活撕了他 感谢灵狱大人救命之安 无数人惊呼起来 然后一片片地跪在地上 不停地给正在浴血奋战的灵狱 磕头谢罪 此时此刻 从鬼门关走了一遭的他们 终于醒悟过来 同一时间 逃亡的化灵镜之人中 云家之人顿时脸上浮现出恐惧 紧接着 这些人想也不想地 往远处奔逃 但就在这时 其他的化灵镜 交换了一下眼色 出手拦了下来 你们要干什么啊 云家的化灵镜强者 看着拦截的众人 不断地开始颤抖 干什么 就是你们猛逼 诶骗我们 我们才会跟灵狱大人为敌 此时想一走了之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一位云家化灵镜强者 色力内忍地说道 我们云家的背后 可是上古八族的李家 拦住他们的化灵镜中 最强一位不屑地说道 李家又如何 你们云家残害天才 炼制人丹这种人神共愤的事情 李家 难道还敢 冒天下之大不为薄 你们不成 闻言 云家的化灵镜 顿时眼中浮现出凶光 开始跟其他人动手起来 另外一边 七星影杀 无痕 冰封牵连 云光黑炎落 暗影顺杀阵 猎神枪 死死死死死死 鲫鱼手持长枪乱舞 浑身都是异兽的血液和碎肉 此刻已经杀红了眼 无数被他斩杀的异兽 都变成了材料 被他收到了系统空间之中 不到半个时辰 紫棘城内的所有异兽 都被他斩杀得干干净净 不过 凌羽并没有停手 因为此刻城外 也爆发了异兽兽巢 此刻 他们感受到了凌羽身上的气息 正在疯狂逃跑 凌羽神色一冷 提着长枪冲了上去 好 一声绝望的惨嚎之后 最后一只巴结异兽 死在了凌羽手下 至此 足以毁灭紫棘城十次的恐怖劫难 就这么被凌羽轻而易举地化解了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到时候今日的屈辱 我会原原本本地还给你 凌羽持旗而立 冷冷地看着天空 目光似乎透过天空 看到那名白发男子的身影 解决完异兽兽巢之后 凌羽朝着紫棘城内走去 兽巢解决了 他的仇可还没有报完 跨过已经变成废墟的壁垒 凌羽再次回到了紫棘城内 不过 正当他要去追寻 那些逃跑的化灵镜强者的时候 就看到一行人朝着自己飞了过来 哦 自动送上门 有意思 凌羽神色一动 悠然自得站在原地等候起来 不多时 一行人来到了凌羽面前 拜见凌羽大人 所有化灵镜强者 在凌羽面前 都齐刷刷地跪拜下去 那些云家的化灵镜强者 被打成了死狗摁在地上 处在地上的脸都被摁遍了形 凌羽目光看向那些 被摁住的云家化灵镜 我冷笑 你们倒是挺识趣的 除了云家的人都可以走了 闻言 那些其他的化灵镜强者 纷纷感恩地败泻 然后迅速离开 凌羽的目光 落在了云家化灵镜强者身上 第130章 前往蓝星主城 此时 被凌羽盯着 他们顿时感觉背脊发凉 浑身冷汗直流 你们云家已经被我抄了家 我也不想杀你们了 现在你们拿出全部家当 然后回去见家族之中 最大恶极之人 清理干净 记得 特别是服用人丹的人 我不管是你们自己 还是你们的儿子孙子 都必须要死 不要在背后耍什么花招 否则的话 让我亲自动手的话 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是 云家之人立即跪地领命 多谢凌羽大人开恩 凌羽冷冷地看了他们一眼 旋即脚下一点 化作残影消失 另外一边 凌羽离开之后 直接来到了一座大楼楼顶 在楼顶的正中间 有一个巨大的珠网状列纹 整个楼顶几乎坍塌 而在珠网列纹的正中心 则躺着生死不明的聂风 曹冰 云破天和聂风 都被那道流光击中 前两者直接生死 后者生死不明坠落大地 这一幕 凌羽通过分身看到了 因此 他很清楚聂风的位置 此时过来看看 就是想知道 聂风死了没有 若是死了 那他身上的资源 可不能白白浪费了 走到聂风面前 凌羽神色一动 竟然还没死 凌羽挑了挑眉 他清晰地感觉到聂风体内 还有一线生机 不过这一丝的生机 非常的微弱 若是放人不管的话 不到一个小时 他就会生死盗销 反正 你都要死了 我帮你一把 凌羽抬起手 手上碧绿色的火焰 熊熊燃烧 但这时 一个念头悄然浮现出来 系统奖励的 净联妖火残骗 指出的线索 好像就在上三院 如果杀了他的话 好像没有什么好处 想到这里 凌羽脸上露出一丝沉吟 玄吉拿出一把王杰丹药 塞进了聂风的嘴里 相比杀掉聂风 还是就着他得到的收益比较高 毕竟净联妖火的下一块残片 在上三院的哪个院 还尚未可知 虽然这个家伙 火同曹兵他们追杀凌羽 但如果能够帮助凌羽 拿到下一块净联妖火的残片的话 之前的事情 也不是不可能一笔勾销 当然 如果这个家伙没办法帮助自己的话 那他也不建议送他一程 咳咳咳 没过多久 聂风就缓缓睁开了眼睛 旋即他就看到了一张熟悉的年轻面孔 淋雨 聂风浑身一个机灵 眼睛猛的一瞪 紧接着 他本能的就要动手 但淋雨此刻暴血圣魂丹还未消失 神魂镜的威压瞬间释放而出 神魂镜 聂风瞬间双目暴突 整个人跟见了鬼一样 他就是在长一千个头 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淋雨之前 只是一个倒台镜 会突然变成神魂镜的强者 我可是你的救命来人 虽说我没有想过让你报答我 但至少不能一醒来 就对我动手吧 淋雨淡淡地说道 若是没有我的话 你现在估计离死就差一步了 你为何要救我 聂风震惊的张大嘴巴 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我也不跟你卖关子 之所以救你 是因为我想进入上三院 如果没记错的话 你应该是代表嘉兰学院来招生的吧 如果你能让我进入嘉兰学院的话 那咱们就一笔勾销 如果你做不到的话 那你这条命 我就要收回来 淋雨淡淡地说道 也不理会 涅风难看的脸色 故多 涅风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沫 他现在也顾不得 什么心中的各种顾虑和震惊了 连忙说道 我我是一个普通的导师 但是还是有一些特权的 只不过 说话不要说一半 没人告诉你 这是一个坏习惯吗 淋雨眉头一皱冷声道 是 不过资质必须要是极品 而且年龄不能超过二十岁 涅风沉声道 虽然您表面上长得年轻 但是怎么可能有二十岁不到的神魂镜啊 除非您进去当导师 对对对 以您的实力当导师 绰绰有余了 淋雨眉头一皱 随后摇摇头 导师 还是算了 我是去当学生的 至于年龄嘛 放心 我今天满打满算 也还是十九呢 什么 还不到二十岁 怎么可能 涅风难以置信地惊呼道 不可能有二十岁不到的神魂镜强者吧 我确实不到二十岁 而且 我的修为也不过是倒台而已 之所以现在是神魂镜 那也是因为修习了一种秘法 又吃了暴血圣魂丹而已 淋雨耸了耸肩 反正以我现在的修为和年龄 进入你们加兰学院 肯定是不成问题的 但是我不能通过正常的方法进去 你得想办法 把我偷偷弄进去 涅风好不容易才从震惊之中回过神来 连忙说道 原本学院被我招录之后 还需要在加兰学院进行一次审查 不过 只要我写一封信 拖拖人情 您就可以直接进入加兰学院 免去这一次审查 淋雨点点头 那你现在就写吧 说完 淋雨雨气转冷 今日之事 如果你敢走落半点风声的话 你应该知道 我会干什么 您放心 今日之事我什么都不知道 您是我的救命恩人 恩将仇报的事情 我还做不出来 淋雨笑了笑 行 不枉我救你一命 玄机 涅风写了一封信 将自己的身份令牌 一起交给了淋雨 这次负责二次审查的 是我的好友 由于导师 您在进行审查的时候 将信件和信物交给他 他自然会明白的 在下还需要去其他的城市招生 就不陪同大人一起去了 淋雨道 既然如此 那我即刻启程 紫吉城这个烂摊子 就交给你了 说完 不等涅风回答 淋雨身形一动 消失在了原地 很快 淋雨便抵达了航空港 此时紫吉城刚刚经历了一场浩劫 航空港还没有运行 不过这也难不住淋雨 他直接派出一个分身 找到航空港的负责人 让他给自己安排了一艘灵气飞艇 不多时 这艘只有飞艇驾驶员和淋雨两人的飞艇 从紫吉城升起 朝着蓝星主城飞去 第131章 蓝星主城 站在宽阔的观景平台上 淋雨俯瞰下方的云雾缭绕和连绵布局的山脉 一别数年 想不到我竟然又回来了 曾经的他 是一介废人 生在人族最鼎盛的灵家 却是一个实力境界停留在脆体三层的废物 被所有人看不起 甚至在灵家之中 过得连一个下人都不如 外人都看不起他 灵家的人 就更加羞于他为伍了 灵家上下 只有那么两三个人是 真心对他好的 本来他父母还在灵家的时候 他虽然被人看不起 但至少没人敢欺负他 好歹他父亲是人族天地 母亲也是人族天地 但自从三年前 他的父母前往乱星海 寻找突破天地之上的奇迹之后 就消失了 杳无音信 至此 他在灵家的地位遗落千丈 最终被赶出家族 来到了天异城 很多人觉得他不去灵家 掌控的战天院是顽固 但是只有他知道 去了战天院 他过得会更惨 陷入回忆的灵狱 被系统的提示音拉回现实 叮 修为已满 是否突破 突破 刹那间 一股庞大的灵气汹涌而出 玄机这些灵气 会入丹田之中的丹海 被丹海吞噬 短短时间内 丹海中就凝聚出了更多的 物状灵液 紧接着 一股奇异的波动 从灵狱身上 轰然爆发开来 倒台近七层了 灵狱嘴角一勾 露出一抹兴奋之色 等灵气全部化为灵液之时 就是我突破化灵境之时 玄机带着一丝期待 灵狱问道 系统 我还有多久才能够突破到化灵境 叮 报告宿主 在辅助丹药充足的前提下 只需要三天的时间 嗯 只需要三天 灵狱满意地点点头 玄机道 我修炼一天 就等于别人修炼五年 这么恐怖的修炼速度 即便是他自己也有些震惊 也不知道 别人如果知道了 会不会把他当成怪物 许久之后 灵狱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 将目光看向了系统空间 此时 里面又多出了不少的战利品 其中既有灵石 也有功法和材料 全部都是从紫吉城中获得的 系统 先将灵石全部存进去 灵狱扫了一眼自己激活的功能和系统 无奈地叹了口气 现在每一项功能 都需要一亿的中品灵石 才能够升级 等到了蓝星组成之后 就去卖掉不需要的东西 看看能不能凑齐升级需要的资源吧 打定主意后 灵狱便不再去想 而是从系统空间中 拿出一大堆的预检 这些预检中 存放了许多的功法 而且读起来 只需要用灵石一扫就可以 不需要一页页地去翻 很快 这些功法就被灵狱记在了脑子里 一共48部功法 其中 天阶功法最多 足足有22部 属性功法则是稀少一点 只有8部 其次就是王阶功法14部 其中属性功法有2部 剩下的对灵狱来说 都是破铜烂铁 不值一提 不过 若是将它们全部修炼到圆满 倒也能够为灵狱 增加一点属性值 想到这里 灵狱马上就开始给系统下达命令 一转眼 三天过去 灵狱的修为 也达到了瓶颈 那些记录的功法 也全部都正在修炼当中 稍微低阶一点的 就已经修炼到了圆满 天阶功法和王阶功法就慢一点 现在还在让系统 快马加鞭的修炼中 叮 修为已满 是否突破 灵狱激动地点头 给我突破 随着指令下达 一股洪流般的灵气 顿时出现在灵狱体内 并且 周围空气之中 灵气也全部都被撕扯了过来 像是遇见黑洞一般 被灵狱吞噬 瞬间 灵狱身边竟然出现了一片真空地带 甚至连空气都不复存在 大量的灵气 冲进灵狱体内 然后全部汇入丹田 跟丹海融合在一起 紧接着 占据了整个丹田的丹海 开始浓缩变小 不多时 丹海凝缩成了原本的十分之一大小 并且通体成为了五彩缤纷的液态 此时此刻 丹海不再是灵气的状态 而是以液体的形式存在 灵液一出来 便释放出来大量的灵液 顺着灵狱的经脉 占据全身 同时 在这些灵液的滋养下 灵狱的身体 在以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 快速强化 这种强化 持续了整整半天才渐渐消失 这时 灵狱也正式达到了化灵镜一层 这就是化灵镜带来的力量吗 感受到体内充盈的力量 灵狱一阵畅爽 虽然她通过修习各种功法 将真实战力堆叠到了化灵镜 但是真实境界的提升 对她的战力提升才是最大的 提升和进化 这是一种比真实战力 更加强大的本质力量 也正是如此 灵狱才会将自动修炼功能 当成最主要的功能 每次除了系统之外 都是优先升级自动修炼功能 这一次获得的功法之中 有三本是最强大的 分别是天阳灵厥 九剑灭天斩 天王炼体路 需要花费的时间也最多 估计等她到蓝星主成的时候 应该还没修炼到圆满 系统全自动修炼 灵狱现在无所事事 只能吃了一把丹药之后 就躺在床上开始睡觉 时间一点点的逝去 灵气飞艇 也慢慢抵达了蓝星主成 蓝星主成 乃是蓝星上最大的城市 没有之一 其面积比子极城 至少大上百倍有余 即便是一个神魂竞强者 全力飞行 想要横穿整个主成 也至少需要半个月的时间 这还是不停下休息 一直处于全速飞行的状态 而这里 也更加像是上元时代的未来都市 并且还是那种 融合了整个星球文明的超级都市 城内到处都是造型奇异 规模宏大的建筑 密密麻麻的小型灵气飞行器 在高楼之间有序的通行 就像是灵雨前世的汽车一样普及 这一幕 看得灵雨目不转睛 嘖嘖称赞 大人 我们要降落了 灵气飞艇驾驶员的恭敬的声音传来 旋即 灵雨就感觉到一股失重感 显然灵气飞艇已经开始下降 不多时 在蓝星主成总航空港的指挥下 灵气飞艇降落在了停机坪上 后会有期 灵雨对着送他来主城的驾驶员招了招手 禁止走下飞艇 作为人类之中最大的城市 这个航空港异常的繁忙 人也是前所未有的多 跟着另外一艘灵气飞艇的舞者 灵雨来到了一个大厅 欢迎您来到蓝星主成 请您缴纳一万上品零食 请第一次来到蓝星主成的贵客办理身份卡 没有身份卡信息的人员将无法进入城内 已办理身份卡信息的贵客 请通过检查后迅速离开 不要在此逗留 一连串的广播声音听得灵雨一愣愣的 现在入城都需要缴纳一万上品零食了吗 当初他还在主城的时候没有这么贵的 灵雨摇了摇头 拿出了自己的身份卡 作为灵家的人 也作为之前在主城内生活了15年的人 身份卡自然是不可或缺的 他缴纳了一万上品零食 然后进入了城里 比航空港更加繁华 也更加拥挤 大街上全部都是人 他们神色轻松 满脸笑容 灵雨不由地恍然如梦 这里完全没有异兽带来的压抑和沉重 能够生活在这里的人类 比其他地方要幸福一万倍不止啊 灵雨微微叹了口气 跟着记忆中的方向朝着加兰学院走去 现在的灵家基本上已经跟他没有关系了 所以如果不是必要的情况 他是不会回去灵家的 有父母在的时候 灵家还是他的家 现在父母失踪了 灵家对他来说 不过是个陌生的鼎盛强族而已 走着走着 突然一艘小型灵器飞行器停在了他面前 小兄弟去哪里啊 第132章 排队风波 一个头发有些秃的大叔伸着脖子问道 去加兰学院 灵雨嘴角一勾 笑道 很熟悉的场景 这些灵器飞行器 类似于前世的出租车 这种行业在其他的城市可没有 只有在兰兴主城才能够看到 秃头大叔震惊的张大嘴巴 你是这一届的新学员 原本他看灵雨刚刚进城 以为是外地来的想要狠狠地载一笔 但知道灵雨是前往加兰学院后 就立即熄灭了这个想法 没错 灵雨打开飞行器坐了进去 一边说道 去加兰学院多少零食 不用零食 我免费带你去 不必 该多少就多少 灵雨笑了笑 随后一道系统提示 让灵雨的动作微微一顿 叮 修为已满 是否突破 又满了 灵雨面露欣喜 在心中默念突破 刹那间 灵雨冲入丹田 在五彩缤纷的灵雨中挥入了一笔 几个呼吸之后 灵雨身上就传出一股非常明显的奇异波动 就连前面的秃头大叔都清晰地感觉到了 小兄弟不愧是加兰学院的学员 竟然走着走着就突破了 灵雨笑了笑 没有说话 而是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 姓名 灵雨 为了方便宿主 确切地了解自身的相关属性 系统已将各属性能力值 转换成对应境界 往西枝 境界等级 化灵境二层 攻击等级 归原境五层 防御等级 归原境三层 身法等级 归原境五层 耐力等级 归原境四层 掌握灵技 猎神枪 大成 猎影 大成 洞察之眼 大成 万剑真诀 圆满 焚天弄言诀 圆满 万雷天星诀 圆满 追魂 圆满 满血荒体 圆满 云雾魂烟诀 圆满 部分功法省略 一火 青莲的星火 陨落星年 琉璃连星火 万寿灵火 阴阳双眼 以激活系统功能 自动修炼功能 十级 分身功能 十级 完美寻宝功能 十级 如火纯青 分身替换 系统空间 存储提现 看着属性面板 灵雨淡淡地点了点头 没多久 灵气飞行器 在一片巨大的山脉之外 停了下来 这片巨大的山脉 有一个名字 就叫嘉兰 也是嘉兰学院的筑地 像这样的山脉 在蓝星主城之中 足有上百座 足可见主城 究竟是多么的广袤 独占一片山脉的 嘉兰学院地位之崇高 仅次于排名第一的 占天院 和排名第二的凤语院 小兄弟 这里面 我们普通人没办法进去 只能你自己进去了 秃头大叔 带着歉意说道 好 灵雨点点头 丢下一枚上品零食 就离开了 看上去还不错 希望有金莲妖火残骗的消息吧 灵雨遥望着 嘉兰山脉 隐约可见上面 坐落的各种各样 华美建筑 他迈步朝着山上的阶梯走去 一路上 他不时就会碰上一些行人 他们大多数都非常年轻 穿着蓝白相间的学院制服 灵雨使用洞察之眼观察 发现这些年轻人的修为境界 就没有低于到台境的 而且这些年轻人的胸口 还挂着不同的徽章 很显然 这些人 就是在嘉兰学院 修行的学员 果然一个个都是天才 这里的人 恐怕随便拿一个出去 都能够被称为天骄吧 随后 灵雨根据提示 来到了一座建筑之外 这是一座非常古朴的木楼 上下一共三层 但是却非常的高大宏伟 给人一种古老沧桑之感 此时此刻 在这栋木楼下面 已经有许多 看上去不过十七八岁的 少男少女排着队 看样子这一次 嘉兰学院招收了不少 新鲜血液啊 灵雨思索着 来到队伍的最后面 对于灵雨的到来 没人注意 倒是有几个看上去 实力佳境 都很不错的家伙 露出了一丝鄙夷的目光 显然以灵雨十八九岁的年纪 来到这里 确实看上去 资质最差 这时 从灵雨后面走过来一群人 一共八人 也是十六七岁的年纪 不过只要不是瞎子 就能看得出 他们骄纵的神情和气质 这八个人一出现 队伍之中 就爆发出了窃窃私语 是上古八族的几个少爷 没想到竟然在这里 遇见他们了 据说他们可是 混世魔王啊 小声一点 不然惹怒了 他们没好果子吃 众人议论纷纷 看向八人的眼神中 充满了畏惧 这这时 八个骄纵无比的少年 走到了境前 让开让开 看不到我们来了吗 不会让位置让路 八个顽固少年 趾高气扬地走来 人还没到 就开始赶人了 而听到这八人开口 前面排队的人 顿时纷纷往旁边挪开 露出一条 通往木楼的康庄大道 只不过 在这个康庄大道的中间 却有一个人像 是钉子一样 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此人 正是铃羽 卧槽 这家伙竟然敢不让路 什么来头 不会是个笼子吧 不太像 估计是个傻子 看着站在路中间的铃羽 众人难以置信地议论起来 看向铃羽的目光中 满是同情和幸灾乐祸 那八个人看见 铃羽像个二愣子一样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顿时怒不可遏 喂 小子 我们让你让开 你是龙了吗 八个人将铃羽围了起来 一个个鼻孔 对着天空 不可一世 我这个人 从来不给人让路 既然是后来的 就乖乖排队 此言一出 顿时一旦激起千层浪 什么 这家伙竟敢硬钢上古八族的人 哼 我一看他就是 刚刚从外地来的愣头青 不知道 上古八族在这里意味着什么 以为自己 在一个穷乡僻壤中 被人称作天才 九悟空一切了 不知道 天高地厚 对啊 这人都十八九岁了 踩着嘉兰学院的 年龄限制 才进来 真是妥妥的废物一个 看吧 好戏要开始了 站在一旁的少男少女 纷纷焦头接耳 看向凌羽的目光 也从同情变成了 不屑和鄙视 在他们看来 他们都让路了 你一个十八九岁的废物 凭什么不让 听到凌羽的话 这八个人顿时愣住了 好小子 在蓝星主城 除了四大谷族之外 谁敢在他们面前 这么猖狂啊 狗东显 你以为自己是谁 现在 立刻 马上跪下 给我们磕头道歉 这件事情 就这么算了 否则的话 今天就废了你 第133章 刘云山交易会 在所有人看来 凌羽听了大家的议论 知道了自己的名头 当然会被吓得立即服软 然后跪地道歉 灰溜溜地离开 不过出人意料的一幕 发生了 你们八个人 是共用一个脑子吗 凌羽淡淡地扫了一眼八人 原本你们乖乖排队的话 什么事也没有 但是你们没有教养 那我就替你们的父母 好好管教 管教你们 现在你们每个人山 自己十个耳光 然后从我的视线中消失 我只给你们一次机会 好好珍惜 此言一出 所有人都震惊得合不拢嘴 现场安静得像是空气 都凝固了一样 落真可闻 紧接着 众人回过神来 立即发出难以置信的议论声 这家伙真的是胆大包天啊 不仅说上古八族的人 没有教养 还敢说替他们的父母 教训他们 是啊 上古八族 每一个都强大无比 这八人的父母 全都是化灵静神魂静 这人疯了不成 而且他还说 让人家扇自己十个耳光 哪来的自信 所有人看着独自一人 站在路中间的淋雨 那个眼神 就像是在看一个傻子 同时 作为当事人的八族的少爷 愤怒的脸色铁青 蹊跷生烟 从出生到现在 他们哪个不是 众星拱月的存在 从没有被人如此羞辱过 狗东西 你成功地惹怒了我们 今天 你就算磕头道歉 也没用 八族八少神色猙獰的 朝着淋雨沙将过去 丝毫没有觉得 这里是嘉兰学院 而稀释宁人的打算 淋雨神色一冷 玄机手掌 向前一推 一股恐怖的冰寒之力 一散而出 紧接着 冰寒之力凝聚成一个 巨大的寒冰手掌 携带着无可匹敌之势 横扫出去 砰砰砰砰 八道闷响传来 八族八少 直接原地消失 再仔细一看 他们竟然 如同苍蝇一样 粘在了庞大的寒冰手掌上 原本有些混闹的场面 顿时再次陷入了寂静之中 所有人都难以置信地 看着淋雨 凝聚的寒冰手掌 目瞪口呆 当场实话 八族八少 虽然嚣张跋扈 但是实力都是到台境以上的 八个到台境 竟然被一下子就秒杀了 完全就跟蝼蚁一般 这太令人震惊了 太不可思议了 这时 淋雨一挥手 寒冰手掌顿时一震 八族八少 就跟垃圾一样 落在了地上 淋雨没有 要他们的命 不过断骨折金 是少不了的 而且这八个人 被寒冰之力倾袭 短时间内 就别想着动弹了 你们愣着干嘛 淋雨转过身 看像跟雕塑一般 站在旁边的少男少女 接着排队啊 可是没人敢动 既然你们不排队 那就别怪我插队了 淋雨神色淡然地 走进木楼之中 从八族的八少 出现到结束 其实也就两三分钟的时间 淋雨走进木楼的时候 一个审查完毕的少年 正好喜笑颜开地走出来 看样子 这个少年 似乎是通过了 第二次的审查 正式成为了 嘉兰学院的成员 一路顺着指引 淋雨来到了一个房间 房间内 摆着一张黑色的桌子 在后面坐着一个 身材矮小的白发老者 见过尤语导师 淋雨拱了拱手说道 嗯 你叫什么名字 把招生导师给你的信物 拿出来看看 尤语看了一眼 淋雨就收回了目光 在他看来 淋雨这个年纪 才进入嘉兰学院资质 一定不怎么好 要知道 在蓝星主城 十六七岁的到台境 那是满地走 这是聂峰导师给我的 淋雨神色如常 从系统空间中 取出了聂峰 给他的信奖和信物 嗯 还有一封信 尤语皱着眉头 看向淋雨 你又是哪家的少爷 害怕顾不要审查 所以突然给我写信 这封信 就是聂峰导师写的 导师一看便知 文言 尤语有些惊讶 既然是这个老家伙写的 替人举荐 这种事情 他好像还是第一次吧 旋即他打开信封 慢慢地看了起来 看完之后 尤语抬起头 看向淋雨 叹了口气 看在那个老家伙的份上 我这一次 就给你通过审查了 尤语手指一搓 信封无火自然 不过你想要 进入正常的班级 是不行的 你只能去特殊班级 特殊班级 淋雨有些诧异地问道 特殊班级是什么 特殊班级明面上 是给资质没达标 但是其他方面 很突出的学员准备的 但是实际上 就是你们这种 走关系的人静的班级 淋雨沉吟少许 那这个特殊班级 跟其他的学员 有什么不同吗 没有任何不用 只是说起来 名声不太好听而已 行了 你出去吧 说着 尤语将一枚徽章 递给了淋雨 淋雨收了 徽章离开了房间 走出木楼 原先躺在地上的八人 都已经不见了 那些还在外面排队的学员 正在议论纷纷 淋雨一出现在门口 立即就吸引了 所有排队学员的目光 她淡淡地扫了一眼 静止离开 看着淋雨背影消失 木楼外的少男少女 再次议论起来 这家伙真是太嚣张了 竟然敢将上古八族的人 打成这样 等着吧 以后没有她好果子吃的 除非她现在 马上逃出嘉兰学院 否则的话 恐怕会被整得很惨 这家伙以后 要离她远一点 要不然被上古八族的人认为 我们是一伙的就惨了 就在众人议论之际 淋雨正在查看 尤语给她的徽章 这是一枚淡蓝色的徽章 正面有着 繁复华丽的花文 上面写着 嘉兰学院四个字 徽章的背面比较简单 但花文格式一样讲究 上面写着 潜力学院四个大字 潜力学院 怎么一听 就觉得是安慰奖一样呢 耸了耸间 淋雨拿着徽章 去领取了一本 嘉兰学院的规章手册 一把钥匙 一张地图 还有两套制服 她拿出规章手则 看了一眼 里面详细记录了 学院的组成历史 导师 名人之类的 嘉兰学院身为上三院之一 其历史 几乎跟蓝星组成一样悠久 长达三千多年 也就是说 蓝星发生异变之初 嘉兰学院就存在了 这座学院 一共分为四个系 战斗系 炼药系 炼器系 阵法系 顾名思义 战斗系就是 专门教导学员战斗技巧的 其他三系 也以此类推 除了科目简述之外 还有学院导师的介绍 重要建筑的介绍 以及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 凌语一扫而过 最后看到学员的等级排名 原来学员还分潜力 白银 黄金 白金 紫金 明元堂六个等级 灰一张的颜色 也从低到高分为绿色 白色 黄金色 白金色 紫金色和红色 不同的等级 能够享有不同的资源待遇 提升等级的方式就是考核 默默地看完 凌语拿出地图 朝着上面标注的少学山走去 少学山就是给潜力级 学员居住的地方 一路上凌语一边观察环境 一边熟悉路线 很快就抵达了目的地 这是少学山上一个 带院子的二层小楼阁 这个小楼便是她的住处 不愧是嘉兰学院 就连潜力级的学员 也有单独的二层阁楼 凌语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拿出钥匙打开大门 走了进去 楼阁内的装潢不显奢华 但却十分地考究 精致典雅看上去 就让人心旷神疑 来到阳台上 凌语发现这里可以俯视 一大片蓝星组成的城区 视野非常的开阔 这时 楼下不远处的小路上 走过几个学员 听说学长们 在流云山召开交易会了 他们用不着的好东西 全部都会低价 卖给我们新学员呢 真的吗 那我们得去看看 说不定可以逃到什么好东西 也说不定 凌语听到几人的议论 心中一动 交易会 我手上正好有许多无用的东西 倒是可以去看看 万一能够找到 系统升级的材料 也说不定 想到这里 凌语换上了 嘉兰学院的制服 戴上徽章朝着流云山走去 第134章 冤家路窄 顺着地图的指引 凌语往流云山赶去 走在路上 他遇到了许多 同样前往流云山的学员 其中甚至有不少 带着黄金徽章的 黄金级学员 由此可见 这个交易会 确实挺多人的 很快 凌语就抵达了流云山 这是一座低矮的小山 但是风景秀美 云雾缭绕 而且云海不停地翻腾 看上去就像是流动的云层一般 此时 山脚下已经摆满了各种摊位 摊位的主人们也不吆喝 就这么盘坐在摊位后面 等着买主挑选 凌语饶有兴趣地逛了一圈 发现这些学员卖的东西 对于新学员来说 还真的算是物美价廉 他也购买了几张单方 充实了一下自己的单药库 旋即 他找了一处空旷的地方 也准备摆个摊 就在这里吧 凌语大手一挥 地面上出现了一杆长枪和两张宽大的兽皮 他将其中一张兽皮平铺在地上 然后用长枪和另外一张兽皮 制作了一个简易的招牌 招牌上还写着超级杂货铺五个大字 紧接着 他从系统空间之中 拿出大量的丹药 武器 材料 天才地宝 将摊位堆得满满的 这些物品都来自于淋雨斩杀的敌人 还有在紫吉城 封林城获取的战利品 而且他还拿出了一大把的空白玉剪 将自己的功法刻入进去拿来售卖 而这个摆满了货物的摊位 很快就吸引来了一些学员的目光 哇 这个学弟竟然存了这么多好东西 死 那不会是地灵草吧 竟然有三叶 这些异兽的材料处理的为什么这么好 可惜我不会练丹也不会练气 学弟 你这瓶天青紫芒丹是什么品质的 这瓶天接终极武器怎么卖 不一会儿 就有许多人围在淋雨的摊位前 跃跃欲试了 看在同事新生的份上给你算便宜一点 若是有什么珍稀材料的话 也可以交换 很快 淋雨就卖出去了几件武器和丹药 这样 其他学员的购买欲也提了起来 学弟 这瓶极品丹药我要了 多少零食 那是我先看上的 众人开始抢购起来 那热火朝天的场面 顿时吸引了更多的学员过来 甚至一些原本在摆摊的学员 也收了自己的摊位 跑到淋雨这边来看热闹 不多时 淋雨的摊位就被围得水泄不通 然后后续过来的学员就震惊了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抢购之中 周围摆摊的学员也纷纷收了摊位过来 场面一度陷入混乱之中 不过倒也没有发生什么 为了争抢而出手的局面 玄机后续来到刘云山交易会的学员发现 整个交易会竟然只有淋雨这一个摊位在卖东西 而这个摊位上 除了炼丹材料之外 几乎什么都有得卖 后来的学员也加入抢购 甚至还有人拿出传信预检 呼朋唤友过来 在学员如火如荼的抢购中 大量的零食和珍稀材料落入淋雨手中 转眼间到了晚上 淋雨摆出来的东西基本上被抢购一空 不得不说 加兰学院的这些家伙真是有钱 特别是后面来了一些黄金级学员 这些人花个几百万中品零食跟盗着碗一样 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经过大半天的售卖 淋雨储物空间中的杂物虽然还没有处理完 但是也卖掉了大半 这让淋雨收获了整整1500多万的中品零食 不过到了这个时候 学员们的购买热情也基本上没了 若是淋雨拿出系统空间内的极品丹药售卖的话 肯定又会将场面带到第二轮的顶峰 但是她并不打算那样做 一来一次性出现这么多的极品丹药 很容易引起一些有心之人的注意 二来 这些学员的零食也基本上被她榨干了 即便学员想买也出不起很高的价格 倒不如等下次他们零食多了 再去割一剥韭菜 淋雨挥了挥手 将摊位收起 回到了自己的楼阁 刚走到门口 就看到楼阁上插着一封信 打开一看 是之前被淋雨教训了一顿的八足八少 给她写的恐吓信 洋洋洒洒写了很多 但是意思就一句淋雨死定了 淋雨冷笑一声 没有当回事 手指上冒出一团碧绿色的火焰 直接将信件烧成虚无 第二天一早 淋雨被一阵敲门声吵醒 堵堵堵 她用零食一叹 旋即挑了挑眉 外面的来人 是一个胸口挂着一个黄金徽章的女学员 长相颇为甜美 细腰长腿很是扬眼 这是来干嘛的 淋雨一边思索 一边下楼打开了门 你好 你是这一届特殊班级的学员淋雨吧 这名女学员浅浅一笑 说道 我是书星导师的助理江渝 来通知你一件事 你们特殊班级的人已经招满了 所以比其他的班级提前开始上课 十点之前在开阳山F楼903教室 不要迟到 你的传心预检呢 我们刻印下气息 到时候也方便找到你 淋雨点点头 拿出了一枚传心预检 这枚传心预检 也是用徽章领取到的 每个学员都有对应的传心预检 江渝接过淋雨的传心预检 然后拿出自己的传心预检交叠在一起 少许之后 两枚传心预检就建立了联系 好了 我还要去通知其他的学员 再见 江渝挥了挥手 离开了淋雨的小院子 看着江渝离开的背影 淋雨有些感慨地说道 上课呀 好像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 淋雨笑了笑 重新回到房间 稍微洗漱了一下就 朝着地图上标时的开阳山走去 大约十分钟后 淋雨抵达了开阳山 这是一座非常高的梯形山峰 从下道上修建了零次制笔的建筑 越往上的建筑 就越恢弘华丽 在开阳山最顶峰的位置 淋雨看到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 淋雨知道 那就是名人堂 能够进入名人堂的学员 无疑不是天交中的天交 妖孽中的妖孽 嘉兰学院四个系 每个系 只有最优秀的十个人才能够进入 而一旦进入名人堂 就能够在里面留下自己的雕塑 受无数学员的崇敬尊重 净联妖火残骗的线索 还是要尽量爬到最高处 才好寻找啊 淋雨暂时的小目标 就是进入名人堂内 到时候 应该就可以解锁 绝大部分的嘉兰学院的资源 寻找净联妖火的线索 也更加轻松 淋雨晨音中 来到了F楼的903教室 此时此刻 教室里面已经坐了好多人 淋雨扫了一眼发现 基本上都是一些顽固子弟 一看就是家境很好 但是本身实力却不出众的 果然都是走关系的 淋雨暗暗想到 然后走进了教室 她一走进教室 就吸引了一些人的目光 哟 又来一位少爷 这家伙应该二十岁了吧 这才来嘉兰学院 资质肯定比我还差 哈哈 你们武士不孝白布 咱们都好不到哪里去 众人议论纷纷 就去干自己的事情了 淋雨看了一眼教室 发现桌子上都写着名字 于是就找到自己的座位 坐了上去 淋雨 你是哪个家族的 能够进入这里的 都是家世背景很好的 但是比较强横世家子弟 没有姓林的 但是四大古族有个林家 你总不能是林家的吧 难不成你是外地来的 淋雨旁边 一个脸色苍白 眼圈黑漆漆的少年 好奇地问道 嗯 我是外地来的 淋雨点了点头 对于她来说 四大古族的 林家的却不是她的家 你竟然是外地的 外地的人能够进特殊班级 真是厉害啊 老哥 你说说看你有什么特长啊 淋雨挑了挑眉 我 就是那个地方特长 啊 熊毛眼少年微微一愣 反应过来后 有些无语地说道 这时 从外面又走进来几个身影 这个拽得跟二世祖一样的家伙一出现 教室瞬间安静了不少 淋雨抬头一看 哟 熟人啊 走进来的几个家伙 不是那八个傻逼又是谁 淋雨看见八傻的时候 八傻也看见了淋雨 瞬间八个人瞪大了眼睛 狗砸碎 是你 第135章 特长 没想到你也是特殊班级的学员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隔来全部费功夫 我倒要看看 你姓甚名谁 哦 淋雨 哪个山哥大里面出来的 一个香巴老土包子 也敢惹我们上古八族的人 我告诉你 你死定了 八傻们愤怒无比地盯着淋雨 如同八个即将气炸的河豚 你们几个还真是 淋雨撇了撇嘴 你们是嫌弃 昨天受到的教训 还不够吗 此言一出 八傻们的脸上一阵青红胶佳 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们被淋雨像是拍苍蝇一样 给收拾了一顿 那真的是天大的耻辱 同时 教师的其他学员听了淋雨的话 顿时哗然一片 巴傻在他们这一辈里面 可是一等一的顽固子弟 在上古巴族里面 虽然不是最顶尖的那种嫡系 但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得罪的 从来都只有上古巴傻收拾别人的分 哪有别人收拾的分 哼 别以为你偷袭击败了 我们一次就了不起了 我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要是再来一次的话 保证给你打趴下 说话 巴族巴傻杀气毕露 就要动手 住手 一声轻烈的立鹤在门口响起 众人不约而同 齐齐看过去 只见一名粉白带黑 明眸好齿的高挑女子 站在门口 一脸的怒涩 在其身边 则是站着之前通知淋雨上课的 那名黄金级美女学员江鱼 是书星导师 果然和传闻之中一样漂亮 嘿嘿 我就是奔着美女导师来的 你可小声点吧 书星导师是出了明的脾气 跟凶成正比的 惹怒了他 小心他 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一些学员低下头 小声地议论起来 同时 巴族巴傻面色一致 瞬间将杀气收敛 你们几个 莫非以为 这里是你们家里不成 我告诉你们 无论你们是什么来头 在学院里面 都要遵守规矩 你们有矛盾 可以去胜负擂台解决 有大仇 可以去生死擂台解决 这里是上课的地方 不是让你们解决矛盾的地方 书星导师冷着一张脸走进教室 娇弱的身躯上 散发出无尽的威严 这一番训斥 整个教室顿时鸦雀无声 虽然这里几乎都是背景不俗的家伙 但他们知道 书星导师 如果真的要将他们赶出嘉兰学院的话 也不是什么难事 上三院的地位 在整个兰星都是超然的 学院的导师也同样如此 书星导师走上讲台 居高临下地扫视着所有人 特殊班级 是对你们这些人背后的势力妥协 而不是对你们的妥协 在书星修期内无法达成目标的学员 就会自动失去学员的身份 接下来 我会给你们准备四次考核 战斗 炼药 炼器 阵法 以此确定你们适合走哪一条路 说到这里 书星导师转头看向江鱼 小鱼 你守着他们 我马上回来 到时候迟到的学员 通通将名字记下 逐出学院 我明白了 书星导师 江鱼重重地点了点头 旋即 书星导师静止转身离去 看着书星离去的背影 众人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 松了一口气 凌羽倒是不太在意 此时她陷入了沉思 确定进修的方向啊 炼药炼器还是算了吧 我有系统在手 根本不用修炼这个 目前能够选择的 就是战斗和阵法 这两个东西 系统没办法帮我自动进行 但是不管哪一种 只要能够让我进入名人堂就好 那就选择阵法吧 我对阵法的了解 还是等于零 刚好可以补充一下薄弱点 确定进修方向之后 凌羽便是百无聊赖地 打起了瞌睡 其余学员也是懒懒散散地 趴在桌子上讲话 转眼间一个小时过去了 期间陆陆续续地 来了不少学员 倒是没有因为迟到 而被劝退的家伙 这时 书星导师也迈着大长腿 走进了教室 当他走进教室的一瞬间 喧闹的教室顿时安静了下来 现在开始第一堂课 阵法 书星导师没有丝毫的废话 挥手之下 一套套勾勒阵法符文的工具 出现在了桌子上 将于拿着工具分发下去 一人一套 阵法吗 凌羽看着手中像是毛笔的东西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出现 自动战斗功能和自动布阵功能 叮 报告宿主 当宿主系统等级达到八级的时候 就能激活自动布阵功能 忽然想起的系统提示 让凌羽眼前一亮 真的有自动布阵功能啊 卧槽 这也太爽了 于是凌羽心念一动 既然有自动布阵功能 那或许也有自动战斗功能呢 系统 有自动战斗功能吗 叮 报告宿主 本系统装载了自动战斗功能 但需要系统等级达到十级 悦尔的系统提示声 让凌羽露出一抹兴奋的笑容 这不是等于他以后只需要挂机就行了 系统帮他做完所有的事情 就在凌羽兴奋的时候 凌羽 书星轻烈的声音响起 你在傻笑什么 我刚刚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此言一出 所有人都幸灾乐祸地看向凌羽 你说正法之道 需要从善如流 以心为比 以身为止 凌羽毫不犹豫地说道 他刚刚虽然是在思考 但是以他的临时强悍程度 完全可以做到一心二用 书星有些讶异地看了一眼凌羽 点了点头 你们其他人还笑得出来 你们听懂我说的话了吗 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停止了哄笑 你们这些人 真的是来加兰学院学习的吗 书星叹了口气 然后继续开始讲课 下面的学员们面面相去 然后继续懒散地听课 不多时 书星讲完了基础知识 开始亲自示范 他拿起勾勒阵法的笔 灵力注入之后 笔间顿时发出点点金光 然后在书星手腕的抖动中 在空中勾勒出了一个个玄傲的符文 很快 一个微型的距灵阵就完成了 当他一番操作之后 学员们一脸蒙比 有谁看懂了吗 没有吗 一个都没有 那我再演示一遍 你们认真看 书星无力地摇了摇头 旋即再次演示了一遍 这一次他的动作更慢 一边演示 还是一边讲解 没办法 阵法是比炼药和炼器复杂许多的东西 需要的悟性更高 付出的努力也同样更高 虽然说在场的这些学员 都进入了嘉兰学院 但是这些纹固子弟 没有一个愿意学的 好吧 我们进入下一节课 炼器 书星叹了口气 他知道 这里没有能够进入阵法系的学员了 接下来 炼器课程正式开始 这一次 倒是有一些学员 跟上了书星的节奏 不时还能跟书星互动一下 让他松了口气 但是这些学员之中 自然是没有淋雨的 能够自动练器 自动布阵的他有系统不就行了 学这个东西做什么 于是 他继续打着瞌睡 淋雨 关于练器 你听懂了多少 书星又注意到了淋雨 没办法 所有学员就算没听课 也至少会装一下 淋雨装都不带装的 实在太显眼了 啊 淋雨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这一次我一个字也没听懂 扑 旁边的熊猫眼少年 直接笑喷了 卧槽 淋雨这个家伙 真是太绝了 我原以为自己只听懂了三句 算是最差的了 没想到 还是一个字 都没有听懂的 最关键是他没听懂 为什么还这么理所当然 众人看向淋雨 脸上满是鼻翼不屑 淋雨 你是在消遣我吗 书星导师脸色一冷 一双美目盯着淋雨不放 不是 导师 淋雨淡淡一笑 我不是说你讲的不好 而是我真的一点都不懂 你 书星满脸黑线 你真是没救了 也不知道你来这里是干嘛的 淋雨苦笑一声 导师我怎么就没救了呢 我虽然不擅长阵法和练器 但是我有其他的特长啊 那你有什么特长 书星神色一动 我 淋雨还没有说完 就被旁边的熊猫眼少年打断了 报告导师 这个我知道 熊猫眼少年大声说道 他说他那里特长 此言一出 整个教室顿时跟油锅中倒了一碗水一样 轰的一声炸开了 卧槽 笑死了 不过 这也算是特长啊 牛逼牛逼 这算是 当众调戏书星导师吗 众人哈哈大笑 纷纷对淋雨投来比喻不屑 冷嘲热讽的目光 淋雨 你是认真的吗 书星脸色彻底阴沉了下来 那我不能否认这一点 不过我真正的特长是炼药 第136章 我的特长是炼药 擅长炼药 淋雨你少骗人 有炼药的天赋 刚刚书星导师的话 你至于一句话都听不懂吗 就是嘛 炼器炼药有许多共通之处 你既然擅长炼药 那么就回答导师几个炼器方面的问题如何 别让他回答了 他刚刚才说一个字都没有听懂 就是个骗子 废物 众人满脸不幸地看着淋雨 八足八傻 更是不停地冷嘲热讽 都给我安静 书星一声利喝 众人连忙闭上嘴巴 不过 嘴巴是闭上了 但是鼻衣不屑的目光 却是更加浓郁了 淋雨 你真的擅长炼药 书星看着淋雨 神色非常认真 嗯 淋雨淡淡地点头 没有多说什么 好 现在炼器课程也差不多完成了 我们这就进入炼丹课程 说着 书星从空间戒指中取出一套套丹炉 让僵鱼发给了众人 我们先来讲一讲最简单的脆体蛋 这是一种二品丹药 脆体镜服用的话可以缩短脆体的时间 它的材料配方很简单 三日病 桃凝质 与无草 第一步 我们需要对这些炼药材料进行初步的处理 去除大量杂质 获得比较纯粹的药液 第二步 我们需要 书星仔仔细细地将脆体蛋的炼制方法 说了一遍 旋即 他看向淋雨 淋雨 你听懂了吗 当然 淋雨淡淡一笑 这种丹药我早就会炼制了 既然如此 书星说道 你来亲自给大家演示一下 此言一出 众人眼中立即露出兴奋之色 在他们看来 淋雨完全是在说大话 他们都在等着淋雨出丑呢 好的 书星导师 淋雨笑了笑 弹指尖一朵黑色火焰浮现出来 在其指尖跳动 这种场合 使用一伙不太合适 还是用普通的火属性功法 衍生出来的火焰吧 递接高级火属性功法 不错嘛 看样子掌握得非常熟练 难不成 他真的会炼丹 众人看着 淋雨使用出的陨光黑炎露 顿时有些惊疑不定 而书星和江鱼的眼中 则是露出一抹意外 和期待之色 不过 出乎意料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淋雨 竟然将几种没有处理过的炼药材料一股脑 全部丢进了丹炉之中 这一番操作直接 让整个教室都万籁俱计 落真可闻 紧接着 所有学员都爆笑出来 哈哈哈哈 淋雨这小子 是不是把炼药当成做饭呢 笑死我了 导师都已经把步骤说得那么清楚了 他竟然不行了 我要笑死了 我就说嘛 他怎么可能会炼药呢 不仅如此 还是一个喜欢装逼的大傻逼 学员们哄堂大笑 书星的脸色也阴沉到了极点 淋雨 淋雨摆了摆手 导师 你先别急着生气 脆体丹对我来说太简单了 所以我简化了一下步骤 你说的那些步骤 实际上就是一个提炼的过程 一步到位就行了 说着 淋雨伸手一弹 丹炉呼啦啦地转了起来 并且 丹炉还不是横着转的 而是360度旋转的 这一幕顿时惹的其他学员 再次出声嘲讽 书星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 阴沉的几乎要滴出水来 这时 淋雨轻轻一拍 丹炉顿时落在桌子上 摔成了两半 淋雨 书星终于忍耐不住怒气 他决定了 不管淋雨背后 是什么势力 都要将其赶出嘉兰学院 但就在这时 啊 书星导师 你看 站在一边的江鱼 忽然捂着小嘴惊呼道 您看 这丹炉里面有五颗丹药 这个品质 绝对是极品以上 江鱼的惊呼 声令所有人为之一愣 旋即齐齐地看着破碎的丹炉 只见破碎的丹炉里面 真的躺着五颗流光溢彩的丹药 这是 书星上前捡起五颗丹药 旋即震惊地说道 竟是完美品质的丹药 什么 完美品质的丹药 那样的炼药方法 也能炼制出来完美丹药 假的 不说看了 这绝对是假的 肯定是淋雨 趁我们不注意偷偷放进去的 众人难以置信地惊呼道 每一个人都像是见了鬼一样 而其中叫嚣的 最厉害的就是八足八傻 他们手舞足蹈 满脸轻蔑地看着淋雨 似乎自己揭穿了淋雨的谎言 呵呵 你说这真是我炼制的丹药 你就吃屎 淋雨冷笑着看着那八个人 既然如此 我就再炼制一次 好让你们心服口服 说着 他直接隔空打出一道黑色火焰 然后直接拿起另一份材料 丢了进去 这一次 他连丹炉都不要了 直接用火焰炼药 这就要求炼药者 对于火焰的掌控力 达到一种微妙的程度 淋雨脸色漠然地开始炼丹 从开始到结束 每一个动作都行云流水 没有任何的缺陷 那些学员看得眼花缭乱 懵懵懂懂 但是 舒心和江鱼则是越看越震惊 淋雨的炼制手法 即便是以他苛刻的目光来看 都没有丝毫的瑕疵 而就在这时 一股药香弥漫开来 原本淋雨能够做到所有的药力 都不外泄 浪费 但是 为了证明这卢丹药 的确是自己炼制 他特意地释放出来一点药香 这些药香不断浓郁 代表炼药的进程 不断地推进 健壮 就算再蠢笨的学员 都知道淋雨真的要炼制出来丹药了 所有人都脸色震惊 露出不敢置信的神色 因为淋雨不光没有使用丹炉 而且短短两三分钟就成丹了 这时 淋雨伸手一点 从黑色火焰之中 飞出来五颗流光溢彩的丹药 淋雨转身 看向八足八傻 未免你们在怀疑我 这一次的丹药 就给你们来检验了 此言一出 八人心中大呼不妙 怎么 不敢吗 淋雨淡淡一笑 那就请淋雨导师 替我检验一下吧 淋雨点点头 然后上前检查五颗丹药 是完美品质的脆体丹 淋雨拿起丹药 仔细地检查一遍 丹药还有余温 确实是刚刚炼制出来的 其实 就算淋雨不说 其他人也知道是淋雨炼制的 因为这一次淋雨没有用丹炉 炼制的过程 清清楚楚地摆在众人面前 没想到 淋雨的炼药天赋 竟然如此之强 太厉害了 之前 是我们有眼无珠了 是啊 依我看 他成为丹王 是必然的 就算是丹黄 也不是不可能啊 众学员 看向淋雨的眼神 已经彻底变了 一个未来的丹王 甚至是丹黄 即便是他们的长辈 都要客气几分 何况是他们呢 喂 八傻 丹药我炼制出来了 你们是不是该履行自己的承诺了 淋雨转身 看向脸色有些苍白的八个人 冷笑道 千万不要耍赖哦 否则的话 我会把你们打出屎来 然后再让你们吃掉 第137章 紫薇大陆 此言一出 八族的八傻 顿时面色一变 其余学员 也是神色微微一宁 空气弥漫着沉重的味道 怎么 要让我亲自动手吗 那样的话 你们的脸上 可能没那么光彩哦 对了 那我就随机挑选一个幸运观众 给你们提供要吃的东西吧 淋雨嘴角一勾 转身看向熊猫眼少年 既然如此 那就你了 这个熊猫眼 也不是什么好鸟 之前的所作所为 就是为了看淋雨的笑话 淋雨岂能放过他 你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熊猫眼少年 神色露出惊恐 要是他真的这么做了 还不成为全学院的笑话 更何况 这样做就得罪了上古八族的人 那他就死定了 跟你是没关系 但是我既然选到你了 你就必须要做 否则的话 你的下场就跟他们一样 淋雨看了一眼 脸色铁青的八族八傻 淡淡地说道 行了 书星清冷的声音传来 有矛盾的话 私下可以解决 这里是上个课的地方 淋雨耸了耸肩 既然书星导师发话了 那就暂时放过你们几个 不过这件事情还没完 此言一出 众人顿时 倒吸一口冷气 他们万万没想到 这个淋雨竟然如此强势 非要让上古八族的人吃屎 而作为当事人的八族八傻 和熊猫眼少年 都要气炸了 但是书星导师在场 他们也不好发作 只能强行忍着 淋雨 你的炼药天赋非常的强 我决定让你加入炼药系 并且授你为关门弟子 从今往后 亲自教导你炼药之道 你愿意吗 书星目光灼灼地看着淋雨 遇到如此天才美誉 他是真的很激动 书星的话 顿时让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都凝聚在淋雨身上 其中最多的便是羡慕妒忌恨 就连江鱼 也是微微张着小嘴 一脸的艳险 要知道 在嘉兰学院中 每一个导师的地位 都是极高的 而学员一旦成为导师的关门弟子 那地位肯定也相应的水涨船高 更何况 有一个导师关门弟子的身份在 不说横行无际 至少也没人敢欺负了 不过 对于淋雨来说 成为书星的关门弟子 却没有多大的吸引力 成为导师的关门弟子 淋雨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她现在可是能够轻松 炼制出完美品质的黄街丹药 就连黄街丹药 也很快就能炼制 换句话来说 现在的淋雨不说 已经超过了书星的水平 至少也不会比书星差 就像是一个化灵二层的强者 对一个化灵一层的强者说 你来做我的关门弟子吧 书星见淋雨不以为意 连忙说道 成为我的关门弟子 不仅能够随时得到我的指导 还能够获得特权福利 比如 你不需要按照普通学员那样上课 时间上你自由安排 还有到时候 如果有机会进入名人堂的话 也是优先选择导师关门弟子 书星还想继续说 但是淋雨却是双目微微一亮答应下来 好好好 我愿意成为导师的关门弟子 光是那个时间上自由安排 就让淋雨无法拒绝了 更何况 还能优先进入名人堂 既然如此 淋雨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的关门弟子了 也是我的唯一弟子 书星导师面露喜色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你的天赋泯灭 凭你的天赋 一定能成为举世闻名的炼药师 淋雨点点头 那就请书星导师多多指教了 书星笑了笑 还叫导师吗 淋雨立刻会议 老师 文言 书星笑得更开心了 而这一幕 落在周围学员的眼中 顿时让他们更加的羡慕妒忌痕 有的学员羡慕直流口水 有些则是极度的双眼通红 其中 八足八傻和熊猫眼少年 更是气得脸红脖子粗 淋雨此时成为了书星导师的关门弟子 他们想要报复淋雨的话 就要掂量掂量后果了 好了 接下来最后一门课 就让江鱼给你们上吧 书星摆了摆手 看向淋雨 淋雨 你跟我来 淋雨点了点头 跟着书星离开了教室 看着淋雨的书星离去的身影 教室里面的学员 简直想要吐血 下面 让我来为大家介绍战斗的一些基础知识 在座的各位 基本上就只能进入战斗季了 现在听好了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很重要 如果你们连战斗戏也进不去的话 那就只能被遣退了 江鱼的声音传遍教室 远远地传到淋雨的耳朵里 这时 他已经跟着书星离开了开阳山 不过 看书星前往的方向 却不是任何一处学院建筑 反而像是出城的方向 淋雨有些奇怪地问道 老师 我们这是要去哪里 去城外 卧龙山脉 书星笑道 既然你叫我一声老师 我自然要送你一份拜师礼 拜师礼 淋雨挑了挑眉 莫非是什么天才地宝 说是天才地宝也没错 因为我要送你的东西是一伙 一伙 淋雨神色露出震惊 完全没想到 书星会送他一伙 不错 作为一名炼药师 如果有一伙的相助 那么 不管是炼药的速度 还是质量 都会有质的飞跃 你虽然掌握不俗的火属性功法 但是那终究只是灵气催生的火焰 无法将药材的药力 完全地激发出来 我这一次送你的一伙名为海星焰 是所有一伙中 较为柔和的辅助类一伙 对于炼药最合适不过 书星微微一笑 你也不用担心 自己无法炼化一伙 因为那一伙是新生的火种 非常容易被炼化 新生的火种 林语诧异道 那老师为何不自己炼化呢 我的功法与海星焰冲突 我一百年前尝试了一下 差点走火入魔 林语恍然地点了点头 玄机脸上露出一丝诧异 老师已经超过一百岁了吗 是啊 很奇怪吗 在我们学院里面 超过五百岁的人比比皆是 像我这种一百二十多岁的 顶多算是年轻人了 修炼之路深远莫测 随着境界的提升 寿命也会相应地上涨 普通人眼中长久的岁月 对于那些超级强者来说 不过是一次闭关的时间罢了 舒心淡淡一笑 当然 我还没有达到那种高度 林语点了点头 老师 灵气复苏这三千年中 有没有人从那个时候 一直活到现在的 活了三千多年的 我还真没听说过 但是活了一千多年的肯定有 而且还不止一个 林语暗自点头 别说一千多年了 林家的那位老祖宗 已经活了两千年了 如果去问那个老祖宗的话 说不定他还真见过 活得比他还长呢 舒心接着说道 四大谷族之中 就有不少人活了一千多年 别的不说 我们迦兰学院的 第一任院长大人 就是一位活了一千多年的 绝世强者 第一任院长叫什么名字来着 好像是叫燕南风吧 听说已经突破了天地境界 封号迦兰天地呢 舒心目露静养之色 正是因为有他在紫薇大陆 牵制一族 我们蓝星才有喘息的机会 紫薇大陆 那就是入侵我们蓝星的一族 所在的大陆吗 不错 紫薇大陆在三千多年前 连接了我们蓝星的时空通道 那是一片比蓝星庞大百万倍的 超级大陆 紫薇大陆上有许多强悍的种族 武道文明也更加的繁荣昌盛 在紫薇大陆上 天地境界不过是开始 在上面还有武皇 武尊 武圣 武帝 紫薇大陆的武道文明 不知道延续了多少万年 在悠久的时光中 武道强者们创造了无数的功法 我们蓝星上许多功法 就是通过时空裂缝 从那边流传过来的 目前从紫薇大陆流传过来的功法 大多都是兵林族的 紫薇大陆万族伶俐 兵林族在其中 也不过是小小的一个种族而已 至于燕南风前辈 为什么会在紫薇大陆 那是因为 我们发现了一条时空裂缝 这条时空裂缝兵林族并没有发现 所以 四大谷族和上谷八族的前辈们 带领着强者 在紫薇大陆建立了据点 每年 上三院都会派遣最优秀的学员 前往紫薇大陆修炼 如果你表现得足够优秀的话 也有机会去紫薇大陆历 那里才是 最适合舞者修炼的地方 书星一口气说了许多 林族心中 则是掀起了滔天巨浪 那个时空裂缝就在乱星海 那样的话 会不会自己的父母 去了紫薇大陆呢 想到这里 林族的呼吸 有些粗重起来 用不了多久 蓝星上的资源 绝对无法支撑我升级系统 但如果我去了紫薇大陆 不仅可以有机会寻找父母 当初那个白发男子也在那里 林语决定了 他要去紫薇大陆 第138章 黄雀在后 不过 林语心中有一个疑问 老师 你说紫薇大陆 比我们蓝星要繁荣这么多 为什么要来入侵 我们这个弹丸之地呢 这个 我也不知道 但是兵林族举足入侵 蓝星上肯定有天大的秘密 是我们不知晓的 林语成音不语 天大的秘密 这时 两人已经走到了 加兰学院的门口 书星一挥手 面前顿时出现了一架 非常炫酷的灵器飞行器 走吧 我们这就出发去卧龙山脉 同一时间 加兰学院某一栋豪华别墅中 什么 书星收了一个关门弟子 一名神色有些阴沉的老者 神色惊异地说道 那个学员轻松地 就练制出了完美品质的丹药吗 在他的面前 站着一位黄金级学员 是的 纪春明导师 弟子谨遵吩咐 时刻关注书星目睹了一切 书星当场收了那名 叫做灵语的男学员为关门弟子 黄金级学员恭恭敬敬地说道 而且书星没有上完课 就带着新收的关门弟子离开了 直接离开了 纪春明双眼一瞇 你可知道他们去哪里了 黄金级学员恭敬道 不知晓 但是他们好像离开了嘉兰学院 离开学院了 好了我知道了 你去吧 纪春明双眼寒光闪动 随后抛出一枚空间戒指 多谢导师赏赐 黄金级学员接住了空间戒指 兴奋地离开了 哈哈 书星你还真是迫不及待啊 可惜你万万没想到 我一直在监视你吧 老贼 你将阵法觅持给了书星又如何 海星燕 还是要落在我的手中 不 书星也会落在我手中 我会让他长经痛苦 然后去地狱找你 纪春明露出一抹诡异的冷笑 旋即身形移动 朝着嘉兰学院外赶去 另外一边 书星驾驶着灵气飞行器 穿过了高耸入云的超级壁垒 进入了外面的世界 蓝星主城 方圆一千里之内都没有异兽 超过一千里 才出现了几只六阶异兽 不足为虑 随着距离蓝星主城越来越远 异兽的等级也越来越高 前方 就是卧龙山脉了 书星神色有些凝重 这座山脉之中 有好几头七阶异兽 我们要小心一些 文言 灵语淡淡一笑 七阶异兽 且不说他有十个分身 就算不用吞噬分身 以他的实力 对付七阶异兽 也丝毫不虚 要知道 他现在本尊的攻击等级 就已经达到了 归原境五层了 当然 书星并不知道这一点 在他眼里 灵语就是一个 倒台境的晚辈 需要他一个化灵境的来保护 进入卧龙山脉后不久 灵语察觉到了一丝 七阶异兽的气息 不过这股气息 非常的淡薄 很显然 附近没有七阶异兽 没过一会儿 到地方了 书星说着 一边将飞行器 降落在了下方的山谷之中 这个山谷非常的隐蔽 底部还有一条巨大的裂缝 裂缝之中一片漆黑 如同深渊 海星焰的火种 就在下面 书星收起飞行器 指着山谷中的裂缝说道 你师祖在这里 留下了一个非常强大的阵法 这个阵法来自于紫卫大陆 非常的玄傲 没有正确的破阵方法 或者拥有阵法密持的话 就算是神魂镜 也没办法进去 不过 你师祖将阵法密持给了我 要进去就不成问题了 说到这里 书星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一颗圆球 这颗圆球上 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符文 并且这些符文 还在不断地闪烁着光芒 现在我将阵法打开 说着 书星往圆球上注入了灵气 下一刻 圆球爆发出了刺眼的蓝色光芒 这些光芒 像是无数只利剑一样 搜的一下 全部投入了山谷的裂缝之中 紧接着 一股奇异的波动传来 阵法已经打开了 跟我下去吧 书星拿着灵雨的胳膊 静止往裂缝飞去 但就在这时 哈哈 书星师妹 你真是太大意了 伴随着一阵狂笑 一名神色阴旧的老者 飞速冲来 拦在了书星和灵雨的面前 季春明 见到老者的瞬间 书星脸色大变 露出一丝惊慌 季春明 老师 这老头谁啊 看上去好像不是个好人的样子 灵雨眉头一挑 一边说着一边调出了季春明的属性面板 哟 还是一个化灵精六层的 灵雨撇了撇嘴 这还不如涅风呢 就在灵雨打量季春明的时候 季春明也在打量灵雨 书星 这就是你收的关门弟子 据说他炼制出了完美品质的丹药 在这个年纪实属不易啊 可惜 如此良才美誉 就要因为你而粉身碎骨了 季春明脸上露出冷笑 季春明 书星神色难看 这一切都是我们之间的恩怨 跟灵雨无关 哼 季春明大笑道 既然是你的关门弟子 岂能跟他无关 灵雨扎吧扎吧嘴 泽泽 连我这刚入门的弟子都不放过 老师 这个老家伙 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啊 书星眼中露出一丝悲伤 你师祖收了两个弟子 一个是我 一个就是此人 季春明炼药天赋很高 但是心术不正 暗中研究某些禁忌的炼药术 你师祖对他屡次教诲 他都不听 因此 师父将其逐出师门 所以季春明怀恨在心 毒杀了我师父 不仅如此 师父去世之后 一体莫名消失 我怀疑 就是他偷去研究禁忌炼药术了 书星神色悲痛 只是 对于他的所作所为我 没有任何的证据 也就无法指控他 灵雨看着季春明 输了一个大拇指 厉害啊 不仅欺师灭祖 还灭绝人性 你真是人渣的典范 哈哈 是又如何 我告诉你 那个老家伙 就是我杀的 谁叫他一碗水端不平 厚此薄彼 我跟了他一百多年 他都没有把海星雁交给我 而你 只跟了他二十多年 他就将海星雁交给你保管 这让我如何不恨 况且 我研究的那些 不是为了整个人族的进步吗 那个老东西 不仅不支持我 还将我多年的心血毁掉 我杀的就是他 你 你这个王八蛋 欺师灭祖 不得好死 书星双目含泪 整个人都快被气疯了 我不得好死 就算我不得好死 你也看不到了 今日我要见你 从头到尾凌辱一遍 以泄我心头之恨 你敢 你今日敢动手 必死无疑 书星浑身绷紧 拿出了传信御检 哈哈 我既然要杀你 岂会没有做好准备 季春明狂笑道 早在很久之前 我就在这里布置了 隔绝灵力波动的法阵 你的传信御检的信息 是传不出去的 今日你死在这里 没人会知道是我干的 第139章 击杀季春明 你 书星双瞳咒缩 玄机连忙用传信御检 发送求救信息 但是却发现 传信御检 根本没办法将信息发出去 不由得露出一丝惊恐之色 现在知道 绝望是什么滋味了吗 季春明露出一丝疯狂的扭曲之色 若是你乖乖听话 或许我 还能让你死得痛快一些 听到这里 淋雨听不下去了 哟哟 真是太牛逼了 你咋不上天呢 你咋不去跟太阳肩并肩呢 淋雨不屑地说道 本来呢 你我无冤无仇 但是你 既然连我都想杀 那就没办法了 请你死在这里吧 你帮我们布置了一个隔绝法阵也正好 杀了你就不会有任何人知道 也就不会引来什么麻烦了 此言一出 季春明顿时脸色一致 旋即瞪大了眼睛 紧接着他疯狂地大笑起来 就凭你 一个连毛都没长齐的小东西 竟敢如此大放厥词 我真怀疑 你的脑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说到这里 他满脸讥讽地看向书星 这就是你的关门弟子吗 竟然收了一个傻子 哈哈 本就惊恐不安的书星 也被淋雨一番话惊的目瞪口呆 不知所措 不过 他只当是淋雨在极度的恐惧下 说出的胡话 淋雨 都怪我害了你 我现在只有化灵精二层的修为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等等我全力掩护 你逃跑 能否活下去 就看你的造化了 老师 看什么天意啊 我要杀死人 一只手就够了 淋雨嘴角一勾 真的 我不骗你 哈哈 乳秀未干的小杂碎 我就站在这里不动 你若是能够伤我一根汗毛 我今日自觉于此 说着 他一把扯开衣衫 露出古兽如柴的胸口 叫嚣道 来来来 往这边打 既然你想死 那我就成全你 淋雨脸色一冷 身形一动 就要动手 淋雨 别逞强了 你快走啊 淋雨脸色焦急地抓住了淋雨的手 老师 你要相信我呀 说着 淋雨挣脱了淋雨的手 而后化作残影 一拳轰向季春明 来来来 使劲打 伤我一根毫毛 我今日引颈受弱 看着视野之中越来越近的淋雨身影 季春明发出不屑的大笑声 就在这时 吞噬分身 淋雨心念一动 五个分身消失 而她的身上 忽然爆出一股滔天的恐怖气息 这是 化灵镜巅峰 季春明和书星 瞬间如雷轰顶 惊骇欲绝 特别是季春明 此刻的她不屑的神色 瞬间变成了无尽的惊恐 怎么可能 她只是一个倒台镜而已 为什么能够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 这是假的 这一定是假的 她身上的化灵镜巅峰气息 一定是某个强者特意留下的 她是直老虎 季春明的脑海中 一瞬间闪过无数的念头 而就在这时 淋雨的拳头 结结实实地砸在了她的胸口上 一股恐怖的距离 透过淋雨的拳头传来 直接打破了季春明心中的所有侥幸 咔嚓 令人牙酸的骨骼断裂声响起 只见季春明的胸口 直接塌陷了进去 背部高高隆起 血肉皮肤都撕裂了 血淋淋的肋骨脊柱暴露在空气中 啊 无尽的痛苦席卷而来 季春明忍不住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在她的脸上 难以置信 痛苦 震惊 恐惧 绝望交集在一起 令其表情扭曲得如同恶鬼一般 不过 淋雨不打算就这么简单地杀了她 所以这一拳并没有直接让她身体爆炸 而这也给了季春明一丝求生的希望 暴血燃魂秘术 在这一秒之中 季春明动用了自损八百 伤敌一千的秘术 季春明的身上 陡然爆发出一股惊人的力量 这股力量 一瞬间就将季春明的实力 提升到了化灵境巅峰 借助着一股力量 季春明得到喘息的机会 飞速退后 同时往嘴里疯狂地塞丹药 请客间就吞下了不知道多少黄结丹药 在这些丹药的作用之下 季春明身上的气息再次暴涨 竟然达到了半部神魂境 趁此机会 她的灵石也直接展开 精神攻击汹涌而出 朝着凌羽狠狠杀去 底牌还蛮多的 不愧是单黄境界的化灵境强者 确实比一般的化灵境强很多 凌羽摇摇头 可惜你遇到了我 这时 季春明的精神攻击 直接落在了凌羽身上 紧接着 她就感觉自己的精神攻击 就像是鸡蛋砸在了石头上 瞬间炸裂 不 不 季春明双眼暴突 蹊跷顿时喷出血 整个人围抿起来 但借助刚刚服用的一大把丹药 她顽强地抗住了石海的重创 然后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跑 啊 今日无论如何 你都要死 带着无尽的恨意 季春明猛地一挥手 无数的七彩毒物喷出 她人却瞬间消失在原地 虽然她也借助秘术和丹药 达到了半步神魂境 但她身受重伤 根本不敢跟淋雨正面抗衡 不过 季春明对于自己的毒 却是充满信心 当初她就是凭借这个 毒杀掉自己的师父的 这种剧毒 连她的师父都无法抵抗 更何况是一个黄毛小儿 但是接下来的一幕 却让她毛骨悚然 只见一股汹涌的黑白两色火焰 如蘑菇云一般爆发 直接就将所有的七彩毒物净化了 阴阳双眼 季春明惊骇失色 整个人瞬间被恐惧笼罩 旋即他放弃了所有抵抗 拼了命地往远处逃亡 现在才想逃 凌羽冷笑一声 一步迈出 身上气息再度暴涨 竟然直接突破到了神魂境 同时 凌羽的速度猛地飙升 带着风雷之声 直接追上了季春明 面对凌羽的攻击 季春明根本无力抵抗 不要杀我 我投降 我愿意做牛做马 书心师妹 看在同盟的份上 让你徒儿绕过我吧 但是凌羽根本不为所动 直接将季春明披成了两半 整个过程干净利落 丝毫没有拖泥带水 他一直信奉一句话 那就是 对于自己的仇人 绝对不能有任何的心词手软 爹 你获得 伴随着系统提示声的响起 季春明就此陨落 这家伙的身家 是真的肥得流油 竟然还有几品零食 凌羽淡淡一笑 这要是换算一下 就相当于三百多万商品零食 这个数字 竟然比云家整个家族还要多 不过 身为嘉兰学院的导师 又是一名单皇 在蓝星主城待了这么久 有这样的身家 貌似也不算什么很奇怪的事情 一边思索 凌羽丢出一把火 将季春明的尸体 烧了个金光 旋即他才悠然自得地 回到了书心身边 此时的书心 还是保持着张着嘴巴 盯着凌羽的神色 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醒醒 老师 凌羽淡淡一笑 伸出手拍了拍书心的肩膀 啊 书心一个机灵猛地惊醒过来 然后像是看怪物一样 看着凌羽 你你你 你到底是谁 你不是才到台镜吗 为什么能够爆发出神魂镜的实力 书心难以置信地看着凌羽 一张小嘴 就连环炮一样 不断地提出问题 就是使用了祖传的秘法 这个秘法不能轻易动用 代价非常的大 凌川装出一脸心疼的样子 用一次这样的秘法 可要少十年的寿命啊 书心闭上嘴巴 一脸的不相信 我真没有什么来头 淋雨耸了耸肩 我就是从一个山疙瘩一样大的城池来的 书心想了想 你不说算了 但是你这样的人 当我关门弟子 我有点压力啊 他翻了翻白眼 也不纠结此事 现在祭春明也死了 我们去收复海星宴吧 第140章 油浅入身 说起祭春明 书心倒是狠狠地出了一口气 杀掉祭春明帮师父 报仇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 可惜他打不过祭春明 又没有掌握祭春明的罪证 所以 一直以来 都只能将仇恨藏在心中 现在祭春明死了 大仇得报 书心感觉自己心上的阴霾都驱散了 走吧 淋雨点了点头 转身朝着裂缝走去 书心笑了笑 连忙跟了上去 不多时 两人的身影 被深不见底的黑暗裂缝吞噬 虽然四周没有一丝的亮光 但是淋雨和书心 都不是常人 拥有灵石 这里的环境 跟光天化日下 没有任何的区别 很快 两人就抵达了目的地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洞窟 洞窟的四周 长满了锋利的水晶尖刺 而在洞窟的正中央 有一个浅浅的水洼 上面静静悬浮着一缕 如同水团一样的蓝色火焰 果然凝聚出来了 书心露出惊喜之色 海星焰的火种 这就是海星焰的火种 淋雨也是露出喜色 这可是排名第十五的一火 比青莲地星火 还要高几个排名 书心点点头 快收服它吧 好 淋雨点点头走上前 一把将海星焰握在了手中 叮 检测到海星焰 是否炼化 系统提示音传来 淋雨毫不犹豫选择炼化 叮 海星焰炼化成功 什么 直接就炼化了 淋雨神色有些震惊 要知道 除了青莲地星火 和陨落星炎 是系统奖励的之外 万寿灵火和阴阳双炎 它都是耗费了至少一天才炼化的 这个排名要靠前这么多的海星焰 竟然一瞬间就炼化了 莫非是因为这海星焰只是火种 并没有很强大 就在淋雨心生疑惑之时 书心露出了浓浓的惊诧 淋雨 海星焰呢 她惊讶无比地说道 怎么一到你手里 就要不见了 实不相瞒 我已经炼化了 淋雨耸了耸肩 然后伸出一根手指 一股蓝色的火焰 冒着水气 顿时凝出在其手指上 看着淋雨指尖的蓝色火焰 书心开始怀疑人生 即便是火种 那也是一火呀 想当初她炼制了整整七天七夜 都没有成功 但是在淋雨手中 一瞬间就炼化了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就在书心陷入震惊的时候 淋雨也弄明白了 海星焰的作用 海星焰是辅助了一伙 跟陨落星焰一样 不过她辅助的方面 在于治疗和炼药 炼化了海星焰的人 能够获得极强的自愈能力 并且在炼药上使用海星焰 也能够提高承担的几率 也正因为如此 海星焰才能够排在第十五名 淋雨嘿嘿一笑 这里不宜久留 我们先回去吧 好的 书心点点头 跟着淋雨一起离开了山谷裂缝之中 来到地面 书心用密池将阵法恢复原状 这才放出飞行器 载着淋雨往城内飞去 卧龙山脉再次回复了宁静 没有人知道 一个拥有单黄造诣的化灵静强者 在这里灰飞烟灭 半个小时后 一栋雅致的院落中 淋雨和书心相对而坐 他们的面前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单道点击 这些都是从季春明的身上得到的 卧槽 这个老东西竟然用人类婴儿炼丹 淋雨将一个刻有炼婴的御剪 扔给书心道 这比炼制人丹还要残忍啊 什么炼制人丹 书心一脸厌恶之色地烧掉了御剪 一边好奇地问道 就是用一些资质上家的舞者 炼成丹药 给那些资质不好 修为低下的附加子弟修炼的方法 这么邪恶 交出来 书心皱着眉头 将手伸在淋雨面前 淋雨耸了耸肩 爽快地交出了炼制人丹的方法和点击 研究出这个方法的人 我已经杀了 这些炼制方法 我也不打算学 书心笑了笑 然后一把火 将其全部烧掉 好了 邪恶的炼药术清理完毕 剩下的 应该都算是珍贵的炼药术了 其实 淋雨在此之前 早就将季春明的点击内的单方 全部看了一遍 通过炉火纯青功能 他能够轻而易举地 将这些丹药全部炼制出来 不过 为了不打击到书心 他还是要假模假样地学一遍 这些单道点击 我需要仔细研究一下 才能够教你 而且 单道意图 需要一点点地开始积累 从一开始 就学习高级炼药术 可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 书心间面前的点击收了起来 然后从空间戒指中 取出另外一些点击 来吧 我们先有潜入身好了 第141章 谁才是导师 有潜入身 淋雨笑着点了点头 然后拿起一本单道点击看了起来 不到5分钟 就将其看完了 这么快就看完了 书心显然有些惊讶 一目十行都比你看得慢吧 你要不要再看一遍 不用不用 这本点击太简单了 我看一遍就懂了 书心有些狐疑地看着淋雨 看一遍就懂了 我当初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可是看了三天才看懂的 你虽然实力很强 但是炼药一定没有我厉害 要不你随便抽查一下 书心有些不相信地问道 这本点击中记录的风铃丹 炼制的第二步 需要注意的事项是什么 这个问题算是问得相当刁钻了 一般来说 不会问第几步的注意事项 而是会问第几步是什么 不过 对于淋雨来说 无异于一加一等于几 这个我知道 风铃丹炼制 事先加入风沙木研磨成粉末 然后期间需要注意 不多时 他就讲书心的答案 完整地说了出来 并且分毫不差 这让书心又是震惊不已 淋雨 你告诉我 你的单道造诣 究竟到了哪一步了 一番思索之后 书心目光灼灼地问道 淋雨的炼药术 显然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学员 能够掌握的标准 恐怕比他都没差多少了 没有很高 就比如说 你说的这个风铃丹 我也是当当看到而已 之所以能够一下子就说出来 无非是我记忆力比较好 他之所以要拜书心为师 就是因为 有之有安排的时间 还有进入名人堂方便一些 不可能为了出风头 而暴露自己拥有接近丹簧的水平 真的吗 书心皱着眉头问道 实际上他也知道 淋雨的年纪 不可能拥有堪比他的单道造诣的 毕竟淋雨可是货真价实的 二十岁不到 当然是真的 淋雨点了点头 然后又拿起一本单道点击 同样五分钟不到就看完了 看着淋雨像是开玩笑一样 翻看着点击 书心一阵无语 不过在他的心中 也生起了一丝期待 他也想看看 凭借淋雨如此惊人的炼药天赋 究竟能够走到何种高度 丹簧 甚至丹尊 一想到未来一个丹簧 甚至丹尊是自己的弟子 书心就一阵暗爽 一个小时候 淋雨将书心拿出来的所有点击 全部看完了 怎么样 书心紧盯着淋雨问道 你看完有没有什么疑问 这些点击太简单了 淋雨笑着摇头 我看一遍就融会贯通 没有任何的疑问 死 听淋雨这么一说 书心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紧接着 他又拿出几本点击交给淋雨 这几本点击是我的研究笔记 里面记载着我掌握的所有 期节以上的单要 你看看 淋雨点点头 接过点击研读起来 不多便再次看完 还给了书心 这一次你总该有些疑问了吧 书心收下点击 笑了笑道 有什么问题一并说出来 为师一定给你解答 淋雨有些尴尬的摇了摇头 还是没有啊 这些只是 虽然比之前的难一点 但是里面记载的东西 还是很容易理解的 我一看就理解了 书心眼睛睁大 像是看怪物一样 看着淋雨 没想到你的天赋 比我想象的还要高 光是拿到点击 不需要我讲解 就能够无师自通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书心一边说着 一边呼出一口气 似乎是受到了打击 关键是 老师的笔记做得好 淋雨黑黑一笑 不过 这应该就是我的极限了 接下来还请老师多多指教 书心文言 顿时露出笑容 好 你的小怪物 竟然也会有极限 这是自然 我又不是神仙 好 那我就来教导你 如何炼制八品丹药 说着 书心再次拿出一本典籍 八品丹药和七品丹药相比 炼制的难度 又提升了一个层次 书心非常认真地给淋雨讲解 而淋雨虽然记住单方 就能够掌握炼制方法 但她还是装作不懂 提出了一些问题 也正是因为 她掌握了炼制方法 所以提出的问题 都是关键点 这让书心越发地觉得 淋雨的天赋高了 时间渐渐流逝 转眼间 外面又是傍晚 期间 书心不断地拿出典籍 但是只需要她讲解一遍 淋雨象征性地提出一些问题 然后掌握 因此 教学的过程快到离谱 让书心更加地觉得 淋雨是个小怪物 无论是她需要用几个月 甚至几年的时间研究的典籍 淋雨一听就懂 而且还能够举一反三 对她提出的观点进行改正 此时 淋雨便面对着面前的丹炉 讲解自己对于九品圣摩丹炼制方法的改进 而书心一脸呆滞地在一旁听着 以淡黄的造诣来看 她发现淋雨说的方法可行性非常的高 只要按照淋雨的方法改进 不管是承担的几率还是品质 都会得到质的飞跃 天哪 我这个弟子的炼要天赋这么高吗 从开始到现在 不过短短一天一夜的时间 她竟然学会了 我花了几十年才学会的东西 淋雨讲解的声音回荡在耳边 书心都快听得怀疑人生了 老师 看着发呆的书心 淋雨不由地挑了挑眉 出声提醒 啊 怎么了 书心回过神来 一脸奇怪地问道 淋雨眨了眨眼睛 说道 那个 我说的你听懂了吗 书心满脸黑线 这到底谁是老师 谁是弟子啊 淋雨笑了笑 如果你没听懂的话 我再讲一遍 不不不 我已经懂了 那个我们的教学到此为止 以后再说 书心目光闪烁 有些心虚地说道 脸上也升起一股不正常的红韵 实在是太丢人了 本来想着 要在自己新收的关门弟子面前露一手的 但是没想到 淋雨实在是太变态了 竟然反手过来 给他上课起来 还要问他听没听懂 这真是离谱 他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书心简单地交代了一些事情 就迅速离开了 淋雨看着书心的背影 得意地笑了笑 这一下 书心应该就不会缠着 给他传授知识了 那么可以让他自由支配的时间 也更多了 想到这里 淋雨离开了院子 根据地图 来到了加兰学院的炼药阁 第142章 挑衅 炼药阁是炼药系的学员 能够接触到的 最直接的福利发放建筑 在这里购买炼单材料的时候 学员可以根据不同的学员等级 获得不同的折扣 当然 在炼药阁购买的材料 是不能够带出去交易的 只有现场炼制成单药之后 才能够将其带走 此时此刻 淋雨就站在炼药阁下方的平台上 从这网上看去 紫黑色的宝塔 直冲云霄 非常的神秘 在平台上 有着大量的学员来来往往 这些学员毫无疑问 都是炼药系的 从白银级到白金级都有 但其中最多的是黄金级的成员 也不知道 能不能找到 可以用于系统升级的材料呢 淋雨沉映了一下 玄级迈步往前走去 随着他离炼药阁越来越近 一些注意到他徽章等级的学员 纷纷偷来了轻蔑不懈的目光 淋雨对这些目光视而不见 走进了炼药阁 炼药阁一层的面积非常大 楼层与楼层之间的距离也很高 看上去就很磅礴大气 这第一层是给学员们休息 交流心得 处理杂事 以及工作人员审查的地方 审查的地点 就在一层大厅的中央 是一个布满了符纹的门框 这是一个检测门 凡是从楼上下来的人 都要通过这扇门 若是携带了炼药阁之中的药材 就会被马上揪出来 因为炼药阁之中的材料 无论是否珍贵 都会烙印特殊的印记 这种印记 即便是空间戒指 都无法掩盖 想要去除的话 除非是神魂镜的前者 但是神魂镜的强者 也看不上这里面的东西 一层并非炼药之所 要炼丹就上楼 楼层越高 可以购买到的材料 也就越高级 可惜了 书经只交到了 九品丹药 若是我直接前往 凌羽沉饮少许 打算先去炼制九品丹药的楼层 看看再说 做出了决定 凌羽就顺着巨大的楼梯 往楼上走去 很快 她就来到了二楼 在这一层 可以购买最低级的炼药材料 凌羽环顾四周 这里非常冷清 除了要上楼经过这里的学员 和工作人员之外 基本上没人来这一层 凌羽的目标 自然也不是这一层 她静止往楼上走去 当她走到楼梯口的时候 一个身穿工作制服 却拦住了她 这位学弟 拦住凌羽的工作人员神色 露出一丝轻蔑 要上三楼的话 潜力级学员可不行 此言一出 其他正在上楼的学员 纷纷将目光 投到了凌羽的身上 哟 潜力级学员也想上三楼啊 这位学弟 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 新生吗 应该是新生 而且据我所知 这次招生还没有结束 也就特殊班级开了课 这么说来 这小子是走关系进来的 众人盯着凌羽 眼神中满是不屑 在他们眼中 潜力级学员 就是学院之中的底层 而特殊班级的潜力级学员 那真是垃圾场里面的垃圾 没天赋又不努力 除了家事之外 没有任何 可以拿得出手的东西 他们侵占学院的资源 损害了其他学员的利益和脸面 所以其他的学员 才会如此不屑和不耻 面对众人的目光 凌羽泰然自若 拿出了书星 给他的导师信物 我是书星导师的弟子 他将信物 递到工作人员面前 冷声道 我现在要用导师特权上楼 看着凌羽手中的信物 所有人浑身一震 露出惊恶之色 但旋即 人群之中 就爆发出了 更加大声的嘲讽声 什么 这家伙竟然是导师弟子 凭什么 学员这么多导师 我从没有听说过 哪个导师会收一个 特殊班级的潜力级学员 当弟子的 我敢说 这个信物一定是假的 对对对 一定是假的 他手上的信物 是伪造的 众人围着凌羽 眼神中的傲慢 不屑 讥讽越来越多 那名工作人员 满脸冷笑地 接过凌羽手中的导师信物 检查起来 仔细一看 顿时脸色一变 其余人看见他的神色变化 嘲讽凌羽的声音 顿时小了许多 旋即 一些学员露出惊疑之色 那个导师信物 不会是真的吧 不可能的 哪有导师会收一个废物 当关门弟子啊 莫非是造假造得很逼真 众人议论之时 那名工作人员 轻咳了一声 这没导师徽章是真的 此言一出 众人顿时如雷轰顶 目瞪口呆 什么 学长 你看错了没有 你们别怀疑了 人家敢说出来 自然是真的 让人不解啊 我天赋这么好 都没有导师看中我 这个废物凭什么呀 难道是这个家伙的背景 很强悍 我听说特殊班级 全部是家事背景 都不俗的顽固子弟 应该就是了 有钱能使鬼推磨啊 特殊班级的潜力级学员 都能够成为导师弟子 真是适风日下 人心不古 众人议论纷纷 看着林语的目光 满是羡慕度记恨 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徽章 林语淡淡地说道 现在我可以上楼了吧 说着 林语就要往楼上走去 但是 这名工作人员 竟然再次拦住了林语 你想死 林语看向此人 眼神之中露出一抹杀鸡 这一丝杀鸡笼罩此人 使得他双瞳皱缩 毛骨悚然 其余学员也是感觉浑身一凉 似乎此处的温度都下降了许多 也难怪他们这个反应 林语从天一城到现在杀的人 和异兽加起来数不胜数 光是华灵镜的强者和异兽 他就不知道杀了多少了 他身上散发出的杀气 尤其是这些还没离开象牙塔的学员 可以承受的 虽然林语的杀气很吓人 但是这名工作人员经过一开始的惊吓之后 露出了冷笑 你手上的导师徽章确实是真的 你也可以使用导师特权 但是导师特权里面 可没有让你越级上楼的一项 此言一出 其他的学员也纷纷从短暂的惊吓之中 回过神来 对了 导师特权也没有越级上楼的权利啊 不错 导师特权能够享受购买材料的折扣 可没有越级上楼这一项 小子 我看你还是过个几年再来吧 我相信到时候你一定能够拿到白银级徽章 上三楼看看 哈哈 众学员再度开口嘲讽 他们异常的激动 因为他们非常嫉妒林语 此刻看到林语吃扁 别提有多舒服了 林语眼中冷光一闪 既然如此 那我提升学员等级便是 听说学院内除了正常考核升级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挑战 林语冷冷一笑 今日我就是要踩着你的头踏上 黄金级学员的位置 此言一出 众人纷纷露出失笑之色 就凭你 一个废物 谁给你的勇气啊 是你强大的背景吗 我告诉你 在这里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就算你有再大的背景 你这样的废物 永远都只能是废物 作为当事人的那个工作人员 更是不屑摇头 好 我陈明就接受你的挑战 让你知道 知道什么叫做天高地厚 作为一名黄金级学员 又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陈明就算是再怎么样 都不可能输了气势 更何况 林语在他眼中 只是一个废物罢了 不过 给他一万个脑子 他都想不到 林语就在前不久 刚刚轻易地 斩杀了一名学院的导师 既然如此 那咱们去考核大厅吧 陈明吃笑一声 然后往楼下走去 林语面无表情地跟上 走走走 看看陈明学长 是怎么收拾这个废物的 哼 还以为自己 是在家里面吗 这次就让他知道知道 加兰学院 可不是有一个家事 就能无法无天了 其他人健壮 也不去炼药了 全部都跟着 下楼打算看看林语 被陈明调打得好戏 众人下楼之后 便穿过检测门 然后熙熙攘攘地 往外面走去 第143章 没时间浪费 他们的议论声 也吸引了一批 毫不知情的学员 咦 他们在说什么啊 一个个慷慨激昂的样子 那个走在中间的 潜力级学员 怎么回事 消息来了 那个潜力级学员 想要上三楼 被陈明拦了下来 但是他不服气 要挑战陈明 成为黄金级学员 什么 他一个小小的潜力级学员 竟然赶阅两个等级 挑战陈明 哈哈 走走走 我们也去看热闹去 马德 好久没遇到这种事情了 走 随着消息 一传实实传百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 林语这个潜力级学员 挑战黄金级学员的事情了 所有人都是一个反应 那就是吃笑不已 然后勾肩搭背地 跟上去看好戏 等林语等人 走到考核大殿的时候 身后已经跟了数百人了 如此多的人来到考核大殿 顿时引起了里面的工作人员的注意 搞什么搞什么 今天没有开放集体考核 你们做什么 一名佩戴着白金学员徽章 身穿工作制服的短发男子 皱着眉头拦在了众人的面前 万红学长 是这样的 有人要进行挑战晋级 一个和这白金学员熟悉的家伙 上前笑道 所以我们才来了 晋级挑战二爷 你们怎么会来这么多人 白金学员万红面露古怪 难道这次晋级挑战的 是哪个明星学员不成 不是不是 并不是什么明星学员 一人指着凌羽笑道 是这个特长班的前例级学员 要挑战陈明 此言一出 数百人纷纷哄堂大笑 那笑声几乎传遍了整个考核大殿 而万红也是呆若目击地看向凌羽 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 紧接着 他脸上的震惊尽数化为好笑 你这个前例级学员 也敢挑战黄金级学员 别开玩笑了 你回去吧 前例级学员又怎么了 凌羽挑了挑眉头 笑道 学府有规定前例学员 不能挑战黄金学员吗 呵 小子 万红吃笑一声 我是给你抬接下 你不要不知好歹啊 算了吧万红师兄 这家伙狂着呢 他以为自己牛逼的不行 要踩着陈明的脑袋 踏上黄金学员的位置呢 就是 万红师兄 让他挑战陈明学长 好让他知道 什么叫做天高地厚 对对对 这个走后门 进入特长班的垃圾 一定要得到教训 众人议论纷纷 有人鄙夷不屑 有人愤慨不已 万红师兄 陈明上前拱手道 我已经接下了他的挑战 就给他一个机会吧 此言一出 众人再度爆发出一阵哄笑 既然如此 那就让他从幻想之中醒过来吧 万红傲慢地瞥了凌羽一眼 走吧 这次晋级挑战 就由我来主持 哈哈 晋级挑战开始了 我倒要看看这个潜力级的垃圾 能有多大的能耐 什么能耐啊 我们就是来看他出丑的 周围的人不断地发出嘲讽 但是 林宇根本不以为意 因为很快 他就能狠狠地将这些人的脸 打得鼻青脸肿 走 去一号考核厅 万红摆了白手 便转身朝着考核大殿内走去 林宇 沉迷紧随其后 其余人也纷纷跟上 一窝蜂而涌了进去 不多时 众人来到了一号考核厅 这里是考核大殿最大的考核厅 平日里是用来进行集体考核的 但这次晋级挑战考核的观众 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万红便选择了这里 一号考核厅的面积非常大 中间是一个巨大的平台 上面有许多石桌子 是供集体考核的学员们使用的 你们两个随便选一个位置 炼丹材料和炼丹炉 都有考核大殿提供 等会我就给你们 万红慢条思理地说道 现在 给你们讲一下挑战规则 首先 你们两商定一种丹药和炼丹实现 在限定时间内 没有炼制出丹药的 当然就失败了 若是都失败了 就判平手 若是都炼制出来了 那么平段胜负的第一要素 就是丹药品质 谁炼制的丹药品质高 谁就获胜 若是丹药品质一样的话 那就以出丹数量为标准 谁出丹多谁赢 如果丹药数量一样 那就以炼制丹药消耗的时间 为平定标准 谁用的时间少 谁就获胜 明白吗 明白了 万红师兄 陈铭笑着拱拱手 脸上写满了自信 万红高高在上的挥挥手 既然如此 那你们先商定丹药吧 此言一出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到了林宇和陈铭身上 呵呵 我也不欺负你 就炼制四阶丹药中 最简单的活血增击丹 如何 陈铭仰着下巴 满脸轻蔑地看着林宇 你可别告诉我 你连活血增击丹都不会炼制 他话音刚落 众人便配合地发出嘲讽 就他 特长班的潜力学员 或许真的不会炼制呢 如果他不会炼制的话 陈铭师兄 你干脆和他比三阶丹药算了 三阶丹药 哈哈 我看他这样子 能炼制出二阶丹药 都很不错了 众人嘲讽之际 令人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炼制四阶丹药 有什么意思 你是黄金级学员 按照考核标准 你应该能炼制八阶丹药 林宇不屑地勾了勾嘴角 那我们就来比试最简单的八阶的丹药 五行副旋丹 可敢 此言一出 现场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难以置信地瞪大了双眼 旋即 更加猛烈地嘲讽声 响彻整个大殿 哈哈 笑死我了 这家伙竟然要炼制八阶丹药 他知不知道什么是八阶丹药 一个小小的潜力级学员 竟然敢夸口炼制八阶丹药 而且还要和黄金学员比试 疯了吧 人家敢提出来 说不定本身就有炼丹造诣呢 是不是 他才多少岁 能有多少炼丹造诣 作弊造诣还差不多 等会一定要盯紧了 可不能让他有机会作弊 不是不让他作弊 而是要抓到他作弊 让他知道 考核大殿的刑罚有多么恐怖 对对对 让他尝尝厉害 众人焦头接耳 议论纷纷之时 满脸惊诧的陈鸣 也露出浓烈的冷笑 既然你非要找死 那就炼制五行复旋丹 实现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林宇眉头一挑 露出一丝诧异 哼哼 嫌弃太短啊 陈鸣鼻子里 发出不屑的轻横 那就三个小时吧 三个小时 你总能炼制出来了吧 笑得我肚子 都抽筋了 其余人 也纷纷发出大笑 飞也飞也 林宇撇了撇嘴 两个小时太长了 我没那么多时间 浪费在你的身上 这话一出 众人再次为林宇的狂妄 感到震惊 他们是真的没想到 一个人 竟然能狂到这个地步 第144章 开盘 哼 真是大言不惨 不过 既然你觉得时间太长 那就一个小时定胜否 陈鸣眉头一皱 不怒反笑 如果你后悔的话 这话当我没说 一个小时 唉 也太长了 原本我是打算 定个十分钟五分钟的 林宇无奈地摇摇头 算了 给你留点面子 就一个小时吧 免得你连丹药 都炼制不出来 听闻此言 众人已经不再震惊了 因为在他们眼中 林宇就是个精神失常的疯子了 也只有疯子 才敢说出十分钟五分钟 炼制出八阶丹药的狂言 学院这是怎么了 竟然连精神病都能进来了 白金学员万红 皱了皱额头 然后无奈地摇了摇头 哼 十分钟五分钟 你当你是单神呢 陈兵不懈地撇着林宇 要是你真能在十分钟五分钟内 炼制出五行复旋丹 我就直接跪下认输 那你就等着跪下吧 林宇嘴角一勾 看向万红 那就麻烦这位学长 将丹炉和材料给我们 哼 万红冷哼一声 旋即去取来了丹炉 和炼制五行复旋丹的材料 现在是尘识三刻 就凑个整点 虚实开始 万红丢下丹炉和材料 便满脸高傲地养着鼻孔 坐上了平定席 而就在这时 拥挤的人群一阵涌动 几个恼怒而不屑的声音响起 你TMD 挤什么捷 卧槽 几个带着潜力级学员徽章的家伙 也敢盯我们 现在的潜力级 都这样牛逼了吗 哼 现在其他班没开课 也就一个新的特殊班开了 这些家伙 肯定是特殊班的垃圾 怎么又来一些垃圾 看着都碍眼 众人议论之际 一些年轻学员挤到了前方 淋雨 一道比较熟悉的声音响起 淋雨回头一看 来人竟然是八足八傻 和几个特殊班的家伙 此时此刻 八足八傻 和其余几个特殊班学员 满脸讥讽地看着淋雨 脸上充满了兴奋 哼 淋雨小杂碎 在特殊班里出了一次风筒 你就要上天了吗 他岂止是要上天 他是要上火星啊 泽泽 我是万万没想到啊 他竟然会找黄金学员 自取其辱 太搞笑了 八足八傻一人一句地嘲讽着 这让那数百看戏的老学员们 一阵愕然 原来这几个特殊班的家伙 也是来嘲讽那个潜力挑战者的 这时 其中一人走到淋雨面前 轻蔑道 想赢黄金学员 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 我告诉你 你必输无疑 我们等着看你的笑话 哦 专门过来嘲讽我的 淋雨目录不限 哼 要看我的笑话 对不起 你这辈子都没有机会 哼 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不见棺材不掉泪 八足八傻之一说道 你要是能赢 我给你两万上品零食 对 你要是能赢 我也给你两万上品零食 我给三万上品零食 淋雨小儿 你能拿得走吗 八足八傻其他人 也纷纷掉着眼皮 轻蔑地看着淋雨 呦 淋雨嘴角一勾 笑道 你们上次输了赌局 那食都还没吃呢 又来找我打赌 八足八傻等人 一听到吃食二字 顿时面色一沉 哼 即便你天赋再高又怎样 天赋不是实力 在黄金学员手下 你不堪一击 你这个垃圾 你输定了 你知道不 八足八傻众人出口反驳 唾沫横飞 哈哈 既然你认为我输定了 还拿出零食来赌 那我们不如开个盘好了 淋雨哈哈一笑 说道 这个赌盘 我跟你们在座的所有人赌 我也不贪心 赔率就一比一 可有人赌 此言一出 看戏看到有些麻木的学员们 纷纷精神一振 走后门进入特殊班的家伙 确实招人鄙视 但他们的富裕公认的 这也是众普通学员 对特殊班学员的恶意来源之一 他们嫉妒 而此时 在他们面前 出现了一个大好的捞钱机会 淋雨这个赌局 在他们眼中 根本就没有任何悬念嘛 只要敢下主 哪里还仇不赢 于是 马上就有人激动地开了口 我跟你赌 三十万中品零食 我也赌 二十万中品零食 哈哈 捡钱的机会不要这么小气 我赌五十万中品零食 人群之中 不断地爆发出大笑声 下注的人越来越多 见此一幕 林雨心中疯狂暗笑 这个特么几百个人啊 一人来个十万中品零食 他也能赚个几千万中品零食 何况那些学员们下注的数额 远远不止这个数 但就在这时 八足八傻之一忽然大声道 各位学长学姐 暂时不要下注 林雨小儿有没有那么多零食赔付 你们还不知道呢 林雨小儿 虽然我们不知道你的背景 但你一个外地来的 又能有多少零食 就是 我们这么多人下注 你赔得起吗 八足八傻众人 纷纷高高在上地发出质问 呵呵 你们怀疑我的财力 我敢说 比财力 在座的各位都是拉姐 林雨不屑一笑 旋即大手一挥 地上顿时出现了密密麻麻的零食 这些零食从下品到极品全部都有 那精英的光芒 要闪下了在座所有人的眼睛 杀掉季春明之后 林雨尚未将这些零食存入系统 此时便将其从储物空间里面拿了出来 季春明有多少零食 足足几千万中品零食啊 而面对这么多的零食 场中所有人都露出了震撼之色 包括八足八傻等顽固 也是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几千万中品零食 已经是超级大笔的资金数额了 要知道 紫吉城的云家老巢 才只有一千万中品零食的储备啊 这可是一个家族 而林雨呢 只是一个个人 竟然就有这么多零食 太不可思议了 看着林雨身前堆成小山的零食 所有人的震惊 都迅速转为了贪婪 在他们看来 自己能下多少注 就能从那堆零食里面 捞出来多少 于是 我再追加五万中品零食 我追加十万中品零食 我压下我全部身家 三十八万中品零食 我们八人 一共压下一千六百万中品零食 众人热火朝天地下着住 一个个和超市里抢赠品的大妈们 一模一样 就连那个白金学员万红 都是如此 哎呀 大家慢慢来不要紧 一个个排着队 来我这里记录一下 立下自据 林雨收了零食 拿出了一个预解 大声说道 这样一来 我输了才知道 该赔付你们多少零食 这话一出 众人立即往林雨涌去 生怕慢了一步 第145章 躺着收钱 大约两个小时之后 林雨才将下注之人的姓名 和零食数额记录完毕 下注的人比他想象之中还多 几乎翻一倍 达到了628人之多 因为 在这两个小时之中 有许多人用传信玉牌 换来了更多的人 而且 若非害怕林雨的零食不够分 他们还会叫来更多的好友 不过 这样的大好事 当然是最亲近的好友 才会通知了 好了 所有人的下注信息 我都已经记录完毕 一到我输了 我将返还 你们零食 并且按照一比一 赔付你们零食 林雨挥舞着手中玉碱 大声道 但若是你们输了 可别赖账 哼 你会赢 母猪都会上述 要是你真的赢了 我们的零食 给你又如何 不过 你想赢 完全就是做梦 600多学员纷纷起哄 整个考核大厅 都像是沸腾的油锅 只要你们不赖账就好 林雨将玉碱放到一个空置的石桌上 然后转身看向陈明 陈明学长 我们开始吧 你这么迫不及待的送钱给我们 真是大善人啊 陈明哈哈笑道 放心 看在零食的份上 我不会让你输得太难看 林雨哈哈一笑 你最好拿出你最好的炼丹水平 否则可不要后悔 哼 陈明冷哼一声 既然如此 那可别怪我手下不留情 好了 别吵了 现在正好11点 开始吧 万红红光满面地说道 他压下了全部身家88万中品零食 现在可兴奋了 随着万红话音刚落 这场掀起巨大风波的晋级挑战 正式开启 考核大厅之中 所有人都无比激动地看着林雨和陈明 此时此刻 陈明已经进入了最好的状态 正在抽丝剥茧般地处理一种材料 反观林雨 他竟然用一种炼丹材料泡了茶 慢调思理地喝了起来 这一幕 看得众人一阵哄笑 这家伙 不会是直接放弃了吧 哎呀 谁能像陈明师兄那样 一下子就进入状态呢 这家伙是在调整状态罢了 对对 应该就是如此了 对比起来 真是高下力判阿姨 数百人议论纷纷 整个考核大殿 都充满了飞剑的唾沫 真是恶心 林雨无比嫌弃地挥了挥手 用灵气将周围隔绝了起来 旋即 他又开始悠然自得地喝起了茶 而这茶一喝就停不下来 转眼之间就过去了二十分钟 此时此刻 众人已经不认为 林雨是在调整状态了 而是感觉他就是 已经放弃了 因为 除了放弃 众人不知道 林雨到底是在干什么 他们万万想不到 林雨就是在消磨时间 这个时间 陈明炼制丹药的流程 也过了大半 哼 真是个傻逼 瞥了林雨一眼 陈明不屑地放大了鼻孔 然后继续开始炼丹 这时 林雨忽然动了 只见他单手一挥 空气之中 顿时浮现出一朵 如同水流一般的蓝色火焰 这火焰 正是最适合炼丹的海星焰 而海星焰一出 全场顿时寂静无声 在场所有人 顿时如雷轰顶般瞪大双眼 嘴巴张得像是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他们这些炼药系的老学员 基本上都受过书星的教诲 又岂能不认识这种一伙 我的天啊 是海星焰 他怎么可能有海星焰 那可是排名第十五的一伙啊 这不是真的 这绝对不是真的 他的火焰是火属性工法模拟出来的 是假的 对对对 一定是这样 众人惊骇万壮地议论着 所有人都在怀疑人生 最后难以置信的他们便笃定了 林雨的海星焰是假的 嘖嘖 真是可笑 林雨嘴角一勾 旋即开始了炼丹 随着林雨开始炼丹 他手中的海星焰的形态和温度 也发生了变化 那如同水流一般的火焰 渐渐地变成了浓稠的流烟状 就像是沉香点燃之后的流烟 而这一幕 落到了万红等人眼里 顿时令他们大惊失色 他的火焰居然能变化形态 难道他的火焰 真的是海星焰吗 不会吧 他一个潜力级学员 竟然能掌握海星焰 所有学员人头攒动 议论纷纷 语气之中 竟是难以置信 那正在炼制丹药的陈明 也是无比震惊地转过头来 一双眼睛都快瞪爆了 要知道 他在加兰学院进修了这么久 对于一伙 却根本不敢奢望 现在一个潜力级的学员 竟然都能一伙 这让他心里很不适滋味 因为这点心境的变化 陈明手上动作一致 差点导致炼丹失败 考核厅中 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 盯着淋雨的海星焰 眼中近视嫉妒 其中 又以八族八少等人的嫉妒 和怨恨最为强烈 哼 书星导师就有海星焰 这火焰肯定是书星导师帮助他得到的 不错 这家伙就是个吃软饭的垃圾 凭他自己一辈子 也别想炼化一伙 对对对 淋雨这家伙 还不知道怎么讨好书星导师的 依我看 跪舔是必不可少的 说不定 八族八少你一句我一句地嘲讽起来 蒋淋雨说成了一个被包养的小白脸 这时 其他人听了八族八少的话 也恍然大悟 一方面是明白了 淋雨的导师到底是谁 一方面则是明白了 淋雨为何会有一伙 旋即 他们目录不差 纷纷指指点点 焦头接耳 原来这家伙是依靠吃软饭得到的一伙 我就说嘛 就他一个小小的倒台镜 也能炼化一伙 哼哼 即便他有一伙又怎么样 他本身还不是一个走后门的废物 就是 就算他有海星焰 也绝对赢不了陈明学长 嗯嗯 他输定了 他的那些零食 注定要被我们瓜分 众人叽叽喳喳地议论着 看向淋雨的目光中 再次充满了不屑 但是淋雨温炉完毕 正式开始了炼丹 其实 他大可不必做这一步 因为炼制八阶丹药 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简单了 何况 五行复旋丹 是八阶之中最低级的丹药 不过 为了不过于惊世骇俗 淋雨不打算炼制出完美品质的丹药 也不打算在几分钟内 就把丹药炼制出来 只要比陈明炼制的丹药好 就成 出丹量也控制一下 淋雨嘴角一勾 然后瞥了一眼陈明 光从陈明的手法 淋雨就能断定 陈明最多只能炼制出上品丹药 出丹量也只有一颗 炼制一颗极品丹药算了 想到这里 淋雨便胡乱处理了几下材料 将其投入了丹炉之中 他这番举动 落在那些围观者眼里 顿时再次掀起一阵浪潮声般的议论 哈哈哈哈 他处理材料的方式 竟然这么粗糙 那个洛宁花 怎么可能光取掉根筋就行了 还要去掉花蕊之中的金色粉末啊 这家伙的水平太低了 哈哈 他输定了 没悬念 来来来 大家给他鼓鼓掌 让他再接再厉 哈哈哈哈 啪啪啪啪 众人纷纷鼓起掌来为淋雨喝倒彩 七 先让你高兴一会儿 等会 你们就能品尝到 损失全部身家的痛苦了 淋雨淡淡地笑了笑 玄机慢条思理地 开始了下一步炼丹步骤 这个步骤 他做得同样非常粗糙 这让六百多人完全放下了心来 全都等着赢了收钱 第146章 作弊了 很快 在万众期待之中 十分钟过去了 此时此刻 陈明这边显而易见的 已经到了炼药的最后阶段 因为五行复旋丹 是八阶丹药之中 最为简单的一种 所以对于他这种黄金级学员来说 并不是什么难事 又过去两分钟 陈明突然大喝一声 宁丹 随着陈明一声轻喝 面前的丹炉默然飞了起来 然后在空中疯狂地旋转 丹炉之中 从材料提炼出来的药液 在陈明的操控下 朝着丹炉的中心汇聚 然后渐渐凝聚成了一团 药液凝聚成团后 便开始了蒸发水分 凝丹成形 但是就在陈明 就要开炉出丹的时候 另一边的陈明 却是不慌不忙地说道 我搞定了 陈明淡淡一笑 旋即伸出手指 打了一个响指 只见丹炉旋转了几周 然后停了下来 众人见状 纷纷一愣 随后便是哄堂大笑 他这才开始多久啊 五分钟 还是十分钟 这就炼制好了 他以为是炖汤呢 炖汤也没那么快啊 要这么快炖出来的话 那个汤得多难喝啊 哈哈 他根本就没有进行提炼药材 和宁丹成形这个步骤 我敢断定他一定失败了 就在众人嘲讽淋雨的时候 陈明冷冷一笑 大手一挥 单炉的盖子冲天而起 一股浓郁的药香 顿时弥漫开来 闻着这股药香 众人纷纷惊叹 不愧是陈明学长 炼制出来的丹药 连药香都如此浓郁 光是闻着这个药香 我就有些神清气爽 陈明学长炼制的 一定是上品丹药 竟然能够炼制出 八品的上品丹药 这陈明不愧是黄金级学员啊 哈哈 陈明学长炼制出了上品丹药 那个淋雨输定了 泽泽 我可是压了八十万种品零食 等下身家就要翻倍了 嘿嘿嘿 等会儿赢了钱 我们就出去找点乐子 好 听说最春楼又来了几位头牌 今天就他们了 几百人开始兴奋起来 甚至已经开始在考虑 怎么花银来的钱了 这时 都安静 万红从人群中走出 现在开始咽丹 此刻 他的声音都有些颤抖 显然也激动得不得了 旋即在众人兴奋的神色中 万红来到了陈明身边 陈明一脸自信地 递出手中的丹药 万红看了一眼 然后露出满意的微笑 还拍了拍陈明的肩膀 干得不错 陈明 炼制上瓶五行 傅宣丹五眉 一边说着 万红向众人展示陈明的丹药 这是公开的挑战 自然要公平公正公开 看着万红手中的丹药 众人开心得不得了 有人放心大笑 有人发出尖锐的虚声 有人在讨论赢了钱之后 该怎么花 此时此刻 在场的几百人都觉得 陈明的那一堆零食 已经是自己的东西了 大家安静 陈明傲然地摆了摆手 笑道 人家陈明的丹药还没看呢 万一他炼制出来几品丹药了呢 语气之间满是鸡粉和嘲弄 对对对 给他一个机会嘛 否则的话 他输钱也不知道怎么输的 咱们不能这么残忍 哈哈 万红学长 要是他炼制的丹药太垃圾了 或者根本没有炼制出来 就不要说出来了 给他留一点面子吧 说得对 毕竟是我们的善才童子嘛 众人尽情地嘲笑着陈语 但陈语炙弱网闻 像是看傻子一样 静静地看着众人 放心吧 如果灵语炼制失败了 或者丹药品质不入流的话 我就直接宣布结果吧 万红对着所有人点了点头 脸上带着浓郁的积缝走向灵语 陈明也是满脸轻蔑地紧随而去 灵语学弟 现在我要开始开炉燕丹了 你还有问题吗 灵语耸了耸肩 我没什么问题 你开吧 万红点点头 然后带着激动的心情 开了灵语的丹炉 就像是在打开一座 藏满了宝藏的藏宝箱一样 旋即 他的目光落到丹炉之中的时候 整个人就一动不动 脸上的神情也煞时间凝固了起来 看见万红愣在那里一动不动 众人疑惑不解 万红学长 怎么了 一旁的陈明也好奇地探着头看丹炉内部 旋即双眼猛地暴突 同样一动不动了 这诡异的荧幕落在众人眼中 立即让他们面面相去 露出古怪之色 这时 上古八族的八人忽然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一定是这个小子炼制的丹药太刺了 连万红学长和陈明学长都惊呆了 对对对 也只能这样解释了 就他那个熊样 能炼制出来的一定是垃圾 而且是垃圾到 连两位学长都惊呆的那种垃圾 这八个人这么一说 其他人恍然大悟 再次发出吃笑 可是 万红和陈明却好像没听见一样 还是愣在了丹炉旁边 他们两人的脸上 都有浓郁到化不开的震惊和阴沉 所有人见到这诡异的一幕 顿时感觉有些不太对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灵雨炼制的 到底是什么品质的丹药 我特么现在心里跟猫抓似的 那个灵雨 做了什么 让万红学长和陈明学长这样的表情 众人开始压低声音 小声议论 这个时候 灵雨湿湿然地站了起来 笑着问道 怎么了 两位学长 莫非你们没有见过极品丹药 此言一出 万红和陈明回过神来 紧接着 陈明神色异常阴沉地说道 你怎么可能炼制出品质如此高的丹药 对 你一个不到二十岁的潜力级学员 怎么可能 万红也是有些难以置信 脸上写满了震惊 潜力级学员怎么了 谁规定潜力级学员 就不能炼制出极品丹药了 你 陈明抬起手指着灵雨 想要反驳 却又无言以对 是啊 没有谁规定潜力级学员 不能炼制出好的丹药来啊 周围的人见状 心中的不妙感 越发地强烈了 他们知道 这场赌局 肯定是出了天大的意外 于是 一分钟之前 还兴高采烈的几百人 此刻开始躁动不安起来 你什么你啊 既不如人 就不要在外面装逼 灵雨不屑地一笑 转头看向万红 万红学长 怎么不开口宣布挑战结果呢 万红咬牙切齿 艰难地说道 我现在就展示你的丹药 这话一出 几百人的目光 顿时凝聚到了灵雨的丹炉上面 他们很想知道 万红和陈明 到底是看到了 什么丹药 才会如此震惊 万红深吸口气 然后缓缓吐出 像是要把心中的震惊 全部都吐出来一样 然后 他深深地看了一眼灵雨 带着无尽的震惊和苦涩 将丹炉里面的丹药 拿了出来 灵雨 炼制极平五行 傅玄丹五眉 随着万红的声音响起 整个大厅瞬间陷入了 死一般的寂静之中 落真可闻 所有人都满脸呆滞 失魂落魄地看着 万红手中的丹药 旋即就像是热游 遇到了冰雪一样 人群之中开始沸腾起来 极品丹药 这灵雨 怎么可能炼制极品丹药呢 他还是个潜力级学员啊 二十岁不到的年纪 怎么可能呢 他决定是作弊了 而且是 我们无法察觉的手段 否则 这根本无法解释 对对对 他就是作弊了 作弊了 第147章 凭空练丹 几百个人群情激愤 扯着喉咙嘶吼 在没有作弊的情况下 灵雨就炼制出了极品丹药 他们对于这个结果 没办法接受 特别是上古八族的人 且不说让灵雨出了一次风头 光是堵住 他们就下了1800万种品零食啊 这就相当于 他们每个人 压了200万种品零食 要知道这个数量 已经差不多是一个 普通的归原竞强者 全部身价了 因此 不管怎么样 他们必须要第一时间 给灵雨扣上一个作弊的帽子 否则的话 自己这不是偷鸡不成18米吗 其他的学员 为了自己身上的零食 也纷纷出声附和 开玩笑 本来是打算狠狠赚一笔的 结果到头来 自己还赔进去了 这让他们怎么接受呢 就连万红 也同样是浑身颤抖 脸上露出挣扎之色 作为白金级学员 作为考核大殿的工作人员 他的眼光和多年的工作经验 都告诉他灵雨没有作弊 但是他压下了将近100万中品零食 这是他身上所有的零食了 若是就这么赔进去 不说直接一瓶如洗 资产缩水80%肯定是有的 万红攒了多久 才攒了这么点身家 他舍不得就这么交出去 林玉 你可知 在考核中作弊 可是犯了学院的大忌 按照规定 是要被逐出学院的 听着万红的大贺 其他人也纷纷大贺起来 把他赶出学院 作弊的人 没资格留在加兰学院 赶出去 把他赶出去 赶出去之前 还要没收全部的零食 这些零食 说不定就是这么骗来的 林玉冷笑一声 哦 万红学长 作为考核人员 也要睁眼说瞎话吗 万红眼中寒光闪动 之前一时疏忽 幸亏各位学弟 提醒我才发现了其中的不对劲 就凭你那种粗糙的炼制手法 不作弊的话 岂能炼制出极品丹药 听到这里 林玉扶长大笑起来 厉害厉害 真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啊 陈明满脸阴沉 你这种脱关系 走后门进入的加兰学院 也有脸说这种话吗 就是 不要脸 竟然又骗我们下注 然后作弊 幸亏我们眼睛好 否则的话 还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给你骗了去 数百名学员 面色猙獰的咒骂起来 事关自己的身家财产 自然不能轻易 让林玉就这么赢了 林玉面对几百号人的咒骂围攻 仍然面不改色 淡定自若 则则 诸位还真是让我长见识啊 万红大吼一声 不必多说 林玉 你违反了考核大殿第一铁律 今日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加兰学院的规矩 是不能随便破坏的 此言一出 众学员纷纷大呼叫好 这么快就要给我定罪 你这是 怕我重新炼制一次 将你们的脸皮彻底撕开吗 话音一落 被戳穿了心思的万红 顿时脸色极为难看起来 谁说我们害怕你重新炼制一次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让你重新炼制便是 但是你的作弊手段极为高明 这一次 你不能使用丹炉 必须要在我们面前凭空炼制 让我们每个人都能不清楚地 看到每一步的步骤才行 万红此言一出 顿时让所有人笑了起来 凭空炼制丹药 那可是丹王以上的境界 才能够做到的事情 而且 凭空炼制对于火焰的操控 已经丹药的掌控程度 必须要非常的高 即便是一般的丹王 都不敢轻易尝试凭空炼丹 所以 这一次 还是他们赢 好 没想到的是 凌羽竟然一口答应下来 神色如常 没有丝毫的惊慌之色 说完 凌羽打了一个响指 一大团如同水流一般的蓝色火焰 出现在空中 说到玩火 掌控了这么多一伙的他 当然不会虚 紧接着 蓝色的火焰 渐渐变得稀薄 形成了透明状 凝 凌羽心念一动 透明状的火焰 漠然扭曲起来 最后形成了一个 透明的丹炉模样 这一幕 看得众人脸色俱变 操控火焰形成丹炉 需要的控火能力 可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 这时 所有人的神色 都渐渐凝固起来 他们感觉到了大大的不妙 这时 一声痴笑传来 万红冷笑道 用一火当丹炉 确实是一个好想法 但是他不过是到台境 连石海都没有开启 那什么精神力去一心二用 更何况要在这种情况下 炼制出极品丹药 这根本是痴心妄想 此言一出 顿时引来了大量的复合声 对对对 这家伙说不定维持丹炉的形状 就已经用尽全力了 更不用说 要兴奋二用炼制丹药了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 一边贬低淋雨 一边将淋雨的获胜条件 定为了炼制出极品丹药 可谓是无耻之极 要知道 即便是在有丹炉的情况下 想要炼制出极品丹药 也是极为困难的 更不用说凭空炼制了 不过 面对众人的话 淋雨内心毫无波澜 甚至还有点想笑 她现在可是媲美书星的丹药 炼制一个八品的极品丹药 即便是不依靠系统 都是轻松加随意 更不用说 她现在还有 对于炼药极为有帮助的海星艳了 接下来 淋雨开始了炼制五行复旋丹的第一步 处理材料 五行复旋丹所需要的材料 相比起其他的八品丹药来说 有些多了 不仅有五种主药材 还有八种辅助药材 这十三种材料 处理起来都不简单 当然这是对于普通的八品炼药师而言 对于淋雨来说 简直比刚刚喝那一杯茶 还要简单许多 不过淋雨并没有用最快的速度 将其处理完毕 而是慢悠悠的 一点点的处理材料 每一种材料 她都故意去拖延时间 以便这些无耻的人 清晰地看到过程 第一种材料 淋雨用了两分钟的时间处理 过程中所有的步骤 都没有丝毫的瑕疵 看得众人心中一紧 就连万红看到了 也同样是瞳孔皱缩 这样的处理手法 就连她也做不到如此细致 这淋雨的处理手法 简直比教我的那些导师 都要完美 难道她的单道造诣 比我老实都要高 卧槽 我竟然从她的处理手法之中 学到了东西 之前的疑问豁然开朗 她的手法如此完美 在单道意图 真的是有真材实料 之前那般胡乱的处理 完全就是看不起陈鸣 完了完了 她这么厉害 我压了这么多的零食 不是打水漂了 不要慌 这只是处理材料而已 跟炼药没有任何的关系 材料处理得好 不一定代表她会炼药 紧接着 淋雨开始处理其他的材料 并且在手法上 依然挑不出任何的瑕疵 这一幕 让所有人都露出了惊恐之色 考核大厅内的气氛 再次变得紧张起来 其中以上古八族的八人 表现最为活跃 在淋雨接二连三 出人意料的表现中 他们的心情跌宕起伏 别提有多难受了 看着众人的兴奋 淋雨不屑地撇了撇嘴 还挺会自我安慰的 接下来 淋雨花了十分钟的时间 处理好了所有的材料 旋即就是炼药的第二步 处理药液 这一步算是处理材料的第二个步骤 已经有材料 需要用到丹炉了 因此 看到淋雨进入处理材料的第二步 众人顿时瞪大了眼睛 全神贯注起来 首先处理百叶 无花果药汁 淋雨的目光 落在海星叶凝聚的丹炉上面 随着她心念一动 丹炉的心态 变得更加有质感了 同时 丹炉的温度 也变成了最适合处理 百叶无花果药液的程度 在数百双眼睛紧张的注视中 淋雨将百叶无花果药液 丢进了海星叶凝聚的丹炉之中 第148章 无炉炼丹 数百人心中疯狂地祈祷 淋雨的材料 直接被毁掉 但是 不论他们再怎么在中心狂吼 也没有任何的作用 百叶无花果的药液 进入丹炉之后 非但没有毁掉 反而迅速地进入了最佳的提唇状态 这一幕 顿时就让几百人的心地 猛地揪了起来 故多 有人紧张地咽了一口唾沫 这家伙的控火能力和精神力 为什么能够做到这种程度 他只是要给刀抬进而已啊 不是还没有开辟十海吗 有人拳头捏得嘎吱作响 一边维持丹炉的凝聚 一边控制火焰的温度 还要控制药液的提唇 这种事情 怎么可能做到呢 有人死死咬着牙 不 这才是刚刚开始 他肯定会失败的 一定 就在这时 陈明露出一丝冷笑 大声说道 现在灵雨炼丹 我们也无事可干 不如就来讨论一下丹道 交流心得吧 此言一出 众人纷纷一愣 现在哪里还有心情交流心得啊 这可是赌上身家性命的豪赌啊 不等众人反应过来 陈明转过身 对着万红作一 用灵气包裹声音吼了出来 万红学长 我遇到一个问题 还请学长解惑 这声音震耳欲聋 运用灵力吼出来的 威力可想而知 万红一愣 旋即反应过来 哦 学弟有什么问题 尽管提 我一定不遗余力地为你解答 同样是灵力包裹声音吼了出来 于是两人开始轮番 使用灵力轰炸 见此一幕 所有人都反应过来 这是在干扰灵雨炼丹啊 于是 几百人开始都用携带灵力的声音 开始轰炸 要知道 在场的人最差的都是到台镜的实力 几百个到台镜以上的强者 使用灵力吼出来 简直要把整个考核大厅都掀翻 整个考核大厅之中一片嘈杂 哄闹不已 说都听不清楚 谁在说些什么 在这种声音下 一些实力境界较差的学员 已经开始头云眼花了 众人一边轰炸 一边看着炼药的灵雨露出冷笑 这一次看你 还怎么专心炼药 被众人围在中间的灵雨 淡淡地扫了一眼其他人 像是看傻子一样 且不说他的真实境界 已经到了化灵境 要隔绝众人的声音轻而易举 即便是不隔绝众人的声音 这点干扰对于灵雨来说也没用 毕竟他是拥有系统的 大不了让系统帮他炼制 只不过系统接手的话 出来的一定是完美品质的丹药 那样的过于惊世害俗了 一群跳梁小丑 继续表演吧 我正好看猴戏呢 灵雨看了一眼众人 然后将处理完毕的百叶无花果药液 取了出来 众人看灵雨这么快 就将百叶无花果处理完毕 不由的心中一沉 就连嘈杂的声音也安静了一刹那 不过在一刹那之后 几百人深吸口气 再度加大了声音 瞬间 考核大厅之中的空气 开始出现了肉眼可见的震动 一些学员 甚至都不得不用灵力包裹自己的耳朵 才能保持清醒 由此可见 这股声音汇集在一起 究竟有多大的威力了 灵雨暗骂了一声傻逼 然后开始处理第二种材料 见灵雨有了新的动作 万红等人再次聚精会神起来 不过 看灵雨有条不紊的样子 似乎没有受到半点的干扰 他们的内心不经凉了半截 不过众人还是没有放弃 有些人甚至已经开始 用一些小手段 使用音波攻击了 这已经是明目张胆地 对灵雨出手了 灵雨眼中冷光一闪 继续处理药液 见灵雨神色变化 众人心中的石头放下了一些 看起来这些干扰 还是有些作用的 不过很快 他们心中的石头 又猛地往上提了一下 因为灵雨 竟然快速地处理完了第二种材料 马德 这家伙 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 还能够有条不紊地处理材料 在这样的环境下 即便是用正规的丹炉 我都无法处理材料 这个人是个怪物吗 众人的心头 涌现出一丝惊骇和恐惧 不过他们还没有放弃 继续最大程度地去干扰灵雨 可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 他们的惊骇和恐慌 越发地按耐不住了 因为灵雨 竟然成功将所有的材料 进行了二次处理 并且 因为丹炉是海星燕的缘故 他直接跳过暖炉步骤 进入了第三步 这这这 灵雨竟然如此厉害 用一伙凝聚的丹炉处理材料 这是他这个级别 能够做到的事情吗 他开始炼药了 大家不要停下来啊 继续 不过 所有人都想不到 无论是处理材料 还是炼丹凝丹 对于灵雨来说 都轻松地像是呼吸 他慢条丝里的炼制丹药 透明的丹炉之中药液融合在一起 互相作用 最后形成了一种晶莹的碧绿色药液 看见灵雨已经炼制出了丹叶 众人瞪着眼睛 张大了嘴巴 许多人再也无法维持嘈杂的义润声 考核大厅 一下子就安静了许多 天哪 他竟然凝聚出了丹叶了 凭空处理材料 已经很让人惊骇了 他还将丹叶凝聚出来了 完了完了 这家伙恐怖 还真的能够炼制出丹药来 不 我们还没有说 就算他能够炼制出丹药来 也不可能是极品丹药 稳住 众人惊慌的义润一阵 暂时稳住了心神 而就在这时 凌语开始了最后一步 凝丹 这一步对于别人来说 是最需要谨慎对待的 但是对于凌语来说 也就是转一转丹炉的事情 弹指一挥尖罢了 同时 海星雁的温度 在凌语的控制下开始上升 最后停在了最适合的凝丹的程度 十几秒之后 透明的丹炉丹叶浓缩凝聚 在丹炉中间形成了一枚丹丸 散 凌语心念一动 海星雁凝聚的丹炉瞬间崩塌 五枚极平五行 复旋丹落在了地上 看着落地的丹药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满脸呆滞 炼制出来了 他竟然真的炼制出 五行复旋丹了 凭空无炉炼药 天哪 这不是真的 一定是我的眼睛坏掉了 或许是他用了什么诡异的幻术 一些人揉着眼睛 希望自己看到的都是假的 一些人狠狠地掐了自己一把 希望自己是在做梦 还有更多的人陷入了呆滞 嘴巴里面发出了 无意识的呢喃声 就在这时 丹药我是炼制出来了 而且没用丹炉 所有过程在你们的眼皮子底下 在座的各位废物 你们还有什么话说吗 第149章 集体道歉 此言一出 所有人浑身一震 反驳的话憋在心里面说不出来 不过 不过不死心的人大有人在 八足八傻就在其中 他们每个人都压了四百多万的中品零食 岂会这么轻易认输 林玉 就算你炼制出了丹药 也不一定赢了 不要忘了 这场比试规定的 是你必须炼制出极品丹药才行 八足的八傻一开口 顿时得到了所有人的呼应 众人纷纷大声叫嚷 不断地强调 丹药的品质 必须是极品才行 我炼制的 还真是极品丹药 恐怕让你们失望了 他话音刚落 考核大厅便安静下来 几乎落真可闻 下一刻 陈鸣上前一步嘲笑道 林玉 你知道凭空炼丹炼制出极品丹药意味着什么吗 你能够凭空炼制丹药的确很了不起 但是你绝无可能不借助丹炉炼制出极品丹药 因为那是丹王以上的境界才能够做到的事情 林玉冷笑道 我跟你说过 我不是丹王境界的了吗 万红上前一步冷声道 丹药品质可不是靠嘴巴说出来的 那你倒是检验啊 林玉冷笑一声 指着地上的丹药说道 这几枚丹药我从头至尾都没有碰过 你可别再说我作弊了 另外 你检验的时候最好别耍花招 我的耐心已经消耗完了 若是你们不识好歹的话 我会让你知道后果的 万红失笑一声 我乃是考核大殿的工作人员 岂会弄虚作假 万红说这话的时候 脸部红星不跳 可见脸皮已经厚到了一定程度了 不过他内心却是有些忐忑 虽然他不太相信 林玉真的能够不借助丹炉 炼制出极品丹药 但凡是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啊 毕竟 林玉已经接连创造了这么多 堪称奇迹的事情了 呼 万红深吸一口气 走到丹药面前 双目一凝 仔细检查起丹药来 然而 他才看了一眼 整个人就僵住了 陈鸣和八足八傻等人 看见万红神色僵硬 双瞳皱缩 随即就感觉全身一紧 心中顿时感到不妙 万红学长 这是怎么了 怎么不动了 看他的神色 不会林玉真的 炼制出极品丹药了吧 众人低声议论 每个人都声音颤抖 脸上布满了惶恐之色 就在这时 真的是极品 极品丹药 万红难以置信地呢喃着 旋即脚下一软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几百人看到这一幕 心中最后的侥幸和希望 瞬间破灭 整个考核大殿 陷入了窒息一般的寂静中 但是每个人的心中 却是天崩地裂 天雷滚滚 他们是真的被林玉震惊到 怀疑人生了 凭空炼丹本来就极难 而林玉竟然在他们 不断地干扰下 还能集中注意力 炼制出了极品丹药 这真的是 让人有些怀疑 林玉究竟是不是什么 千年不老的老妖怪 看着静静站在原地的林玉 所有人的神色 都充满了恐惧 绝望 自卑和后悔 跟林玉那种逆天的天赋比起来 他们这些人 简直连垃圾都算不上 这让他们如何不自卑 如何不怀疑人生 林玉有如此恐怖的天赋 未来的成就绝对无可限量 现在他们不仅输掉了大量的灵石 还得罪了这般恐怖的天才 这让他们如何不感到绝望后悔 完了 今日之事若是传出去的话 林玉的单道天才之名将 彻底传遍整个学院 即便他不和我们计较 也有大把的人 为了讨好他而对付我 陈鸣身形发抖 看向林玉的目光 再也没有了轻蔑 而是充满了恐惧和哀求 不只是陈鸣 万红也同样是全身冰冷 如坠冰窖 泽泽 你们刚刚不是还挺神气的 一口一口狗砸碎 狗东西吗 不是说我作弊 脱关系走后门吗 不是说让我滚出学院吗 现在怎么不接着说了 林玉目光带着几分鸡粉 看着众人 凡是他的目光所及之处 没人敢跟他对视 他们没人回答 他们不敢回答 万红壮着胆子说道 林玉 你赢了 我们把零食给你就是 何必在这里咄咄逼人 我咄咄逼人 你们要不要自己回想一下 自己刚刚的 那副丑恶的嘴脸啊 林玉眼底闪烁着寒芒 今日之事 你们若是不能让我满意的 Hunted 我敢保证 在场的所有人 一个都跑不掉 此言一出 众人顿时感到毛骨悚然 要知道 他们所有人的名字 都被林玉记在了预见中 如果林玉想要报复的话 那他们还真的是一个都跑不掉 看着目光闪烁寒光的林玉 所有人心中都一片冰凉 他们知道 今日不然林玉出了这一口气 恐怕自己的后半生 绝对会凄惨无比 林玉 万红声音低沉地说道 之前的确是我们不对 你想怎么样 直说吧 林玉冷笑一声 每个人自己扇自己三个耳光 然后给我道歉 话音刚落 万红陈鸣等人面色大变 要知道他们 是各地最顶尖的天才 是加兰学院的学员 要是真的自扇耳光的话 传出去会让所有人吃笑的 而且这会在他们的单道上 埋下一颗心魔的种子 若是没办法克服的话 以后一蹶不振都有可能 林玉 你不要太过分了 陈鸣脸色铁青 咬牙切齿 给你道歉可以 但是自扇耳光 绝无可能 不错 林玉 你不要得寸进尺 我们这里几百人 以后的成就也不会小 你难道要同时得罪几百人吗 八足八傻之一走了出来 语气带着威胁说道 林玉不屑地看了一眼此人 现在你们比不过我 以后你们更是连仰望我的资格都没有 我为什么要怕 此言一出 考核大殿之中 顿时发出嗡嗡的义润声 所有人都面红耳赤 但根本找不到话来反驳 以炼丹来说 他们现在的水平 跟林玉差的 根本不是一星半点 而且 以后这个差距 只会越来越大 万红铁青着脸 你真的要和我们撕破脸皮吗 切 我们之前还有脸皮可以撕吗 我不想跟你们废话 接受我的条件的上来道歉 然后交付赌注 就可以离开了 我只给你们一个小时的时间 超过这个时间的 都会成为我的死敌 林玉横眉冷眼看着几百人 淡然自若 你 沉迷太阳穴鼓起 浑身颤抖 林玉冷冷地看了一眼 然后说道 道计时开始 你们可以选择不道歉 甚至可以连赌注都不交付 但是我保证 你们不会想知道后果的 他话音刚落 考核大殿中的气氛 顿时降到了冰点 几百人陷入了沉默 若是道歉 自己将丢光脸面 但是不道歉的话 用脚趾头 想都知道 除非离开嘉兰学院 否则以后的日子 肯定非常的惨 就在众人沉默的时候 一名有些瘦弱的学员 仗红着脸挤出人群 来到林玉面前 林玉 对不起 我错了 这名学员 在众目睽睽之下 公身道歉 然后抬起手 狠狠地朝着自己的脸扇去 啪啪啪 响亮的耳光 传遍了整个大殿 也瞬间击破了 大部分学员的心理防线 有了第一个带头的人 后面的人 也陆续上前来道歉 见到这一幕 万红 陈明已经八足八傻等人 面色苍白 目露绝望之色 之前人多势众 他们才敢跟林玉谈条件 现在绝大多数的人 都选择了道歉 这让他们完全失去了 谈条件的资格 第150章 赌局落幕 在众多的学员排着队 给林玉道歉的时候 第一个道歉的瘦弱学员 已经打完了耳光 整张脸都肿了起来 可见是下了狠手 嗯 很好 林玉淡淡一笑 姓名 林石 完事之后 我们恩怨两清 是 我 我叫张二淡 我下的二十万中品 林石赌注 全在这里了 张二淡忍受心中的耻辱 拿出了一个袋子 交给了林玉 张二淡 我看看 林玉清点了一下林石 拿出预检看了一下 找到了陈二淡的名字 不错 数目也是对的 你可以走了 也不用再担心 我会报复你了 是 谢谢 听到林玉的话 张二淡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竟然不由自主地给林玉道谢 玄机他回过神来 脸色胀红地跑出了考核大殿 好了 下一个 注意时间熬 我只给你们一个小时 看着系统空间中 多出的二十万中品零石 林玉黑黑一笑 对着其他的学员说道 他这番举动 顿时让所有人更加的羞愤耻辱 但是又无可奈何 不过既然已经下定决心 要给林玉道歉 他们也只能是强忍着 毕竟又不是只有他们一个人丢脸 几百人同时丢脸的话 他们心中也能找到些许的安慰 慢慢来 不要急 你们这么着急打自己的耳光 我都没看到呢 我没看到 就不做熟懂了吗 看着面前排着对打耳光的学员 林玉心中一阵暗爽 憋在心里的一口气 终于是出完了 各种富有节奏的耳光声 响彻整个考核大殿 很快 几百人都已经全部跟林玉道歉了 不过还是有人定在原地一动不动 八族八傻 万红 陈兵 林玉看向这几人 所以 你们是打算跟我死磕到底了 哼 你不过失恋要天赋不错罢了 我们上古八族 乃是蓝星主城顶尖的势力 跟你结仇 你又能怎样 就是 我们家族即便是在整个蓝星 都是金字塔顶尖的家族之一 你日后无非也就是加入其他的大势力而已 难不成你 还能加入四大古族不成 八族八傻 你一言我一语 色力内忍地说道 万红和陈明对视一眼 迅速做出了选择 他们站到了八族八傻的队伍中 说起来 也是可笑至极 之前这两人 还在极力嘲讽特殊班的潜力学院 是走后门托关系进来的 但是现在 却又站在了他们身后 既然如此 那咱们之前 可就有一笔账要算了 你们和你们家族 都会为此付出代价的 相信我 这一天不会太久的 林玉淡淡一笑 似乎做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决定 就凭你 大言不惭 就凭你一个人 能够翻起什么浪花 八族八傻神色露出不屑 冷笑连连 林玉耸了耸肩 没有说话 他目光一转 落在了万红身上 他这一次来考核大殿的主要目的 可不是跟他们这些人打赌的 万红 陈明这个废物败在我手上 你是不是应该把黄金级的徽章给我 林玉也不管陈明被气得面红耳赤 蹊跷生烟 毫无顾忌地说着 给你便是 万红冷哼一声 拿出传心预检继续说道 你自己去大殿的窗口领取 我们可不奉陪 正好 我也不想跟你们这群废物走在一起 林玉不懈地撇了撇嘴 转身离开 狗东西 咱们走着瞧 看着林玉离开的背影 八足八傻等人捏紧了拳头 恨得牙痒痒 偏偏这是在学院里面 他们拿林玉又没办法 离开大殿之后 林玉找到了领取徽章的窗口 因为黄金级以上的徽章 都是一个徽章 对应一个学员的 所以都是考核之后现场制作的 所以需要等待一些时间才行 十分钟之后 林玉拿到了自己的黄金级徽章 这枚徽章的大小跟潜力级差不多 但是无论是从质地 造型还是花纹 都高了几个档次 在这枚通体金黄的徽章正面刻印着 炼药系林玉几个字 现在去炼药阁看看吧 这次的赌局也赚了很多 也算是意外之喜了 一边往炼药阁走去 林玉将目光放在了系统空间中 六百多个学员 就算平均每个人下注二十万灵石 总数也有一亿两千万的中品灵石 正想着的时候 系统提示音传来 叮 修为已满 是否突破 卧槽 又能突破了 紧接着 他立即选择了突破 下一刻 林玉身上传来一股巨大的犀利 周围浓郁的灵气 被疯狂灌入林玉体内 这些如同洪水一般的灵气 在经脉之中不断地运转 然后冲进丹田 短短时间内 丹田中的灵液漩涡 就变得更加浓稠了 等灵液彻底变成结晶时 就是我突破归原之日 灵雨双眼放光 玄机换出了系统面板 姓名 灵雨 为了方便宿主确切地了解 自身的相关属性 系统已将各属性能力值 转换成对应境界 往西之 境界等级 化灵近六层 攻击等级 归原近八层 防御等级 归原近五层 身法等级 归原近八层 耐力等级 归原近六层 掌握灵技 猎神枪 大成 猎影 大成 洞察之眼 大成 万剑真觉 圆满 焚天弄年觉 圆满 万雷天星觉 圆满 追魂 圆满 满血荒体 圆满 云雾魂烟觉 圆满 部分功法省略 一火 清连地星火 陨落星炎 琉璃连星火 万寿灵火 阴阳双眼 以激活系统功能 自动修炼功能 十级 分身功能 十级 完美寻宝功能 十级 炉火纯青 分身替换 系统空间 存储提现 不错 估计等我的实力 达到化灵境巅峰的时候 我的攻击力 应该就能够媲美 真正的神魂镜强者了 到时候 即便不依靠吞噬分身 我在神魂镜手下 也不至于没有还手之力了 看着自己的属性面板 灵雨激动地笑出了声 对了 都这么久了 也不知道十海等级 什么时候可以晋升呢 而且 那三本王杰功法 也休息了这么久了 看看 还需要多少时间 想到这里 灵雨当即向系统 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定 报告诉主 你的十海等级 还需要十四天 才能够达到化海境界 定 报告诉主 三本王杰功法 还需要十二个小时 才能达到圆满 嗯 功法还需要半天 时间不算长 倒是十海等级 还是挺难提升的 在一千五百倍的修炼速度下 竟然还需要十四天 灵雨的眉头稍微皱了一下 看来 要尽快提升十海等级 还是需要依靠丹药啊 于是他将目光 放在了系统空间内的丹药上面 原本炼制提升十海等级丹药的材料 都来自紫基城 但是全部被灵雨消耗干净了 不过在斩杀季春明之后 这个丹簧数百年的收藏 却是给灵雨做了嫁衣 作为丹簧的你 不可能没有提升十海等级的丹药吧 灵雨在系统空间内 来来回回地看了几遍 但是最后的结果 却让他皱起了眉头 从基春明身上获得的丹药 竟然没有提升十海等级的 甚至连炼制的材料都没有 也不知道这个家伙是没有储备 还是已经消耗完了 灵雨摇了摇头 他也知道 黄街丹药的材料本来就贵 更何况 还是精神类的丹药 罢了 炼药格应该会有相应的材料 等过段时间 就去把学员的等级再提一提 然后去更高层买高级一点的材料 若是炼药格没有的话 就去拍卖厂商会收购吧 反正系统空间 也有许多的杂物需要卖出去 思索之后 灵雨回到了炼药格 第151章 又有人找茬 此时 炼药格之中 还是人来人往 不过那些 和灵雨打赌的学员 却没有一个赶回来的 毕竟害怕丢脸嘛 是时候去看看 有没有我需要的材料了 抬头看了一眼 高耸入云的紫黑色炼药格 灵雨的嘴角勾勒出 一抹期待之色 旋即 她将黄金级学员的徽章 佩戴在身上 免得有人不张眼 再来招惹她 灵雨朝着炼药格走去 周围那些白银级的学员 看过来的时候 纷纷露出羡慕的神色 那些同为黄金级的学员 看向灵雨 也露出善意的目光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几个小时之前 灵雨还是一个 备受歧视的潜力级学员 没有理会这些路人的反应 灵雨禁止走进炼药格 顺利来到了24层 第24层 就是炼制八品丹药的地方 方式八品丹药所需的材料 在这里几乎应有尽有 售卖材料的地方 有些像灵雨前一世的中药店铺 前面一个宽大的坝台 后面则是树立巨大的柜子 柜子上布满了小抽屉 抽屉上面写着各种各样的材料名字 这些抽屉看上去非常的笑 只有戒指和那么大 但是这每一个抽屉 都是空间类的宝物 可以储存大量的材料 并且还不需要担心储藏的问题 此时此刻 在坝台前站着几个购买材料的学员 而坝台后 则是站着一些工作人员 这些工作人员 毫无例外都是黄金级的学员 他们小声交谈着 对于灵雨的到来根本没有在意 你好 我是书星导师的关门弟子 我要动用导师特权购买材料 来到坝台前 灵雨一边说着 一说拿出了书星的导师徽章 他刚一拿出徽章 正在交谈的学员 顿时露出震惊之色 纷纷看了过来 我靠 真是导师徽章 这家伙是谁啊 怎么从来没见过 不知道 但是能够成为导师的关门弟子 实力肯定是没得说的 是啊 成为导师弟子 不光有特权 还有各种福利 真是让人羡慕 所有人都艳羡地看着灵雨 恨不得取而代之 这时 一名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 接住灵雨的徽章 检查了一番 又恭恭敬敬地还了回来 我买材料的话 能够有多少优惠呢 灵雨问道 您使用导师特权的话 在这一层购买材料 均可享受五折的优惠 工作人员恭敬地说道 此言一出 其他的学员纷纷露出 更加强烈的羡慕之色 甚至有人心中 升起了浓浓的极度 但是却不敢表现出来 直接砍一半的价格 还真是不错 那么这一份 名单上的十八种材料 统统给我来一万份 灵雨淡淡地说道 然后将一张名单 递给了工作人员 然而 工作人员却满脸呆滞地愣住了 不仅是他 其他的工作人员和学员 也是双眼暴突 跟见了鬼一样 愣着干嘛 给我拿材料啊 灵雨看见工作人员不接名单 顿时眉头一皱 嗯 学长 炼药阁的材料 是不能带出去的 这个您应该知道吧 我知道啊 我当场炼制啊 呵呵 这时 一位黄金级学员 吃笑一声说道 朋友 你知道一万份材料炼制完 需要多久吗 说话这人 正是之前新生极度的家伙之一 此时见到机会 毫不犹豫地 想要上前踩一脚 其他极度灵雨的学员见状 也纷纷围了上来 瞥了一眼围过来的学员 灵雨嘴角一勾 露出一丝不屑 看见灵雨脸上的轻面 那些围过来的学员 心中度火更甚 他们加快脚步 将灵雨围在了中间 同学 虽然是你导师弟子 但是也不能无视学员的规矩 十八万份材料 先不说你 能不能买得起 就算你能够买得起 半个小时炼制一份 也要十年才能炼制完 难不成你要在这里待上十年 你怎么可能在这里待十年 我看你就是想要趁机 将材料带出去售卖 利用导师特权赚取差价 众人紧盯着灵雨 心中已经笃定他 就是想要倒卖材料了 真是有意思 这才刚刚打了几百人的脸 又有人把脸送上门了 我买多少材料 用来干嘛跟你们 有个屁的关系啊 你们是住大海边吗 管得这么广 不过 既然你们把脸送上来了 我不打的话说不过去啊 以你们短浅的目光来看 这些材料自然要花十年 但是我却可以两三天内 将这些材料 全部炼制成丹药 此言一出 众人神色一致 玄疾面面相去 神色也阴沉下来 灵雨说的话 完完全全 就是在鄙视他们所有人 你这话 我可不能当做没听见 你是导师弟子 天赋肯定不错 但是天赋可不等于实力 最先站出来的 黄金级学员赤笑道 你我都是黄金级学员 你炼制丹药的速度 再快能快到哪里去 不错 少在这里大言不惭 十八万份材料 你两三天炼制完 你一秒钟炼制一炉丹药吗 笑死人了 灵雨笑了笑 你很聪明 我的确可以一秒钟炼制一炉丹药 又是一人出声怒骂 你这个混账 仗着自己是导师弟子 低价购买这么多材料 就算不是拿出去售卖 也是用来遭见 学院难道规定了一种材料的购买商线吗 既然没有 我有钱买多少是我的事情 我是花的你们的钱吗 你们这么急着跳出来干嘛呢 赶紧给我滚 灵雨环视众人 一句话对得众人蹊跷生烟 却又无法辩驳 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不仅浪费资源 还理直气壮 你如此狂妄 可敢跟我们比一比炼药 众人怒发冲冠 面红耳赤 死死地盯着灵雨 和我比炼药 就凭你们吗 灵雨叹了口气 抱歉 你们就算捆在一起 都没有这个资格 狂妄自大 我看你就是不敢 害怕我们揭穿你的牢底 把脸丢进 这话一出 众人纷纷出言复合 对 你就是不敢和我们比 才这么贬低我们 不错 满嘴吹牛的废物 有本事就和我们比试 众人义愤填膺 愤慨不已 不断地挑衅灵雨 灵雨耸了耸肩 本来不想打击你们的 但你们非要如此 那我就让你们明白明白 你们实际上就是废物 第152章 炼药比试 哼 还真的当自己无敌了吗 最先嘲讽灵雨的学员冷哼一声 看我待会怎么教训你 你 我说的是你们 灵雨 看向其他的人 在场的所有人 若是有谁不服的话 也可以加入 我让你们所有人都心服口服 此言一出 整个炼药阁24楼 都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惊呆了 太嚣张了 太放肆了 太狂妄了 同为黄金级学员 竟然要一个人单挑所有人 这特么的 已经猖狂到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地步了 24层中 每一个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灵雨 那个眼神 就像是在看一个疯子 片刻地寂静之后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脸上渐渐浮现出冷笑和讽刺 哈哈 我看你真是疯了 竟然要单挑我们所有人 最先跳出来的 那名学员大笑道 你可知道 我们这些人中 有好几个人的实力 已经达到了白金级学员的标准 但只是没有去升级徽章而已 白金级学员又如何 灵雨冷笑一声 即便你们全部都是白金级学员 在我面前也是蝼蚁 只不过是比较大一点的蝼蚁而已 他话音刚落 众人脸上的讽刺 顿时变成了痴笑 卧槽 这种话都说得出来 此人一定是得了失心疯了 真是为受了他的那个导师感到悲哀 竟然说了一个傻子当弟子 所有人的心中都是这个想法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灵雨说的完全都是大实话 真是太狂妄了 不就是个导师弟子吗 竟然这么目中无人 今天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他 对 让他知道知道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众人一言一句 几乎所有人都嚷着 要跟灵雨比试 既然你们都要比 那就一起上好了 只要你们之中有一人 能够赢得了我 那就算是我输了 灵雨淡淡地说道 但如果你们没人 能够赢得了我 那就得给我道歉 另外还要帮我支付 这十八万份的材料费 说实话 灵雨这一次定下的赌注 并不大 可以说一点都不欺负人 十八万份的材料费 也就几百万零食 在场的人平摊一下一个人 也就五六万中品零食而已 这个赌注 跟考核大厅的巨额赌注差远了 如果你输了 不仅要给我们所有人道歉 还要禁止使用导师特权 灵雨毫不犹豫地点头 没问题 你们说怎么比 之前你说 你的炼药速度很快 那我们就比这个 不比其他的 就比三阳零水丹 十份材料 看谁能够在不失败的情况下 将这十份材料炼制完成 一个黄金级学员说道 除了这两个条件 其他都不在平平范围内 包括丹药的品质 这个学员的提议 得到了所有学员的赞同 那就这么来吧 反正结果都是一样的 灵雨笑了笑 然后购买了十份 三阳零水丹的材料 其余学员也纷纷购买好材料 满脸冷笑地盯着灵雨 于是所有人都开始 找位置拿出丹炉 开始调整状态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灵雨连丹炉都懒得拿出来 就这么抱着双手静静等待 众人看灵雨如此大意 心中的冷笑 和讽刺不由地更胜了几分 转眼间 五分钟过去 随着充当裁判的一名学员 一声令下 所有人都开始处理材料 因为这一次不讲究品质 只需要炼制成功 因为所有人都用了最快的速度 而就在众人处理材料的时候 灵雨也动了 但是 她并没有处理材料 凝 灵雨心念一动 海心燕幻化 而出凝聚成了一个丹炉 在使用过海心燕凝聚的丹炉后 灵雨就决定 抛弃这种传统丹炉了 因为海心燕凝聚的丹炉 不仅温度 可以随意调节 而且还能够随意控制形态 至于别人说的 对于灵雨来说完全不是使 一来海心燕十分温和 非常适合用来炼药 二来它的使海等级 可是达到了宁元等级的 都已经可以干涉现实了 要控制 本就如必直使的一伙 实在是太简单了 当然 用火焰凝聚丹炉来炼药 也有一定的缺点 那就是需要投入 更多的精神力去控制 不过 区区八品丹药 灵雨闭着眼睛 都能够炼制出来 当然 这种事情 放在其他人的眼里 就是一种 非常惊世骇俗的事情了 那些正在处理材料的学员 见到灵雨如此举动 瞬间震惊地满脸呆滞 手中的材料掉落 在地都不自知 沉默了少许 众人开始出现了 嗡嗡的一轮声 这家伙的火焰 好像是传说中的一伙 卧槽 那不是海心燕吗 这是最适合炼药的一伙呀 据说书星导师 就拥有海心燕 不会是书星导师的弟子吧 他材料都没有处理 直接丢进去 这是什么操作 这家伙 估计就是拿出来装个逼 这样炼药肯定失败 众人议论纷纷 然后压下震惊 一边处理材料 一边用于光观察灵雨的动作 紧接着 他们就看到了 更加让人难以置信的一幕 只见灵雨 竟然将剩下的十份材料 全部都丢进了海心燕中 这一下 众人直接就傻了 这特么 直接把十份材料 全部丢进去 我的天 他以为那是柴火吗 众人焦头接耳 议论纷纷 脸上写着惊骇二字 而就在这时 灵雨轻轻一点 旋即 海心燕凝聚成的 丹炉猛的一阵 由固态转为了气态 一些材料 剥离出的杂质 掉落在地 紧接着 丹炉再次转化为固态 几秒钟之后 又变为气态 如此反复之下 丹炉之中 就只剩下了一团 晶莹剔透的药液 下一刻 灵雨心念一动 丹炉温度 猛地升高 开始炼制丹药 那些观察灵雨的学员 脸上的冷笑 顿时凝固了起来 他们想不到这个世界上 还有这种处理材料的方法 震惊之余 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一丝不妙 因为他们发现 灵雨处理的那一团药液 竟然比他们处理出来的都要好 最关键的是 他们一样 材料都没有处理完毕 然而灵雨 却将十分材料 全部处理完毕了 这速度比他们 都快了百倍不止 不说别的 就光是处理材料 他们就慢了一大截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 众人都有些惊慌起来 快 加快速度 不要考虑丹药品质了 只要能够承担 怎么快怎么来 卧槽 我承担失败了 不能太快啊 杂志一定要剥离干净 否则的话会凝单失败的 对对对 获胜的条件 就是不能失败 那个家伙 虽然处理材料快 但是能不能成功 还两说呢 第153章 修为突破 众人经过一阵子的惊慌失措之后 渐渐稳住了状态 而在这个过程之中 灵雨的炼药过程 已经过去了一半 海星宴凝聚而出的丹炉里面 各种材料的药液混合在一起 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 最后 这些药液完全变成了丹药雏形 也就是丹叶 接下来就是凝单了 灵雨扫了一眼其他人 发现他们还在处理材料 不由地摇了摇头 算了 也不好让他们输得太难看 喝杯茶再继续好了 灵雨一边维持着丹叶的状态 一边取出茶杯泉水和茶叶 悠哉悠哉地泡起了茶 其他人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要抓狂了 这家伙竟然在泡茶 难道他已经炼制失败 准备放弃了 不 你们看他的火焰丹炉 里面不是已经有十枚丹叶了吗 卧槽 他这是什么意思 看不起我们 这家伙真的太狂了 我觉得我已经没戏了 我还在处理第三份材料呢 什么没戏了 这就是那个家伙的攻心计 别中计啊 众人被灵雨的举动 弄得一阵惊慌失措 虽然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 但心中的不妙 却是愈发强烈 接下来 众人继续处理材料 灵雨则是依旧 慢条斯里地喝着茶 脸上满是玩味之色 转眼间 许多学员已经开始将材料处理完毕 开始进行炼药的第二个步骤 灵雨这边也喝完了一杯茶 也是时候了 灵雨收起了茶具 开始进行名单 这一步很重要 很难 但是对于灵雨来说 或许是最简单的一步 灵 灵雨心念一动 丹叶凝聚成丹药 紧接着 海星叶凝聚的丹炉瞬间消散 十颗丹药被灵雨用精神力控制 悬浮在空中 这些丹药出炉后 就被灵雨控制 飘到了一众学员的附近 忽如其来的一幕 让所有人五雷轰顶 目瞪口呆 这这这 竟然真的让它炼制出来了 怎么可能 这不是真的 这绝对不是真的 用火焰凝聚的丹炉 怎么可能一次性炼制出这么多丹药呢 假的 这些丹药 肯定不是他刚刚炼制的 众人难以置信地议论着 是不是你们检查一下不就行了 灵雨冷笑道 如果你们还是不相信的话 我再当着你们的面炼制一次 反正也花不了多长时间 此话一出 议论声顿时渐渐减弱 最后缓缓消失 其实灵雨的炼药过程 他们一直看在眼里 而且 海星叶属于半透明的颜色 灵雨有没有作弊一清二楚 但是他们难以相信这一切 不 这不可能 这不是 你刚刚炼制的 有位学员颤颤巍巍地拿起一枚丹药 当即浑身一震 怎么了 有人瞪着眼睛问道 上有余温 而且种种迹象表明 这煤丹药 真的是刚刚炼制出来的 此言一出 所有人都惊骇失色 有人不信邪 上前拿起一枚丹药开始检查 然后他们全部都神色凝固 满脸呆滞 整个二十四层 再次陷入死一般的寂静中 许久之后 有人苦笑道 不愧是导师弟子 这等天赋 我等望尘莫及 这句话顿时打破了寂静 也让其他人 从尸神之中清醒过来 我的天 原来丹药还能够这么炼制啊 我的第一份材料 都没有处理完毕 他就炼制出来了 这般速度 妖孽都不足以形容他 我觉得我是在做梦 这太不真实了 有的学员紧盯着淋雨 整个人已经震惊到麻木 还有些学员瞪着眼睛 双目失神地看着天花板 甚至有些学员 恍恍惚惚惚的 显然是有些怀疑人生 林雨环视一周 淡淡地说道 我想应该不需要 我再证明了吧 这话一出 众人纷纷苦笑一声 低下头说不出话来 跟林雨这样的妖孽 待在一起久了 真的是会被打击到 自信心崩溃 行了 快履行你们的赌约吧 林雨微笑道 是 最开始嘲讽林雨的 那个黄金级学员 苦涩地点了点头 然后抱拳公身道 之前多有得罪 还请学长多多包涵 不知学长明慧 如果一个人太强 的确是引起一些人的渡恨 但是一旦 此人强大到其他人仰望 都做不到了 那么自然也就不会去渡恨了 因为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林雨 林雨淡淡地说道 林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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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都默念着这个名字 从今以后 估计他们 永远都忘不了这个名字了 林雨学长 我们有眼无珠冲撞了您 希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不要跟我们一般见识 众人纷纷鞠躬道歉 神色惶恐 行了行了 别来这一趟 赶紧履行赌约 我还等着材料去炼丹呢 林雨摆了白手 参与的几十名学员 忙不迭地点头 然后凑在一起 筹集了几百万中品零食 为林雨支付了 十八万份炼丹材料的零食 林雨学长 这是您要的炼药材料 一名充当工作人员的学员 恭恭敬敬地将一个空间戒指 交给了林雨 检查一番后 林雨问道 有提供炼丹的房间吗 我现在就开始炼丹了 学长 从门口出去 左边走廊全部都是 工作人员满脸恭敬 一般学员需要交纳费用 但您是导师弟子 拥有免费使用的特权 好 多谢 你先去忙吧 林雨点点头 转身走进了左边的走廊中 走廊的两边 布满了一个个房间 这种房间的隔音效果非常的好 灵气浓郁的程度也不差 当作修炼式使用 也不是不可以 选了一个僻静的房间后 林雨关上门 直接从系统空间中 取出一张床 然后躺在了床上开始睡觉 炼药这种事情 自然是要交给系统来做的 毕竟 这可是十八万份材料 他可不想累死 转眼间 一天过去 等林雨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了 不过他不是自然醒来的 而是被系统的提示音吵醒的 第一 如阳灵绝路 已经达到圆满 天魁流彩轴 已经达到圆满 天王练体路 已经达到圆满 三道系统提示 接二连三的传来 紧接着 就三股奇异的暖流 凭空出现在了林雨的体内 林雨顿时一个机灵 从床上弹了起来 怀着激动的心情 林雨打开属性面板 查看起来 攻击等级没有变化 但是其他的三个属性值 却增加了整整一个小境界 不错 看着自己的属性面板 林雨满意地点了点头 旋即 他查看了一下 十海等级的进度 和修为境界的进度 目前十海等级要提升 还需要十多天的时间 而距离所有丹药炼制完毕 也需要一天半的时间 修为境界的提升 也恰好需要一天半 时光飞逝 一天半的时间再次过去 这段时间里 没有人来打扰林雨 此时的林雨 正在目不转睛地 盯着丹田内的灵液 而就在这时 一道美妙的系统提示音 终于响起 第一 修为已满 是否突破 第154章 天道丹楼 给我突破 几乎在系统提示音 响起的瞬间 林雨就下达了指令 下一刻 无尽的灵气冲进了 他的体内 顺着经脉 会往他的丹田 最后凝聚到了那一团 即将固化的灵液之中 这一次突破所需的灵气 远比上一次多 仅仅一开始 就几乎抽干了 整个房间的灵气 好在这里是嘉兰学院 灵气倒也算是充裕 七八个呼吸之后 林雨丹田内的灵液 再次变得凝固了不少 有些地方 已经成为了半固态 到了现在 他终于突破到了 化灵境巅峰级别 林雨打开属性面板 姓名 林雨 为了方便宿主 确切地了解 自身的相关属性 系统 已将各属性能力值 转换成对应境界 望西枝 境界等级 化灵境十层 攻击等级 归原境巅峰 防御等级 归原境八层 身法等级 归原境巅峰 耐力等级 归原境八层 掌握灵技 猎神枪 大成 猎影 大成 洞察之眼 大成 万剑真诀 圆满 焚天弄年诀 圆满 万雷天星诀 圆满 追魂 圆满 满血荒体 圆满 云雾魂烟 圆满 部分功法省略 一火 清连地星火 陨落星炎 琉璃连星火 万寿灵火 阴阳双严 以激活系统功能 自动修炼功能 十级 分身功能 十级 完美寻宝功能 十级 炉火纯青 分身替换 系统空间 存储提现 看着自己的四个属性 淋雨有些激动 现在她的个体实力 都能够跟归原境巅峰的强者媲美 如果融合分身 那么就可以彻底和神魂镜正面硬汉了 片刻之后 淋雨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 猜到了自己这一次突破的收益 为何这么大的原因 这一次修为境界突破 实际上的收益并没有那么大 之所以能够全方位的提升这么多 是因为那三本王阶功法 都修炼到了圆满 炉火纯青 真的是太好用了 淋雨黑黑一笑 将目光放在了 还没来得及修炼的那些功法上 此时 她还有许多的功法没有修习 包括许多的王阶功法 算上从季春明身上得到的功法 她现在已经拥有了 整整十五部王阶功法 现在我的战力 已经达到了归原境巅峰 天阶功法对我的作用已经不大了 还是要把重心 放在王阶功法上面 可问题是 王阶功法要想达到圆满 需要消耗的时间有些久了 淋雨皱着眉头暗自思索 她这番话 要是让其他人知道了 恐怕会吐血三声 王阶功法天资较高的人 修炼到圆满 都至少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 你他们十几天就圆满了 还嫌弃时间长 淋雨一边思索 一边让系统继续修炼 别的王阶功法 这时 系统提示音又响起 爹 你获得观想炼神丹五枚 材料不足 炼制停止 终于炼制完了 淋雨嘴角一勾 目光落在系统空间中 此时 里面的那些炼药材料 已经完全消耗干净 无论是以前的战力品 还是打赌迎来的材料 都已经变成了各式各样的丹药 光是刚刚获得的十八万份材料 就让淋雨收获了九十万颗完美品质的八品丹药 虽然八品丹药 对她而言没什么太大的价值 但同样是一笔不菲的财富 再加上从其他地方获得的丹药 淋雨估计 这一次又能卖掉几千万种品零食 先去卖掉 然后用作启动资金 去搜集一些更加高级的材料炼制 再去赚钱 下定决心后 淋雨立即将一个分身派了出去 蓝星主城 白灵街 这个地方淋雨有些印象 但是已经很模糊了 此时此刻在一个无人的角落中 忽然出现了一个全身拢罩在斗篷中的人影 不仅如此 这人影身边还萦绕着灵石 以防别人对自己进行探查 这时 这人影浑身一震 被淋雨用完美附身控制了 直接去最大的丹药拍卖行就好了 淋雨稍微辨别了一下方向 朝着西边走去 不多时 她就在一座巨大的高楼下停了下来 这座高楼名为天道丹楼 简简单单的名字 却透着一股舍我其谁的霸气 天道丹楼是蓝星主城内 最大也是最有实力的丹楼 几乎所有丹药的材料 在这里都能够看到 淋雨之所以来这里 也是打算看看 有没有系统升级需要的材料 而且 这里除了经营丹药的生意 其他方面也是涉及广阔 当务之急 还是先把丹药给卖了吧 淋雨直接走进了豪华的天道丹楼中 很快一名穿着制服的侍女赢了上来 你好 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吗 淋雨淡淡地说道 我要售卖丹药价值数千万中品零食的丹药 闻言 这名侍女惊讶地捂住了小嘴 价值数千万中品零食的丹药 虽然天道丹楼是蓝星主城最大的丹楼 但是这样的大生意并不是随便能够遇到的 紧接着 这名侍女连忙露出笑容 掩饰自己的失态 对不起 请您跟我来 嗯 淋雨淡漠地点点头 旋即跟着侍女来到了一个更加奢华的房间 房间里面坐着一名中年男子 身上散发着一股书卷气息 看见淋雨二人走进来 她立即微笑起身 她就是天道丹楼 专门负责检查大批量丹药的人 因此 对于每一个被带过来的客人 她都不敢怠慢 因为对方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大老级的人物 莫言大人 这位先生想要出售几千万中品零食的丹药 好的 我知道了 你出去吧 莫言的笑容变得更加灿烂了 是 侍女恭敬地对二人行礼 然后缓缓离去 先生请坐 莫言笑着说道 还不知道先生的名讳 凌羽毫不客气地坐了下来 但是并没有回答莫言的话 而是扔出了一枚蓝金色的令牌 令牌落在莫言面前的桌子上 发出清脆的响起 这是 莫言寻声看去 瞬间面色大变 她连忙站起身来到凌羽面前 恭声道 原来是四大鼓足的大人清凌 凌羽拿出来的 正是代表了她凌家身份的令牌 之所以拿出来 一方面是为了便利 另一方面是掌握交易的主动权 这一次交易的丹药数量太多 如果不拿出一个身份来震舍的话 估计会引来一些有心之人的注意 莫言将令牌双手奉还给凌羽 脸上露出浓浓的恭敬 不知大人来我们天道丹楼 要售卖多少丹药呢 我们一定按最高的价格收购 凌羽恩了一声 然后将一个空间戒指 放在了桌子上 那你开始清点吧 这个空间戒指 是她早就准备好的 里面放着她要售卖的丹药 是 莫言小心翼翼地拿起空间戒指 动用精神感知查看起来 然而 当她看见空间戒指中的丹药时 瞬间惊呆了 这 竟然有这么多完美品质的丹药 天哪 竟然还有黄杰的完美丹药 莫言忍不住发出惊呼 不就是一些完美品质的丹药吗 不要大惊小怪的 凌羽的语气漠然 你尽快坚定丹药 并且挑选具有拍卖价值的高级丹药便是 好 莫言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连忙点头应下 第155章 大生意 一百多万枚丹药堆在空间戒指中 整个空间都被塞满了 看着莫言还沉浸在震撼之中 淋雨无奈地摇了摇头 她也懒得去催促了 就等莫言自己平复心情吧 两久 莫言才完全从震撼中回过神来 抱歉 大人 您交易的丹药数量和品质 实在是太让人震惊了 莫言难以置信地问道 敢问您是突破到了丹尊的境界吗 丹尊 灵雨眉头一挑 思索一下笑道 不错 莫言双目原睁 看向灵雨的目光 就更加尊敬了 蓝星上丹道造诣最高的炼药师 名为云梦泽 乃是唯一的丹神 而丹尊便是丹神之下的境界 可以说是一人之下 万万人之上的人物 整个蓝星上的丹尊 加起来也不超过双手之数 丹尊的地位 比丹皇不知道高贵了多少 此时莫言都在怀疑自己 是否有资格在这招待 来自四大鼓足的前辈了 好了 此事不要声张 莫言点头如捣算 好的 晚辈明白 紧接着 他带着无尽的敬畏 敬重和自豪 开始清点丹药 一个小时之后 莫言将所有的丹药 都清点了一遍 前辈 这些丹药的总价值 在5500万中品零食左右 但其中有很多价值相当高的丹药 具有拍卖的资格 如果能够拿去拍卖的话 价格应该远远不止这个数 莫言将空间戒指还给灵雨 小心翼翼地说道 拍卖资格的丹药挑选出来 其他的直接卖给你们 另外 我想要购买一些珍稀的材料 而且需求量很大 林雨顿了顿 继续说道 但是我估计 5000万中品零食可能不够 这是1亿中品零食 如果还不够的话 我需要你们为我垫付一下 作为交换 那些具有拍卖价值的丹药 我会交给天道丹楼拍卖 如何 当然可以 莫言没有丝毫犹豫的 就答应下来 对方可是单尊啊 整个蓝星都不超过10个人 垫付零食算什么 直接白送都可以 让单尊欠下一个人情 那可是了不得的事情 更何况 这名单尊 还是四大鼓足的人 那就更加不用多说什么了 那就算我欠你们一个人情 林雨淡淡地说道 然后拿出一个袋子 递给莫言 这里面有一亿中品零食 和我需要的材料 莫言接过来一看 里面记载的 全部都是王阶 黄阶 甚至是尊阶丹药所需的材料 心中不由得再次掀起惊涛骇浪 前辈 您需要的材料 王阶和黄阶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尊阶材料太过于稀有 我们天道单楼 也不一定能够凑齐 只能说尽力而为 林雨点点头 大概需要多久 一天 一天就行 莫言胸有成足地说道 我们天道单楼 和各大单楼都有合作 只要他们有的材料 我们说一句话 就会送过来 林雨微笑道 好 那我等你的好消息 是 莫言恭敬地点头 然后将林雨 带到了一个奢华的房间休息 原本她还想安排 两个美貌的侍女 服侍林雨的 但是被林雨拒绝了 接下来 莫言就去办事 而林雨将附在 分身上的意识收了回去 炼药阁的房间中 一天的时间 我还能够炼制九万份材料 也就是四十五万枚弹药 想到这里 她走出房间 准备去售卖材料的把台 购买材料 然而 当她走进二十四层的大厅 立即就吸引了无数的目光 这些人之中 既有之前在考核大厅 跟她道歉的家伙 也有跟林雨鄙视炼药的家伙 再见到林雨的刹那 他们全身一震 露出震惊之色 其他的学员健壮 顿时满脸的惊意不定 是林雨学长 林雨学长出来了 他就是越级挑战陈明 在考核大殿设下惊天赌局 又带着十八万份材料炼药的 那个林雨学长 我靠 看起来好年轻啊 你这不废话 林雨学长是刚刚入学的 当然年轻了 众学员议论纷纷 脸上尽是艳羡之色 那些一开始不知情的学员 听了众人的交谈 全部陷入了震惊之中 林雨听着众人的议论 置若网闻 在无数人的注视下 来到了柜台面前 林雨学长 一名工作人员微微躬身 林雨开门见山地说道 上次的材料 每样再来五千份 此言一出 工作人员瞬间实话 他万万没想到 仅仅时隔两天 林雨又来购买材料了 而且数量依旧如此庞大 震惊可不只是工作人员 整个二十四层的人都惊呆了 林雨学长 不是刚刚才买了十八万份材料吗 难道他两天之内就练制完了 怎么可能啊 这可是十八万份 不是一百八十份啊 我觉得很有可能啊 林雨学长又不像我们 需要一份份的练制 他如果能够一次性练制一百份的话 这也太夸张了 众人议论 林雨对着愣住的工作人员说道 别发呆了 赶紧去拿吧 是 工作人员忙不迭地去取材料了 片刻后 他将九万份材料交给了林雨 学长 这是您要的材料 不过这些材料已经差不多没了 好了 我知道了 下一次我换几种丹药就是了 林雨摆了摆手 附了零食 就转身走人 转眼之间 一天过去 林雨再次练制了四十五万枚丹药 同时 天道丹楼奢华的休息室中 也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 收到分身的报告后 林雨瞬间使用完美附身 控制了分身 紧接着心念一动 门自动打开 大人 来人正是莫言 他先是在门口对着林雨行礼 然后才进了门 目前在他的眼中 林雨可是四大谷族中的单尊前辈 身份尊高到无法想象 因此 面对这样的存在 莫言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你既然来了 说明我需要的材料 搜集得差不多了是吧 莫言点了点头 大人 晚辈信不辱命 天道丹楼动用 全力搜集了您需要的九成九材料 但是其中的那几株补天九星草 我们找不到 莫言一边恭敬地说道 一边将一枚空间戒指 放在了林雨的面前 补天九星草没有 林雨皱了皱眉头 缺少的正好是系统 升级到十级需要的珍稀材料 不过其他的材料搜集齐全了 是林雨没有想到的 这些材料大概价值多少零食 前辈 这些材料总共价值 二百三十万上品零食 莫言说道 不过您是我们天道丹楼的顶级贵宾 所以我们丹楼决定去掉零头 你只需要支付二百万上品零食即可 好大的手笔 不愧是蓝星最大的丹楼 一口气砍掉三十万上品零食 那就多谢了 以后我炼制的丹药都在你们这里拍卖 多谢前辈 莫言抱拳鞠躬 露出狂喜之色 这就等于跟一个丹尊达成了长久的合作关系 即便是整个天道丹楼 都没有一位丹尊长久合作的 你们给我提供一个清静的炼药房吧 我现在就开始炼药 到时候直接把丹药给你 你们把拍卖会尽可能弄得盛大一些 林雨站起身笑道 最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快 我炼制丹药很快的 是 莫言郑重地点头 目前丹楼已经开始筹办拍卖会了 嗯 还有关于我的身份 不要声张 晚辈明白 莫言公身带着林雨前往炼药房 不多时 林雨在莫言的带领下 来到了天道丹楼最好的炼药房 第156章 请收我为图 莫言公敬退下之后 林雨看着房间内的环境 默默点了点头 不愧是蓝星主城最大的丹楼 比加兰学院的炼药阁 要高档太多了 当然林雨也知道 加兰学院的24楼绝对不是最好的 因为上面还有10层楼 肯定还有比这个地方的炼药房更好的 等这里的事情处理完了 就要准备升级学院等级了 林雨一边思索 一边将单药材料放进了系统空间 系统 给我自动炼药 直到将空间内的材料 全部消化完为止 一声令下 大量的炼药材料从系统空间内消失 经过一秒之后 就变成了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完美品质单药 不管是王阶 黄阶 还是尊阶的丹药 全部都是一秒初单 全部都是完美品质 看着这些丹药 林雨不由地双眼放光 这都是一笔一笔的零食啊 毕竟光是购买材料 就花费了200万的上品零食 按照炼药数十倍的暴力 这些丹药最起码也能够卖2000万的上品零食 这可是2000万的上品零食 足够一个舞者 从刚开始踏入修炼意图 然后修炼到归原境了 材料消耗完毕之后 林雨就有些无所事事了 但现在出去的话就有些太吓人了 毕竟他炼制的都是王阶黄阶和尊阶的丹药 其他人炼制起来最起码也得三四天 他这才过了不到一个小时 至少也得等一天之后再出去 林雨撇了撇嘴 玄机神色一动 干脆再去炼药阁购买一些材料炼丹好了 他立即将意识收回本体 来到了24楼的柜台 他这一出现 再次引起了学员的惊呼 所有人看他的目光就跟看怪物一样 而当他再次对工作人员提出 需要大量的炼药材料之后 众人直接就麻木了 刚刚才要了九万份材料 这才不到一天的功夫又用完了 无论众人如何惊讶 林雨毫不在意 他拿到炼药材料之后 就回到炼药房继续炼药 真是无聊的一天啊 又要睡觉 带着无奈的叹息 林雨再次躺在床上睡了过去 转眼间 一天又过去了 林雨再次获得了将近百万颗丹药 可惜了 这都是一些八品丹药 与我而言没什么用处 还是要尽快地提升学员等级才行 林雨将意识投入到天道丹楼的分身上 是时候出去了 现在应该不会太过于惊世害俗了 林雨深吸一口气 带着无数的丹药走出了炼药房 不多时 就有一名化灵镜的强者迎了上来 这是莫言派过来 随时听候林雨差遣的工作人员 大人 这名化灵镜的强者 卑躬屈膝 低眉顺眼 可谓是恭敬到了极点 要知道 在封林城的时候 化灵镜还是整个城的霸主 但在这里 却要卑躬屈膝 像个奴仆一样 由此可见 丹尊和四大谷族 给予的压力究竟有多大 我的丹药炼制得差不多了 你去将莫言叫来 林雨淡淡地说道 啊 这名化灵镜的强者 瞬间就惊呆了 面前这位大人 不是昨天才进入的炼药房吗 这么快就炼制完了 还不快去 难以置信的化灵镜之人 忙不迭地败倒在地 我这就去请莫言大人过来 请您稍等 说完 此人退走了 不多时 同样震惊失色的莫言 来到了林雨的面前 在他的身边 还有另外一个人 是一个国字脸的中年男子 满脸的威严之色 身上一股上位者的气质 显然是久居高位 不过在见到林雨之后 此人的神色 立马变得和善起来 在下是宇文辉 见过大人 中年男子走到林雨面前 抱拳作依 态度谦和 他也并未用临时探查林雨的底细 因为那是一种非常不礼貌的行为 这是我们天道单楼的楼主 大人 一旁的莫言介绍道 林雨文言也笑着拱了拱手 没想到竟是楼主清零 久仰久仰 对于宇文辉这个人 林雨自然是知道的 毕竟他之前就在蓝星主城生活 四大鼓足的大人光临 我岂能不亲自来迎接呢 都怪莫言不懂事 应该早些叫我的 中年男子哈哈一笑 想必大人已经将丹药炼制完成了 不知收获如何呢 宇文辉虽然脸上带着浓郁的笑容 但是心中却不以为然 作为天道单楼的主人 他本身就是单道高手 单道的造诣已经无限接近单尊境界 王阶黄阶丹药对他来说也不难 但是一天就将这么多的王阶和黄阶 甚至还有尊阶的丹药炼制完毕 这也太让人不敢置信了 所以他心中其实是有一点不太相信 面前这位单尊前辈将丹药炼制完毕了的 即便是真的将材料用完了 那也是大概率失败了 材料也白白消耗 如果真是如此 那他们垫付的这两百万上品零食 短时间内可就难以收回了 虽然两百万上品零食 对于天道丹楼来说也不算什么 但同样不是损失了没有任何反应的那种 宇文先生不用担心 我有特殊的炼药技巧 那些材料没有任何的浪费 全部被我炼制成了品质最好的丹药 灵语淡淡一笑 旋即将那些炼制出来的黄阶丹药 和尊阶丹药拿出来 放到了宇文辉的面前 宇文辉对于灵语的话刚出现怀疑 就被面前的丹药吸引了目光 莫言在一边都看傻了 这是黄阶丹药蓄灵丹 而且是完美品质的 这不是黄阶灵药九天玉黄夜吗 也是完美品质的 尊阶丹药竟然全部都是完美品质 看着面前这些丹药 宇文辉双眼暴突 直接当场实话 莫言二人更是如同魂飞魄散一样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如同朽木 宇文先生现在能相信了吗 灵语将丹药收了起来 语气之中带着一丝玩味 看见面前的丹药消失 宇文辉回过神来 脸上爆发出无尽的震撼 大人 您这是怎么做到的 难道您不只是单尊 而是单神 不对啊 就算是单神 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炼制这么多完美品质的尊阶丹药啊 他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灵语 产生道 云梦泽前辈就是单神 他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莫言一脸震撼地站在一旁 没有资格说话 宇文先生 我已经告诉你了 我有特殊的炼药方法 灵语淡淡一笑 可是 具体是什么方法 请恕我不能如实相告了 特殊的炼药方法 大人难不成开辟了新的单道之路吗 短短时间内 炼制出这么多完美品质的尊阶丹药 您掌握的技巧 已经超出了现在的单道太多 大人 您可否收我为徒 宇文辉神色呆滞地发出声音 旋即毫不犹豫地跪在了灵语面前 作为天道单楼的主人 作为一代单皇 在他活过的这些年里面 他从未对人卑躬屈膝过 更别提跪下了 但是今天 为了能够在单道上更进一步 他跪了 他也败了 这一幕 直接让莫言嘴巴大张 下巴都要掉到地上了 抱歉 宇文先生 这种特殊的炼药方法 只有我那够用 其他人都用不了 否则的话 我也想将这种炼药术流传出去 造福天下苍生 毕竟我们蓝星 现在是被侵略的一方 就是要同仇敌忾 可惜的是 我的这个炼药方法 真的是只有我能用 而且 我的单道 并不比其他的单尊强多少 林宇带着一丝遗憾的语气说道 文言 宇文辉心中拔凉拔凉的 他知道 自己和那个神奇的炼药术无缘了 我明白了 大人 带着无比苦涩的神情 宇文辉站了起来 我真的没办法教导你 此事不提 你去将这些单要拍卖了吧 第157章 拍卖会 说着 林宇递出了一个空间戒指 好的 宇文辉神色有些黯然地接过戒指 失魂落魄地离开了 莫言健壮也有些手足无措 你也去吧 林宇摆了摆手 不过 你先给我弄一个进入拍卖场的名额 我等等也去看看 莫言恭敬点头 然后将一个白色玉牌递给了林宇 迅速离开了 不多时 一个重磅消息从天道单楼中传出 瞬间轰动了整个主城 这个消息就是 天道单楼将要举行单要拍卖会 品种相当丰富 其中包含大量的王阶 黄阶 甚至是尊阶的丹药 拍卖会的消息传出后 不进而走 马上就传遍了整个蓝星主城 而拍卖时间就在当晚 这则消息传出之后 无数人的目光落在了天道单楼之上 特别是那些倒台镜 归原镜的强者们 一个个双眼发亮 冒着绿光 甚至还有那些隐居不出的神魂镜 也都纷纷出动 平日里 他们这些人要购买对他们 有效果的丹药 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因为丹药就那么多 但是需要养活的人太多了 典型的僧多肉少 所以他们就只能苦修 靠着时间去一点点的磨 但是今天 天道单楼 竟然拍卖大量王阶以上的丹药 这简直是令人匪夷所思 同时 这也是一个天大的机会 甚至说是机缘也毫不为过 毕竟 一旦得到了急需的丹药 他们很可能会突破当前的境界 成为更加强大的存在 这一次的拍卖会 无论如何 我也要得到我需要的丹药 我要拿出我的全部身家来竞拍 我要得尊接丹药 那些老家伙 一定会全力抢夺 不能有丝毫的大意 整个蓝星主城 无数的强者 朝着天道单楼蜂拥而至 平日里 罕见的归原镜强者 在天道单楼附近 一眼就能看到七八个 那些倒台镜的 就更加不用说了 随便丢块砖头 都能砸死一片 除此之外 还有更多的华灵镜 这一次拍卖会 不只有王阶之上的丹药 还有珍惜的八品到十品丹药 而且数量非常充足 所以 那些华灵镜和丹海镜的人 同样不愿意错过 这一次极好的机会 天道单楼史无前例的 超级拍卖会即将开始 短短半天 此处就汇聚了整个蓝星主城 将近一半的顶尖强者 各大家族的组长 长老 各大商会的会长 强者 甚至上三院的导师们 都派出人手前来 得知这个消息的林宇 只是笑了笑 这个结果 在他的意料之中 而此时此刻 他就端坐在拍卖大厅的 贵宾室之中 看着底下热火朝天的场面 这个巨大的拍卖大厅 分为上下两层 上层是一个个贵宾室 下层则是坐着一些 没什么实力的人 而林宇 就坐在上层的中间位置的 贵宾室中 既能够俯瞰全场 又不会太显眼 这一场拍卖会 四大鼓足的人 会不会派来 前来他不知道 不过想来那些 新高气傲的家伙 也不会来这里的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 涌入拍卖大厅 整个下层变得拥挤起来 人头攒动 人山人海 上层的贵宾室中 也有修为高深的老怪物 陆续进入 有的人是结伴同行 有的人则是遮掩身形 林宇看着下方的人群 忽然神色一动 他听到了一些熟悉的字眼 听说没有 不久之前 紫吉城有一个 兵林族的天地强者 撕开时空裂缝降临 那么大的事情 我当然听说了 据说死了很多人 真的惨 是啊 但是紫吉城最后 既然没有被灭 就让人匪夷所思了 这个我也知道 那个兵林族天地强者 这么大费周章地过来 不会就为了杀人吧 哼哼 你们这就不知道了吧 那个兵林族天地 虽然没杀多少人 但是却留下了 大量的六阶七阶 甚至还有八阶的异首 那这样的话 紫吉城就更加 不可能幸免于难了 那是因为 有一位名为林宇的 神魂进强者 路过紫吉城 力挽狂澜之下 这才拯救了紫吉城 林宇 好像跟四大谷族的 那个废物少主是同名 那是自然 听说修士联盟 和上古八族之中的李家 都在寻找 这位神魂进强者呢 交谈的几人侃侃而谈 丝毫没有发觉自己的谈话 被林宇完全听了去 另外一边 林宇也收回了林石 修士联盟也在找我 希望念锋嘴严实一点 不然就有些麻烦了 还有那个李家 紫吉城的云家 是他们的附属家族 死犯派人来找我 肯定不是为了感谢我的 一边思索 林宇一边将目光 看向下方的拍卖台 一个身穿包囤裙的火辣女子 走上了拍卖台 诸位贵客 欢迎参加此次的拍卖会 女子声音娇滴滴的 让人听了 就觉得骨头发痒 酥酥麻麻的 很是舒服 想必大家也不想听我说什么废话 下面我们就开始拍卖 第一件拍卖品 七万五千枚完美品质的八品丹药 三洋零水丹 伴随着女人酥麻的声音 一个工作人员带着丹药上了台 一个巨大的托盘上 摆放着几十个小瓶子 下面的近拍者见状 也不禁多看了一眼 八品丹药的确没有什么稀奇的 但是如果前面 再加上完美品质这几个字 那就不一样了 而且别的不说 光是这个数量 听上去就骇人听闻 这七万五千枚完美品质的三洋零水丹 分为七十五组拍卖 所有人都可以进家任意一组 天上的火辣女子宣布了规则 此言一出 众人顿时欢呼雀跃 特别还是那些在下层的人 八品丹药正适合他们 但是全部一起拍卖的话 他们又拿不出那些多钱 不过分为七十五组 压力就小了很多了 每组近拍底价 五百上品零食 每次加价 不得少于一百上品零食 这时 台上的火辣女子用 极为诱惑的声音说道 拍卖正式开始 在她话音刚落 无数人开口竞价 我拍第一组 六百上品零食 我拍第二组 五百上品零食 我也拍第二组 六百上品零食 转眼间 七十五组丹药 都有人出价 并且在一秒钟之后 每一组的丹药 就出现了第二轮 第三轮的出价 众人喊价的声音 此起彼伏 连成一片 喧闹的竞价 持续了整整五分钟 每一组丹药的价格 都在这样疯狂的喊价中 飞速上涨 一般情况下 一枚八品完美品质的价格 也就在两枚上品零食左右 一组丹药一千枚 也就是两千上品零食 但此时 每一组丹药的价格 已经飙到了三千上品零食 并且还在不断上涨 这一幕 看得淋雨是一愣一愣的 时间流逝 又过了几分钟 竞价的声音 才逐渐平息下来 每一组丹药的价格 也稳定在了 四千上品零食左右 这个价格相比起 市价贵了百分之二十 但是这完全在可控范围内 因为八品的完美品质丹药 都是有价无市的 想买也买不着 所以贵个百分之二十人们 完全能够接受 第一件拍品成功拍出 接下来 同样是完美品质的丹药 七万五千枚 台上女子的声音再次响起 但是这一次拍卖的是 八品丹药五行复旋丹 她话音一落 整个拍卖大厅 瞬间又沸腾起来 卧槽 怎么又是完美品质的 八品丹药啊 那我岂不是血亏 第二件拍品的价格 肯定没有第一件高啊 众人议论中 又有工作人员 将丹药端了上来 在台上女子的主持下 又一次热火朝天的竞价开始了 不过显然 没有第一件拍品的均价高了 这一轮之后 众人都以为 高阶丹药即将上场 但是他们万万没想到 下一次拍品 竟然又是同样的八品丹药 不过却是不同种类 他们惊讶之中 还是拼了命的竞价 接下来的十几件拍品 竟然全部都是八品的完美丹药 并且每一种丹药都不相同 众人的热情并没有因为这样 而减弱太多 没想到 光是八品的丹药 就掀起了如此大的反响 凌羽的嘴角缓缓勾起 她很期待 当那些高阶的完美品质丹药出现后 又会是一种怎样的场面 第158章 热火朝天的拍卖会 凌羽期待的场面 并没有让她等太久 最后一种八品丹药拍卖完毕之后 台上的美女 特意让众人歇歇了片刻 而这也让所有人都隐隐感觉到 接下来的拍品 应该就是这一次拍卖会的重磅 中场休息的时间并没有太长 很快 美女主持 那妖娆的身影 再次出现在了拍卖台上 接下来的拍品 应该是今晚拍卖会的主题了 美女调动了一下气氛 然后让人 将品牌用红布掩盖 放在托盘上乘了上来 这一次的拍品 食品完美品质丹药 泰玄荣灵丹一千枚 伴随着美女主持的介绍 下面的人发出了 珊瑚海啸般的轰动 竟然是食品丹药中 最好的修炼丹药 泰玄荣灵丹 你听到重点了吗 都是完美品质的 拍卖还没开始 众人就开始摩拳擦掌 特别是那些遇到瓶颈 需要突破境界的人 更是双眼爆发出金光 一千枚泰玄荣灵丹 分为五十组拍卖 每一组二十枚 底价一千上品零食 每次加价 不得少于五十上品零食 竟拍开始 美女主持人的声音 响彻全场 众人开始疯狂抢夺 我出一千一百 我出一千二百 都滚开 我出一千五百 我擦 还以为你还加多少呢 老子出两千 眨眼间 一组的价格 竟然超过了四千上品零食 到了最后 已经飙升到了七千上品零食 要知道 七千上品零食虽然不多 但是泰玄荣灵丹 只是食品丹药 在泰玄荣灵丹之后 又是各种各样完美品质的食品丹药 一众舞者激动的都快疯了 一个个争抢的面红耳赤 都快打起来了 若不是此处是天道丹楼 估计马上就会演变成混战 在经过激烈的竞价之后 所有完美品质的食品丹药 全部拍卖完毕 价格都是六千上品零食以上 紧接着 王杰丹药出现了 依然全部都是完美品质的丹药 完美品质的王杰丹药一出现 全场哗然 即便是坐在上层的那些尊贵强者们 也纷纷瞪大了眼睛 王杰完美品质的丹药 而且数量还是如此多 这就让他们有些难以置信了 天道丹楼之前放出来的消息 只有丹药的种类 并没有说清楚品质 想不到王杰丹药也是完美品质的 这一次 天道丹楼的手笔也太大了 是啊 这场拍卖会 一定会被载入史册的 众人议论之际 拍卖又开始了 这一次拍卖丹药的主力军 变成了倒台镜和归原镜 华灵镜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过过眼影 镜拍到王杰丹药的人 欣喜若狂 与丹药失之交臂的人 则是哀声叹气 而到了这时 从一开始到现在 都稳如老狗的各方大佬们 也开始活跃起来 因为他们知道 王杰丹药之后 就是皇杰和尊杰丹药了 皇杰丹药 即便是对神魂镜的强者 也是有用处的 而尊杰丹药就不用说了 直接对标神魂镜强者的 每一枚丹药 都是极为珍贵的东西 果不其然 美女主持宣布了 接下来的拍品 皇杰丹药 至极丹 一百克 全部都是完美品质 话音刚落 全场掀起难以置信的声音 珊瑚海啸不外如此 完美品质的皇杰丹药 怎么可能 究竟是什么人才 能够炼制出 完美品质的皇杰丹药 恐怕只有 单神云梦泽了吧 但是 这么多完美品质的皇杰丹药 不可能全部都是云前辈炼制的 若不是云梦泽 还有其他人能够炼制 众人心中惊骇不已 纷纷猜测 这些丹药的来源 是不是蓝星唯一的单神云梦泽 坐在贵宾室中的淋雨 听到众人的议论 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在无数人的惊骇中 完美品质的皇杰丹药 开始了拍卖 这一次 也只有归原镜和神魂镜的老怪 才能够有资格竞拍了 九转龙闲丹 我出五万上品零食 五万上品零食 你想买一枚完美品质的皇杰丹药 你快洗洗睡吧 我出十万 二十万 一种归原镜巅峰 散发着强大的气息 对皇杰丹药开始了争抢 甚至还有神魂镜的强者 加入了竞争 实力到了他们 这个层次 基本上不会怎么缺钱 全力以赴之下 价格很快就来到了五十万上品零食 这个价格远超淋雨的预计 原本以为皇杰的完美品质丹药 最多也就是二十万上品零食一枚 没想到 现在翻了一倍不止 淋雨心中生起一抹欣喜 如此一来的话 我距离系统升级 又前进了一步 这时 台上的美女主持声音再次传来 接下来就是本次拍卖会的压轴拍品 完美品质的尊阶丹药 阴阳龙玄丹 她话音一落 整个拍卖大厅 瞬间变得鸦雀无声 短暂的沉寂之后 就像在平静的湖面 投入了一颗巨石一般 什么 天底下 竟然有尊阶的完美品质丹药 皇杰的勉强还能够理解 但是尊阶的完美丹药 是怎么回事 是啊 即便是丹神云梦泽 也炼制不出完美品质的 阴阳龙玄丹啊 这到底是谁炼制的丹药啊 难不成我们蓝星上 还有人达到了 丹神之上的传说境界吗 天到丹楼 我们需要一个答案 这些丹药是何人炼制 从何而来 全场数十万的舞者 纷纷露出惊骇的神色 每一个人都目光灼灼地 看着拍卖台上的美女主持人 但是 她只是一个负责拍卖的人 怎会知道 是谁炼制的呢 这个世上 除了林宇自己 再无一人知道这些丹药 是谁炼制的 被数十万双眼睛看着 即便台上的美女主持 身经百战 也还是头皮发麻 委托我们天到丹楼的炼药师 不允许我们透露身份 但我知道 此人绝不是丹神云梦泽 这个回答一出 众人瞬间如雷轰顶 丹神云梦泽是蓝星公认最强的炼药师 现在竟然出现了一个神秘人 在丹道的造诣超过了云梦泽 丹神之上的境界 直接在紫卫大陆才有 人族当真是要顶上了吗 竟然出现了一个丹神之上的境界 这是何等的天才 这是怎样的妖孽 片刻之后 无论是谁 都是我蓝星之性 人类之福 这位大人不愿意透露姓名 定有其用意 继续静拍 拍卖回上方 突然响起了一道沧桑的声音 这道声音的响起 让上层的那些老怪 七七变了颜色 天道丹楼的守护者 实力竟然如此强悍 林雨皱着眉头 抬头看向上方 这道声音响起 众人大部分的思绪 顿时回到了镜拍上 无数人的目光 紧紧盯着台上的女人 吓得她马上就让人 把尊阶丹药拿了上来 第159章 拍卖会结束 这一次拍卖的尊阶丹药 总共有四种 每一种有五枚 一共二十枚 第一种丹药 阴阳龙玄丹 这种丹药夺天地造化 传闻服下之人 能够浴火重生 破获力 之前有人在 生命垂危之际服下 竟然一举突破了神魂境 台上的美女声音 激动地介绍拍屏 她主持这么多场拍卖会 还是第一次拍卖 如此珍贵的丹药 光是提成 就能让她收获颇丰 而比台上的美女 更加激动的 便是那些 专门为了遵接丹药来此的 归原境巅峰 和神魂境的老怪物了 整个拍卖会 无数人激动的情绪 几乎连空气都燃烧起来 在如此热烈的氛围中 压轴拍品 遵接丹药 正式开始竞拍 这一次 只有强大的归原境巅峰 和神魂境强者 才有资格参与进来 除此之外的人 都要靠边站 作为金字塔顶尖的任务 这些人聚集了 不知道多少财富 阴阳龙玄丹 我就是为了他来的 此丹我势在必得 我出一百万上品零食 哼 一百五十万上品零食 萧老怪 你都要入土为安了 留给我们这些人不好吗 我出二百万上品零食 众多神魂境大佬纷纷出手 短短时间内 竟然冒出了二十几个 紧接着 一个个令人目瞪口呆的价格 从他们嘴里面喊了出来 语气清风至极 仿佛并不是在参与拍卖 而是在菜市场买菜一样 同时 灵羽一张脸 几乎笑开了花 他原本以为 能有个七八个神魂境来参与 已经不得了了 没想到这一次 竟然一下子炸出来二十多个 要知道 尊接的丹药 总共就只有二十枚 这二十多个神魂境的强者 至少有七八个 是抢夺不到尊接丹药的 难道这一次 真的要发了 灵羽忍不住笑了起来 拍卖大厅中 一个个气息磅礴的 神魂境强者不断地抬价 为了一枚尊接丹药 不惜怒砸百万上品零食 而对于众多神魂境的竞价 有极个别见识短浅的人表示不解 他们明明这么强大 为什么不直接出手抢夺呢 抢夺 你是傻逼吗 先不提天道丹楼的守护者 光是炼制出这些丹药的那位神秘人 他们就不敢惹 比丹神云梦泽还要强悍的存在 强 就是 搞不好还没等他们出手 就死在了这两位大人手中了 接下来 在神魂境强者疯狂的抢夺之中 灵羽炼制的二十枚尊接丹药 全部都拍卖了出去 因为尊接丹药的稀少 所以每一颗丹药 都拍出了二百万上品临时的恐怖价格 而这场史无前例的拍卖会 也在最后一枚尊接丹药近拍结束后 结束了 我总算是知道 那些商家 为什么要搞一个饥饿营销了 灵羽的脸上 浮现出一抹难以掩饰的兴奋 玄机看着收场的一幕 灵羽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 朝着拍卖大厅之外走去 走出拍卖大厅后 灵羽并没有直接去找 天道丹楼的楼主宇文辉 因为她知道 那些神魂境强者 在拍卖结束之后 肯定会去找宇文辉询问她的信息 甚至 干脆就守在那里 等着她去取拍卖所得的灵食 因此 在拍卖会开启之后 她联系了宇文辉 将灵食交付的方式 便通了一下 一个小时之后 灵羽的身影 出现在了一栋茶楼之中 等待片刻后 莫言出现将一枚空间戒指 恭恭敬敬地递给了灵羽 随后莫言悄然离去 灵羽也收回了自己的分身 卧槽 真的爽歪歪了 加兰学院中 炼药阁24的炼药房中 传来一阵狂笑 炼药房中 灵羽看着自己的资产 一下子暴涨 整个人都激动得都快跳起来了 这一次 天道丹楼只拍卖了完美品质的丹药 剩下的丹药 全部都按市价收购 而拍卖所得的灵食 扣除税费之后 到手的 还有2000多万上品灵食 再加上之前 被天道丹楼收购的其他丹药 以及灵羽之前剩下的灵食 她现在拥有的上品灵食 已经达到了3000多万 系统 存入灵食 灵羽心念一动 身上拥有的灵食瞬间消失 刹那间 系统面板上 就多出了3000多万上品灵食 如此多的灵食 恐怕那些神魂镜的老怪 都不曾拥有 可惜了 这种收割韭菜的方式 只能用一次 若是再来一次的话 会引起怀疑 而且 那些人身上的灵食 也差不多了 算了 等到时候自动炼器功能解锁了 炼制武器 再割一波韭菜 灵羽思索之际 立即下达了升级系统的指令 叮 消耗1000万上品灵食 系统提升到10级 所有功能增加一级 获赠新的功能 缺一一刻 叮 恭喜你将系统升级到10级 获得新功能的激活权限 三条系统提示 让灵羽眉开眼笑 她辛辛苦苦这么多天 为的就是今天这一刻 想看看 这个缺一一可是什么东西 灵羽立即查看起 关于新功能的信息 缺一一可是在炼制单药时 可以缺少任意一种材料 出单品质和出单数量不变 卧槽 缺少一种材料都可以炼单 灵羽双目瞪大 目光灼灼 尼玛这是炼药术吗 这是魔法吧 炼药材料中 炼药的主材料是最重要的 但是其他材料也是缺一不可 一旦缺少某种材料 炼单必定失败 但是现在灵羽竟然获得了 缺一可这种变态的能力 直接就让她呆住了 片刻之后 她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系统本身就是变态的存在 激活这样的功能也没有那么不讲道理了 灵羽将注意力放在了系统的余额上面 此时 她还剩下2341万上品零食 完全可以再将全部的功能再升级一遍 系统 将全部功能升级 激活自动炼气功能 定 全部功能已升级 共消耗1500万上品零食 定 自动炼气功能已激活 目前自动炼气功能为一级 只能炼制黄阶高级以下的武器 定 恭喜你获得了附赠功能 炼气同步 武器识别 一连串的系统提示过后 灵羽正兴奋时 忽然感觉一股信息灌入了脑海 第160章 尊阶武器 自动炼气功能 大致上这个功能和自动炼丹差不多 只需要准备材料 系统就可以自动炼制出每个等级中品质最好的武器 但是 炼制武器并不需要什么配方 而是根据材料 随机炼制出武器 除此之外 自动炼气功能会赋予我相应的炼气水平 兵器识别功能 则是赋予我识别天下所有兵器的能力 低至黄阶低级 高至神兵 圣气仙气 甚至是更高级的兵器 灵羽慢慢消化 这灌入脑海中的信息 旋即他嘴角一勾下达了命令 系统 给我升级自动炼气功能 叮 消耗100万上品零食 自动炼气功能提升到8级 可炼制遵级及以下武器 系统提示音响起 灵羽脸上一阵激动 嘿嘿 没想到竟然可以直接升到8级 我目前的最大战力相当于神魂镜 但是武器一直跟不上我的修为进度 现在可以自己炼制了 想到这里 他立即去储物空间中寻找炼气材料 不过这一番搜寻之后 灵羽发现自己并没有遵级所需的炼气材料 他的系统空间之中最好的炼气材料 就是上次在紫集城斩杀的那一头七阶一兽 既然如此 那就炼制黄阶武器好了 灵羽摸着下巴 忽然神色一动 之前杀掉季春明的时候 好像收获了一把黄阶武器 叫做尘封游龙剑来着 若是足够用的话 就暂时将就一下 如果不能的话 就将其当做材料给容了 灵羽嘴角一勾 一番搜寻之后 从系统空间找到了那柄尘封游龙剑 兵器识别 心念一动 尘封游龙剑的所有信息呈现在眼前 这柄剑是初级黄阶武器 剑刃风锐 归原镜以下之人 甚至不能直视 但可惜的是 炼制出这把武器的人 造诣也就那样 这柄剑用了大量的珍稀材料 甚至有一种尊阶材料 但最终却只炼制出了黄阶武器 完全是暴殿天物 融了融了 灵羽撇了撇嘴 直接将这柄长剑定位成了炼器的材料 随后他从之前 收获的战利品之中 挑选出各种强大异兽的 爪牙骨骼利角和一些珍稀的矿石 系统 将这些材料炼制成一把剑 随着灵羽的指令 选定的各种材料立即消失 爹 你获得了初级尊阶武器金红型号1 系统提示响起 灵羽立即感觉到 自己的储物空间 多了一柄散发着强大气息的武器 没想到竟然炼制出了尊阶武器 虽然说是初级 但是却也比黄阶武器强了 不止一个档次 灵羽双眼发光 立即将刚刚炼制出来的金红拿了出来 刹那间 一道无比凌厉的剑光绽放 周围的墙壁 在这自然散发的剑光下 竟然出现了一寸寸的剑痕 灵羽神色一动 立即将灵力以及精神力涌入剑身 将其炼化 金红被灵羽炼化之后 便在灵羽的控制下 渐渐收敛了夺目的剑光 这个时候 灵羽才能够仔细地打亮一番 此时此刻 它变成了一柄晶莹剔透 散发着淡淡光运的长剑 长剑的造型很精致 虽然没有什么复杂的花纹或者装饰 但就是给人一种很惊艳的感觉 通过兵器识别功能 灵羽一眼就看透了金红 它是由大量的黄阶材料铸造 由量便产生了质变 突破了黄阶武器的稚骨 成为了一柄强大的尊阶武器 而它的能力只有一个 那就是追求极致的破坏力 杀伤力 无坚不摧 破防能力直接拉满 但是对方的防御等级 如果超过了这柄剑的极限 它就永远也破不开别人的防御 虽然只是初级尊阶武器 但已经很不错了 用这把武器进行实战的话 在吞噬分身的情况下 即便面对那些神魂镜的老怪物 捕摸着手中的长剑 凌羽的嘴角浮现出满意的微笑 是时候离开这里 找书星导师学习新的炼药术了 蓝星组成的炼药材料 倒是被我搜刮了一遍 但是这嘉兰学院的炼药阁还没有呢 看了一眼天花板 凌羽黑黑一笑 收了惊鸿打开炼药阁的门 往楼下走去 一路上 不停地有人投来好奇 或者仰慕的目光 个别学员还悄悄地 跟在凌羽的身后 他们想看看 凌羽是不是真的 把那些炼药材料消耗完了 真是一群无聊的人 凌羽撇了撇嘴 来到检测门面前 直接穿了过去 检测门毫无反应 这让那些跟在凌羽身后的人 顿时瞠目结舌 据说他一共买了 二十多万份的炼药材料 这才多久啊 就用完了 这特么是人 我递个乖乖 若不是之前有人跟他赌斗 并且输给了他 我是不可能相信的 在众人震惊的交谈之中 凌羽离开了炼药阁 前往舒心的小别墅 然而 当他走到一段寂静的小路的时候 一行熟悉的身影拦住了他 竟然是八足八傻 和陈鸣万宏等人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陌生的男子 胸前佩戴着一个白金徽章 不过 虽然同为白金学员 万宏却是和其他人 规规矩矩地站在他身后 一副谄媚的样子 哼 又有人上来送脸了 凌羽脸上浮现出一抹冷笑 停下了脚步 凌羽同学 你好 那名白金学员面带微笑 上前拱手行礼 我是李无缺 西山李家之人 李无缺 上古八足的人啊 怎么 是来帮你们李家找回场子的 听到凌羽的话 李无缺也不恼怒 脸上的微笑都没有减弱半分 凌羽同学说笑了 你是书星导师的弟子 单到天赋逆天 我等岂能比得上 我李无缺虽然是白金学员 但也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其实我原本打算去24楼拜见的 却没想到 再次偶遇了 凌羽眉头一挑 不是来找麻烦的 那你们找我是干嘛的 李无缺深吸口气 抱拳道 自然是带着他们来旅行赌约的 说完 李无缺淡淡地扫了一眼 身后的八足八傻 八足八傻包括陈明万红在内 全都脸上带着苦涩 走上前来 见状 凌羽脸上露出古怪之色 这些家伙毁掉赌约的时候 还有恃无恐 现在竟然被带过来旅行赌约 这是唱的哪一出 第161章 上古八足 就在凌羽神色古怪之际 凌羽学长 之前是我们错了 对不起 我们向你道歉 八足八傻等人 排成一排 对着凌羽 齐齐鞠躬道歉 哦 凌羽饶有兴趣地说道 我们的赌约 好像不只是一个道歉吧 此言一出 八足八傻等人脸上 顿时一阵青红交加 哼 李无缺突然冷哼一声 八足之中的李家之人 顿时浑身一阵 连忙抬起手 对着自己猛扇巴掌 其余的人 见状也抬起手扇自己巴掌 啪啪啪啪 八足八傻 加上陈明万红一共十人 全部开始疯狂地抽自己耳光 一阵阵响亮的耳光 此起彼伏 不断地传开 而且 他们竟然不止打了三个耳光 而是一直打 脸都打肿了 还没有停下来 一群顽固子弟 突然转性了 凌羽脸上浮现出一抹讥讽 目光落在了李无缺的身上 这些家族后辈管教不严 竟然冒犯到了凌羽同学头上 今日我带他们过来道歉 凌羽同学不说停 那就不停 好 那就不要停 凌羽脸上的几分之色 越加浓郁 并且迈开脚步就要离开 他这一番举动 立即让正在打耳光的十个人 一脸蒙比 这是什么操作 这特么的 和说好的不一样 不应该是看在自己的诚意上 大度地选择原谅吗 凌羽同学 李无缺也没想到凌羽会这么说 愣一下之后 连忙拦在了凌羽的面前 并且 他对着八足八傻等人 使了一个眼色 那十个人有些松懈的动作 立即变得勤快起来 啪啪啪啪 凌羽叹了口气 说吧 找我什么事 在连绵不绝的耳光声中 凌羽淡淡地说道 我可不相信 你们这些世家子弟 会无缘无故地来跟我道歉 李无缺朗笑一声 实不相瞒 家主想要见见凌羽同学 只不过这几个没长眼的东西冲撞了你 所以 凌羽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你们家主想要见我 可我为什么要去 家主其实是想要亲自向凌羽同学道歉的 并且 家主还准备了丰厚的陪礼 只不过嘉兰学院不允许学员之外的人进入 所有才没有过来 李无缺政策道 如果是一般的陪礼 我就直接带过来了 但是那个东西 实在太重要了 很重要的东西 甚至觉得 放在你身上 都不安全 凌羽脸上露出一丝玩味 如此珍贵的东西 你们家主要送给我 你当我傻吗 当然不是 凌羽同学拥有金氏财情 家主以及其他七家的家主 都心怀诚意 想要跟凌羽同学一见 李无缺神色诚恳 来到凌羽身边小声地说道 那件东西 跟紫薇大陆有关 当然更具体的 我就不知道了 凌羽成因少许 跟风铃族有关吗 那就跟你走一趟吧 现如今 整个蓝星上 能够对凌羽产生威胁的人已经不多 无非是四大古族的那些天地老不死的 上古八族之中 顶多就是神魂境巅峰 半步天地而已 这种实力 在凌羽底牌 全出的情况下 他若想走 没人能够拦得住 真是太好了 李无缺看见凌羽答应 顿时欣喜不已 八族八傻等人 也是无比激动 凌羽既然决定同网 那就代表原谅他们了 只是凌羽接下来的话 却让他们透心凉 我们走吧 不过这几个家伙 就留在这里打耳光吧 打满一整天 打满一整天 八族八傻等人 双目一凸 瞬间就要爆发 从小到大 他们何曾受过这种屈辱 可是李无缺说话了 那就让他们打满一整天 李无缺满脸微笑 只要凌羽同学能解气 别说一天 三天都行 实际上 对于八族八傻等人 李无缺也是极度看不起的 虽然这里面有他的亲弟弟 但是顽固就是顽固 身为上古八族的人 竟然还要靠关系 进入加兰学院 真是丢人现眼 因为 李无缺对于自己的弟弟 一向是颇为不齿 打三天就算了 凌羽看了一眼 八族八傻等人 走吧 在拍卖行 见过了那么多的神魂镜大佬 对于八族八傻这种小人物凌羽 真的是懒得计较那么多了 凌羽同学 这边请 说着 李无缺看也不看 八族八傻等人 走在前方带路 留在原地的八族八傻等人 欲哭无泪 却不敢不执行惩罚 于是他们就站在原地 抽打自己的耳光 惹来了大量的学员驻足观看 原本周围没人 他们都受不了耻辱 此刻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们更是羞愧地想要自杀 另外一边 凌羽和李无缺 离开了嘉兰学院 坐上了一辆豪华的飞行器 穿过繁华的街道 来到了一个座茂盛的城中山 这是一座被钢铁丛林包围的自然山峰 跟紫集城绝明山类似 只不过面积大小大了十倍不止 这就是上古八族所在的西山 虽然是八个家族共同的属地 但真的是大 看着庞大的西山 凌羽不由地挑了挑眉 紧接着 灵气飞行器直接飞进了西山 在一片连绵不绝的豪华建筑中降落下来 灵气飞行器的门一打开 凌羽就看到了一群老者和中年人 这些人一个个身上的气息强大 最次都是归原境的实力 站在最前方的是八个非常强大的神魂镜强者 他们每一个人或是货真价实的神魂镜强者 特别是那个为首之人 身上的气息深不可测 灵雨心念一动 洞察之眼开启 李光耀 竟然是神魂镜一层 这些家族很可能还藏有底蕴 说不定还有更强大的强者 灵雨心中思绪转动 脸色却是从容不迫 灵雨小友 欢迎来到西山 李家家主 李光耀面带和善的微笑说道 其他的人也纷纷面带微笑 对着灵雨点头示意 你好 李家主 灵雨淡淡一笑 下了飞行器 至于礼物缺下来之后 就走到了那些人之间 灵雨小友 此处并非是谈话之地 请跟我来 李光耀哈哈一笑 对着灵雨做出了请的动作 灵雨点了点头 跟着李光耀 来到一个非常恢红的大殿之中 这里是同气连之的 其余七大家族共同待客之地 一般情况下 只有非常最贵的客人 到来这里才会开启 由此可见 上古八族对于灵雨 的确是非常的重视 大殿中寒暄了几句 灵雨开门见山地说道 李家主请我来此 究竟有何贵干 李光耀脸上带着善意 近日家中几个混账得罪了小友 老夫是特地为此想向小友道歉的 说着 站起身对着灵雨微微鞠躬 他这一举动 顿时让在场所有人都心中一惊 他们知道 李光耀非常看重灵雨 却没想到到了这种地步 不过众人惊骇 灵雨却是神色淡然 李家主的诚意 我只看到了一部分 这话一出 许多人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这个灵雨太自恃甚高了 一名神魂敬强者 给一名晚辈公身道歉 竟然还是一部分的诚意 第162章 没控制住 但是对此 李光耀却是一点都不生气 哈哈 道歉确实只是一部分 李光耀坦然地笑着 玄机拿出一枚空间戒指 递给了灵雨 这里面不仅有足够多的零食 还有一样 小友必定会感兴趣的东西 此言一出 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齐在这枚戒指之上 灵雨看着众人的神色 就知道 这些人也不知道 里面有什么东西 不过灵雨并没有接过戒指 反而是看着李光耀说道 正所谓无功不受禄 李家主还是说说真实的目的吧 灵雨挑着眉头说道 我想请灵雨小友 加入西山上古八族 成为我们的客亲长老 而我们西山上古八族 将会倾尽一切资源 培养灵雨小友 李光耀神色郑重地说道 灵雨小友的丹药天赋 甚至远超丹神云孟泽 有我们的支持 定然能够达到丹神之境 丹神 灵雨嘴角一勾 露出笑容 丹神算什么 他现在连圣品丹药都能够炼制了 虽然说神品圣品的丹药单方 太过珍惜他现在一个都没有 但这不妨碍 他拥有堪称逆天的炼药术 当然 李光耀自然不可能知道 炼药术已经达到了圣品 不错 灵雨小友可知 就在近日天道丹楼举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拍卖会 这场拍卖会参与的人数足有几十万 不说归原境 光是神魂境的强者就到了二十几个 他们都是为了你珍贵的遵接丹药而来 由此可见 那位炼制出了炼制这些丹药的存在 究竟是多么崇高 说到这里 李光耀目光灼灼地看着灵雨 灵雨小友 应该也想成为那样的存在吧 灵雨 我想成为我自己吗 这个问题问得好 李光耀见灵雨不说话 还以为他沉浸到了未来的光明中 不由得露出喜色 趁热打铁说道 那只是尊阶丹药啊 就足以让神魂境强者放低姿态 小友若是能够加入西山上古八族 成为我们的克卿长老 必定能够成为蓝星上第二个丹神 而我们西山上古八族 也能够跟灵雨小友互惠互利 更上一层 李光耀越说双眼越亮 若是小友点头 这枚空间戒指中 来自紫微大陆的单道典籍 就是你的 话音刚落 众人纷纷哗然 原来那空间戒指中重大的宝物 竟然是单道典籍 而且 李光耀口口声声说 灵雨成为克卿 必定能够晋升为单神 就说明 这个单道典籍 绝对是神籍 神籍的单道典籍 来自紫微大陆的神籍单道典籍 灵雨神色一动 这么珍贵的东西 你们是从何处寻来 李光耀眼中光芒闪烁 四大鼓足 鼓足 灵雨心中恍然 表面上却是疑惑不解 实际上 四大鼓足将这单道典籍 给了我们 西山上古八族 就是让我们代为寻找单道天才 李光耀继续说道 若是灵雨小友答应 四大鼓足 也将成为小友最强有力的支持 那么 这个四大鼓足 是哪个家族 灵雨问道 李光耀回答 灵家 果然如此 灵雨心中冷笑 拱手道 多谢李家主美意 请书在下不能答应 此言一出 所有人瞬间如雷轰顶 灵雨拒绝了 他竟然拒绝了 人族第一世家灵家的支持 正常来说 不是应该感激替灵 欣喜若狂吗 怎么会如此干脆地拒绝了呢 众人心中震动 完全不理解 灵雨为什么要这么做 灵雨小友 你为何要拒绝啊 加入我们 就可以得到数不尽的资源啊 而且 你是因为灵家拒绝的 那可是人族第一世家 上三院的战天院 就是灵家掌控的 李光耀同样瞪大了双眼 他也没有想到 竟然是这个结果 四大鼓足虽然好 但是嘉兰学院 足够我发展了 不一样的 小遥 嘉兰学院的资源 你需要去竞争 但是我们的资源 是任你挑选的 李光耀深吸口气 有些急促地说道 他在听说了灵雨的事迹之后 当即就下定决心 要招揽灵雨 当然不会轻易放弃 天下间没有白吃的午餐 我从你们这里拿到了多少 就要付出多少 并且 我以后成为你们的附庸 我这个人咸云也喝惯了 不喜欢屈居人下 灵雨面色淡然 只要是涉及到灵家的 他就不想参与 对于那个人族鼎盛的家族 他是半点兴趣都没有 你 李光耀被灵雨再次拒绝 震惊渐渐化作恼怒 他可是一名神魂近五层的强者啊 即便是在整个蓝星 都是站在金字塔顶尖的人物 他给了如此多的诚意 却被灵雨拒绝 这跟热脸贴冷屁股 有什么区别 几个呼吸后 李光耀脸上的笑容逐渐消散 一股冰冷的气息扩散开 同时 西山上古八族的强者们 也纷纷放出气息 对着灵雨压了过来 软得不行 现在准备来硬的是吧 看着恼怒不已的李光耀 灵雨嘴角浮现出一丝淡淡的冷笑 自从上次斩杀季春明之后 他的分身早已经冷却完毕 现在灵雨拥有十一个分身 只需要吞噬一半 他就可以吊打在场的所有人 李光耀狠狠地吸了一口气 妄图以强大的战力逼迫灵雨答应 就在这时 伴随着一阵肆无忌惮的狂笑 一个肌肉光头男走进了大殿之中 此人浑身没有毛发 肌肉凸起 犹如一块块僵硬的大理石 他的双眼呈现出猎豹一般的金色瞳孔 里面蕴含着神秘莫测的光彩 无败金尊 灵无败 见到此人 李光耀立即惊骇失色 连忙攻身行礼 其他西山上古八族的人 也是瞬间呼吸急促 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 迅速跪在地上 灵无败 灵雨双目微缩 此人他在灵家的时候见到过 是成名已久的神魂镜强者 听说一百多年前 就已经是神魂镜八层的绝世强者了 即便放在灵家 也是中流砥柱的实力 不过他现在乔装打扮了一下 根本不是以之前的形象识人 所以灵无败认不出自己 灵雨神色淡然 一边思索 一边打量着灵无败的神色 这时 不愧是 你以一己之力 拯救紫吉城的强大神魂镜强者 灵无败大步走向灵雨 大笑道 此等意志 此等气魄 此等格局 我灵某敬佩不已 他话音一落 西山上古八族的所有人都瞬间呆滞 包括李光耀 也是一脸目瞪口呆的看着灵雨 谁都想不到 眼前的灵雨 竟然是那个 在紫吉城力挽狂澜的强大神魂镜 紫吉城的事迹 他们都知道 毕竟那里可是降临了一尊 兵灵族的天地强者 但是他们万万想不到 面前这个嘉兰学院的灵雨 竟然就是 在紫吉城 斩杀了数十头七阶一兽的强者 这 李光耀双瞳皱缩 脸上立即不满惊恐之色 他刚才竟然敢对一位 如此强大的神魂镜发怒 而且还想要威逼人家 加入上古八族 这完全是做死的行为 灵雨前辈 老朽有眼无珠 还请前辈恕罪 李光耀想也不想 马上恭身道歉 那些上古八族的人 也是满脸惊慌 纷纷一败到底 惊恐求柔 其中李无缺满脸呆滞的 被人裹挟着道歉 整个人已经陷入了当机状态 他口口声声称呼同学的灵雨 竟然是一位实力强大的神魂镜 你是怎么知道的 灵雨面对灵无败 神色从容 灵无败哈哈一笑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 能够在这里碰见 都是巧合 缘分啊 灵无败打量着灵雨 目光中带着浓郁的好奇 表面上看 灵雨身上只散发着淡淡的归原镜修为 但是她的真实战力 却是达到了恐怖的神魂镜 或许是使用了 某种掩盖气息的法门 可是她的年龄真的不到20岁 外貌可以伪装 但是古灵不可能伪装的 这灵雨 到底是用了什么办法 才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 修炼到神魂镜 我修炼了足足800年 才达到神魂镜巅峰 她的成长速度 放在凡人眼中 无异于一个婴儿落地 就长成了大人 脑海中思绪流转 灵无败眼眸深处 渐渐诞生了一丝震撼和贪婪 而除此之外 还有一丝忌惮 顿了顿 她刚要说话 忽然间灵雨身上 传来了一阵突破的波动 什么 灵无败的李光耀等人面色一惊 发现灵雨的灵气波动 竟然从归原镜三层 变成了归原镜四层 不错 就在刚刚的系统提示中 灵雨直接突破了 其实灵雨自己也蛮惊讶的 不过稍加思考 她就明白了 这是七千倍修炼速度的恐怖效果 普通资质的归原镜强者 想要突破一个小境界 大概需要三年左右的时间 也就是一千多天 那么 灵雨只需要零点七天 也就是十多个小时 就能够突破一层 不愧是变态的系统 别人需要三年才能够突破 我他妈几个小时就搞定了 灵雨心中狂喜 表面上不动声色地说道 不好意思 刚刚没控制住 突破了 第163章 抱歉 众人满脸呆滞 整个人都充满了窒息感 没控制住就突破了 别人都是拼尽了吃奶的力气 去寻求突破奇迹的 你可倒好 坐在椅子上 突破了 众人惊呆的时候 灵无败心中 也是满满的惊涛骇浪 同时 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情 灵雨的归原镜修为 是真的 他的修为境界 就是归原镜 也就是说 他在紫棋城的时候 靠着归原镜的修为 斩杀了数十头七阶一兽 甚至还有八阶一兽 那么他身上 一定有可以在短时间内 让实力暴增的逆天秘法 灵无败的双眼之中 猛地爆发出贪婪之色 之前他尚且还能抑制 但是现在 他已经控制不住 自己的贪婪之心 看着面前笑盈盈的灵雨 灵无败身上的恐怖气息 猛地压了过去 灵雨 原来 你只是一介归原镜 从头至尾 你都在耍我们 真是胆大包天 不过 若是你臣服于我 交出你身上的秘密 说不定我还能饶你一面 伴随着恐怖的气息降临 灵无败红中般的声音 传遍大殿 同时 李光耀等人 瞬间脸色涨红 他们刚刚 竟然对着一个小小的归原 进行大礼道歉 就差给人家跪下了 这真是奇耻大辱 围住他 以李光耀为首的 上古八族之人 全部怒气冲天 将灵雨为的水泄不通 煞世间 西山之地 一股股强大的气息冲天起 惊得附近 众多人惊恐逃散 嘖嘖嘖 西山大殿之中 灵雨嘴角勾起 发出嘖嘖的讥讽声 灵雨 把你身上的秘密交给我 我饶你不死 灵雨败一步迈出 宛如实质般的杀气 降临在灵雨身上 并且 一股强大的精神力 也萦绕在灵雨身边 如同责人而逝的毒蛇 随时可以 对灵雨进行避杀一击 灵雨败 你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啊 佩服佩服 面对灵雨败强大的气势 灵雨神色淡然 讥讽之色不减 可惜 就凭你 也想让我屈服 灵雨败冷笑道 你依仗的 无非是那个秘法或者宝物 但凡借助外物 都需要极大的代价 我就不信 就凭你区区一个归原镜 能够维持神魂镜站立多久 灵雨败双目爆发出凶光 盯着灵雨脸上冷笑不已 我却你识相一点 交出秘密 我会信守承诺 饶你不死 真不知道 你的自信是哪里来的 也罢 今日让你看看 被毒打被支配的恐惧 灵雨双目寒光闪烁 心念一动 直接吞噬了八个分身 她的身上漠然爆发出一股滔天气焰 直接将灵无败的气势推开 并反过去狠狠压制 归原镜直接到神魂镜巅峰 快走 快逃 否则的话 全部都得死 这忽然出现的突变 直接让李光耀等人惊恐万壮 纷纷退避三射 什么 灵无败也是脸色微变 她万万没想到 灵雨的战力 竟然能够一下子提升到 神魂镜巅峰的层次 这已经比之前 她在紫禧城的时候更强了 悠久的岁月 让灵无败的心境 古井无波 但此时什么古井无波 早已经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 无尽的惊涛骇浪 灵无败 号称无败精尊的你 就是一个笑话 灵雨的嘴角 露出一抹浓浓的不屑之色 紧接着 她大手一挥 一股强大的飓风轰然冲出 将逃往大殿之外的李光耀等人 全部拉了回来 既然已经结仇 灵雨当然不会放过 哪怕一个 不 完了 她身上的气势 为什么比无败精尊还要恐怖 都怪那几个孽楚 否则的话 我们又怎么会招惹灵雨 上古八族之人 哀红一片 面露绝望 哼 一群废物 还真以为我无败精尊的名号 是白叫的不成 灵无败怒声呵斥 众人纷纷闭嘴 并露出期待之色 灵无败压下惊骇 怒声呵斥 众上古八族之人 纷纷闭嘴 并露出期待之色 顿了顿 灵无败目光一转 盯住灵雨 灵雨 你确实出人意料 但是今天说的还是你 因为无人能挡住我的大刀 下一刻 灵无败手腕反转 一柄气息厚重的黑色大刀 出现在手中 是尊气 无败五尊 有尊气在手 太好了 太好了 天下之中 拥有尊气的神魂镜 屈指可数 那灵雨虽然是气息庞大 但绝对不是 无败精尊的对手 无败精尊 一定要将这狂徒拿下 让他尝尝您的手段 看着灵无败手中的 黑色尊气大刀 周光记等人面露兴奋 激动不已 哦 一柄尊气 不愧是影视家族 竟然能打造出尊气来 虽然是初级的 灵雨目光扫过 直接看穿了 那黑色大刀的底细 这柄大刀 使用了超级多的珍贵材料 光是尊接材料 就有十一种 达到了初级尊气的程度 可惜 因为炼制手法的缘故 他在初级尊气之中 只处于中牛 哼 知道是尊气就好 即便你是神魂镜巅峰 我依旧能抵抗你 直到你的秘法失效 亦或者灵气耗尽 灵雨 冷笑道 灵雨 你最好立即跪地求饶 否则就别怪我出手了 凭借这柄尊气 你确实能抗衡普通的神魂镜巅峰 可惜 你以为就你有尊气 灵雨嘴角一扬 单手一抬 惊鸿浮现于前 紧接着 恐怖剑光闪烁 那些修为稍微不足的上古八族舞者 几乎被刺瞎双眼 这好像好像是一柄更加强大的尊气 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拥有更厉害的尊气 不 这不是真的 刚刚兴奋片刻的上古八族之人 再次陷入了恐惧和绝望之中 而灵雨拜脸上的冷笑 也是瞬间凝固 双方都有尊气 对方的尊气更厉害 这特么怎么打 孤独 灵雨拜紧张地吞下一口唾沫 不过 他却并未退缩 出来吧 李弥和 他猛地大喝一声 今日我们生请此人 收获平分 他的声音凝成一束 直接贯穿整个西山 来到山腹之中 哄 山腹内 一具枯骨般的存在 莫得睁开双眼 爆发出一股惊天气息 下一刻 山腹爆开 一个枯瘦如柴的老者 横跨山脉 瞬息间冲入大殿 与灵雨拜一起将灵雨夹在中间 李家家主李光要是神魂镜一层 这上古八族 果然有底蕴镇压 看着枯瘦如柴的李弥和 灵雨双目一眯 掉出属性面板 略微一扫 李弥和神魂镜巅峰的境界 显露无遗 不过 此人或许是大限将至 防御和耐力 已经衰退到了神魂镜八层的程度 哼 灵雨 今日你必死无遗 我最后给你一个机会 臣服 或者死亡 一二敌一 灵雨拜高高在上 胜券在握 呵呵 面对两大神魂镜 灵雨从容不迫 废物再多 也是废物 最后都将倒在我的脚下 成为一捧黄土 第164章 流光星陨刃 好一个狂妄自大的小辈 李弥和杀气腾腾 大吼一声 灵无败 动手 说话间 李弥和骨兽如柴的身体 爆发出一阵恐怖的气息 整个人化作残影 瞬间冲出 直奔淋雨而去 在这一拳之下 整座大殿 竟是剧烈颤动起来 在李弥和出手的同时 灵无败手掌一番 一把金色的大刀 出现在其手中 然后手中大刀横斩 一道道金色的刀芒 排山倒海一般 砍向灵雨 不过 他并没有攻击灵雨的要害 而是向着灵雨的双腿砍去 因为他要留火口 两大神魂镜巅峰的攻击 几乎在0.01毫秒 就降临在了灵雨面前 不过 面对如此恐怖的攻击 灵雨却是临危不惧 泰然自若 天火流星爆 一步迈出 灵雨脚下 漠然出现一圈圈火焰形成的火环向外扩散而出 瞬间淹没整座大殿 不仅如此 这股恐怖的火焰还是一火形成 直接便穿透大殿 洞穿了云霄 附近方圆千里之内都看得一清二楚 什么 在这股灼热到极致的气息之中 灵无败和李密河毛骨悚然 头皮炸脸 他们感觉到了一股可怕的生死危机 刹那间 他们就想要撤招防御 但是神魂镜之间的战斗 往往都是凶险无比 强行撤招已经来不及 在他们恐惧的目光中 一圈碧绿色的火焰 一圈黑白双色的火焰 还有一圈蓝色的火焰 一圈紫色的火焰 向着他们席卷而来 瞬间的痛楚之后 灵无败的李密河的意识 直接永远陷入黑暗之中 而且不仅仅是他们两个 李光耀等在场的上古八族的强者们 也一片片地死在了一伙的侵袭之中 就连发出惨叫的机会都没有 爹 你获得了尊阶武器八荒幽名刃 极品灵石6321枚 尚品灵石862万 中品灵石 爹 你获得了黄街武器流星盾 极品灵石4256枚 一伙席卷之下 上古八族的所有强者 几乎尽数灭亡 同一时间 在加兰学院这里 之前还在自删耳光的八族八傻 以及万红臣民等人停下了手 愣愣地看向西山的方向 在他们的身边 站在一个一脸冷笑的年轻男子 此人正是凌羽的分身 这个分身在战斗开始的时候 凌羽就将他派了过来 而墓地自然是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 毕竟他这件事情 牵涉的势力太多 而且还涉及到了凌驾 还是小心为妙 死人是没办法开口说话的 就算有人看到了西山的一幕 也只是知道 有三个神魂镜强者动手 但是却不知道 其中一个是凌羽 此时此刻 在八族八傻等人的眼中 一圈圈绚丽的火环 从西山山顶之上席卷 散发着恐怖的威势 竟然有人敢在蓝星主城 对上古八族动手 而且还是在人家的大本营 西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何爆发出如此强悍的波动 莫非是有什么濒临族的奸细 混进来了 众人面面相去 不断地猜测 而八族八傻面色煞白 隔着这么远 都能看得这么清楚 那西山山顶 不是已经被夷为平地了 凌羽斩杀了凌无败和李密河之后 用阴阳双眼净化了气息 将本体和分身调换了位置 并且收回了分身 有阴阳双眼掩盖气息 没人能够发觉 是我做的 凌羽带着满意的笑容 转身离去 这时 西山山顶上席卷的火焰风暴 缓缓停息 残留的恐怖温度 依然弥漫在天地间 久久不散 八族八傻等人 心中不妙之感浓郁 连忙往西山赶去 而等待他们的 将是西山的废墟 和八大家强者的陨落 没有了强者的加持 上古八族名存实亡 西山之事 凌羽没有再理会 他回到自己的住处 注意力放在了系统空间中 这一次的收获颇丰啊 两个神魂镜巅峰 一个神魂镜一层 剩下的全部是倒台镜 和归原镜 凌羽嘴角一勾 直接下令 系统将零食存入系统空间 哗啦啦 上品零食的数额 飞速暴涨 就连几品零食的数量 也达到了两万多 系统 给我提升自动炼气功能 凌羽毫不拖泥带水 立即选择升级系统的功能 以他现在身上的资源 其他的功能都没有资源升级 只有这个自动炼气功能 还没有到十级 需要的资源较少 叮 消耗两千万上品零食 自动炼气功能升至十级 可炼至神级及以下兵器 卧槽 可以炼至神兵了 哈哈 如果神兵在手 就算是天地 我也不是毫无还手之力了 凌羽脸上浮现出一抹激动和畅快 不过 那得消耗大量的资金 暂时做不到 还是先做好眼前的事情吧 带着激动的心情 凌羽释放出精神力笼罩四周 拿出了尊阶武器八皇幽名刃 和黄阶武器流星盾 八皇幽名刃 是由多种尊阶材料炼制而成 具有非常强大的功效 比如说 腐蚀 震荡 切割 精神力杀伤等等 不过可惜的是 因为功能太多繁多 所以导致 这把尊阶武器并不如何出色 没有专攻的方向 而流星盾 是一件罕见的防御型宝具 几乎能够无限防御 归原镜巅峰强者的攻击 不过在神魂竞强者的战斗中 这件防御型的宝具作用不大 这也是李密合 没有动用它的原因 防御型的防具 比之同级的武器更加珍贵 不过对于我而言 意义不大 毕竟拥有超级底牌吞噬分身 以及异火 还有保命绝技 分身替换 能够对我造成致命威胁的这个东西 形同虚设 对我造成不了威胁的 也用不上这个东西 倒是武器需要换换了 我吞噬十个分身 能够短暂地达到半步天地的境界 遵阶武器跟不上我的实力 必须要炼制一把更强大的武器 吃丹要突破 这基本上已经是准神兵了吧 别说是仲玉盾 即便是同为顶级遵阶防具 也能够一键斩断 灵雨双目发光 这柄流光星陨刃 应该足够它使用到 境界提升至神魂境了 两久之后 它才平复心情 将流光星陨刃和仲玉盾 收进了系统空间 接下来就去找书星导师 学习炼药术 然后从炼药阁之中 搜刮更高级的材料 炼丹卖钱 灵雨黑黑一笑 离开了自己的小院子 踩着轻快的步伐 直接来到了书星的院子 在路上 他已经和书星交流过了 他今天要来学习 更加高深的炼药术 徒儿 你这么快就来了 书星站在门口 看向走来的灵雨 老师 徒儿给你请安了 灵雨装模作样地行了个礼 呃 起来吧起来吧 看着灵雨 书星脸上露出一抹古怪之色 自从上一次教导灵雨 学习单道点击之后 他就被打击到怀疑人生了 他都怀疑到底谁才是导师了 而且就在不久前 他还听说了灵雨大败陈鸣 并且在炼丹速度上 吊打整个24层的学员 然后带着20多万份材料 进入炼药房炼丹的试剂 现在灵雨就出现在了他面前 那岂不是说 20多万份的材料已经用了 即便是他 都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炼制完 结合种种 书星甚至感觉灵雨的炼药术 已经超过他了 老师 别愣着了 我们进去吧 灵雨看着发呆的属性 心中一阵暗笑 进来吧 书星叹了口气 让开身位 灵雨走了进去 旋即 二人来到了上次学习的房间 两个蒲团 一张桌子 布置非常的简约 上次学到八品的炼药术 你都学会了 这一次就学九品的吧 一边说着 书星建一些九品丹药的单道点击拿出来 放在桌子上 嗯嗯 好的 灵雨嘴角一勾 拿着点击就看了起来 和上一次一样 他一目十行地看了一遍点击 然后就 全部学会了 你又给我来这套事吧 书星瞪着眼睛 不信邪地考察了一番 结果他的问题 不仅被灵雨轻松解答 还举一反三 这个家伙 单道天字也太恐怖了吧 书星压住心中的惊涛骇浪 拿出了食品单道点击 我看你这一次 还能不能这么快学会 书星像是不服气一般 一股脑拿出食品点击砸在了灵雨面前 老师又被打击到了 算了 我还是慢一点吧 灵雨为了不让书星怀疑人生 将速度又放慢了一些 花了十几分钟才学完 而后他每一本食品点击 都花费十几二十分钟 并且还时不时提出一些问题 假装自己不懂 书星见灵雨 终于有地方不懂 需要来问他了 顿时双眼一亮 仿佛找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 兴致勃勃地开始为灵雨讲解 时间缓缓流逝 几个小时转眼即逝 最后一本食品点击看完了 灵雨将目光从书籍上收回 旋即就要告知书星 自己已经将单道点击融会贯通 但这时 一道系统提示音响起 定 修为已满 是否突破 灵雨神色一愣 在心中问道 系统 若是选择不突破的话 自动修炼 还能够增加修为吗 一直以来 修为满的时候 灵雨直接就突破了 对于这个问题 他也没有想过 此时他不太在书星面前突破 免得多费口舌解释 所以才有此疑问 定 宿主 修为已满 若是不选择突破的话 修为就不会再增加 系统的回答 让灵雨迟疑起来 目前系统的自动修炼 功能的速度是八千倍 短短半天 就能够让他突破一次 若是不突破的话 感觉损失很大呀 算了 这一次选择突破 然后再下一次 突破来灵前 离开这里 灵雨思索一番 还是选择了突破 下一刻 一股暖流 凭空出现在他的体内 化作无尽的液态灵气 同时 他的身上爆发出 一股恐怖的吸引力 方圆千米内的灵气 受到无形牵引 纷纷涌来 灌入灵雨的体内 凶涌如怒浆般的灵气 冲入经脉 汇入丹田之中 轰的一身 突破了一层境界 姓名 灵雨 为了方便宿主确切地了解 自身的相关属性 系统已将各属性能力值 转换成对应境界 望西之 境界等级 归原近八层 攻击等级 神魂近五层 防御等级 神魂近三层 身法等级 神魂近五层 耐力等级 神魂近四层 掌握灵技 猎神枪 大成 猎影 大成 洞察之眼 大成 万剑真诀 圆满 焚天弄年诀 圆满 万雷天星诀 圆满 追魂 圆满 满血荒体 圆满 云雾魂烟诀 圆满 部分功法省略 一火 清连地星火 陨落星炎 琉璃连星火 万寿灵火 阴阳双眼 海星焰 以激活系统功能 自动修炼功能 十一级 分身功能 十一级 完美寻宝功能 十一级 自动炼器 十级 炉火纯青 分身替换 系统空间 存储提现 凌鱼你已经达到 归缘近八层了 书星骤然惊呼一声 站起身来 满脸呆滞地 看向凌鱼 他和凌鱼 接触不过短短几天 在他的印象中 凌鱼不过是个倒台镜 虽然凌鱼当着他的面 斩杀了季春明 可那是使用了秘法的呀 他的修为境界 依旧是倒台镜八层 可是现在突然跨越了一个境界 这让他如何不惊骇 嘿嘿 那什么 最近炼制的丹药 不是很多的吗 我就多吃了一些 凌鱼站起身 拍了拍书星的肩膀 笑道 老师 丹药中蕴含的灵气多 当然突破就快了 啊 你是吃丹药突破的 你知道 丹药也有副作用吗 是要三分毒知不知道 书星双目一瞪 脸上既是震惊 又是担忧 老师你放心 我吃的都是完美品质的丹药 凌鱼见状出声解释 从倒台镜八层 到归缘镜八层 你究竟吃了多少丹药啊 你不可能吃的都是 完美品质的丹药吧 快说你吃了多少 带着杂志的丹药 趁着时间短 我带你去见恋药系的尊者 让他帮你去除 书星脸上 除了浓浓的难以置信和震惊 还出现了一丝 手足无措的神色 第166章 上门找茬 老师 我真的没有说谎 好吧好吧 其实我除了吃完美品质的丹药之外 还用了我家传秘籍 这种秘籍 能够将以前修炼的灵气压缩起来 厚积薄发 为的就是 能够更轻易地突破大瓶颈 这也是我 为什么如今20岁不到 就有了这种实力的原因 林语满嘴胡话 将系统说成家传秘籍 书星听了林语的话 恍然点头 原来如此 你吓死我了 书星脸上的担忧之色 化作恍然 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对不起 老师 我不该瞒着你的 林语面带歉意 对着书星行了一个弟子礼 我刨根问底了 毕竟每个人都有秘密 只不过你的秘密 真的令人瞠目结舌 书星笑着摇摇头说道 一个家传秘术 能够瞬间提升三个大境界的战力 一个家传秘籍 能够厚积薄发 突破大瓶颈 也不知道你的身世 究竟有多恐怖 林语嘴角一勾 将点击放下 老师 我已经学完这本食品点击了 该下一本了 哦 嗯 刚刚从震惊 之中平复下来的书星郊躯一阵 露出一抹无奈的笑容 对于林语 他是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于是 他张了张嘴 压下心中的惊骇 一边看怪物一样 看着林语 一边拿出一枚预检 王杰丹药单倒点结 林语黑黑一笑 从书星手中接过预检 开始研读起来 王杰丹药之后 丹药的炼制方法和手法 都记录在预检上 也就不用一页页的翻看了 拿着预检 林语眼中金光一闪 精神力涌入预检中 就在他要读取内容的时候 啊 书星又是一声惊呼 怎么 老师 林语抬起头 精一不定地看向书星 你不是归原境吗 为什么可以隔空读取预检 书星像是见鬼了一样 瞪着林语 啊 林语突然想起 没有达到神魂境的人 石海等级 没法达到化海境界 因此阅读预检 就需要放在眉心 聚精会神 去读取预检的全部内容 只有在神魂境之后 石海等级达到化海 才能够手握预检 隔空阅读 林语竟然忘了这一茬 上次和书星一起 研究记春明的预检时 他都还注意着的 不过 这种事情倒还是很好解释的 其实 我天生精神力就强大 否则的话 也不可能这么快学会 练药术 林语再次开口忽悠 言辞凿凿 一副 我骗谁都不会骗你的样子 是这样的 林语突 你真是天底下 最棒的天才 其他的学员 即便肉身资质是无缺 精神力不强的话 成就也非常有限 但是 你从小精神力 就这么强 恐怕未来修炼到天地 都不会有精神力的瓶颈 书星神色激动 难以置信 林语笑了笑 我会努力修炼到天地 不会辜负老师的期望的 书星苦笑道 现在这么一想 我感觉自己 根本就不够格 当你的老师啊 哪有 这不是还要老师 为我引路吗 林语抛了抛手中的预检 轻笑道 没有老师的话 我上哪里去弄 这些单道点集呢 书星顿时恢复了不少信心 燕然一笑 那你先学 不懂得我再教你 好嘞 林语笑着点点头 就要继续阅读预检 但就在这时 又来试了 咚咚咚 外面传来敲门声 书星导师可在 林语可在 冰冷的声音传来 直接打断了林语的动作 谁啊 林语眉头一皱 有些不耐烦 书星也是一脸疑惑之色 是恋药戏大导师之一 梁飞成 他怎么会来我这里呢 还一副来者不善的样子 不过 疑惑归疑惑 他还是打开了大门 带着林语来到院中 一个身材瘦长 如同竹竿 穿着灰布长袍的老者 从大门走入 身上散发着森然寒气 书星眉头紧错 问道 梁飞成导师 你来找我跟我徒弟 有何要事 哼 梁飞成面色冰冷 书星 你教的弟子好大的胆子 竟敢在炼药阁 大肆搜刮学院的材料 此言一出 林语和书星顿时明白了 这个家伙是因为林语 在炼药阁24层 大肆购买炼单材料来的 梁飞成 我且叫你一声导师 请问炼药阁 可有限制购买材料数量的规矩 不等书星说话 林语上前一步问道 对 炼药阁 是没有限制学员购买材料 梁飞成导师 你气势汹汹 过来问罪 是何意思 书星接着说道 梁飞成冷笑一声 对 炼药阁的确是没有 这一条限制 但是林语一个 刚刚入门的学员 即便是天赋异禀 又没有多强 前前后后 你在炼药阁购买 27万份材料 几天之内全部炼制完 你说出去看看 谁会相信 这一点 先放在旁边不谈 你作为学员目无尊长 看见导师不行礼 说话也丝毫不客气 你以为 嘉兰学院 是你家的后花园吗 梁飞成身上的气势 轰然爆发 神魂近三层的气息 弥漫在院子中 令书星脸色一白 哼 你做不到的事情 就觉得别人也做不到 这般蜀目寸光之人 我为何要向你行礼 梁飞成高高在上 双目如同寒冰 看着林语冷声道 林语 身为导师弟子 却目无尊长 狂妄自大 你可知罪 林语算是看出来了 这个梁飞成就是来找茬的 我何罪之有 你是导师 炼药的造诣是不错 但是格局实在是太小了 炼单炼器哪一个不是前人 开辟出来的 我开辟了一种短时间内 可以大量炼制出丹药的方法 难道我一定要公之于众吗 真是可笑之极 你明明就是一个迂腐不堪 腐朽顽固的老家伙 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教训我 林语毫不畏惧 同样冷笑出声 此言一出 书星的大脑一片空白 梁飞成 这是太阳学青筋暴跳 整个人微微颤抖 被弃得蹊跷生烟 他乃是高高在上的单尊 即便是普通的神魂静强者 也要恭恭敬敬 颤抖讨好 林语这般羞辱 已经无异于拿鞋底抽他的脸了 耻辱 奇耻大辱 林语小儿 我乃是炼药戏两大导师之一 你竟然敢当众辱骂我 今天我一定要教训你一顿 再见你这个 狂妄无知的后辈 赶出嘉兰学院 第167章 云梦泽 梁飞成双目血红 高高在上地指着林语的鼻子 不断大吼 旋即 他一步上前 扬起鸡爪般枯萎的手掌 似要狠狠打在林语脸上 林语见此一幕 心中不由升起一股杀意 他不想再暴露出神魂晋级的战力 但梁飞成的手掌 真的敢落下来 他也不会惯着 直接砍了 梁飞成见林语目光寒冷如冰 竟敢对自己生出杀意 更是怒不可遏 狠狠一掌拍下 林语心声冷笑 立即就要动用吞噬分身 教训梁飞成 这个老不死的狗东西 但就在这时 舒心竟然不顾梁飞成的攻击 直接拦在了林语面前 大道是 林语只是一个学员啊 你何必与他计较 舒心伸出双臂 将林语保护在身后 在他的眼中 林语刚刚突破五帅级 弱小的战力 根本无法抵抗梁飞成一个耳光 梁飞成真的打在了林语身上 那林语肯定不死 也要去了半条命 作为林语的师父 即便得罪梁飞成这个单门大导师 舒心也顾不得了 而梁飞成见舒心冲到跟前保护林语 心中一阵气闷 却不得不收回手掌 虽然他是大导师 全是惊人 但教训学员也就是极限了 若是打导师的话 他这个大导师就别想干了 多谢大导师手下留情 舒心见梁飞成收回手掌 顿时松了口气 可是 梁飞成会善罢甘休吗 当然不会 高高在上的他 被一个刚入学的小小学员 当面呵斥辱骂 这和骑在他头上拉屎 有什么区别 哼 都是你教的好弟子啊 什么时候 学员竟敢忤逆导师 辱骂导师了 这简直一点都不把学府规矩放在眼里 而你 舒心 你不仅不反省自己 不教训弟子 反而阻我 你真以为我不敢对你动手 我告诉你 你立即让开 否则我连你一起打 梁飞成越说 心中憋着的怒气就越举越多 整张老脸赤红惊爆 争鸣扭曲 大导师 你 舒心浑身颤抖 没想到梁飞成竟然如此嘟嘟逼人 师父 不要跟这个老杂狗多说了 林雨绕过舒心伸展的双手 将他挡在了身后 紧接着 他那冰冷淡漠的目光 落到了梁飞成身上 老狗 你想教训我 我更想教训你 原本我不想动手的 但是你成功地惹怒了我 我劝你提前吃一点疗伤丹药 免得一会儿撑不住 被我打死了 林雨看向梁飞成的双目 充满了冷笑 他半日前才斩了两个神魂镜 而梁飞成这个单道神魂镜 比知灵无败 和李密和弱得多 可以说 林雨能将梁飞成 随意搓圆柔扁 当然梁飞成可不知道 林雨的真实战力 见林雨更加狂妄嚣张 立即气炸 抬手就是一巴掌 呼 空气被扯碎撕裂 枯爪般的手掌 朝着林雨狠狠扇过来 碰 一声闷响传来 梁飞成直接被抓住手腕 顿时面色大变 同时 林雨也是眉头一挑 他正打算动手呢 面前就忽然出现了一个身影 直接卸掉了梁飞成的攻击 这又是谁 竟然帮我挡住攻击 林雨目光扫去 视野之中出现了一个样貌英俊 眉目分明 气质文雅博学的青年 紧接着 书星和梁飞成的惊呼 解答了林雨的疑惑 云门主 门主大人 书星和梁飞成同时惊呼 表情各自不一 前者目露欣喜 后者脸色变化 似乎有些惶恐 云门主 单神云梦泽 徒儿 这是云门主 身后的书星 见林雨愣着不动 立即伸出手 只捅了捅他的后腰 哦 学员林雨 见过门主 林雨回过神来 推手为一 迎手为素 行了个礼 你就是林雨 我听闻你掌握了一种 快速炼制大量丹药的方法 所以心中惊喜 前来找你 却没想到见到这一幕 你何故与梁岛施起了冲突 云梦泽放开梁飞成的手腕 对着林雨温和地笑了笑 然后说了自己的来意和疑惑 是这样的 林雨见云梦泽 不像梁飞成那样刻薄 便回答道 梁飞成不相信 我掌握了那种炼丹术 非要说我浪费学府资源 跑来兴师问罪 大肆辱骂 还要教训我 将我赶出丹门 一边说着 林雨一边查看了一下 云梦泽的属性面板 发现他 竟然是个巅峰神魂镜 林雨有些惊讶 不过很快就释然了 毕竟云梦泽是个丹神 能炼制神级丹药 恐怕若非神级炼丹材料 极度罕见 他早已突破天地了 而就在林雨查看 云梦泽属性面板时 嗯 有这样的事 云梦泽眉头微醋 转身看向梁飞成 等他解释 门主 此子目无尊长 大逆不道 竟然骂我是废物 老狗 梁飞成咬牙切齿地看着林雨 全然不提自己 固执几件 刚愎自用的事情 呵呵 你咄咄逼人 如同疯狗一般 跑来兴师问罪 还怪我骂你 就你那恶心的样子 是个人都得骂 以老卖老 顾不自封的老废物 林雨冷笑连连 全然不顾云梦泽在场 直接张口大骂 他这一番举动 立即吓得书心一阵惊慌 而梁飞成 则被气得浑身颤抖 颤颤巍微微地指着林雨 门主 你看他伶牙利齿的样子 这种人就该开除学籍 赶出薛远武道学府 云梦泽见林雨 毫无畏惧地大骂梁飞成 眉头皱得更深了 要是再这么闹下去 双方怕事 又得互掐起来 不过 林雨是他颇为期待的单道天才 他并不想责罚 而梁飞成是单门大导师之一 他也不想呵斥 怎么办 行了 你们别吵了 想了想 云梦泽笑道 既然你们一个坚称自己 真的掌握着快速炼制大量丹药的方法 一个又不相信 那就让林雨展示一下不就成了 到时候 谁对谁错 不就清晰明了了吗 此言一出 场面顿时安静下来 林雨 你觉得怎么样 云梦泽笑盈盈地看向林雨 快速炼制大量丹药 这不仅是单道上的一种开辟 还是人族和风灵族的战争胜利天平中 极大的筹码 多年来 他也一直都在研究此类方法 而且也得到了一些成果 但是依旧不尽人意 听说林雨那神乎奇迹的炼丹术之后 便来求证 云梦泽很想看看 林雨那种神奇的炼丹方法 既然门主都这么说了 我演示一遍就是 林雨笑了笑 眼珠一转 不过 我辛辛苦苦研究出来的炼丹术 可不想让这老家伙看见 这话一出 云梦泽和书星的神色再次一致 而梁飞成则浑身一颤 一双老眼瞪得都快爆炸了 树子 门主在此 你还敢羞辱我 你 你不想让我看 无非就是畏惧了 退缩了 你根本没有掌握那种炼丹术 哈哈 我说不给你看 有没说不给门主看 第168章 林雨要开课 你 梁飞成身形颤抖 如同筛糠 几乎气得要吐血 林雨自己三言两语 就把这个老家伙 气得暴跳如雷 却毫无办法 不由畅快不已 但这时 梁飞成忽然怒吼道 林雨小儿 我身为蓝星屈之可数的丹尊 我也有评判 你的能力和资格 若非亲眼看着你 将那炼丹术施展出来 我绝不相信 说完话 他就处在那里 紧紧盯着林雨 一副固执到底的模样 林雨眉头一挑 当场就想回一句 你有个屁的资格 但这时 云梦泽门主说话了 行了 怎么又吵起来了 云梦泽有些无奈地说道 林雨 既然梁飞成导师要看 你就让他看看吧 嗯 看在门主的面子上 我就让他看吧 可我还是不太想便宜他了 林雨撇撇嘴道 不如这样 反正我都要展示一遍 不如开一堂大课 让学员们都来学 这样 即便梁飞成学走了 我也就不太在意了 云梦泽 书星 听了这番话 神色顿时变得有些古怪 林雨的话 总归于一句 那就是光便宜了你 不如便宜更多的人 而且 这番话还将梁飞成 放在了学员等级 显示出了林雨浓浓的 不屑和亲战 云梦泽和书星 听出了林雨话中之意 梁飞成这个老不死的 当然也听出来了 他气得双目猛突 几乎当场暴走 哦 我想多教一些学员 你都接受不了 林雨嘴角一勾 嘲讽道 莫非你想学了我的炼丹术 然后站为己有 避肘自贞 啊 树子 我定要杀了你啊 我要弄死你 狠狠地弄死你 才能泄我心头之恨 以上 都是梁飞成心中歇斯底里 撕心裂肺的狂吼 心中的狂怒 令梁飞成 如同一座即将喷发的火火山 不过他猛地想到了什么 忽然面露冷笑 你要开大课 我一旦去看了 就是上了你的课 就比你低 被你无形之中折辱了一番 哼哼 你为何要耍这种小把戏 因为你没有真材实料 你要让我在折辱面前后退 让我拒绝 如此 你就可以防止我拆穿你那什么可笑的炼丹术 梁飞成面色猙獰 大声叫道 你开课啊 我告诉你 我偏要看 哈哈 你要看 那我就给你上一课 林语脸上浮现出一抹诡计得逞的奸笑 咳 林语你少说两句 云梦泽猛咳一声 然后看了一眼梁飞成 说道 你要开大课 教导更多的学员 可以 不过 要是你说谎调皮 划重取宠 没有真材实料 就别怪我狠狠地责罚你了 说到最后 云梦泽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威严 声音也变得有些冷 门主放心 我定不负所望 林语微微一笑 不过 如果我的炼丹术足够神奇 门主是不是也要给我一些奖励啊 有罚有奖 当为正理 云梦泽神色正重 如果你的炼丹术 真的达到了我的期望 你要什么 都可以提 真的 那我先提了再说 林语黑黑一笑 门主 我要成为名人堂学员 进时空裂缝 去紫威大陆 当初 书星说 足够优秀的学员 就能进时空裂缝 林语不知道 这个足够优秀 到底是什么标准 但成为名人堂学员 肯定够了 因此 他才提出了 要成为名人堂学员的要求 而这一个要求一说出来 直接就令书星和梁飞成面露震惊 要成为名人堂学员 需要从前例级开始 一步步往上攀登 挑战 要知道 嘉兰学院中的天才学员 多不胜数 但每一届名人堂的人数 却只有四十人 这四十人 便是整个蓝星 整个人族之中 占单气镇四大领域 最出色的年轻天才 而林语 只是一个黄金学员 竟然响一跃成为名人堂学员 这是要一步登天啊 哼 梁飞成冷笑一声 就要出言讥讽 但云梦泽摆了摆手 让他闭上了嘴巴 这个要求说实话 有点太大了 云梦泽眉头微皱 却又话音一转 但是也不是做不到 就看你开辟的炼丹术 到底怎么样了 短时间大量炼丹的炼丹术 对人族来说 真的太重要了 炼丹一道的艰难 令炼丹师的数量 一直都很少 但要攻击不上 舞者们的修炼速度 被大大的拖慢了 炼丹一道的落后 直接让蓝星的武道文明 举步为艰 但若是凌羽真的创造出了 短时间大量炼丹的炼丹术 那么一个名人堂的位置 完全可以给 因此 云梦泽答应了 多谢门主 凌羽面色欣喜 再次拱了拱手 凌羽 你想什么时候开课 云梦泽询问道 择日不如撞日 就今天吧 凌羽瞥了一眼梁飞成 露出淡淡的鄙视 梁飞成迫不及待地 想要揭穿他的谎言 他又何尝不想 尽快地猛打梁飞成的脸 哼 梁飞成被凌羽淡淡地瞥着 不过到了这时 他心里其实已经有些忐忑了 凌羽竟然真的打算开大课 教导整个学府的学员 而且 还是在单神云梦泽的见证之下 他如此有恃无恐 胜券在握 是真的有真材实料 越想 梁飞成就越是不安 这时 云梦泽看了看晚霞 笑道 那么就 晚上八点吧 书星导师 麻烦你去安排一下 将开课消息传达下去 云梦泽的传信御牌之中 只有很少的人 因此传达消息之事 还得书星帮忙 是 门主 书星深吸一口气 点了点头 给整个学府的单门学员上课 这样的是 整个学府之中 罕见至极 而这次 凌羽要教导单门全部学员 更是史无前例的事情 他几乎已经看到 各位导师和学员们收到信息后 满脸的难以置信和震惊了 随后 书星便编辑好了信息 用传信预检将课程的时间和地点 传达给各个单门导师 再让各位导师传达给助教 学员 如他所料 每一个收到信息的导师 都难以置信地 发来信息询问 书星导师 你发的什么信息啊 是不是写错了呀 天啊 你的弟子凌羽要开大课 教导整个单门的学员练单 有没有搞错 书星导师 上元时代的愚人节 早就不过了呀 何况今天也不是愚人节啊 你发的什么哦 你是谁 你捡到了书星导师 不小心丢了的传信玉牌 众单门导师 纷纷发来询问 看得书星哭笑不得 没办法 他只能慢慢解释 众导师听说 凌羽开课之事 已经经过门主与孟泽的许可 心中的疑惑 立即变成了惊骇 书星导师 你的弟子凌羽 竟然得到了门主的许可 天哪 他这也太牛了吧 书星导师 凌羽竟然创造了一种 短时间内大量炼单的 超级炼单术 不可能吧 他才多大 他的单道造诣 达到几节了 书星导师 既然是门主许可的 那我就将消息传给助教了 晚上八点 我会亲自带着学员们过来的 众导师一番惊骇后 将消息传给了助教们 助教们震惊地目瞪口呆 但身为助手 大多都没有多问 就直接将消息传给了学员们 短短时间内 所有单门学员 都纷纷停下手中的动作 一脸震惊和猛逼 这一刻 不知道多少正在炼单的学员们 损失了一炉丹药 看着传星玉排之中的内容 学员们如同二哈一样瞪着眼睛 脸上写满了这一定是假的五个字 紧接着 他们连忙询问助教 然后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顿时更加震撼了 第169章 当面学习 一个黄金学员 竟然要给他们上课 天啊 整个单门之中 可是有一千个白金 一百个紫金 还有十个名人堂学员啊 再算上数量更多的 潜力白银和黄金级 这是一堂数万人的大课 而导师 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黄金学员 震惊之后 数万学员之中 顿时有众多学员面露嘲讽 这特么的 世界是颠倒了吗 开始由黄金学员 给白金紫金名人堂 和各位导师上课了 呵呵 不过 也有部分学员表示 虽然难以置信 却觉得 那名黄金学员林宇 或许真的发现了 什么重要的单道奥秘 否则 怎么可能有导师背书 甚至 那些不知道与孟泽 许可此事的学员们 也猜到了一些真相 要知道 每个导师都传下了消息 也就是说 这个开启这个课程的决定 肯定是更上层的 大人物许可的 那么 不是大导师 就是门主于孟泽 想到这里 这些学员纷纷激动起来 他们决定 这一次的课程一定要去 肯定能学到好东西 而那些心中鄙夷的学员们 也打算去看看 就当看一场好戏了 同时 黄金学员林宇要开课教导 全体单门学员的消息 也传出了单门 来到启门 镇门和站门之中 这些学员们获得的信息更少 因此更加不可置信 更加鄙夷不屑 特别是那些肌肉发达 头脑简单的站门学员们 许多站门学员听到消息之后 想也不想就开始讥讽 单门的家伙们 没落了吗 竟然要一个黄金学员来上课 真是笑死人了 走走走 听说这次大课在开洋山广场 那里可以容纳好多万人 我们一起去看看 哈哈 虽然说五十才开始 但我们早点去 站到好位置 你们给我站的位置啊 我去买瓜 你们要瓜子还是西瓜 单门之外 其余三门的吃瓜观众 纷纷表示非常超有兴趣 三三两两成群结队地 赶往了开洋山 与此同时 书星的院子里 林语笑道 师傅 既然你已经将消息传递下去 那我们继续学习单点吧 啊 学单点 现在吗 书星愣了愣 不由自主地看向了云梦泽 不错 知道珍惜时间 云梦泽看着林语 微微汗手 然后对书星笑道 学习这种事情 还需要经过我的允许吗 哈哈 好的 我明白了 门主 书星面露微笑 旋即转身看向林语 图儿 我们走吧 林语点点头 与书星往房间里走去 哼 装模作样的 梁飞城心中冷哼 他看向云梦泽 察言观色 想看看门主是不是和自己一个想法 但是 我也去看看 你去不去 云梦泽看了一眼梁飞城 转身跟上了林语和书星的步伐 这 梁飞城嘴角抽抽 心中大大的不妙 他算是看出来了 门主是真的很看好那个小子 在心中叹了口气 梁飞城神色一阵变幻 还是跟了上去 四人来到房间里面 书星有些不知所措的 看向云梦泽 我就看看 不用管我 云梦泽摆摆手 随手拉了一张椅子坐了下来 哦 书星有些紧张 说实话 他还是第一次和云梦泽交流 更是第一次被云梦泽盯着教学员 以前他都只在远方 看见过云梦泽几次的 这时 林语拿起预检放在了眉心 他不想再给别人解释精神力的事情了 干脆掩饰一下 书星也不说破 坐下来静静地等待林语提问 很快 林语就提出了第一个问题 不能一看就懂啊 人家梁菲成会质疑 会避避的 而且 书星师父也会受到打击的 学习骂 就是要有问题 林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虽然有点冷屁 但比较简单 书星直接解答了 之后 林语又提出了一些问题 并且越来越难 以此显示出 自己正在将单点融会 慢慢贯通 而书星解答起来 也有些困难了 但好歹还是解答了 坐在一旁的云梦泽 看得连连点头 从林语提出的问题 他就知道 林语的天赋 真的非常非常高 已经超过了他的期望 而这时 林语提出了一个 超级难的问题 师父 这里面说 红玲龙叶的叶脉 与青蓝花的花粉混合 可以生成赤蓝分圆丹的 主要药性 可是红玲龙叶那么珍贵 为什么不用荧光草 六人连 苍井花来代替呢 这三种灵药加起来 还比不上红玲龙叶价值的三分之一 药性混合后 却和红玲龙叶几乎一模一样 只要用圣灵法 西叶法等39种基础材料 处理手法 驱除里面的阴罗素 其余杂质 几乎不会影响到 赤蓝分圆丹的炼制 这里面 是有什么我没有想到的地方吗 林语画音刚落 云梦泽顿时心中一惊 梁飞成更是忍不住 露出震惊之色 而书星 则微微张大嘴巴 难以置信地道 我的天 虽然仙辈们早已发现荧光草 一模一样 却一直找不到 驱除阴罗素的办法 林语 你竟然想到了 驱除阴罗素的方法 是用39种基础材料处理手法 林语嘴角一勾 说道 哦 原来这种驱除阴罗素的办法 还没有发明出来啊 难怪没人用荧光草 六人连苍井花 来代替红玲龙叶呢 林语 你的单道天赋 真是惊人啊 即便是我也没有找到 驱除阴罗素的办法 却没想到 这种方法 只用基础材料处理手法就可以了 云梦则有些惊异地看着林语 眼中金光灼灼 非常明亮 以单神境界的单道造诣 从林语所说的基础处理手法 与其顺序 他便推断出 这种方法真的可行 虽然比较繁琐 但是麻烦一点 就能用更低级的材料 替代红玲龙叶 完全值得 毕竟红玲龙叶 好歹也是王阶的材料 放在放眼整个蓝星 也是非常珍贵的 我也是无意间发现的 哈哈 林语非常谦虚地笑了笑 双眼淡淡地瞥向梁飞成 梁飞成被林语一瞥 惊骇之中 脸皮有些发热 他之前口口声声说 林语没有真材实料 此时 林语却开创了 代替红玲龙叶的方法 完成了蓝星2000年来 所有丹师都没有功课的问题 这已经证明了 林语的单道天赋 真的非常逆天 而且炼丹知识 也掌握得炉火纯青 出神入化 林语有真本事 这个证明结果 无异于狠狠地打了梁飞成一个耳光 令其面皮火辣 羞脑不已 却无法出言反驳 单神云梦泽认同了 他梁飞成区区一个单尊 敢反驳 不敢 他只能默默地憋着一口气 难受极了 见梁飞成脸上 闪过的羞脑神色 林语心中畅爽 继续看起了单道点击 随后 林语又提出了一些问题 探讨一些难点的解决方法 林语的每一次发言 都令人耳目一新 甚至能给云梦泽带来启发 令其忍不住从椅子上站起来 而这 也让云梦泽越发惊奇 越发看重林语 也让舒心生起了一丝自豪 林语可是他的弟子呀 同时 梁飞成心中的不妙 越来越浓 第170章 万众瞩目的课堂 此子的单道天赋 真是太逆天了 看一遍单道点击 几乎就全部学会了 这小子 他在短时间内 炼之大量丹药的炼丹术 不会是真的吧 忐忑不已的梁飞成 看向的目光 渐渐充满了忌惮 甚至带着一丝畏惧 他在畏惧林语的天赋 这样的后辈 迟早会超过他梁飞成人 然后将他踩在脚下 用鞋底狠狠地碾他的脸 该死 越想 梁飞成心中的敌意 就越发强烈 相反 单神云梦泽见林语天资那么好 非但没有害怕自己被超越 反而为林语这个即将 清除于兰儿圣于兰兰的后辈 感到惊喜和期待 二者的心胸 简直是云泥之贬 在云梦泽的期待 书星的自豪 梁飞成的暗恨之中 林语渐渐学习了大部分 王阶单点 而此时 时间也接近晚上八点了 书星查看了一下传信玉牌 笑道 时间差不多了 已经有导师给我传讯 说丹门弟子 基本已经全部抵达开阳山广场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吧 全凭老师安排 林语浅浅一笑 将手中的单道点击 还给了书星 云梦泽也点点头 站起身来往外面走去 梁飞成带着不安的心情 紧随其后 四人一同前往上阳山广场 此时此刻 上阳山广场上 完全是人山人海 摩肩接踵 水泻不通 单门的弟子们 站在广场内圈 站门正门气门的弟子们 则三五成群地 站在外围凑热闹 不仅是地面上 熙来攘往 天空也飞着大量导师 和白金级别以上的学员们 在虚无作息的广场中间 是一个巨大的白玉平台 白玉平台遍布阵纹 成正方形 长宽五十丈高一丈 几乎就是广场上的 另外一个广场了 这个白玉平台 以前是用来举行一些活动 比赛用的 此时 就成为了林宇上课的讲台 马上就五十了 怎么还不来啊 不会是耍我们的吧 消息传遍整个学院 那个林宇绝对不敢不来 但他迟迟不到 这架子端得有点大 区区一个黄金学员 竟然让我们数万人 等他来上课 我心里一万个卧槽 依我看 林宇或许已经来了 只是见我们这么多人 他心里发出 不敢上台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毕竟我们这群人 可是整个蓝星人族 最顶尖的天才 我们汇聚在一起 即便是普通的导师 也无法泰然自若啊 哈哈 到最后 那林宇还是不得不上台 我倒是想看看 他会出多大的丑 有可能会紧张地说不出话 有可能会吓得尿裤子 哈哈 想起那幅画面就搞笑 众人议论纷纷 人声鼎沸 整个开洋广场 像是烧开的油锅 一片嘈杂 就在这时 两个人影从外围腾空而起 落到了中间的巨大平台上 正是林宇和书星 考虑到林宇不会飞 所以书星送他上来 至于云梦泽和梁飞城 则并未出现在大众眼前 否则又会引起一番天大的喧哗 此时 林宇和书星的出现 直接吸引了整个广场 所有人的目光 下至潜力级学员 上至白金紫金明元堂学员 和各大导师 无数只眼睛 紧紧地盯住了林宇 出现了 他就是这次讲课的黄金级学员 林宇 长得不赖啊 看那眉眼 看那坚挺的鼻梁 身材皮肤也好到爆 最关键的是 他非常自然一点都不紧张 有魄力 我为之前的发言道歉 面对我们这么多人 他竟然如此淡然从容 就这点 我就佩服他 是啊 此人真的牛逼 我听说他刚入门 就表现出极强的单道天赋 从而被书星导师 说为关门弟子 那个巨型赌局 你知道不 他一个人赢了六百多人 据说数百人排着队 自删耳光向他道歉 还输了巨额零食 知道 还有后来在炼丹楼 他吊打了整个24层的学员 展露了一手 快速炼制大量丹药的炼丹术 也就是今天 他要教我们的炼丹术 哈哈 不瞒你们说 当时在炼丹楼24层 和林宇对赌的人 就有我一个 当时我是被震撼的魂都不见了 卧槽 看来那神奇的炼丹术 是真的了 可笑我耳目必塞 竟然没听说过他的事迹 哈哈 之前他没有名气嘛 今日之后 他定能名震学府 乃至蓝星主城 都能人人皆知 这也得他的炼丹术 得到认可才行 否则即便是名震天下 也是笑名而已 此言不差 我们仔细看着吧 数万人交头接耳 声音嗡嗡 闹得如同在风里窝一般 老师 这里交给我就行了 剧行讲台上面 林宇对书星微微一笑 脸上带着极强的自信 好 加油啊 徒弟 书星拍了拍林宇的肩膀 腾空而起 飞到上天空 旋即 白玉平台上的阵纹渐渐发亮 在林宇的头顶 形成一片巨大的虚拟景象 虚拟景象的内容 便是林宇和他周围十米的场地 要开始了 上至单神云梦泽 下至潜力及学员 所有人都闪过这个念头 不由自主地闭上嘴巴 偌大的广场 渐渐安静下来 诸位导师 同学 我是林宇 想必 大家都知道 今日汇聚在这里的原因 不错 我开创了一种神奇的炼丹术 收给所有人 林宇环视四周 目光辟腻 声音不大 却能传到每一个学员的耳中 光是这一手 就让一些学员们再次震惊 佩服 时间宝贵 废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开始 林宇丝毫没有拖泥带水 右手打了个响指 一个普通丹炉出现在面前 想必许多同学都知道 我曾经用火焰凝聚的虚拟丹炉 炼制了大量丹药 但其实 用传统丹炉也可以 因为大家使用的丹炉都不一样 所以我用最平庸最普通的丹炉来进行教学 林宇微微一笑 说道 现在 我们来讲大量炼丹的第一步 如何处理大量材料 众所周知 炼丹材料按照单方决定材料用量 一份单方的数额是固定的 即便成比例翻倍也不行 这其中牵涉到许多问题 也是大量炼丹无法实现的最重要的原因 我们的第一步 就要解决这个最重大的问题 而我 找到了其中的解决方法 现在就展示给大家看 第171章 震惊众人的炼药术 林宇一边说着 一边将大量炼丹材料拿了出来 材料用量 按比例翻倍是不可以的 但是增加材料 从而增加出单量是完全可行的 这里 就必须要改变使用的材料数量 可以说这是对单方的一种改进 不改变材料种类 只改变材料用量 而不同的单方 要改变的程度又不一样 这意味着每一种单方 都需要重新推测 大宗炼丹时的材料用量 这看起来是 一件非常繁琐的事情 但我找到了其中的规律 将其归纳为一个公式 按照这个公式 只需按部就班地进行推演 就能得到大量炼药的材料用量 而根据单方药性的平衡 我们是不可能大规模改变材料用量的 这种改变 基于设定的比例 也就是说 你想炼制三倍数量的单药 就要按照在三倍材料数量的基础上 进行调整 这让你可以自由 选择要炼制的单药数量 下面 我用一种大家都会炼制的四接单药 一起补写单来做示范 旋即 林宇便开始进行实践操作 一边解说 一边处理材料 他一开头的发言 就震惊了所有的人 整个广场上 数万单门学员和导师们 压住心中的惊涛骇浪 目不转睛地盯着林宇 生怕错过一个细节 那些看热闹的战阵气门学员 和导师们见此一幕 顿时也如雷轰顶 他们很多人 其实是来看笑话的 但此时 见单门众人的表现 他们知道 台上那个林宇 真的不是在吹牛 他有实力站在那里 给整个单门上课 我擦 这林宇也太牛逼了吧 才二十岁不到 竟然就在单道上 开创了一种重大炼丹术 虽然我听不懂那些话的原理 却知道他的这种炼丹术 肯定能给整个人族 带来巨大的变化 嘖嘖嘖 单门这是出了一个逆天的妖孽啊 我们这门什么时候 才能出现此等天才 将我们蓝星正道推进啊 我们气门也需要这样的天才 可惜林宇这样的妖孽万年不遇 怕是不会出现第二个了 战争气三门的学员们 纷纷震惊 佩服 导师们则暗自眼红 他们真的好像要一个 林宇这样的天才啊 明明单门已经最强盛了 怎么就不能在其他三门之中 出一个超级天才呢 羡慕 极度 与此同时 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 单神云孟泽 正和梁飞城 一起观看林宇上课 妙啊妙啊 没想到 竟然可以这么改 这种公式 几乎可以用在90%的丹药上面 好 好 光是这种改变材料用量比例的方法 就让我受益匪浅 林宇真是一个金氏天才 云孟泽看得不断叫好 脸上充满了激动之色 而梁飞城 则死死盯着林宇 脸上一阵青一阵红 一方面为林宇开创的炼丹术震撼 一方面又为自己被打脸 而感到羞耻 不 这才是第一步而已 要一次性大量炼丹 牵涉到的问题远超想象 他不一定能全部攻克 心中的高傲和固执 让梁飞城始终不肯就此认输 巨大的讲台上 林宇一字一句 缓慢而详细地 将推演材料数量的公式 解析给众学员观看 并且 他还当场推演出了 意气补写丹的十倍 炼丹数量所需的材料 接下来 我们就要进行第二步 处理材料 其实这一步和平时炼丹的时候 没什么两样 只是要注意 每种材料药液的浓度 质量必须要一样 差距不能超过5% 说着 林宇又开始处理材料 他的动作行云流水 看得众人如痴如醉 那些白金紫金学员 都自叹不如 甚至一些导师 都从中学到了 好多有用的细节 将材料处理完毕之后 林宇开始了下一个步骤 温炉 这个步骤和平日里不太一样 所需的温度 将随着材料用量的不同而改变 所以 同样要经过推演 这里再次给出一个公式 林宇将自己归纳的 第二个推演公式讲解出来 众人发出哗然之声 原来还可以这样操作 这思维 真是天马行空 不可捉摸啊 学到了学到了 这种记忆 真是妙极 太好了 众丹门师生 纷纷目露惊喜 然后继续目不转睛地盯着林宇看 现在 我们已经推演出了所需的温度 92.6度 这个温度看起来有些苛刻 看看 都有小数点了 但是没关系 我来教大家一种控制温度的方法 可以让你更精确地控制单炉温度 这个方法就是 林宇讲解了一个控制单炉温度的新方法 听得众师生震撼不已 甚至阵门和气门这边的师生 都大有收获 因为炼丹和炼气炼阵 其实有一些共通之处 控制顶炉温度 就是其一 于是 目不转睛听林宇讲课的人越来越多 看热闹的人大幅度减少 紧接着 林宇开始讲解其余步骤 将其中所有大大小小的问题都提出来 然后给出解决方法 单门所有师生凝神摒弃 双目暴征全神贯注地听林宇讲课 整片广场充满了学习的气氛 林宇不时讲到一些奇妙的方法 人群之中就传来一片震惊而狂喜的喧哗 当然 也有一些学员知识储备不够 跟不上课程 在那里急得团团转 甚至有些女学员急得双目含泪 恨不得林宇能手把手地教他们 与此同时 单神云孟泽也震惊不已 口中不断传来原来如此 妙极妙极 竟然还能这样 等呢喃之声 而梁飞成则满脸死灰 到了这一步 林宇已经赢了 已经狠狠地扇了他的耳光 也好在这件事知道的人并不多 否则他想死的心都有了 经过一系列的剖析讲解和实践 林宇的短时间大量炼丹术课程 接近尾声 现在我们就来开炉 看看能炼制出多少枚丹药 台上林宇淡淡一笑 然后将丹炉抱起 往地上一抖 丹炉炉盖哐当一声落在地上 哗啦啦 数十颗丹药如同糖豆一样洒出 看得众人心神激荡 炼制成功了 这代表着这种炼丹技术是可行的 成熟的 完善的 第172章 都是老师教得好 林宇牛逼 林宇学长 我爱你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不该质疑林宇学长的 哈哈哈哈 在林宇学长的教导下 我已经掌握了这种炼丹术 太爽了 真是古今第一丹道天才啊 这种炼丹术 几乎改变了整个基础丹道 林宇 我拜扶了 数万人放声大喊 无数目光汇聚在林宇身上 此时的他 已经成为了焦点 林宇之名 将印在广场上所有人的心中 哎呀 没想到小小的漏了一手 他们的反应就这么大 要是我在教他们 一手疯狂提升丹药品质的手法 他们会不会狂喜到疯掉 环视沸腾的人海 林宇的嘴角勾起了一丝得意 拥有炼丹同步的他 掌握着快速炼丹 大量出丹 完美丹药等密天炼丹手法 随便抛出来 一点边角料 都能让所有炼丹师 惊喜若狂 好了 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 下一节课 有缘再讲 林宇对着数万人挥了挥手 旋即妄想飞在天空 同样激动的书星 书星与林宇对视一眼 顿时会议 立即飞到平台之中 抱着林宇飞离了广场 啊 林宇走了 我还想看看他 太帅了 人家想去拜师的 林宇学长说 还有下一节课 真的好期待啊 学员们见林宇消失 顿时一阵遗憾 旋即 又对林宇口中的下一节课 充满了滔天的期待 好了 所有学员快回去巩固知识 一名导师大吼一声 然后风风火火地离开了 林宇讲解的炼丹术 他还有一些地方虽然记住了 却还没有融会贯通 此时 他就要立即回去必死关 要把那神奇的炼丹术 完全掌握了才出关 这位导师的大吼 提醒了在场的所有单门学员 他们纷纷回过神来 连忙三五成群的散去 他们要互相交流学习 共同钻研林宇教导的炼丹术 那些镇门气门的学员们 也带着一些收获 怀着对林宇的景仰 离开了广场 在场最惨的 就是站门学员了 这一次 他们也就学到了一些火焰操控手法 收获少得令人痛心 广场上的学员们全部散去 平台上的投影阵法 也渐渐熄灭 而林宇 则与舒欣一起来到了云梦泽 梁飞城面前 好 讲得好 林宇 你真是太天才了 见到林宇的第一时间 云梦泽就激动地走上来 拍了拍林宇的肩膀 哈哈 都是我导师教得好 林宇哈哈一笑 将功劳推到舒欣身上 啊 舒欣面色一红 连忙白首 我哪有那个本事 教出你这样的逆天徒弟啊 云梦泽笑道 哈哈 林宇能有此成就 舒欣导师的功劳少不了 哪有 舒欣脸色更红了 这时 林宇转身 看向梁飞城 道 梁飞城 如何 简简单单的五个字 令梁飞城浑身一颤 确实开创了一种神奇的炼丹术 老朽固执己见 自高自大 对你有偏见 我错了 梁飞城自知已经输得彻彻底底 也不耍赖了 在此 老朽向你道歉 说着 梁飞城弯下腰 鞠躬道歉 我接受你的道歉 由于孟泽在场 林宇也不打算得理不饶人 摆了摆手 放过了梁飞城 之前的课程 老朽也有疑惑未解 就不奉陪了 告辞 梁飞城直起身 对着众人拱拱手 旋即离去 他输了 输给了林宇这个二十不到的后辈 当然没脸待在这里了 而林宇也没有拦着他 笑了笑 带着一丝兴奋 看向云梦泽 门主啊 我的名人堂学员身份 可以给了吧 还有还有 我要去紫围大陆的 您可别忘了哟 哈哈 云梦泽灿然笑道 你开创的这种炼丹术 完全足以让我魄力 授予你名人堂学员的身份 你将享受名人堂学员的所有福利 并且也可以通过时空裂缝 前往紫围大陆 那真是太好了 林宇双目一亮 他所做的一切 不就是为了去紫围大陆吗 此时目的即将达成 他如何不高兴 对了 门主 我什么时候能去紫围大陆呢 顿了顿 林宇继续问道 我希望能尽快地去一趟紫围大陆 他如此迫不及待 意义者是为了云紫月和木春桃二人 毕竟实则生变 林宇可不希望 当自己抵达紫围大陆时 二女已经出现什么意外 二来 紫围大陆可能有自己父母的线索 也不一定 一旦踏上紫围大陆 林宇就能获得更加珍惜的资源 更加强大的功法 不过在此之前 肯定是要把禁连妖火给拿到手的 他来到加兰学院的主要目的 就是获取禁连妖火的残片 你想尽快去紫围大陆 云梦则愣了愣 道 你现在才归原境 不如再提升一下境界 要知道 穿越时空裂缝 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即便有阵法护持 以你的实力 也要吃大苦头啊 书欣也劝说道 是啊 林宇 那些单道典籍 你还没学完呢 才学到王阶 不不不 我想在最短的时间内 踏上紫围大陆的土地 林宇猛地摇摇头 双眼放光 说道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再大的苦我也能忍 既然你坚持 那就依你吧 云梦则经过一番思索 点头答应了林宇的要求 正好上一次临选出来的精英 要前往紫围大陆 你插得对 和他们一起 多谢门主 劳烦门主为我安排了 林宇心中一阵惊喜 连忙拱手表示感激 是你应得的奖励 我现在就把名人堂徽章给你 云梦则笑着拿出一枚徽章 质地非金非木 上面布满玄奥的纹路 看起来却非常奇异 林宇目光一扫 发现这是一种 人工炼制的特殊材料 即便是弃尊 要仿制也异常困难 这时 云梦则拿出一支特殊的刻刀 配合秘法 在徽章上面 刻下林宇的名字后 将其递给了林宇 这就是名人堂学员徽章啊 林宇接过徽章 心中微微有些激动 遥想几天前 第一次去开阳山上课时 他便知道 自己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 达到这个层次 不过 这个时间比林宇料想之中的还要短 林宇 你真是太厉害了 这一届 其他班级甚至都还没有开课呢 你就成为了名人堂学员 书星由衷地说道 在加兰学员历史上 你是第一个如此快进入名人堂的学员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若没有导师 我也走不到今天这一步 林宇浅浅一笑 谦虚道 都是导师教得好呀 呃 别这么嘴拼 书星面色一红 他深知林宇能有如此成就 完全就是靠他自己 第173章 人族内奸 嘿嘿 林宇笑了笑 转身看向神色愉悦的云梦泽 门主 我什么时候去紫围大陆呢 时间就在明天上午十点 地点在这里 你带着徽章提前过去 我会安排人接应你的 另外 时空裂缝的位置非常重要 你万万不可泄露出去 云梦泽拿出一张地图 上面画着一条路线 终点是轩辕山脉的 之中的一座无名山峰 我记住了 林宇郑重地点点头 将地图记下 丢进了储物空间 好了 今天你也辛苦了 好好消息 云梦泽拍了拍林宇的肩膀 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林宇转身 看向书欣 师父 我要为前往紫围大陆 做些准备 今夜就不学习了 嗯 你去吧 书欣笑道 对了 名人堂学员 可以去天生谷 选择一个住处 那里的灵气 非常浓厚 好的 我知道了 林宇笑着点点头 玄机在书欣的注视之中 渐渐离开 看着林宇的背影 书欣感觉自己 和她的交集 或许不会更多了 她会很快超越我 走到我看不到的地方去 想到这里 书欣不由神色黯然 怅然若失 另外一边 云梦则飞在半空 忽然若有所感 拿出一个传讯玉牌 只见上面书写着一句话 书欣弟子林宇 仪式斩杀封凌城修士联盟 盟主周龙 并且与紫吉城 爆发出神魂境战力 力挽狂澜 请示下 这信息来自于战门某位导师 修士联盟与嘉兰学院 都是燕南天建立 学员武道学府不少导师 都在舞者联盟任职 凌羽在封陵城杀掉周龙 在紫吉城力挽狂澜 都遭到了修士联盟的调查 在之前的单道课程之中 就有任职于修士联盟的导师 认出了凌羽 因此才发送信息 请示云梦泽 什么 这不可能吧 竟然能爆发出神魂境战力 斩杀树石 强大凶兽 玩紫吉成于危难 看着玉牌上的信息 云梦泽面露震惊 在他眼中 凌羽一个小小的归原境 又怎么可能爆发出神魂境之力呢 这可是跨越了一个大境界啊 他不知道的是 当时凌羽还是各道台境巅峰 依我的直觉 肯定不是凌羽 云梦泽双眼之中光芒闪烁 可是 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 他们定然不会将信息 递送到我的手里 让我来决断 也就是说 真是凌羽干的 嘶 这小家伙 竟然这么强 藏得真身啊 也难怪他一点 也不怕穿越时空裂缝 云梦泽心中充满了惊骰 旋即 他思绪流转 凌羽如此天才 身份神秘 又非要通过时空裂缝 前往紫卫大陆 这有些不同寻常 很可疑啊 但是他的所作所为 紫急成力挽狂澜 开课教导练丹术 却又不像是兵灵族内奸 算了懒得想了 反正要进时空裂缝 必须精力问星石 是不是内奸 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一阵思索 云梦泽回复了信息 暂时停止调查凌羽 是 与此同时 西山之战的消息 也传遍了整个蓝星主城 大街小巷之中 几乎每一个人 都在谈论西山发生的 神魂境大战 你们不知道 我当时就在不远处 我乐个乖乖 那火焰光芒 就像要斩破苍穹 吓得我魂都飞了 后来怎么样了呀 这种大战 没有近距离亲眼目睹 真是遗憾 后来 没有后来了 火焰光芒爆发 万物济灭 西山留下了一个大坑 据说西山四家的 一世大殿 瞬间蒸发 两大神魂境 当场殒灭 两大神魂境 当场殒灭 我的天啊 怎么会这样 战斗的不都是神魂境吗 同级别的战斗 竟然一招就完了 是啊 那第三位 神秘前者 实在是太强悍了 竟然以一己之力 一招斩杀两大同级高手 如此存在 是不是已经逼近天地之境了 或许是吧 但这还不是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这场战斗为什么会爆发 对对对 神魂境内战 已经上百年 没有爆发过了 怎么忽然 就打起来了呢 而且 殒灭的 还是著名的西山四家 不知道 但这背后的新秘 绝对非常恐怖 武者们议论纷纷 一边惊骇于林雨的强大 一边猜测 大战爆发的原因 只是 他们打破了头 也想不到 这次大战 完全就是因为 几具口角 而爆发的 不仅是这些 普通的武者们想不到 那些高高在上的大家族 隐世古族 乃至修士联盟 也是万分不解 金龙山脉 四大古族林家 所在之地 在山脉某处 一间密室之中 正有十一个人 隐围着一张长桌子坐着 这十一个人影 每一个身上 都散发着恐怖的 神魂境气息 特别是坐在上手的 那个沟楼身影 竟然是个神魂境 巅峰强者 林污拜死了 李密河也死了 被人一招斩杀 该死 竟然能一招 斩杀两个武尊 而且用的 还是区区顶级功法 连王级功法都不是 这至少 也要神魂境九层 甚至巅峰 才办得到 敢悍然动手 这家伙的身份 绝对不简单 难道 难道是修士联盟干的 武者联盟 或许真的是 在这蓝星 又有何人 敢对我们林家之人出手 即便是李卫王三家 也绝对不敢 若真是修士联盟的话 那就代表着 我们已经露出马脚了 我们与兵林族之事 暴露了 不 绝不可能 我们做得如此隐蔽 岂会暴露 武道玄妙无穷无尽 修士联盟 肯定已经通过 某种未知方式 知道了我们的计划 该死 众林家舞者 一润纷纷 言语之间 显露出一丝 惶惶不安 而从他们交谈的话语中 也能看出一些端倪 他们已经暗中 投靠兵林族 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 兵林族内奸 竟然就是 这最强大的四大鼓足之手 如此害人的真相 若是说出去的话 不知道会让多少人 感觉天塌地陷 行了 都给我安静 忽然 坐在上手的 勾楼身影开口了 他的声音非常小 小到几不可闻 但是其余十个人影 却瞬间就闭上了嘴巴 因此 那勾楼身影 是林家的最强者 已经活了一千多年的 超级老祖 林元晋 在林家所有人的心中 他就是神 第174章 天才聚集之地 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推测 这次动手的 应该就是修士联盟 但是 修士联盟又如何 即便加上加兰学院的导师 他们也绝对攻不下 我们玲珑山脉 相反 兵林族大军降临在即 届时 就是他们的末日 传令下去 收拢重要成员 随时准备战斗 派人秘密前往李家 和魏家和王家 尽量劝向他们 我会立即联系兵林族 让他们加快撕裂 时空裂缝的速度 加兰学院那边的钉子 也可以启动了 林元记几句话下来 便奠定了林家的行动方针 彻底撕破脸皮 背叛人族 投入兵林族阵营 我们 彻底背叛了 这个念头 瞬间出现在了 其余十个神魂境的心中 实际上 他们或多或少 都有些犹豫 挣扎 作为人族 作为传承 近两千年的隐世古族 人族文明的信念 与荣耀 早已影响到他们 但是 兵林族 实在是太强了 光是天地就有好几尊 神魂境强者 更是超越人族不知反几 虽然说 人族在快速发展 可是发展的进度 根本比不上 兵林族入侵的速度 时空裂缝越来越大 空间壁垒越来越薄 不久前 甚至有天地打破 空间壁垒 形成临时通道 降临了蓝星 这代表着兵林族的刀子 几乎已经搭在了 人族的脖子上 蓝星如同微卵 岂岂可危啊 至于加兰学院那条当作 最后退路的时空裂缝 其实早就被兵林族 发现了 只是兵林族 暂时尚未动手 因为兵林族 将其当作了诱饵 当人族大战失败后 定会带领人族 精英从此撤退 试图融入苍蓝大陆 而这时 早已埋伏好的人手 就能将其斩草除根 彻底将人族全灭 也正是知晓了 这最后的退路 已经断绝 甚至成为了陷阱 所以林家 才会选择背叛人族 林元既不想死 林家其他人也不想死 当然 林家也有冠冕堂皇的理由 他们不希望 跟着燕南天 葬送整个人族 他们决定苟且偷生 跪在兵林族脚下起命 这样或许会给人族 留下血脉 都散去吧 林元寄会了挥手 直接消失在原地 其余十个林家神魂镜 面面相去 露出苦笑 而苦笑消失之后 就是冷漠而坚决的目光 就在暗流涌动之际 林语带着明人堂学员徽章 来到了天生谷 死祸 这里的灵气 真令人舒服啊 林语张开双臂 感受着包裹身躯的灵气 发出畅爽的泥南 天生谷 是轩辕山脉之中灵气 最为浓厚的地方 燕南天边 曾在这里居住修炼 能住在天生谷 乃是明人堂学员的一种 重要福利 此时正值夜晚 天生谷之中 可以看见一些 熙熙落落的灯火 每一处灯火 都代表着一个住着 明人堂学员的住所 这里就是整个蓝星 最顶尖天才的聚集地 林语嘴角一勾 顺着小路往前面走去 这时 小路的对面 正好走过了一个长辨青年 这是明人堂的学员 林语有些好奇地 打量着这个长辨青年 发现此人是个归原境强者 而看其古灵 还不到两百岁 以无缺资质的修炼速度 要修炼到归原境所需的时间 在五百年左右 但此人不到两百年 就修炼到了归原境 天生谷 不愧是整个蓝星 最牛逼的天才聚集地 林语一边想着 一边往前走去 但就在这时 那长辨青年 看了林语一眼 竟然眉头一皱 走了过来 这位同学 天生谷不允许低级学员进入 长辨青年 挡在林语面前 态度看似温和 脸上和眼里的冷傲 却难以掩饰 见此 林语嘴角一勾 冷笑道 你狗眼看人低吗 哪只眼睛 看出我是低级学员了 什么 长辨青年 原以为林语会 战战兢兢地离去 却没想到对方 竟然直接开队 瞬间一脸猛逼 紧接着 她的猛逼 快速转化为震怒 指着林语骂道 你年纪这么小 而且如此面生 名人堂就那么多人 我从未见过你 你还能是名人堂学员不成 天生谷 是名人堂学员 专属的地盘 你试图闯入天生谷 得到我善意的提醒后 还敢骂我 你真是胆大包天 呵呵 是不是名人堂学员 是靠这些来辨别的吗 林语冷笑连连 直接拿出名人堂徽章 睁大你的狗眼看看 这是什么东西 嗯 长辩青年定睛一看 顿时目瞪口呆 这是名人堂徽章 看来 你的狗眼没下 林语怂怂肩膀 将名人堂徽章收了起来 静直绕开长辩青年 往前方走去 你 你给我站住 被林语一口一个狗眼 长辩青年感受到了 强烈的耻辱 一步迈出 拦住了林语 怎么 还想打架不成 林语眉头一挑 目光渐渐变冷 长辩青年 只是个归原近八层 在林语眼中 是一根手指 就能摁死的蝼蚁 这家伙 三番两次的挑衅 林语的耐心 已经不多了 打架 哼 我不会打你 但自有学院 规矩收拾你 长辩青年面色铁青 恶狠狠地说道 快将你那假冒的 名人堂徽章交出来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假冒的名人堂徽章 林语白眼一番 摇着头道 看来我错了 你的狗眼是瞎的 哼 还敢狡辩 名人堂学员之中 根本就没有你这好人 最近也并未有人 晋升名人堂 你绝对是假冒的 既然你不承认 那我就将你 带到执法处 让你尝尝 学院刑罚的滋味 长辩青年眼中 胸光碧现 作为名人堂学员 即便他真的动了手 犯了学府规矩 受到的处罚 也绝对不严重 况且 他这是在做好事 抓坏人啊 下一刻 长辩青年抬起手 就要擒拿淋雨 但这时 一声悦耳的轻贺 忽然从淋雨背后传来 你们俩干什么呢 长辩青年动作一致 抬眼看去 只见一名女子 正眉头微醋 盯着她和淋雨 此女傅白貌美 秋水减同 面孔不适妆容 却玲珑剔透 有种浑然天成的自然之美 第175章 淋雨学长 萧妮学姐 长辩青年认出来人 立即收回手 面露喜色 双眼放光 这位萧妮学姐 资质逆天 即便在名人堂学员之中 也是顶尖的存在 而且 她可是名人堂学员之中 最漂亮的女学员 要知道 走到五道高深处 生命本质升华 容貌都会越发英俊 美貌 名人堂之中的女学员 都是美女 但却没有一个比得上萧妮 因此 众多名人堂学员 都对她倾慕不已 长辩青年 就是其中之一 萧妮学姐 这小子制造伪劣徽章 假冒名人堂学员 试图闯进天生谷 被我抓了个正常 不如我们一起 将她押送执法殿 让她学好了规矩再放出来 长辩青年黑黑笑道 脸上带着一丝仰慕和讨好 伪造徽章 假冒名人堂学员 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 竟敢这么做 萧妮有些疑惑地看向林宇 却觉得她的背影有些眼熟 不由测了测身子 去看林宇的脸 而她刚看了一眼 就立即小嘴微张 露出惊喜之意 林 林宇学长 此言一出 长辩青年的笑容立即凝固 啥 林宇学长是怎么回事 名人堂有这么一号人 连萧妮学姐都要叫一声学长 不 这不可能 一定是我听错了 我出现幻觉了 长辩青年见鬼一样看着林宇 脸上写满的难以置信 林宇学长 真的是你啊 这时 萧妮走到林宇面前 水嫩的面旁 因为激动而微微潮红 那长辩青年见此一幕 顿时更加惊骇了 萧妮学姐 真的在叫那小子学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他转头仔细打量林宇 确认自己绝对没有见过此人 心中的疑惑顿时更深了 这时 林宇对着萧妮浅浅一笑 哈 我算不上什么学长 我该叫你学姐才对 对于萧妮 林宇其实见过 之前在讲课的时候 萧妮就站在近处 他整堂课程都非常认真 连一秒的小差都没有开过 因此 林宇对这个好学生 蛮有好感的 林宇学长 虽然你年轻得过分 但是你开创了那种神奇的炼丹术呀 我的单道造诣 万万比不上你 我才没有资格当你的学姐呢 对了 之前的课程 我还有好几个疑问弄不明白 林宇学长 你教教我好不好 萧妮面带微笑 一双眉目一彩连连 绽放着一抹兴奋的光芒 这时 那个长辨青年也回过神来了 林宇学长 开创神奇的炼丹术 之前的课程 对了 之前导师就发送了一个信息 说是一个叫林宇的黄金学员 在开阳山广场开大课 该不会就是他吧 而且 萧妮学姐对他这么尊敬崇拜 岂不是说 这小子真的开创了一种神奇的炼丹术 他开的那堂大课 竟然大获成功了 作为名人堂学员 长辨青年 根本瞧不上区区一个黄金学员开的课 即便他的导师告诉他 这堂课程 真的很可能有惊人的收获 他也没有去 不仅是他 名人堂学员中 许多人都没有去 高高在上的他们 将林宇开课这件事 完全当做了笑话 因此 长辨青年根本就没有去上林宇的课程 他不认识林宇 此时此刻 他猜到了林宇的身份 心中顿时震动不已 而就在长辨青年思绪万千 惊骇失色的时候 萧妮学姐 要我给你解答疑问 当然可以 林宇嘴角一勾 微笑道 可是 有人拦住我 不让进天生谷 还要将我压到执法殿刑罚伺候呢 此言一出 那长辨青年 立即面色一变 这位学店 萧妮面色一沉 转身对长辨青年质问道 之前你说林宇学长制造伪劣徽章 假冒名人唐学员 试图闯进天生谷 可有依据 萧妮的质问 让长辨青年的脸色变得难看至极 他自认为和萧妮也算是认识 但是却没想到 萧妮竟然连他的名字都没记 而且 萧妮还称呼他为学弟 称呼林宇为学长 这是认为他 完全比不上林宇啊 可恶 竟然这么看不起我 长辨青年心中狂吼 愤怒不已 作为名人唐学员 他走到外面 那个不对他毕恭毕敬 安前马后 他已经上百年没有经历过了 学弟 问你话呢 萧妮见长便青年不说话 再次问道 你为什么要刁难林宇师兄 长辨青年想要发怒 却还是硬生生忍住了 在天生谷之中 不知道多少天才娇子喜欢萧妮 他若是敢和萧妮对着干 以后绝对寸步难行 长辨青年深吸一口气 说道 萧妮学姐 我看他这么年轻 不知道他是名人唐学员 七 我拿出名人唐徽章之后 你还不知道吗 林宇冷笑一声 说道 明明已经见到我的徽章 还硬说是假冒的 要压我去执法店 你好厉害啊 长辨青年辩解道 你那么可疑 我怎么知道 你的徽章是不是假冒的 你是傻逼吗 在这嘉兰学院 有何人敢冒充名人唐学员 一旦被发现 冒充名人唐学员 恐怕不被赶出学院 后果也极为严重 谁会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就为了去天生谷里面逛一逛 再说了 克制名人唐徽章的材料 是由秘法制成 谁能冒充 你吗 林宇一口气质问了一连串 双眼之中冷笑连连 你 曲曲一个臭小子 你有什么资格进名人唐 长遍青年被林宇队的浑身颤抖 气得面红惊爆 哼 这位学弟 但凡你去上了林宇学长的课 就不会有这么喘的发言 你们这些自高自大之辈 才是真的没有资格待在名人唐 我劝你 最好立即给林宇学长道歉 否则被押进执法店的 就是你了 不要质疑我的判断 林宇学长被破例授予名人唐徽章 你以为是谁授予的 萧宁淡漠的 看着长遍青年 眼中生起一丝鄙 大多数名人唐学员都以为自己是天底下最天才的人 因此自大自傲 刚愎自用 什么都以为自己才是对的 他最讨厌的 就是这种人 萧宁学姐 长遍青年被萧宁冷漠的训斥 比一顿感心如刀割 痛不欲生 道歉 萧宁一开目光 懒得看长遍青年了 你 好 我道歉 长遍青年咬牙切齿 一股寒冷透彻心扉 对萧宁的倾慕也渐渐变成了痛恨 紧接着 他强忍愤怒和耻辱 对着凌羽鞠躬道 我错了 是我不对 请你原谅 此时此刻 长遍青年已经被深深的耻辱感占据了全身 以至于令他浑身颤抖 凌羽淡淡地摆了摆手 我不屑于为难你 这件事就此作罢 你走吧 说着 凌羽便迈步往前方走去 萧宁见此 立即快速跟了上去 第176章 刁难 你们 长遍青年看着凌羽和萧宁的背影 心中的恨意越来越深 旋即 他叹了一口气 一脸阴沉地离开了原地 另外一边 凌羽学长 我做得不错吧 萧宁追到凌羽身边 和凌羽并肩走在一起 多谢你了 否则那家伙 还不知道要浪费我多少时间 凌羽浅浅一笑 问道 你之前说你有几个问题 没解决 说说看 哦 是这样的 萧宁双目一亮 连忙说出了自己的问题 哈哈 我估计也是这几个问题 这种炼丹方法 也就是几点比较难了 凌羽笑着点点头 开始解答 首先 第一个问题 萧宁见凌羽开始解答 不由聚精会神地听了起来 不一会 他就露出恍然大雾之色 原来是这样啊 是啊 现在看 是不是很简单呢 凌羽嘴角一勾 又开始解答第二个问题 萧宁立即收敛心神 再次全神贯注地听讲起来 二人走在小路上 一者说 一者听 路上不时有名人唐学员路过 他们见到凌羽和萧宁之后 全都瞬间露出见鬼的表情 天哪 对男人不假词色的萧宁学姐 竟然和一个陌生的小子走在一起 还有说有笑 他们是什么关系啊 看着凌羽二人的身影 众人惊疑不定 面面相去 他们有人上前和萧宁打招呼 却完全被无视了 不由心中极度横生 这时 不远处走来一个学员 正是尝遍青年 他鬼鬼祟祟地 来到一群神色极度的学员之中 悄悄眯息地讲了一番话 什么 这小子竟然就是那个凌羽 我通说他之前是个黄金学员 竟然直接晋升名人堂学员了 这特么的一飞冲天啊 该死啊 萧宁学姐竟然这么看重他 都不理我们的 众学员知道凌羽的身份后 心中的极度越发浓重 敌意也越来越强 他们这些人 为了成为名人堂学员 哪一个不是拼了命地冲 拼了命地爬 哪一个不是花费了上百年的时间 才能从潜力级晋升到名人堂 但是凌羽呢 竟然直接从黄金级晋升到名人堂了 这让他们如何不弃 而且大家都倾慕的女神 竟然还蹬在那凌羽身边 简直令人极度地要死 不行 不能让他这么潇洒 对对对 我们找个法子 整一整他 可是 他很可能是被门主 破例授予的名人堂徽章 我们针对他 有些冒险啊 我们又不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我们这样 时间流逝 不知不觉中 凌羽和萧宁 已经来到了天生谷深处 我说完了 你明白了吗 凌羽忽然驻足 笑道 要不要我再讲一遍 萧宁微微一笑 道 不用了学长 我已经记住了 那我不讲了 凌羽的嘴角勾勒出 一抹浅浅的笑容 对了 学姐可知道 哪里有控制的住处 最好是从来没有住过人的 嗯 没有住过人的 应该只有北山路的那一栋啊 但是那里的灵气浓度 比之其他地方稀薄不少 不是个好地方 萧宁指着北方的山路说道 要不你还是去其他无主的住所吧 虽然住过人 但灵气浓度更高 没关系 我就去北山路好了 灵雨笑着点点头 反正她也就住一晚上 过一夜就要去时空裂缝 进入紫微大陆了 萧宁微笑道 那好吧 对了 我住在灵湖边上 欢迎来做客哦 一定一定 灵雨浅浅一笑 旋即 二人添加了传信玉牌 便分开了 萧宁去灵湖 灵雨前往北山路 距离上次突破 已经过去了四五个小时了 但是修为境界 依旧没有突破 看来 到了归缘境八层之后 修炼难度大幅度增加了 即便以一万多倍的修炼速度 也需要十个小时左右 才能令我晋升 另外 还有精神力的修炼 之前在炼丹楼炼制丹药之时 还需要十几天才能晋升 之后升级了一键修炼功能 修炼速度暴增四倍 算下来 还需要两三天才能晋升 明天就要去紫卫大陆了 精神力等级太低了可不行 是时候刻一波药了 一边思索着 灵雨从储物空间里面 拿出了一些丹药 这些丹药 都是用天道丹楼收购的材料炼制 特意没有用于拍卖的精神类丹药 其中大部分 都是王阶的精神力丹药 其余便是黄阶 尊阶的一枚都没有 我的精神力等级是宁元级 王阶黄阶差不多也足够了 灵雨淡淡一笑 一边走着 一边将一枚枚丹药吃掉 很快 脑海之中 那万千丝韬 变得越来越多 越来越亮 那金色的阴晕也越发浓郁 已经有了朝着液态转变的迹象 按照这个速度 估计大半天之后 我的精神力境界就能晋升了 华海静啊 还真是令人期待呢 灵雨的心情非常愉悦 脚步也不由轻快起来 不多时 她便来到了北山路 一栋房屋面前 然而 令人奇怪的是 这栋房屋竟然点燃了灯火 这里不是从来没人住吗 灵雨眉头一皱 放出精神力 打算探查一下 却发现 这房子自带精神力屏蔽能力 无法探查内部 这也算是一种保护隐私的方式 只能敲门了 堵堵堵 灵雨走上前 在院子门上敲了三下 哪位 里面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 灵雨道 我是新的名人堂学员 听说这里没人住才过来的 哦 不好意思 里面的男子回答道 这里之前确实没人住 但我前几天搬过来了 你另寻他处吧 前几天搬过来的 灵雨有些奇怪的问道 这里的灵气浓度 明明就是最低的 你为何要搬到这里来 我打赌书给了别人 赌注就是住进 这座灵气最差的房子 里面的男子 声音有些阴沉 别说了 你去其他地方吧 我休息了 院子里再无声息 我去 真是倒霉 这也能遇得到 灵雨撇了撇嘴 然后不已有他的离开了 院子里 一个男学员面露冷笑 一飞冲天是吧 和萧宁走在一起是吧 今天我们就让你无处可去 什么都不知道的灵雨离开后 便拿出地图来 但凡看一遍之后 灵雨却发现 地图上面并未标注天生谷 哪哪哪有住所 第177章 趁火打劫 只能用精神感知探测了 灵雨双目之中 迸发出一阵金光 精神力瞬间覆盖了周围数千米范围 几乎在一瞬间 灵雨就看见了三栋亮着光的房子 显然这些房子都有人住 不过 她还发现了一点异样的感觉 就像是有人在暗中偷窥一样 有人在监视我 可是精神力范围内并没有人 灵雨眉头一皱 若有所感地往远处山尖上看去 那是精神力观察不到的地方 也是整个天生谷最高的地方 事业非常广阔 看来是在远处 直接用肉眼监视我了 灵雨无奈地耸了耸肩膀 太优秀了 真是走到哪里都能惹到麻烦呀 瞥了一眼那山间 灵雨静止往远处走去 对方只是监视观察的话 灵雨也懒得跑过去喊打喊杀 要看就看吧 此时 那山间上 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子面露惊叉 这家伙 好像是发现我了 这不可能吧 他就是个小小的倒台镜 怎么会发现我的窥视 应该是巧合 我这里是天生谷最高的地方 很吸引人注意 他是偶然看过来的 这男子一阵分析之后 松了一口气 旋即 他拿出传讯玉牌 给许多学员发送了信息 灵雨已经朝着东边去了 你们去将那里的房子占据了 明白 我们这就去 保管让他一个房子都进不去 一连串的回复出现在玉牌上 男子不由一阵冷笑 在天生谷之中 明元堂学员的数量 是比住所数量更少的 因此 学员们拥有自由选择住所的权利 只要用精神力为钥匙 就能激活一座住所 占为己有 但前提是一个学员 只能同时拥有一座住所 若是一名学员 本就拥有住所 那么之前的住所 就会自动成为无主之地 尝遍青年等 极度灵雨之人的计划 就是占据灵雨附近的住所 让他无处可去 只能在谷中不断寻找住所 陷入难堪之境 灵雨不能打也不能骂 他们只能用这种方式 来整股灵雨 让他吃个暗亏 这时 灵雨来到了另外一处地方 然而 当他展开精神力之后 却发现 这里的住所 同样全部都被占据了 名人堂的学员 有这么多吗 灵雨的眉头 深深地皱了起来 天生谷之中的住所 入住方式 在和萧宁的交谈之中 灵雨早就知道了 他也知道 山谷之中 有不少无人占据的住所 按理说 不可能找了这么多的地方 还没有找到无人居住的住所 因此 此时灵雨已经感觉到一些异样了 算了 还是用分身来寻找吧 顺便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灵雨心念一动 六个分身出现在了不同的地方 他们身上缭绕着黑白两色火焰 可以阻挡视线的探查 并且有精神力屏障 可以防止别人的精神感知 六个分身一出现 便展开精神力 朝着四周分散而去 而灵雨本人 也换了个方向 朝着南边赶去 灵雨去南边了 你们快去南边 将那里的住所占据了 山间上 那名男子立即传出信息 天生骨非常庞大 这男子只有时时刻刻盯着灵雨 才能确保不跟丢 因此 他并未发现 天生骨之中多出了六个神秘人影 得到这男子的消息之后 其余人立即朝着南边赶去 不巧的是 一个参与整骨行动的学员 暴露在了灵雨一个分身的精神感知中 这家伙 风风火火地干什么 通过感知共享 灵雨看见了这个学员 并安排分身跟了上去 很快 灵雨便发现这个学员 占据了一个无主住所 这住所的位置 正好就在灵雨前进的方向 并且 还有陆陆续续的学员赶过来 将附近的无主住所也占据了 原来是在整我呀 难怪一路过来 一个无主之地都没有 若是一般人 还真被你们整了 但是你们遇到了我呀 灵雨嘴角一勾 露出一抹冷笑 敢整我 看我让你们哭都没地方哭去 旋即 在灵雨的控制下 六个分身 朝着那些灵气最浓厚的地方赶去 分身速度极快 不多时就找到了六个灵气浓度 非常高的住所 这些住所点着灯火 却非常安静 灵雨控制着分身 用精神力进行探查住所的 钥匙恐证法 也就是检查这些住所 是否被人占据 而后 她便发现 这六个住所 竟然只有两个有人 其余四个都是 假装有人 实际上却是无人占据的住所 嘿嘿 找到了 灵雨脸上露出一抹冷笑 进去看看 有什么好东西 能拿走的拿走 不能拿走的毁掉 不错 灵雨的目的 就是找到那些家伙的住所 并且进行报复 在灵雨的控制下 四个分身 用精神力占据了房屋 打开门走了进去 很快 分身们就找到了不少好东西 比如放置在炼丹室 炼器室 炼镇室中的黄阶丹炉 黄阶气顶 黄阶镇笔 一些没有被收起来的 珍稀材料 一些栽种在特殊土壤之中的灵植 一些用作炫耀摆放在架子上的宝物等等 果然 那些家伙设不得放弃这些灵气浓厚的住所 打算在整我之后还要回来 因此 屋内都保持着原样 而天生谷说 是蓝星上最安全的地方也不为过 所以他们就放心地 将东西扔在屋里 灵雨黑黑一笑 让分身将所有能带走的东西 全部搜刮干净 不能带走的 没有什么价值的 直接砸碎 很快 这些房屋就变得狼藉不堪 只差一把火了 整我的人绝对不止四个 看来今晚是个收获之夜啊 灵雨的嘴角勾勒出一丝嘲讽 然后派遣分身 继续寻找目标 而他本尊 则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到处寻找住处 常遍青年等人见灵雨 被自己耍得团团转 纷纷畅快不已 却不知道 自己的老巢 已经被灵雨一锅端了 时间流逝 转眼过去大半个小时 哈哈 这家伙还是没找到住所 看着他呼吸急促 东张西望 神色猛逼的样子 我真是爽爆了 哎哟 他又来我占据的 这座房子面前了 我已经整了他两次了 一栋房屋面前 灵雨装出一副 惊疑不定的样子 上前敲门 堵堵堵 里面传来不耐烦的回答 谁啊 都要休息了 还来敲门 哦 灵雨装出一副失望的样子 转身离开 这时 分身已经好久没有收获了 这些家伙的老巢 应该全都被我端掉了 节节节 灵雨心中暗笑不止 然后收回分身 朝着萧宁的住处走去 不错 他不仅要搜刮那些家伙的老巢 还要让他们更加嫉妒 嫉妒到吐血的那种 第178章 跟萧宁同居 快快快 那家伙朝着南边赶去了 山间上的男子立即传信 大家快去占据五主住所 旋即 众学员哗啦啦地朝着南边飞去 路上 灵雨一边走着 一边查看今夜的收获 三个黄街单炉 两个黄街气顶 一只黄街震笔 半成品气 震若干 灵芝材料若干 都是高级的 嘿嘿 光是黄街单炉 气顶和震笔 就不枉我浪费 这大半个小时了 灵雨脸上露出一丝满足的笑容 同一时间 长遍青年等人 也发现 灵雨在抵达天生谷南边之后 竟然静值前往了灵湖 这家伙去灵湖干嘛 是啊 灵湖边上只有萧宁的住所 难不成他要去萧宁家 不会吧 他有这么大的胆子 马德 他那么久找不到住所 又只认识萧宁 只能去找他了 不行 不能让他见萧宁 我们必须拦住他 一众学员们商量了片刻 派出了一人拼命赶往灵湖 不多时 灵雨的面前 出现了一片雾气阴晕的湖泊 湖水清凉透彻 岸边倒映着如画般的风景 远处雾气笼罩之中 一座阁楼若隐若现 颇有仙境的味道 这时一声呼喊传来 喂 那位同学 哦 来了 灵雨心中暗笑 装作一副疑惑的模样 转过身去 只见来人是个浓眉大眼 面色和善的青年 怎么了 灵雨一脸猛逼地问道 同学你不要往那边走了 那是萧宁学姐的住所 青年有些急切地说道 萧宁学姐深受启明学长仰慕 你要是冒犯了萧宁学姐 启明学长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要知道 启明学长是我们名人堂中 最强大的战门学员 已经拥有神魂镜二层的战力了 你万万不可得罪他 启明学长 哦 知道了 灵雨老实巴交地说道 但是我刚进名人堂 找不到住所 所以才这里 打算找萧宁师姐的 找不到住所 不可能啊 青年装出惊讶的样子 你是不是恰好找的住所都有人啊 要不再找找看 算了 我找了很久了 都没有找到呢 灵雨摇摇头 旋即就要往萧宁的住所走去 哎 别去 启明学长会不爽的 青年急切道 要不这样吧 我带你去找 一定能找到的 表面上很急切 但心中青年却正在冷笑 快答应啊 答应之后 我就可以牵着你的鼻子 再绕个大半小时了 然而 不了 谢谢你了 灵雨感激道 萧宁师姐对我很好 我还是要去找 过夜 定 日月空点 已达到圆满等级 定 七绝雷霆法 已达到圆满等级 定 今生不灭绝 已达到圆满等级 刹那间 灵雨便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快速变强 并且 还有大量的信息印入脑海 令他直接就掌握了各种攻击手段 这三本顶级功法 终于达到圆满等级了 感受着体内那强大的力量 灵雨脸上升起一抹愉悦的微笑 紧接着他立即打开属性面板看了一眼 发现四维属性全都增加了半个小境界 到了归原境 要提升战力 已经非常困难 我一下子就全方面提升半个小境界 真特么爽啊 灵雨双眼放光 激动不已 紧接着他又将目光放到了储物空间内 那些尚未洗练的功法预检上面 目前自动修炼功能已经达到11级 休息王级功法只需6-7天 所以这一次 他决定按照计划 开始洗练王级功法 于是 灵雨直接将顶级以下的功法全部排除 然后将王级以上的功法拿了出来 一共好几十个功法预检 绝大部分都是西山一战 和东方城之中获得的战力品 少数是斩杀季春明得到的功法 其中 王级功法一共五部 来自灵无败和李密合 王级功法就多了 足足32部 灵雨一番挑选之后 选出了两本雷属性攻王级功法 和一本临时增加战力的秘书 这三本功法分别为 雷霆灭视绝 雷电追影图 天刚混元功 其中 雷霆灭视绝 是一种大范围雷属性攻击绝招 灵雨配合十一个分身 足以另一座大城变为雷玉 雷电追影图 是一部玄妙的雷属性身法 功绝 能在瞬间爆发出恐怖的速度 配合准神器流光星陨刃 能施展出致命一击 强大无比 而天刚混元功 则是一部能同时提升防御和耐力的功法 乃是王级功法之中最顶尖的断体功法 灵雨选择它 便是为了弥补自身防御和耐力上的短板 选定功法之后 灵雨便立即开始习练 定 雷霆灭视绝 开始自动习练 定 雷电追影图 开始自动习练 定 天刚混元功 开始自动习练 功法让系统去自动修炼 我也该休息了 等今夜过去 我的修为境界就能再度提升 到时候 我距离真正的神魂境就不远了 灵雨心中升起一丝期待 紧接着塞了一把提升精神力的丹药 躺在软软的床上睡了过去 一夜无事 早上 灵雨非常期待的系统提示音如约而至 定 修为之海一满 是否突破 灵雨双目睁开 双眼开合之间金光四射 随后她一个翻身下了床 灵力一动 身上便焕然一新 顺便还将床铺整理了一下 这个时代就是爽 连洗脸刷牙都用不着了 灵雨深吸一口气 伸了个懒腰 旋即下令道 系统给我突破 话音未落 一股汹涌的灵气 顿时出现在灵雨体内 周围的灵气也如燕龟巢一样 纷纷朝着灵雨这边涌来 从远处看去 萧宁的楼阁周围出现了一个灵气组成的漩涡 厚厚的灵雾笼罩在楼阁周围 几乎就要凝聚成液态 这是突破修为境界了 而这种突破波动 好像是归原境九层的 是灵雨学长突破了 房间内 穿着薄薄睡衣的萧宁墨的蹭起身子 一阵动荡 灵雨学长的年龄 还不到二十岁 就突破到归原境九层了 他瞪着一双美目看向灵雨所在的房间 绝美的脸上满是惊讶 一般来说 无缺级的天才 能在十三四岁的时候达到到台境 但这只是到台境 若是要达到归原境 绝大部分都要超过二十岁 因为修为突破所需的时间 是不断增加的 每一个小境界的突破都越来越难 达到归原境之后更是如此 即便是无缺级天才 要突破一个小境界 也至少要两年以上 这还是在修炼资源充沛的情况下 而灵雨在二十不到的年纪 就突破到了归原境八层 这如何不让萧宁震惊呢 不仅单到天资逆天 修炼资质比普通的无缺级天才强太多了 这种天资已经无法用目前的资质等级来评判了 萧宁震惊的呼吸急促 胸口不断起伏 惊涛骇浪在心中翻涌不休 同时震惊无比的人不止萧宁一个 就在阁楼外的灵狐之中 一个人影面露惊骇 浑身颤抖 有人在萧宁阁楼内突破 真的 真的有人在萧宁楼阁之中过夜 不 这不是真的 萧宁怎么会让一个男子在他房中过夜 而且 那个人还只是归原境的废物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水中人影身形修长 衣着滑贵 刀削般的脸颊微微有些扭曲 若是萧宁见到此人 定会眉头一簇 厌恶到 李启明 你来做什么 不错 此人就是李启明 也就是长辩青年等人口中的启明学长 战门弟子第一人 神魂镜李启明 在收到长辩青年等人打的小报告之后 李启明一开始还不相信 因为萧宁实在是太高冷了 他不相信 萧宁会让一个男子进入自己的院子 更别说过夜了 但是 在长辩青年等人信誓旦旦的保证下 他动摇了 因此 他跑到灵湖来 想看看是不是真的 由于萧宁的住所 无法用精神力探查 贸然上门质询 更是下策 他又进不去门 怎么能确定 萧宁阁楼里有没有男子呢 而且 他若敢贸然上门询问 肯定会惹得萧宁极度厌恶 所以他才藏入水中 足足躲了一夜 然后 他就感觉到了 淋雨突破时的动静 这时 李启明才知道 长辩青年等人 真的没有骗他 萧宁真的让那个 新晋升的学员淋雨 进他的阁楼中过了夜 这该死的蝼蚁 他竟然真的在 萧宁楼阁中过了一夜 不 萧宁怎么会让他进去啊 还让他过夜 天啊 李启明看着楼阁所在的方向 不由咬牙切齿 一脸猙獰 心中天崩地裂 天生谷 是整个蓝星的超级天才汇聚地 而萧宁 则是女性天才之中 不论是资质 还是容貌身材 却是最佳的那一个 李启明不仅身为战门最强天才 还是四大谷族李家之人 他身份高贵 能力出众 认为只有萧宁配得上他 他也早已将萧宁看作囊中之物 此时 林宇在萧宁房内 过了整整一夜 鬼知道这一夜 孤男寡女做了什么 李启明感觉自己的头顶非常重 似乎戴了一顶几千吨的绿帽子 而就在李启明怒不可遏的时候 阁楼方向的突破动静 渐渐消失了 房间内 真是美好的一天啊 林宇畅爽无比地吐出一口气 此时他的修为境界 已经成功突破到了归原境九层 属性面板 林宇心念一动 自己的详细信息出现在眼前 第180章 吴明山 姓名 林宇 为了方便宿主确切地了解自身的相关属性 系统已将各属性能力值转换成对应境界 望西之 境界等级 归原境九层 攻击等级 神魂境六层 防御等级 神魂境五层 身法等级 神魂境六层 耐力等级 神魂境五层 掌握灵际 猎神枪 大成 猎影 大成 洞察之眼 大成 万剑真诀 圆满 焚天弄年诀 圆满 万雷天星诀 圆满 追魂 圆满 满血荒体 圆满 云雾魂烟绝 圆满 部分功法省略 一火 清连地星火 陨落星炎 琉璃连星火 万寿灵火 阴阳双严 以激活系统功能 自动修炼功能 十一级 分身功能 十一级 完美寻宝功能 十一级 自动炼气功能 九级 炉火纯青 分身替换 系统空间 存储提现 全属性提升一个小境界 美滋滋啊 而且席练的功法 也全是圆满极了 看着都令人畅快 看着属性面板 凌羽兴奋的眉飞色舞 几乎要笑出声来 而就在这时 一阵轻轻地敲门声 忽然响起 堵堵堵 凌羽学长 你在干嘛 你你突破完了吗 萧宁软诺微甜的声音 从门外传来 萧宁学姐来了 凌羽神色一动 回答道 是的 我刚刚完成突破呢 没朝到学姐休息吧 当然没有了 萧宁在门外说道 我早就起来了 毕竟一日之计在于晨嘛 一日之计在于晨 是啊是啊 萧宁学姐说的没错 凌羽微微一笑 然后走上前去 将门打开 门开 凌羽便看见了一身白衣 掀气盎然的萧宁 此时 她脸上还残留着一丝惊讶 看向凌羽的目光 也多了一丝羡慕 当初 她可是26岁了 才突破的归原近八层 这在名人唐学员之中 都算是最快的速度了 但凌羽却不到二十 就突破到归原近九层了 两人比起来 简直一个在地上 一个在天上 就在萧宁羡慕之际 萧宁学姐 真是一天比一天美丽啊 看见萧宁的凌羽 双目微微发亮亮 由衷地夸赞道 哪有啊 萧宁脸色微微一红 竟然有些羞涩 哈哈 凌羽笑问道 学姐就是为我突破的事情来的吗 是啊 不过 还有一件事 凌羽学长 不是也要穿越时空裂缝 去紫卫大陆吗 萧宁点点头 又摇摇头 笑道 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我们可以去那座无名山集合了 说是十点集合 现在确实不早了 我们走吧 凌羽浅浅一笑 走出房间 顺带关上了房门 旋即 二人离开灵湖 朝着集合地点赶去 两人离开不久 灵湖之中 一个人影缓缓升起 漂浮在水面上 这个男的就是凌羽 刚晋升的名人唐学员 可恶 区区归原境 竟敢横刀夺爱 我一定要狠狠地 教训这个狗砸碎 还有萧宁 枉我对你一片痴情 既然背着我和别的男人好 我定不饶你 李启明越想越气 对萧宁的深爱 也变成了痛恨 他整个人双目血红 牙关咬碎 头发倒立 浑身青筋毕露 几乎要原地爆炸 两久之后 他心中的怒火 才平息了一些 看你们去的方向 是这一次前往 时空裂缝之人集合的地点 哼哼 看我不弄死 你们这对狗男女 在心中歇斯底里的狂吼一番 李启明体内灵气爆发 整个人如火箭一般猛冲出去 直此之际 凌羽正与萧宁走在路上 聊着单道心得 一开始 萧宁还只聊短时间 大量练单这个话题 后来 他便尝试着往其他方面引导 想看看凌羽的单道造诣 到底如何 于是 片刻之后 他便陷入了震惊 在交谈之中 萧宁越发觉得 凌羽的单道造诣 深不可测 因为无论他提出什么问题 凌羽都能非常轻易地回答出来 这其中还包括 困扰了萧宁多年 连他的导师 都无比头疼的问题 凌羽学长 果然不是靠运气碰巧 开创神奇练单术的 他本身就有非常高深的单道造诣 天乐 他才不到二十 不仅修为境界提升得那么快 单道造诣也高得令人畏惧 真是太厉害了 看着凌羽英俊的面孔 萧宁眼中一彩连连 光芒战战 在他看来 凌羽日后定能成为天地焰南天那样 精彩艳艳的强大存在 而就在这时 凌羽忽然神色一动 叮 精神等级可突破 是否立即突破 终于等到你了 精神力等级突破的时刻 凌羽脸上浮现出一抹难以掩饰的兴奋 随后立即下令突破 下一刻 黑漆漆的石海之中 万千丝涛的数量再度猛增 刹那间 整片黑暗石海 竟然被光芒开辟出了一大片空间 在这片空间内 莫得出现了无数金色阴暈 这些浓厚的金色阴暈 如同一朵朵金色云朵 飞快地涌入中间的白色光环之中 金色阴暈越来越多 凝聚在一起 形成不断流转的金色沙物 而这些金色沙物又再次浓缩 形成一滴金色的璀璨液体 这 便是液态的精神力 随着第一滴液态精神力的艰难凝聚 越来越多的液态精神力凝聚出来 在白色圆环之中 形成一团无比璀璨的精神力液态球 惊人的光芒从液态球上散发出来 将大片黑暗石海照的透亮 外界之中 凌羽的双目默地爆发出一阵光芒 好在她掩饰得及时 没有让萧宁看见 否则又要多费一番口舌 终于达到了 画海之剑 从今天起 归原镜以下我一眼 就能瞪死 结结结结 凌羽的心情好到爆 连带着回答萧宁的问题时 都更加详细了 萧宁感觉到了凌羽的一些异样 在归原镜就拥有了堪比神魂镜的恐怖精神力 两人继续往前走 继续交流着单道上的问题 凌羽则抽了个时间 暗中检测了一下自己的精神力 首先 精神感知的范围直接提升十多倍 方圆数千里内 了如指掌 其次 精神欲物能力也更加强大 完全能够实现用精神力控制无数飞剑 形成场面浩大的剑流招式 当然 这种招式看起来很厉害 但也就视觉效果不错 实际上还不如凌羽随手一剑斩出 而精神欲物能力对于凌羽来说 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那就是玉器飞行 它完全可以控制一块石头 一块剑 一块布 载着自己飞上天空 进行永久性的飞行 最后 精神力提升给凌羽带来的最大好处 就是可以防止被人用精神力偷袭 从而死得不明不白 据说世界上还有罕见的 专门修炼精神力的功法 有机会一定要弄到 思索之中 凌羽与萧宁一路前行 很快就来到了无名山 第181章 峡谷 这座无名的小山 位于一个巨大的峡谷之中 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凌羽和萧宁抵达之前 便已经有许多被选中的学员 抵达了此处 其中 几个试图整股凌羽的家伙 也出现在了此处 比如那个站在山间上 监视凌羽的男子 比如 一开始就和凌羽结下梁子的 长遍青年 比如那个站出来忽悠凌羽 不要去萧宁家的浓眉青年 而他们的脸色 都非常非常难看 昨夜 他们看着凌羽进入了萧宁家 便憋着一口闷气 纷纷散去 结果一回到自己家 他们就发现自己家里 如同遭了一万个贼 什么值钱的玩意儿 全都没了 不是消失了 就是被直接毁掉 留下一地的残骸 见到这一幕 他们全都震惊到呆滞 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紧接着 他们便互相传讯询问 才知道 所有参与整股凌羽行动的学员 全都遭了殃 众人沉默下来 旋即开始分析 凌羽这个始作俑者 一开始就被他们排除了 因为他们并不知道 凌羽拥有许多分身 凌羽本尊 一直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中 所以他们认为 不可能是凌羽干的 最后 经过一番分析 众人得出一个 令人无比愤怒的结论 我们中出了一个叛徒 虽然当时所有人都一起行动 但肯定是有人 特意透露行动信息 给自己的好友 让自己的好友到处抄架 真特么绝啊 如此一来 每一个人都有嫌疑 但每一个人都不承认 是自己干的 抄家贼到底是谁 成为了永远的秘密 此时此刻 长遍青年 山间男子 浓眉青年等人聚在一起 互相的信任 都丧失了不少 我孙腾敢说 这破事不是我干的 长遍青年满脸恨一道 我一开始就和那凌羽结仇 我全程都在尽心尽力的整凌羽 我和轩也没做 那么缺德的事情 浓眉青年说道 我这个人不差零食 没必要自讲身份当贼 我知道 凌羽和你们的位置 全程都在我监视中 在山间上 负责监视凌羽的男子道 理论上 我干这件事的概率最大 但是我乌浩以道心启示 绝对不是我干的 众学员纷纷开口 表明自己的清白 有个学员道 哎 昨天晚上每个人都自证清白 理由都说了一万个 今天你们别说了 任栽了行不行 浓眉青年 和轩满脸狐一地说道 哦 你这么说 我倒是要怀疑你了 其余人也纷纷盯住那学员 令其连忙白手解释 就在这时 一个学员指着远处 惊讶道 你们看 那不是凌羽吗 他竟然和萧宁一起来了 什么 不仅是孙腾等人 整个小山上的学员们 全部都停下交谈 露出浓浓的惊诧 紧接着 他们纷纷转头看去 就见凌羽和萧宁肩并肩走在一起 有说有笑地往小山走来 见此一幕 众人双目暴突 张口结舌 短暂的安静之后 有人深吸一口气 颤抖着发出难以置信的泥喃声 什么鬼 萧宁小仙女 竟然和一个男的走在一起 还那么开心 骂拉个八子的 我一定是眼睛花了 萧宁怎么会和男的走在一起 这不是真的 这不是真的 我昨夜还梦见萧宁学姐对我笑呢 她这么会和别的男子在一起啊 那个男的我 从来都没有见过 她到底是什么人 居然能得到萧宁亲妹 这小子 就是我那兄弟口中的凌羽 长得不怎么样 这么会被萧宁看上 还让她在家里待了一夜 什么 你说什么 这小子叫凌羽 还在萧宁家中过了一夜 在萧宁家里过了一夜 我的天乐 我不行了 快 快给我喂一颗掉命的丹药啊 小山上一阵鬼哭狼嚎 众男子痛心疾首 心如刀脚 萧宁是他们公认的女神 每一个都在追 但全都追不到 只能远观不可泄完 此时见萧宁破天荒地 和一个男子在一起 他们如何不心痛 而就在他们悲痛欲绝 垂胸顿足的时候 少许女学员们 也满目惊异地看向凌羽 她叫凌羽吗 竟然能和萧宁姐姐一起 到底有何奇异之处 我觉得凌羽长得很好看 特别好看 萧宁学姐 一定是对她一见钟情了 萧宁学姐 可不是那么肤浅的人 这位凌羽我知道 她真的很了不起 她是我们单门最出色的天才 没有之一 啊 她竟然是单门最出色的天才 对了 凌羽这个名字我 怎么忽然感觉有些耳熟 耳熟就对了 昨夜凌羽在上阳山广场 开了一堂炼丹大课 几乎整个学府的学员 和导师都去了 我也去了 也就你们自高自大 没有去 错过了超级重要的炼丹之术 啊 就是那个凌羽啊 她竟然真的成功了 而且还进了名人堂 好厉害 我好后悔啊 众人议论纷纷 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集在凌羽和萧宁的身上 好奇 惊异 羡慕 嫉妒 仇恨 这要是一般人 还真可能当场就绷不住了 但凌羽给全院师生上课 都从容不破 这点场面 小意思 萧宁作为万众瞩目的大美女大天才 对于别人的围观 也早已司空见惯 因此非常淡然 两人找了个平坦的大石头 坐在上面继续谈论丹道奥义 一者口若悬河 不断讲述 一者面色陶醉 侧耳倾听 如此美好的一幕 嫉妒的那些男学员几乎吐血 而就在这时 一个人的出现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 只见远处一道人影如惊雷横空 刹那间飞进峡谷 落到小山上 是李启明学长 战门弟子第一人 他也要去紫卫大陆 哇 启明学长的脸色好难看 我还是第一次见他这么生气 萧宁被他视为囊中之物 此时却和凌羽走在一起 这是天大的耻辱 他如何不生气 那他为什么不去赶走凌羽 反而处在那里看都不看萧宁一眼 你没听说吗 凌羽在萧宁房中过了一夜 孤男寡女干柴烈火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 也就是说 萧宁学姐已经不是纯洁之身了 所以启明学长已经死心了 萧宁不是完毕了 启明学长何其高 他肯定不会再追萧宁了 而且此等耻辱他绝不会白白忍受 肯定会报复的 启 启明学长可是战门弟子第一人 已经是初级武尊了 比一般的战门导师都强 而且他背后还有四大鼓足李家 依我看 这个凌羽肯定用不了多久就要凉了 你们觉得 启明学长会用什么方法 来对付那个凌羽啊 会不会很残忍 噓 启明学长是你们能随意谈论的 快住嘴吧 小心祸从口出啊 众人渐渐停下一轮 大量的目光不断地在李启明 和凌羽二人身上来回转移 看向李启明的时候 众人目光很复杂 这个战门弟子第一人 几乎也是天生谷第一人 把他们压得抬不起头 此时李启明吃了亏 他们虽然不敢说 但幸灾乐祸肯定是有的 看向凌羽的时候 众人的目光就比较统一了 都是怜悯 讥讽 鄙夷之类的目光 第182章 林秀天 李启明 他喜欢你 凌羽听了众人的议论 笑着问萧宁 嗯 不过我对他没兴趣 他追了我许多年 但我一直都没有答应他 萧宁抿着小嘴 低声道 今天看来 他是打算放弃了 他放弃了 我可有麻烦了 凌羽哈哈一笑 学姐 我给你当了挡箭牌 你说怎么办 放心好了 我不会让你受到欺负的 萧宁一脸认真地拍了拍 凌羽的肩膀 语气中带着满满的决心 另外一边 李启明见此一幕 脸色立即黑如锅底 狗男女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还敢做如此亲密的动作 我一定不会放过 你们的 李启明狠狠咬牙 心中狂吼 几乎想将凌羽生吞活泼 将萧宁 就在这时 逐渐安静的学员们 再次传出一阵哗然 纷纷看向天边 只见一个人影长袍翻飞 飞入峡谷 是林秀天师兄 林老大终于来了 走走走 一些学员目录惊喜和敬畏 宛如小弟见到了老大 林秀天 金家人 林宇听到众人的议论 不由抬头看去 只见那林秀天 一身准神魂静修为 长得白白胖胖 笑眯眯的 宛如一个和气生财的富商 林秀天是四大古族 林家的天才弟子 也是战门弟子 他的修为 在天生谷中 仅次于李启明 和李启明也不太对付 萧宁介绍道 此人最近在谷中 不断招揽学员加入林家 已经有许多学员答应了 原来真是林家的人 林宇墓中闪过一丝疑惑 他们这么频繁地招揽天才 有何用意 我也不知道 萧宁摇着头道 或许是林家 想要更上一层楼吧 现在 还没有人知道 林家已经投靠风铃族 林家四处招揽天才 目的便是保存人族的潜力 让他们苟活下来之后 能有机会崛起 毕竟 没有人愿意成为永远的奴隶 林家作为高高在上的 四大谷族之一 更是如此 当然 这个目的是暗中的 在明面上 林家招揽天才 就是为了走到明面上 成为一大势力而已 这一点 即便是林秀天也不知道 此时 林秀天飞到小山上 缓缓落地 许多学员连忙上前迎接 人数竟然多达十几人 林师兄好 林师兄万安 林师兄今天又帅了 一连串粗浅的马屁 不要命地拍得过去 但林秀天很受用 很惬意 紧接着 林秀天环视四周 目光落到了李启明身上 启明师兄 今天气色不错 他走上前去 笑盈盈地对李启明说道 林秀天和李启明 本来相差无几 都是准神魂镜的天才 二人互相竞争 互相敌视 后来李启明晋升神魂镜 林秀天没有突破 差距就此拉开 为此李启明没少嘲讽林秀天 这让他非常窝火 林宇的来历 以及李启明和林宇之间的事情 人脉宽广的林秀天 当然第一时间就知道了 因此 他一上来就对李启明冷嘲热讽 哼 手下败将没有资格和我说话 滚 李启明怒火腾腾 瞥着林秀天冷声呵斥 呵呵 你不也是别人的手下败将 林秀天冷笑一声 嘲讽道 你那么多年都追不到萧宁 人家林宇一天就搞定了 你说说 你是多废物 七 不用多久 我就会让那小杂碎死得很难看 你用那小杂碎来嘲讽我 过两天他就被我弄死了 你不觉得打脸 李启明同样冷笑连连 毫不示弱地反讽道 依我看 你是光喝酒不吃菜 醉了吧 嘖嘖嘖嘖 动不动就要弄死人家 不愧是莽夫家族出来的傻逼 可惜啊 有我灵秀天在 你李启明还动不了林宇 林秀天哈哈一笑 旋即直接转身往林宇走去 他的跟班们也快不跟上 该死 李启明看着林秀天的背影 心中怒不可遏 憋闷极了 若是林秀天要保林宇的话 他要动林宇 还真就麻烦了 同时 尝遍青年孙腾等人 也是神色一江 他们整林宇 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将林宇逼进了萧宁家中 这让他们无比憋屈 但是呢 他们又没有其他办法 就指望着李启明收拾林宇呢 可林秀天要保林宇 那他们 憋在心中的那口气 就别想吐出来了 除了李启明 孙腾与何轩等人 其余学员看着场中的一幕幕 也不由焦头接耳 笛声议论 原以为林宇要凉 不料林秀天竟然要保他 真是出人意料 是啊 这家伙还真是好悦 不仅抱得美人归 还成功避免了报复 那么的 我什么时候才能有这么好的运气啊 众人对林宇的怜悯 讥讽和鄙夷 再次变成了羡慕极度狠 同时 林宇和萧宁也看见了林秀天和李启明的明争暗斗 不由无奈地面面相去 别人以为林秀天要保林宇 是林宇的幸运 他们却不知道林宇心中并不高兴 因为他并不需要林秀天来保 反而 在林宇看来 林秀天无非是借助他来羞辱一下老对手李启明 这根本算不得善意 这时 林秀天带着一众跟班 来到了林宇和萧宁的面前 萧宁学妹 你好 林宇学弟 你好 林秀天满脸笑容 笑呵呵的 完全没有一点架子 萧宁点点头 道 林学长你好 你有事吗 而林宇则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 连话都没说 林秀天见林宇如此举动 心中顿时一阵不爽 他林少爷走哪不是前呼后拥 马屁不断的 今儿居然被忽视了 他的那些跟班们更是眉头紧促 看向林宇的目光 立即有些不善 气氛渐渐变冷 不过 林秀天还是忍下了 他交友广泛 以前也遇到过不少高傲之辈 哈哈 萧宁学妹啊 恭喜你找到情投意合的知己 林秀天哈哈一笑 气氛立即回升 不负冰冷 呃 林学长怕是误会了 萧宁面色微红地说道 我和林宇只是道友 交流一些单道上的心得而已 我都懂 交流心得就是心心相应吗 林秀天满脸笑容 说得萧宁面红耳赤 而就在萧宁 想要出言解释的时候 林秀天又看向了林宇 林宇学弟 昨天你的课我可是去上了的 不得不说你真是太厉害了 我林秀天佩服你啊 此言一出 林秀天的一众跟班 立即出声附和 对对对 林宇学弟讲的课真好 是啊 我听的是醍醐灌顶 豁然开朗呀 林宇学弟 你可太牛了 丹门第一天才 非你莫属 众人你一句我一句 简直要把林宇夸上了天 大家谬赞了 林宇抱拳拱手 神色谦虚 暗地里 他狠狠地翻了个白眼 幸好他易容了一番 否则的话 林秀天一下子就认出他来了 昨天上课的时候 他可从未见过林秀天 和他的这些跟班们 不用想 也知道是林秀天等人 从其他地方听来的消息 没有谬赞 绝对没有 不怕渔门主打我 我敢说林宇学弟的单道天赋 绝对是史上第一个 林秀天神色诚恳 转而又露出无比和善的笑容 我来找林宇学弟 除了恭喜二位 还想请林宇学弟 加入四大古族林家 我保证 林宇学弟加入我林家之后 定能得到最多最好的培育资源 而且这个世界上 绝对没有任何人能威胁到学弟 即便是莽夫家族李家也不能 第183章 时空裂缝 此言一出 小山上几乎所有人都心生羡慕 这家伙真是好运啊 是啊 尹氏古族林家 那可是天底下最大的势力之一 一旦加入 可就一生都不愁了 尹氏古族林家 自打决定出世以来 便四处收拢天才 但是他们并不是什么人都要 即便是名人堂学员 也不是人人都能收到邀请 此时 林宇天竟然主动邀请林宇 还立下这么大的承诺 这让那些已经加入林家的学员 都无比羡慕 当初林宇天邀请他们的时候 可没有许诺 给他们这么好的福利 真是羡慕这家伙啊 谁让人家是史上第一担当天才呢 是啊 他才这么年轻 就研究出了那种神奇的炼丹术 以后的成就 绝对不比云门主弱 众人低声交谈 为林宇即将加入林家 而感到羡慕 当然 也有人面色铁青 咬牙切齿 那就是李启明 目前看来 林宇天许下这么大的承诺 林宇必然加入林家 到时候 他就真的只能打落牙齿咽下肚了 众人的反应和议论 其实也就在一两秒之间 林宇天等人 正满脸微笑地等候着林宇答复 而至此之际 几乎所有学员都觉得 林宇加入林家 已经是注定之事 但是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却令他们难以置信 多谢林学长的好意 林宇淡淡一笑 回绝道 我暂时还没有 加入任何势力的打算 加入林家 开什么玩笑 他不就是林家的人了 虽然他对于林家 没有归属感 但是重新投入林家的怀抱 是不可能的 更何况 林宇拥有系统 无所畏惧 何须林家来庇护 总而言之 加入林家对林宇来说 完全就是个笑话 不过 他这出人意料的选择 直接就将在场所有人都整猛逼了 卧槽 林宇竟然拒绝了林学长 天乐 他难道已经疯掉了吗 竟然拒绝了林学长的邀请 加入林家好处那么多 不仅可以从李启明手下全身而退 还能获得无尽财富和地位 他居然拒绝了 我们林少爷如此放低姿态 盛情邀请 这林宇竟然拒绝 真是个疯子 真特么是个大傻逼啊 他这样做 直接将林家也得罪了 四大鼓足 他一下子得罪了两个 我的妈啊 林宇这小子 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看他 难了 小山上 大量学员瞪着双眼 像是看傻子一样 看着林宇 加入林家 不仅能得到无数修炼资源 单到资源 还能得到庇护 免去了李启明的报复 拒绝 凭什么啊 林秀天的跟班们 则纷纷面露暮色 恨不得上前狠狠地 给林宇两耳光 林秀天本人也是难以置信 他是万万想不到啊 自己这么诚恳地 邀请一个小学员 居然被拒绝了 之前那些学员们 听到林家 要招揽天才的风声 都是削尖的脑袋 要往里面挤的 他林秀天 只要出言邀请 还从来没有被拒绝过 李启明也是目瞪口呆 神色自然 完全没想到林宇会拒绝 他原以为林宇 要加入了林家了 自己只能打落牙齿 咽下肚了 但此时 林宇竟然拒绝了 这个死 做得好啊 李启明眼中 露出一抹残忍的冷笑 林宇学弟 能说说你的理由吗 林秀天深吸一口气 面色变得有些淡漠 林宇一开始便无视他 现在更是拒绝他的邀请 这无疑是在 狠狠地打他的脸啊 耻辱 惊天动地的耻辱 若非他林秀天 善于交际 喜怒不形于色 他早就满脸猙獰扭曲了 理由 我已经说过了 林宇淡淡一笑 道 不想加入任何势力 包括我林家 林秀天眉头紧簇 再也不负之前和善的模样 林宇怂怂肩膀 笑道 不错 包括林家在内的所有势力 我都不想加入 此言一出 小山上的所有人 不由面面相去 脸上写满了亥然 林宇这小子 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丝毫不给林家面子 直接回绝了林秀天的邀请 不仅如此 他还看不起任何势力 这简直太狂妄了 好 好的很 林宇 希望你不要后悔 林秀天双眼眯起 如同王八的绿豆眼睛 散发着极其危险的气息 我这人做事从来不会后悔 林宇淡淡一笑 对于林秀天的气势压迫 一点都不在意 哼 林秀天冷哼一声 带着一众跟班 转身离去 众人见此一幕 纷纷倒吸一口凉气 至此 林宇是切切实实地将林秀天也得罪了 一个刚进入名人堂的小小学员 竟敢同时得罪李启明和林秀天 这简直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这小子完蛋了 是才傲物之辈 他的下场肯定会很凄惨 狂傲到不愿加入任何势力 这家伙真是太可笑了 这家伙真的就是个傻子 众人交头接耳 戏声嘀咕 看向林宇的目光 重新变回了鄙夷和讥讽 就在这时 远处出现一个急速飞行的黑点 这黑点带着隆隆的阴暴云 很快抵达峡谷 现出身形 战门大导师来了 是战门大导师之一 咒俊爱 众人的注意力 全部转移到了来人身上 林宇也寻声看去 只见咒俊爱面容刚毅 一身黑袍 身形强壮 宽大的袍子 根本无法掩盖 他那胀鼓鼓的肌肉 这位就是战门大导师 咒俊爱 林宇神色一动 调出了咒俊爱的属性面板 发现这位战门大导师 乃是一名巅峰神魂镜强者 不愧是能担任战门大导师的人 林宇带着笑容 多看了咒俊爱极眼 舞者修为境界越高 要提升境界 就越发困难 到了神魂镜级别 几乎每一个小境界的瓶颈 都犹如天倩 难以跨越 上一次在天道单楼的拍卖会中 林宇见到了二十几位神魂镜 但其中最强的 也只是神魂镜六层而已 而且寥寥无几 其余的 都是神魂镜两三层而已 然而 这位咒俊爱 却达到了巅峰神魂镜 由此可见 这也是一个天资超凡的人 林宇在看咒俊爱的时候 咒俊爱也看了几眼林宇 原本这次行动是没有林宇的 正是云夜梦给咒俊爱打了招呼 才让林宇能参加这次行动 因此 咒俊爱是知道林宇的 而且也知道 这位林宇在单道上面非常厉害 但是呢 咒俊爱对于林宇参与这次行动 有些不满 因为林宇的实力 实在是太低了 在场的名人堂学员们 最不计也是归原境 而林宇呢 才区区到台境而已 当然 云夜梦发了话 咒俊爱也不敢搏了面子 这时 李启明来到咒俊爱面前 大导师 这次行动的人数 已经极其 好 咒俊爱环视众人 但莫得说道 都集合到我身边来 要去时空裂缝了 等了这么久 终于要去那紫薇大陆了 众人面露激动 纷纷动身 来到咒俊爱身边 萧宁也带着林宇来到近处 咒俊爱见众人 都围了过来 便从空间戒指里面 拿出一个桌子大的圆盘 圆盘上面 雕刻着具备 玄奥规律的阵纹 林宇扫了一眼 武器识别发挥作用 立即看出了这个圆盘的底细 第184章 穿过时空裂缝 这是一个便携式的传送器具 乃是一次性的 光凭这个圆盘 不可能能直接抵达紫薇大陆 林宇默默思索着 应该是先将我们传送到 时空裂缝所在之处 然后再通过时空裂缝 前往紫薇大陆 想来也没错 时空裂缝 关乎到人族的退路 如此重要 当然要慎之又慎 这时 咒俊爱将灵力 灌入圆盘之中 桌子大的圆盘飞上天空 瞬间扩大 笼罩了方圆数十米范围 紧接着 大量光芒从圆盘上爆发出来 林宇在被光芒笼罩的刹那 就感觉周围的空间一阵波动 一番天旋地转紧随其后 等视野恢复的时候 面前已经变成了一个 广阔的地下世界 同一时间 峡谷之中 那爆发出巨量光芒的圆盘 也寸寸破碎 灰飞烟灭 这里就是时空裂缝所在之地吗 看起来好空旷 似乎什么都没有 不不不 你的眼睛被蒙蔽了 这里到处都是阵法 只是被掩饰了而已 林学弟说的没错 周围密密麻麻 全部都是强大的阵法 众人一番交谈 最后由一众阵门弟子 发现了异样 在得知周围有危险的阵法后 所有人都变得小心起来 林宇有些好奇地看向四周 却一无所获 如果我激活了自动炼阵的话 按照系统的尿性 肯定有阵法识别这项功能 如果我此时拥有这个能力 周围的阵法 便能丝毫避现了 想到这里 林宇嘴角一勾 对即将开启的一剑 炼阵 生起了浓浓的期待 都跟我来 咒俊爱对众人的反应司空见惯 淡淡丢下一句 便往前走去 李启明立即跟上 林秀天等人紧随其后 林宇和萧宁对视一眼 走在了最后 往前走了不到一分钟 众人便来到一个空旷的房间里 天 这里的阵法更加强大 我能感觉到 若是这里的阵法全部启动 即便是天地到来 也能阻挡片刻 看 中间这块石头 就是传说之中的问星石了 在前往时空裂缝之前 必须要经历问星石的考验 以免内间混入 破坏了我们的时空裂缝 嘿嘿 若是问星石检测出内间 怕是 立即就会有无数阵法降临 将其磨灭 众人议论纷纷 指指点点 问星石吗 林宇双目闪过金光 立即洞悉问星石的特性 竟然是一件神级的宝卧 作用名副其实 问星 即便是依靠手段 掩盖心中想法 也绝对瞒不过问星石的考验 林宇缓缓点头 这倒是一个很好的宝贝 按照规定 所有人都要经历问星石 才能去时空裂缝 这时 咒俊爱说道 现在 李启明 你第一个来 作为战门第一学员 李启明深得咒俊爱的看重 是 导师 李启明拱手行礼 来到问星石前 下一刻 一阵光芒从问星石上迸射而出 将李启明的身形全部淹没 不到三秒 光芒渐渐消散 李启明若无其事地退到了一边 很显然 李启明并非风铃族内奸 不会对人族有任何歹念 下一个 林秀天 咒俊爱摆摆手 林秀天也拱手行礼 上前检测 光满蹦射 而后消散 林秀天也安然无恙地站到了一边 显然 他也并无问题 下一个 咒俊爱目光一转 落到了林宇身上 就林宇吧 好 林宇拱拱手 来到问星石面前 谁实话 他有些忐忑 因为他不知道 问星石会不会让他暴露出系统的存在 系统神秘无比 乃是没有道理的存在 这问星石应该检测不出 而且 问星石检测的是 学员是否为风铃族内奸 检测机制应该不会涉及到其他方面 刚想到这里 问星石上就迸射出一阵光芒 此时此刻 林宇才感觉到 这光芒竟然是一种特别的精神功技 林宇的精神力本能的反抗 却被光芒直接穿透 不愧是神奇 画海镜精神力无法抵挡 而且这种感觉 估计即便是天地来了 也一样无法反抗 真是神奇的宝卧 林宇思索之中 光芒渐渐散去 从始至终 他都没有感觉到什么危险 也不知道问星石具体是怎么检测的 下一个 周俊艾点点头 挥手间下一个学员走了上来 林宇迈不让开 接下来 便是一众学员 挨着挨着上前检测 最后的结果是 所有人都没有问题 很好 下面 我就带你们去时空裂放 周俊艾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 他背着手往前走去 众学员纷纷跟上 这一次 足足前进了半个小时 周俊艾才停下脚步 这里是一个非常长的涌道 前面一片漆黑 伸手不见五指 林宇眺望前方 隐约感觉 前面传来细微的空间波动 前方 就是时空裂缝 时空裂缝不太稳定 必须开启 阵法进行稳固 而且短时间内 只能进行一次传送 若是有人不听号令 导致无法传送 可就别怪我了 现在 所有人围在我身边 跟着我往前走七步 周俊艾话音刚落 众人立即围了上去 生怕慢了一步 很快 众人将周俊艾围的水泄不通 第一步 周俊艾一步迈出 众人紧随其后 刹那间 周围亮起无尽阵法光芒 那漆黑的涌道 被光芒照亮 浮现出一个突兀的灰色漩涡 这漩涡 就像是在撕碎了 粘在半空的 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第二步 周俊艾的声音再次传来 众人又跨一步 周围的阵法绽放出更强的光芒 接下来 在周俊艾的带领下 凌羽等人踏完七步 最后一步踏出之后 阵法光芒骤然消失 众人感觉眼前一黑 一股挤压之力落到身上 这股挤压之力很强 强到武帅级 只能勉强抵御 不过 在场都是到台阶以上 凌羽的真实实力 更是归缘近九层 这点压力 当然不放在眼里 挤压之力传来片刻 凌羽忽忽然感觉 自己的感官开始扭曲 视觉 听觉 乃至对时间和空间的感知 都变得极不稳定 这就是穿越 时空裂缝的感觉吗 凌羽深吸一口气 凝神摒弃 不再去管外界 在时间感知错乱的情况下 也不知过去多久 凌羽才感觉到 周围恢复了正常 紧接着 一股浓厚的灵气扑面而来 令人如同躺在温泉水之中 哦哇 这里就是紫微大陆吗 好浓厚的灵气 是啊 这里的灵气 几乎比得上我们学府 最好的灵气修炼室了 灵气浓厚 宝物肯定也多 这紫微大陆 简直肥得流油啊 众人满脸陶醉地 吸收着灵气 脸上满是惊喜 同时 李启明 灵秀天 孙腾等人 冷笑着纷纷看向凌羽 在他们看来 灵羽只是个道抬径 通过时空裂缝之后 绝对会不好过 可是 当他们看见灵羽的时候 立即就变得震惊诧 只见灵羽正生龙火虎 双目发光地观察着四周 那精神器 简直比他们都还要好 第185章 抵达紫微大陆 我去 这怎么可能 穿越时空裂缝 可不是开玩笑的 他一个道台境 竟然屁事没有 马得 真是邪门了 一众看向灵羽的学员们 纷纷难以置信 而此时 灵羽心情好得不得了 终于抵达紫微大陆了呀 对别人来说 紫微大陆宝物多 肥得流油 却只能远远看着 但是对他来说 就不一样了 拥有分身寻宝功能 他躺着睡觉 就能疯狂攫取 紫微大陆的资源 不过 目前还不能 将分身派出来 等到了外界才行 压住心中惊喜 灵羽开始观察周围的环境 这里同样是一个 空旷的地下空间 四周灰蒙蒙的 也不满了强大的阵法 并且 那灰蒙蒙的墙壁上 竟然还流转着阴阳双眼 没想到在这里 竟然能看到阴阳双眼 灵羽神色一惊 也是 时空裂缝如此重要 必须万无一失 用阴阳双眼掩盖气息 正当合适 这时 周军爱淡淡开口 现在我们已经抵达了紫微大陆 紫微大陆将域 几乎无穷无尽 生活着上万智慧种族 我们人族在这里 可以说是最弱小的智慧种族 因此 你们行动之时 必须小心翼翼 不可暴露自身 更不可招惹一族 现在 我们就离开这里 去我们人族 在紫微大陆建立的据点 说到这里 周军爱再次抛出一个圆盘状传送阵 将其激活 凌羽与众人轻车架熟的 来到周军爱身边 一阵天旋地转后 面前的画面又是一遍 这里是一个巨大的地下空间 凌羽用精神力都无法探知尽头 这片空间的四面八方 都有玉石堆砌包裹 上面转刻金色符纹 并且有大量悬云静月火 缭绕不绝 隔绝气息 凌羽能感觉到 这是有舞者在暗中释放阴阳双眼 才能令其生生不息 地面上 则是按照蓝星上的建筑风格 修建的楼台亭语 灵刺致笔 连绵不绝 这里就是我们的据点 周军爱露出一丝激动之色 这是天地 燕南天前辈亲手建立 我们人族踏上紫卫大陆的第一步 导师 我等定能披荆斩棘 勇往直前 灭掉风铃族 在这紫卫大陆站稳脚跟 不错 严恒星前辈 为我等开辟紫卫大陆据点 我等定不复人 纷纷表明心中志向 很好 不枉学府花费那么多资源培育你们 现在 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据点 周军爱笑容满面 这个据点名为踏天据点 是我们人族在紫卫大陆最大的据点 据点的组成为各大人族神魂镜 和后起之秀 算上你们这一批 据点内已经有一千多人 听着周军爱的话语 灵雨默默地思索着 看来 人族在紫卫大陆 已经不止一个据点 也是 之前安心导师就说过 加兰学院每年都会派遣精英弟子 前往紫卫大陆 虽然肯定不全是名人堂学员 这样的天纵之才 但也绝对不差 从时空裂缝被发现到今日 日积月累 也不知道在这边积攒了多少力量 灵雨思索之际 周军爱也将整个据点介绍完毕 这个踏天据点拥有上千人 神魂镜数十人 除此外 有踏天殿 聚灵神池 传道大殿 历练塔 灵寿院等建筑 踏天殿 乃是踏天据点的核心 负责处理各种大小事 上至高层决策 下至刑法赏赐等 都归踏天殿管 聚灵神池 就是以阵法汇聚四周灵气 形成超乎想象浓度的液态灵气 供所有人修炼 没有任何限制 传道大殿 日夜都有人族强者在内 传授功法心得 所有弟子随时可以进去旁听 没有限制 历练塔 作用是筛选人族精英 予以排名 并赋予外出历练的资格 灵兽院 顾名思义 是专门换养灵兽的地方 在蓝星上 凶兽无论如何 也无法被人族收服 因为那些凶兽 全部都是风灵族麾下 他们早已被风灵族施加手段 难以破除 世世代代都被风灵族暗中控制 但风灵族控制 亦不过是他们地盘之中的 少部分凶兽罢了 紫薇大陆之中那么多灵兽 区区风灵族岂能完全控制 因此 到了紫薇大陆 人族便可以挑选灵兽 将其收服 成为自己的一大助力 只不过 为了防止人族在紫薇大陆 拥有据点这件事暴露出去 人们收服的灵兽 从未带回过蓝星 而那些被人族收服的灵兽们 便全部豢养在灵兽院中 灵兽啊 若是可以 我倒是愿意收服一只来当当做起 只是 要成为我的做起 必须要有极强的潜力才行 否则收服之后 没几天就跟不上 我都不乏了 任何人都有一个做起梦 灵兽当然也不例外 一想到自己 骑着高大威猛的灵兽 持平天下 灵兽便勾起嘴角 露出一抹期待 不过 相对于灵兽 灵兽更期待的 还是外出历练 只要一出去 她的分身派遣出去 攫取大量财富 根据咒骏爱所言 整个踏天据点 就是个封闭的空间 要出去的话 就必须获得外出历练的资格 通过传送阵 离开踏天据点 而获得资格的条件有两个 第一 历练塔 历练塔分为15层 每一层都有高手镇守 必须要冲破9层以上 才能获得外出历练的资格 第二 隐匿手段 为了避免人族的存在 被一族知晓 每一个外出历练的人 都必须拥有 足够强悍的隐匿手段 若是隐匿手段 没有通过考核 那么 即便战力达标 也无法外出历练 隐匿手段 我有阴阳双严 完全没问题 倒是战力方面 以我表面到台阶的战力 肯定无法通过第九层 灵雨摸了摸下巴 暗自思索着 看来 只能暴露一些实力了 这时 大家也对这踏天据点 有所了解了 现在 我就带你们去踏天殿登记造册 树立命牌 咒俊爱摆了摆手 便朝着踏天据点的正中间飞去 其余人连忙腾空而起 紧随咒俊爱其后 大家都飞起来了 有人便下意识地看向灵雨 灵雨只是个武帅级 还不具备飞行的本能 若是无人相助 便要出丑 但是 下一刻发生的事情 令他们羡慕地想要吐血 只见萧宁面色微红 用仙仙玉璧 挽住灵雨腰间 带着灵雨飞上天空 紧紧跟了上来 这特么的 已经是爆了 萧宁竟然愿意爆灵雨 他们的关系 已经亲密到如此程度了吗 我的天乐 原本我心中还有一丝希望 现在看来 萧宁是真的和那灵雨好上了 在众学员羡慕极度之中 踏天殿很快出现在眼前 这是一座占地宽广的白色大殿 大气恢弘 令人心生震撼 大殿外边是个巨大的广场 广场上有许多人来来往往 他们每一个都气息磅礴 修为高深 最次也是武王级别 此时灵雨等人跟着咒俊爱落地 立即就吸引了许多舞者的目光 这就是今年从蓝星过来的天才啊 据说这一批 全部都是名人堂学员呢 想当年 我爬到紫禁学员就上不去了 这些才是真正的天才啊 他们在这里 定能更快地发展 说不定很快就会出现武尊了 你是不是眼瞎啊 你们看 咒导师身后那位学员 已经是神魂镜一层了 那一个也是准神魂镜 还有好几个归缘镜九层呢 卧槽 这一批名人堂学员 比上一批还要强 简直就是一群妖孽 咦 你们看 那里怎么会有一个到台镜 第186章 踏天据点 啥 到台镜 你不会是眼花了吧 不对 那里确实有一个到台镜 你们看 就是他 众人一番寻找 目光渐渐汇聚在淋雨身上 卧槽 真是到台镜啊 泽泽 也不知道加兰学院 到底在搞什么鬼 居然连到台镜都放进来了 就是 一个到台镜来这里有什么用 怕是去传道大殿听课 都听不懂什么 不仅如此 区区到台镜 连历练塔第一层都无法通过 莫非他打算在这里 熬个一百多年 镜身归原镜 才去闯力炼塔不成 你们不要这么想嘛 人家到台镜 就能来踏天据点 定有特长 别光看修为 好像说的也是哦 就是不知道这后辈 有何特异之处 不不不 依我看 他如此年轻 就达到了此等境界 天资定然不凡 定是学院决定 将其送来踏天据点 好让他缩短成长时间 哈哈 缩短成长时间 能缩短多少 怕是等不到我们人族 和兵灵族大战之时啊 一群老学员好奇地看着林宇 指指点点 意润纷纷 而消息一传实实传百 很快 新来学员之中 有个倒台镜这件事 就传遍了整个踏天据点 甚至他的出名程度 比李启明这样的神魂镜天才都要高 直此之际 在咒俊爱的带领下 林宇等人走进了踏天殿 踏天殿内分为许多房间 宛如一个个部门 负责不同的事项 咒俊爱带着众学员一路前行 来到其中一个巨大的房间门外 堵堵堵 咒俊爱敲着门道 李道友 是我 今年的新学员到了 咒俊爱导师 门打开 里面走出来一个干瘦的老头 对着咒俊爱拱手示意 这老头看起来干巴巴的 头发枯黄 双眼无神 林宇扫了一眼 不动声色地掉出老头的属性面板 发现此人名为李元居 乃是一名神魂镜六层强者 都进来吧 咒俊爱对着林宇等人摆摆手 然后与李元居交谈着 走进了房间 学员们纷纷紧随其后 进入房间 这里就是学员登记造册 树立命牌的地方 林宇环室四周 发现房间里有诸多木柜 如同书柜一样 上面摆放着一枚枚白玉雕刻的玉牌 这些玉牌 有的要要生灰 如同关注了生命灵气 有的则黯淡无比 如同一枚死物 这就是命牌啊 我还是第一次见的 萧宁也好奇地看着周围的木柜 据说命牌 是用来判定外出历练的学员 是否死亡的手段 他能与主人互相感应 若是主人死亡 玉牌就会失去光芒 而且 命牌还能判断 主人距此地的距离 离得越远 光芒就越暗淡 但是却不会熄灭 嗯嗯 林宇点点头道 也算是一件奇异的宝物了 通过武器识别能力 他已经将这些命牌的底细 看了个通透 倒是没有什么 暗中控制人的手段 此时 周军爱和李源居交谈了几句 便开始为学员们制作命牌 第一个上去的依旧是李启明 家族 晚辈李启明 李启明上前对李源居公身行礼 众人听到他对李源居的称呼 不由一惊 原来李源居和李启明 竟然是一家人 如此说来 李源居也是四大古族李家的人了 不愧是四大古族 高手如云鸭 众人脑海之中 同时闪过这个念头 李启明 你很不错 李源居笑着点点头 显然对这个家族晚辈很满意 旋即 李源居便为李启明登记造册 制作了命牌 制作材料很简单 就是一块听命玉 李启明的鲜血 一丝精神力 经过特殊的炼制 一块耀耀生辉的命牌便出现了 因为李启明距离命牌非常近 因此 这块玉牌超级亮 几乎都堪比一个LED灯套了 下一个 林秀天 咒俊爱摆摆手 让林秀天上前 旋即便是挨个挨个制作命牌 周围的木柜上 很快就添加了数十命牌 劳烦了 咒俊爱对李源居拱拱手 带着众学员转身离去 不多时 众人再次来到大殿之外 我就带你们到这里了 从今往后 你们自由发展 之前我只是简略介绍了一下 他天据点 更详细的信息记载在这里面 其中规矩定要熟记劳背 咒俊爱一边说着 一边从空间戒指之中 拿出一堆玉检 分给了众人 分完了玉检 他便飞速离去 再次进入了他天殿中 显然 咒俊爱这是有事要忙 确实 他来往于蓝星和紫薇大陆只见 两边的消息联络 至少有一部分 要落到他的身上 广场上 众学员带着玉检纷纷散去 林宇学长 你现在去哪呢 萧宁美目光芒流转 落到了林宇身上 我打算先去找个住处 林宇抛了抛手中的玉检 里面记载 每个学员都能选择一个独立住所 和天生谷内一样 萧宁笑道 嗯嗯 那我跟你一起去吧 好啊 林宇并不推辞 每人相伴 即便没有别的想法 养养眼也是不错的 两人结伴行 路途之中 倒是没有人前来找茬 毕竟 这里是踏天据点 乃是人族的希望 谁敢在这里自相残杀呢 即便有仇 也要寻个远离 踏天据点的无人之地啊 此时 李启明有些忧愁 这林宇才到台境 他要提升到能外出历练的层次 也不知道需要多少年 这仇难报了 倒是萧宁那个贱女人 她已然是归缘近九层 定会尽快外出历练 我要寻个机会报仇雪恨 想到这里 李启明眼中泛起思思杀意 这时 林宇和萧宁来到了住宅区 这里修建着一栋栋别致的两层小楼 每栋小楼都有防御屏障 精神感知屏障 挑选住处的方法和天生谷一模一样 无人的小楼可以直接占据 化为己用 林宇和萧宁选择了相邻的两栋小楼 道别后便分开来 各自回家 林宇进入小楼 环顾四周 发现房间里空荡荡的 显然从来没有人住过 很好 我可不要愿意住二手房 林宇露出一抹满意的笑容 旋即按照自己的喜好 进行了一些布置 不多时 小楼里便布置得当 林宇盘坐在床上 默默思索着接下来的计划 当务之急 是要外出历练 将分身派出去 虽然说 我以倒台镜的站立闯历练塔 定会惹得众人震撼 令人怀疑我身怀秘密 但是 算上吞噬分身这个底牌 一般的神魂镜我也不放在眼里 整个踏天据点 能与我一站的 不多 更何况 踏天据点乃是人族希望汇聚之地 基本上都齐心协力 几乎没有数大招锋的道理 反而 我表现得越天才 得到的资源就越多 是时候光明正大的开挂了 想到这里 林宇不由嘴角一勾 露出一抹兴奋 想到就做 林宇并未通知萧宁 而是独自出门 跟着预检之中标注的路线 朝着历练塔走去 一路行去 经过传道大殿和聚灵神池 传道大殿之中 不时传来老辈强者 对某种功法的讲解 生生入耳 令人醍醐灌顶 聚灵神池之中 数百归原镜以上的强者 漂浮在空中 疯狂吞噬灵气 壮大自身 林宇路过传道大殿的时候 里面的舞者们 都在认真听讲 没有注意到他 倒是经过聚灵神池的时候 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第187章 床塔 这就是那传说中的 道台镜天才吗 以我多年的经验 可以判断出 此人年岁定不会超过20 如此年纪达到道台镜 确实牛逼 是啊 当初我是27岁 才突破道道台镜的 突破道归原镜 更是花了我18年 可惜的是 即便他天资一禀 比我等更强 要达到归原镜 最少也要百年 恐怕是赶不上最终的大战了 众人一边修炼 一边低声议论 这时 忽然有人惊讶到 咦 你们看 他走远了 他竟然没有进入聚灵神池修炼 什么 还真是 他居然直接离开了 看他行走的路线和方向 这是要去 历练他 不会吧 他天资再好 也只是到台镜啊 这么弱小的战力 闯历练他 莫非他在蓝星上 自高自大惯了 什么都不放在眼里 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 卧槽 我去看看 这小子 是不是真的去历练他 等等 我也去 聚灵神池之中一阵骚乱 最后一个个 静一不定地离开聚灵神池 远远地跟在淋雨身后 短短时间里 几乎所有聚灵神池内的舞者们 都好奇地跟了上去 嗯 这么多人跟着我 灵雨虽是到台镜 但真实战力 已经达到神魂镜六层 立即就察觉到了 远处跟随过来的舞者们 不过 他并未管那些舞者们 而是自顾自地往前走去 很快 一座巨大的白玉塔 出现在眼前 这座白玉塔共15层 每一层高达100米 整座塔异常高大 几乎如同一座山峰 在踏天据点这个封闭的空间内 宛如顶天立地的步舟山天柱 这就是历练塔吗 也不知道里面的关卡 是如何设置的 灵雨嘴角一勾 缓缓走进了历练塔的大门 他这一举动 立即让那些跟在后面的学员 目瞪口呆 卧槽 这小子竟然真的进了历练塔 我还以为他只是来参观一下呢 天乐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区区到台镜 就敢闯历练塔 历练塔第一层 需要归原镜 一层才能闯过 这小子真是狂妄自大 依我看 他很快就会灰溜溜地跑出来了 在这里受到教训 吃点亏也不错 免得以后吃更大的亏 众学员议论纷纷 忍不住对灵雨的行为 嗤之以鼻 至此之际 灵雨已经进入历练塔 宛如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 历练塔第一层 高百米 长宽千米 四面八方 由白玉铸造 雕刻无数阵法 空荡荡的空间里 飘荡着一缕缕 聚散无常的白雾 将整个环境 营造得更加深优 嗯 到底怎么个闯法 灵雨的眉头微微促起 疑惑地看向四周 就在这时 四面墙壁和天花板上的阵纹 忽然光芒大放 紧接着 光芒凝聚成了一个 身形璀璨的人影 手持虚幻长刀 从天而降 杀向灵雨 原来是用阵法来进行考验 想来也是 大家都要修炼 谁有时间一直待在这里 等人来挑战呀 用灵兽镇守也不行 打伤了怎么办 谁不心疼自己的灵兽呀 面露恍然的灵雨 抬起右手 手指轻轻一弹 无尽万兽灵火 凝聚成一头巨型火龙 一口将那璀璨人影吞噬 璀璨人影 直接灰飞烟灭 毫无反抗之力 哇 整个历练塔 一层发出一阵嗡鸣 周围的阵法 再次爆发出光芒 凝聚成一个虚幻的传送阵 这就通过一层了 真简单 灵雨淡淡一笑 走进传送阵 立即消失在原地 历练塔外 众学员正等着灵雨 夹着尾巴灰溜溜地逃出来 然后围着她 给她讲讲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的道理 但这时 历练塔一层 竟然莫得一亮 发出的嗡鸣之声 所有人瞬间惊怠 这光亮 这嗡鸣 是闯过关卡的证明 卧槽卧槽 那小子居然真的闯过一层了 不是吧 他才到台境啊 难不成他的战力 能跨越一整的大境界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我还是到台境的时候 最多只能抗衡巅峰到台境 要知道我最擅长战斗了 可是 刚刚进去的 就他一个人 不是他是谁啊 等等吧 看他能从哪一层出来 也是 从哪一层出来 就代表着闯过了几层 我觉得他应该到了极限了吧 众人带着震惊等待起来 而就在这时 灵雨出现在历练塔第二层 这里的环境和第一次大同小异 但灵气要稍微稀薄些 应该是刻意营造的 很快 周围的阵法光芒大量 凝聚出一个手持短笔的人影 这人影刚一出现 就消失在原地 原来每一层的历练 不仅对手实力更高 类型也不一样 这个人影 不仅是归缘近五层 而且擅长前行暗杀 比一层那个 只知道用刀乱砍的强多了 一边思索着 灵雨挥了挥手 刚出现在身后的人影 直接四分五裂 哇 历练塔第二层 亮亮起光芒 一阵嗡鸣传出 塔外 众人再度面露震惊 议论起来 什么 他干掉了 归缘近五层的对手 这小子 竟然这么快 就闯过了 历练塔的第二层 他进去不到几秒钟 就闯过去了 这特么假的吧 天乐 我一定是出现幻觉了 在众人难以置信的议论中 灵雨通过传送阵 来到第三层 第三层的对手 达到了归缘近八层级别 擅长防御 可谓皮操肉厚 一般的高级武王 或许能击败 但很难杀死 不过对于灵雨来说 这个对手就太弱了 同样挥挥手 轻易解决 塔外的众人 看见了第三道亮光 听到了第三道嗡鸣声 顿时不由自主地 张大了嘴巴 他闯过第三层了 第三层镇守的 可是归缘近八层了 算一算 他跨越了一个大境界 斩杀了对手 我乐个去 他不仅闯过了第三层 而且花的时间 同样这么少 几秒 就几秒钟 你妈 这不可能 这不是真的 当初我闯过第三层 可是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啊 我难道还比不上 一个倒台镜吗 我 我比你更惨 第三层 我都还没有闯过呢 我算是知道了 这家伙就是个妖念 他如此狂妄 是有资本的呀 真是厉害啊 不过我估计 也就到此为止了 毕竟第四层的对手 可是归缘近巅峰啊 众学员脸上 写满了惊骇 他们真的很难相信 一个倒台镜 竟然可以斩杀归缘近 其中一些学员 心中的惊骇难以平息 便拿出传信玉牌 旋即 这些传出消息的学员们 很快收到了大量回复 什么 刚刚来踏天据点的那位倒台 晋级天才 竟然闯过了历练塔第三层 这特么开什么玩笑 别打扰我炼丹了 什么 你以人格保证 你不会是认真的吧 啥啥啥 一个倒台竟能斩杀归原境 是我耳朵 坏了还是你嘴巴坏了 什么 你确定是真的 好我马上来 第188章 轰动 短短时间内 消息如同龙卷风一样 传遍踏天据点 许多学员得到消息后 第一时间就是不相信 但是那些 传出消息的学员们信誓旦旦 纷纷保证 更有甚者还对天发誓 于是 许多学员 渐渐有些相信了 他们立即 放下手中的事情 带着惊疑不定的心情 赶往历练塔 而当他们赶到历练塔时 便看见几十个学员 仰望着历练塔 一副瞠目结舌 双眼抱脱的模样 喂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一个新来的学员 奇怪地问道 你们为什么全都跟呆子一样了 然而 没人理他 那些呆滞的学员 依旧呆呆地看着历练塔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新来的学员们一脸猛逼 这时 一名呆滞的学员低声呢难道 第六层 竟然闯过第六层了 苍天啊 世上真的有这么妖孽的存在吗 踏踏的男生落到 新来学员们的耳中 无异于一枚惊天动地的大雷 你说什么 一名学员 捏住那泥男之人的肩膀 难以置信地问道 那个到台境的小子 竟然闯过第六层了 此问一出 所有新赶来的学员们 立即竖起耳朵 紧紧盯住这边 是啊 第六层 第六层啊 那泥男之人瞪着眼 颤抖着声音道 他花了一分钟就闯过去了 怎么可能 第六层的对手 可是归原境巅峰啊 即便只是普通的归原境 也绝对不是一个 到台境能斩杀的 以到台境界斩杀归原境对手 跨越一个大境界 这是在梦境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那小子隐藏了实力 不可能啊 我不可能看错的 他就是个到台境 新来的学员们面面相去 心中是惊涛骇浪 脸上是难以置信 而就在这时 历练塔第七层 忽然发出一阵嗡鸣 闯过第七层了 无论是第一批 跟着淋雨过来的学员 还是后面被呼唤过来的学员 都齐齐陷入呆滞 现场 万类俱寂 落真可闻 与此同时 踏天殿之中 一群老者正目瞪口呆地摇望着历练塔的方向 这群老者各个都是神魂镜 各有神魂镜巅峰强者在内 每一个曾经都是威名远扬的民宿强者 悠久的生命令他们早已古井无波 但此时弹河古井无波 简直是掀起了今天的海啸啊 此子 竟能以道台境斩杀归圆境巅峰 真是我们人族万古以来的第一妖孽 比之那些圣族先族的天才弟子都不差啊 太妖孽了 太逆天了 此子成帝有望 一定要好好保护起来 可惜啊 可惜他晚上了那么多年 否则我们人族 就不止燕南天大人一个天地了 无论如何 我们都要全力培养他 我愿收他为徒 传授毕生所学 臭不要脸的 就你也想收 如此妖孽的人物为徒 只有我才有资格做他师傅 都给我滚 你们一群老顽固早就落后了 此子我来教 什么老顽固 你是欠收拾是不是 老夫身上的好东西 不知道多少 你能比得上 呵呵 你那些破碗也有什么好的 哎呦 不服啊 来打一架 都别吵了 此子拥有金氏财情 逆天资质 我们可以一起教导啊 此言再理 我们快过去吧 此子闯过第七层 应该就要出来了 众神魂竟老者一番争吵 面红耳赤 差点打起来 好在最后 想出了折中的办法 免去了一场争斗 旋即 众老者便准备离开探天殿 亲自去历练塔接淋雨 但就在这时 历练塔第八层 再度发出亮光 传出嗡名之声 什么 正准备离开探天殿 前往历练塔的诸位 神魂竟强者 瞬间身形一致 他们都难以置信地 望着历练塔方向 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 此子竟然闯过了第八层 第八层的阵法 能凝聚出神魂竟的对手 到抬镜 竟然能将其斩杀 最重要的是 他才刚闯过第七层不久 也就是说 他对付神魂竟一层轻而易举 说不定他的实力 已经远超神魂竟一层 天下竟然有如此妖孽之人 已到抬镜 轻易斩杀神魂竟一层 别说了 我们快过去 强大的神魂竟强者们纷纷迅速离开 以最快的速度 赶往历练塔 与此同时 李启明 林秀天等人 也得知了 铃鱼闯立炼塔的消息 当铃鱼闯过第三层的消息 传出来之后 他们全都认为 绝不可能 但是 当铃鱼闯过了第四层 第七 第八层的消息传来 他们如同那些塔外的学员们一样 大脑一片空白 直接陷入了痴呆状态 铃鱼学长好强 我原以为铃鱼学长 仅仅是单到天赋逆天 没想到 战斗天赋也这么强 道台镜和神魂镜之间的 战力差距那么大 也不知道 铃鱼学长 到底是怎么跨越 这么大的天赋的 消灵战 在人群之中 一双美目光芒流转 灼灼有神 铃鱼竟然这么厉害 能闯过第八层 常遍青年孙腾 何轩等人聚在一起 脸上充满了惊恐 借他们一万个头 他们也想不到铃鱼 竟然能有如此强大的 越级战斗能力 要是换作他们 与铃鱼对战 恐怕也会轻易败退 因为 他们这些人 无非就是些 归原境巅峰神魂 进一层而已 该死 我等竟然得罪了 这样妖孽的人物 我们做得极为隐蔽 希望不要被他知道吧 不然我们都玩了 是啊 以铃鱼这么恐怖的 天赋和潜力 巴结他的人 绝对多得不得了 到时候不用他亲自出手 我们就得玩玩 孙腾等人面面相去 脸上写满了懊悔和恐惧 同时 他们也明白了一件事 那就是铃鱼 为何要拒绝 凌秀天的邀请 凌羽拥有 这么强大的潜力 日后的成就 恐怕比整个凌家 加起来还高 又岂会加入凌家 做人附庸 换做他们 又这么逆天的资质和潜力 他们也不愿意啊 原来凌羽拒绝我 不是狂妄 是真的有资本啊 这一刻 凌秀天也恍然了 之前我对他放下狠话 希望他不要那么记仇 另外一边 这不可能 区区一个黄毛小儿 怎么会这么强 李启明 目瞪口呆地 遥望着历练他 整个人微微发抖 太恐怖了 到台境 就能斩杀神魂境 那要是他 近身归原境 岂不是能 和几大尊者一战 若是近身 神魂境呢 对战天殿 妖念 这凌羽 就是个逆天的妖念 好在我虽然仇视此人 却至始至终 没有发生正面冲突 他应该不会 将我视作仇人 这都会因为萧宁 对我产生一些敌意 可是 真的好不甘心啊 我李启明 乃是战门第一学员 前无古人的第一学员啊 但是这凌羽 苍天啊 为什么生了我李启明 还要生他凌羽 不 我不能被他压下 我的荣耀 我的辉煌 不能就此断绝 李启明脸上 生起一丝后怕 旋即又露出 极其强烈的不甘和嫉妒 第189章 大结局 片刻后 他那一双充满忌惮的双眼之中 生起了浓浓的杀意 这小子刚到踏天据点 就去闯力练塔 想来是要迫不及待地 前往外界历练 他实力还不算强 正是杀他的好机会 凌羽啊 你可一定要闯过第9层 获得外出历练的机会 那样我就能杀你了 我要杀你啊 李启明深吸一口气 脸上冷笑连连 眼中杀意凌练 直此之际 凌羽闯力练塔的消息 已经传进了踏天据点 每一个人的耳中 此时 从踏天据点顶部往下俯瞰 可以看见上千人化作残影 朝着历练塔汇聚而去 即便是传到大殿之中的 导师学员们 各司其职的强大的舞者们 也纷纷赶往历练塔 要亲眼看看 这位惊天动地的妖孽 广场上 整个据点的人族舞者们 罕见的齐聚一堂 仰头看向历练塔 而就在这时 哇 伴随着一声嗡鸣 历练塔第九层 闪过一道鲜艳的亮光 见此一幕 人潮汹涌的广场上 立即掀起了一片哗然 闯过了 第九层 天哪 凌羽到底是什么人 居然有如此战力 一道台径的境界 斩杀神魂镜 中间可是隔着一道天芡啊 神魂镜 乃是五道之徒之中的 第一次生命本质升华 战力比这道台径强大 不知道多少 神魂镜一万个道台径 也打不过 但是凌羽竟然做到了 这实在是太匪一所思了 这凌羽 我等与之相比 完全就是地上的泥丸 而它却是天上的白云 是啊 我们根本无法和它比 它定是我们蓝星 有史以来的第一天才 即便是燕南天前辈的资质 也比不上它 众人发出惊叹 上至神魂镜 下至归原镜 无不如此 这时 历练塔上闪过一道人影 正是凌羽 不错 虽然凌羽拥有 神魂镜六层的战力 但她的目的 只是获得外出历练的资格 因此 她闯过第九层之后 就直接离开了 此刻 凌羽正踩着一柄普通的长剑 以精神御剑的方式 悬浮在空中 我却 怎么这么多人 凌羽看着下方上千人 面露惊讶 难道历练塔搞活动 闯一层送一层不成 不过 当看见众人 全都一副惊骇模样时 她很快就反应过来 看来我闯塔的战绩 会以某种形式显露出去 以至于所有人都震惊了 凌羽还视众人 找到了那群神魂镜 存在聚集的地方 紧接着 她驾驭着长剑 从天空飞下来 落到一众神魂镜老者面前 她的一举一动 都牵引着所有人的目光 诸位前辈 晚辈凌羽 凌羽对着一众老者 抬手作医 礼节周全 众神魂镜老者 一瞬间用各种方式 确认了凌羽的修为 发现她并非掩盖了修为境界 心中惊骇的同时 也松了口气 凌羽小友快快勉励 凌羽小友你过来 我给你看看手下 我乃踏天殿之士长老之一 凌羽小友 你可愿做我弟子 凌羽小友 我马上真挚准天地 已然活了一千两百年 你是否愿意做我的一波传人 众老者转动眼珠 纷纷不约而同地开口收图 显然 即便之前说好了 一起教导凌羽 但他们还是想试一试 看能不能独吞凌羽 这个超级天才 若是能成为凌羽唯一的师父 那么凌羽日后成就天地 甚至更高境界的时候 他们可就沾光了 而这些德高望重的老者们 亲口出言 邀请凌羽的举动 立即令其余学员们羡慕不已 要知道 虽然在踏天据点 能获得最好的修炼资源 还能去传道大殿听课 但是这哪里比得上一位 活了上千年的师父 亲自教导呢 真羡慕凌羽啊 这么多神魂境前辈 愿意收她为徒 谁让凌羽那么逆天呢 她和我们不是一个层次的天才 比不得比不得 数百上千舞者低声交谈 目露羡慕 这时 凌羽淡淡一笑 道 抱歉 各位前辈 晚辈暂时不想拜师 此言一出 全场瞬间安静下来 拒绝了 凌羽委婉地拒绝了 所有神魂境的收徒邀请 几乎所有学员们 都难以置信 那可是老辈神魂境 强者的收徒邀请啊 凌羽居然全部拒绝了 要知道 新一辈神魂境 和老一辈神魂境之间 是有差距的 而且还很大 光是席练功法这一项 老一辈神魂境 有上千年的经验 更别说还涉猎其他方面 有一位老一辈的神魂境教导 这无疑于是 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啊 可是 凌羽拒绝了 除了那些学员们 一众发出邀请的神魂境们 也是满脸震惊 他们原以为凌羽会考虑一下 谁知道凌羽想都不想一下 就拒绝了 现场安静了片刻 众神魂境们面面相去 旋即走出一名白胡子老头 白胡子老头一走出来 便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因为他是踏天据点内 目前最强的舞者 准天地陆白 陆白前辈要做什么呢 会不会凌羽如此不给面子 惹怒了诸位前辈 前辈们不会这么心胸狭隘吧 或许是有其他事交代 众学员们交头接耳 目露疑惑 这时陆白开口了 凌羽小友 老夫陆白 既然你不愿意拜我 等任何一人为师 那么 我们便一起教导你 可好 话 陆白的话语 直接令全场 变成了翻滚沸腾的油锅 天哪 前辈们不仅不生气 反而要一起教导凌羽 这是什么待遇 我等能被其中一位前辈 收为弟子 都谢天谢地了 凌羽竟然能得到 所有前辈的教导 或许在诸位前辈眼中 凌羽便是一块金石蒲玉 唯有合力雕琢 才能令其成就 达到最高的地步 凌羽此人 真是太逆天了 人们嗡嗡地交谈着 陆白等神魂镜前辈 则静静地等待着凌羽 不过 表面上看似在等 但暗地里 他们已经打定主意 无论凌羽怎么选择 都要将他抓起来 好好雕琢 而这时 凌羽思索了片刻 笑着点了点头 能得到诸位前辈的教导 是凌羽求之不得的事情 此言一出 众学员恍然 原来凌羽打的是 这个主意 他一开始就不满足于一个师父 这倒是误会了 凌羽一开始 确实不想拜任何人为师 但他忽然想借助这些老前辈之手 掩盖自己的系统功能 一切 便如同在轩辕学府 拜书星为师一样 毕竟他的自动炼器 不可能平白无故地就达到高级 何况后面 还有自动炼阵等未知的强大功能 恰好这时 准天地露白 露白提出了众神魂镜前辈 一起教导凌羽的提议 他便答应了 有了这些神魂镜老前辈的教导 他用系统功能表现出来的东西 虽然依旧夸张 却能有个解释了 此时此刻 诸位武尊前辈 见凌羽答应下来 也纷纷面露笑容 行了 大家都散去吧 陆白对着一众学员们挥挥手 旋即转头对凌羽道 凌羽 你跟我们来 好的 陆白师傅 凌羽笑着点了点头 旋即 陆白等神魂镜前辈腾空而起 朝着踏天殿飞去 凌羽也踩着长剑 紧随其后 那些散去的学员们 看着凌羽的背影 不由暗自感慨 然后再度转头离去 不多时 广场上的学员们 已经全部离开 只于下一人